大哥,我,我有了 灯光下,徐秋颖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 他一把甩开我,躲到这个破旧出租屋的角落 昏黄的灯光下,墙壁的眉斑像是在嘲笑人生的无常 我那一脸的铁青,恨不得咬碎了牙 怒火在胸腔里翻滚,闭嘴 爸妈不在了,你得听我的,去医院,然后给我好好读书 我强压下怒火,一步步逼近他 一把抓住他的手腕,跟我回家 他哭得更凶了,手脚乱舞,我不去,我不 子梁说会娶我,会照顾我和孩子的 你凭什么回我幸福 这话像刀子搁在我心上,我手上的力道不自觉松了 你的幸福 我看着他退缩的身影,心痛得几乎无法呼吸 我刚从工地上下来,邻居就告诉我 蚯蚓跟那个不三不四的家伙走了 我连饭都没吃,跑遍了整个城中村 现在,我看着他手里的炒饭,却听到了这个炸雷 我那个辛辛苦苦考上大学的妹妹 居然要抛弃未来,嫁给一个街头混混 还怀上了他的孩子,他怎么能够容忍 妹妹本来将要踏出泥潭的一生,彻底毁在这个肮脏的出租屋里 父母三年前,旷难去世 身为哥哥的他,强忍悲痛为父母料理了后事 旷主老板跑路 几十个家庭一夜间家破人亡 一分钱赔偿都没有 自己看着刚刚考上线重点高中的妹妹 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自己的学业 选择高三休学打工,供妹妹上学 这三年来,自己不论严寒酷暑 都在建筑工地上打小工 一分钱不敢多花,一点委屈不敢让妹妹承受 好不容易熬出头,看着妹妹考上了省里的重点一本大学 马上就要迎来光明的人生了 可偏偏这时候,妹妹竟然爱上一个不学无术 退学混社会的黄毛小混混 还想退学和小混混结婚过日子 这样的结果,她绝对不能容忍 学下洋气地轻轻站起,紧紧地攥起拳头 哗啦啦,一把掀翻了 阻碍在自己和妹妹之间那把破旧的饭桌 两盒炒饭被打翻一地 回家 说着,不由分说的,直接一步上前再度拽住妹妹的手臂 任由她怎么哭喊,也都要拽着她离开这个泥潭 她是哥哥,一定要保护妹妹 学下洋目光坚定 她还记得妹妹只有三个月大 就被爸妈领养回家的那一天 笑得是那么可爱 爸爸曾亲口告诉她 你是哥哥,一定要保护妹妹 现在,她绝对不能让妹妹误入歧途 在这个应该盛开的年纪 亲手把人生葬送掉 徐秋颖身体不受控制地被哥哥拖着向门口走去 顿时急地大哭大喊 一边拍打,一边反抗 哥,我不回家 世界上最爱我的就是子良 子良答应过要娶我 会一辈子对我好的 哥,你不要拆散我的宝宝和他的爸爸 我不会打胎的 我绝对不要去上学 子良说过,会养我的 哥 任凭她如何声嘶力竭地哭喊 徐夏阳就是不为所动 眼瞅着就要走出这个发霉的出租屋了 突然 一道身影喘着粗气从楼下狂奔来到门口 一把撑住门框 死死地盯着的想要出门的徐夏阳 撒开 那是我的女人 乍一见到狂奔赶来的这个黄毛排骨精 徐秋颖立刻好像见到救星一样 兴奋地哭喊起来 子良 快救我 我哥要带我去打胎 他要拆散我们 快救我呀 守护我们的爱情 徐夏阳双眼冲雪 浑身颤抖地 看向面前这个一脸狂拽的黄毛排骨精 直接怒火冲头 我去你妈的飞主流 动 他毫无征兆地突然松开妹妹 一脚出其不意地踹在黄毛肚子上 直接将他踹飞出去 瞬间撞在了走廊的栏杆上 当浪浪 老旧的走廊栏杆 发出震耳欲聋的震战声 刘子良直接被这一脚踹得背过气去 疼得深吸一口气 全身排骨都显现出来 愣是半个屁都放不出来 可目光仍就是恶狠狠地盯着 向自己走来的徐夏阳 我他妈弄死你 徐夏阳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看着这个毁了自己妹妹一生的黄毛小混混 气得他恨不得咬碎了满嘴牙 上前一把薅住了小混混的黄毛 将他脑袋重重按在地上 三年来在工地上荡小工 干体力活 他早就炼出了一身剑子肉 爆发力和攻击力 自然完全碾压这个不穴无数的排骨精小混混 怒火之下 全都好像雨点一样 向着这黄毛小混混砸了下去 我他妈报警抓了你这个混蛋 我让你吃一辈子劳饭 别想毁了我妹妹的人生 我 砰 突然一声重击 徐夏阳感觉后脑传来一阵炫韵剧痛 全身的力气 好似被瞬间抽走了一样 天旋地转 动 徐夏阳浑身贪软地摔倒在地 脑后一股温热的暖流润湿了地面 他茫然地看着越来越黑的天空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啊 子良 你没事吧 光荡 徐秋颖尖叫着扔下带血的烟灰缸 哭喊着跑到被打破了嘴角的黄毛小混混身边 心疼地查看着他的情况 浑然不顾被自己用尽全力 重击脑干的哥哥 刘子良很快苏醒过来 一把推开挡在自己身边心疼大哭的徐秋颖 突然从腰间抽出一把蝴蝶刀 我他妈弄思念 在徐秋颖那水汪汪的大眼睛不可思议地注视下 刘子良发了疯一样地扑到徐夏阳的身上 一刀一刀地刺了进去 扑 扑 扑 徐夏阳失去意识的最后一刻 感受着身体被一刀一刀刺穿的痛苦 无意识地颤抖着 血液好像力气一样 一点点从体内流光 而自己拼命保护的妹妹 此刻却只是捂着嘴 蹲坐在不远处 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发生 他从小最怕疼了 爸爸妈妈活着的时候 每次他调皮运动 伤了自己 都是爸爸开玩笑地按着他 妈妈温柔地给他擦药 而他却假装疼得大喊大叫 徐夏阳临死之际 无意识地流下了眼泪 看着妹妹哭着投入那个黄毛的怀抱 抱着那个排骨筋嚎啕大哭 他突然释然了 爸 妈 我想你们了 有下辈子 让我为自己活着 可以吗 眼前一片漆黑 徐夏阳只感觉脑袋越来越沉 想要一直这么睡下去 耳边的哭声也不见了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叮铃铃 突然 一阵刺耳闹钟铃声响起 好像要将他从黑暗之中吵醒一样 一点点光亮滑破眼皮 越来越亮 我这是 哦 徐夏阳出了满身大汗 猛地从床上坐起身来 惊恐地看着四周 这 这里是我家 看着这熟悉的环境 一尘不染的白墙 正是他从小长到大的卧室 可看看自己满是沧桑的双手 破到陆脚趾的运动鞋 潮水一般的记忆扑面而来 叮铃铃 徐夏阳一把拍死了吵人的闹钟 用力抹了一把脸 突出一口颤抖着的灼气 目光里透露出来深深的恐惧 我 死了 被黄毛小混混 一刀一刀刺穿身体的绝望 仍旧萦绕在他的脑海当中 临死前妹妹投入黄毛怀里大哭的那一幕 深深刺痛他绝望的心 没想到 自己放弃学业未来 拼尽所有保护的妹妹 竟然会帮着黄毛一起 杀了她 她看了一眼墙上的日历 2008年7月30号 上面赫然用黑色探数笔写着 要早点下班买点菜 庆祝妹妹的录取通知书到家 她颤抖着深吸一口气 心情逐渐平复了一些 这是 我被妹妹和那黄毛小混混杀死的前一天 不知道是不是做梦 脑海中那段画面无比清晰 心也越发冰冷 好心没好报 徐夏阳站起身 两眼迷茫 亮呛着走到客厅里 刚出来 妹妹就神色慌张地坐在沙发上 局促难安 目光闪躲 拽起书包就想要离开家门 压根也没有跟她这个哥哥打招呼 徐夏阳心里一凉 恐怕 不是做梦 自己真的被这个恋爱脑白眼狼妹妹 联合黄毛小混混给杀死了 那自己 这是重生了 等等 她下意识开口叫住了 想要离开家门的妹妹 只不过是想要正视一下而已 徐秋影却是突然红着眼眶回过身来 歇斯底里的将书包扔到地上 冲着她大喊起来 你为什么非要拦着我 子良她就是爱我的 我就是想要嫁给她 你凭什么不让我追求幸福 徐夏阳猛了 和上一世记忆中一模一样的对话 她要是没记错的话 上一世的自己 这时候也彻底表态 绝对不同意 她和那个黄毛小混混在一起 更不同意她结婚 妹妹夺门而出 再见到 就是晚上在出租屋里了 徐夏阳回想到 自己被妹妹和黄毛杀死的绝望 她内心颤抖了一下 紧张地咽了一口唾沫 再度看向红着眼眶的妹妹 我不是 徐秋影却是突然好像被刺激到了一样 直接发了疯一样 冲她嚷嚷起来 你就是反对 我也一定要嫁给子良 哥 你不了解她 她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她很努力的 人很好的 对我也很好 你阻止不了我的 世界上 只有子良最爱我 她说过 要养我 要一辈子宠着我 不让我受半点委屈的 徐夏阳看着歇斯底里的妹妹 心中越发的苍白 回想起死之前的感受 突然释然了 既然上一世 自己那么拼命地付出 拼命地保护妹妹 却根本得不到半点理解 还被妹妹联合外人杀了 那自己 又何必多管闲事呢 难道还要再体验一遍 被黄毛捅死的感觉吗 她下出一身冷汗 一阵阵后怕 尊重他人命运 收起助人请柬 妹妹被领养来这十几年 家里一直也没告诉过她 关于绅士的事情 把她照顾得很好 这就足够了 自己也已经尽到了 一个哥哥的全部责任 供妹妹读完了高中 吃得好 穿得好 别人家孩子有的 自己的妹妹也从来不缺 甚至更好 上一时妹妹说的 是自己在阻拦她的幸福 是自己看不透啊 徐下阳想起 临死前 自己已经和爸爸妈妈请求过了 如果真的有下意识 她想要为自己而活 看着妹妹那疯狂的模样 她淡然一笑 不是 我是想说 我尊重你的决定 徐秋颖刚想继续反驳 可花到嘴边突然愣住了 满眼不敢置信地 看向自己的哥哥 嗯 你 你不反对我和子良在一起了 徐下阳长出一口气 紧紧攥着的手心 也缓缓松开 摇了摇头 你愿意就好 我理解 尊重你们 美等妹妹继续怀疑 她突然想到了什么 哦对了 大学寄来的通知书 我放在爸妈卧室的床头柜上了 我想让他们也知道这个消息 替你高兴高兴 你要是还需要的话 随时可以去拿 我就不动了 徐秋颖听到这话 瞬间流下了感动的眼泪 露出幸福的笑容 哥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理解我的 子良他是真的爱我 会对我负责 也会对我们的宝 会对我好的 你放心 我和他结婚之后 一定会过得很幸福的 徐夏阳仿佛一下子 卸下了人生的重担 整个人都轻松了很多 管他宝宝不宝宝的 和他有什么关系 笑着点点头 好 你开心就好 他此刻感觉到了 前所未有的舒心 脑海中更是第一时间 冒出一个念头 他要找回自己 曾经放弃的人生 既然老天爷让他重活一回 他一定要去到自己 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 继续完成自己的学业 完成小时候 对爸爸妈妈的承诺 自己要出人头地 离开这个小县城 正当他畅想自己人生的时候 徐秋莹已经激动的原地蹦高了 哥 太好了 我一定会幸福的 子良他人很好的 我晚上带他来家里 我们一起吃个饭好不好 你也正好正式地接受他 我也要向你证明 子良真的能照顾好我 你不了解他 一听这话 徐夏阳毫无征兆地打了个冷战 急忙挥手制止 唉 大可不便 对于那个黄毛排骨精 他可是一点都不想见到 太阴险了 身上竟然藏了一把刀 毫不犹豫地就捅人啊 自己好不容易获得的 重生议会的机会 大好人生正在冲自己招手啊 绝对不能重蹈覆辙 远离白眼狼 远离恋爱脑 保命要紧啊 念及如此 徐夏阳直接想了个借口 拿上家里的钥匙 就准备出门 那什么 你们两个开心就行 我就不掺和了 今晚工地加班 我就不回家了 晚饭 你自己解决一下呀 唉 哥你早点回来 碰 不等妹妹再开口 他已经夺门而出了 暑假将近 自己要赶紧去三年前上学的高中 找找老师 看一下 自己还有没有机会回去复读 参加高考啊 他当初是休学 按理说 学籍还在 应该问题不大 这一事 他不想多管闲事了 一定要找回自己的人生 徐夏阳蹲在一中门口 保安室外面的墙角玩石子 心里不住地回想 上一世被黄毛小混混杀死的痛苦 还有被妹妹背叛的绝望 目光有些失神 但很快又坚定起来 紧了紧衣服 继续蹲在墙根底下等消息 时不时地回头看看 保安室里 那一脸严肃盯着自己的老大眼 只能信心地低下头 继续玩石子 他早就猜到 就算是放暑假期间 学校的保安 也肯定不会 让自己一个社会闲散人员 这么随便进去学校的 只能试探性地报了一个 曾经自己最熟悉的老师的名字 乖乖在门口等着 不知道自己认识的老师 今天有没有在学校值班 能不能见到 学校还和三年前一样 没什么变化 要是家里没出事 自己应该已经读大二了吧 三年前 自己刚上高三 学习成绩不算拔尖 也是中游偏上 什么九十八万五千二百一十一的 自己不敢去想 但是努努力 考上个一本 还是很有希望的 他们这种小县城 考上一本 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是值得全家欢庆的好事 可家庭突遭变故 为了让妹妹不用承受这些 他放弃了自己的人生 放弃了学业 自己成为自己和妹妹的监护人 亲自给自己办了修学手续 辍学去工地打工 结果换来的 却是三年后妹妹的辈刺 既然他那么厉害脑 认准了要追求自己的幸福 甚至不惜帮着黄毛小混混 杀了这个当哥的 那自己也就没必要继续操心了 随他去吧 领养他二十年了 这个家也对得起他 以后他过得好坏 都与当哥的无关 他已经是二十岁的成年人了 可以为自己负责了 学下洋恍惚间有些后怕 自己当年竟然那么果断地放弃了学业 他现在已经二十三了 学校还能收自己回来 继续上学吗 没一会儿的功夫 一道身影急匆匆地皱着眉头 从校门里面出来 四下寻找 见到蹲在墙角那个民工的一瞬间 疑惑地试探性开口 徐夏洋 徐夏洋听到自己的名字 心跳突然加速 没想到自己竟然真的那么走运 正好碰到了熟悉的老师 在学校值班 慌忙站起身来 规规矩矩地看向面前 那仍旧熟悉的面孔松了口气 激动地笑着开口 赵老师 赵刚看着眼前活脱脱一个 小民工模样的徐夏洋 一个大男人 挺好啊 徐夏洋笑着露出两排大白牙 心里只有高兴 赵老师 我还行 我妹妹考上一本了 赵刚瞬间破涕微笑 直接搂住他的肩膀 冲着门卫点点头 走 跟老师进去说 没吃饭呢吧 学校食堂 暑假期间 只有两三个人还开着教职工窗口 即便是徐夏洋再三推脱 也挡不住赵刚的热情 刷卡给他买了四个大肉包子 一碗小米粥 还有小咸菜 普普通通的早饭 吃得他是内心感激不已 只能再三感谢老师 接下了这份早餐 赵刚看着他 吃得狼吞虎咽的 也是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当年的旷难 整个小镇上无人不知 一夜之间多出了 几十个辍学的学生 破碎的家庭 还是他苦口婆心地劝说 才让这个一心 想要退学照顾妹妹的学生 答应了先休学两年 保留学籍 留一条退路 可没想到 一转眼就是三年 今天见到他 自己三年来的一个心结 也算是有了打开的机会 这么说 你是想要回来学校读书了 一定能考上一本 回来好 回来就好 徐夏阳用力咽下包子 点了点头 可目光里还有些担忧 老师 我真的能回来上学吗 赵刚自信一笑 放心 肯定呢 老师一定帮你 吃完等老师一起去教务处 问一下那边值班的老师 需要办什么手续 争取把你安排到老师班里来 徐夏阳心里的大石头 终于落了地 激动地点了点头 心情也随着老师的笑容 温暖了不少 一刻也不敢耽搁 继续狼吞虎咽起来 很快 吃完了饭的师生来两个 就一起来到了教务处 值班的女老师 从档案柜深处 翻找出来三年前的修学档案 坐在办公桌前 却是眉头深皱 神色不太乐观 这一幕 看得徐夏阳 也是又紧张了起来 难道是有什么问题 赵刚则是迫切地开口询问 李老师 我这学生回来复学的手续 有什么困难吗 李娜从档案里 抽出几页签了字的文件 无奈地叹了口气 这孩子的事情 当初学校里都知道 的确不容易 但是他办理的修学手续 最长只能修学两年 两年没回来 就视为自动退学了 自动退学 一听到这句话 徐夏阳的脑子里 轰得一下炸开了 难道 自己放弃的学业 真的没办法找回来了吗 赵刚则是更加焦急地 皱着眉头追问 整个人都要趴在桌子上了 自动退学 那学籍呢 注销了 李娜摇了摇头 将手里的文件 递到了两个人面前 目光同样胶着地 看向脸色煞白的徐夏阳 自动退学的学生 学校会为他们 再保留一年学籍 徐夏阳的这个 正好一年 这份档案 原本应该是 九月份开学之后 第一个周 送到教育局 去注销学籍的 一旦开学 这事儿就真的 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幸亏来得早 现在还不是完全没办法 听到这话 徐夏阳提到嗓子眼的心 瞬间又落了下去 急忙追问 李老师 那就是说 我还有办法回来复学对不对 我还可以考大学 赵刚也是松了口气 脸上又露出了笑容 李老师你也是 这时候还大喘气 吓死个人了 只要能让孩子回来上学 什么条件都有办法的吗 李娜却是一脸无奈 扭捏着不太想开口的样子 可看到这师生俩 兴奋而执着的目光 只能叹了口气 拿出几张政策通知表 埋怨地看向赵刚 赵老师 你嘴真快 我刚想说 让这孩子出去等等 我先和你商量商量的 你看这 徐夏阳看着赵刚 接过那两张政策通知表 神色逐渐凝重起来 他心里也不由得慌了几分 赵老师 是不是还有什么困难 只要有办法 我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 我是真的很想回来读书 很想考大学 他已经为了照顾妹妹 放弃了三年人生 现在任何一个 可以让他回来读书的机会 都是救命稻草 他必须抓住 赵刚仔仔细细 看了一遍政策表 眉头逐渐舒展开来 不动声色地 将政策表扣在桌子上 叹着气 目光有些不自然 拍了拍焦灼不安的 徐夏阳肩膀 不是什么大事 这个钱我戳 只要能回来上学 老师 我什么都愿意 徐夏阳一听到还有希望 立刻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目光坚定 没有半点动摇 自己的人生 已经被耽误了三年 这次说什么 也不会放弃了 三万的戒毒费 虽然是比大数字 但他在工地 还有一个月三千的工资没结 再加上自己这三年 照顾妹妹之余 也存了一万块钱 本来是准备给妹妹 当大学学费和生活费的 现在也用不到了 除此之外 还有父母留下来的 一万两千多块 现在距离开学 还有一个月 自己努力打几分工 再凑一凑 应该差不多了 赵刚也为他 这份坚持所动容 长出一口气 连连点头地拍着他的肩膀 好孩子 你先出去等我会儿 我和李老师商量看看 怎么把你安排到我班上来 徐夏阳感激地 看了一眼赵刚 郑重地点点头 谢谢赵老师 说完立刻听话地 走出了办公室 去到楼下等着 他前脚刚离开这层楼 李娜顿时就皱起眉头 一脸焦急地开口 老赵 今年政策是五万 赵刚急忙摇了摇头 比划了一个静生的手势 谨慎地走出门口 向走廊里看了一眼 这才略带埋怨地 回到办公室里 长出一口气 你小点声 别让孩子听见 那两万 我替他出 一个没爹没妈的孩子 上单弄五万块钱啊 三万我都差点一咬牙 替他一块掏了 李娜眼里也闪过一抹无奈 哎 你说的我也明白 但政策 就是这样 我也没办法 你呀 也不先回家 和你老婆商量商量 而且 学校也不是那么功利的 这钱 不用那孩子全出 学校给他减免一部分 可能三万都用不到 就你嘴巴快 赵刚一听这话 也瞬间眼睛亮了几分 连连点头 对对对 还是你知道的多 你再给看看 学校还有啥政策 而且 我记得 咱们线上对于矿难家属上学 不是有补助政策吗 你给查查 看这孩子 还能不能享受什么贫困补助 助学补助什么的 李娜也不含糊 直接开始查询 所有事和徐夏阳 可以用的补助政策 两个老师都想尽最大可能 帮助徐夏阳 把这个回来读书的戒毒费 给降到最低 很快 各种可以用到的补助政策 就都被查了出来 赵刚又把徐夏阳叫上来 填了很多申请表 这个 是学校的贫困生补助 这个是县里 民政局的补助金申请 食宿费都免了 你也填一下 这还有校外爱心企业赞助的申请表 对 都填一下 看着徐夏阳 认认真真地填写完所有表格 两位老师也是松了口气 李娜接过来 简单检查了一下 点点头 行 这些我都帮你递交上去 学校的补助应该没啥问题 学费这块 应该有个减免的政策 可以少个三千多 民政局这个吧 看在你是矿难家属的原则上 应该问题也不大 试试看 其他的也都申请一下 能够最好 徐夏阳感激地看着两位老师 用力地点点头 谢谢老师 我明白 我还是按照三万块钱全额准备 这些申请能有最好 没有我也做好准备 见到他这么懂事 李娜和赵刚也是欣慰的对视一眼 点点头 处理完手续 赵刚带着徐夏阳走出了学校校门 突然想到什么一样 将钱包从口袋里掏出来 里面只有三张红票子 略显寒酸 但他还是一股脑地拿出来 塞到了徐夏阳手里 不容他推辞 拿着 老师又没帮上什么忙 这点钱你留着 到时候也好买校服 重新买文具什么的 你好好学习 到时候考上一本 也就是报答老师了 对于自己垫付了 那两万块戒毒费的事 他压根没有兴趣提起 本身也没想过 要徐夏阳感激自己 他只是心疼这个孩子 当年毅然决然退学照顾妹妹 在整个县里 也是有不少人知道的 徐夏阳攥着老师 给他三百块钱 感动得红了眼眶 再三推辞不过 只能收下 谢谢赵老师 我知道戒毒费肯定不止三万 要不你也不会把那张表藏起来 不给我看了 我都明白 您放心 我一定考上大学 有出息 赚大钱回报你 赵刚见到这小子 竟然这么聪明地 猜到了戒毒费的事 也是一时间哭笑不得 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 轻轻拍了拍他的后颈 笑着点点头 好 你这么聪明 老师等你有出息回报我 行了 等开学了 老师希望在教室里见到你 记住了 戒毒费就算是筹不够 也别担心 老师这些年 也不是白上班的 你师娘人很好 老师一定会帮你 千万不能因为筹不到钱 就放弃了 听到没 再不行 咱们也能商量 给学校欠着钱 先读书 学校也不是没这个先脸 徐夏阳感受到赵老师的善意 感激的点点头 我知道了赵老师 这次 我一定不会放弃自己的人生 这三年来 虽然吃了不少苦 但也遇到了很多善心 帮助他的人 像是赵老师一样 还有工地上的工头 工友 经理 食堂的阿姨 和大叔两口子等等 这些明明是陌生人 却都对他毫无保留地 献出善心 他把这些人 全都牢牢地记在心里 将来一定要回报大家 正当他要回家的时候 赵刚突然又拽住了他 哎对了 夏阳 你多关注一下 咱们县里公安那边的消息 老师前两天听说 三年前写款 潜逃国外的那个矿主理老板 好像是已经有线索了 说不定很快就能抓捕归案 遣送回国了 到时候 这矿难补偿金 可是按照家属户籍来的 只有在你家户口本上的人 才能获得这赔偿金 你可多留意 徐夏阳听到这消息 也只是笑笑 点点头 三年过去了 当年矿难死伤的几十个家庭 有的早就已经绝户了 更多的受害家属 是流落外地打工去了 大家这三年来 像是这样的小道消息 也听说过好几回了 早就对赔偿金 不抱什么希望了 但出于对赵老师的感激 他还是点点头 好 我知道了赵老师 告别赵老师 徐夏阳心底的一块大石头 也基本落了地 虽然还有三万块钱的戒毒费要筹 但只要能回来上学 那一切就都不是问题 想到这里 脚步也不由地欢快轻松了几分 然而 什么时候停在楼下 徐夏阳见到楼下 听着鬼火那一刻 心就彻底凉了下来 没想到刚走上楼 另外一个惊喜接踵而至 他缓缓走到门口 满眼无奈地看着 从门上被撬下来的门锁把守 此刻只剩一个贯穿门体的锁动 甚至还有点变形 顿时皱起眉头 家里这是招贼了吗 正当他压着心里 怒火推门而入的时候 客厅沙发方向 却是传来一阵嬉笑声 徐夏阳顺势看过去 果不其然见到了 那个黄毛小混混 正大大咧咧地 把脚翘在茶几上 一手搂着自己妹妹徐秋颖 有说有笑地看着电视 他刚想生气 把这两个东西赶出门去 可上一世被黄毛捅死的画面 立刻浮现在脑海当中 身体一阵刺痛 全身血液 瞬间从头梁到脚 整个人也清醒了几分 自己就要找回丢失的人生了 没必要和他们起冲突 葬送了前程 直接无视掉就好了 哥 你回来了 快 子梁 叫哥呀 徐秋颖乍一听到开门的声音 立刻就激动地起身 拽着刘子梁向门口打招呼 整个人开心地赤着脚 在地上的踩来踩去 刘子梁并没有起身 反而是一脸狂拽地 冲着刚进门的徐夏阳扬了扬下巴 很是江湖地 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 来冲徐夏阳颠了颠 来一根 今天这么早就下班回来了 我摩托停楼下没问题吧 徐夏阳看着那排骨精小黄毛 吞云吐雾 淡淡地摇了摇头 不抽 我门锁怎么回事 说着 他随手拽了拽 被撬下来一半的门锁 直接哗啦一声响 整个掉了出来 徐秋颖见状急忙跑过来 从哥哥手里接过门锁 扭捏地拽住他胳膊 哎呀哥 我出门忘了带钥匙 子梁送我回来的时候 没办法进来吗 他撬开的 帅吧 帅 徐夏阳看着妹妹那一脸花痴笑 只能暗暗痛心 自己又要花几十块钱 买个门锁换上 深吸一口气 看向一片狼藉的茶几 上面各种瓜子皮果皮散落着 简直就好像是垃圾堆 他压下怒火 看向妹妹 我不是说你们两个出去吃就行了吗 回家做什么 徐秋颖见到哥哥 好像有些不开心 急忙解释起来 哥 我早上和你说过啊 你都同意我和子梁在一起了 我要带他回家来见见你的吗 哥 你就是不了解他 他真的很好的 之前他都敢为了 我和别人打架 会保护我 特别勇敢 像个英雄一样 特别帅 哎呀你过来做嘛 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徐夏阳一心只想让这两个人离自己远点 并不想惹火上身 再打一条命进去 不了解他 自己可是太了解他了 原来喜欢打架都就叫勇敢 那自己这三年来为了保护妹妹 经常忍气吞声 还真是懦弱 但妹妹的样子 显然是恋爱脑没救了 徐夏阳见状 也只能先压着性子坐下 想来只要是同意他俩在一起结婚 把他们搪塞着离开这个家 也就算撇清关系了 说吧 徐秋颖笑着走回到刘子良身边坐下 一脸幸福地靠在他的身上 温柔地抚摸着自己的肚子 哥 这个好消息 我本来就是准备早点告诉你的 但是你之前一直不同意我和子良在一起 怕你听了会生气 所以就没告诉你 现在既然你接受子良了 那我们就决定把这个消息分享给你 刘子良一脸得意地搂住徐秋颖 毫不避讳 哎呀 大舅哥 不要那么严肃 咱们马上就是一家人了 我来说好了 秋颖怀了我的孩子 我俩准备领证结婚了 徐夏阳上一辈子 已经听到过一次这个消息了 如今再听一遍 早就已经毫无波澜了 只是淡淡地点点头 想要早点同意 早点让他们走 好 可以 没问题 我尊重你们的决定 话音刚落 徐秋颖立刻开心激动地 抱着刘子良尖叫起来 你看 我就说吧 我可是真的同意了 说着 他更是一脸骄傲地看向徐夏阳 哥 惊喜吧 你就要当舅舅了 以后爸妈那个卧室 就可以留给你大外甥当卧室了 这边离学校近 以后上学也方便 刘子良叼着烟 一脸的得意 虽然我们打算结婚了 但考虑到大舅哥 你自己一个人住孤单 我们也可以搬过来住的 但我家的意思嘛 就是趁着孩子还没生下来 赶紧先把正扯了 把酒席办了 到时候 大舅哥你可是得做高堂的 徐夏阳听到这俩人的话 瞬间皱起眉头 心里敏锐的察觉到 有点不对劲 搬过来住 爸妈的卧室给你孩子用 上一世 他压根没有接受过这黄毛小混混 所以压根也没听到过 他俩竟然还有这么炸裂的打算 心头顿时怒火中烧 这还不如从一开始就拒绝掉他们 让妹妹跟着黄毛 私奔离家出走呢 现在赶都赶不走了 自己家领养了他二十年 无微不至的照顾养大 已经是人之一尽了 没想到 现在就连这 没有房产证的矿厂老家属院 还被惦记上了 刘子良却没有觉察到任何不妥 自顾自的点点头 直接将烟灰弹到了茶几上 一起住热闹吗 而且 我家的意思吧 我和邱颖这都准备结婚了 我家出十万块彩礼 想看看大舅哥 你是不是也出点嫁妆 把酒席摆得漂亮点吗 就整那个 那个县里新开影楼的西式婚礼 穿婚纱那种 给我的公主 一个永世难忘的婚礼 话音刚落 徐邱颖就迫不及待地两眼 放光看向哥哥 急忙点点头 是啊哥 你不是一直跟我说 爸妈给我留了嫁妆的吗 还说等我嫁人 你一定会让我疯疯光光的 现在 我要和子良结婚了 爸妈留下的钱 可以给我了吗 徐夏阳听着他俩打响的这个算盘 一时间倒是有些被气笑了 对面连个商量婚礼的家长都没有出现 自己妹妹竟然就已经上赶着 跟他要嫁妆了 还大言不惭地 想要走爸妈留下来的钱 他笑着点点头 心里已经彻底冰冷了 好啊 十万块彩礼呢 我怎么没看到 拿出来我看看先 此言一出 徐邱颖立刻有些央求地看向刘子良 黄毛也是一脸得意地笑着 将香烟掐灭 突然挺着腰板 底气十足起来 大舅哥 咱们也就是马上就要成为一家人了 要不然这个秘密 我可不会告诉外人 我家那片老平房知道吧 马上就要拆迁了 国家征收 最慢也就一年 最少三百多万的拆迁款就下来了 到时候十万彩礼 肯定不齐 说完 直接自傲无比地甩了甩黄毛刘海 一脸邪魅的笑容 徐邱颖更是眼泛桃花 感动得一塌糊涂 哥 你听到吧 子良他们家里很重视我的 对我都很好 爸妈这老房子 我们也就住一段时间 等拆迁款下来就去买大房子 到时候婚礼 你可还要出席呢 徐夏阳冷冷地看着对面的黄毛 和自己的白眼狼妹妹 心里的怒气再也压制不住了 他是绝对不可能允许 这房子被妹妹和黄毛霸占的 既然好言好语 同意他们两个的孽缘赶不走他们 就只能来点直接的了 滚 你俩都给我滚 徐夏阳突然地爆发 直接吓得徐秋颖和黄毛一哆嗦 脸上笑容戛然而止 两个人全都一脸紧张地 看向皮肤冲雪 轻轻爆起的徐夏阳 那副模样 好像要活吃了他们两个一样 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大的仇 吓得他们急忙慌里慌张地 从沙发上站起来 手足无措 刘子良皱起眉头 脸上露出一抹不屑 物字嘴硬 大舅哥 你突然发什么疯 让我俩滚 你没搞错吧 本来还想着拆迁款下来 十万彩礼给你留个一万两万的 也算给你面子了 还真以为自己多大脸啊 话音刚落 一旁的徐秋颖 急忙拽了拽他的胳膊 满脸着急 子良 哥他肯定不是这个意思 哥 你不是都答应了 我和子良在一起吗 好好的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嫁给子良 那将来肯定是享福的 徐夏阳冷哼一声 压根也不藏着掖着了 与其憋憋曲曲的委屈求全 还不如直接翻脸 断绝关系 以后都不要有往来了 没问题啊 你愿意嫁给 他我不拦着 既然要结婚 你们就结婚好了 这是你们的自由 我不掺和 但是别想着回来住 还有 你也别叫我大舅哥 我听着恶心 我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 他本想直接说出 妹妹是被领养的身份 可花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毕竟这么多年的兄妹感情 他也不想做得这么绝 只要这两个人 以后别来沾边就行了 至于这小混混 将来会是拆迁户 自己根本不在乎 能过得好 那是他们的本事 过不好 那也和自己无关 不过他也没想到 妹妹竟然会这么蠢 这么着急 还没见到拆迁款呢 就被小混混一家 用口头上的十万财力 给忽悠住了 心甘情愿的未婚先孕 更是准备放弃学业 妹妹上一世 竟然都能为了帮着小混混 从背后偷袭杀了他这个哥哥 那这一世 随便他过得好不好 嫁没嫁对人 自己都不可能再替他考虑半点 他宁愿妹妹和这个小黄毛 真能拿到拆迁款 过得顺风顺水 以后都不要来烦他 自己只想回学校读书 考上大学 找回自己的人生 刘子良甩了甩头发 吹了吹刘海 不屑冷哼一声 直接一把抓起一旁 沙发上的外套 就搭在了肩膀上 谁这么稀罕跟你有关系啊 臭穷鬼 以后我刘子良可就是拆迁户 百万富翁 有钱人 我还不想在你这破地方待着了 说完 直接扭头就走 一把甩开了徐秋颖 拽着他胳膊的双手 扬长而去 徐秋颖乍一见到 哥哥这么冷漠的态度 瞬间就红了眼眶 气得一边跺脚 一边哭喊 哥 你干嘛呀 你是不是就见不得我好 见不得我嫁给 有钱人过好日子啊 难道你非要让我 跟你过这种穷日子吗 三年来你才给我买了 几件裙子 根本没带我吃过好吃的 我都没有去过市里 这穷日子我过够了 我就要追求幸福怎么了 徐夏阳被妹妹 这番话气的发抖 他不舍得花钱 这三年来 自己要供妹妹上学 每年至少给他 他买四件新衣服 三双鞋 每个月发工资 都带他下馆子 他以为爸妈两个基层工人 能留下多少钱的积蓄 他以为自己 自己这个当歌的 为什么要休学打工 才能攻得起他 这三年来 自己早出晚归 每天在工地上 当小工十几个小时 赚的钱都是给谁花 县里有什么新开的店 新卖的好吃的 自己都是第一时间 买给妹妹吃 三年来 自己穿的一直都是 爸妈还在世的时候 给自己买的衣服 一件新的都没买过 全都在工地上 穿得破破烂烂 脏兮兮的 也不舍得扔 现在自己这三年的照顾 反而成了妹妹 最深恶痛绝的穷日子了 学下扬起的连连点头 彻底心寒 滚 你跟着你喜欢的黄毛 赶紧给我滚 过你的好日子去 你也滚 今天他已经彻底认清了 不抱有任何一丝侥幸 就是要和妹妹 彻底断绝关系 老死不相往来 以后 他只会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找回被自己放弃的三年 考上大学 离开这个地方 弟弟 快点 走不走啊 徐秋颖红着眼眶 气愤地看向哥哥 我不管 爸妈留下的钱 就有我的一份 现在我结婚 你就必须给我 凭什么你一个人私团 这些年你也 偷偷花了不少了吧 徐夏阳此刻 已经彻底认清了 这个白眼狼妹妹的本性 反而不生气了 脑子更是前所未有的 冷静下来 他只想彻底摆脱 白眼狼妹妹和黄毛小混混 行 想要爸妈给你留的钱是吧 既然你要和那个黄毛领 正结婚 那就把你的户口牵出去 投靠到那个小混混家里去 你只要牵走户口 爸妈留下来的钱 我就给你 以后咱们两个之间 彻底断绝关系 再无瓜葛 他不能因小事大 不管赵老师跟他说的 小道消息是不是真的 但自己都要为了以后考虑 不能再让白眼狼妹妹 盯上爸妈的矿难赔偿金 现在趁这个机会 让他把户口牵走 也算是免了以后的麻烦 户口上没了这个白眼狼妹妹 再加上领养证明 也在自己手里 就算那个矿场老板 这个穷的叮当响的家里 更是没什么可以让他留恋的了 他还巴不得撇清关系呢 好 你既然这么看不惯 我能过上好日子 我就偏要让你看看 我和子良结婚后 能有多幸福 我们肯定过得比你好 签户口就签户口 等我领了结婚证 签走户口 爸妈留给我的嫁妆 你必须给我 说完 直接头也不回地夺门而出 坐上黄毛的摩托车 就扬长而去 徐夏阳看着家里的一片狼藉 听着楼下摩托车远去 整个人彻底长出一口气 目光茫然地 看向爸妈的一项 逐渐坚定起来 爸妈 这一回 我的人生只为了我自己 我一定会考上大学的 徐夏阳把家里的垃圾收拾干净 全都扔了出去 直接去楼下锁浆铺 找大爷花八十块钱 买了个新门锁 顺便上门安装 勉强恢复了大门的功能 忙完一切 整个人也长出一口气 考虑到回去读书 要筹备的借读费 他准备先把手头上的钱 聚拢起来算一算 看看还缺多少 从衣柜最下面的家层 拿出爸妈留下来的存折 里面清楚地记录着 这三年来每一次支取 密密麻麻 逐渐见空 他的神色有些伤感 爸妈走得突然 根本连最后一面 最后一句交代都没有 家一夜之间就没了 即便是重活一回 还是有些被妹妹的白眼狼 心为气到发抖 完全没办法彻底无视 唯一能做的 就是尽量放下这些羁绊 为自己而活 爸妈留下来的存折 一共也就三万一千多块 三年来 自己几乎没花过钱 衣服没换过新的 吃的都在工地上 直接从工资里扣了 偶尔和工友们 买点猪头肉喝啤酒 一群大叔们 也都把他当孩子 不让他掏钱 即便如此 养一个孩子高中三年 存折里也只剩下 一万零三百十八块钱 自己在工地当小工 一个月撑死了 也就三千块 出去家里日常花销和吃饭 照顾妹妹 她也小心地存下了一些 不敢乱花 从自己房间的抽屉里 拿出另外一张存折 里面只有存入 没有支取 一二一二五 爸妈 我也长大了 存了一些钱了 看着上面的数字 徐夏阳心里 也有了一点点安慰 本来这是准备 留着给妹妹上大学用的 大学不比高中 自己特意找人打听过了 生活费就要一个月一千块 学费一年是五千八百 还有住宿费 各种杂费 一年最少也要七至八千才够 自己的存款 和爸妈留下来的钱 应该正好够妹妹 大四实习之前用的 再加上自己还能打工 应该对付得过来 现在都不需要了 一二一二五 再加上上个月 还没开支的三千块钱工资 那就是一万五千一百二十五 要是加上爸妈存折里的 徐夏阳看了一眼 爸妈留下来的存折 目光颤动了一下 这一万就先留作备用的 不考虑到戒毒费 万一考上大学 我也需要最少准备 一年的生活费和学费什么的 这笔钱不能动 念及如此 他认真地将爸妈留下来的存折 重新放回到了 衣柜最保险的地方 掰着手指头一算 自己将来一个月吃喝花费还不算 距离重回学校的戒毒费三万块 还差一万五 要是回去学校读书的话 自己肯定是要好好学习 考上一本 不能分心出来打工的了 也就需要一年的生活费 徐夏阳算到这里 深吸一口气 目光也苦涩了起来 不考虑在学校申请的各种补贴的话 这一个月 最少也需要赚到两万块钱啊 还真是有点不简单啊 因为过了三年苦日子 他已经彻底变得谨慎了起来 预算这种东西 从来都要往最大限度的宽裕上考虑 绝对不能按照最低标准来准备 宁愿准备多了 也不能准备少了 虽然在他们这个小县城 一个月赚两万块这种事 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 但也不是完全没办法 徐夏阳脑子活饭 原本也没打算在工地上 做一辈子小工 打工 做体力活 永远都是最笨拙的赚钱方法 过去的三年 他只不过是需要一个稳定的收入 来供养妹妹读书 所以不能冒险 现在一个月要赚两万 他必须冒险了 摸了摸兜里赵老师给他的三百块钱 徐夏阳拿上外套 再度出门 必须找个法子赚钱 沿着大街小巷 轻车熟路的直奔 自己工作了三年的工地 之前他在工地做小工的时候 就和工友们闲聊天 讨论过另外的赚钱门路 摆摊卖小吃 就是所有工友公认 最赚钱的小买卖 都想着等自己干不动工地了 就回老家守着老婆孩子 摆个小吃摊赚钱 尤其是他们工地门口那种夜市 像是卖炒饭 卖炸串 卖大饼卷肉 凉拌菜之类的小吃摊 生意好的 一晚上的流水都能有上千块 一个工地 上千号工人每天上下班进进出出 再加上附近都是一些早年间的 国营厂家属院 几千号人住着 这客流量是相当可观的 只要口味过关 经济实惠 量大管保 一个月 赚个万把块的大有人在 当然 白小摊也需要本钱 最起码要有一辆配备了燃气罐 和厨具的小吃车 还要有一门配方和小吃手艺 最后 还要有市营业几天的原材料成本 杂七杂八地加起来 不同品类的买卖 成本也不尽相同 但最便宜 也要个两三千块成本 就这还不一定确保 做出来的东西 口味就那么受人喜欢 万一卖不出饭 那就是一天天往里赔钱 本钱都捞不回来 利益和风险并存 所以 即便很多人知道白小摊赚钱 羡慕眼热 却很少有人会去尝试 还是在工地做工 大工一个月 能有五千多块稳定的工资 小工也有三千多 最起码够了一家人吃穿用堵 求稳的人 永远比勇敢创业的人少 徐夏阳认知范围里 白小摊 就是他能接触到的 唯一一个 有可能月入两万的工作 正好他认识几个工友 工友的亲戚 有百摊卖小吃的 他准备碰碰运气 要是能找到人带 就可以很快出摊 开始赚钱 说不定还有希望 运气好 自己要找的那几个工友 正好今天和他一样修班 全都躺在宿舍板房里 睡大觉 睡不着的 也是拿着手机 在看从网吧下载的视频 解解发 一听说他要请客吃饭 几个工友连连推辞 平日里大家都知道 他要供妹妹读书 还是个小工 赚不了几个钱 所以从来也不会 穿多让他请客 徐夏阳眼见大家不好意思去 顿时也就没有了隐瞒的意思 直接把自己要回去 高中读书的事情 告诉了这些个朝夕相处的工友 同宿舍的工友们 每个人都比他大十几岁 平时也没少照顾他 这一听他说了 自己要回学校读书的事情 全都高兴得不得了 了解他三年前 辍学工妹妹 上学这件事的工友们 全都为他叫好 说他熬出头了 也改为自己考虑考虑了 读书好啊 他这三年来吃得苦 只有这些工友大叔们 看在眼里 全都真心实意地 大力支持他 回去读书考大学 只有没读书出苦力的 人才会真正明白 读书有文化 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他们自己都已经是三四十岁 有家庭有孩子 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但是看着他们眼里 既懂事又能吃苦的 孩子有机会回去学校上学 他们一个个自然是 打心眼里开心 简直比看着自己儿子 考上大学都还要更开心 全心全意帮他想办法 听说他为了戒毒费发愁 想要做个赚钱的小买卖 有亲戚在夜市摆摊的工友大叔 二话不说拍胸脯答应下来 更是直接就带着他 去了亲戚在夜市上 刚支开的闸串摊子上 五个人点了一百多块钱的闸串 拿了两捆啤酒 立刻就借着下午的 微微徐峰喝了起来 来 反正今天休班 正好解解乏 怎么样 我大外甥这手艺不错吧 干了三年多了 不少人那是特意过来 吃他做的闸串 在咱们这一片都有明显 确实好吃 以后多来照顾生意 徐夏阳笑着和几位工友碰杯 仔细品尝着手里的闸串 味道的确非常棒 这也是他看中的 门槛最低的小吃品类 利润高 很有可能跃入过万 基本上没什么手艺限制 很容易上手 只不过 他自己倒是很少在外面吃 这种小吃摊 偶尔吃一次也要十几块钱 更是他难得的奢侈 但今天是来找人办事的 这钱必须花 就是不知道 能不能成功学到这门手艺 靠自己琢磨的话 想要月入两万 估计很难了 事情还没定下 心里总不落地 所以看起来多少有些心不在焉的 正吃着呢 一旁的工友张强 直接用胳膊肘碰了碰他 冲他挑眉一笑 事宜让他安心 随即冲着还在摘菜的亲戚摊主 喊了一嗓子 一块喝点 我记得你说 你家孩子要上小学了 你们两口子这个月 打算回老家是吗 这摊子不能扔行 老舅 这人既然是你介绍的 那我肯定用心教 老爹 要不是为了孩子上学 我要回老家 这手艺 我还真不能交给你 来碰一个 张志刚一开口 小酒桌上几个汉子 全都大笑着拿起酒杯 这事在碰杯之下 就算是成了 徐夏阳也是喝的脸面红扑扑的 仍旧起身给张志刚敬酒 师父 你放心 鬼酒懂 学会了之后 我肯定用心学 他亲口尝过张志刚 杂串的手艺 味道的确一绝 每每下班的时候 也都能看到 只有张志刚的杂串摊子 前面坐满了人 排的队伍 更是能一直到大马路上 生意火爆得很 算得上夜市一绝 自己要是真的 能继承这个摊位 想要一个月赚到万把块的学费 绝对不是问题 此刻悬着的心 终于算是安定下来 痛快地尝出一口气 即便是不怎么能喝酒 也不扫兴地 跟着几位工友大叔 推杯换盏 徐夏阳的肩膀 大大咧咧地继续帮他说话 这样 大外甥 老旧做人情 也不能让你吃亏 你这县城的摊位和小吃车 反正也带不走 正好就一块 卖给我这小兄弟了 你开个价 保证他不还价 徐夏阳也是连连点头 他也没打算 能够白嫖一整个摊位和设备 要是能接手县城的 也省得再添麻烦 师父 你这该多少钱 就是多少钱 我绝对一分不少 事既然定了 那称呼肯定也要改口 在工地三年 这说话的情商 也是得到了充分的锻炼 张志刚喝得也算开心 笑着点点头 行了 钱都是小事 我老旧都管你叫小兄弟了 那你还比我大一半呢 自家人客气啥 此言一出 酒桌上几人顿时哄堂大笑 就连不远处 还在准备出摊的老板娘 也跟着笑得开心 气氛一片欢乐 张志刚吃了一串炸蘑菇 顺了一口啤酒 长叹一口气 多少也有些舍不得 这里的工友吃我扎串 也吃了整三年了 从第一期工程吃到第三期了 我要是冷不丁走了 说不定他们还不习惯呢 交给你 我就一定要让你做的 比我做的还好吃 这样 明早开始 连着三天 你就跟着我进货 出摊 我从头开始 一点一点都带着你多走几遍 你也就熟悉了 至于这夜市的摊位费 还剩下两个月 我也就不退了 你接着用 车子 我的确是花了几个钱的 你给个成本价 一千五百 我这所有的配方 手艺 摆摊的门道 统统都交给你了 徐夏阳倒上满满一杯啤酒 红着脸站起来 师父 徒弟这杯酒敬你的 干了 说吧 毫不拖泥带水的一饮而尽 瞬间泊得一片叫好声 工友们见到 替他解决了一个大麻烦 心里也都跟着痛快起来 替他开心 众人吃着喝着 眼瞅着也快到工地下班点了 索性也就回宿舍的回宿舍 回家的回家 徐夏阳和张强 约好了明天一早 共同去进货 他自然不敢马虎 提前订好了早起的闹钟 解决了最让他头疼的赚钱这件事 徐夏阳整个人 也就彻底放松了下来 一晚上睡得相当安详 全身舒服 叮铃铃 第二天早上才刚刚五点钟 卧室里的闹钟瞬间响起 徐夏阳一个机灵翻身坐起 看了一眼外面 还是漆黑一片的天空 不敢有半点耽搁 急忙起床洗漱 精神了几分 匆匆下楼 刚到楼下不一会儿 天光蒙蒙亮 一辆黑色的奥迪车 缓缓从路边开了进来 冲着他闪了两下大灯 徐夏阳眯着眼睛走上前去 还有点不敢相信 刚到副驾驶门边 玻璃瞬间自动降了下来 换了一身干净装扮的张志刚 扶着方向盘 笑着冲他招招手 愣着干啥呢 上车 搁带你进货去 徐夏阳乍一见到 眼前这豪华的奥迪车内饰 目光里写满了震惊 师父 这 这是你的车 昨天一起吃闸串的时候 张志刚还穿着满是油污的围裙 浑身上下不修边服 看起来就好像底层劳动人民一样 今早摇身一变 直接成资本家小老板了 张志刚笑着打开车门锁 连连招手让他上车 怎么 他有白小摊的 开不起奥迪 告诉你 只要你好好干 一年买奥迪 两年买大奔 那绝对都不是梦 碰 徐夏阳兴奋的搓搓手 钻进副驾驶 目光激动的前后打量着 这辆从没坐过的好车 师傅 你也太厉害了 闸串这么赚钱呢 他想过 闸串能赚钱 但是没想到这么赚钱啊 整个县城里开大众的 那都是有钱的大老板了 更不要说奥迪大奔这种 只有大城市才有的好车了 绝对是稀罕物 可在张志刚眼里 怎么好像稀松平常一样呢 张志刚一脚油门开车上路 直奔老城区农贸市场 文言得意倾笑一声 闸串不赚钱 你学他干嘛 记住了 咱们摆摊这一行里 流传着这么一句话 那叫推着小车摆摊 开着奥迪进货 好好学吧 太阳还没出来 奥迪车就已经开到了 农贸市场门口 相比较于大街上的冷冷清清 这里却可以说是人山人海 各种进货 卖货的人来来往往 好不热闹 徐夏阳认真的 跟在张志强身后 将他说的每一点都认真记下 这可不仅仅是赚钱的门路 更是他的学费啊 看到没 大头菜这种素菜 五毛一串 这里按代称 三块钱能买一袋子 足够你穿几百串 金针菇 土豆片 长条茄子 这些素菜最受欢迎 利润还最高 卖一串 你能赚好几毛 一定要多准备点 肉 不要选那种新鲜的 贵 买的人就少 处理起来还麻烦 还容易坏 就来冷冻仓 选这些半成品肉串 鸡肉的 猪肉的多弄点 量大味道好还便宜 特别嫩 羊肉牛肉尽量少弄或者不弄 买的人太少 太贵了 利润低 不划算 丸子 就选这种大袋装的半成品 自己化动之后穿一下 三个一串就能卖一两块 这一袋子上百个丸子 才卖十几块钱 明白了不 还有这些 雪花鸡排 棒棒鸡 鸡柳 骨肉相连 工人最爱吃 一袋十几块钱几十根 一根一块五 你都不少赚了 味道 这个是关键 你以后就来这家买香料 买调料 都是批发价 我回头把笔笔写给你 你照着调就行 味道嘎嘎正风 必不可少 麻将 咱们老是闸串 就得准备点麻将 工人老爱吃了 这玩意下饭 还有这死面烧饼 淀粉小狗肠 半成品烙饼 算下来几分钱一个 你卖五毛 那都是十倍 网上的利润 进货的学问 一天你也学不会 先帮我搬上车 回家教你怎么串串 最节省成本 都是学问 你就学吧 徐夏阳随身带着一个小笔记本 一边听一边记 半点不敢马虎 本子上事无巨细 甚至连半成品袋子上的名字 他也全都记了下来 生怕有半点对不上 要不是有师傅带着 他自己来这农贸市场 还真找不到门路 整个菜市场走完 闸串出摊 一天要用的货 就基本上全都买齐了 他既然是当徒弟的 自然也是手脚麻利 帮着师傅忙前忙后 勤快得很 张志刚健壮 自然也是满意地笑着连连点头 回去的路上 又给他叮嘱了不少要记住的细节 可谓是将自己的经验 毫无保留地全部交给了他 为期三天 日日如此 徐夏阳的本子 也已经密密麻麻挤满了知识点 基本完全掌握了出摊的技能 师傅 这是一千五百 你点点 徐夏阳腼腆地笑着 从口袋里掏出 早就准备好的一千五百块钱 全都是他从银行取出来的新票子 张志刚笑着接过钱 看也不看地塞进口袋 哎 咱们两个还点什么点 行了 这小吃车和夜市的摊子 就是你的了 你可要好好做 别坏了我的手艺啊 一句玩笑话 他本以为徐夏阳还有可能坚持不下来 或者不耐烦 没两天就放弃了呢 可适时却让他刮目相看 这小子性格非常坚韧 从不叫苦叫累 反而还特别认真和好学 帮忙出摊的时候 也是手脚麻利 忙前忙后 很有眼力劲 可以说是真的轻出于蓝儿 胜于蓝了 徐夏阳咧嘴笑得开心 用力点点头 放心吧师傅 你说的每一句话 我都记下了 昨晚你让我自己 在摊子上失营业了一会 卖出去三百多块钱 已经让我信心爆棚了 我肯定把小吃摊做大做强 早晚和你一样 开上四个圈的奥迪 经过三天的学习 不管是进货还是摆摊 他全都掌握得炉火纯青了 闸串的火后 张志刚更是有精密的时间把控 精确到素菜几分钟 肉菜几分钟 豆腐卷几分钟 都是有严格规定的 小吃车上的闹钟 精确定时 即便是毫无做菜经验的人来干 只要按照步骤操作 也绝对能闸出口感最好的闸串 绝对不会翻车 但积累这些经验 却是足足用了张志刚整三年的功夫 普通人上手 没有个一年半载的 根本摸索不出来 徐夏阳找对师傅 事半功倍 直接就成了熟练功 昨晚那一个小时 可有不少经常来光顾的工友 都夸他杂串手艺不错 更是几乎分辨不出来 和张志刚做的有什么区别 只要好好干 不出什么意外 一个月下来 保底一万块 还是能赚得到的 充一下两万 也不是没希望 张志刚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最后留恋不舍地 看了一眼自己的小吃车 哎 行了 这里就交给你了 有机会到师傅的老家玩一玩 咱们两个喝一杯 走了 说完 直接开上自己的奥迪车 扬长而去 喇叭长鸣 也算作是三日 师徒勤奋最含蓄的道别了 徐夏阳目送师傅开车离开 心里也逐渐升起满满的动力 距离自己赚够借读费 回到学校读书 又进了一步 回到小吃车前 他一丝不苟地 按照师傅教过的技巧 开始准备今天出炭的炸串 两块钱一大盘的评估 保持新鲜丝成小条 一串五条 看起来量很大 足足能串四十多串 一串五毛钱 土豆片 茄子片竖着切 一串三片满满当当 同样五毛钱一串 成本不过几分钱 首次包菜 一整颗净价还不到一块钱 但是丝成片 落起来能串二十多串 一串照样五毛 素菜总共加起来 才几块钱的料 就足够中午摆摊了 营业额甚至能上百 肉串都是半成品 定价也高 基本都要一块 一块五 两块 像是棒棒鸡 炸鸡排之类 比较大的单品 定价甚至都在五块钱一串 利润同样也是翻倍的 最受工人欢迎的 就是五毛一根的淀粉肠 净价这一整箱是六十根 也才十块钱 一毛六一根 再加上几分前一个的死面烧饼 卷炸串的烙饼 随便搭配一下 一个人就要消费十几块钱 一中午的人流量少说 也有三五十个 这还是一天之内 比较少的时候了 真正的高峰期是在晚上 刺了 一锅热油 一次倒下 足够用一中午的香料酱汁 就被搅拌好了 除此之外 还有浓郁麻酱 和各种甜辣酱 混合成的重口酱料 一大盆的成本 也不过几块钱而已 炸串用的油都是 直接去县里 油房买的初榨豆油 比商场和批发市场里的便宜多了 徐夏阳还是头一回 真正意义上自己摆摊 看着工地大门打开 中午下班回家的工人 浩浩荡荡从里面出来 心情不由地激动了几分 立刻壮着胆子 学着师傅摆摊的模样 吆喝了起来 炸串 炸串了呀 地道正宗的老师炸串 中午买炸串 一人送一张炸烧饼啊 买点炸串 回家不用做饭了 来吃炸串了呀 炸串配着大米饭 越吃越香 越吃越下饭 随着徐夏阳的吆喝 刚出门的一些工人 瞬间就被由锅里 飘散出来的香味所吸引住了 一个个聚拢了上来 他眼见来了声音 立刻兴奋地两眼放光 直接打开小吃车下面的玻璃橱柜 来来来 想吃什么 这里有盘子 自己捡到盘子里 放到桌子上排队呀 一个一个来 师傅吃不吃辣 好嘞好嘞 忙活了一中午 准备好的素菜串 基本上都被横扫一空了 彻底见底 肉串也下去了一大半 两大袋子准备好的死面烧饼 基本也都半卖半送 彻底卖光了 徐夏阳嘴里叼着死面烧饼 开心地数着零钱盒子里 一中午的营业额 309 310 哈哈 才一中午就卖了316块钱啊 抛去成本 我这净赚差不多200块啊 肯定能赚够学费了 买车子和调料粉的成本 他暂时没有算进去 单单只是摆摊这一中午的客流量 就让他净赚200 以前在工地搬砖忙活一整天 才只能赚到100块钱 还得是第二个月15号才能发工资 现在摆摊卖闸串 一中午就能拿到200块钱 这突如其来的喜悦感 简直让他兴奋到不能自已 徐夏阳激动又小心地 四下打量了一圈 急忙收声 刚刚太激动了 声音太高调 这么赚钱的买卖 要是被什么眼红的人听到 那保不齐可就要惹来麻烦了 周围也有不少其他摆摊的小吃车 不过随着工人都回去上班之后 基本都开始陆陆续续地 推着车子离开这里了 他也急忙小心翼翼地收好 刚赚到的300多块钱 开心的原地蹦高 不过 他倒是并没有立刻推车回家休息 反而是推着闸串车子 静置进了工地 秦大爷 午饭吃了吗 我给你带了点闸串 刚走到门房港 他立刻就拎着一袋子 刚炸好的热壶闸串走了进去 门房秦大爷见状 也是不好意思地连连推辞 但终究拧不过他 只能信心地收下 看着徐夏阳推车子走进项目部 他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白白手 让他赶紧过去 毕竟也都认识三年了 再加上徐夏阳一向嘴甜 逢人就打招呼 秦大爷也早就对着小伙子 心里印象不错了 如今吃人嘴短 更不好说什么 徐夏阳也不为难秦大爷 低调地推着小吃车 停到了工地厨房后面 他家里住得不算近 要是每天推着上下班 那可就费了劲了 所以早就和关系不错的食堂大叔 还有阿姨商量好了 把车子停在他们这边 停好车子 他又拿上一袋 几乎都是肉串的闸串 直接上了项目部板房的二楼办公室 看到挂着项目经理牌子的办公室 他小心地敲了敲门 进来 听到里面传来声音 他这才笑着推门而入 何经理 是我 给您带了点闸串 是你 何勇披着外套 从沙发床上坐起来 随手端起桌上的茶水 束束口 昨晚几个供应商情的酒局 喝到后半夜才回来 一觉睡到下午 现在正是又渴又饿 如今被吵醒 目光疑惑地上下打量着徐夏阳 摇摇晃晃地坐回到了办公桌后 一边揉着鼻根 一边打哈欠 有什么事 你和你们劳务公司的说就行了 找我也不顶用 这是还拿的东西 挺香的 徐夏阳再见到这位项目经理 也是急忙笑着 将闸串拎了过去 何经理 我是特意来谢谢您的 不是找您办事 我和我们包工头那边辞职了 不干了 下个月 我就要回去高三读书了 明年一定要考上大学 何勇听到这话 脸上闪过一抹诧异 下意识地接过了那一袋子闸串 咽了口唾沫 还真有点饿了 随手捏出一串炸鸡柳吃了起来 劳务公司包工头管的 一般不会和他打交道 但徐夏阳的确是有点特殊 三年前自己刚到这儿 矿难那事闹得沸沸扬扬的 他身为国企建筑工地的一把手 自然而然代表了公司形象 去学校慰问 准备资助几个矿难家属 继续上学的 当时 他选中的学生里 就有徐夏阳 提出供他直到读完大学 但是徐夏阳也是个将种 听说只能资助他 不能资助他妹妹之后 说什么也不接受资助 一分钱不要 非得要自己辍学打工 供妹妹上学 任凭何勇怎么劝他读书 才能有出息 他都不肯听 最后还是选择了修学打工 着实是连老师还有何勇 都气得不清 何勇担心 这孩子去外面打工 被人骗 索性也就帮忙 联系了一下自己工地上的 劳务公司 让这孩子来打个小工 最起码三千块的工资 在这年头的小县城里 也算是不低了 比其他勤杂工什么的 一个月两千来块 赚得可多多了 而且 他这个项目经理 快把这小子给忘掉了 没想到 今天正好自己宿醉 醒过来饿着的时候 送了一袋子热乎乎的 闸串上来 还说自己要回去考大学 真是稀罕了 徐夏阳端坐在沙发上 只挨着一个边边 脸上也有些不好意思的搓搓手 是 何经理 我想明白了 还是读书考大学 才能有出息 距离开学还有一个月 我在咱们公司外面的夜市 摆了个摊 赚点学费和生活费 开学后好认真读书 想着 这三年您帮过我 这事儿 还是应该和您说一声 何勇吃着闸串 忍不住的连连点头 一串又一串 还真有点停不下来 急忙抬手点了点办公室 角落里的小冰箱 啤酒 徐夏阳立刻会议 急忙起身 从保鲜层里 拿出一罐冰凉的啤酒 打开了送到何勇桌子上 咕咚 咕咚 何勇几口冰啤酒下肚 整个人舒坦的打了一个酒格 哎 行 你这手艺不错啊 你能想明白了 回去读书那就好 虽然耽误了三年 但也不迟 比干小公好多了 你家离得不近吧 哦 还要照顾妹妹 那就是辛苦一下 两边跑 徐夏阳想起 妹妹已经跟着黄毛走了 结婚去了 心里不免又有些酸涩 但还是摇了摇头 不了 妹妹不用我照顾了 我现在就只照顾好自己就行 考上大学 有个好出路 何勇听了这话 多少有点沉默 也是奇了怪了 三年前放弃学业 说什么也要照顾妹妹 供妹妹上学 现在反倒是没这个顾虑了 但这毕竟是徐夏阳的家事 他也没多问 只是点点头 那这样的话 晚上夜市散场挺晚的 别回去了 你这三年没上学 早就把学过的知识 忘得差不多了吧 这一个月 除了摆摊赚学费 也应该找时间复习复习 就别在路上耽误功夫了 住在工地吧 把你的小吃车 也放到项目部来 节省时间 说着 还没等徐夏阳反应过来 他直接打开抽屉 摸出一串钥匙 随手扔给了徐夏阳 这是一楼我宿舍的钥匙 里面有桌子椅子 一张床 明天再让人搬一个铁架床进去 我基本不在这住 偶尔晚上加班会留下来 你就在这住着 不忙的时候 复习复习功课 是理科吧 说不定有的问题 我还能教教你 徐夏阳看着手里的钥匙 一时间感动得有些说不出话来 何经理 这 何勇一边喝着啤酒 一边摆摆手 行了 三年前 我要是连你妹妹一块资助 你也不至于耽误三年 但那也是公司的意思 喝多了回来 可能打呼喽 你忍耐一下吧 说完 继续自顾自的吃起了杂串 津津有味 看了一眼 还愣在沙发上的徐夏阳 直接吃笑一声 等着啥呢 让我帮你搬铁架床啊 自己整去 要是过意不去 那以后我去你摊上吃杂串 别算我钱就行了 别说 整的还真挺好吃 徐夏阳本来只是想要上来感谢一下他的 万万没想到 竟然又欠下一份人情 他本想推辞掉的 可一时间还真有点心动 家里的房子搬是搬不走了 妹妹和小黄毛 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回去 自己是真的已经不想 和妹妹再有任何瓜葛了 可搬出来住 租房子最便宜 也要花几百块钱 都是成本 如今能住在工地的宿舍里 距离摆摊的地方那么近 还有桌子椅子 可以用来复习功课 简直再合适不过了 念及如此 他只能紧紧地握住钥匙 感激地向着 和经理连连鞠躬道谢 却没成想 直接被何勇以太肉麻了 为借口赶了出来 徐夏阳也不矫情了 有了这么合适的住处 那家里的房子 索性还可以租出去 一个月能赚点租金 说不定就够了 他独高三的生活费了 念及如此 他立刻趁着到晚上 出滩之前这点时间 跑回家去准备收拾东西搬过来 把自己的衣服 还有爸妈的一些东西 都收拾起来 租客很好找 这边工地上很多打工夫妇 都不想住大通铺的 三五百一个月的价格 自家的房子也很好出租 这样既能彻底摆脱妹妹的 和黄毛的纠缠 也能赚点生活费 一举两得了 巴大 徐夏阳扣上行李箱 把自己能用到的衣服鞋子 还有各种证件 全都装了起来 随时可以搬走 可他来到爸妈的卧室 却是许久没有动手 开始收拾任何东西 看着房间里 一尘不染的床铺 爸妈那泛黄了的老结婚照 一整面墙上 还贴满了自己和妹妹 从小到大得到过的奖状 每一张都小心翼翼地 用胶带粘得整整齐齐 房间里全都是爸妈的痕迹 徐夏阳握着爸妈的存折 坐在床上发呆 他不想把爸妈的记忆 装进行李箱 他想一直保留着这个房间 但这也是家里 最大的一个房间了 要是出租的话 很难保证租客不会闯进来 爸妈的东西保不齐 会被乱翻 一年 先出租一年 他也只打算 在高三备考这一年 躲到工地去求清静 不被妹妹和黄毛打扰 一年后 自己考上大学 离开这里 有能力勤工俭学 就不需要把房子出租了 家也希望 能一直保持着 自己记忆中的模样 放假了 还能从外地回来 把这里当成港湾 但现在 他很担心 自己未必能找到 愿意接受主卧 单独不出租的租客 正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外面楼道里 突然响起一阵脚步声 他的心瞬间提了起来 可下一秒 楼上的租户 领着孩子说说笑笑地路过 小男孩手里 正握着一把鲜红的喜糖 开心的鼻涕泡都冒出来 徐夏阳眉头一皱 隐约意识到了什么 走到客厅的窗户边 向下看去 果然 是妹妹徐秋颖 妹妹还穿着那天 跟着黄毛离家出走的校服 开开心心地 再给邻里街坊发喜糖 看起来 比几天前更加开心了 正当此时 他看到妹妹 扭头走进了楼道 徐夏阳眼瞼低垂 回身坐在了沙发上 自己要搬走的打算 没想过要告诉妹妹 也是为了避免妹妹和黄毛 还会去打扰她的生活 这一事 他只想为了自己 大 徐秋颖一脸冷漠地走进家门 一眼就看到 坐在沙发上的徐夏阳 好似还记得前几天的不愉快 直接从口袋里 掏出两把喜糖 散在了茶几上 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你在家呀 来了好几趟 从来没见你开过门 我要结婚了 子良跟我去买的喜糖 请你吃 他都不记仇了 徐夏阳看着那一颗颗喜糖 淡淡地点点头 行 结巴 你是我妹妹 我当然希望你过得好 既然劝不住 自己也懒得开口了 省得改天再带着小黄毛来 捅他几刀 他可受不住 徐秋颖听到这话 瞬间甜蜜地笑起来 哥 我就知道 你刀子最豆腐心 我现在过得可好了 我想吃什么 子良就给我买什么 他带我去和他兄弟吃麻辣烫 还吃火锅 还去市里逛了一圈 他兄弟请我们吃了那个汉堡 市里可大 可好 徐夏阳看着妹妹身上 还是那套衣服 又看看 他脸上那口口声声 说出来的幸福 只是无奈一笑 点点头 我领轻哼一声 直接从口袋里 掏出两个红本本 更是将前些天 偷偷拿走的户口本 又拿了出来 一起扔到桌子上 看吧 我领证了 户口本上没有名字了 现在我是子良家的人了 户口在他们家 徐夏阳看着 失而复得的户口本 也是松了口气 他倒是十分庆幸 妹妹没顺手 把户口本给扔了 那个还要给他 带来不少麻烦去补办 现在的他 只想尽快和妹妹撇清关系 至于 偷走户口本 结婚登记这种事情 自己已经不在意了 打开户口本看了一眼 果然只有自己 和爸妈的在上面了 妹妹的已经牵走了 他也算是松了口气 点点头 谨慎地将户口本收了起来 好 挺好的 还是我妹妹办事速度快 麻烈 徐秋影这时候 却是理直气壮地伸出手 一脸不满地看着徐夏阳 那你答应我的 把爸妈留给我的钱 给我当嫁妆 现在可以给我了吧 我都答应子良家里了 今天一定能把嫁妆钱要回去 我婆婆都说了好几回了 咱们都是爸妈的孩子 凭啥这钱放在你手里 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从来不给我 你花了三年了 剩下的都给我 没问题吧 徐夏阳听到这话 心里瞬间抽出了一下 我随便花了三年 爸妈留下来的钱 可以说绝对没有一分钱 是被她花在自己身上的 没想到 妹妹这三年来 竟然一直是这么以为的 白眼狼看来 也是自己一口一口粮食喂出来的 不过旋即一响 自己现在盘了个闸串小摊 一天少说能赚三五百 而且就算等开学了 自己也可以每天赶个夜市 赚点钱 一年下来 多了不说 大学四年的学费和生活费 肯定是能赚出来的 念及如此 顿时也多了几分底气 现在能够用爸妈留下来的钱 彻底摆脱妹妹和小黄毛 同时让她自愿主动地牵走户口 这也不亏 而且 自己也算是替爸妈 彻底帮了她最后一回 断绝这份亲情了 要不然 妹妹和小黄毛 天天盯着这存折 指不定又要闹多少幺蛾子 说不定还会耽误自己 去夜市摆摊赚钱 得不偿失 徐夏阳也没啰嗦 没解释 直接从口袋里 将爸妈的存折拿了出来 随手递给妹妹 好 都在这儿了 徐秋颖见到存折 瞬间激动地两眼放光 一把将存折夺到自己手里 兴奋地打开来 检查余额 可看到上面的数字 瞬间露出一副失望的表情 啊 爸妈怎么总共 才留了三万块呀 现在就剩一万多了 徐夏阳见到她那失望的表情 顿时有些被气笑了 爸妈养了咱们两个十几年 从小到大没缺过吃穿 你以为不用花钱 他们两个都是最基层的矿工 你以为赚的很多 三年前 爸妈的丧葬费要花 这三年供你读书 吃饭都要钱 你说 为什么只剩下一万多 听着哥哥的喋喋不休 徐秋颖顿时嫌弃地皱起眉头 但还是毫不客气地 将存折收了起来 行了行了 我又没说什么 一万就一万吧 反正你也是爸妈的孩子 你花了就花了呗 我又没怪你 这个月28号就结婚 你来不来 眼见徐夏阳不开口了 他也直接翻了个白眼 哼 爱来不来 我还省了你一个人的饭呢 子良爸妈还催我 一定要请你去呢 看看人家多同情打理 谁像你这么小钱 我将来肯定过得比你好 说完 直接揣着存折和结婚证 扬长而去 压根没有半点留恋的打算 妹妹带来的喜糖 随意地散落在茶几上 徐夏阳动也没动 只看了一眼就知道 都是最便宜的那种红皮喜糖 样式甚至都只有一种 已经用不了几毛钱 就算是再穷的人家 也不会在这种东西上 抠门成这样 更不要说 即将拆迁的富户了 黄毛一家重视 还是不重视 这个未婚先孕的儿媳妇 简直一目了然了 但妹妹的决定 这一世 自己绝对不会插手 就随便那个恋爱 脑白眼狼折腾去吧 徐夏阳回到爸妈卧室 行李箱还放在这屋呢 他也没料到 妹妹会正好这时候回来 差点暴露了 自己要搬出去的打算 他可不想妹妹知道 自己的去向 好在是妹妹压根 也没有准备在家 多逗留的打算 他不经意地 看了一眼爸妈的床头柜 妹妹的录取通知书 还放在上面 原封不动 原本应该兄妹俩 庆祝的大喜事 现在反而是无关轻重了 不过看到录取通知书 倒是提醒了他一件事 徐夏阳暂时放下的行李 走去了妹妹的卧室 推开门 卧室书桌上 整齐的一排高三课本 旁边还有两个大纸箱子 装满了高一高二的各科课本 正好妹妹选的也是理科 书她都能用 因为是高三最后冲刺复习 所以妹妹书桌上 除了课本之外 还有一摞做完的模拟试卷 现在全都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 原本妹妹是有机会 能改变命运的 却被她自己放弃了 徐夏阳回想起 和经理提醒她的事情 自己三年没回学校了 这一个月除了要赚学费 为了避免开学落后太多 也应该复习一下 高中的知识点才对 正好 妹妹不要的这些课本 就都带上好了 毕竟也是花钱买的 自己还省了开学买课本 和练习册的钱了 不过太多了也带不走 只能先挑选了 几本理科的 高一高二物理化学和数学课本 这些都是理解性质 比较重要的学科 先用来唤醒记忆 三年前 她理科的分数还是不错的 主要是英语和语文拖后腿 但也都在及格线以上 那个可以等开学后再补 原本只准备了一个行李箱 现在没办法 又用纸壳箱和胶带 捆绑了两箱子课本 一起缠在了行李箱上带走 徐夏阳关门前 又看了一眼房间 房子出租的问题 她还没想到具体方案 但也没时间继续耗下去了 大不了屋子就不往外租了 自己摆摊卖闸串多赚一点 到三亿年的生活费也就有了 徐夏阳看了眼时间 没有丝毫犹豫 立刻带上收拾好的行李 和家里所有的身份证件 折返工地 她不知道 全部那些证件哪些有用 哪些没用 不过 为了以防万一 还是准备全都贴身携带 她可不想 妹妹带着黄毛回来发疯 搞丢或者搞坏了什么证件 耽误自己将来的人生 还有两个多小时 就是晚上工人下班的高峰期了 她要抓紧时间 回去准备晚上的摆摊 中午人流量少的时候 都赚了两百多 晚上肯定能赚得更多 不仅仅是工人 住在那附近的居民 也会大概差不多的时间下班 从县城里各个方向回家 夜市会是一天之中 生意最好的时候 绝对不能错过 回到和经理借给她住的经理宿舍 她也来不及收拾行李 只能先把箱子塞到床底下放好 急匆匆地准备出摊 徐夏阳来到工地食堂后面 里面也已经开始 飘出阵阵香味了 食堂的孙叔叔 两口子也都忙活了起来 给工人做大锅饭 工地上的工人 有一大半都是外地劳工 他们基本上都是在食堂吃的 但也不强制 毕竟吃食堂需要交火食费 舍得花钱的工人 也会趁着晚上工地散工 出去县城里逛逛 吃点好的 喝点小酒 玩一玩 本地工人天天上下班 单身或者懒得做饭的 也会在夜市小摊上对付一口 那就是徐夏阳要赶得赚钱黄金时间 但他打开车锁 并没有着急离开 反而是来到食堂后门 笑着冲里面 正在炒菜的大叔打着招呼 毕竟是用了人家的地方 不能一声不吭 孙说 中午没看到你 我就把车子停在这儿了 没耽误你们什么事吧 孙德新听到外面的声音 直接扣上锅盖 笑着走出来 不碍事不碍事 下午和老婆子 来做菜的时候就看到了 咱们说好的嘛 你就放心停在这里 以后收了摊你就过来 我给你留着饭 你都在饭点摆摊 肯定没时间好好吃饭 徐夏阳刚要婉拒 听到他俩说话的声音 正在前面摘菜的郝玉霞急忙起身 捏着一把韭菜 笑呵呵地跑了过来 是小徐吧 哎呀 收摊了晚上过来吃口饭 我和老孙都留着你的份呢 你这孩子 要是不好好吃饭 还怎么考大学 听话呀 过来 徐夏阳想要推辞的话刚到嘴边 看着面前那两张真挚的笑脸 只能咽了下去 笑着点点头 哎 我收完摊就过来 那我先出摊 去了孙叔 好疑 从他来到这个工地的第一天起 食堂的叔叔阿姨 这两口子就知道了他的事情 不仅平时打饭的时候 特别照顾他 量特别大 甚至下雨便温什么的 都会贴心地提醒他换衣服 始终把他当成孩子一样关心 前两天知道 他从劳工队辞了职 准备回去读书 更是第一时间支持他 知道他要摆摊卖小吃赚学费 二话不说 就直接让他以后 把摆摊用的东西 直接放在食堂就行 他们帮忙看管 徐夏阳知道 这本身也已经是 无法言说的恩情了 现在要是再为了一口饭推辞 那反而显得生疏了 在食堂叔叔阿姨 两口子的目送下 他推着车子 走出了工地大门 回到夜市的摊位上 忙碌准备起来 直到看着车子货架上 整整齐齐摆满了 充足的各种串 他这才勉强松了口气 一边热着油锅 一边等待顾客上门 徐夏阳回想起 刚刚厨房的叔叔阿姨 两口子那关切的语气 慈祥的笑容 心里反而有些滋味不好受 从爸妈旷难去世之后 自己遇到的陌生人 几乎全都在 不计回报地帮助他 同宿舍的工友大叔们 和经理 赵老师 食堂的孙叔叔 和好阿姨等等 还有很多 他甚至都快记不清的好心人 都曾经对他有过帮助 可偏偏 自己爸妈领养回来 悉心照料 倾注爱意的养女徐秋颖 没有一点对家人的感恩和爱意 自己放弃了三年人生 结果到头来 唯一的亲人 反而是还不如一群陌生人 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失败 还是成功 徐夏阳无奈地苦涩一笑 还好老天给了我重生一回的机会 让我看清了他的所作所为 这一世 就这样彻底撇清关系吧 他和徐秋颖之间 也没什么仇恨可言 只是心寒和看清而已 上一世被杀 也和这一世没关系 自己只要真爱生命 彻底远离他们就好了 毕竟自己从来都不牵妹妹什么东西 如何选择人生 那也是他自己的事情了 正当他感慨万千的时候 耳边突然传来远处 一阵渐渐嘈杂的声音 所有小吃摊的摊主 也全都精神抖擞了起来 互相打气 来了来了呀 该干活了 夜市这就开始了 干吧各位 哎 醒来那小子 提起精神来 别睡过去了 徐夏阳刚起身 就看到了对面 卖煎饼果子的大叔 笑着提醒他 立刻也回了一个精神十足的笑容 干起来 炸串了 吃炸串啊 嘎嘎香啊 越来越多的工人下班 一条分支渐渐涌入夜市 各个摊位面前逐渐热闹了起来 刺了 油锅里翻腾 香味弥漫 生意逐渐红火 直到他第一天出摊 张强和宿舍的共有大叔们 特意带了不少同乡来照顾生意 也不多说 上来就是每个人选了一盘炸串 来啊 这家炸串可老好吃了 我们都爱吃 就这个炸鸡排 你就吃吧 嘎嘎香啊 这家炸串可以加麻酱 也可以纯调料 半米饭吃那老香了 快点买啊 我还得再买点 随着几位工友帮忙邀和起哄 摊子周围瞬间就排起了队 红火了起来 徐夏阳本想着 和张强他们几个工友多说几句 给他们免单的 可随着人流上来 摊位一下子就忙活了起来 等他想起来要说话的时候 几位工友早就自己扔下钱 低调地离开 只能等着下次免单来还这个人情 从傍晚六点开始 夜市里的人流一直鼎盛到晚上九点钟 来来往往 你们先别着急 关于我家那房子 还有一件事我没说清楚 听明白了 你们再决定也不吃 郝玉霞确实根本不吃这一套 直接抓起来 那一千二百块钱塞进了他口袋里 这才心满意足 有啥条件 我们也都租了 不瞒你 从我俩知道 你要筹钱交借毒费的时候开始 我和你孙叔就想帮你一把 你也知道 阿姨有个儿子在外地读大学 多了帮不了 少了还是拿得出来的 这房租 你必须收着 孙德新脸面微醺 同样也是开心 又倒了一杯啤酒 看到你啊 真就像是看到 我俩在外地的儿子那样 那臭小子 出去读大学了 就不爱回来 每次打电话 就是要点生活费 两年没正经见过面了 也就过年的时候 回来过一次 你想好了 回去读书 我跟你好仪 那是大力支持你 不用多说 房子我俩租了 钱你必须拿着 你赚的是你赚的 我给的是我给的 徐夏阳看着对面孙叔两口子 那关切的笑脸 兜里的一千两百块钱热的滚烫 瞬间就红了眼眶 用力地点点头 哎 孙叔 你们放心 等我考上大学 赚大钱 我一定不会忘了你们的 我还要带你们一起出去 还有张强大哥 何经理 我师父 全都跟着我赚大钱 听到他这话 孙德星两口子 也是发自内心地笑了起来 不过 他们可想过 要有什么回报 徐夏阳将餐盘里 最后一点大米和炒菜 吃得干干净净 心满意足地摸摸嘴 还是好仪 做得着热壶饭菜 最香 他虽然自己就是卖炸串的 但也不能一天三顿 顿顿吃炸串 如今能遇到孙叔他们两口子 他自然感激不尽 对了好姨 我刚要说 我家那房子还有个问题 就是我爸妈 那间主卧室 我不想出租 里面都是我爸妈的东西 他们去世这些年 逢年过节 我都会给他们房间打扫卫生 喜欢床单什么的 没变过格局 我还想着 以后就算我出去读大学了 那房间我回家的时候 还是能看到他原来的样子 你们要租的话 就只有我和我妹妹的两个 两口子都是一阵心疼 毫不犹豫的点头答应下来 放心吧小徐 我和你好姨 那是仓库都能住得下的 你家还有两间卧室 条件好太多了 就是 二百块钱能租到一个双卧室 还带客厅厨房的 我们才是捡了大便宜了 回头 我和你好姨万一吵架 闹分居都够用了 子嗣 孙德兴 你还想跟我吵架分居 你还有这心思 工地食堂 昏黄的灯光下 徐夏阳好思又回到了父母 还在世的时候 自己吃着饭 看着他们亲热打闹 喜笑开心 一时间恍惚 他也不由地跟着笑了起来 这次 他不用再操心妹妹的生活 不用关心妹妹的选择 只有自己 生活 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闸串 都来尝尝啊 这里是托盘 师傅你想吃啥自己选 选好了 给我就行 少放一点辣食吧 徐夏阳摆摊的手艺 已经越发的炉火纯青了 一礼拜下来 彻底打开了局面 每天忙得不可开交 却也忙并快乐着 但正如他分析的那样 第一天能直接日收破千 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张强带着自己那些工友 工友又发动老乡 全都来捧场带来的火热氛围 随后这几天 最多的一天收入 也就是980块钱 但同样的 最少的一天收入 也有800块钱 而且 这一个礼拜来的收入 是逐渐上升的趋势 让他越来越有笨头 抛弃成本 自己只要坚持 做完这个月 一定能凑够三万块的戒毒费 这一个礼拜 赚了差不多6000块钱 除去要买食材的1000块成本 剩下的5000整 连带着食堂孙叔他们两口子 给的1200块房租 他全都存到了存折里 再加上 工地刚给他 结了上个月的3000块工资 现在自己存折里 已经有21000多的存款了 看着越来越多的存款 逐渐接近戒毒费的目标 整个人每天早出晚归的出滩 也就更有动力了 倒是这些天忙着赚钱 兴奋过头 还没来得及腾出时间 来这儿巴金的开始复习 从家里带来的那些 个高一高二的理科课本 虽然乍一看很生疏 但他也试着耐下心去 看了几道例题 记了几道公式 倒是很快就能理解 找到三年前读书的感觉 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至于妹妹和黄毛那边 有什么消息 他就一点也不关心了 反正也搬到工地来住了 彻底没什么来往 孙叔和好姨 搬到家里去住之后 也没说他妹妹回过家 正好 落得清静 互不打扰 刚忙完一波 徐夏阳喜滋滋的抱着林前河 在清点今天中午的战绩 脸上笑容逐渐璀璨 四百二 今天也不少 看这趋势 晚上稍微努力 说不定就能突破一千块 正当他暗自开心的时候 对面摊煎饼的大叔 却是用两只铲子 卖力地清理着煎锅 随意地开口闲聊 小徐啊 再过两天就要 交市场管理费了 你可别忘了 提前取点钱出来 下半年听说又涨了 一个月要四百多了 之前才三百呢 一次性就要交半年 多准备点吧 徐夏阳刚刚还在山顶的好心情 乍一听到这消息 瞬间跌落谷底 下意识地抱紧了庄前的盒子 管理费 不是都交摊位费了吗 我这摊位 是我师父留下来的 还有两个月才到期呢 我也没看到 谁管理市场啊 交什么管理费 要是真的交管理费 一个月四百 一下子交半年 那就是两千四百啊 自己要辛辛苦苦 摆摊三天 甚至四天 才能赚出这个钱 这一个月 可都过去四分之一了 他的钱都是要交戒毒费的 必须保证能错过三万才行啊 存款刚过两万 这笔钱要是交出去 那可就不够两万了 马大明看到 徐夏阳这么震惊的样子 却是疑惑地吃笑一声 啥 张志刚没告诉你 还有管理费的事吗 这些钱可不能不交啊 你现在是没看到 有人管理市场 可只要你不交这个钱 那就隔三差五 会有人来管理管理你了 你有营业执照吗 办个体户了吗 那睡了吗 还有这市场 这地上的油污 垃圾 你清理得干净吗 徐夏阳一听这话 瞬间刚提起来的心气 瞬间就熄灭了 这垃圾每天收摊之后 我都扫一遍地 挺干净的 这也没见到 有谁来打扫啊 马大明见到他这份模样 心里就已经知道个七七八八了 十分老道地笑着连连摇头 哎 你这小伙子 这么大人了 怎么感觉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 现在是没人打扫卫生 但你不交管理费 就会有七八个人 围着你的摊子清理垃圾 仔仔细细地打扫 你信不 你还没办手续 没办个体户 这些啊 罚都罚死你 眼看徐天明那一脸肉疼的模样 马大明也只能无奈叹口气 好言安慰他 还是老老实实缴上管理费 就不用担心别的了 没手续也不会有人查你的 这些年都是这样 大家相安无事 也挺好的 前两年也有不信邪 不交管理费的 现在要么不干了 要么老实了 你自己掂量掂量吧 生意这么好 你是继续安安稳稳地赚钱 交了这两千块呢 还是和他们斗一斗 别想继续赚钱呢 徐下阳心里有骨子拗劲 才刚赚点钱 就要他掏钱 这简直比杀了他都难受 马大哥 两千四百啊 这可不是小数目 那你说的那些手续 我现在就去办行吗 那办手续要多少钱啊 马大明看他好像还挺认真的 顿时无奈一笑 办也可以 走流程嘛 最起码 你这车子卫生就不达标 油污要清理干净 食材要素菜肉菜分开 冷冻常温分开 餐盘也要生疏分开 然后提交申请等审批 都办完最快两三个月吧 但有证件 你也要交市场的卫生管理费 一个月二百 不交就收罚款 徐夏阳一听办手续 最快要两三个月 瞬间就放弃了 只能老老实实地叹口气 唉 百摊赚的钱真的啊 交吧 不行就多卖两个点 争取把这笔钱赚回来好了 马大明见他妥协 也是松了口气 这就对了 想赚钱就顺着来 别和他们对着干 市场管理可不是善查 每次收钱的都是这片地头蛇 还会带几个黄毛绿毛的小混混 你说怕他们吧 还真不是怕 就是一折腾起来 你是真吃不消啊 老老实实给钱图个清静 徐夏阳刚刚沉下去的心 一听这话突然眼皮狂跳 黄毛绿毛小混混 不会这要巧吧 他脑海中浮现出 刘子良那个鬼火非主流的黄毛形象 不由得在记忆里搜索起来 好像还真的隐约听到妹妹提起过 那个刘子良在街上跟着什么大哥混 收收管理费 不会自己点子真的那么背吧 交管理费他都已经认了 可他是一点都不想让那个黄毛和妹妹 知道自己的下落 这辈子都不打算再见面了 凭空多出来2400的市场管理费 压得徐夏阳心里闷闷的 一时间想不出什么解决办法 只能老老实实地准备交钱 中午收了贪 徐夏阳照常把小汽车 推回到了工地食堂后面 正当他洗手准备进去吃饭的时候 郝玉霞听到动静 从里面抢先一步出来 脸上的神情有点尴尬 急匆匆地把他拉到一旁 小徐啊 你跟阿姨说 你和你妹妹咋了 之前不是你打工 供你妹妹读书考大学 这他怎么要结婚了 租房子的时候 这是我也没戏打听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一边说着 郝玉霞还一边探头 向着食堂里面看去 反而有种紧张兮兮的样子 徐夏阳一眼看出了问题 当即心下一沉 猜到发生了什么 我妹妹过来了 他怎么知道 郝玉霞见到徐夏阳那表情 瞬间也是一阵尴尬 自然明白过来 好像是办错事了 是这样 一早我要出门的时候 他正好来家里 见我们说是找他哥 我就猜出他是你妹妹 这我也没多考虑 就给他带过来了 现在才反应过来 是不是自作主张了 你们兄妹俩吵架了 你要是不想见他 就先回宿舍去吧 我去那回去就算了 就是徐夏阳看到郝姨 那欲言又止的样子 无奈地叹了口气 郝姨 她是有什么事吗 原本她没想告诉别人 有关妹妹的事情 一来是家丑不可外扬 她也不想让别人评价妹妹 二来也是以为 妹妹没道理 还要找她了 不打紧的 可是没想到 妹妹现在竟然阴差阳错地 被郝姨给带到工地上来了 自己的行踪 也算是暴露了 郝姨侠尴尬地拢拢头发 眼里满是愧疚 就是 她想回家住 听说 我们是租了房子 但是你爸妈那间 主卧室没人住 就想要回去 这 毕竟是你爸妈的房子 她要回去 我们拦着的话 这好吗 徐夏阳一听这话 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了 回家住 这怎么可能 更不要提 还是带着那个黄毛小混混 去自己爸妈的卧室住了 绝对不可能 看到郝姨那左右为难的样子 她深吸一口气 轻声安抚 没事的好姨 房子 你们就安心住就好了 以后不用给她开门 这事儿我来解决 说着 她转身从门后走进了后厨 正看到一脸愁容 不知道怎么办的孙德兴 同样投来愧疚尴尬的目光 徐夏阳微微摇头示意 只能无奈 走到前面的食堂里 为了爸妈的房子 她必须和妹妹彻底断绝关系 让她死了这条心 刚一出来 立刻就看到 穿了一身漂亮红裙子 踩着黑色小皮鞋的妹妹 坐在角落里 打扮得十分精致 脸上还化了妆 只是看起来不那么自然 眼角和耳边看得出来 有一些可以遮盖的红疹 似乎是过敏了 脸上反而没有前些日子 穿着校服回家 要前时候的得意和开心 徐秋颖正感觉无聊的时候 一抬头就看到 穿着脏兮兮的哥哥 从后厨方向 面无表情地走了进来 瞬间展开眉眼 露出笑容 哥 你怎么跑工地来住了 还把家里的房子租出去 我想回家住几天都不方便了 徐夏阳见到妹妹 心里一片冰冷 没有任何清静的感觉 一脸冷漠地坐下 开门见山 你回家做什么 房子我已经租出去了 爸妈的房间你也别惦记了 不可能让你们回去住的 徐秋颖闻言 瞬间别起了嘴 那是爸妈的房子 我回去住怎么了 要是有房产证能卖的话 房子还有我一半呢 凭啥不能给我住 爸妈房间空也空着 不住不也是浪费了 说着 眼看徐夏阳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他急忙与气柔和下来 哎呀 哥 我在子梁他们家住的不习惯 他们家是棚户区那老平房 上个厕所什么的都在外面 屋子里黑曲曲的 满墙的油烟灰 脏死了 徐夏阳面不改色 压根没有丝毫退让的打算 和我有什么关系 对你好不就行了 跟我在家过了三年苦日子 委屈你了 何必再回来吃苦 徐秋颖闻言 满脸心虚 可仍旧物质嘴硬 哎呀 这不一样 子梁他们家就是对我好 不信你看 我这条红裙子 五百多呢 子梁带我逛街买的 还有这小皮鞋 漂亮吧 三百多呢 子梁还带我买了 化妆品 口红 好多好多东西 你从来都不舍得丢买 徐夏阳看着妹妹逞强炫耀 身上值钱的衣服 毫不留情地直接点破 她带你买 还是她给你买 带你 让你花爸妈留下来的钱 自己买的吧 除了给你自己买 还给你那老公 你公公婆婆买了不好东西吧 这么舍得花钱 化妆品他们就让你 用这种廉价货 涂的脸上都过敏了 对你这么好 他们还真是贴心啊 徐秋莹脸上 好不容易扬起来的笑脸 一听这话 瞬间黯淡了下去 目光里更带有一丝恼羞成目 不要你管 我 我花钱那也是子梁多好 他天天带我出去玩 吃好吃的 不管 这次来 我就是要带他们回家住 你不能自己一个人 霸占爸妈的房子 徐夏阳文言 心里咯噔一声 怒火止不住地往外貌 他们 徐秋莹此刻 也彻底不拐弯抹角了 直奔主题 我婆婆 这意思是 房子拆迁之前 我们先搬回咱们家里住 公公婆婆住我 原来那个房间 我和子梁住爸妈的主卧 你还住你之前的卧室呗 一大家子 多热闹啊 等拆迁了 钱下来了 他们就买大房子搬走了 你赶紧让租房子那两口子搬走 没我同意 你凭什么自己就把爸妈的房子租出去了 徐夏阳万万没想到 妹妹竟然会贪婪到这种地步 还想着 把他那婆家一大家子人 全都接近自家房子住 简直是白日做梦 他长叹一口气 也不装了 行 你要搬回去住 也不是不行 但是房子 我租出去了 要违约的话 违约金你给一下吧 一年的租金六千我收了 违约还要赔偿三个月租金一千五百 一共七千五百 这个钱你给我 我立刻就让租客搬出去 我是你妹妹啊 只是想要回家住一段时间而已 你还要我付钱 你穷疯了呀 徐秋颖瞪大了双眼 满脸的不可思议 他根本不敢想象 哥哥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冷漠无情 之前那个有求必应 永远千一百顺的好哥哥 怎么突然就不见了 徐夏阳神色不改 目光仍旧冰冷 规矩就是这样 你想要带着那黄毛一家 住进爸妈的房间里 凭什么让我违约 既然是你要违约 那这违约金也应该你付 你不付钱 我不可能违约 徐秋颖被气得直接蹭的一下站起来 想要说点什么 却又感觉无从开口 急得团团转 我 心中早就憋慢了多少天的委屈 此刻全都由他拍着桌子发泄出来 哥 你到底要干什么啊 你就这么不希望看到我过得好吗 我能过得幸福 难道就这么让你容不下吗 徐夏阳看着此刻 没有了半点耐心的妹妹 深吸一口气 已经没有什么怒火 需要压制了 心里早就看淡了 能听到这些话 也丝毫不觉得有什么可意外的 未婚先孕 放弃学业 带着小混混 撬开自己家的房门 拿走户口本 登记结婚 这些 就是你所谓的幸福人生 徐秋颖气的抓狂 歇斯底里 我就是想要嫁给子良 他才是对我最好的人 我有什么错 我不需要你替我做选择 徐夏阳面色平静的点点头 没有半点生气的迹象 可以 我尊重你的选择 我替爸妈又养了你三年 供你读书 考上大学 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 我已经全都给你了 怎么选择你的事 我能尽的责任 应该尽的责任 全都已经尽到了 现在 我不欠你什么 还是那句话 你要我违约 你付出代价 你要是想回去住你的房间 我没意见 但是爸妈的房子 就算是死 我也不可能让你带着那小混混一家住进去 小混混一家那么有本事 过得那么幸福 住哪里这点小事 不应该没办法解决吧 徐秋影看到哥哥 还是这么坚定冰冷的态度 整个人已经被气得咬住嘴唇 留下深深的印子 眼眶瞬间就红了 泪水在里面打转 好 你说的 等我和子良拿到拆迁安置款 你别哭着来求我 看你穿的还和以前一样 又破又脏 你就一辈子在这个工地上打小工吧 一辈子没出现 连高中都没读完 你只能干苦力 徐夏阳本以为和妹妹之间 已经没什么可生气的了 可听到这几句话 内心还是被刺痛到了 但 他深吸一口气 很快就平息了情绪 好 今天不妨也把话挑明了 你追求你的幸福 过你的好日子 不要再来打扰我 户口 你已经牵走了 房子也是矿上的房子 你也拿不到一分钱 让那黄毛小混混一家子 都不用想了 徐秋影咬牙切齿地 看着自己的哥哥 彻底失望了 徐夏阳 没想到 你能说出这么绝情的话 爸妈要是在的话 绝对不会让你这么欺负我的 你根本不了解子梁 子梁的家人对我很好 才不像 你这么冷漠无情 徐夏阳点点头 我妹妹说的对 太对了 所以我不打扰你 你不打扰我 这不正是最好的选择吗 见到哥哥 竟然始终如意是这副态度 徐秋影也彻底没办法了 真的让他出七千五百块的违约金 那是打死都不可能的 爸妈剩下的钱 总共才留下来一万多 这些天 自己已经花了不少了 要是付这个违约金 那就是要掏空他全部的积蓄 想带着刘子梁他们一家子 回去爸妈的房子住的想法 只能彻底泡汤了 念及如此 他恨恨地咬住嘴唇 好 徐夏阳 你别后悔 等子梁家的拆迁款下来 我绝对过得比你好一百倍 一万倍 子梁才是对我最好的人 说完 直接头也不回地夺门而出 气愤地踩着新买的小皮鞋 离开了工地 徐夏阳坐在椅子上 平静地长出一口气 死过一回 他可不想重蹈覆辙 就算被骂冷酷无情也好 说他自私自利也罢 他已经不想和爸妈 捡来的这个妹妹 再有任何瓜葛了 只是被发现了行踪 只怕以后还要有麻烦 正当他愣神的功夫 后厨的郁霞 已经小心翼翼地 端着热壶饭菜走了过来 放在桌面上 小徐啊 这你和你妹妹徐夏阳反应过来 苦涩一笑摇了摇头 自然地端起饭菜吃了起来 没事的好阿姨 你也看到了 我妹妹出了这档子事 我本来不想让更多人知道的 房子你们安心住 千万不要让他带人 回去 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 你们第一时间通知我就好了 郝玉霞点点头 也稍微松了口气 但欲言又止 很明显 还有很多话要说 终究也没能憋得住 小徐啊 阿姨多嘴 但刚跟你们说话 我也听到个差不多 啥 你妹妹她考上了大学不读 还怀了一个小混混的孩子 要结婚嫁给她 这不行啊 你这三年来吃了多少苦 不都是为了供你妹妹上学吗 现在这事 你要好好劝劝她 徐夏阳吃着饭菜 文言也只能苦涩一笑 郝玉 这事我肯定是劝过了 但你也看到了 我妹妹铁了心了 我劝她一句 那就好像要杀了她一样 根本劝不住 说多了 我都成她仇人了 那小混混 还天天嚷嚷着 要杀了我 我妹妹又帮着那小混混 我难道还要搭条命进去吗 惹不起 躲得起 就算是我妹妹 我也要尊重她的命运 理解她的选择 郝玉霞从刚刚的情况 也能看出个大概来了 开口也纯粹是因为 作为一个母亲 对孩子的那份关心 实在忍不住 此刻也只能满心理解地点点头 唉 这要是我自己的女儿 我肯定心疼死了 但 有时候也不知道 这些孩子到底是怎么想的 你说的对 劝来劝去 亲人成仇人 还不如真的放手 让她自己去选择 去尝试 她就知道对错了 说着 这才突然想起什么 关切地看向徐夏阳 孩子 这些够不够吃 对了 你孙叔还特意给你 留了两只大鸭腿 我去给你拿 吃饱了才有力气 还有三个星期就要开学了 徐夏阳现在也多少有点重视起来 中午匆匆睡了一小时 定了个闹钟 爬起来洗八脸 坐到了桌子前 随手将复习到高二的数学课本 拿到了面前 他已经三年没上学了 脑子里对这些知识点 只有模糊印象 但是记忆这东西不会消失 只会淡化 循着书上的例题理解一下公式 很快就会恢复大半的记忆 最起码先把概念理解了 这倒是没什么难度 再把课本上随堂测验的几道题做了 按照答案自己定证一下 逐渐感觉 生了秀的脑子 似乎也慢慢运转了起来 一点点找回读书时候的感觉了 一口气复习了两个小时 整个人不知不觉地沉浸在了里面 收获满满 徐夏阳揉了揉有些酸涩的眼睛 看着自己刚做完的高考真题 时到错了六道 无奈苦涩一笑 这没读过高三的 和人家刷题刷了一年的 真的没法比啊 不过也算是有进步 正当他准备再看一回化学 记一记知识点的时候 碰 宿舍大门突然被人推开 一道奎屋的身影 丝毫不客气地直接走了进来 老何 何经理 嗯 也不在宿舍 说话间 奎屋的寸头汉子 就一边踢着牙 一边走到了徐夏阳身后 皱着眉头 打量起桌子上的课本 呦 学真的大学生 读书 读个屁啊 还不如早点跟我干活 一年帮你少说赚十万 徐夏阳见到来人 也是无奈一笑 半点不敢顶撞 这个人按理说他不应该认识 没到那个级别 可偏偏机缘巧合 关系还算不错 自己之前在爸妈工作的矿上 偷学过开挖掘机 去年二期干土方的时候 正缺人手 听说给的工资高 还是日节 他就自告奋勇地 去当了几天挖机司机 正好认识这位 工地承包土方的大哥 薛凯 靠着这位土方大哥照顾 他去年还连着三个月 每个月赚了五千多块 不过因为没挣 所以他也没能干长了 工地里 不管是工人还是项目管理 没人敢不给这位土方大哥面子 人家说他是道上混的 谁也不清楚 是哪条道上 虽然开这辆老婆二手越野车 但没人敢瞧不起 反而是谁见到了 都要绕道走 据说薛凯车坐子底下 藏着赶鸟枪 就因为仇家太多 需要防身 毫不夸张地说 整个县城 甚至周边两个县的所有工地 土方工程只能他干 但凡有哪个工地 敢把土方活包给别人 那一准出事 所以 徐夏阳即便是和这位土方大哥认识 算得上有点交情 也不敢在他面前太随意 更不敢走太近 每次都保持着客客气气的恰当距离 就正好了 薛哥 你今天怎么有空 和经理又去甲方那边开会了 估计得后半夜能回来 薛凯毫不在意地摆摆手 随手摸着肚皮 一屁股坐到了何勇的床上 你选你的 我在这坐会儿 中午喝了一顿 刚过来 整个人惬意地靠在铺盖卷上 伸着懒腰 看到徐夏阳那认真看书的样子 他又有些耐不住烦 抬脚踹了踹凳子 喂 说真的 你小子真准备去考大学啊 工地上来的那几个大学生 蠢得死 读书有屁用 还不是阅读阅笨 混成何勇那样 一年几十万 还不是给人当孙子 到处喝酒要钱 我给你安排关系 你去走个过场 我给你弄个驾驶证 就跟着我开挖机得了 我保证你三五年内 自己组个班子 十年之内 自己当挖机老板 这我要是没机会回去读书 还真就厚着脸皮 跟你干挖机了 但现在我和学校那边说好了 让我回去读书 总要试试 能不能考上大学 是不是那块料 等我要是考不上 我立马死心塌地的回来 跟你干挖机 薛凯这时候 倒是心满意足的拍拍肚皮 点了点头 行 你小子说这话 那还算是有良心 但随即 他突然好似想到什么 无奈的摆摆手 算了算了 还是考上好 往好了考 读大学 出去好好见见世面也好 虽然赚不到几个B钱 但也是你们年轻人的梦想吗 我家你小弟 倒是想读书了 想讨大学了 可那年不知道 被哪个扁犊子玩意 下学路上打坏了眼睛 现在看书都看不了 别他妈让我知道 那小子是谁 要不刚要撂狠话 突然又憋了回去 薛凯冲着徐夏阳摆摆手 不想再提 行了 你想读就读吧 关我屁事 只要你回来 想当挖机的时候 找你薛哥 一准给你安排 徐夏阳心里 自然也是感动的 不管别人怎么说 薛凯在外面很辣 是个混社会的 但是在对待自己这方面 薛凯一直对他 都是没得说 很照顾他 很讲义气 那自己就不能 也像别人一样 说他不好 至于薛卡儿子的事情 他还真听说过一点 和他这个混社会的老子不同 薛卡儿子 反而是从小读书成绩就好 听说中考的时候 还是个县里的状元 结果上高一 第一个学期 就在放学路上 被一群打架的小混混 盯上了要保护费 刀棍不长眼 不小心眼睛被戳伤了 小混混都跑光了 薛卡儿子也不认得 对方谁是谁 学业也彻底抛汤了 就算去了省里的大医院 做了手术 恢复过来之后 仍旧就是看书都费劲 勉强能生活自理而已 现在也就是在省城收收租 买了几套房子 不愁吃喝而已 但一辈子读不了书的遗憾 却没办法弥补了 徐夏阳心里 也为薛凯感觉遗憾 没事薛哥 等我要是能考上大学 带你家我小弟去学校里逛逛 大学啥样 我一点点告诉他 薛凯听了这话 笑着点点头 目光有点复杂 行 你小子可说准了 考上的好大学 我儿子当年那可是中考状元 没出意外 那高低也是考清华北大的料子 你可别弄个破学校糊弄事 行了 学吧学吧 说着 他突然瞥见了一旁垃圾桶里竹签子 瞬间来了兴致 我还忘了 听何勇说 你小子在外面夜市摊上 盘了个茶串摊 改天我也去尝尝 让他说的 我还挺馋的 不过今明两天没空 最近新工地项目要开稿 我得走动走动 盯着点那些不安分的 徐夏阳文言 脑海中下意识地蹦出一个念头 那就后天吧 薛哥 我正好准备后天上点新品 搞点烤鸡价慢慢看 你过来帮我碰碰场 我请你吃 可以把咱土方队里那几个班长一块叫上 大家都挺照顾我 后天我请客 你们敞开吃 薛凯聊起Polo山 笑呵呵地妈撒着肚皮 文言一脸满意地点点头 行啊 你小子终于开窍了 懂得跟我们活动活动关系了 等着吧 后天我早点带人过来 中午饭就在你那吃 等何勇回来 你别忘了跟他提一嘴我来过的事 这小子 打他电话也不接 天天要几个逼钱 真是枉死喝 走了 说完 他起身拍了拍徐夏阳的肩膀 开心地哼着小曲 就离开了宿舍 薛哥慢走 徐夏阳起身送薛凯出了门 心里却有点紧张 刚刚他也是下意识的话赶话了 后天正好是来人 收市场管理费的时候 他也不知道啥时候来 但怎么算 应该也是中午前后吧 要是薛凯在他摊子上吃饭 看到小混混来收管理费 说不定能起到作用 问题是 薛凯不会觉得 自己是在利用他吧 念及如此 徐夏阳反而有点后悔了 土方大哥对他一直坦坦荡荡 自己反而下意识利用大哥 还没敢告诉大哥 这到时候多尴尬 更是不给土方大哥面子 好像有事 都不主动找他帮忙一样 还要偷偷摸摸骗他去 越想这事 他心里越躁的慌 哄 听着院里车子发动的声音 他脑子一热 直接推门追了出去 刚看到薛凯开上那辆 满是灰尘的二手越野车 准备离开 他急忙上前招手 薛凯直接一打方向盘 潇洒地停到面前 作了下牙花子 说 徐夏阳见到土方大哥这么爽快 一时间微微自己的决定 感到庆幸 薛哥 我刚忘说了 我让你后天来 是因为我刚租的摊子 听说后天有些小混混 来收市场管理费 还是挺有背景的 所以薛凯一听这话 直接翻了个白眼 但嘴角却是翘起一抹糊涂 屁大点事儿 还用得着说啊 行了 知道了 下次有屁早饭啊 都特么拉库兜子里了 哄 话音刚落 大哥直接一脚油门急迟而去 眨眼间就灰尘洋洋 消失在大路上了 徐夏阳看着大哥的车离开 却是长出一口气 虽然不一定有用 但这也是自己唯一能找得到的人脉了 总归能踏实一点 其他的 听天游命吧 就看大哥有没有实力了 两天的时间过得很快 一边摆摊 一边复习 徐夏阳日子过得也充实 不管用不用得上 他还是去银行取了2000块钱 再加上这两天摆摊的收入 还有2236块钱 全都留作市场管理费 到时候万一情况不好 也不能让土方大哥太为难 反正闸串的生意越来越红火了 自己出摊时间再长一点 再赚就是了 只是眼瞅着 距离三万块借毒费的目标 又进了一步 万一这管理费还是要交 跑去把成本 基本三天白干 原地退步 所以 徐夏阳心里 也是没什么底气的 毕竟关于土方大哥的本事和地位 他也只是听公友们吹牛逼的时候提起过 具体怎么样 还真不怎么清楚 心里也不由得忐忑着 好在是这两天很清静 没别的事来烦他 不耽误他继续摆摊赚钱 自从那天 妹妹来工地 套过要房子之后 反而是好似真的长记性了一样 再也没有出现过 他自然也不关心 不来最好 徐夏阳倒是问过好一两口子 生怕他们住在家里 还要受骚扰 住得不安宁 但好在 家里那边 妹妹也没有回去 折腾了 既如此 他本身也是不关注妹妹什么情况的 可偏偏工地上 有工友就住在棚户区那边租的房子 倒是带回来些消息 还偏要说给他听 午休吃饭的时候 去他闸串摊上闲聊起来 夏阳 你真不去看看你妹妹啊 这两天 他可和那婆婆一家吵得凶 大半夜的 有时候也能听到他们嚷嚷 你妹妹过得可不算好啊 一旁知道情况的工友 也跟着帮腔 连连点头 就是啊夏阳 你辍学照过的妹妹 现在过得不好 你得多心疼啊 不行你去劝劝她 那么点年纪 结什么婚呢 还是去上大学好了 不管怎么说 都是亲兄妹啊 徐夏阳熟练地将腌制好的机架下油锅 皱着眉头看油花翻滚 计算着时间 无奈回应 亲兄妹 我也不能拦着人家过好日子啊 不是要结婚白酒席了 有什么可吵的 他一边说着 还不忘用夹子 给油锅里的机架翻面 时刻检查着炸制的情况如何 工友靠在小吃车上 也是一脸无奈地叹着气 你就是说气话 去年 有个人说你妹妹玩笑没分寸 你还二话不说 上去跟人干架 打得鼻青脸肿的 赔了一千多亿药费 现在看着你妹妹在婆家过得不好 你能不心疼 知情的工友 同样叹了口气 还能吵什么 听我老婆说 你妹妹那婆婆 似乎有点反悔了 好像是觉得 你妹妹已经怀了她家的孙子 这结婚证也领了 原本答应好的县里 新开那家能穿婚纱的西式婚礼不办了 录像婚纱照啥的 都不想整了 酒席听说都不想摆 打算在家整几桌吃吃得了 另外一人 也是无奈地连连点头 我早上上班走得早 看得清楚 就你那个妹夫 刘子良 现在还是天天 跟一群小混混压大街 到处溜达 不这儿扒金干活 你妹妹啊 现在是被婆家拿住了 刚去那两天 还能看见又是杀鸡 又是买排骨的 现在天天吃剩菜 都没得挑了 你就说 那还怀着孩子呢 不吃点有营养能行吗 当亲哥的 你肯定多少也心疼吧 该管管了 他现在肯定知道错了 刺了 徐夏阳夹起炸得刚刚好的机架 一个个地放到碳烤架上 整齐的码放着 开始撒烧烤料 对于工友们说的话 他只能轻声叹气 连连摇头 我劝不住 你们谁能劝 就帮我去劝劝吧 不过我可提醒你们 那小黄毛虽然打架不行 但手里可天天藏着刀子 万一哪句话给他惹几眼了 可不是闹着玩的 此言一出 刚刚还劝说着的工友们 全都面面相去 谨慎起来 毕竟他们也都知道 那些混街头的非主流 都不是什么好玩意 谁也没必要拿命去多管闲事 徐夏阳见到没人开口 也不过轻哼一声 要我说啊 收起助人情节 尊重他人命运 他自己的人生 自己都不在乎 咱们跟着瞎操心干什么 来 机架好了 你们尝尝我做的这怎么样 正当他给几个工友 分机架的时候 对面摊尖饼的马大鸣 突然冲他吆喝起来 唉 小徐啊 赶紧 准备好钱 收管理费的到了 徐夏阳心里咯噔一声 急忙抬头去看 果然看到一群五颜六色的脑袋 从路边走进了市场 心里顿时紧张起来 回头找找 说好了 今天来的土方大哥 可还没见到影子呢 恐怕这2400 是非给不可了 喂 管理费 下半年涨价了知道吧 知道知道 400块钱 一共6个月 2400 都在这儿了 你点点 对面马大鸣的摊子面前 几个头顶五颜六色毛发的小混混 围得水泄不通 正值中午下班的高峰期 不少路过想要买煎饼的工人 也都选择绕路走 不想惹麻烦 马大鸣却半点脸色也不敢有 笑呵呵地拿出 早就准备好的市场管理费 地点了领头 带着红袖姑的绿毛小混混手里 绿毛穿着的制服上 印着市场管理四个字 但是谁也不知道 他到底是属于哪个单位的 徐夏阳还是第一次 跟这种小混混打交道 上一世 他就接触过黄毛一个 当然结局也不是很融洽 被亲妹妹联手小混混 给他弄死了 重生之后 也还是心里阴影 那群小混混 在其他摊位面前 收管理费也都十分顺利 倒是也没找什么事 顶多随手拿点黄瓜 火腿肠什么的 吃点小便宜 摊主也不好说什么 绿毛小混混 扬了羊手里的几张红票子 得意的转身带着队伍 向徐夏阳的闸串摊走了过来 简单打量了一眼徐夏阳 一样的套路 哎 你 管理费 一个月四百 知道吧 徐夏阳看着围过来的五颜六色小混混 心底无奈的叹口气 距离开学也没几天了 自己犯不着和他们起冲突 到时候耽误摆摊赚钱 损失更大 看了看远处 还是没发现土方大哥的二手越野车 心又凉了一半 估计也是贵人多忘事 土方大哥平日里出入的 可都是高级酒店 夜总会 来一个小摊上吃闸串这种事 实在是上不了档次 念及如此 他只能老老实实准备掏钱 嗯 知道 收到通知了 就是我想商量一下 你看我这摊子租金 就剩下两个月了 后面我也还没定好干不干 能不能管理费 也先交两个月的 虽然事已至此 但能省则省 自己摆摊 只是为了赚够三万块的借读费 再加上给自己 赚点高三的生活费啥的 读书的时候 有没有时间摆摊 还另说呢 所以想商量一下 少交点管理费 这摊位租金 他都没打算续约呢 别说管理费了 八百和两千四百 可是差着好多呢 然而话音刚落 一个紫毛小混混 直接瞪着眼上来 一巴掌给他前面 摆着的两盘串 全都养了 哗啦啦 各种肃串瞬间洒了一地 不锈钢铁盘砸在地上 盯了光旺的粪外刺耳 你特么说啥玩意 都特么交半年 你特殊啊 交两个月 你租不租 跟我们有关系吗 半年 一个月 一毛钱都不能少 能听明白不 动 说话的功夫 紫毛小混混 又是一脚 揣在徐夏阳的小池车上 滚烫的油锅 都跟着晃动了两下 险些从灶上翻下来 徐夏阳下意识 皱着眉向后躲了两步 脾气瞬间就涌了上来 我只是问一下 有没有说不交 此言一出 周围五颜六色的小混混 全都瞪起了眼珠子 瞬间嚷嚷起来 你他们说什么 不想干了吧你 就特么数你墨介 不交钱就滚 徐夏阳看着围上来的五颜六色 刚想发作 对面摊子上的马大鸣 急忙冲他练练实眼色 一个劲的白手摇头 他健壮 自然也明白 对着干没好处 势单力薄的 属实没必要 正当此时 绿毛小混混 却是择了一声 伸手拦住了身边 五颜六色的小弟 哎 干什么玩意 咱们是正规的市场管理 你们干啥 要打架啊 他一开口 那些小混混 立刻消停了不手 绿毛叹了口气 走到闸串摊子前 一边对着被掀翻的串挑挑剪剪 一边看向徐夏阳的脸 突然吃笑一声 你得理解 我们管理着县里 大大小小七八个夜市摊子呢 从来都是半年半年的收费 只有干或者不干两个选择 要是都像你这样 这个交一个月 那个交三个月 再来一个交半年的 那我们怎么管理 不识字啊 我们那不会记上怎么办 此言一出 背后那群五颜六色的小弟 也都跟着吃笑起来 一个个看起来得意嚣张得很 徐夏阳咬紧牙关 一言不发 面对这群小混混 每个都是排骨精 几乎和那刘子梁 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唯一能让他感觉 还有点庆幸的 就是这群里面 没有那个黄毛 绿毛管理员看他不说话 随手将手里的串撇到了地上 不屑倾笑一声 管理费 一管管半年 你不干了 这个摊位也可以给别人干 没人干 我们也要管理 对不对 所以你就告诉我 你干 还是不干 不就行了 说着 他嘴里舌头如动 似乎含住一口痰 笑呵呵地看着徐夏阳 做事就要向他油锅里吐 徐夏阳瞬间感觉 一阵恶心地皱起眉头 我干 绿毛小混混吃笑一声 一扭头将那口痰吐向了旁边 得意地看向徐夏阳 掏钱 碰 话音刚落 还没等所有人反应过来 绿毛管理员 突然被人从侧面一脚 踹成了对虾 整个人身形模糊 瞬间飞了出去 咚 哗啦啦 随着一声巨响 小混混直接撞翻了夜市 个人都被吓了一大跳 路人更是捂着鼻子赶紧逃走 实在忍受不了那发酵的酸臭味 五颜六色的小弟瞬间火冒三丈 一伙人直奔绿毛 另一伙人全都字牙咧嘴地 看向出脚的源头 大哥 特马的谁啊 哥你别张嘴 特么有趣 妈的 谁不要命了 靴 靴哥 卧槽 凯哥 你怎么 靴凯夹着小皮包 一脸厌恶地皱着眉头 从旁边人堆里走出来 刚准备扑上来 给他们大哥报仇的小混混 乍一见到他这张脸 全都被吓得瞬间尾了 亮亮呛呛地争相后退 徐夏阳也是眼前一亮 下意识松了口气 薛哥 薛凯冲他点点头 可看着那群小混混 却是直皱眉 特么哪来的一群葫芦啊 这市场是你们管的 随地土坛 交罚款了吗 话音刚落 几个五大三粗 人均标配大金链子大金表的壮汉 就从人堆里走了出来 一个比一个凶神恶煞 一群五颜六色的小混混 一见到薛凯 就好像浩子见到猫一样 瞬间全被吓得仓皇后退 多里哆嗦 根本不敢上签 压根也没有了 在整个夜市里 耀武扬威到处收管理费的嚣张模样 都恨不得立刻扭头就跑 却没那个胆量 徐夏阳也是看得目瞪口呆的 他顶多也就是觉得 薛凯能有点能量 说不定认识市场管理 能帮忙说何说何而已 可万万没想到 不仅自己低估了薛凯在县城里的地位 就连那些喝完酒吹牛逼的工友 也根本不知道薛凯到底是什么段位 这一脚踹出去 对方不仅不敢吭声 还一个个被吓得多里哆嗦 耗子见到猫一样 实在不像是简简单单 一个土方大哥那么普通啊 哗啦啦 正当所有人都一脸猛逼的时候 垃圾桶的酸臭干水里 穿着市场管理 制服的绿毛小混混 头顶烂菜叶子 身上滴答着汤汤水水 艰难地爬了出来 刚一抬头看见薛凯 还没来得及开口 就是拱着身子 趴在地上一阵干呕 看得身后五颜六色 一群小弟战战兢兢的 甚至都不敢上前搀扶 赵刚趴在地上 胆汁都快吐出来 一张脸胀得通红 脖子上青筋站起 配上那一头绿毛 和瘦排骨的身材 看起来无比滑稽 刚刚还被他欺负得 唯唯诺诺的一群夜市小摊贩 此刻全都被吓傻了 目瞪口呆地看着这边 眼神里满是不可思议 在他们眼里 能砸了他们饭碗的人 此刻正艰难地趴在地上 就算干呕的胃镜鸾 一抽一抽的 那也要挤出笑脸 对着刚踹了他一脚的薛凯 点头哈腰 像条赖皮狗一样 凯 凯哥 我不知道这 这是你 不收了 管理费我不收了 赵刚一句话说得断断续续的 也是费了老大劲才停过来 整个人也不知道 是疼的还是恶心的 或者是被薛凯吓唬的 仍旧一阵一阵的干呕 只都止不住 身份差距到了极限 任何一点不该有的情绪 那都是不敢产生的 彻底被恐惧绝望笼罩 薛凯一脸嫌弃地皱着眉头 随手从旁边摊位 拽过一把折叠椅坐了下来 咋的 我薛凯仗是欺人了 你们该收收呗 我又看不上这撒瓜俩早的 也没打算跟你们抢着缺的钱 收 该怎么管理 怎么管理 但是 你小子不让人摆摊 就不让人摆摊呗 嫌人家摊干什么 还随地土摊 你是不是没素质 赵刚文言 简直要哭死的心都有了 吓得连连摇头 不 不敢了凯哥 您说咋办 我们就咋办 绝对不敢了 他是万万没想到 一个看起来其貌不扬 还有几分青涩的卖闸串的小子 竟然能认识薛凯这种县城里的土皇帝 和薛凯比起来 他们这种 靠着几个市场收管理费的小混混 那就好比是皇帝下边最小最小的小太监一样 连个太监总管都混不上的玩意 他们肯定见过薛凯 太监哪敢顶撞皇帝啊 能保住一条命 不谢天谢地了 薛凯看了看跪在地上点头哈腰的赵刚 也是心里一阵厌烦 这事儿还用得着他出面 直接无视掉他 冲着摊子后面愣神的徐夏阳招了招手 哎 你不是请我过来吃闸串的吗 赶紧安排吧 这几个你都认识 开挖机的时候 哪个没教你一手两手的 看着整吧 徐夏阳也是被这气场给吓住了 此刻才反应过来 急忙哭笑不得的 看向薛凯身后 那几个带着大金链子的壮汉 孙哥 刘哥 李哥 这些人他还真认识 而且再熟悉不过了 去年他去土方那边顶班 虽然会开挖机 但是很多机坑干部熟练 可都是这些挖机班长组长 手把手指点他的 只是没想到 这些平日里在工地上 就喜欢骂人的挖机班组长 离开了工地 还是这么有气势啊 几个金链子大哥 笑着和他打招呼 压根也没把那群排骨精一样的小混混 放在眼里 不过是简单地站在那里 就能吓得对面一群瑟瑟发抖 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让他们来对付这种小混混 那实在是太跌粉了 哎 凯哥 我还寻思 小杨是遇到多大事呢 还让你把我们都叫上了 就这样 真的 早知道让六子他们过来溜达一圈 也都解决了 这群五颜六色的玩意 真特么掉价 也好意思 说是倒上混的 这不纯二逼吗 薛凯一脸不悦地拽了拽金链子 直接皱着眉头摆摆手 行了行了 你们不是市场管理吗 这垃圾桶撒了一地 赶紧地收拾收拾 管理一下 弄干净了赶紧滚 周围这几家 管理费都退了 再特么敢收 我让你这辈子 就跟着垃圾桶睡一块了 能信不 赵刚一听这话 瞬间如萌大射 跪在地上 哆里哆嗦地光光磕头 能 能 能 收拾 我这就让他们收拾 全都收拾干净了 刚说完 他急忙手脚并用地 从地上爬起来 瞪着眼珠子 给我把地上擦干净了 垃圾桶都给收拾干净了 赶紧的 话音刚落 一群五颜六色的小弟 根本不敢怠慢 急急忙忙将身上的衣服脱下来 趴地上就开始擦 手脚并用地 把那些撒出来的垃圾 全都塞回垃圾箱里 忙得那叫一个不可开交 干得比一月个三千的保洁 都干净利索 赵刚也没敢闲着 当着薛凯的面 直接被刚收的管理费掏出来 冲着徐夏阳点头哈腰地笑着 挨个给他周围的 几个小摊贩退钱 哼 他现在都能乐出声来 恨不得感激徐夏阳 不是薛凯亲儿子 要不今天能被整死在这里 这辈子 下辈子他都不想靠近徐夏阳了 薛凯的人 谁敢报复啊 对面的马大明 看着赵刚递过来的回头钱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干了三年多的小吃摊 年年交管理费 今年不仅看到钱退回来了 还看到市场管理 被人一脚就踹拂了 这简直比做梦都不真实啊 赵刚连着退了五家管理费 看着手里的红票子 仍旧是犹犹豫豫不敢停下 只能回头看向薛凯 凯哥 这 这周围都退完了 薛凯随手开了一瓶 徐夏阳地拐的啤酒 直接皱着眉头摆摆手 滚滚滚 耽误老子吃闸串 此言一出 一群光着膀子的排骨精 如萌大射 急忙将刮干净的地皮 连带着衣服 全都直接扔进了垃圾桶里 看着身上那骨子酸臭味 仍旧一个劲的干呕 哦 他妈的 好悬跑出来了 腰不搁几个全都二把水库 当水鬼得了 破财免灾 破财免灾 妈的 以后都特么给我记住了 这夜市来不了了 缺人不 不缺赶紧走 别特么被薛凯的人在追上 吓得我都抽筋了 听着他的话 一个红毛急忙点了点人数 不缺了大哥 子凉那小子压根没来 在家和他老婆打架呢 这事还告诉他不 让他也躲躲 赵刚一刻不敢多歇 连连摆手继续跑路 告诉个屁 跑 赶紧跑 这些日子都特么别出门 薛凯也他妈是我能比划的 谁要是命不好再碰见他 自己找死 别特么拖累我啊 小徐啊 你厉害啊 认识那种厉害的大人物 就是就是 我们都托你的福啊 这肉酱膜你尝尝 以后随便吃 薛凯啊 我听说他混社会的 杀人都不犯法 也怪不得赵刚他们 那群市场管理那么害怕 说归说 以后还是得离这种人远一点 你毕竟还得回去 读书不是吗 就是 混社会的都狠 咱们这平头小老百姓的 招惹不起 周围几个得到了退飞的小摊主 在薛凯他们一伙人走后 全都上来攻卫着徐夏阳 摊位前 很快就被摆满了各种摆摊 做的小吃 徐夏阳听着他们说的话 一开始还笑着点点头 可越听越不是味 一群人半句不提赵刚 欺压他们两三年的事 怎么反倒是背后 讲究起来薛凯了 不等他开口 拿着煎饼过来的马大明 直接不满地嚷嚷起来 干什么干什么 你们特么一天天闲的是不是 人家薛凯认识小徐 好心来帮忙 还顺便退了咱们几个的市场管理费 这你们还在背后讲究人家 一个个真特么丧良心 人家薛凯混不混社会 欺负你们了 他出了名的嗓门大 这一开口 周围其他几个没走的摊主 也全都好奇地看了过来 马大明压根也没有收敛的意思 直接走到徐夏阳摊子前面 将煎饼往上面一拍 小徐 不用听他们的 人家对咱好 咱就对人家好 一个个谁见过薛凯杀人了 在这乱说 心里多谢谢人家薛凯吧 替你们省了钱了 还不知道好赖 去去去 赶紧收摊走 晚上 赚钱了呀 听到马大明的嚷嚷声 几个摊主预懦着 不好意思继续开口了 全都灰溜溜地跑回去收拾摊子 麻溜地离开这是非之地 徐夏阳也刚收拾好摊子 正好剩下俩烤鸡架 全都装在袋子里 递给了马大明 马哥 拿回去尝尝 这机架好 都是我早上去浸的新鲜的 不是冻的 孩子也爱吃 这回管理费这事 其实还多谢谢你提醒我了 马大明本想推脱 可还是被徐夏阳硬塞到手里 只能笑着白白手 我那就是话多 算什么帮忙啊 真帮忙的是人家薛凯这样的厉害人物 还愿意帮你 你小子有福气啊 你可别听刚刚那群人乱说 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 可别忘了 一定要好好谢谢人家薛凯 不容易啊 特意来替你出头 徐夏阳笑着点点头 爽快答应下来 哎 放心吧马哥 听了半天 也就马大明说的这几句话 真的到他心坎里了 以德报德 以直报怨 甭管别人嘴里说的薛凯 是多么凶狠 以豺狼虎报 社会大哥 但是在自己这里 薛凯就好像是亲大哥一样 愿意带着他开挖机赚钱不说 还真愿意为了市场管理费这点小事 亲自走一趟 就冲这两件事 自己说啥也不可能跟着别人编派薛凯 但骨子里是个热心肠 还正值得好大叔 往往能交给他不少道理 跟马大明打了几声招呼 他也收拾完摊子 准备回去工地了 这一中午 生意最好的时候 被赵刚他们来搅和了 一中午下来 也就卖了一百多块钱 还请了薛凯他们几个吃了一顿 成本也有将近两百了 属于是一分钱也没赚 但平白省了2400的市场管理费 这可是赚大了 徐夏阳去了一块心头大患 剩下的日子 料想那些市场管理的小混混 也不会再来找麻烦了 他可以安安心心地 赚够回去读书的借读费 不过今天的事 倒是提醒他了 现在 趁着有薛凯照顾过他的影响力 还能在这夜市上 摆摊多赚点钱 等以后 万一考上了大学离开这里 外面人生地不熟的 可还真不一定 有这么赚钱的兼职让他做 就算想要在外面摆摊 一来找不到地方 二来外面大地方的市场管理 肯定更厉害 自己一个出来炸道的大学生 没点关系 恐怕还真运作不开 之前考虑过 读高三还出来摆摊卖闸串 会不会耽误学习的事 但现在仔细想想 做闸串也只是一早一晚而已 早上进货 说不定可以和食堂的孙叔商量一下 顺便也帮他把货进回来 反正就那几样东西 都在批发市场 傍晚放学之后 自己先过来 百三四个小时的闸串摊子赚点钱 然后晚上再复习功课 这样 虽然不出中午的摊会赚得少点 但还有一年的时间能赚钱 少说一个月赚他五六千 一年下来也是五六万 足够他大学四年的学费和生活费了 他一边琢磨着 一边回到了食堂 忙活完中午一顿饭的孙德心 两口子正在一边休息 一边摘菜 准备做晚上的工人伙食 见他回来 郝一霞立刻擦擦手起身去锅里 把准备好的热饭菜端了出来 一边守着他吃 一边聊天说着家常 学下阳这些天来 倒是久违地体验了一回 爸妈还在是时候的温暖 不知不觉间 反而觉在在自己一旁 说说笑笑的孙叔和郝一两口子 像急了自己的爸妈 吃饭也更觉得香了 正吃着 他突然想起中午的时候 工友跟他说 妹妹过得不好的那些事 由于片刻 看向一旁掰豆角的好姨 好姨 这两天我妹妹没去过家里吧 你们住在那 没人骚扰你们吧 好玉霞先是一愣 随即笑着摆摆手 没有没有 放心吧 我们两个早出晚归的 谁骚扰我们啊 怎么了 你妹妹那边有什么事吗 徐夏阳急忙摇了摇头 安心了不少 没事 我就问问 他没回去捣乱就行 我是怕他有啥时候不来找我 反而去找你们闹腾 三两下吃光餐盘里剩下的饭菜 他直接去水槽清洗干净了 趁着下午还有时间 急匆匆返回宿舍复习功课去 还有不到一个月就开学了 到时候 最起码也要能跟得上 高三的学习节奏才行 要是听都听不懂 那就完蛋了 桌子上随意打开的物理书 和高考真体 几乎都是自我定证的红叉 不过 比起刚开始的时候 正确率已经好很多了 他也逐渐找到了学习的感觉 被尘封了三年的记忆 一点点浮现 对他来说 知识理解起来 也没有那么晦涩难懂 毕竟都是他曾经理解过的东西 现在只差时间熟练一下而已 当年高二期末的时候 他理科的成绩 几乎各科都在吉步前二十的位置 按照他们县高中的录取率 吉步前二十名 可是有实力 充一充九八五高校的 他要做的 就是先让自己的理科成绩 恢复到最高峰 然后再让语文英语迎头赶上 不拖后腿 徐下阳学着学着 就有些入神 理科知识就是这样 思绪一打开 一切水到渠成 各种解题思路让人入迷 一点点的巩固着 他考上大学的信心 砰砰砰 正当他全神贯注 做物理受力分析的时候 突然被一阵敲门声 给打断了思绪 顿时多少有些不耐烦的 皱起眉头 谁 门锁被扭动 一身红衣有点褪色的徐秋影 红着眼眶拉开门 见到徐下阳的一瞬间 立刻委屈地哭了出来 你到底还是不是我哥啊 你怎么来了 徐下阳没有提起半点兴趣 只是冷冷地皱眉回应 随即又继续敷案解题 徐秋影见到哥哥这么冷淡 眼眶里转圈的泪水 瞬间就滑落了下来 静止走到屋里 一把拍在桌子上 委屈地喊了起来 哥 你为什么不管我 徐下阳听着耳边传来的尖叫声 头疼地揉了揉太阳穴 暂时放下笔 皱着眉头看过去 我管你什么 你不是让我别拦着你追求幸福吗 还有什么好管的 我起早贪黑 在工地干了三年 工你读完高中 考上大学 结果你自己不念了 我怎么管你 他对于妹妹流下的眼泪 没有半点感触 他不流泪 自己就要流血 死过一次的滋味 那种美美想起来 就全身汗毛倒树的感觉 谁能替自己承受 能做到和平远离妹妹 和那黄毛非主流 已经是自己重活一事 打算放过彼此了 还怎么管 从中午听到工友说起 妹妹在婆家过得不好的消息开始 他这心里就不踏实 总感觉妹妹会来找自己闹腾 果不其然 还真被他猜中了 要不是为了读高中 自己暂时没办法离开县城 早就躲得远远的了 现在也只能等开学之后 住到学校里 那就清静了 徐秋颖看到哥哥如此绝情 顿时情绪崩溃 大叫着咆哮起来 不顾一切的埋怨着 怪你 都怪你 我是你妹妹啊 都是因为没有娘家人撑腰 所以子良他妈才那么欺负我 这一切都怪你不支持我 婚礼你必须去 你是我哥 是娘家人 你必须支持我 替我撑腰 徐夏阳一听这话 顿时被气笑了 世上的事情 果然都如此相似 中午薛凯帮了自己 顺便还帮了一下周围的几个摊子 让那个赵刚退回了管理费 结果那些摊主 不去骂那个一直欺压他们的赵刚 反而开始背后嘀咕 骂起了薛凯 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坏人 这世上 还真是好人难做呀 念及如此 他心里就更加冷了几分 不是 你们这些人 怎么都是这个毛病呢 欺负你的人 是刘子良那一家子 你不去找他们喊 反而在这儿怪我这个 什么都没做的娘家人 没给你撑腰 这什么逻辑 我打你了吗 我骂你了吗 我出而反而不公你读书了吗 你不骂刘子良那一家子 你骂我 徐秋颖听到这番话 目光一时间自我怀疑起来 不 不是 可随机 他又再度坚定起来 气急败坏 子良对我挺好的 他妈不守承诺 欺负我 就是因为觉得 我娘家没人才敢的呀 你要是肯出来替我撑腰 子良他爸妈 肯定会好好对我的 我刚去他们家的时候 一家人对我都特别好 但现在领证了 你都没出现 所以 他们都变了 说着 他立刻语气软了下来 直接上前拉住徐夏阳的胳膊 哥 你都同意我嫁给子良了 就再帮我一回啊 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只要你肯帮我去婆家闹 他们不敢不听的 让他们知道 我娘家人 也不是好惹的就行了 徐夏阳一听这话 心里顿时泛起一阵寒意 上一世 自己还只是刚刚教训了 那个刘子良两拳而已 妹妹都能拿着烟灰缸 从后面砸死自己 这要是真听她的 现在帮她去婆家闹腾 面对刘子宁那一家子 只怕是自己再多几条命 也不够用的 念及如此 她直接甩开了徐秋颖的手 言辞拒绝 不可能 要嫁给谁是你自己的选择 他们对你不好 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不是说 你已经和他们是一家人了吗 一家人还分什么彼此 你们一家人的事 我不可能掺和 她已经彻底铁了心了 绝对不会再插手妹妹 和那小混混任何一件事 随便他们自己怎么折腾去 当即再度打开课本 想要继续复习功课 徐秋颖刚想继续劝 突然看到了桌子上打开的课本 眼里露出一丝丝疑惑 下意识地随手拿起一本书来 这不是我读高中的课本吗 你拿到这里干什么 徐夏阳文言 心里一颤 不过还是面不改色 哦 没什么 闲着无聊 翻着看看 她一时间疏忽了 也是没想到 妹妹会追到工地宿舍里来 回去学校读书的事情 她不是很想让妹妹知道 念及如此 她突然皱起眉头 对了 你怎么知道 我住在这里的 徐秋颖别了别嘴 进门的时候 那个门卫老头问我找谁 我说找你 她就告诉我了 哥 你不会还想回去读书吧 她突然看到了桌子上做过的真体 那正是她剩下的复习资料 心里隐约猜到了什么 一脸狐疑地看着徐夏阳 徐夏阳深吸一口气 也是没想到 门卫秦大爷那里 给说漏嘴了 不过也不怪别人 都是自己没想过 要把和妹妹的事情 告诉那么多人 别人也不知道 他们兄妹不来往了 看到妹妹那隐约间 猜到了什么的目光 她顿时装作无所谓的摇摇头 随手将自己正在写的真体 放到了一边 没有 我都三年没读书了 是是脑子而已 我没机会回去读书了 学籍都没了 学校也不可能收我 话音刚落 徐秋颖却是直接拿起了 刚刚被她放到 一边的那本真体练习卷 只看了一眼 顿时轻哼一声 哥 你就算真有回去读书的想法 我也劝你 还是算了吧 错这么多 回去读你也考不上大学 要不然 当初你也不会高三辍学了 不就是你不想读书了吗 读了也考不上 索性就退学了 徐夏阳一听这话 顿时心脏一阵抽搐 不动声色地压住怒气 就当自己是不爱读书才辍学的吧 为了不给妹妹压力 这三年来 她从来没提起过 当初有人到学校资助她 继续读书考大学的事情 也没说过 是因为资助人不能一起资助 还在读初中的妹妹 所以自己才放弃的 结果 现在全都为了狗了 她不置可否地点点头 没想解释 嗯 我考不上 不用你费心了 没事赶紧走吧 别耽误干活 以后没事别来找我 我说过 你祸口签走了 也嫁人了 过得好不好 都跟我没关系 碰 徐秋影听到这话 直接将真体卷扔到桌子上 一脸都不满 你不帮我 我回去还是要受欺负 哥 任凭她怎么喊 彻底韩心的徐夏阳 就是一言不发 彻底没有搭理她的打算 眼看不管怎么说都没用 徐秋影却是突然目光一转 想到了什么 你不帮我去婆家 和他们闹也没关系 但你也总不能看着他们一家 一直花咱爸妈留下来的钱吧 你那个炸串汤 我也听你工友说了 一天能赚一千多呢是吗 你让子良跟你一起学摆摊 带她赚钱 那我在婆家也有底气 那是你妹夫 肥水也不留外人田啊 你蠢不要带上我 徐夏阳压抑不住的怒气 直接爆发出来 扭头冲着满脸自私的妹妹 发出灵魂质问 她已经无心过问 妹妹到底是从什么地方 知道这些消息的了 毕竟工地上的工友那么多 知道她摆摊赚钱的也不少 难免有人眼红眼热 把这种消息 告诉跟她已经不来往的妹妹 本身就是想要看好戏的 但自己不可能蠢到 再和妹妹 还有那黄毛小混混 搅合到一起去 摆摊的买卖 她绝对不可能带上那个黄毛 徐秋营也是被她这 突如其来的质问 吓得一愣一愣的 下意识后退了两步 满眼不可思议的看向 曾经对自己温柔照顾的哥哥 哥 你 你说什么 我一直以为你 只是生气 我和子凉偷偷在一起了 很快就会气消了 咱们还是一家人啊 你 你的眼神怎么那么凶 难道 你真的不认我这个妹妹了吗 你忘了爸妈在的时候 还没等她说完 徐夏阳直接冷声打断了她 别在我面前提爸妈 看着被吓得禁若寒缠的妹妹 她的怒火已经到了极致 要不是这一世 自己学聪明了 只怕早就同样死在 这个狼心狗肺的妹妹手里了 她绝对不可能 同一个错误犯两次 爸妈在的时候 省吃俭用 也要供咱们两个读书 要你一定要上大学 要有出息 你听了吗 爸妈在的时候 什么好吃的 漂亮的衣服没给你买 他们要你一定洁身自爱 不要跟不三不四的小混混在一起 你又听了吗 徐秋莹此刻也赌气一样 皱紧眉头 急忙开口辩解 子良不是不三不四的小混混 哥 你就是不了解她 徐夏阳看着妹妹 这一副死心塌地的样子 直接被气笑了 压根也懒得解释 直接摆摆手 滚滚滚 我懒得了解 拿走爸妈留下来的钱 我就已经提醒过你了 爸妈和我都不欠你的了 那些钱 你爱怎么花就怎么花 我管不着也不想管 走 我以后做什么都和你无关 别再来烦我 徐秋莹此刻已然是满脸委屈 带着哭腔的执拗 不 我不走 你是我哥 你都不替我去婆家闹 那谁给我撑腰啊 子良是你妹夫啊 她现在就是因为 没有正经赚钱的工作 所以还不稳定啊 你带带她一起摆摊卖闸串怎么了吗 哥 徐夏阳深吸一口气 再度被妹妹的胡搅蛮缠气的头疼 她也不多说什么 直接走到宿舍门口拉开门 冷着脸看向她 走 徐秋莹转到桌子后面 赌气的盯着她 用力的摇摇头 我不 除非 你答应 让子良跟你一起摆摊赚钱 有了稳定赚钱的工作 她就能稳定下来的 不会整天跟着那些兄弟 出去混社会了 徐夏阳深吸一口气 满眼不屑的冷哼一声 摆摊的事 我不可能答应你 她不稳定 是因为她就是那么的东西 你找的就是一个不稳定的小混混 别来烦我 走 她压根没有刻意隐藏自己的任何声音 外面吃瓜的人 全都听得清清楚楚 自己左右 已经和妹妹闹到这个地步了 也不怕 让让更多的人知道 这样最起码以后 妹妹还想过来闹腾的时候 也要考虑考虑别人一样的目光 兴许 能让自己亲近亲近 徐秋莹急红了脸 仍旧是哭着摇头 我不 你不能这么说子良 你一点都不了解她 等我把孩子生下来 子良一定会是个好爸爸 他会顾家的 我婆婆说了 男人有了孩子 就会顾家的 子良会照顾我的 徐夏阳不屑吃笑一声 压根不为所动 你爱生几个生几个 祝你们白头到老 子孙满堂 走 徐秋莹眼里闪烁着泪花 恨恨地咬着嘴唇 哥 你就帮我这一回 我再也不找你了行吗 子良他们家现在条件是不好 但是 你也知道他家要拆迁了 最迟一年 这个拆迁安置款就能下来了 现在就是遇到点难处而已 徐夏阳深吸一口气 冷冷地看着他 没有丝毫同情动摇 遇到难处了 就去打工 让他们一家三口来工地当小工 一个月少说 也能拿回去七八千 足够你们生活了 跟我摆摊有个屁关系 此言一出 徐秋莹顿时委屈下来 我婆婆他们都知道了 你摆摊一天就能赚一千多的事情 这才托我来问的吗 让他们去工地搬砖 那多累啊 环境还那么差 万一他们受伤了怎么办 现在有这么好的生意 你怎么就不能照顾照顾自家人呢 子良他从来没干过体力活 工地不适合 哥 你就带子良一起摆摊 每天赚的钱分他一半就行了 过去这一年就好了呀 徐夏阳一听这话 才恍然大悟 他还真以为 妹妹是想要让刘子良 那个黄毛小混混 跟自己摆摊赚钱 合着 这是根本没打算干活呀 一天分一半的钱 给那个小混混 这不还是打算 让他这个当哥哥的 继续养着那一大家子吗 浪费了三年人生 辍学宫妹妹上学也就算了 他一时间还真有些 佩服妹妹的想法了 他们一家是穷死了 吃不起饭了是吧 让我一天白送一半钱 给那个小混混养家 他们有能耐死去 滚 徐秋莹也是彻底没办法了 此刻就连撒泼打滚的招数 都用出来了 直接死皮赖脸的 上前拽住他的胳膊 哥 你就答应我吧 全家人都等着我买菜回去 要不然我婆婆他们 就炖炖吃萝卜白菜 连点肉末都看不到 我的孩子怎么能有营养啊 子良也没个工作 天天在外面和兄弟混日子 我就是想让他先 跟你摆摊过渡一下 等把这一年熬过去 拆迁款下来了 我一定会过得很幸福的 哥 你就帮我这一把 我保证 等孩子出生 子良肯定会顾驾踏实下来 到时候 我绝对不会再打扰你了 绝对不 就带着他一起摆摊吧 出去 徐夏阳压根懒得继续纠 直接将妹妹送出门外 想让他继续用摆摊卖闹串的钱 供养他和那黄毛小混混一家 做梦 一时间毫无办法 只能站在外面 一边拍门一边叫 哥 你就带戴子良一起摆摊怎么了吗 正当徐夏阳烦躁的时候 二楼突然传来一声开门声 紧接着一道粗广的嗓音响起 吵吵吵 你是干什么 这是二局工地 什么人随便都能进来 你站得别动 我现在下来 你有啥事动说 真是没人管了 工地这种地方都成菜市场了呀 别走啊你 登登登 一边说着 一旁的楼梯上也传来了脚步声 徐夏阳顿时心里一紧 然而还没等他开门出去 那道声音又再度响了起来 哎 别跑 谁让你跑了 给我回来 保安 门卫 把人给我拦住 别跑 说着 门外那人突然吃笑一声 跑得还挺快 砰砰砰 紧接着 宿舍房门被敲响 那声音带了几分笑意 好了 走了 估计以后都不敢来了 你消停的摆摊就行了 徐夏阳听得出来那声音的主人 急忙打开了宿舍门 一眼就看到了穿着 婆娄山啸呵呵站在门口的周志海 顿时脸上也多了一抹窘迫 对不起周经理 都是我引来的 周志海见到他那自责的样子 直接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静止走进了宿舍里 跟我客气啥 这谁不知道你是啥情况 要我说啊 你那个妹妹放着大学不读 非要嫁给一个小混混 真是太混了 你呀 趁早也就别跟着掺和了 老老实实读书 考上大学离开这儿 徐夏阳听到这话 倒是愣了一下 他原本以为 周志海会像是其他人那样劝他 说什么亲兄妹没有过不去的看 让他理解妹妹 重归于好呢 那些话 他可听了太多了 从工友到食堂的孙叔好一两口子 几乎所有人都是劝他 不要和妹妹置气 唯独这个周经理 竟然看得如此通透 一时间倒是让徐夏阳 有点出乎意料地放松 终于有人站在他的角度理解他了 以前总看到身为生产经理的周志海 在工地上大嗓门骂人了 还是头一回见到他这么笑嘻嘻的样子 多少还有点不适应 眼见周志海坐到了何勇的床上 他急忙从饮水机打了杯水 周经理你喝点水 周志海接过水杯点点头 胖乎乎的身材 脸上也多了几分常人没有的凶狠 倒也是在工地工作多年 经常骂人骂出来的 不过对于已经不是工人的徐夏阳 他倒是温和得很 小徐啊 你都要回去读书了 想好考什么大学没有 或者想学的专业 了解过了吗 徐夏阳脸红的搓搓手 摇了摇头 这没想过 只想着能回去读高中 考考试试 还不一定能考上大学呢 周志海笑着点点头 这样啊 那你得好好考虑考虑了 正好 我家表弟去年考的大学 也是咱们这片的孩子 等我周末回家 把他那个报志愿的参考书 什么的拿过来 给你看看 提前做做打算 徐夏阳文言自然是满心惊喜 急忙点点头 谢谢周经理 哎 那周经理您对大学读什么专业有建议吗 我想参考参考 就我这条件对他而言 三年辍学打工 早就已经磨灭了 曾经读大学的幻想 如今想要重回校园 更多的也不过是 想要让自己争口气 同时考学出去远离妹妹和那小混混 没考虑过太多 但今天听到周之海这番话 反而是让他脑海里 对于大学那个遥远的概念 多了几分真正源自内心的向往和好奇 也投一回认真考虑起 学什么专业的问题 周之海文言倒是眼前一亮 这儿巴金的给他思考起来 你的情况啊 我倒是也了解过 缺钱还没人卖 不管学啥专业 以后也只能是自己摸着石头过河 要我说啊 还是找个毕业 就能稳定赚钱的专业 说着 他伸出手比划了一下眼前 你觉得工地怎么样 徐夏阳愣了一下没反应过来 工地 周之海黑黑一笑 立刻来了精神 要是你能考上本科的土木工程专业 毕业了就能就业 国企中建之类的企业随便进 来当工地佬 一个月连工资带补助 算得上是工资高的行业了 就是吃点苦 常年跟着工地跑 不过遇到稳定的大项目 像是咱们这个项目一样 基本上在一个地方 也能稳定个三五年 还有个好处是 吃住全包 除非你自己不想干了 基本上国企不会开除你 不像是其他国企 什么烟草 电网 还需要考试 需要人脉 普通人根本进不去 中建 只要你是好一点的土木工程 一本专业毕业 招聘会就能直接进来 而且还是编制工 周之海说着 还冲着徐夏阳神秘笑笑 你要是愿意 等你大四招聘会的时候 直接让老何给公司 人事那边说说话 还能直接把你分配到他手里 这就是你的人脉 基本上一个项目团队 都是常年在一起的 我这个位置 你有个三年就能做 生产经理 不值钱 要是你考上证 老何那个位置 有个五年八年的 也不是难事 徐夏阳听到周之海 描述的这么详细 连学习到工作 都给安排的明明白白 一时间还真有些心动了 周经理 我要是真考上 本科的土木工程 真的能和你们 做一样的工作吗 这我倒是挺感兴趣的 学土木工程 好像也挺好啊 周之海说的内容 对他而言 都是纯粹的新鲜东西 以前还从来没人 跟他谈过这些事情 就算是爸妈 还活着的时候 也不过是最普通的 下矿工人而已 高中都没读过 更别说大学了 这第一份 别人提供的经验 他倍感珍惜 在工地当过小工的他 自然觉得 项目部这些经理 全都是拥有好职业的上等人 每天不用风吹日晒 骂骂人 看看图纸就能赚钱 项目部还有空调 好得很 在他的认知里 要是能有这么稳定的工作 那可太好了 周之海喝完杯子里的水 笑着起身 拧了凝裤腰带 就是到了工地 其他的方面 像你这样 家里没签没挂的 反而适合当工地楼 顾家寡人洗洗脚 小日子过得舒服得很 行了 我就是提个建议 等我下周把我表定的 报考指南拿过来 你再看看上面的专业介绍 和对口学校 说不定会有启发 走了 我去河门卫打声招呼 以后别让什么人 都进来骚扰你 对项目部这边影响也不好 万一遇到领导视察呢 徐下阳文言 目光里也是充满了感激 立刻起身 将周志海送出门去 关上门 自己一个人待在屋里 看着桌上摊开的课本和试卷 他脸上头一次 流露出对大学生活的 好奇和渴望 土木工程专业 徐下阳了解了 大学专业这个信息之后 就好像彻底打开了思路 准确说是打开了眼界 复习功课的时候 甚至更有动力了 考大学的目标 也更加坚定 还有点迫不及待了 要是说 原本是为了争一口气 才回去读书的话 现在就是想要真真正正 想要了解外面真正的世界 而不是高中没毕业 就在工地当小工的世界 为此才渴望读书 渴望读大学 从前他眼里的世界 只有县城这么大 势力已经是高不可攀的大城市了 但要想读大学 好的大学 最近也是要去省城哈市 那更是他从来没想过的大地方 此刻全都出现在了他的脑海里 只要考上大学 就能离开县城 见证真正的人生 同时他也明白 想要见到真正的世界 钱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必须更加努力地赚钱 所以 摆摊的时候 这三天的收入 每天都在1500网上 今天最高 足足有1800多块钱 短短三天 5000多块钱 直接赚的 比他过去在工地当小工 一个月还要多 算上之前的存款 已经存了26386了 只差4000块钱 就够高中的戒毒费了 预计也就是未来两三天的事 刚过去半个月 眼看着就能提前完成任务 他自然开心的不得了 只求着到开学前这段日子 千万别出什么岔子了 对他而言 每一分钱都是有用的 就算交界读费用不到 那也是他以后的生活费 全都要花在刀刃上 忙活完又一天 也到了周五 对于工地上的工人来说 没什么周六日的概念 可住在附近的家属院的那些职工 可大部分都是周末双休的 所以周五这天晚上 夜市持续的时间格外涨 人流量格外多 结束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十点了 卖完了存货的摊主们 打着招呼推车回家 马大明更是哼着他那 标志性的二人转小调 美滋滋的将赚到的钱 都贴身放好 夏阳啊 钱是赚不完的 回吧回吧 今天晚上看你生意不错呀 没少赚吧 徐夏阳咧着嘴开心的笑 同样扣紧了自己的零钱盒子 还行还行 不如你多啊 你先走吧马哥 我几个工友今晚加班打挥 一会下班了 约好了过来吃夜宵 我给他们背着呢 马大明一听这话 突然眼前一亮 吃夜宵 正好我回去也是自己一个人 今天赚得多 我也入股 给你们做几个煎饼吃 多加我一个人不多吧 此言一出 徐夏阳顿时开心大笑起来 不多不多 原本寻思太晚了 耽误你事 就没叫你 估计他们还得将近一个点呢 蹦车一直没出来 且得等一会 说话的功夫 俩人已经把小吃车推到了一起 围成一个角 很快 周围几个同样没事情的摊主 也都把小吃车推了过来 纷纷加入这场夜宵 各自拿出了剩下的最后一点材料 准备起来 正当这边有说有笑 热热闹闹的时候 一束灯光 突然从远处大路上照射下来 歪歪扭扭地 直奔众人的小吃摊过来 马大明率先警惕起来 摩托车 怎么感觉像是赵刚他们那伙人 这个点来干什么 老刘 你去工地 看看他们打完灰没有 有工人赶紧叫几个工人过来 就说吃夜宵 大晚上的 小心点好 听到他这话 其他几个摊主也都谨慎了起来 做肉夹磨生意的老刘个子小 也最胆小 立刻点点头 扭头就奔向工地大门去了 徐夏阳还是头一回经历这场面 反而有点淡定 毕竟薛凯前两天 才刚收拾过赵刚和他那群小弟 按理说 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地跑回来报复吧 马哥 说不定是谁来夜市逛逛的 就一辆摩托车 没什么大事吧 要这么紧张吗 马大明看着越来越近的摩托灯光 脸色却有点难看 你不知道 之前薛凯没来之前 也有人的罪过赵刚 他都是趁着晚上 带那些小混混来下黑手的 大家做了一天买卖 兜里都揣着钱呢 还是小心点好 此言一出 其他几个摊主 早就已经熟练地 将钱袋子贴身放好了 徐夏阳虽然还有点怀疑 但小心点总是没错 立刻将刚刚用皮筋 扎起来的一打钱 塞进了里面衣服口袋 小心保管 哦 正当此时 亮着大灯的摩托车 停到了摊子前 哄 哄 哄 劣质的摩托车排气改装声浪 震耳欲聋 伴着一股刺鼻的机油味 所有人摊主 都被那摩托车的大灯 晃得睁不开眼 根本看不清车上 到底是什么人 徐夏阳更是一阵心头火起 还真是来找事的 那个赵刚 难道就这么不怕死 特意跑坏报复 那也应该多带几个人吧 下一秒 三道身影从车上跳下来 一人手里拎着一根钢管 搭拉在地上 发出哗啦啦刺耳的声音 看起来非常的凶狠 徐夏阳眯着眼睛看过去 突然感觉有点眼熟 这时突然 一道声音响起 大舅哥 那是你亲妹妹啊 这你都不帮忙啊 刘子梁一脸嚣张的 甩甩黄色的长毛 歪着嘴角吹气 走到摊位面前 让所有人看得清清楚楚 目光直指人堆里的徐夏阳 颇有一副视死如归的模样 蚯蚓哭着回家的 我的女儿 我宠 就算你是他哥 我也得来问个清楚 我看看 到底怎么个事 我跟我大哥 是这片夜市的市场管理 难道没人告诉你吗 徐夏阳一看到这张脸 再加上 那非主流雨露 瞬间感觉到一阵生理不适 刘子梁 你们这群非主流 是不是都有点神经病啊 这都过去两天了 你才回家 才知道 赵刚呢 他让你来的 我多久回一次家 跟你有批关系 你妹妹嫁给我 那就是我家的人了 不需要你来管 能明白不 你怎么这么爱多管闲事呢 别以为叫你一声大舅哥 你还真把自己当成人物了 你看不上我 我还看你不爽呢 教训你 还有我大哥发话 刘子梁自从上一次 去徐夏阳家里 被他骂走 心里就一直憋着不痛快呢 跟兄弟去市里 混了两天散散心 没想到一回家 就看到徐秋颖哭红了眼眶 一问才知道 又是婆媳之间那点破事 吃得不好 穿得不好 住得不好 婆家又对他不好 巴拉巴拉吵得他心烦 徐秋颖还哭哭啼啼的 非要让他找自己大舅哥求求情 跟着摆摊做小买卖 踏实赚钱 养家顾家 说得他一阵火大 娶个媳妇 简直是太麻烦了 完全和他爽的时候 想得不一样啊 一定都是自己那个大舅哥 又说三道四了 就是因为徐夏阳 不肯把房子给他们住 才有这么多婆媳矛盾 鸡犬不宁的 刘子宁当即就把气 全都怪罪在了徐夏阳身上 急火火带了两个兄弟就来找事 势必要发泄一下 也是远离家里那个哭哭啼啼的 然而一听到他这话 马大明他们几个摊主 看看对面总共就三个人 瞬间表情就有些怪异 面面相去 一时间好似意识到了什么 这事儿 好像压根和赵刚没关系 就是三个小混混也 那这事儿的意义 可就不一样了 不等徐夏阳开口 马大明直截了当地开门见山 你那个大哥赵刚 就没跟你说啥 没让你这几天 不要到市场来 你不知道 这里发生过什么事 刘子梁眉头一皱 潇洒地甩甩刘海 你特么放屁呢 我大哥说啥 跟你有关系吗 没有我大哥说话 我这个市场管理不好使呗 见到他这样 在场的几个摊主 瞬间就明白了 一个个脸上 不由得多了几分怒气 为了生活 交点管理费还可以忍 但这么明摆着上来欺负他们 这忍不了 纷纷从自己摊子上 拿出衬手的家伙 有的是锅铲 有的是大马韶 气势汹汹地 从摊子后面走出来 刘子梁也就是叫嚣的时候 有几分胆量 乍一见到这么多 常年干苦力活的摊主 拿着东西出来 三个排骨精 瞬间下意识地连连后退 最胆小的一个 更是一不小心 撞到了摩托车上 直接摔了个人仰马翻 现场瞬间一片混乱 刘子梁外墙中竿的嚷嚷一声 试图吓退这些工人 干嘛 都干嘛 都不想在这摆摊了是吧 徐下阳 别悠悠特么稀罕 你那破闸串摊子 老子马上拆迁 就是有钱人了 但你多管闲事 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 眼瞅着几个摊主越走越近 刘子梁也是慌里慌张的 直接扭头将摩托车扶了起来 连连后退 可他仍旧不甘心 不想就这么被一群摊主给吓跑了 只能一边后退 一边观望情况 他也那了门了 脑子就是想不明白 平常时候 看到他们这些市场管理 都得被吓得点头哈腰的小吃摊摊主 今天怎么还只冷起来了 看他气势 很明显 还是带着怒气在身上的 自己没在这两天 市场难道发生过什么大事了 怪不得回来的时候 在台球厅没见到大哥和那些兄弟 不知道都去哪了 正当刘子梁犹豫不决的时候 当 工地门口 宛若太阳一样的探照灯 瞬间照了过来 哗啦啦 一瞬间 十几个刚下夜班交往会的工人 全都说说笑笑的往这赶 领头的张强 更是直接吆喝起来 哎 什么情况 不是吃夜宵吗 这么晚了 有人找事 刘子梁和他带来的两个排骨精小弟 乍一见到这么多五大三挫的工人走出来 瞬间吓得直接跳上摩托车 魂都快吓丢了 脚踩摩托都快踩吐鲁皮了 哄 好不容易踩着了 半点不敢停留 一拧油门 轰得一下仓皇逃走 眨眼的功夫 摩托车的尾灯 就彻底在黑夜里看不见了 消失得无影无踪 夜市摊子上 众人瞬间哄堂大笑 我就说 那个赵刚 肯定是没胆子跟薛凯对着干的 怎么可能赶快报仇啊 我是明白了 夏阳啊 你妹妹找的这个东西 真不是个物啊 太魂了 断了好 要我说 以后你妹妹和这个小混混的 家事你趁早别掺和了 俗话说的好 结了婚那就是亲戚 不是亲人了 有道理 你妹妹能窜多 她来这找你的麻烦 保不齐背后人家 怎么两口子一条心呢 徐夏阳听着周围几个工友 和贪主的劝说 心里一时间也是哭笑不得 关于妹妹和这个黄毛 小混混的事 她早就看得一清二楚了 从来也没想过要插手 反而是这些工友 一直劝她不能不管 现在真见识到了 刘子梁那混蛋样子 这才一个个的反应过来 不过 她也不想多说什么了 今天这事 还是让她一阵阵后怕的 说起来 自己就不应该跟妹妹说那么多 下次直接无视掉她就好了 她甚至怀疑 自己是不是命里缺这俩玩意 怎么重生一回 想甩还甩不开了 摇摇头 暂时把这些烦心事抛出脑子 立刻招呼着大家 坐下来吃东西 几个摊主 也是头一回齐心协力的 赶走闹市的小混混 心情大好 全都把剩下来的最后一点食材 都给拿了出来 所有人吃的尽兴 一直到十一点多 这才结着伴 一起散场离开了夜市 经过一晚上的聚餐 徐夏阳这个刚来摆摊不久的新人 很快就结识了更多的小吃摊主 再加上他在工地干了三年 工友们几乎也都认识 聊天间 他辍学工妹妹考上大学 现在也想回去读高三的事情 也就瞒不住了 其他的小吃摊主 这也才知道内情 有了张强和其他摊主的帮忙 闸串摊子的生意 更加火爆了起来 不少原本要去外面县城里消费的工人 反而选择了夜市 同样能喝酒吃菜 应有尽有 大家都在帮徐夏阳 尽早完成筹集借读费和生活费的目标 原本算得上竞争激烈的夜市摊子 在大部分摊主知道了徐夏阳的经历之后 反而变得和谐了很多 有的摊主甚至在自己的存货卖没了之后 主动推荐顾客来徐夏阳的闸串摊消费 所有人都在默契地帮助这个 想要重新返回学校读书的学生 徐夏阳心里自然感动 但他也明白自己考上了大学就会离开这里 而其他摊主都是要靠着这个摆摊的生意养家糊口的 这意义不同 所以在每天收入超过1500的时候 他就已经开始把控成本了 每天准备的东西 挣挣好好最多只能卖到1500左右 早点收摊 顺便把顾客反向介绍给其他摊主 整个夜市的经营环境 竟然一下子变得热闹和谐起来 所有人都笑呵呵的 大家反而都开始赚得比过去多 一千 两千徐夏阳坐在宿舍里 一点点将这个星期摆摊的收入 全都整理出来 数得清清楚楚 看着手里最后那一打子钱 瞬间整个人都兴奋了起来 乖乖 除去每天进货的成本 一共八千多块 三万块戒毒费 我半个月就赚够了 他激动地把手里的钱数了又数 直到确定的确是8327块钱 一分不少的时候 整个人心头的一块巨石 这才终于落了下来 就等着周一去银行存起来 三万块钱就彻底准备好了 这个月还剩下俩星期 按照这个行情 应该还能赚到八九千 高三一年的生活费 按理说应该是够了 正当他每滋滋计划着的时候 工地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呼喊 夏阳 夏阳快出来 你妹妹和妹夫整了个小吃车 也来卖闸串摆摊了 要占你位置 马哥他们正不让吗 你赶紧出来看看 徐夏阳急匆匆地 跟着肉夹馍摊主 跑到夜市摆摊的地方 还没到跟前 就看到马大明 和另外几个关系好的摊主 全都拿着衬手的厨具 站在他的闸串摊位上 距离力争 刘子良正推着一辆 不知道从哪套换来的二手小吃车 被骂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自己妹妹徐秋颖 更是投金围裙 没花钱 凭啥不能让我们摆啊 你们咋不去外面呢 那边人手 位置不好 我就要在这摆 我老公还是市场管理呢 想在哪摆摊 就在哪摆摊 你们管得着吗 多操心操心自己的事吧 老在这多管闲事 吃饱了撑的 徐秋颖骂起人来 也是一套一套的 离远了看 徐夏阳完全看不出来 他像是个高三纲毕业 考上了一本大学的女学生 反而像急了一个 上了年纪的老太婆 和一群小摊贩争执不休 连说话那尖酸刻薄的语调 都和老太太一模一样 也不知道是从哪学的 爸妈还活着的时候 家里从来没有说话 这么刻薄尖酸的风气 一直都是耐心温柔 把她养得无忧无虑 从来没吃过苦 没干过活 反而是刚和小混混领证半个月 在那婆家和老婆婆住了几天 就被养成这副性子和嘴脸 实在是让费解 和妹妹的情况相反 刘子良反而好像是拉不下来脸 摆摊这件事也不是那么情愿 能推着车子走到这里 似乎已经耗尽了她的耐心 看着徐秋颖和那么多摊贩对骂 她眼里更是闪过一抹厌恶 可想走却有什么顾虑 没办法直接撒手不管 情绪看起来不对劲 马大明带着一群摊主 都骂不过徐秋颖自己一个人 所有摊主直接被气得哆嗦起来 七嘴八舌的争辩着 你 你这女孩子家家的 怎么一点脸都不要呢 你哥辛辛苦苦打工三年 供你考上大学 就是让你在这帮一个不务正业的 混混在街头抢摊位的 就是 放着大学不去读书 摆什么塌 早知道就把读书的机会让给你哥 早点让你嫁人得了呗 这摊位都是交了钱的 还市场管理 赵刚都特么不敢回来了 连个屁都不敢放了 就剩她一个小混混 嚣张什么 那黄毛 你不是脾气大吗 不是拆先户吗 怎么也得出来摆摊赚钱啊 听着周围人的骂声 刘子良的脸色更加阴沉了 虽然才过去两天 但她整个人似乎也是 受了什么打击一样 一言不发 此刻握着车把的双手 都被用力捏得发白 看得出来是强行压抑着内心的怒气 为了什么顾虑 不敢开口而已 正当所有人骂得不停的时候 徐秋颖却是突然眼前一亮 直接看向冲夜市摊位走过来的徐夏阳 立刻激动地挥手打起招呼来 哥 你来了 咱们俩挤一挤 都在一起摆摊吗 反正这么大地方你也用不了 横过来就行了啊 徐夏阳一来 一众摊主纷纷让开一条路来 眼瞅着马上就要到下班的时间点了 所有摊主也都是才过来 做晚上的准备工作 现在出了这档子事 所有人都在替徐夏阳打抱不平 马大明最是气不过 瞪大眼睛就要继续为徐夏阳出头 我 然而他还没开口继续骂 徐夏阳却一把拉住了他 目光示意他冷静一点 他看得出来 黄毛的目光不对 直勾勾地盯着这伙人 徐夏阳心里有点紧张 他可不想让这些好心 帮自己的大叔大哥们吃了亏 受了伤 回想起上辈子 被妹妹和黄毛联手同死的情况 仍旧全身起鸡皮疙瘩 鸣枪一躲 暗箭难防 就算自己力量能碾压那黄毛 可空手夺白刃 不是什么普通人都能做到的 一刀刺进来 那一瞬间 力气就好像跟着鲜血一起流了出去一样 想夺刀 手一抓就是血肉模糊 钻心的疼根本握不住 尤其是小刀 抓不住也防不住 疼的人直冒凉气 徐夏阳此刻 反而是比任何时候都要冷静 一个摊位而已 没有命重要 而且自己的摊子是打出去口碑了的 就算不在这个位置 也同样能吸引到顾客 戒毒费已经够了 赚点生活费而已 犯不着 为了这点力气冲突 把命搭进去 想明白这点 他深吸一口气 神色平静地看向马大明 顺势也劝说起大家伙 马哥 交给我就行了 大家都回去 准备晚上做生意吧 工人马上都下班了 别耽误赚钱 不值当的 他这一开口 周围赶过来帮忙的几个摊主 只能面面相去 无奈地冲他点点头 纷纷返回自己的摊位上 做起了准备 可目光仍就是关注着 这里的事态变化 马大明还想劝说徐夏阳两句 可看到 他那坚定的目光 心里也就稍稍松了口气 他一直都知道 徐夏阳想要和妹妹撇清关系 并不担心他会吃亏 但他就怕小鬼难缠 到时候 谁都别想赚钱 当即只能狠狠地瞪了一眼 推着车子的刘子良 禁止返回自己马路对面的煎饼摊上 静静看着徐夏阳怎么处理 徐夏阳看着黄毛 已经推过来的小池车 脸色反而是平静得很 又看着一脸得意的妹妹 现在完全是一副 标准上了岁数妇女的粗糙模样 没有了半点 这个年纪学生的灵气劲 他也学会了 不多管闲事 也不和妹妹讲道理 尽量远离就好了 何其生财 你看上这摊位 那你们就在这摆吧 别去打扰周围的人 看他这样子 应该也知道 他那个大哥来收管理费 被什么人教训过了吧 老老实实摆摊赚钱 没人赶你们走 也懒得管你们 说完 他也不等徐秋颖 还和他说什么 直接推着自己的小池车 静直过马路 去找马大名旁边挤一挤 还能给对面带点顾客 没什么不好 路过妹妹 和那黄毛的小池车的时候 他不经意地瞥了一眼 单单是从那些食材上 也能看出来 他们俩也准备卖杂串 不过杂串两个字的招牌 都是手写的 很显然 这车子之前不是干这个的 徐秋颖本来还想着 怎么软磨硬泡 撒泼打滚 甚至学着婆婆 那尖酸刻薄的样子 才能挤走亲哥 占小便宜呢 可万万没想到 一向不支持他的哥哥 这回反而是压根不拦着他了 主动顺顺利利地 让出位置来 他顿时满脸 站到便宜的高兴模样 急忙催促刘子良推车子 快 赶紧收拾摆摊 告诉你啊 我爸妈剩下的钱 我要留着给孩子出生花 你要想把摩托车赎回来 必须听我的 摆摊赚钱 踏实上班 我听消息说 我个摆摊卖闸串 一晚上一千多呢 要不了几天 就能买辆新摩托 快点啊 闸串 好吃的闸串 哎 别走啊 过来这看看 我们这都一样 你怎么也走啊 你不都挑好了吗 哎 徐秋颖看着放下选菜盆 头也不回 直奔马路对面的工人 急得直跺脚 可路过他这摊位旁边的 其他工人 听到他吆喝的声音 全都下意识地 抬头看了一眼 小吃车上的招牌 随即就毫不犹豫地 直奔马路对面了 徐秋颖眼瞅着自己哥哥 换了的摊位 仍旧是客人爆满 连带着旁边卖煎饼的 都赚风了 反而 自己占了最好的位置 还无人问津 实在是气得他眉头 都快拧到一块了 碰 随手把成菜的盘子 扔到摊位上 气得抱着胳膊坐下来 徐秋颖一见到旁边的刘子梁 蹲在地上 一根接一根抽个不停 心里的火气就更大了 喂 生意不好 你想想办法呀 咱们都结婚了 你不是说你养我吗 现在你倒是赚钱啊 这菜都是我买的 让你干点都不行吗 结婚前和他偷偿进口的时候 一口一个养他 一口一个爱他 说的那叫一个好听 现在结婚证也领了 孩子也怀上了 才半个月 这家里都要他一个孕妇张罗着 出来做点买卖 才肯赚钱了 家里那两个老的 更是天天混吃等死 等拆迁款都等了两年了 还屁事不干 住在破窝棚里当大爷呢 住那地方洗个澡都费尽 实在让他难受的不行 现在 这都成为老公的人了 还是不务正业 天天在街上瞎混 也拿不回钱来 更是让他心里憋着火 完全和他想象中的爱情生活 天壤之别啊 刘子良一听到 又是这老生常谈的问题 顿时不耐烦地皱起眉头 狠狠地将烟头扔到地上 我说你怎么跟以前一点不一样了 在学校的时候 你又活泼又可爱 天天想着往床上爬 啥时候这么想赚钱了 现在怎么变得跟我妈一样一样的 张口闭口都是钱 我饿着你了 我家是拆迁户 你见过哪个拆迁的富二代 出来摆摊卖炸串的 给你吃饱了撑的 徐秋颖一听这话 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抓起摊位上的青菜 就往他头上扔 你猜和你妈一样呢 拆迁户不用吃饭 天天白菜萝卜 你妈是不会做第三种菜式吗 邻居都说 我怀着孩子呢 一点营养都没有 你家不想抱孙子了是吗 拆迁款拆迁款 哪呢 钱呢 赶紧先去把拆迁安置费 要出来再说啊 看起来就还一脸稚嫩的两人 在摊位后面吵吵闹闹 整个夜市上的人都在看热闹 马路对面 徐夏阳已经忙得脚打后脑勺了 对于占了自己摊位的妹妹和小黄毛 他根本懒得关注 他是彻底想明白了 与其态度强硬的和他们纠缠 距离力争 倒不如直接无视 守住自己的原则 其他的随便折腾 现在更是懒得关心 对面生意好不好 一旁的马大明 倒是一边摊煎饼 一边幸灾乐祸 看到没 打起来了 就这还想赚钱 从来了到现在 就卖出去一份 路过的看都不看他们 哼 活该 徐夏阳听着马大明的话 倒是有些哭笑不得 马哥 关心人家干啥 今天过来人多 抓紧干自己的吧 哎 不要落实吗 他全身心地关注在自己的小摊上 整个人如鱼得水 反而是 已经熟悉了这种忙碌 对他而言 对面妹妹和黄毛 就是陌生人 不关心 也不看笑话 完全和他无关 这样才能从自己的人生中 彻底把不好的东西剔除掉 这边忙得热火朝天 占了好位置的徐秋颖和黄毛两个 却是互相埋怨 打得鸡飞狗跳的 可随着下班的工人越来越多 即便是他们这种刚出现的小摊 也来了生意 三五杰群的工人都上来挑选杂串 眼见有了人 徐秋颖和黄毛也只能暂时休战 手忙脚乱地打开油锅 稀里糊涂地干了起来 一个负责炸 一个负责刷调料 看起来虽然不熟练 但是配合得还算没毛病 很快就开始这儿八斤出餐了 哎 你这份十八 多加大事吧 好好 你这俩十四 加个烧饼布 五毛钱 送 送不了 我们这送不了 徐秋颖头一回做生意 看着一单单生意进账 彻底乐开花了 但他可没那么多耐心 每个人都好好服务 只顾着收钱出餐 压根不管别的 反而是一个劲儿的催促黄毛 快点啊 这都堆上了 刘子良一脸拽拽的样子 从油锅里往外捞炸串 不管点的是什么 全都一锅出 根本不管橙色 反正都是要糊上一层调料吃的 他本身也不想干着破买卖 要不是骑摩托撞电线杆子上了 现在急需前修摩托车 他也不会被徐秋颖逼着来摆摊 毕竟他一家人六个裤兜 也凑不出来一千块钱 家里大大小小的花销 都是靠着徐秋颖 从娘家带过来的那一万多块钱 而刚过了半个月 一开始 还愿意给他们一家花钱的徐秋颖 突然变得抠门了起来 一毛不拔 这让他的日子 也过得憋屈了起来 正当他俩手忙脚乱忙活的时候 三个带着黄色头盔的工人 突然拎着刚刚拿走的一袋子 闸串走了回来 哎哎哎 你俩看看 这里面都没熟啊 这韭菜都炸糊了 吃得我一嘴苦味 这丸子里面都是凉的 你他妈到底会不会干啊 还有这条料 我一口咬下去 里面都是一包粉面子 你没调和开啊 做什么买卖啊 三个工人气得直嚷嚷 更是把袋子里的闸串 拿出来理论 徐秋颖见到对方这么凶 瞬间怂了 目光闪躲着 退后了几步 你们干啥呀 欺负我们头一天来啊 这你们都吃了 不能退啊 才十几块钱 找什么事啊 穷得活不起来啊 他这一开口 对面三个工人 瞬间脾气火爆起来 你他妈说什么 给我退钱 做的什么破玩意 不能干 赶紧滚 碰 三个工人正吹胡子瞪眼围上来呢 一把沾满油的大漏勺 直接狠狠砸在小滩车上 吓得所有人都一愣 刘子良吹了一下黄毛刘海 一脸拽拽的样子 看向对方 是我不会做 还是你他妈嘴臭啊 告诉你不能退 你耳朵聋啊 此言一出 三个工人瞬间被击挠了 一拥而上 直接将他俩的小吃车掀翻了 去你妈的 哗啦啦 一大锅沸腾的滚油 瞬间洒落一地 刘子良也不是能吃亏的 我曹 毫不犹豫 拎着漏勺就冲上去 和人家打了起来 一漏勺 直奔工人面门砸了下来 下一秒 三个工人被彻底激怒 直接把他按在地上抱锤 吓得徐秋影 只能原地尖叫 却根本毫无办法 啊 打人了 打人了 帮忙啊 三打一 场面就是一面倒的碾压 刘子良除了刚开始一漏勺 给一个工人 鼻子干破相了之外 后面完全就是被按在地上打 洒落的一锅热油 更是浸满了他一身 烫得他脸面通红 草啊 眼瞅着自己毫无胜算 他直接变戏法一样 从后腰掏出来一把折叠刀 闭着眼睛乱刺起来 黄毛咬着牙 青筋抱起 那副凶狠的模样 让马路对面的徐夏阳 都忍不住回忆起了上一世的画面 瞬间浑身汗毛倒树 下意识嘀咕了一句 糟了 要出事 果然 下一秒 啊 一个工人突然惨叫一声 胳膊上鲜血直流 下巴也被捅穿了一个洞口 哗哗流血 害人至极 亮亮呛呛往后退步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惨叫哀嚎个不停 眼里满是惊恐 啊 另外 两个工人同样被这一幕吓到了 虽然还没受伤 却也是急忙松开那黄毛小混混 脸色煞白地推到同伴身边 拖着他一路逃到了大马路上 刘子良仗红着脸 衣服上都是热油 脸都被烫出一排水泡 手里巴掌大小的折叠小刀上 还带着血迹 直接凶狠地冲着大马路上的三个工人咆哮起来 不停地挥舞着把那小刀 来啊 老子他们弄死你们 敢骂我老婆 徐秋莹此刻都已经被吓傻了 丝毫没有觉得浪漫和有安全感 以前她在学校的时候 黄毛也曾经为她打过架 教训过那些低年级 却不叫她学姐的老实孩子 直接能吓得那些低年级高一高二的小孩 在她面前老老实实叫嫂子 叫学姐 那时候 她眼里觉得黄毛帅到爆炸 肯为自己出头 简直是太勇敢了 就是自己的白马王子 满满的荷尔蒙啊 学校里的大哥 曾经是她还是学生的时候 感觉最浪漫的事情 但是现在 距离自己离开学校 也不过就才两个月不到的时间而已 除了一开始被黄毛带着 和曾经的同学们聚过两次 装过逼 让她很开心之外 后面反而是逐渐没了感觉 到了今天 自己也领证结婚了 如愿以偿地和嫁给她 可眼里看到黄毛动刀子 打架这一幕 却发现自己没有任何高兴 反而是生理性的未竞篮 全身更是都感觉到厌恶和抗拒 眼瞅着她还要冲上去 跟人家打架 徐秋颖急忙下意识地上去 抱住了她的腰 死死拽着她 别打了 刘子梁喘着粗气 一脸凶狠 明明是刚按在地上抱锤了一顿 可眼里竟然看不到半点害怕 反而有一种不要命的狠劲 看得别人心里害怕 三个工人此刻 也被彻底下毛愣了 连滚带爬的 急匆匆搀扶起受伤的同伴就跑 根本不敢停留下来半点 压根也不想 和这个疯子理论下去 马路对面 徐夏阳手里的动作 都下意识停了下来 心里一阵庆幸 幸亏自己有上一世的经验 没有掺和他们的事情 这黄毛不仅浑而且狠 打不过人 直接就掏刀子 丝毫不考虑后果 看来 不跟他起争执的决定 是最正确的 一旁的马大明 也被吓得浑身发了 回想起自己之前 还在摊位的事情上 和刘子梁争吵不休 此刻全身上下血都凉了 看着被搀扶走 那个工人血淋淋的下巴和手臂 他也下意识地伸手摸了摸 自己还柔软完好的下巴 直接哆嗦了一下 压低了声音嘀咕起来 妈的 这小子真疯子 打架哪有动刀子的 徐夏阳深吸一口气 目光特别冷静 别看了马哥 和咱们没关系 所以记住了 以后不要搭理他们 也不要起冲突 只要不是伤害到原则问题 没必要和这种人赌命 我们的命 可金贵多了 他现在已经了解到了 大学专业的概念 心里更是充满了 对大学的向往 绝对不会想要让自己的人生 因为一个愣头青小混混 而交代在这个小县城里 打得过打不过 又有什么分别呢 就算自己能把那黄毛 按在地上抱锤 那三个工人都防不住的小刀 自己就能防得住了 真爱生命 远离傻子 尊重他人命运 收起助人情节 自己可要考上大学 离开这里 找回失去的人生 另一边 徐秋莹已经彻底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看着被掀翻的小池车 也根本来不及收拾 急急忙忙拉着肾上 激素作祟的黄毛 就逃离了这里 半点都不敢停留 才第一天摆他而已 就彻底画上了句号 徐夏阳看着原本的摊位上 一地狼藉 仍旧是十分庆幸自己的决定 深吸一口气 正准备继续做炸串 突然 滴滴 滴滴滴 一阵汽车喇叭声 突然将他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 下意识地抬头 看向工地门口 正是傍晚 土方队的斯泰尔大货车 正在往外面拉扎土 一辆接一辆 黄沙滚滚 扬长而去 唯独有一辆车停在路边 里面有一道熟悉的身影 正在冲他招手 徐夏阳仔细辨认了一下 不敢怠慢 急忙跟还在等 闸串的工友交代了几句 有人接替他 暂时帮他处理一下摊子 他则是急匆匆地 跑到暗喇叭的大货车前 走近了之后 他这才彻底确认下来 对方的身份 急忙上前打招呼 薛哥 你今天怎么还亲自压车了 薛凯坐在扎土车的副驾驶上 一边叼着烟 一边笑着 冲他点点头 顺路坐车半点事而已 那边 刚刚打架那几个 你认识 徐夏阳看着薛凯脸上的笑意 一时间摸不清楚他的意图 但他也不想跟薛凯撒谎 当即点了点头 认识 就是我妹妹和他找的那个小混混 叫刘子良 染黄毛那个就是 让你看笑坏了薛哥 估计这事 得进橘子吧 薛凯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做了一口烟 嗯 不仅要赔钱 蹲橘子也是免不了的 但对方先动手 这顶多也就三五天 问题不大 赔了医药费 基本就能出来 刘子良 原来叫这个名字 徐夏阳见到薛凯那若有所思的模样 一时间也不知道 他究竟是有什么打算 不过薛凯就连赵刚都不放在眼里 应该也不会对一个黄毛小混混 有什么想法吧 但下一秒 薛凯却是笑着 从上衣口袋里 磨出来三百块钱 这钱你拿着 在夜市上找几个摊子 准备十个人的夜宵 今晚我带司机们过来喝点 到时候再聊 小黄毛还挺猛的 要是有机会 这黄毛你给我介绍介绍 啊 薛哥 徐夏阳愣了一下没反应过来 在想开口劝说的时候 薛凯已经坐着扎土车轰鸣上路了 他只能看着烟尘滚滚的扎土车 满脑子问号 薛哥要认识认识那小黄毛 难道是看上他 要收他当小爹 一想到这里 徐夏阳心里 反倒是有些不知道什么滋味 谁都知道 薛凯是什么身份地位 从上次在小吃摊前 一脚踹开赵刚 还能让那群小混混屁 都不敢放那件事来看 最起码 薛凯在这个县城里 那还是说一不二的土皇帝 能跟在他身边当小弟 再不计 也是个狐家虎卫的狠角色 地位一下子就上去了 就连赵刚那种作威作福 当了好些年市场管理的混混头子 都没资格跟着薛凯混 黄毛要是真被薛凯看上了 保不准就是飞黄腾达了 想到这里 徐夏阳反倒是突然倾笑一声 摇了摇头 过得好不好 和我有什么关系 真要是薛哥看上了他打架凶猛 那也是他的机会 这事儿 我反正是不掺和 他可是太知道 多管闲事的后果了 黄毛这事儿 要是薛哥真的有想法 那自己顶多也就是 帮忙通知一下而已 具体怎么决定 具体是干什么 他可不想过问半句 省得到时候不好不坏的 自己妹妹和黄毛 再怪罪到自己身上 那可就真是自找麻烦上身了 徐夏阳摸了摸手里的三百块钱 转身没有什么异样表情的 静止回到了摊位前 见到他回来 马大明和周围几个摊主 全都好奇地打听着热闹 哎 夏阳 刚刚那是薛凯吧 对啊 薛老大平时可不跟别人说话 叫你干什么呀 是不是又有什么好事啊 徐夏阳一边将杂串挑挑剪剪 放进油锅里 一边笑着回应众人 半句不提黄毛的事情 当然是好事 也肯定不会忘了你们的 薛哥给了三百块钱 让我在咱们夜市摊子上 准备十个人的夜宵 他准备晚上带着扎土车司机 过来喝点 你们谁能提前给准备点啊 他一开口 周围几个摊子瞬间热闹了起来 全都争先恐后的要加入进来 甚至有的不要钱 也想带上点夜宵晚上 跟薛凯一起吃个饭 喝点酒 这要说出去 那也是跟社会大哥喝过酒的 说话都有底气 然而 随着夜市摊位上的客人越来越少 原本都还一个个起哄说 要留下来一起喝酒的几个摊主 反而是怂了 有的人只敢匆匆留下几人份的夜宵 钱都不要 赶紧推着车子回家去了 就算是胆子最大的马大明 也只是开开玩笑而已 帮着徐夏阳 把白天打架造成的狼藉摊位收拾好了之后 也是不敢停留半分 更是看着浩浩荡荡回来的渣土车队 手忙脚乱的着急要走 临走前 拿出五套煎饼果子 尴尬一笑 夏阳 这陪凯哥吃饭的事 还是你自己来吧 这煎饼果子 就算我送他们的了 钱就不用给了 你们吃好喝好啊 马大明说完 眼瞅着薛凯带着几个司机 向这边走过来 立刻急匆匆的骑上车子 赶紧溜了 打嘴炮归打嘴炮 但他们这些摊主 也都是老实巴交的普通人 和社会大哥坐一起吃饭喝酒 还真是没那个胆量 徐夏阳看着自己织好的桌子上 放满了五花八门各种小吃 早就远超出三百块钱的标准了 一时间摸了摸兜里 还剩下的三百块钞票 哭笑不得 这群人真是正当此时 薛凯已经带人走了过来 只看了一眼桌子上的夜宵 瞬间爽朗一笑 或三百块钱在夜市上 能买这么多东西呢 你准备这些闸串 也不止一百块钱了吧 说着 直接冲着身后的渣土车司机们 挥了挥手 来 你们自己看 喜欢吃啥自己拿 夏阳还给准备了啤酒 都拿回去车上吃去 你们吃你们的 我和夏阳聊聊天 随着薛凯大手一挥 十个渣土车司机也不客气 直接就从桌子上 把肉夹馍 煎饼 逃冷面之类的小吃搜刮走了 一人还拎了两瓶啤酒 反倒是剩下一桌子 丰盛的闸串和两个肉夹馍 谁也没感动 能够不和老板在一起吃饭 司机们更是乐呵得很 全都有说有笑的 拿着吃的 回去卡车上边吃边喝了起来 徐夏阳还想给那些司机 送点闸串 可薛凯却是冲他招了招手 把他拽住了 哎别去了 他们不拿 那是不爱吃 我又不是没给钱 都嫌跟我一起吃饭不自在 你坐下 跟哥喝点 徐夏阳听到这话 自然也不敢推脱 只能笑着坐下 两个人一边吃着闸串 一边喝着啤酒 闲聊扯淡 有说有笑的 反倒是轻松自在的很 正吃着 薛凯拿起一根淀粉肠 一边吃 一边不经意间提起 夏阳啊 这回这个忙 可轮到你帮我了呀 那个小黄毛是你妹夫 对吧 要是不出意外的话 这两天保准要来找你 你到时候 就说给他介绍工作 只要他答应了 你就用这手机给我打电话 巴搭 说着 薛凯直接从鼓鼓鼓的公文包里 掏出来一部诺基亚手机 随意地放在徐夏阳面前 徐夏阳乍一见到这手机 差点把正在啃的机架掉在地上 急忙连连推辞 薛哥 这点是我肯定帮您办 手机就太贵重了 这 这要好几百了吧 他看得出来 这是一部全新的手机 甚至键盘的塑料膜都没撕开呢 虽然他没买过 但也听公友们念叨过 少说也八百多块钱呢 薛凯见到他那紧张的样子 直接笑出了声 你小子废话那么多呢 让你拿着就拿着 又不是给你的 只是给你用 到时候 你那妹夫同意了 你一个电话我就来 知道了不 徐夏阳见到薛凯这么强势 自然明白 推辞恐怕是推辞不掉了 只能无奈地点点头 但见到他这么重视的模样 还是忍不住心中疑惑 薛哥 你真看上那个黄毛小混混了 是准备收他当小弟 薛凯一杯啤酒都送到嘴边了 听到这话 反而顿了顿 看了他一眼 轻轻点了点头 嗯 没多说什么 只是将啤酒一口灌了下去 徐夏阳确认了消息 倒也是松了口气 见到薛凯没有多说什么 也就知道 自己不应该继续问下去了 只是认真地点点头 小心收起手机 知道了薛哥 他要是真来找我 我就帮你介绍过去 虽然不知道 薛凯为什么那么肯定 黄毛会回来找他 但自己也不想多管闲事 只做个传话的就够了 一桌子闸串 随着啤酒很快下了度 薛凯擦了擦嘴 一拍肚子起身 走了 潇洒地只留给徐夏阳一个背影 静止回到了扎土车跟前 一个留着圆寸的司机 吃着肉夹馍走上前 好奇地看了看远处 收拾桌子的徐夏阳 小声在薛凯面前嘀咕 大哥 真查清楚了 就是那个小黄毛 当年划伤我大侄子眼睛的 薛凯此刻笑脸不在 阴沉得可怕 轻轻点了点头 叫刘子良 我去所里查过了 时间对得上 那把刀也对得上 看他打架时候 那封样子 就和我儿子描述的一模一样 可算让我找着了 既然没证据 那当爹的 就亲自给儿子报仇 这回 他是落到我手里了 此言一出 旁边另外一个司机 却是目光里闪过几分犹豫 大哥 这事真不跟麦闸川 那小子说一声 他和他妹夫 不是有仇吗 万一不给你牵线搭桥 这不 还得偷摸下黑手吗 要我说 干脆直接弄去水库 沉了个屁的 薛凯突然露出 一抹凶狠的目光 瞪了过去 瞬间吓得 那司机一哆嗦 急忙闭嘴 下次说话动动脑子 法治社会 谁杀人了 我就是要让那小黄毛 一辈子搭进去 求死不得 有几个人能扛得住堵的 走 星期一一大早 徐夏阳裹了一件 暴皮的大衣外套 坐在银行门口 和一群等着羚羊老金的老头 老太太促成一团 仔细清点着怀里的六千块钱 每的鼻涕泡都快出来了 存进去这六千 就是三万亿了 戒毒费终于攒够了 这一个星期以来赚的钱 除了留下几百块 摆摊进货的钱之外 其他的他打算全都存起来 反正在工地食堂有吃有喝 他也不买啥东西 根本没有花钱的地方 复习用的工具 全都是妹妹高中留下来的 回去读书 也不用买课本和试卷真体 左右也是他花钱买的 不能浪费 正好够用 剩下两个星期 赚多赚少 都是他高三一年的学杂费 省着点花 肯定是够用了 而且经历过这么多事情 徐夏阳意识到 自己未来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他还想趁着工地在 多摆摊赚点钱 正好县里高中不强制上晚自习 他也好出来继续摆摊 多赚一点是一点 争取多存几万块 给自己上大学用 以后只能靠自己了 很快银行开了门 排号又等了一个多点 他拿着整整三万亿的存折 从银行里走了出来 小心地贴身放着 美滋滋地往回赶路 早起五六点钟 就去进好了摆摊的货 上午还要抓紧时间 把一天要用的串都串好 这样才能腾出时间 来下午好复习功课 经过半个月的复习 他多少也回忆起不少高中知识 做卷子越来越顺流 不过分数比起他三年前读书的时候 可是差远了的 尤其是很多点心题的解题思路 都已经模糊了 还需要回去学校里面 听老师好好讲讲解才行 徐夏阳一路不停 很快回到工地门口 可还没走近 就看到一道让他头疼的身影 妹妹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来了 正在工地门口 和门卫秦大爷求情 穿着的竟然还是 昨天来摆摊的那套围裙和头巾 不仔细看 还以为是哪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 徐秋颖这时候 挣一个劲的软磨硬泡 想要进去工地宿舍找徐夏阳 看起来很着急的样子 但有了周志海上次的提醒 门卫秦大爷 这回是任何一个无关人员 也不敢放进去了 生怕出问题 任凭徐秋颖说什么 他都无动于衷 老老实实地坐在党庭里 徐秋颖急得直跺脚 眼瞅着那门卫老头没反应 直接扯着嗓子 向宿舍方向嚷嚷了起来 哥 你出来 人命关天啊 哥 哥 他这一喊 原本不闻不问的门卫秦大爷坐不住了 急忙拉开港厅的门呵斥他 别喊了 这是人家办公的地方 你在这儿嚷嚷什么 一会领导出来 我可管不了 徐秋颖心急如焚 压根对秦大爷的警告不管不顾 着急的就想爬过伸缩门往里闯 他刚抬起腿准备往上爬 后面突然出现一只手 把他拽了下来 谁啊 正烦躁的徐秋颖回头就要骂人 却是突然蔓延惊喜地看向来人 哥 你怎么从外面回来了 我正好找你有事 徐夏阳皱着眉头 给他拉到一边 愧疚地冲着秦大爷连连点头 实在是烦得很 上一世自己拼了命想管他 结果找都找不到人 这一世 自己拼了命想甩开 反而好像狗皮膏药一样贴着 敢也敢不走 真是造了孽了 眼瞅着到了空旷的地方 他这才松开手 压着火气问询 你来干什么 不多跟你说了 这地方是人家工地办公的地方 你能不能别总来捣乱 徐秋颖不知怎么红了眼眶 仍旧上前拽住他的胳膊 哥 你要帮我呀 昨天我们可是在你摊子上摆摊才出的事 要不是你让我们在内干 也出不了事啊 徐夏阳文言心里咯噔一声 顿时一巴掌扫开妹妹的双手 你住口 那摊位是你骂了一圈摊主 死缠烂打从我这里抢走的 我已经不跟你计较了 是你们和去买 闸串的工人起了冲突 和我可没有半点关系 他看着妹妹现在这副无赖的模样 心里实在是不敢相信 这是自己爸妈小心呵护养大的那个女儿 更不想承认 这是自己辍学三年供养的妹妹 才和那黄毛小混混一家生活了半个月 竟然反而这么像是那一家人了 都一样的嘴脸 真不知道自己爸妈当初 是从哪个孤儿院领养回来的 要是能重生早一点 他一定不能让爸妈领养他 徐秋颖别着嘴 委屈地抠着手 哥 话不能这么说 你当时要是拦着 我们就不在那摆摊了 而且 你要是早答应我的 徐秋颖又是急忙一把拽住了他的大衣 用一副哭腔哀求着 哥 你就帮我这一回 我保证是最后一回还不行吗 再也不来找你了 那工人非要五千块钱才肯和解 子良从昨天被抓进派出所 现在还没出来呢 也不知道吃得怎么样 睡得怎么样 警察一定要我赔了钱才肯放人 五千块钱 不就是你摆摊四五天就能赚回来的吗 没多少钱 哥 你就帮帮我 拿出五千块钱就子良吧 他这回吃了亏 以后一定会好好过日子的 他就是冲动了 那也是为了保护我 保护我肚子里的孩子 哥 徐夏阳被妹妹这一声声歌催命一样 叫着 感觉脑子都要炸了 让他拿钱 还是赵老师帮忙垫付了不知道多少钱才够用的 肯定不可能拿来救那个黄毛小混混 但妹妹一直这么纠缠着自己 又实在是让他甩不开 正当两难之际 他突然摸到了兜里的那布诺基亚 猛然回想起 昨晚和薛凯喝酒时候说的话 还真和薛凯说的一样 第二天 妹妹真的就为了那黄毛来找自己了 好像他提前知道 黄毛捅了人会被怎么处理 早就等着了 说不定 薛凯能帮自己甩开黄毛这个麻烦呢 而且薛凯说的就是 只要妹妹和黄毛来找 就立刻打电话给他 现在好像正是时候 念及如此 徐夏阳直接皱着眉头扯过自己的外套 心疼地看着又被拽掉的几块外皮 行了 这钱我是不可能给他出的 但是 眼瞅着妹妹又要撒泼打滚 他急忙改口 无奈叹了口气 我帮你联系一个人 他好像挺看得上那个黄毛的 说不定他会想办法帮黄毛把钱赔了 但不管如何 这事之后 你少来烦我 能听明白吗 持刀商人就算现在有量解书 犯人最少也要拘留十天 这把刀 没收了 钱 你们赔给受害人就行 以后安分点 派出所门口 警官一脸严肃地 收起了那把折叠小刀 面对苦苦求情的徐秋颖 根本没有任何心软的表现 静止转身走了回去 徐夏阳见状 倒是松了口气 持刀商人 要是真交了钱就能出来 那这黄毛小混混 估计还真是无法无天了 就应该把那个小混混 关上十天半个月的 让他好好反省反省 徐秋颖此刻 却是仍旧哭哭啼啼的 并不想就这么算了 眼看警察那边说不通 只能一脸哀求地 看向他身旁的薛凯 凯哥 您都肯帮忙 赔这五千块钱了 就再帮帮忙 让他们把子粮给放出来吧 十天啊 这现在天气变冷了 在里面怎么受得了啊 薛凯文言也是尴尬一笑 看了看站在一旁的徐夏阳 这个 我也是听夏阳的过来 帮忙就个急而已 让警察把他放出来 我可办不到 说着 他故意看了一眼手表 冲着徐夏阳打声招呼 夏阳 那这事就先落定了 我那边工地上还有点事 我就先走 后面有啥事 你再给我打电话 徐夏阳文言 急忙将妹妹拉开 一脸愧疚地 冲着薛凯点点头 麻烦你了凯哥 兄妹两个看着薛凯 转身上了那辆二手越野车 一脚油门扬长而去 潇洒得很 走得这么果断 反倒是让徐夏阳心里有点疑惑 之前薛凯可是明着说 要让他介绍 那黄毛跟他混的 怎么现在痛快掏了五千块钱 反而对收小弟的事情 半句不提呢 有点搞不清楚 徐秋颖这时候 却突然一脸的埋怨 直接推开了徐夏阳 哥 你干嘛呀 故意的是不是 这突如其来的埋怨 倒是让徐夏阳一时间 脑子有点发麻 满眼疑惑地看过去 你抽什么疯 徐秋颖委屈地冷哼一声 一肚子怨气 你看你找的人 就不能帮人帮到底吗 他那种大老板 认识的人脉肯定广 帮忙找找人 把子粮弄出来 明白着就是很简单的事情 你就是不开口 看着他走了 是不是你就不希望 我和子粮过得好啊 乍一听到 妹妹这离谱的脑回路 徐夏阳也是气得直摇头 自己想要和他彻底撇清关系 实在是再明知不过的决定了 早就已经彻底心寒了 现在不过是又亲眼见识了 一遍而已 徐夏阳深吸一口气 目光冷淡 我已经帮你想办法 给那黄毛找人来赔了五千块钱了 人家是大老板 也就是仗着那黄毛 认识什么赵刚的情面上 才给的这个钱 你以为是看在我一个 穷摆摊的面子上 有能耐 你刚刚求人家 人家怎么没答应呢 徐秋颖一听这话 瞬间背对的哑口无言 我徐夏阳不屑地冷哼一声 那小混混吃刀伤人 拘留十天都是轻的 就应该判刑 人家薛凯帮忙和工人说和 赔了钱 好说歹说 这才签了谅解书 让他不用坐牢 你不知道感恩 不问问还钱的事也就算了 还在这埋怨 滚 以后没人帮你们 说着 当即转身就走 这事儿 也就是薛凯之前跟他打过招呼 要不然 他管都不会管 他还巴不得小混混 拿不到谅解书 直接被判个三年两年的 正好自己也考上大学 离开县城了 以后再也不见面 现在这结果 只能说 全都是为了还薛凯的人情而已 虽然搞不懂 薛凯为什么不现在就趁机收小弟 但社会大哥做事 肯定有他的道理 自己只是个传话的 其他的一概不管 徐秋颖一看到哥哥如此无情 顿时急急忙忙追了上去 即便徐夏阳脚下一步不停 他也一步一驱地跟着 嘴里喋喋不休地念叨着 哥 我错了还不行吗 我这不也是太担心 子良在里面过得不好 太着急了而已 怎么说也是你妹夫 你要帮帮他 这样 你帮子良安稳下来 以后我见都不见你 这行了吧 徐夏阳踹起手 根本不为所动 目不转睛地继续往前走 这屁话要是真有用的话 自己也不会三番两次被找上门了 更不会出现在这派出所门口 没空 我也没那么大本事 别耽误 哎呀 哥 这子良家马上就拆迁了 有的是钱 他的确是禁不下心来 做闸串摊这种小买卖 让他觉得丢脸了 他就想干大买卖 这不正好有机会吗 徐夏阳文言瞬间皱起眉头 可脚下没停 哪来的大买卖 你睡着了呀 做梦吗 徐秋颖眼里倒是金光闪烁 一个劲地冲着薛凯离开的方向摆手 就 那个谁啊 刚刚那个大老板 好像对子良印象不错 五千块钱说给就给了 还没说还钱的事 那你再帮忙求他给子良安排的工作 能跟着大老板干 子良肯定就安稳了 你帮帮忙阿哥 在他眼里 五千块钱给一个陌生人 眉头都不皱的大老板 那肯定是干大生意的 要是能让自己老公跟着这大老板干 肯定他愿意 徐夏阳倒是被妹妹这想法气笑了 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他也配 徐秋颖眼看说不动哥哥 直接委屈地大喊一声 我是你亲妹妹 爸妈都死了 就我一个亲人 你不帮我 你帮谁啊 话音刚落 徐夏阳直接面色铁青地站定了脚步 眼里那份愤怒 看得徐秋颖心虚地急忙低下头 根本不敢有目光接触 捏着手站在路边 一句话也不敢说了 徐夏阳重重地长出一口气 压根也懒得跟这个白眼狼妹妹废话 这时候 愤怒之下 反而脑子清醒了一点 逐渐明白 薛凯为什么没有在这个掏钱的时候 直接认小弟了 估计也是看得出来 自己这妹妹不靠谱 不如等黄毛出来之后 跟黄毛接触 亲自收小弟来得稳妥 不如就趁此换妹妹躲得远远的 给自己一个亲近 也算是把薛凯的人情还上一部分 随便他要带黄毛干什么大买卖 都和自己无关 以后 不准你在我面前提爸妈 等那黄毛蹲十天巴厘子出来之后 我会给薛凯打电话 帮他介绍工作的 但薛凯答不答应待他 那就不是我的问题了 眼瞅着妹妹还想开口 徐夏阳直接瞪了他一眼 这十天里 你要是敢来找我 那我绝对不会给薛凯打电话 也不会开这个口 滚 徐夏阳果然清静了不少 为了让自己帮忙 给那小混混 介绍去薛凯身边工作 妹妹也算是耐得住 十天来 愣是一次也没露面 渐渐的 徐夏阳反而也习惯了 妹妹不在的感觉 真正的第一次为自己而活 身心放松 不再用担心被小黄毛被刺 只是距离开学只剩下六天了 他三年没读过书 一时间对于马上就要 复学这件事 还有点紧张 为了提前适应学校的上课规律 摆摊之余 对于徐夏阳用来复习的时间更多了 想要争取让自己的知识储备和解题思路 更接近那些读完高二的学生 这样才有可能跟得上高三的课程和复习节奏 至于一直操心的高三生活费的问题 也已经基本解决了 这十天摆摊下来 有了之前的人气加成 日营收就没有低于过一千五百 刨去成本 他又给存折礼多存了一万五千块钱 足够高三一年用了 保持着身上随时只有一千出头的现金 足够日常进货就行 没有其他消费需求 唯一要考虑的就是考上大学之后 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还是个无底洞 粗略一算 到毕业的话 最少也要存个五万块才够 为此 还是要继续努力赚钱才行啊 徐夏阳已经开始计划着 安排好自己回去读书之后 怎么兼顾好闸串摊生意的问题了 全都列在纸上 更加清晰 学校中午只放学两个小时 上午11点30分到下午1点30分 除去吃饭 午休 加一起就算一个小时 剩下的时间也绝对不够摆摊的 而且要保证充足的学习时间和精力的话 他也不可能还保持那么高强度的摆摊作息 只能放弃掉中午的几百块收入 晚上五点半放学 时间倒是完全来得及 摆摊到晚上九点 然后复习功课到十一点 十二点 完全也还算可以扛得住 徐夏阳看着自己在纸上做出的摆摊计划 没有来得轻笑一声 现在摆摊都能一天赚一千多块钱了 读不读书的 好像也没那么重要了 就算是读了大学 能一天赚一千块吗 大学还要四年毕业 高三还有一年 一天一千五百 一个月四万五千 一年我要是摆摊能赚三十万的话 那五年可就一百 刚想到这里 他急忙甩了甩脑袋 让自己暂停这个恐怖的想法 徐夏阳深吸一口气 没想到自己回去读书的想法 竟然会因为摆摊赚到钱而动摇 一时间觉得有点可怕 不行 我一定要坚定目标 回去读书参加高考 这是我亏欠了自己的三年人生 还有美好的未来 不能因为摆摊赚钱就这么放弃啊 念及如此 他直接将算好摆摊收入的演算纸 随便搓了的团 随手扔到桌子一角 不敢去看 急忙拿出课本 让自己沉浸在学习当中 不敢分神 为了提前适应 高三一边上学 一边摆摊的学习生活节奏 徐夏阳果断开始尝试 晚上摆完摊 还继续挑灯夜读 好几次何勇晚上回来 都能看到他奋笔记书的样子 偶尔会看看 他桌子上的卷子 课本 但从来也不打扰 自己自顾自的睡觉 逐渐也就都习惯了彼此的存在 宿舍里 灯光下 徐夏阳一个人 坐在书桌前奋笔记书 虽然没有参加什么补习班 也没有找家教老师 但凭着他之前 高中足够优异的理科成绩 即便只是 看历年真题的答案解析 也能初步掌握 半数题型的解题思路 从晚上十点收摊 到现在十一点半 花了一个半小时 他从头到尾 做完了一份单独的数学卷子 先对着答案盼了一下 看到最后的分数 他无奈一笑 98分 满分150 也就是刚及格的样子 但看了看桌子上 之前做过的几套真题 从一开始的五六十分到七八十分 现在已经接近100分了 这大半个月的复习成果 还算是肉眼可见进步的 但想要达到高考能上一本的程度 高三这一年 注定了他要更加努力付出才行 徐夏阳没打算休息 愣是拿出一个笔记本 一点点地将错题整理起来 对着真题答案解析 总结解题思路 没有一个新的发现 都让他精神未知一振 即便是时间过了零点 也没有任何瞌睡的迹象 正当他聚精会神研究数学卷子 最后两个答题得分点的时候 碰 宿舍板房的门突然被撞开 浑身酒气的何勇 率先跌跌撞撞地走了进来 生产经理 还有项目部的总工孙力都跟在后面 每个人脸上都红扑扑的 酒气十足 三个人有说有笑 一进门就全都一股脑地笑着 和徐夏阳打着招呼 小徐 还没睡呢 看你亮着灯 我们俩干脆也一起进来了 快开学了吧 三个人都是工地项目部的领导 对徐夏阳来说 算是他认识的身份地位最高的人了 自然不敢怠慢了 急急忙忙起身给三个人倒水 没睡没睡 趁着还不困 定证一下错题 何经理 你们又喝这么多啊 还是喝甲方那边啊 到月底还剩六天 九月一号开学 徐夏阳老老实实地一一回应三个人的问题 脸上始终挂着一副笑容 毕竟自己这三年过来 可是得了工地这边不少照顾 对他而言 眼前都是帮过他的恩人 自然不可能怠慢了 何永喝得最熏熏的 可以听他在定证错题 却是突然来了兴致 哦 定证错题 让我看看 我这都工作多少年了 对于高中的知识 还能记得多少 刚一开口 整个人已经摇摇晃晃地起身 走到了桌子前 有模有样地拿起了那张 98分的数学卷子 哟 数学啊 我强项啊 我当年数学考试 那在我们班 回回第一 另外俩人也是突然两眼放光 高中数学 给我也瞅瞅 我倒要看看 能有多难 徐夏阳看着三个经理 凑在一张小桌子面前 对着自己的试卷指指点点 议论纷纷 一时间也有些哭笑不得 本以为他们三个 都是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说不定还真的能指点 自己几句答题的解题思路 可听了一会儿 三个人说的 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 没一会儿的功夫 就争执得面红耳赤了 这题是三角函数问题 你那么解不对 你喝多了吧 公事你都被错了 还是听我的 哈哈 你俩都白费 人家答案是这个 全都做错了 何勇笑着摇摇头 将试卷重新看了看 突然一脸欣赏地 看向徐夏阳 夏阳啊 三年没读书了 你还能沉下心来学习 还能有这个分数 很不简单啊 千万别放弃高考 你就是读书的料子 一定会考上好大学的 一旁的总工孙力 也是连连点头 赞叹不已 是啊 像我们这种毕业多年的 知识早就在毕业那天 全都打包还给老师了 根本没心思重新捡起来了 你还能有这个状态 可要加把劲 回去学校好好读书 摆摊 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周志海靠在墙上 笑着点点头 双手就那么食指交叉 搭在肚皮上 意味深长地看着徐夏阳 是这么个道理 夏阳啊 我知道你现在摆摊很赚钱 一年可能三四十万也能赚到 但你要明白 以体力劳动取利 永远是最笨的 聪明人要赚聪明钱 更何况 工地三期 可能一年内就要封顶了 到时候这个项目结束 工人该散也就散了 转移去下一个地方了 到时候 你还留在本地的话 很难保持现在的高收入啊 新地方新情况 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做起来的 还是读书考大学 目光放长远一点 千万不要因为沉迷于摆摊 学也不上了 徐夏阳认真听了三个人的意见 心里隐约也察觉到了什么 似乎 他们根本不是路过 而是特异组团来这里 就为了专门告诉他一些道理的 但他怎么也想不到 这三个人 怎么会突然说起这个 自己好像也没在他们面前说过 不想上学的事情 徐夏阳看着三人那真切的目光 有点心虚 这里全都是他能接触到的 学历最高 见识最广的人了 他们的意见 自己肯定会认真考虑 念及如此 他认真地点点头 知道了周经理 我也想过 自己摆摊最多 也就再坚持一年 赚够大学的学费 后面肯定要离开这里的 后面的路 暂时还没想好 但肯定不会满足于现状的 听到他这么说 看似最久的三人 却是全部暗暗松了一口气 好像放下了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何勇突然笑着起身 拍了拍另外两个人的肚子 好了好了 都回去 你们自己宿舍睡觉去 别耽误人家小徐休息 赶走了另外两个人 徐夏阳也知道 何勇要休息了 索性也就把卷子收拾了起来 关了灯 两个人各自回了自己床上躺下 凌晨的月光 透过窗户照了进来 看起来 好像是一条光明的大道 直通天边 正当徐夏阳 渐渐升起睡意的时候 黑暗中 何勇的床铺上 却是突然冒出一句话 大学学费 我可以帮你想办法 你只要高三努力复习 能考上就行 别让其他事情分了心 钱不用你操心 徐夏阳乍一听到这话 心里顿时还有些发梦 不过也没多问什么 只是立刻答应下来 哎 谢谢何经理 没一会儿的功夫 听着何勇那边 床上响起憨声 徐夏阳也渐渐被困一裹卷了 却迷迷糊糊 做了一个梦 梦里却隐约看到 自己四十多岁了 仍旧挤在夜市摊子上 迈着闸串 徐夏阳被闹钟惊醒 猛地深吸一口气 从床上爬了起来 看向另外一边床上 还在睡着的何勇 他急忙按死了闹钟 下意识擦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 心里莫名的感觉一阵烦躁 脑子昏昏沉沉的 隐约间还记得做了个梦 好像自己四十多岁了 还在摆摊什么的 只是越想记起来细节 越失望得快 很快 脑子里就什么也不剩下了 但却回忆起了 昨晚何勇他们三个叮嘱他的话 心里也产生了动摇和怀疑 摆摊 真的不是长久之计吗 那自己读了大学 毕业工作 还能赚的比摆摊一天一千块都要多 想不明白这个问题 徐夏阳索性摇摇头 起身穿好衣服鞋子 轻手轻脚地走出宿舍 摆到食堂外的水池洗漱 整个人精神起来之后 也没时间去思考那么多问题了 先是把摆摊车上的煤气罐 和油锅之类的资重都卸下来 棚子折叠收拾收拾 就成了一辆干净的三轮小棚车 徐夏阳熟练的骑车上路 出了工地大门 直奔十几里地外的批发市场去进货 将近一个月的摆摊生活 批发市场他早就混熟了 甚至那些批发摊贩 还会特意把他每天要用的分量都准备好 节省了不少时间 天还没亮人就到了 天边刚刚泛起雨堵白 的时候 徐夏阳就已经骑着小三轮 路过县里的大街小巷了 和他一样去进货的各路小摊贩 也都熙熙攘攘的 算得上热闹 只是看着同样摆摊的 基本上都是三四十岁的大叔 他心里也一阵恍惚 自己的人生 难道就要这么一直摆摊下去吗 虽然赚得很多 一个月甚至比得上爸妈活着的时候 两个人家一起赚三个月的 但总感觉有点看不到头 更是不想一辈子被困在这个小县城里 回去读书 考上大学 这个念头又一次清晰地强大了起来 赚钱的办法他已经掌握了 但外面的世界他还没见识过 所以先努力考上大学 好好读书 摆摊这种事 有的是时间和可能 的确如同何勇他们说的那样 不必急于一时 要分得清楚次 徐夏阳想明白这个道理 心里稍微放松了一些 骑着三轮车的脚步 也更加轻快了 批发回来 会路过县城里的棚户区 不过他并不清楚 那小黄毛一家住哪 也不知道小黄毛爸妈长什么样子 所以一次也没碰上过 他也不关心 自己走自己的就是了 然而 他今天似乎是撞上了 车子刚到棚户区旁边那条路 就看到里面一条胡同口 人满为患 一道尖锐的哭腔 嚷嚷着传出二里地 哎呀 你们平平里啊 谁家二媳妇这么败家啊 一顿早饭 他糊了六个窝瓜啊 谁家好人能一顿吃六个呀 我和他爹一人也就吃一个 他自己就得吃四个呀 这日子没法过了呀 就是看上我家拆迁款来的呀 败家玩意呀 徐夏阳一听这话 下意识杀住车看热闹 险些没直接笑出声来 六个窝瓜而已 哭成这样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吃了他家 什么山珍海味了 花了多少钱了 也不知道是谁那么眼瞎 嫁给这家人了 人心好奇 都喜欢看热闹 听着笑话 没一会儿的功夫 就有不少人驻足观望 窃窃私语的交头接耳 都想看看 是什么样的一压己人 正当此时 另外一道更加尖锐泼辣的声音 从胡同里响了起来 你个老东西 别在这丢人现眼 六个窝瓜 都还是我花钱买的 给你吃都不错了 你哭什么 我花你家钱了 我看上你家拆迁费 笑话 都三年了 你们一家四 还住在这破窝棚里 拆迁款在哪呢 一毛都没有 我就爱吃窝瓜怎么了 你活不起了 你死去 没我 你儿子早就蹲监狱去了 他能让人放出来 话音刚落 一道响亮的哭声 瞬间冲破人群 哎呀 这日子没法过了 我儿子找了个什么造孽的 怀了孕就往我家跑 赶也赶不走 一点脸都不要了 拆迁款下来 我儿子什么样的找不到 最差也得是大学生 才配得上我儿子啊 你一顿 吃四个窝卦 多大家夜 也让你败光了 随着哭声 另一道声音 却是半点生气的样子都没有 好像是早就习惯了一样 哼 你儿子还想找大学生 他也配 他现在可不听你这个老东西的话 他听我的 他还要养我一辈子 养我孩子一辈子 有能耐药 没能耐养啊 现在结了婚了 你家就是拆迁款下来了 也铁定要给我一半 这孩子生下来 就是你们刘家的人 他也要分一份 我就吃 下一顿 我还要让你儿子 请我去大酒店吃 以后天天下馆子 我就不回家吃 吃死你 吃穷你 这话一开口 好像直接戳中了 对面那哭腔的死穴 瞬间哭得更大声了 你们听听 你们听听 这儿媳妇多歹毒啊 我造了孽啊 你做梦 两边哭声骂声 吵得有来有回 围观的所有人 都听得津津有味 耻笑讨论 全都是看热闹的 徐夏阳确实越听越感觉不对 这特么怎么感觉 好像似曾相识呢 心里隐约多了几分猜测 不会吧 正当此时 一道人影 直接一边笑着 一边从胡同里走出来 哼 老东西你也就欺负我有本事 随便你哭死也没人管 我还不吃那破窝瓜了 我去接你儿子出局留所 顺便在外面吃 窝瓜留着给你送中 起开 看什么看 你们家没热闹看啊 徐夏阳 偷着从看热闹的人群后面 看了一眼 瞬间心里咯噔一声 那对骂的一边 正是自己的妹妹徐秋颖 穿着那件 才洗了两回 就褪色发白的红裙子 大摇大摆的 从胡同里走了出来 他没有半点犹豫 急忙掉转车头就跑 以后不走这条路了 万万没想到 吃瓜吃到自己身上了 他可不想和妹妹 还有黄毛一家 扯上什么关系 徐夏阳一路猛登三轮车 终于回到工地食堂 这才松了口气 一边往下泄货 一边暗自后怕 幸亏跑得快 这要是当场被妹妹看到 估计可就走不脱了 之前总是听住 在那附近的工友说 妹妹结婚之后 似乎在婆家一直过得不好 现在亲眼所见 内心却也没什么波澜 只想远离那一家子 总之 一切都是妹妹 寻死觅活自己选的 过得好不好 都和她无关 人家过几个月 背不住就拿到拆迁款了 一家子其乐融融的 现在自己掺和进去 算什么角色 估计现在 就算有人拿着枪 指着妹妹的脑袋让她走 她现在都未必会走 既然如此 那自己又有什么好操心呢 上一世 她已经付出一条命 还是妹妹亲手拿走的 这一世就算已经很谨慎地远离了 可还是差一点 又被牵连其中 亲眼看到 那黄毛小混混 打架斗殴 捅穿了别人的下巴 还是那么凶残 让她再度坚定了 不想掺和的心思 看妹妹和她婆婆 对妈那架时 的确也不像是能吃亏的 自己这个外人掺和进去 妹妹帮谁 可就不一定了 她可不敢躲啊 说不好就是一烟灰缸 中鸡脑干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太特么疼了 徐夏阳不管 压根也不去想了 照例将进货回来的青菜 清洗干净 串成串 忙活自己该忙的事情 大学学费和生活费 还没着落呢 虽然还没考上 那也要未雨绸缪 趁着工地项目还没结束 能多赚一天是一天 对于何勇 昨晚半醉半醒说的话 他既在心里 却也没抱太大希望 人 还是要靠自己 徐夏阳一边干着活 一边有些无聊 经不住胡思乱想起来 心里倒是忍不住嘀咕 帮薛凯借上那黄毛 去他身边工作的这件事 说是工作 万一自己给介绍过去了 结果反过头来黄毛被坑了 吃亏了 不会还来找自己麻烦吧 念及如此 他反而是忍不住担心起来 可转念一想 薛凯帮了自己那么大的忙 自己也不能说话 不算话 毕竟已经答应打这个电话 帮这个忙了 徐夏阳长叹一口气 注意力继续放回串串上面 只能自己宽慰自己 尊重他人命运 收起助人情节 我只是帮薛凯传个话 究竟去不去做小弟 管我屁事 正当他心里打算的时候 怕什么来什么 门口突然传来一声呼喊 还带着几分兴奋和激动 哥 哥你出来 徐夏阳心里咯噔一声 抬头看去 果然是妹妹正站在门口招手 很是着急的样子 过去十天没见他来胡搅蛮缠 这冷不丁又来 还真让他浑身不自在 刚从棚库区那边回来没多久呢 没想到 妹妹去接小混混处拘留所 速度是挺快 竟然这么早就过来 他也刚刚把所有素材都创好了 好在是没耽误他干活 徐夏阳叹了口气 皱着眉头擦了擦手上的水 起身走过去 在工地住着人家的宿舍 用着人家的地方 他虽然可以不搭理妹妹 但也管不住妹妹要在门口瞎嚷嚷 到头来是轻松了自己 却只是平白给工地上的人添麻烦而已 还是尽快打发了他们 早点让他们滚远点的好 徐夏阳走到近前 还没开口 就看到蹲在不远处抽烟的黄毛小混混 心里已经开始反感了 自然也没什么好语气 什么事 说完赶紧走 徐秋莹脸上倒是半点没有早上 刚和婆家吵过架的委屈 反而是高兴得很 知道了哥 就是 那件事啊 咱们说好了的 那个叫薛凯的大老板 挺喜欢子凉的 你帮忙联系一下 给介绍个工作呗 子凉有了正经工作 以后肯定就踏实了 说着 还没等徐夏阳答应 徐秋莹更是急忙回头 冲着蹲在远处的刘子凉连招手 子凉 过来啊 赶紧跟哥说说 哥认识那个大老板 你不是也听说过 那什么薛凯吗 让哥哥给你介绍一下 说不定就行了 刘子凉文言 直接将烟头扔到地上 用力踩灭 不情不愿地低着头走了过来 在徐秋莹的一阵窜多推丧下 他这才深吸一口气 不情愿地开口 哥 你要有办法 让我跟凯哥混 到时候 我做大工程赚钱 可以代代你 几句话说得无比生硬 但看得出来 应该也是徐秋莹 一个字一个字教会的 不过 实在是没什么情商 徐秋莹听了之后 倒是开心地搂着那黄毛的胳膊 向徐夏阳炫耀 哥 你光认识也没用啊 又不能赚大钱 子凉说不定真的可以去给那大老板干活的 你不是有他电话 帮忙打个电话 问问吗 以后子凉赚大钱了 会记得你 徐夏阳听着这话 直接冷漠地抬手打断 算了 我可不想跟你们有什么瓜葛 说着 他又看向刘子凉 叹了口气 还是直接开口了 你既然之前跟赵刚一起管理市场的 那你就知道 薛凯是干什么的 这工作 不一定是什么好活 我只能给薛凯打个电话 他来不来 你能不能跟着他 那都是和你们的事情 和我无关 刘子凉听到这话 目光里也有点难以掩饰的激动 毫不犹豫地点点头 我知道 我愿意 你能给我联系上薛凯就行 能不能撑 都不怪你 当他出来的时候 听老婆说 竟然是薛凯给他出了五千块钱赔偿款 心里还震惊了一下子 连连确认了好几遍才敢相信 高兴的都找不到北了 作为常年混迹街头的小混混 他当然听说过 整个县城人人都怕 人人都想跟着土皇帝薛凯了 那可是比自己大哥赵刚厉害 不知道多少倍的真老大 要是真有机会能给薛凯当小弟 就算让他管这个 自己看不上的大舅哥叫声歌 那又怎么了 以后自己可就是吃香的喝辣的 做大买卖的人 等拆迁款几百万下来 说不定还能跟着大哥干工程 以后也是想当当的人物 徐夏阳听到小黄毛这么说 默默地点了点头 话已经说到了 是死是活 那是你的命了 可就和我没关系了 只不过是完成薛凯让帮忙的人情而已 行 我可以试着联系 说着 他从口袋里掏出薛凯送给他的手机 刚从通讯录里找到号码 他又多了一份警惕 目光直勾勾地看向自己那个白眼狼妹妹 还有一件事 我打这个电话 以后你们有啥事 也都别来烦我 咱们两不向歉 再也别联系 此言一出 刘子良眼里率先闪过一抹不屑 徐秋颖抱着黄毛的胳膊 也是不以为意 果断点点头 行 我答应 那以后我们拆迁了 跟大老板做工程了 你也别来找我们 行吧 徐夏阳一听这话 差点笑出声了 一言为定 说着 终于松了口气 直接给薛凯的号码拨打了过去 这样 自己也算是还上一部分人情了 妈的 终于打电话来了 哈哈 县里最豪华的小区 一座独栋别墅内 薛凯刚撂下电话 瞬间开心地大笑起来 立刻就毫不犹豫地 拿着车钥匙起身 一旁坐在沙发上的几个虎背 熊腰的壮汉见状 全都是一脸猛逼 纷纷跟着起身 大哥咋了 有啥事了 去哪 用不用摇人 大哥这么开心 好事啊 薛凯看了一眼自己这些兄弟 直接开心地咧嘴一笑 上次跟你们说那小黄毛 哈哈 等了这么多天 从橘子里放出来了 主动找上门了 我能不开心 此言一出 知道情况的几个壮汉 全都跟着兴奋激动了起来 两眼放光 是那小子 大哥 咋安排 今晚要不就做了他 干脆 打断手脚 扔上街要饭 让他一辈子也抬不起头来 薛凯一听这话 顿时不满地择了一声 皱起眉头 你们一个个虎逼啊 我说要弄他了吗 赶紧 市里维多利亚 给我订一个豪华包间 楼上再安排一桌 最高规格的好菜 今晚带着他好好享受享受 让他也知道 知道大哥的实力 赶紧安排 我亲自去接他 说着 直接在几个兄弟群 连猛逼的注视下 开心地大步离开 很快就直接开着那辆 破二手越野扬长而去 直奔工地 一个光头看着大哥离开 直接摸了摸脑袋 满眼困惑 老三 咋回事 大哥受刺激了 那小黄毛 不是划伤大侄子 眼睛那个吗 都抓着了 就赶紧整呗 旁边的壮汉摇了摇头 不到啊 听大哥的 给老妹去电话 把包间和吃的都定上 说着 更是瞪起眼睛 看向其他几个兄弟 一个字一个字的 跟他们叮嘱起来 谁也别坏了大哥的事啊 这事当初可困扰了大哥不少日子 愁得天天在家和嫂子吵架 现在 咱们就随他折腾 他想怎么玩那个小黄毛 就让他怎么玩 今晚上都给我乐呵道 谁也不准把这事 提前给大哥漏了 此言一出 几个兄弟 自然也是无比默契地答应下来 心里早就等着一天等得 着了急了 毕竟 作为县里的土皇帝 说一不二的土方大哥 自己亲儿子 竟然被一个不知名的小混混 划伤了眼睛 还找不出来到底是谁 这可是莫大的耻辱 坏了人家儿子一辈子的前途 这也是不死不休的大仇 现在找到了人 那自然是不会让他好过了 另一边 薛凯开着二手破越野 严惩滚滚 浩浩荡荡的 直接杀到了宫地 下车前 更是看着后视镜 将凶狠的目光收敛了起来 挤出一副笑脸 神色也好比那天 去给小黄毛交 五千块赔偿金的时候 更温和 他要一点一点 玩垮那个小黄毛 同时把他拆迁的那些钱 也都赔进去 要让他一家受苦 都给自己儿子赔罪 念及如此 饶式见过大市面的薛凯 也做了几个深呼吸 平复心情 强行让自己看起来 没那么激动 这才推门下车 刚落地 虽然看到了 蹲在工地围墙外面的 小黄毛和徐秋颖 却也装作没看到 静止向着工地里面 再给小池车 收拾卫生的徐夏阳 走了过去 夏阳 忙着呢 乍一见到薛凯到了 徐秋颖急忙满脸激动的 推了推 还在一旁愣神的刘子良 拉着他 赶紧起身凑了上去 快去 那个就是给你交了 五千块钱的大老板 刘子良也是头一次 见到这位县里的土皇帝 心情不由地激动了起来 终于见到真人了 急忙将徐秋颖 拽着他的胳膊甩开 甩了甩一头黄毛 让自己看起来精神了不少 只一眼看到 那辆破二手越野车 豪横的888车牌 立刻就确认了对方的身份 铁定是那个土皇帝薛凯无疑 他立刻就跟了过去 工地里 徐夏阳见到车来的时候 就已经收拾好了 赢了出去 对他而言 还是那句话 不会觉得害怕他 笑着走到门口打招呼 凯哥 人在这呢 你看 说话的功夫 刘子良已经从一旁走了上来 激动地压着笑意 老老实实地认大哥 薛哥 我 我叫刘子良 您叫我黄毛就行 谢谢您到五千块钱 薛凯听到他搭话 心里已经激动得不可自已了 终于迎来了给儿子报仇的机会 但他可不想做什么违法乱计的事情 那样 反倒是把自己搭进去 还连累了儿子 这回 他可要玩典雅的 当即做出一副微微惊讶的样子 笑着看过去 哦 我知道 夏阳的妹夫吗 没事 年轻人冲动了点 都会犯错误 以后小心点就是了 那五千块钱没事的 我正好 和你们那个市场管理的赵 赵 什么玩意来 见过几面 看他面子 不用还了 刘子良一听这话 更是激动得连连点头 赵刚 刚哥对我一直也挺好 刚哥对您也是特别尊重 一直跟我们提起过 就是没机会见面 薛凯笑着白白手 我一个大老粗 就是干土方的 没什么好见面的 说着 他更是一副责怪的样子 看向徐夏阳 夏阳你看你 不就是五千块钱吗 一个小忙吗 这还犯得着 非得让你小舅子 当面说声谢谢啊 把我当外人 徐夏阳文言也是一阵哭笑不得 要不是薛凯发话 请他帮个忙 自己可是绝对不会掺和到 这小黄毛的事情里的 凯哥 不是 我不等他解释 徐秋颖就着急的抢先开口 那个薛哥 是我让我哥给您打电话的 我想着 五千块钱 怎么也得还给您啊 不过既然您不要钱 那不行就让子良跟着您 给你打工 用打工的工资还钱 您看这行吗 刘子良也是急忙点点头 对 薛哥 我什么活都能干 啥事都愿意干 眼看薛凯犹豫了 他也是心急 生怕错过这个机会 急忙把底牌都亮了出来 那个 我家马上拆迁了 有本钱 我听说您是干大生意的 我可以跟着您帮忙 拆迁下来有几百万 我也能帮您处理点小工程什么的 一边说着 他也是连连笑着上前讨好 薛哥 您那五千 我肯定加倍还 您带带我干点小工程啥的 我能还您五万 哦不 五十万 那要不就试试 薛凯做出一副为难的样子 似乎也是犹豫再三 才决定要收下这个小弟 话音刚落 徐秋颖倒是反应更快 急忙戳了戳一旁的小黄毛 眼里掩饰不住的激动 刘子良也是大喜过望 笑得嘴都合不拢了 连连点头鞠躬 大哥 以后我就跟您混了 你让我往东 我绝对不会往西 一切都听大哥的 薛凯也是好似被感动了一样 大笑着点点头 连连在 得拍打着小黄毛的肩膀 好 我就喜欢你这种 有胆量 有志向的年轻人 那今天是我兄弟 第一次蹲居刘刚出院 真应该摆一桌去去晦气 走 跟大哥晚上喝酒去 大哥安排 一听这话 刘子良更是如获新生 差一点就要感动得鼻涕 一把泪一把了 当场真情流露 自己当了这么多年不良学生 街头混混 为的不就是这一天吗 能够跟上一个真正的社会大哥 做体面的大买卖 大工程 以后他也是人上人啊 当即激动的用力点头 哎 大哥 都听大哥的安排 徐夏阳看着薛凯 对那小黄毛还真挺器重 心里倒是没什么不舒服的感受 反而松了口气 只要能让这小混混 和那个白眼狼妹妹远离自己 随便他们飞黄腾达也好 还是鸡犬升天也罢 都和他没什么关系 他只想老老实实读书 考上大学 离开县城 看看外面的事件 薛凯这时候 招呼着小黄毛上车 更是给自己点起一根烟 手都止不住的微微颤抖 下意识地看向 站在工地闸门里面的徐夏阳 夏阳 要不你也跟着去 晚上喝点 一块玩玩 随即目光也落到了一旁的徐秋颖身上 犹豫了一下 弟妹吧 这是 能说回到 羡慕我这弟弟 娶了这么个好媳妇啊 晚上吃饭 要不你跟着去一块看着他 面对社会大哥的邀请 徐秋颖多少有点动心了 可目光瞥到 早就喜滋滋跑到车子边上 等着的刘子凉 他还是笑着摇了摇头 连连摆手 不了不了 哎呀 家里还有好多事呢 薛哥你们去就好了 我就不跟着了 徐夏阳脸上表情如常 同样摇了摇头 轻笑一声 不了凯哥 你知道的 我晚上还得摆摊 前两天不说了 司机班这些日子 拉土方早出晚归 还让我给准备宵夜吗 薛凯文言 笑着拍了拍脑袋 走 忘了忘了 瞧我这记性 行 那就改天 这以后都有的是机会 说着 立刻叼着烟卷 回身向车子走去 刘子凉站在车边 早就等得着急了 看见薛凯走过来 更是直接把烟屁股扔到地上 狠狠踩了两脚 笑着点头哈腰的 大哥 目光压根看都没看一样 停留在工地门口的兄妹两个 薛凯点点头 直接招呼他上车 弟弟 两声喇叭 车子一脚油门急迟而去 很快就从兄弟两个视线里 消失不见了 徐夏阳如释重负 终于摆脱了那小混混 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自己也该回去食堂吃饭 准备中午出摊了 因为每次收摊的时间都很晚 吃饭不规律 所以孙叔和好姨那边也改了时间 提前做饭 让他中午和晚上先吃了饭再去摆摊 这样就方便多了 他刚转身 门口 徐秋颖却是再度开口叫住了他 哎 哥 徐夏阳眉头一皱 无奈地回头看过去 还有事 别忘了刚说的 以后互不打扰 好不容易借这个机会 还了薛凯的人情 还能彻底摆脱妹妹和小黄毛 他可不想再有什么纠缠 徐秋颖见状 倒是不以为意 别了别嘴 我以为你说气话呢 怎么样 以前你看不上子梁 现在子梁都能跟大老板混了 有出息吧 我就说你不了解他 你就是偏见太多 见不得人家子梁好 他也是很多优点的 徐夏阳听到又是这一套 直接懒得搭理他 扭头就走 可徐秋颖却是不死心 隔着工地大门仍旧喊个不停 我二十八结婚啊 半婚礼 在子梁家摆酒席 你要不要去啊 不去可别后悔啊 等以后我们家拆迁款下来 那可就是百万富翁 子梁跟大老板赚钱 以后也是大老板 你现在回心转意 说句软话 等子梁当了大老板 可以让你来我们家打工啊 眼见徐夏阳压根没有回头的打算 徐秋颖直接冷哼一声 读书你比不过我 赚钱你照样比不过我 继续摆摊卖你的闸串吧 一辈子你也就是个摆摊的了 我们家以后可是做生意 开公司的大老板 说完 他同样直接扭头就走 毫不留恋地离开工地 徐夏阳一脸平静地回到工地食堂 简单洗了八脸 擦擦手走了进去 餐桌上 孙叔他们两口子 早就把热壶饭菜准备好了 放在那里等着他吃了 他也早就习惯了 毫不客气地坐下来大快躲移 争分躲秒地吃完饭 还要赶紧准备出去摆摊赚钱呢 郝玉霞这时候 却是在老伴的窜桌下 拿着一瓶汽水走了过来 笑着坐下 夏阳啊 你也别伤心 这你以后读书考上大学了 肯定比那个小混混有出息 你这么聪明 怎么可能一辈子摆摊呢 以后你也开公司 开小吃公司 雇员工摆摊 你当老板 对不对 别和你妹妹生气 他也都是气话 说了也不算数 徐夏阳摆脱了妹妹 和那小黄毛的纠缠 本来正是心情大好 乍一听到郝玉这亲切的关心 还有点发忙 嗯 郝玉 你咋了 你俩要回老家呀 怎么突然说得这么伤感 郝玉霞文言 更是满脑子问号 啥玩意 我要回老家 你和你妹妹 刚刚在门口吵架 我们都听见了 我是怕你被那些气话伤到了 你 没感觉 徐夏阳刚明白过来 瞬间哭笑不得 能摆脱妹妹和小混混 马上就要回学校读书了 她高兴 都还来不及呢 伤心什么 好姨 我像是那么脆弱的样子吗 别说他们一家 还没拿到拆迁款 就算拿到了 就算是现在跟着大老板 去当小弟了 那和我有啥关系 我巴不得他们离我远点呢 豪爽的做派 的确不像是伤心生气的样子 郝玉霞瞬间松了口气 同时更是满眼埋怨地 回头看向老伴 我就说嘛 夏阳这孩子那么乐观 怎么可能就这几句话就伤到了 都是你孙叔瞎猜的 我们夏阳以后考上大学了 也开公司当老板 肯定更有出现 孙德星正忙活着成菜出来 听到这话 也只能憨厚地黑黑一笑 连连点头 对 夏阳肯定有出息 徐夏阳看着这老两口 对他关心的样子 顿时一阵暖心 可对于妹妹那些话 他还真是没什么感觉 反倒是突然对好姨刚刚那番话 隐约捕捉到了什么 开公司 雇人摆摊做小吃 我也当老板 刺啦 挑好的闸串下入油锅 泛起一层细密的白色泡泡 在油锅里翻滚 徐夏阳若有所思 闸串也能当老板 等闸串的功夫 抬头看了一眼熙熙攘攘 热闹的夜市 这里大大小小 少说也有三四十个小吃摊位 其中最少有十个摊主 能够日流水一千块钱往上 能够在这工地外面的夜市 扎下根来 做了最少一年往上的 要么就毛利大 要么是量大 收入绝对比打工可观多了 但之所以摆摊虽然赚钱 却没有那么多人来做的原因 很大程度就是因为 摆摊还是有门槛的 有失错成本 不是所有人都和他一样 正好工友张强 有亲戚做炸串摊的 只花了一千五百买个车子 二百块钱 请工友们吃了炖炸串 就有师傅免费教他 把炸串这里面的学问 一点一点 一样一样 全都手把手地教会了他 更是免费把口味的秘诀 调料酱汁 还有油炸的时间火候 全都给他总结出来了 所以他才能上手如此之快 立刻就能成熟赚钱 日收过千 普通人 光是味道和炸串火候这方面 就要最少是错两礼拜 甚至一个月 对于很多人来说 一个月不赚钱 那都是无法承受的沉默成本 还要考虑摆摊的地方 人流量大不大 即便做好口味了 又能不能赚钱 太多太多的问题 要是有个人 也像是张志刚教他一样 教给所有想要摆摊的人 这些东西 那应该有很多人动心 出来摆摊赚钱吧 自己如果把炸串这一套手艺 还有技巧总结出来 卖给一个人 收一千块学费 不算贵吧 再如果 自己把小吃车和摊位 都准备好了 统一进货 只是招聘一群员工 来按照流程炸串呢 那要是一整个夜市摆摊的 都是自己的员工 自己是不是也能当老板 开公司 丁铃铃 油锅旁的定时闹钟响起 瞬间把徐夏阳的思绪 拉回了现实 他立刻手脚麻利地 将油锅里的炸串捞出来 按照顾客口味刷酱料 撒粉 慢走啊 好吃再来 徐夏阳看着所剩无几的材料 又是一天摆摊工作 临近尾声 熟练地收拾着炸锅 这个点了 按照经验来说 基本也就没什么客人了 不少摊主 也已经开始准备收拾着回家了 他则是把最后一点福根 全都在油锅里炸好了 撒上调料 拎着就去了马路对面 马大明的煎饼摊 马大明也是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 所以从来也不着急回家 正好摊两个煎饼 就着闸串 两个人喝喝啤酒 吹点夜宵 哎 夏阳 听说你妹妹那边要办酒席了呀 最近不少人跟我闹过 这两天 你妹妹可是和她那个婆婆 越吵越凶 就差动手了 说是婚车也不让请 录像也不让找 分闭不出 酒席你猜怎么着 连那流动百席的厨师都不请 专门就打算 自己在家做个两三桌 随便请请客就算了 马大明一口啤酒下肚 尝出一口气 哎 好好的一个考上大学的大学生 怎么就非要嫁给一小混混呢 想不明白 突然他眼前一亮 对着默默吃闸串的徐夏阳 继续开口 听说前两天是你介绍的小混混 去跟了薛凯了 嘖嘖嘖 有人在市里碰见过 说是渐天地跟人在KTV喝酒唱歌 晚上就去维多利亚广场吃饭 一顿饭都吃好几千块呢 过得这么潇洒 愣是没钱办婚礼 你信 反正我不信 马大明笑着摇摇头 长叹一口气 哎呀 这都说是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郎 你那个妹妹 脑子不清醒啊 说着 更是好似想到了什么有意思的 急忙抬起胳膊对了 对没反应的徐夏阳 还有结婚礼服 你没听说吗 你妹妹那个婆婆真抠门 你说礼服买不起 还不能租一套了 不 说是你妹妹到她家之后 买了好几件新衣服 让你妹妹结婚的时候 就穿买那套红裙子就行 说什么 反正都要生孩子了 买礼服以后 胖了也穿不下 你听听 这说的都是人话 马大明聊起这话题来 显得很是嫌弃 呸 活不起的玩意了 就算是再看不上媳妇 那扮得这么寒酸 还不是丢自己家人了 那其他人笑话的 能是你妹妹 还不是笑话她老留家 要我说啊 你妹妹也就是不听劝 但凡听一点话 哎 但凡她要是我妹妹 我立刻就让她把孩子打了 绝对不能嫁给这种人家 她说了半天 口干舌燥 一瓶啤酒都干进去了 很是气愤 可一旁的徐夏阳 却是始终毫无反应 愣是没有半点回应 顿时给她整得不当不正的 那叫一个难受 直接把酒瓶子放下 推了推还在发呆的徐夏阳 喂 你小子困了是怎么着 说这么多 你一点反应都没有的 徐夏阳愣了一下 反应过来突然开口 马哥 你说我能当老板吗 马大明刚要喝酒 一听这话 瞬间猛住了 满脸疑惑地看向徐夏阳 你当啥老板 你就真一点不关心 徐夏阳无奈一笑 心里也同样无奈 马哥啊 你说那些 但凡脑子正常的人 谁不知道 我妹妹她自己过得不好 她自己不清楚吗 从发现苗头的时候 我就开始劝 都恨不得把她锁家里了 她都能敲开门锁 跟她小混混出去玩 现在 她要是不愿意嫁了 直接就走了 该离婚离婚 该打胎打胎 谁能拦着她 她要真那么做 我这个当哥哥的 就说是豁出去这条命 我也要保护我妹妹 绝对不能让她受一点委屈 那她现在 自己就非愿意 和那样的人家成为一家人 咱们能有啥办法 说着 徐夏阳更是抬手 指了指不远处 马路上的一滩褐色印记 那 十几天前那小黄毛 就在那把人捅了 我妹妹当时是帮腔的 你说 那要是你妹妹 你敢在她不想离婚的时候 去耽误她 和那小混混结婚 小心人家两口子 才是一条心 到时候背后给你一下 当面给你一刀 你能比三个工人家 一起都厉害 马大明听到这话 也是仔细扎默了一下 随即嘿嘿一笑 那的确是比不上 还是保命要紧 我就那么一说 他自己选的 过得好不好的 关我啥事 不聊了 说说 你那个当老板的想法 徐夏阳见到他变脸这么快 也是哭笑不得 不过 他现在还正缺个人 好好聊聊自己想到的 当老板的事情 马哥 这事儿 我还只是个想法 你说 要是有人花一千块钱 请你教他摊煎饼 你愿意不 要是我能拉来十个人 一百个人 你能赚多少钱 马大明仔细听了徐夏阳的想法 整个人也是抖擞精神 眼貌精光 教人摆摊 收败师费 你这想法行啊 摊煎饼 那有什么难的 跟我来干两天 保准啥也会了 挑一个好地方 不少赚钱 徐夏阳喝了口啤酒 笑着点头 对 就是这种想法 但说不能这么说 你要说这东西好学 但也难学 只有跟着你学 才能做出好味道 你还要对外宣传 告诉他们 你摆摊一天能赚一千块钱 一个月最少赚三万块钱 这样 就会有更多的人 来找你学摆摊了 经过两天下来的思考 他脑子里 已经逐渐有了 整个创业开公司的雏形 自己也要当老板 首先 就是要把信得过的 这些手艺成熟的摊贩 聚拢起来 他们就是自己以后 开公司的基础 是赚钱的摇钱术 夜市里认识的这些摊主 都是他的资源 然后 就是想办法宣传出去 让更多人知道 可以跟他们学摆摊的事情 当然 学员的学费 他一定是和这些摊主 按照某个约定比例分配 保证双方都能赚到钱 这才是一个良性循环 才会有越来越多的摇钱术 愿意加入进来 马大明此刻跟着激动起来 你连连点头 展开说说 那咱们怎么吸引更多的人来学摆他啊 你小子的脑子 是我见过最聪明的 肯定是已经想好办法了 对不对 徐夏阳看着马大明 那一点期盼的样子 尴尬的挠挠头 我也没想好 但这法子肯定行 马大明刚刚燃烧起来的 一颗创业心 瞬间熄灭了一半 同样头疼地揉了揉太阳穴 不过开始乐观地开口 没事没事 法子是好法子 那就肯定能赚钱 你说这么简单的思路 我摆了这么多年小吃摊了 怎么我就没想到的 一句话 直接就点醒了我啊 看着徐夏阳还有点失落 他则是大手一挥 直接端起酒瓶碰了一下 哎 别气馁 你既然有脑子 能想出这么个赚钱的好办法 那就一定能想到 怎么宣传 怎么赚大钱 我听过有句话 怎么说来着 说这个人啊 永远赚不到自己认知之外的钱 对 就是这个意思 说着 他拍了拍徐夏阳的肩膀 抬手指向夜市里其他小吃摊 你看看 比起我们这群人来说 高中都没读过 你读过 你脑子就比我们灵光 我们呢 只懂得埋头苦干 只知道努力劳动就能赚钱 出体力了 肯定就要回报 干了这么多年 他们这里面 那个来张头 夫妇俩干了十几年呢 现在还是卖肉夹馍 你看我们认知 不到你说的事情 就赚不到你说的这个拜师的钱 都想着什么呢 从来就没有你说的这个思路 你努努力 马上要回去读书了 考个大学 学习到更多的知识 打开眼界 说不定就能彻底完善 你这个想法了呢 到时候 别忘了带你马大哥一块赚钱啊 马大明笑嘻嘻的跟徐夏阳打去 神秘嘻嘻的挤眉弄眼 你放心 这个创业思路 马大哥帮你保密 绝对不告诉别人 徐夏阳见状 也是笑着跟他碰杯 心里彻底释怀了 行 马大哥你等我 我一定能想到办法 到时候开大公司 当老板 再也不用这么风吹雨淋的摆摊了 我到时候 让你到公司里当经理 还有孙说 好姨 我师父 张强他们 全都去公司里上班 都当大老板 略显幼稚的豪言壮语 一开口 换来俩人彼此坦诚的豪爽大笑 虽然这一刻 还是坐在马路边上对平吹 但徐夏阳心里 却已经遇见到了多年后 能带着这群老大哥 出人头地的辉煌画面 一定要读大学 增长见识 再不计 也要出去见见世面 事实上 这个创业的念头 还是他从好几个人的话里 总结出来的 萦绕在脑海里好几天了 突然具象化了 先有何勇 他们三个夜里的语重心长 叮嘱他不能摆一辈子 闸串摊 要目光长远一点 从那时候起 对于摆摊这个想法 他就有了一丝丝动摇 而且 他也不想一辈子 都只是个摆摊的 赚看得到的这点钱 在有前两天好姨 为了劝说他 无意之间说出来的那句话 彻底点醒了他 摆摊怎么了 摆摊照样可以开一个摆摊公司 雇人摆摊 自己当老板 直接打开思路 为他打开新世界大门 徐夏阳脑子里突然蹦出来 这样一个完整的商业模式 可碍于见识的浅薄 眼界的狭窄 一时半会的 他根本没有如何开展创业的思路 更是没有开公司的本钱 而且 马上高三就要开学了 自己回去读书 高中学习节奏那么紧张 肯定也没有精力 来忙活开公司的事情 甚至于正如马大明说的那样 就连怎么才能把这件事情 宣传出去 就能对酒消愁了 匆匆吃完夜宵 收拾了摊子 回去睡觉了 创业未败没有预算 暂时搁浅了计划 眼下 反倒是快到了高三开学的日子 很多东西都还没落实 显得有点手忙脚乱的 更多是不知所措 徐夏阳算计着日子 已经到月底了 27号了 关于开学的事情 他也要提前操心才行 需要准备什么 怎么报道 都要提前找学校老师了解一下 所以 干脆休了一天班 回学校去了解一下情况 有了一个月前的经历 这次 也就轻车熟路了 直接和门卫大爷打了声招呼 就直接去了教务处 砰砰砰 徐夏阳站在门口一敲门 笑着开口 李老师 有时间吗 李娜正在办公桌后面 忙活着收拾学生开学的文件什么的 一听到声音 这才发现门口来了个人 一看到是徐夏阳 瞬间眼前一洗 哎呀 是你这孩子 一个月了 怎么才过来啊 快进来 幸亏你早来了两天 要不差点坏的事 徐夏阳心里咯噔一声 不由的紧张了几分 急急忙忙走了进去 怎么了李老师 是有什么问题吗 我回来读书的事出状况了 李娜也没回话 只是急匆匆的低头 从抽屉里翻出来一张纸条 还有一份协议 直接一股脑的塞到了他手里 别问那么多 你先去这个地址 找这个信你的主任 把你这个协议签好字给他看 他那边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快去 别耽误了 处理好了赶紧回来 砰砰砰 你好 徐夏阳迷迷糊的拿着地址和申请表 马不停蹄地来到了上面的位置 是一个机关大院 门口的牌子上写得清楚 是县里民政局 他以前只是在学校里读书 休学就在工地上打工 从来没接触过这些县里的机关单位 时间久了 虽然他没来过 但心里总也有点紧张 门刚敲响 隔壁的办公室里 却是突然说说笑笑 走出来一个拿着一堆文件的白衬衫年轻人 直接笑着走到他身边 看了一眼拿过文件 进来吧 徐夏阳看着文件被对方拿走 心里就更加忐忑了 一边往里走 一边解释自己的来处 我是那个县义中证教处 李娜老师让我过来的 戴着黑矿眼镜的白衬衫 年轻人拿着文件坐到桌子前 仔细看了一遍上面的信息 打开电脑熟练操作 看着徐夏阳拘谨地站在那里 他直接笑着指了指对面的凳子 先坐一会吧 这系统有点慢 等一会没事吧 徐夏阳急忙摇了摇头 心里反倒是有一股暖流 没想到对方不是工友说的 那么凶神恶煞的难缠 反而还挺有礼貌 一抹笑意不由得涌上心头 没 没什么事 我今天休息 特意去学校看看手续 把事情办一办 那李老师他就让我过来 送个文件 对了 说是让我找李主任 我问门卫 说是在这个办公室 戴眼镜的白衬衫男 见他说话紧张 也笑着开口 没事 李主任今天去市里听课了 这不影响 你的资料 你们学校那边前段时间统一报过了 就是插着一页知情书 需要你本人过来确认一下而已 我给你归档了 这下等你开学 学费方面 这边会每年补助5000块钱 等你考上大学的话 还需要再来一趟 以你的情况 是可以申请大学贫困补助的 到时候 带着你学校录取通知书 还有你本人的身份证 银行卡 户口本 大学四年也是同样的 每年开学前几天 也就是8月底这几天 会有5000块钱 直接打到账户上 专门用来支付学费的 说着 他双手在键盘上 熟练的一阵操作 随手从桌面的文件夹里 抽出来一张粉红色的宣传纸 放到了桌面上 刷刷刷 写下了一串号码 和自己的名字 我叫周可 这是我电话 这个是最新的贫困补助政策 你可以收拾好 等高考结束 确认录取之后 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 到时候找我申请 好了 办完了 可以回去了 徐夏阳看着周可推过来的 那张粉红色的宣传纸 一时间有些恍惚 办完了 这么快 惊讶之余 更多的却是如释重负 一年5000 那这不就意味着 他小心地将那张纸叠好 塞进口袋里 一时间也不知道 还能多说什么 哎 谢谢 眼看对方也没什么别的事情了 他当即就准备起身离开 虽然短短几分钟 可他竟然不知足不觉地 出了一后辈的汗 上一次这么紧张 还是跟着赵老师去教务处 问自己能不能回来上学那次 实在是没怎么办过这些事情 徐夏阳从办公室里出来 一身轻松 回想起来 反而还感觉有些哭笑不得 是自己在脑海里 提前把这件事想得太凶神恶煞了 正当他和门卫大爷笑着点头打招呼 走出大门的时候 背后突然隐隐约约传来一阵呼唤声 徐夏阳 等一下 徐夏阳听得出来 是刚刚那个年轻大哥的声音 立刻停下来驻足回看 只见周可急走两步拉来到身后 又递给他一张纸条 你去选法院找政府处长 那边正好有事找你 快去吧 别耽误了 说是联系不上你 去你家没人 你没事的话去一趟吧 尽快 说着 同样没有丝毫解释 再度急匆匆回了办公室 徐夏阳手里 捏着今天收到的第二张纸条 同样只有一串地址 和一个人名 一时间感觉云里雾里的 哭笑不得 这怎么自己不找事 是也从来不找自己 头一回感觉自己这么重要 那么多人都要他去一趟 之前的生活 就好像是与世隔绝了一样 从来没这么多事牵挂 不过他也不敢耽搁 左右还有些时间 立刻马不停蹄地 直奔两条街外的选法院 站在法院门口 他同样一阵无奈 这地方他也没来过 一样的流程 找门卫登记好了 立刻按照指示上了三楼 刚到走廊里 突然就看到几个熟悉的面孔 同样一脸茫然地 坐在外面的椅子上等候着 乍一见到他 一个跟他年纪差不多的 微微胖男人 宠他招招手 夏阳 你也收到消息了呀 徐夏阳寻声看去 眼里不由的几分惊讶 长海 老葵叔 六哥 你 你们也来了 那这是 坐在办公室门口椅子上等待的 全都是之前矿场家属院的老邻居 不过早就因为迫于生计 各奔东西了 平时也就偶尔上下班回家 能遇到 要不大家一般也不拒 基本上 他们每家都有人死在三年前那场矿难里 看到彼此 很容易想起彼此失去的亲人 长海无奈一笑 并没有什么激动或者愤怒的情绪 说是三年前那个矿主抓到了 已经在清查资产 遣送回国了 通知咱们过来 说是有什么事 其他人也都是一脸的平静 无喜无悲 徐夏阳乍一听到 那矿主当真被抓到了 也是一阵恍惚 本以为自己会愤怒或者开心 可心里却是一阵麻木 三年了 当年爸妈死的时候 自己伤心 愤怒 哭过闹过 但根本没什么用 现在突然收到消息说 是人抓到了 马上要遣送回国了 心里竟然只有松了口气的感觉 很快 那位政府处长 就带他们一起去会议室开了个会 还有专门的人员进行拍照 记录 这次请大家过来 一方面是通告罪犯的最终处理结果 没收个人财产 无期徒刑 另一方面是叮嘱大家 名单上还有几个受害者家属 至今联系不上 如果有认识的 还请互相通知一下 下个月也是今天这个日子 月底27号 所有受害者家属 拿着户口本和身份证 再来一次登记打款 目前的追赔标准 还要等犯人资产清算完毕才能定 下个月也是先让大家登记一下 赔付对象 还有很多流程要走 总之 下个月的27号再来一次 麻烦大家了 话音刚落 会议室里立刻七七喳喳 一文纷纷 徐夏阳却是两眼无神 一时间有些恍惚 抓到了 徐夏阳从法院那边得到消息 整个人都是猛的 时隔三年 抓到了当初的矿主梅老板 可他们这些受害者家属 早就物是人非了 散会之后 有人开心 有人默然 赔付多少金额 还不清楚 可对于徐夏阳这样的受害者家属而言 失去父母的痛苦 人生轨迹的改变 又岂是一点金钱就能弥补的 但这些是怎么发展 他却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 只能默默将这件事记在心里 还是要回学校 去处理的入学的事情 赔偿款没拿到手 那就不算是自己的钱 更何况外逃三年 梅老板手里 还能清算出多少资产 没人说得清楚 只能等 所以 他也没打算 现在就放弃掉 继续摆摊卖闸串的生意 还是要继续赚钱 为以后做打算 等他回到学校 教务处那边 李娜也已经都整好了文件 随手让他填了几个表 仔细核对之后 长出一口气 好了 学校这边研究 那 借毒费给你减免一万块 贫困补助会直接给你 打到食堂的饭卡上 在学校食堂免费吃饭 不用花钱 明镇贫困补助那边 有五千的金额 直接折算到戒毒费里 这样一算的话 9月1号开学 你还需要出一万五千的戒毒费 当天 还是直接过来教务处就好 我会安排赵老师 带你去班级的 说着 李娜再度看向徐夏阳 目光里也有几分同情 一万五千 有困难吗 距离开学还有几天 我们老师这边 可以帮你想想办法 徐夏阳听着最后的金额 摇了摇头 没困难 谢谢李老师 开学的时候 我会按时来交钱的 那个我就读一年 校服和课本什么的 能不能李娜点点头 自然也明白 他要说什么 课本没改 你家里有的话 还可以继续用 校服 你也不用操心了 既然回来读书 那就努力点用心学习 希望一年后 你能考上一个好大学 徐夏阳松了口气 笑着点点头 谢谢李老师 经过一天的折腾 虽然不全都是学校的事情 但总算也是彻底解决了 回来读书的问题 自己存了三万两千多块钱 等足额交了戒毒费 还能剩下一万七千 再加上这几天摆摊的钱 凑一凑能有正好两万块钱 终于手头宽裕了一点 但他心里明白 戒毒费在政策上 肯定不止三万 赵老师那天躲躲闪闪的 还特意支开了自己 肯定是替自己垫付了一部分钱 要是自己手里没钱 兴许这份好意 他也就咬着牙接受了 但现在自己摆摊存了一些钱 还是要找机会还给赵老师的 徐夏阳在外面跑了一天 回到工地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下来 他今天休息 所以干脆也就没出摊了 早上也没进货 没什么可卖的 索性就跑去马大明的摊位前帮帮忙 顺便找人念叨念叨这些事 要不自己一个人憋在心里 反而不好受 马大明熟练地摊着煎饼 听徐夏阳说着自己这一天的遭遇 他倒是乐观得很 看开点 人已经没了 现在能赔钱就很好了 不过你可小心点 别让妹妹听了消息 到时候回来分钱可是免不了的 虽然户口迁走了 但也保不齐会闹事 你也应该多为自己考虑考虑 自私点没错的 徐夏阳替他打包好 递给顾客 对于这事倒是没什么好担心的 户口他已经迁走了 人家法院说了 按照户口本去登记 这不赖我 爸妈留下来的存折 我也给他了 这赔偿款本身也和他没关系 我现在就是担心 回去读书了 晚上还能出摊 中午咋办 中午不摆摊 一天少赚五六百呢 马大明趁着没人来的空当 铲了铲锅上的玉米糊 皱着眉头思考起来 中午 我倒是认识一个人 只能上白班 不能上晚班 正跟我念到想 找个中午两三个小时 能赚钱的活 要不 我给他打个电话 白班 晚班 徐夏阳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 当年矿场上班的时候 爸妈也会分早晚班的 只是他没想到 摆个摊也可以分成早晚班来安排 不过 他心里还是有点犹豫的 毕竟当初张志刚肯把摆摊 这个活交给他来干 两个人也不存在冲突 可如果自己现在交回另外一个人闸串 还让他用自己的闸串车做生意 那万一 对方另起炉灶 自己岂不是可能会被挤掉了 马大明见他没有立刻回答 心里也就猜出个七七八八 当即无所谓的摆摆手 嗨 我就那么一说 这事儿确实是欠考虑 毕竟县城就这么大 他也没个稳定工作 就是晚上给人跑车送货的 说是什么 干物流的 万一他学会了 也过来摆摊 工人也吃习惯了他做的 到时候 我这不是害了你吗 徐夏阳点点头 确实有些犹豫 这确实是个顾虑 但有一件事 我那天跟你说的 收败是费 交别人摆摊的生意 其实也很难避免 别人在咱们这夜市里抢生意 一时半会 咱们也没想到办法 把交人摆摊这事宣传出去 要是这时候 先交出来一个人 让他做出成绩来 然后再去向更多的人介绍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宣传方法呀 马大明文言 眼前一亮 你别说 有道理啊 我要给你介绍 那人是我老乡 他现在就是晚上 给人做物流送货 一个月六千来块 跟他一起的那些人有不少 都想找个第二份工作做做 最好还不耽误他们 做物流送货 要是他学会了 还赚到了钱 保不齐真能给咱们 拉几个人过来学摆摊 少说赚个一两万 不成问题啊 然后学徒再带学徒 越干越大 一边摆摊 还能一边赚钱啊 说着 他还是有些谨慎地 看向徐夏阳 那你就不担心他学会了 直接断了你摆摊的财路 徐夏阳眼里头 一回露出一抹拼搏的镜头 怕什么 畏首畏尾的 什么时候能当老板 再说了 咱们可以签合同啊 让他们保证学会了 不在咱们当地做这个生意 要不就赔为月经 合同这玩意威力大 一告一个准 这就不用担心了 你联系他 要是愿意的话 明天就让他来 跟我一起出探 开学前 我能把他教会了 到时候卖的钱 他拿大头 我就收个原料的成本费就行 而且 闸串着生意 调料才是关键 师父教我的调料配比 我可没说 也要一起教给他 秀 啪 碰 碰 一大早 白色的大头小货车 从批发市场方向回工地 落过棚户区的时候 两道礼花上天 紧接着一阵 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远远的可以看到 那边胡同里 似乎一群五颜六色的人头晃动 热闹得很 好像正是那天 去夜市上收管理费的 排骨精小混混们 宋大伟好奇地探头打量着 脸上也跟着带上了 喜气洋洋的笑意 今天有人家娶媳妇啊 挺热闹啊 看着 小哥 你天天都这么早去进货啊 徐夏阳看着 棚户区那边的李花 和热闹场面 心里毫无波澜 他当然知道 是谁结婚 倒是没想到 那小混混一家 抠门城那样 还舍得放李花 你要说他大方吧 也就放了两个二踢脚 实在是很难平啊 总之 是好是坏 都是徐秋颖自己选的 要死要活 也要嫁过去 今天大喜的日子 自己也懒得说什么 点点头 是啊 早上进货批发价 便宜还新鲜 要是你以后 回老家自己摆摊 就可以赶早上这时候 去你们那边早市逛逛 注意事项 也就是刚刚在市场里 我说的那些 今天就是带你熟悉一下 以后进货的事 不用你操心 我找了人帮忙进货 你就负责中午出摊就行 香料和调料什么的 我也会准备够亮的 你直接用就好了 宋大伟点点头 默默记下 徐夏阳最后看了一眼 后视镜里 欢欢喜喜的结婚队伍 她马上就要 回去读书了 和三年前戏剧性的相反 这一回人生轨迹 又发生了变化 妹妹本来应该这几天 收拾准备去省城读大学的 快要报到了 但现在却是嫁给了 她爱得死去活来的 那个黄毛小混混 自己决定了 自己人生的未来走向 而自己 却是费尽力气 从社会的泥沼里爬出来 准备重新回到学校里读书 考上大学 迎接自己人生的改变 能重活一世 她绝对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只会大步向前 找回属于自己的人生 徐夏阳按照计划 连续三天中午 带着宋大伟一起出摊 让他打下手 一点点摸索 学会了扎串的火候和技巧 逐渐做得熟练了起来 很快 俩人也在马大明的见证下 签了合同 也算是正式了起来 这次免费教学 不收拜师费 合同约定 中午摆摊的利润归宋大伟 摆摊用的原材料成本 同时需要他来承担 这样一来 徐夏阳接下来一年 就相当于无本经营 虽然损失了中午的营业额 但也挽回一些损失 同时为创业打下一点点铭气 合同里同样对另立门户做了约定 学成之后 宋大伟不可以在本地县城摆摊 卖一样的扎串 香料和调料配比属于商业机密 如果回老家摆摊有需要 可以从徐夏阳这里进行统一进货 只收成本价 暂时不对外售卖 宋大伟本身也是个憨厚老实的人 自然没什么意义 中午出摊的任务 也就移交到了老宋的手里 徐夏阳月底最后一天去了一趟银行 这些日子摆摊赚了五千多块 他又取出来一万块 正好剩下两万两千在存折里 等交完戒毒费 身上只剩下零零碎碎 加一起来一千块 得零花钱 他不用交书本费 也不定校服 吃饭不管在学校 还是回工地食堂都不要钱 剩下的 只有些学习用品的花销 身上的一千块 再加上后续摆摊的收入 足够了 安排好摆摊的事 他就只剩下全身心准备开学了 徐夏阳搬过来工地的时候 能拿的行李和证件 基本就都带全了 所以开学也不用特意回家 反正是走读 只需要提前把能用到的那些课本 都准备好 一同带去学校就行 正当他收拾课本 为开学做准备的时候 突然有人来敲门 周之海推门进来 随手拿了一本厚厚的报志愿指南 看到桌子上的书包 瞬间眼前一亮 哟 准备开学了呀 最近比较忙 一直没回家 昨天回去了一趟 正好把这志愿指南给你拿过来了 你可以先了解了解 看看哪些大学和专业感兴趣 提前打开一下眼界 说着 将那本志愿指南递到了徐夏阳的手里 徐夏阳兴奋地点点头 迫不及待地翻看起来 谢谢周经理 我都差点忘了这事了 只不过简单翻了几页 他就有些眼韵了 里面密密麻麻各种大学和专业的录取排名 看得他毫无头绪 眼花缭乱 只能无奈地咧嘴笑笑 满脸尴尬 我还是头一回知道 有这么多大学呢 要不是错过了三年时间 他应该早就已经读上大学了 现在才看到 自己两年前就本应能接触到的世界一久 心情倒是有些复杂 周志海笑着摆了摆手 一屁股坐到何勇的床上 谁不是头一回知道啊 报志愿之前 普通家庭的孩子 有几个知道自己想读什么专业 想去什么大学的 都是睁眼下 你就参考参考 提前有个了解就行 徐夏阳笑着点点头 一边看手里的志愿指南 一边好奇地向周志海 了解那些大学和专业的知识 每一个新鲜的名词 在他眼里都无比好奇 有些专业 他甚至不知道是学什么的 更不知道那些专业毕业了 能做什么工作 周志海也来了兴致 基本上有问必答 用自己公司里的同事们举例 让他知道 那些不同专业都是干什么的 两个人有问有答 聊得倒是乐此不疲 正说着 工地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呼喊声 夹杂着门卫秦大爷的驱赶 哥 徐夏阳 你怎么又来了 赶紧走 这施工的地方 闲杂人不让进 我找我哥 哥 徐夏阳 徐夏阳正开心地翻看着手里的报纸院指南 乍一听到这声音 心思瞬间顿了一下 下意识地抬头向外看去 他怎么又来了 那黄毛小混混 想要跟着薛凯混的事情 他也帮忙联系了 现在根本应该毫无瓜葛了才对 怎么偏偏在自己要开学的头一天 妹妹又找来了 看来 只要自己还生活在这个县城里 一时半会是没办法彻底摆脱妹妹的纠缠了 周志海见状 试探性开口 不想见啊 那我出去帮你打发了就行 徐夏阳最终还是没麻烦周志海 左右是自己的麻烦 躲也躲不过 只有考上大学离开这里 才能永远地摆脱了 他双手插着口袋 一步步走到门口 隔着推拉门 看到妹妹穿着那一身褪色的红裙子站在那里 并没有看到黄毛的身影 顿时微微皱眉询问 有事吗 不是说让你别来找我了 徐秋颖搓了搓手 咬了咬嘴角 眼角故意地看向旁边 闪躲着目光 我婆婆妈说 今天该回门 让我回娘家住 要不 不吉利 你把爸妈卧室要是给我下 我回家睡 徐夏阳听到这话 心里生起一抹烦躁 娘家 爸妈死了多少年了 没什么娘家 你也不用打爸妈卧室的主意 我是不可能让你带着那小黄毛 回去祸祸的 没事赶紧回去吧 以后我不住这儿了 你也别来找我 说完 毫不留情地扭头就走 哥 你到底咋了呀 他还没走远 徐秋影那略带委屈和哭腔的声音 就从身后转了过来 就因为我嫁给子梁吗 爸妈在的时候 咱们一家人多好啊 这三年 是 你也照顾我 怎么就因为我嫁人了 你就开始不待见我啊 跟我说几句话 也不行吗 家就不是我家了吗 爸妈的卧室 我只是想进去看看 这都不行吗 呜呜 说着 徐秋影直接蹲在地上哭了起来 徐夏阳几次 想要迈动脚步直接离开 可都有些抬不起脚来 无奈地长叹一口气 回头 看向蹲在地上哭个不停的妹妹 再度走了回去 徐秋影见到她回来 急忙抹了抹眼泪 再度站起来 哥 徐夏阳一脸平静地看着她 记忆里浮现的 全都是上一世被杀时候的模样 即便没有上一世 她也亲耳听到过 妹妹为了和小黄毛在一起 跟她说过的那些白眼狼的话 心里早就已经凉透了 大学9月5号开学 你还有时间 我会让好姨他们 明天把你的录取通知书带过来 晚上我出台卖闸串的时候 你可以过来找我拿 开学之间 你都可以来 报到迟到的话 大学那边就会退档案回员级 没有入学资格了 说完 压根不顾妹妹那慌张的表情 直接扭头就走 哥 我怀着孩子 怎么读大学啊 那我的人生怎么办啊 任凭徐秋影还想说什么 徐夏阳也根本懒得搭理她 禁止关上了宿舍的门 第二天就高三开学了 她需要一个最好的精神状态 一夜过去 叮铃铃 随着闹钟响起 早就穿好了三年前校服的徐夏阳 急忙从镜子前边跑过来 拍灭了铃声 随手拿起床上前一晚就收拾好的书包 深吸一口气 潇洒出门 凌晨六点 街上已经白茫茫一片了 随处可见穿着校服的学生 全都有说有笑的三两成裙 向着学校方向赶路 只不过路上的学生 全都好奇地打量着一个 和他们同行的怪人 一堆心智灰白校服之中 唯独一件和所有人都不一样的蓝白校服 斜背着双肩包 一脸开心地走在学生大军之中 叮铃 叮铃 徐夏阳正走着 背后传来一阵自行车铃铛声 他下意识地躲到马路牙子上 好奇回头 三个留着长头发的学生 一边吃笑着 一边从他身边路过 目光毫不掩饰地 在他身上打量着 笑得格外刺耳 不过徐夏阳倒是心态良好 不良学生而已 自己以前也没少见 更是没少打 只是如今的意中 估计除了老师 没人记得他了 高二的时候 就在厕所 把一群高三的不良学生 按在小便池里打 那一次之后 可是直到退学 都没人敢跟他叫板 还记得 爸妈下了班 还要被叫到学校赔礼道歉 他却执意认为 自己是为了替被欺负的 同班同学撑腰才动手的 死不认错 就不低头 当时觉得是挺酷的事情 现在觉得可笑 只是 三年没读书了 即便是当初的高一新生 现在也都高三了 肯定没人听说过他 徐夏阳紧了紧背包 加快了脚步 他是回来读书的 又不是回来惹事的 也没想过 会和什么不良学生有接触 有过被小混混同死的经历 现在的他 特别大度 很快 他也跟着学生群 走进了一中校门 学生放假前 就都已经分好了班级 所以 整个校园里的新生 全都轻车熟路地 找到了自己的新班级 开始跟认识的不认识的同伴 说笑着占领新座位 徐夏阳 则是乖乖地去了教务处 将自己准备好的 一万五现金 全都交齐 直接办了入学手续 然后老老实实地坐在椅子上 等着赵老师来捞人 叮铃铃 早自习的钟声响起 徐夏阳好奇地 从办公楼窗户向外看去 不远处的教学楼 各个班级的学生 基本都已经坐齐了 有的还在说说笑笑 有的已经老师到班 严肃了起来 三年前读书的记忆 如同潮水一般涌来 整个人脸上 都洋溢着一种期盼的光亮 李娜接了个电话 直接笑着看向徐夏阳 夏阳 高三四班 你赵老师的班 你认识路吧 自己过去好了 他正好在给班里调整座位 就别等他来带你了 徐夏阳文言 瞬间眼中放光 哎 好嘞 谢谢李老师 说着 立刻背上书包 就跑了出去 从办公楼到教学楼 轻浮过的陈锋 好似久违的青春气息 即便二十三了 他也仍旧觉得 没觉得 自己和这里有什么割裂感 路上 还能看到几个留着长头发 吊儿郎当跑去厕所抽烟的 不良少年 全都向他投来好奇 和震惊的目光 窃窃私欲 不过徐夏阳 倒是没意识到问题所在 经过这三年的日晒风吹 天天干体力活 原本有些轻瘦的学生 此刻可已经是二十三岁 又黑又壮的汉子了 再加上那特意为了 清爽梯的板寸 洗得发白的老实校服 裤腿还短那么一块 说他是老改饭 放出来的 都有人信 模样放在十九 二十岁的学生堆里 实在是太过于凶悍和扎眼了 徐夏阳一刻也不停 寻着高三班级的位置找去 很快就找到了 三楼角落里的四班 报告 他站在门口 一声清脆的报告声 刚刚还有些闹哄哄的班级 瞬间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一脸紧张地看了过来 有几个女生 更是连手里收拾书桌的动作都忘了 愣在那里 目光里多少有点害怕和紧张 教室后面 赵刚从学生堆里挤出来 满脸惊喜 夏阳 赶紧进来 我正给你安排地方呢 先给同学们做个介绍 大家好 我叫徐夏阳 祝大家都能考上一个好大学 徐夏阳站在讲台上 爽朗开口 主打一个真诚 可话音刚落 班里却是鸦雀无声 所有学生都看着他 大气都不敢喘 主要是 这玩意又黑又壮 还是个寸头 看起来也太凶了点 根本不像是学生啊 赵刚这时候 却是笑着鼓掌 开心得不得了 好 徐同学说得好 都已经高三了 大家就收收心 为了考个好大学 好好努力 听明白了吧 说着 他走上前欣慰地拍了拍 徐夏阳的肩膀 好 回来就好 你个子高 坐后排没问题吧 徐夏阳看了一眼 后排还有几个空位 顿时笑着点点头 没问题赵老师 你放心吧 他回到学校来 就是奔着努力学习来的 肯定不是为了偷懒混日子的 所以 坐在哪里无所谓 都不影响他认真学习 赵刚点点头 随即看向班里 皱皱眉头 那几个学生怎么回事 从报道之后点完名 人就不见了 你们先自习 彼此熟悉熟悉 我出去找找他们 不准闹太大声了 说完 当即点头示意徐夏阳落座 自己则是转身出了教室 去找那几个不省心的学生 徐夏阳也不搅情 背着书包 直奔后排靠墙的角落 另一边有窗户 容易被外面的事情 吸引了视线 导致分心 他更喜欢安静一点的 靠墙角落 心无旁骛 走到桌子前 他特意看了一眼 不论是桌面还是桌洞 都是干干净净的 不存在别人站坐的情况 他喜滋滋地放下书包 收拾起课本来 旁边的两个同学 乍一见到他 坐在那位置上 瞬间变了变脸色 那里是 噓 一个人刚要说些什么 却是突然被同桌拽住 目光示意他 不要多嘴 其他同学看到这情况 也全都叽叽喳喳 小声议论起来 然而徐夏阳却是毫无感觉 校园里这点声音 比起工地里 叮叮当当施工的噪音 可小多了 他早就已经习惯了 在嘈杂的环境里 做题和复习了 对于考上大学的渴望 促使着他 格外心无旁骛 在其他人 还无所事事的时候 徐夏阳已经拿出了 自己那一整卷的高考真题 开始对着答案 定证自己这几天做的卷子 一丝不苟地 整理真题和解题思路 很快就沉浸在了里面 碰 正当他认真解题 其他人也都在 嘻嘻哈哈聊天的时候 教室后门突然被人推开 几个长头发的学生 鬼鬼祟祟的 从后面溜了进来 刚准备回到座位上 一个长刘海遮眼睛的学生 就发出了一声灵魂疑问 伸手就去扒拉 认真做题的徐夏阳 草 你谁啊 谁让你 他话还没说完 突然整个人瞪大了眼睛 哽在原地 徐夏阳正解题呢 突然被打断思路 当即皱着眉头回身看去 仅仅只是坐在那里 就已经有旁边人 肩膀那么高了 干啥 他那晒了三年 骨头发亮的肤色 隐约可见 头皮的极致板寸 紧一开口 细皮嫩肉的长发男生 瞬间被吓得用力咽着唾沫 声音一下子降低了八个度 你 你好 这是我的 我的位置 徐夏阳目光上下打亮了他一圈 给他看得全身发毛 慌忙看向刚刚一起回来的 几个长发同学 寻求帮助 只不过刚回来的几个人 此刻看到徐夏阳那副模样 也全都小心地偏过头去 根本不敢惹事 你的位置 你身上来根笔都没带 书包呢 课本呢 啥都没有 你光坐在这位置上就读书了 咋的 跟我抢位置啊 此言一出 长发男生顿时被那凶悍模样 吓得都快哭出来了 他只是觉得上高三了 可以非主流了一点而已 压根都不敢 跟学校里那些打架的不良学生一起玩 更不要提 看起来好像杀人犯一样的徐夏阳了 急忙连连摇头 不 你 你坐 我坐其他地方就行 徐夏阳看了看他 突然意识到 自己好像语气太重了点 坐题的时候被打断 心情下意识烦躁了点 毕竟自己 可是比这群学生 大个三四岁呢 可别让老师以为 自己欺负小孩 当即也不说话了 冷着脸开始收拾试卷和课本 寻思既然人家说了 那就把位置 让给他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自己坐哪里 其实都是一样的 只要没有人再打扰自己坐题就行 然而 他这一步说话 那脸色铁青的样子 反而是差点把长头发男生 吓得尿失禁了 急忙连连摆手 不不不 你坐着就行 我 我找别的地方坐 说完 长头发男生 直接都快急哭了 急忙想要从教室里 再找一个空座位 可抬头看去 能坐人的地方都坐满了 唯一空着的 就只是和徐夏阳当同桌的位置了 他简直是欲哭无泪了 只能走投无路的 去找和自己一起回来的那几个小伙伴 想要跟他们换位置 然而其他人也早就看到了 徐夏阳那脸色铁青的严肃模样 配上那凶悍的外表 压根没人敢这个时候 去跟他坐同桌呀 索性都开始装死推脱 根本不肯换座 正当他都快急哭了的时候 赵刚皱着眉头 从外面回来 陈海 你干什么呢 我到外面找你们几个一圈 回来了还不赶紧坐下 开个班会 赶紧坐着 没有比你能嘚瑟的了 哪来那么多臭毛病 听到赵刚的训斥 陈海简直都要哭出来了 全班更是向他投来了可怜的目光 亲眼看着他 一点一点挪到桌子旁 和徐夏阳坐了同桌 徐夏阳倒是没什么感觉 既然人家又不让他搬走了 他也懒得折腾 继续对着真题试卷开始做题 至于班会 无非是一些强调纪律的问题 并不是他关心的 一场早自习下来 他也定证完一套真题 看着试卷上116分的成绩 徐夏阳露出一点笑容 这才开始像样了 陈海面前的桌子上空荡荡的 做了一整个早自习 他也看着徐夏阳一丝不苟 得定证了一早上的错题 那副认真的样子 反而打消了几分他心里的畏惧 小心翼翼地开口试探询问起来 大哥 你之前在哪个学校婚啊 我以前 就在意中 徐夏阳一边准备下节课用的课本 一边漫不经心地回应着 实则思绪有些闪回 三年前 他也是刚被分配到赵刚班上 还被相熟的同学起哄当了副班长 班长是一个扎着高马尾的 大脸盘子女孩 然而 刚开学也就过去一个月 矿上就出事了 那天诈矿的声音特别响 学校里也都听得见 玻璃窗都跟着嘎啦嘎啦地响 所有同学都还在开玩笑呢 就看到老师和学校里的几个领导 神情严肃地 把包括他和正班长在内的几个同学叫了出去 后面 就是谁也不愿想起的往事 陈海一听他这遭遇 瞬间瞪大了眼睛 哦 大哥你复读生啊 厉害厉害 我高二的时候 和高三几个人玩得也特别好 马闯 张克 你认识吗 徐夏阳看了一眼陈海 知道他误会了 但一时间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就算是复读生 自己也是三年前的复读生了 比他们整整大了三四岁 索性也懒得多说什么 只是摇摇头 不认识 对他而言 现在他在这个校园里 的的确却算是个另类 陈海分辨不出来 徐夏阳是天生冷漠 还是脾气不好 眼见他不怎么说话 索性也就老老实实闭嘴了 可看着后排其他学生 都和同桌窃窃窃私语的聊天开玩笑 他一时间多少有些郁闷 不能聊悄悄话的学生 简直是被剥夺了一大乐趣啊 当他想尝试套近乎的时候 却也被徐夏阳那一副看起来就凶狠的模样的 吓得不敢靠近 更是不敢打扰这位大哥 认真学习的镜头 正当班里叽叽喳喳 到处充满刚开学的热闹气氛的时候 一个身穿黑色裙子略显富态 戴着眼镜一脸冷漠的女老师 抱着课本走进了教室 随手将包包往讲台上一扔 撑着讲台 一脸严肃的向班里扫射了一圈 瞬间鸦雀无声 好了 把数学课本拿出来 都已经是高三了 以后但凡是上我的课 提前三分钟必须做好了 要不就滚去外边听 话音刚落 一股紧张的气氛 瞬间就在班里萦绕开来 陈海更是急忙心虚的低下脑袋 假装在捉动翻找 然而 他那空空如也的课桌 压根连个纸片都没有 更不要说课本了 讲台上 数学老师眉头一皱 似乎注意到了异样 当即抱着胳膊走了下来 我要看看 谁都要上课了 连课本都拿不出来 不是今天早上刚发的书吗 一个学生 来上课连课本都没有 你还上什么课 随着他一步步靠近 所有学生全都紧张地把课本打开 有模有样地假装预习起来 陈海的脑袋都恨不得扎进桌洞里去 急得一脑门子汗 正当他马上就要露线的时候 徐夏阳无奈地叹了口气 直接将自己提前预习过的高三数学课本拿了出来 直接摊开到两个人中间 一起看 他说着 更是抬起头来 友好的看向数学老师 笑了笑 陈海愣了一下 没想到 这看起来好像从监狱出来的大哥 竟然还特么这么热心 一时间被老师盯着的那种如芒在背的不适感 瞬间削减了一大半 目光里满是感激地看向徐夏阳 数学老师刚要开口质问 可走到近处 突然瞪大了眼睛 有些惊恐和意外地看到了坐在最角落里的徐夏阳 下意识地咽了口唾沫 连带着刚要说的话也都咽了回去 这笑得太吓人了 刚刚站得远 没注意到陈海的同桌竟然是这副样子 他毕竟也才刚毕业来教书没两年 这学生又黑又壮的 还是个寸头 当即就把哆嗦着等死的陈海也一同掠了过去 直接绕到去了另一排 啊那那我们看第一件 这没有课本的同学抓紧时间想办法 你不能一直没有啊 好了上课 随着数学老师开始对课本上的内容进行讲解 陈海这才彻底松了口气 偷眼看向一旁的徐夏阳 本想说声谢谢的 可看着徐夏阳认认真真的跟着老师讲课的内容在做笔记 他一时间又把刚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如坐针针的跟着大哥一起看课本 放屁都加紧了 徐夏阳倒是根本没注意到同桌的状态 也不关心 虽然是头一天回学校 但因为自己也提前复习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对基本概念都有所掌握了 所以只是听课的程度还是没问题的 有什么不懂的 也就自己做个记号 看数学老师还在讲课 他也不好提问 只能想着一起攒起来 等课间长的时候再也快问了 可也不知道为什么 刚下课 数学老师拎着包就一溜小跑消失了 压根也没给他问问题的机会 毕竟课间就十分钟 还是等着大课间再直接去老师办公室请教得好 自己可是交了学费的 这有不会的问题就必须问个清楚 可不敢耽误了考上好大学 休学三年别的没学会 唯独这珍惜每一分钱的习惯 是早就刻进骨子里了 学校里的生活 他倒是不怎么好奇 毕竟他也不是回来生活的 只是回来读书 像是学生们喜欢的扎堆去厕所 下课聊小说 上课乱接话 他提不起丝毫兴趣 只是自顾自的学习 一整天下来 唯一和他说话的 也就是坐同桌那小子 陈海了 上午 陈海还有点拘谨 这小子好像啥也没带 就跑来读书了 甚至就连课本都没有 不仅没定心的 甚至也没有旧的 每节课就是在那扣桌子发呆 徐下阳本没有乐于助人的心思 但也不想被打扰 索性就和他一起分享着用 慢慢的一天下来 自己的好心分享 反而是给陈海养出胆子来了 逐渐开始逮不对话 劳个不停 就算徐下阳压根不回应他 他自己也能叽叽歪歪说半天 叮铃铃 放学铃声响起 徐下阳直接将 今天学过的课本收拾起来 背上书包 起身要走 陈海这时候已经学赖皮了 笑呵呵的也跟着起身 杨哥 你家住哪呀 跟我们一起走啊 咱们吉普的老大 张龙你听说过吗 他想认识认识你 徐下阳压根充耳不闻 扭头就走 只是嘴里轻轻嘟囔了一句 人耸逼话多 他可还着急回去 准备晚上出摊了 压根没兴趣 陪一群小屁孩玩什么过家家 徐下阳出校门的速度 堪称第一 简直比犯人出于跑得都快 毕竟没什么能阻挡 他回去摆摊赚钱 那可都是未来读大学的学费啊 身后一群学生 看着那道奔跑的身影 都不由得意论纷纷 尤其是那些小女生 眼神里充满了惊恐和害怕 各个祈祷自己 千万不要招惹到那种 看起来就凶神恶煞的人 然而 他刚消失在众人视线里 另外一群校服拉链 拽到肚脐眼 留着非主流长头发的男生 就从高三教学楼里追了下来 领头的那个一脸稚嫩的凶狠 妈的 人呢 碰 后面的学生一脚揣在陈海屁股上 把他踢到前面 直接被张龙一把揪住 恶狠狠地看着他 他妈的 听说你们搬来了的狠角色 在意中混 我怎么不知道 还有这要牛逼的人物呢 不是让你告诉他 等着老子吗 陈海此刻也是欲哭无泪 拼命地解释 龙哥 这 他不像是狠角色 反而像是个好学生 一天都老老实实在听课 要不算了吧 啪 话音刚落 张龙直接给了他一巴掌 随即补上一脚 一口唾沫吐在他身上 随手扯了扯掉到腰间的校服外套 你肯定算个屁 你也配说算了 告诉你 明天戴白那个小子 你肯定去厕所给我等着 走 打台球去 张龙恶狠狠地踹了陈海一脚 直接振臂一挥 带着另外一群学生小弟 直奔校外台球厅了 路过的学生 也只能向陈海 投去同情的目光 没什么人敢插手这里面的事 陈海也不敢说什么 只能委屈巴拉地 从地上爬起来 忍着恶心 蹭了蹭身上的唾沫 老老实实地往外走 然而发生的这一切 徐夏阳自然是根本不知道的 学校距离工地不算近 但他懂得超近路 各种小巷子和居民区 七拐八拐 倒是在六点前 赶到了工地门口 工人正好还没下班 徐夏阳回宿舍扔下书包 去后厨检查了一下 小吃车上的串串 回来一路上的紧张 这才稍稍松了口气 还好 都准备好了 他看得出来 中午摆摊的宋大伟临走前 还是用心收拾过了的 甚至比他自己干的时候 还要用心 毕竟他教学也不收钱 还能给宋大伟提供一个赚钱的门路 对方自然感激不已 做事情也就细心了一些 徐夏阳又从冰箱里 拿了一些提前串好的丸子 和肉串什么的 基本也够一晚上摆摊的量了 正当他收拾的时候 郝玉霞笑着从后厨里走出来 手里还捏着一封文件快地带 夏阳啊 放学了 回去上学第一天怎么样 还适应不 看你跑得这一头汗 慢点 实在不行 明天我让老孙一个人打饭 我先替你去把摊子置上 这你昨天要的东西 拿过来 徐夏阳文言 嘿嘿一笑 没事好爷 我跑跑步就当锻炼了 这来得及 说着 伸手接过郝玉霞递过来的文件带 简单看了一眼 录取通知书和学校的 一些文件通知都在 什么都没少 随手就放到 饿了闸串车的燃气罐旁边 小心收好 麻烦了好爷 那我出摊了 徐夏阳打了声招呼 长出一口气 推着闸串车继续出摊 心里算计着时间 只摆三个小时 高峰期应该就过去了 基本就没杀人了 九点多回到宿舍 还能复习最少两个小时在睡觉 时间充裕得很 乍一见到他出摊 夜市里 知道他重新回去读书的摊主 都笑着来打招呼 无非就是关心 他回去读书 还是不适应的事情 徐夏阳一下子反倒是 没有了在学校里的那份冷漠 面对一群十九 二十岁的高中生 他已经没有共同话题了 可在这群三四十岁的大叔面前 反而能无话不说 就连他也觉得奇怪 自己的生活习惯 似乎早就比同龄人 老了十岁以上 趁着工人还没下班 徐夏阳打开零钱盒子看了一眼 里面整整齐齐 放着一摞散票 足足有180多块钱 倒是让他眼前一亮 这么多 他只是告诉宋大伟 留点本钱就行了 毕竟是自己 让孙叔他们帮忙进的货 这笔钱也是给人家的 可没想到宋大伟这么实诚 竟然放了这么多 对面的马大明 似乎注意到了他的表情 得以轻笑一声 怎么样 我这个老乡 是个实在人吧 走的时候告诉我了 说是一中午 利润就赚了四百多 他都不敢相信 直夸你这老师教得好 能卖钱 还说 本来是打算做两天试试看的 现在反而有点不舍得走了 还想一直在这干了 徐夏阳得意一笑 心里也有些自豪起来 那是 这么赚钱 可是比一般打工赚的多多了 摆摊还不用听老板骂人 想干就干 不想干就不干 自在多了 等他全学会了 也能回老家自己摆摊了 马大明看了眼四周 偷偷溜过来 跟他小声嘀咕 哎 就收徒教学那事 我又联系了几个人 那边做肉家模的老张 还有后面烤冷面的王大嫂 再加上卖炒饭的老李 这回 咱们这摆摊培训班 可是已经凑够了五个品类了 我还让大伟回去 在他那司机办公司里宣传宣传 要是有感兴趣的 就来跟咱们签合同 这边摆摊的拜师费 收一签 咱们和摊主三七分 他们也都同意了 就拆来学徒了 徐夏阳文言 也是激动地瞪大了眼睛 这么快 我刚上学一天 马哥 你就搞定这么多事啊 你也太厉害了 马大明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这不是为了以后 跟徐老板当大经理吗 你要脑子 有门路 我就是个帮打工的 等坐起来了 我可就躺着数钱了呀 正当两个人说说笑笑的时候 不远处的马路上 突然烟尘滚滚 开下来一辆二手破月眼 刚到工地门口 副驾驶车门打开 一个黄毛帅 先从里面钻了出来 白体续黑长裤小皮鞋 一身社会人的装扮 车子没停 直接开进了项目部院子里 小黄毛四下看了看 反而是晃晃悠悠 直奔夜市走了过来 马大明见状 瞬间脸色一变 急忙对了对一旁的徐夏阳 那 你妹夫吧 徐夏阳神色冷了下来 微微皱起眉头 我愁家 别打理他 干活 哎 还干呢 咋了 不认识我 你 看啥呢 刘子良一路走过来 遇到摆摊的摊主 全做出一副得意调侃的嘴脸 早见过他混账的摊主们 自然也懒得打理他 一心一意干自己的买卖 他不紧不慢地 溜达到了徐夏阳的闸串摊前 撇着嘴 用鞋底蹭了蹭地上的一摊印记 嗤笑一声 这血界还在这儿呢 他妈的 赔了五千块钱 真会气 徐夏阳自顾自地热着油锅 先把比较难熟的鸡骨架什么的炸一炸 这样到时候出货快 对于黄毛的靠近 他压根没想搭理 刘子良眼见没人搭理自己 倒是也会自娱自乐 直接从徐夏阳摊子上 捡起一根淀粉肠 随手扔到了盘子里 大舅哥 给我炸根肠 天天的大鱼大肉 海参龙虾 吃腻了 换换口味 多放辣呀 徐夏阳面无表情地拿起淀粉肠 随手拨开外皮 五块 你给还是薛凯给 死了 说着 淀粉肠也不切花刀 直接整根扔到了油锅里 他可不想浪费一根肠 被狗吃了 那也得有价 至于黄毛的找事 他根本不放在心上 薛凯到底想干什么 他不清楚 但他能看明白一点 薛凯绝对不是真看上了黄毛这个人 土皇帝也是皇帝 半君如半虎 没点利用价值 可不是说凑 就能凑过去的 这个道理 从去年开挖机的时候 他就已经明白了 更是亲眼看到过 一起吹牛逼的班组长 直接被薛凯一脚踹下车 以后再也没有在县里见过他 什么下场 不得而知 所以后面 徐夏阳也根本没想跟着混社会 因为自己根本没办法给薛凯提供想要的价值 迟早会付出自己无法承受的代价 刘子良见到徐夏阳这副态度 笑脸瞬间消失 可随即看到 停在工地门口的二手越野车 想到薛凯跟徐夏阳的关系不一般 只能又强行扯出一副笑脸 他还没这个翻脸的底气 绕到车子侧面 一脸无赖的样子 套在小吃车上 我给 这两个钱算什么 我跟薛哥出去炸金花 一晚上都挨好几碗 炸金花 听说过吗 豹子 顺子 金花 徐夏阳面无表情 调着酱料 先给钱 刘子良见到他那副冷淡的样子 直接不屑冷哼一声 随手从兜里掏出一百块钱 不用找了 说话间 随后扔进了零钱箱里 听说 你以前也跟着我大哥混过 仔细一打听才知道 哈哈 以前跟着开挖机啊 我还寻思你这多牛掰呢 我大哥手底下十几个工地 几把号人跟着他开挖机 你还真不算个 啥 一边说着 他一边嫌弃地掂量了一下 摊子上的几个橙菜盘子 干炸串 五毛一块的 我跟着大哥 一晚上炸金花 扔进去 也比你一年赚得多 穷鬼就是穷鬼 刘子梁随手夹起油锅里的闸串 一脸平静地撒着辣椒面 跟着小混混 他的确没什么可说的 好了 刘子梁眼见说了半天 对面愣是一句也不回 只能气得暗暗咬牙切齿 刚想继续挑事 远处突然传来两道喇叭声 滴滴 他冷哼一声 随后拿起淀粉肠 穷鬼 我马上就能跟着大哥干项目了 等我家拆迁款下来 我也是土方老板 你就卖一辈子闸串吧 说完 当即狠狠咬了一口淀粉肠 飞速向着远处越野车跑去 刚跑到一半 突然脑子一抽 直接将手里的淀粉肠扔了出去 一个劲地往外吐嘴里的东西 辣得他直躺哈喇子 饿狠狠地回头看过来 可不远处 喇叭声继续催促 他只能屁颠屁颠地往回跑 被辣得嘶哈嘶哈的 那滑稽的模样 落到一众摊主的眼里 瞬间夜市里 传来一阵嘻嘻哈哈的声音 眼看着刘子梁跑远了 马路对面煎饼摊 马大明直接冷哼一声 得意地铲着煎锅 小混子不学好 学上赌了 早晚把那点家产都败坏光了 等着看他流落街头 乞讨要饭 徐夏阳给锅里鸡架翻着个 文言不过轻笑一声 老马 管太宽了 你管人家赌不赌的 花的也不是咱的钱 有人赌博 家破人亡 那也还有人赌博 穿金带银呢 过好咱们自己的日子就够了 话音刚落 旁边的摊子就有摊主附和 别人能穿金带银 那我信 就那个黄毛嘚瑟样 哎 你们没听说吧 我有个表情在娱乐城当服务员 早就看到他在那玩了 薛凯人家是偶尔带他一块 一晚上十万八万的网里扔啊 反正都是大哥买单 有时候薛凯不去了 这黄毛还偷摸跑去玩呢 都是跟店里借的钱 少说也借了十几万了 要不是他跟薛凯混的 早就被人堵着门要债了 此言一出 一众摊主瞬间唏嘘不已 议论纷纷 徐夏阳倒是不以为意 你们静下操心 薛凯的小弟 那这笔钱还不是说够就够了 再说了 他家那篇洞签的事 谁不知道 再晚 也就一年的事 几百万就到账了 还差这十几万 好了 别操心这种人的生活了 咱们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说话间 工地那边就已经闹哄哄的了 随着一大批工人下班 整个夜市里也就没人闲聊了 全都干得热火朝天的 生意如常火爆 从六点 整整忙活动到晚上九点 徐夏阳看着还有过来的顾客 也只能抱歉地笑笑 卖完了卖完了 准备少了 看看买点别的吧 推辞掉最后的客人 他也收拾好了小吃车 终于坐下来嚼着死面烧饼 细细清点一晚上的收入 1023 看着箱子里最后的一个 刚蹦被自己捡起来 徐夏阳心满意足地点了点头 行了 摆摊三小时就有一千块钱纯利 嘿嘿 这收入够用了 干一年 我指定能攒不少钱 目光突然瞥见了一直夹在煤气罐旁边的录取通知书 徐夏阳看了一眼 已经基本没啥人的夜市 知道妹妹 估计是不会来拿了 她倒是早也没什么盼望 走什么路 都是妹妹自己选的 自己还是赚钱读大学的实在 索性也就任凭那份录取通知书 继续夹在煤气罐旁边 也懒得处理 一千多块钱揣进兜里 心里美滋滋 剩下的零星顾客赚个几十一百的 她也不在乎了 当即就跟周围的摊主打了声招呼 推着车子回了工地 简单洗了把脸 吃掉孙叔两口子 在锅里给他留的晚饭 直接回去了宿舍里挑灯夜读 徐夏阳对学习充满了渴望 考大学更是他现阶段唯一的人生目标 很轻易的 就直接陷入了学习的状态之中 先是把今天课上学过的东西 全都巩固理解一遍 随即就再度琢磨起 历年考试真题的试卷 应试教育 学的就是个考试技巧 知识储备是基础 但技巧绝对是得分利器 高一高二学过的那些东西 基本上已经足够他理解真题解析了 高三就是深化印象和茶漏补缺的过程 几个大题 学的他是深陷其中 直到定好的11点30分闹钟响起 这才反应过来 刚一回头 突然被吓了一跳 何经理 徐夏阳刚回头 突然就看到何永床上躺着个人 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被吓得直喘粗气 等他看清楚之后 更是哭笑不得 何经理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这一点动静没听到 他也不知道 是不是自己学得太投入了 这屋子进来人了 还靠自己那么近 他竟然丝毫没有察觉 床上 何永脸上挂着微醺的酒气 眼睛却瞪得十分有神 也不脱衣服 也不睡觉 只是将被子揉成一团 靠在上面 双手交叉搭着肚皮 看着徐夏阳服腕苦毒 没事 就是看你学得挺认真的 行为啊 徐夏阳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长出一口气 收拾着书包 没 我这是笨鸟先飞 三年没学了 有机会考上一本啊 何永撑着身子 从床上坐起来 自顾自地脱着衣服 勤快点好啊 睡吧 早点睡 明天还上学呢 等你考上大学 拿到一本录取通知书 我再送你个礼物 考不上可没有啊 这话听起来 像是一句玩笑话 徐夏阳也就没推脱 反而是开心地硬了下来 哎 您放心 您不记得 我也记得 等我真考上一本 一定找您要 说话的功夫 何永已经钻进被窝里 迷迷呼呼地睡了起来 徐夏阳急忙关了灯 收拾收拾 躺进了被窝 半夜睡得正迷迷呼呼 被壳醒了喝口水 突然隐约听到一句模糊的梦话 没 没瞎说 这学生指定能考上 不住 明儿 你得给我 徐夏阳也是不清醒 试探性地喊了两声 何经理 经理 你 跟我说话吗 黑暗里回应他的 只有憨声 索性他也就迷迷呼呼摸 回到了自己床上睡下 一夜寂静 第二天一大早 徐夏阳闹钟一响 已经背上书包 火速冲出了宿舍 压根醒得比闹钟还早 三年来 天天工地都是这个点上工 他的生物钟 早就已经自己习惯了 闹钟只不过是一道保险而已 保证自己 不会稀里糊涂地睡过了 刚出宿舍门口 食堂后门 郝玉霞就隔老远喊他 吃饭 吃了饭去上学 徐夏阳直接撒腿 就往外跑 不吃了 学校食堂不收我钱 不吃白不吃 这话一开口 早上起来上宿吃饭的工人 全都跟着笑了起来 更是连郝玉霞都哭笑不得 他到学校的时间 可以说是数一数二了 没有了第一天 要办那些手续的牵扯 他现在只需要安心学习就行了 早自习 正是清醒的时候 所幸他就专攻 只需要记忆 不需要技巧的语文和英语 主打一个不理解 但是能背 认识单词 考大学可不会 让他只考理科 陆陆续续 同班同学到校 乍一见到他这个外表凶狠的老改犯 竟然提前到校不说 还那么认真的早读背诵 一时间 不少同班同学都大为震惊 有所改观 不知不觉间 也有人开始模仿他 很快 班级里就响起一浪超过一浪的背诵声 正当徐夏阳无比投入 感觉知识哗哗往脑子进的时候 背后突然被人拍了两下 顿时皱着眉头回过头去 只见一个又瘦又矮的长毛学生 被他那副老改犯的尊容 瞬间吓得亮枪倒退 一屁股撞在门上 惊恐地瞪大了双眼 光当一声 班里早读背诵的声音 瞬间消下去一半 不少人都好奇地回头看过来 徐夏阳看着对方那多里哆嗦的样子 不耐烦地皱起眉头 干啥 说呀 小长毛目光有点慌 仔细辨认了一下位置 的确没找错 就是没想到 那个陈海所说的好学生 你妈 长这样 不仔细看 他还以为从哪个监狱放出来的呢 就这又黑又壮的身板 能扩龙哥两个吧 真去了 这能打得过吗 怪不得传言 四班来了得狠角色 这特别有点太狠了呀 我 我就是传话 你们搬陈海 在厕所 让你帮忙过去一趟 徐夏阳看了一眼空着的同桌座位 直接不耐烦地转过身去 不去 还没等他继续背书 身后又传来那小长毛的声音 你不去 他就得被按在便池里 我们龙哥说的 哗啦啦 话音刚落 小长毛直接被吓得撒腿就跑 压根一分钟也不敢多待 此言一出 教室里后几排的学生 全都听得清清楚楚 瞬间七七扎扎地议论起来 不少人的目光 都落到了徐夏阳身上 但是 倒也没人敢在他面前说什么 毕竟这玩意 自己班上的人看着也都害怕啊 徐夏阳同样皱起眉头来 看了一眼教室前面 老师也没来 外面也没有老师巡逻 他是真不想惹事啊 可看了一眼旁边空着的位置 想起这小子 昨天人耸逼话多 见兮兮的样子 怪不得会被人欺负 他当过学生 自然明白 学校里这些爱找事的不良学生 你越是躲着他 他越是来劲 阴魂不散 还不如早自习 厕所里 来来来 雕好了 雕住了 别掉了呀 哈哈 照脸拍呀 张龙笑着 一巴掌接一巴掌地 拍在陈海脸上 看着他脸皮颤抖得越来越厉害 可仍就是紧张地死死咬住那根烟头 不敢让他掉了 满眼都是哀求 更是有两个人 一左一右拽着陈海的胳膊 生怕让他跑了 身后一个高个子 大笑着用手机拍摄 十点劲啊龙儿 你没看到脸都没动吗 昨晚上干啥去了 手软啊 一群不良学生嘻嘻哈哈 完全把欺负人当乐趣 陈海瑟瑟发抖 只能忍着 还要时不时陪着笑脸 连连点头 龙哥 龙哥 我早上刚来 还没见到过我们班那个 你放了我吧龙哥 这快下早自习了 保不齐会有老师来 此言一出 张龙瞬间笑得更大声了 直接伸手捏住了他的脸蛋 直接疼得 他点起脚尖来 紧紧皱眉 吓唬我 用老师来威胁我 你不知道 我在外面跟谁混的吗 那些老师谁敢管我 你小子是不是觉得上高三了 长胆子了 陈海感觉半边脸皮 都快被揪下来了 疼得眼泪顺着眼角就滑了出来 不敢了 我不敢了 龙哥 我也是跟你混的呀 我是你小弟呀 他那求饶的模样 落入周围几个人眼里 瞬间变成最好笑的笑料 全都跟着大笑起来 呸 张龙直接一口唾沫吐在了 他笑服上 狠狠一巴掌 再度打在他脸上 你也呸 死皮赖脸跟着老子而已 也敢说是跟我混的 那穷酸样 爹妈不都死在矿上了吗 你也你哪管你嘛 兜里连一块钱都掏不出来 你跟谁混 陈海听到这话 突然大喊了起来 不准你说我爸妈 啊 碰 压根没等他反抗 旁边的人直接一脚踹在他肚子上 瞬间疼得 他直接掩气息骨 彻底没有了反抗的力气 就连喊声都彻底消失了 疼得直抽抽 周围几个人 瞬间露出不懈的目光 压根没把他放在眼里 张龙一脸不耐烦 冷哼一声 废物 他妈的 怎么让小彬子去叫个人 这么慢 还没来 我倒看看是什么狠人 听说也是矿上 死了爹妈的 三年前穷得辍学了 草 都特么二十三了 读个屁书啊 此言一出 身后几个长毛 好似听到了什么笑话一样 纷纷感到不可思议 二十三了 那还能滚回来读书 我特么要是二十三了还在读书 估计我都自杀了 这么大年纪 还回来读高三 不如早点死了 陪他爹妈 大 正说着 突然一阵脚步声从门口响起 一道人影率先投射进来 张龙挑起眉毛 好奇地看过去 下一秒 徐夏阳手里 拎着小鸡仔的长毛走了进来 压根还没他在工地拎一包水泥沉 你们谁叫龙啊 乍一见到徐夏阳出现 现场的几个人 瞬间全都被吓了一跳 抓着陈海的两个人 更是下意识地把手松开了 目光惊恐地盯着走进来的那家伙 张龙也是下意识咽了口唾沫 原本晒了三年就已经很黑的徐夏阳 站在背光处 更是黑得不得了 又黑又壮又高 尤其是那老是校服的粗糙感 裤腿子都还落了半截 肉眼可见 破运动鞋露出来的脚踝 老简丛生 黑硬黑硬的 那个寸头 不耐烦的目光 气势上 瞬间就让张龙他们一行几个人 鸭雀无声 鸭根都不敢回话 前去传话的小个子长毛 此刻更是拼命挣扎 也落不了地 一脸哭腔地看向张龙 吓坏地怒骂一声 你他妈闭嘴 不用小兵子说 他也被吓了一跳 饶氏平时总在台球厅 跟大哥混日子 觉得自己算半个社会人了 可也没见过 长得这么凶恶的家伙 这特么是学生 他这一开口 徐夏阳瞬间目光锁定了 首先打量了一下他的校服口袋 扁平扁平的 不像是装了小刀的样子 看着陈海跪在地上 哭得一把鼻涕 一把泪的窝囊样 自然立刻就明白 发生了什么 刚刚走到门口 他也隐约听到了里面说的话 心里多少有点反感 那人耸逼话多的同桌 也是矿难家属 还被人这么欺负 徐夏阳是不想惹事 但是也明白 这群学校里的小痞子 是什么东西 那是一步步得寸进尺的狗皮膏药 越甩越紧 回想起自己三年前 还在读高二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厕所 解决过几个这种人渣 不如历史重演一下 彻底打服了 也就不会再骚扰自己了 校外有妹妹和小黄毛 那两个狗皮膏药 好不容易甩开 那就已经够烦了 他可不希望校内 再多几个狗皮膏药 天天盯着 而且越是这种人 越不会告诉老师 全都揍了 也不会影响自己继续读书 反而能获得清静 念及如此 他直接随手 将小兵子扔到了一旁的尿池里 哗啦 小兵子直接摔了得四仰八叉 好像小王八一样 趴在尿池里 顿时连哭带嚎的 想要从里面爬出来 龙哥 我还没等他反抗 徐夏阳直接一脚踹在他背上 手脚并用地挣扎 好不容易抬起头来 却是直接趴在地上干呕 哦 如此凶残的一幕 瞬间看得张龙背后几个不良学生 一阵干呕 连连后退 被吓得脸色煞白 张龙同样眉头一皱 胃里一阵翻滚 满眼不可思议地看向徐夏阳 你 你要干什么 我大哥可是赵刚 徐夏阳松开小兵子 压根看也不用看 静止向张龙走去 一听他这话 只是淡定地点点头 哦 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 你不说是赵刚手底下的小杂毛 还真下手轻点了 但自爆家门 这属于是撞上了 下一秒 他那常年斑砖抹灰的粗糙大手 直接一把 薅住张龙的长头发 直接用力向旁边一扯 啊 伴着一声惨叫 他麻利的一脚 踹在张龙那排骨精的肚子上 瞬间把他踹跪了 咣当一声 张龙整个人被拽着头发按在地上 双手直接就处进了尿池了 看着近在咫尺的尿池 再加上头皮的撕裂感 吓得他全身乱颤 慌不择言 别别别 大哥 别 扑 没等他继续嚷嚷 徐夏阳直接补上一脚 把他的脑袋一样踩在了尿池里 任凭他如何挣扎 小胳膊小腿的 也根本不是常年在工地干苦力的徐夏阳的对手 彻彻底底地冒了一回炮 徐夏阳将张龙踹到一边 随即看向另外三个人 面不改色地继续上前 这份果断和冷漠 瞬间吓得三人面如土色 呲哇乱叫 别 大哥 不 坦坦 坦坦 不敢了 大哥 扑 扑 扑 几个干瘦干瘦的的小杂毛 又顶着一头很好的输出着力点长毛 压根没有丝毫反抗能力 直接全都被徐夏阳一一撂倒 全都给按进了尿池里 徐夏阳收拾完最后一个人 一把将尘海从地上拽了起来 再回头看的时候 张龙他们一行五人 全都视灵灵地趴在尿池边上 哇哇吐 即便是胃里没什么东西的 也连连干呕 根本支不起腰来 浑身散发着骚臭味 徐夏阳也没想过会这么轻松 自己只是搬了三年砖 偶尔缠点沙和水泥什么的 干点体力活 不知不觉的 好像力气大了不 一群才刚刚二十不到的排骨精 实在是没什么难度 他轻叹了一口气 人狠话不多 你们几个 舒服了 不找事了 以后别打扰我学习 有事下课说 明白 说完 直接拽上自己那个人 耸逼话多的同桌就往外走 压根没有任何停下来的打算 陈海见到这一幕也吓傻了 是震惊地看着平日里耀武扬威的张龙他们几个人身上 嘴里下意识地嘀咕起来 完了完了 真的完了 全完了 食堂 一般只有助校生会在这里吃早饭 你课本呢 今天还没有 徐夏阳一边吃着早饭 一边皱着眉头 看像坐在对面 失神的陈海 看着他身上 连个书包都没有就知道 这小子 压根就没打算带书来上课 陈海面如死灰 哭唧唧地看向徐夏阳 大哥 你这是从里面刚放出来的 你就一点不害怕吗 徐夏阳吃着大肉包子 喝着小米粥 喷香 不要钱的早餐就是好 怕什么 他们又不敢告诉老师 不会打扰我学习 陈海一听这话 简直要哭晕过去了 不是 这年头谁怕老师啊 那个张龙 他在外面跟了一个大哥 就是开台球厅的赵刚 听说这一片的街头小混混 都是赵刚的小弟 完了 今天放学 一定会被他们堵死的 徐夏阳一脸无所谓地 继续吃着早餐 漫不经心地点点头 哦 陈海见到他这个反应 简直都要哭出来了 大哥 你是不认识赵刚吗 咱们整个县里 街面上那些小混混 基本都是给他当市场管理员的 基本所有夜市和菜市场 都是他负责管理的 张龙虽然还没当上管理员 但他和赵刚好像有亲戚 真的死定了 不请报警吧 徐夏阳看了一眼被吓得 语无伦次的陈海 无奈地叹了口气 你要是今天还没拿课本 不如你就先回家吧 每节课都跟你看同一个课本 很影响我学习效率的 此言一出 陈海彻底实话了 整个人都崩溃了 大哥 都什么时候了 你怎么还只关心学习啊 学习有屁用 啊 我就算被张龙他们欺负 可要是能一直死皮赖脸的跟他混 以后说不准我也能跟着他 给赵刚当上市场管理员 这一下全都完了 徐夏阳喝完碗里最后一口小米粥 整个人都舒坦了 直接起身去送餐盘 你害怕就先回家 正好想办法 把课本的问题解决一下 我不可能每节课都给你看 距离上课前还有半个点 我去办公室找数学老师请教几个问题 昨天都没来得及问 说完 压根也不管陈海那目瞪口袋的表情 直接从口袋里掏出自己做的笔 直奔老师办公室 如此淡定的情绪 直接给陈海干崩溃了 不 不是 大哥 你怎么这么好学啊 学习那么重要吗 徐夏阳压根也懒得搭理这小子 他对张龙那些人出手 本身也不是为了这个陈海 只是为了以后 不再有人打扰自己而已 正好赶上张龙他们非要犯件 凑上来找麻烦 索性就处理干净了好 要不然像是自己妹妹那样 反而总受骚扰 早知道这一世重生回来那天 就和上一世一样 拒绝妹妹和黄毛在一起 骂得他跟着黄毛私奔 永远不回来好了 自己肯定不会去找 结果自己选择尊重祝福 放任不管 反而适得其反了 现在有点破事 就来找他 不过 话说回来 自己要是真的和上一世那样 把妹妹赶出家门 保不齐那黄毛和妹妹过得不顺 想到他这棒打鸳鸯 回来杀人越货 对徐夏阳而言 张龙那些人根本不算什么麻烦 处理起来自然也轻松暴力得多 他反而还巴不得对方 能把赵刚找过来 到时候 自己和赵刚一见面 就什么都清楚了 最起码这群街头小混混 和不良学生 肯定绝对不会再打扰他了 徐夏阳一心只想着学习 对于昨天课堂上 没听懂的问题 还有自己做高考真体时候 遇到的困扰 一并整理到了纸上 三两步就跑到了 高三数学老师办公室 砰砰砰 韩老师 一早上 办公室里几个老师 正说说笑笑聊着天 突然听到有人敲门 韩玉没下意识笑着回头 哎 谁 话音刚落 瞬间倒吸 一口凉气 心机哽死 目光惊恐地看着 昨天那个又黑又壮 还冲自己冷笑的学生走了进来 直奔自己 吓得他想要后退 也根本没有退路 其他几个老师也都愣住了 胆子小的女老师 早就纷纷躲开目光 压根不敢看走进来的徐夏阳 这学生也太吓人了 几个男老师 也是下意识地警惕起来 目光观察着徐夏阳的动作 然而下一秒 徐夏阳笑着走到韩玉没办公桌前 十分礼貌地展开手里的试卷 韩老师 我有几个问题不明白 不知道您现在方不方便 能不能请教您一下 韩玉没下意识地咽了一口唾沫 紧张又疑惑地接过那张试卷 问 问题 她看着徐夏阳 那和昨天如出一辙的笑容 汗毛倒数 总感觉自己 要是拒绝 下一秒可就压制不住 这个人高马大的学生了 可又看了一眼试卷 瞬间眼里闪过一抹惊讶 这是前年的全国卷真题 你 得了116分 徐夏阳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谦虚地笑了笑 是有点差 这里面好多题我不太明白 都是用排除法和代入法反推的 做了一个半点的 此言一出 周围几个老师也瞬间露出惊讶的神色 一个半点 90分钟就得了116分 都是你自己做的 前年全国卷 咱们学校最高分多少来着 138吧 这高三才刚开学 他自己就能做到116分了 韩老师班上这是多了个数学尖子 刚刚还对徐夏阳 那又黑又壮的外表 心存警惕的几个老师 瞬间全都羡慕了起来 原本还有那么点点害怕 现在却好似看宝贝一样 看着徐夏阳 韩玉没看了几眼试卷 更是笑得都合不拢嘴了 恐惧荡然无存 116啊 自己定证的 这解题思路可以啊 完全是标准答案的思路 一看就做了不少 真题了 你自己预习的 徐夏阳略微疑惑地点点头 是 是啊 我就多做了几套卷子 每一套的题都差不多 多看看真题解析 也就知道大概得分点了 就是 有些概念我没学过 不太理解 所以 我这写了几个问题 想要请教一下韩老师 不知道 韩玉没看了一眼 她坐在卷子上的笔记 正好就是几个理解关键点 很明显是已经初步理解了概念 唯独缺乏点部而已 瞬间更加确定 自己班里 这是多了个数学尖子生 有时间 太有时间了 你这样 以后 每天早上这30分钟 你要是没别的安排 都可以来问我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徐夏阳 龙哥 我回家 我妈不得揍死我呀 哦太臭了 这衣服都湿透了 龙哥 哦那家伙根本就不是学生 哦今天逃学 要是被政教主任抓了 我爹能揍死我 咱们怎么办啊 龙哥 哦大马路上 五个人一边走一边干呕 离着二里地 身上那骨子骚臭味 都能熏得人直上头 连连干呕 纷纷躲避 张龙走在最前面 更是干呕的直抽抽 哦那小子下手太黑了 又高又壮 谁根本能打过他 你们哭个屁 等着 多跟我去找我三救 到时候一定狠狠教训他 哦此言一出 走在最后面的长毛小兵子 顶着湿漉漉的头发 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 龙哥 这事儿 刚哥能帮咱们吗 万一刚哥也不敢管 哦砰 话音刚落 张龙直接飞身 一脚给他踹在地上 瞬间疼得他面红耳赤地躺在地上 一时间都上不来气 呸 你知道个屁 张龙一脸凶神恶煞 似乎找回了一点往日的威风 我三救是什么身份 咱们整个县里 所有市场管理都是他小弟 满大街溜达的 都是他兄弟 就四班那么一个穷学生 我三救分分钟揍得他跪下来 哭蝶喊娘 此言一出 周围几个学生也是面面相去 连连复合 就是就是 刚哥在咱们县里 那是绝对的大人物 刚哥一个月收的市场管理费 都有十几万 说是一个 旷淡死了爹妈的穷学生 那肯定是轻轻松松 咱们让刚哥出马 今天放学的时候 堵住那小子 好好教训教训他 龙哥 刚哥那里能洗衣服吗 哦张龙强忍着那股刺鼻的心骚味 压制住胃里的翻江倒海 当然能洗了 到时候 让我三救找个地方 给咱们泡泡澡 好好洗洗 彻底把这个胃洗掉了 然后放学的时候回来 找那小子报仇 走 一声令下 五个人继续一边忍着那骨子骚臭味 一边忍着被动的瑟瑟发抖 向着县里的抬球厅走去 刚到门口 几个正蹲在一边 墙角抽烟的五颜六色排骨精 就全都露出一副 好像吃了屎的表情 哦这特么什么味 你们谁特么尿裤装了 真特么骚 小龙 乍一见到视灵灵的五个人 几个五颜六色的小混混 瞬间被熏吐了 一边白手 一边疯狂后退 别 别过来 刚哥 你外甥来了 刚哥 呕张龙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强忍着恶心 嚷嚷着往抬球厅里走 三舅 我让人熊了 十分钟后 抬球厅二楼 啪 一杆白球击射而出 瞬间满桌抬球乱滚 眼花缭乱 赵刚皱着眉头 猴头涌动 强忍着胃里反酸水的冲动 看像站在一旁的五个失灵灵的东西 他们的 谁把他们带上来的 赶紧拎走 去老五的澡堂子冲冲 真特么 哦刚说没两句 他也忍不住干呕起来 张龙乍一听到这话 着急的就想上前 三舅 你听完了 这事儿你不能不管啊 那小子太猖狂了 听到我提你了 他还敢动手 把我们几个 全都扔尿池子里了 放学你得跟我去啊 赵刚头一回 被自己大外甥 吓得连连后退 急忙白手 稳定住他们的情绪 停停停 你就站那 别这么靠近我 你等着晚上回家 我跟你妈说的 让你在学校好好读书 你怎么天天就会惹事 虽然嘴上训斥着 可看着自己大外甥 被人扔进尿池子里 这么窝囊的样子 他也是有点上头 好了好了 你们几个先去洗澡 等放学的时候 我让小四带几个 还没等他说完 跟着张龙来的几个学生 瞬间哭丧着脸 搭了下脑袋来 被人揍成这样了 结果张龙嘴上 口口声声说的刚哥 却根本没打算 自己出马帮他们 简直太没面子了 张龙更是直接 闹起了脾气 不行 三舅你必须去帮我 都知道我是你外甥 我被打了 你不出头 以后还让我怎么混啊 赵刚一听这话 也是头疼 你他妈小兔 在混个屁啊 老老实实读书 将来能考个大专 出去读个书多好 你脑子也不笨 混什么混 他本还想多骂两句的 可看着自己外甥 动得瑟瑟发抖的 那副B样 瞬间又心软了 当即皱着眉头 摆摆手 好了好了 先去洗澡去 我去还不行吗 此言一出 张龙他们五个 瞬间兴奋了起来 哎 三舅你可别忘了呀 我们洗澡去等你啊 说着 五个骚臭骚臭的小子 就立刻被两个绿毛小混混 带着出去洗澡了 可就算人不在了 那骨胃 还是一直萦绕在台球厅里 久久不散 赵刚皱着眉头 直接将球杆扔到了桌子上 妈的 上次刚遇到薛凯 被踹了一脚 我这老妖 现在都没好 外面是不是以为我不行了 连我外甥 都有人敢欺负了 他们那学校 有什么雄人 虽然也过去半个多月了 但心里阴影 多少还有点没清理干净 当着自己小弟的面 被揍成那副B样 他还连个屁都不敢放 实在是丢人丢到家了 所以 这么长时间以来 别说是收管理费了 几乎就没出过这家台球厅 生怕在什么地方 又碰上那个土皇帝薛凯 一旁的红毛小弟见状 立刻笑嘻嘻地凑了上来 钢哥 你看你说的 顶多就是个愣头青小屁孩 去吓唬吓唬 打两巴掌就怂了 在咱们县里 谁不知道您啊 说着 红毛小弟 更是神秘兮兮地凑到了耳边 钢哥 不用担心那个薛凯 听说他最近天天在市里省里到处跑 耍钱去了 已经很久没回来过了 而且 薛凯回来县里 基本上也不出来玩 顶多就是去那几个工地转转 上次是意外 正好在工地外面的夜市里 正好那个卖闸串的认识薛凯 凑巧了 现在 趁着这个机会 也是应该出去转转了 要不有人真该不安分了 赵刚一听这话 瞬间眼前一亮 动了心思 薛凯真不在县里 他什么时候喜欢上刷钱了 我记得他最烦赌了 欺负我外甥 学校里 最后一节课 哦 谢谢老师 我懂了 这里的受力是这样的 徐夏阳看着卷子上 赵老师画出来的受力分析图 瞬间恍然大悟 整个人立刻通透了 开心的直接笑了出来 赵刚看着他这好学的样子 一点就透的理解力 也是欣慰的点点头 夏阳 你认真学习 老师很高兴 今天数学老师也夸你了 说是 你已经开始做全国高考真题了 徐夏阳一脸自然的点点头 咧嘴一笑 是啊 赵老师 就要更努力一点 赵刚文言顿时有些哭笑不得 虽然很高兴 自己这个学生 努力认真的学习态度 但同样也很担心 他走了捷径 你呀 想努力学习没错 但是不能太急功近力 高三上半年 还是有很多基础知识 和理论要学的 你要踏实一点 扎实下来 先把基础理论都掌握牢固了 再去研究真题 当然 不是说你不能现在做真题 就是你不能疏忽了 课本上的基础理论 高考的细节 可不是靠着你的解题技巧 就能弥补的 万一有哪个基础理论 你没有重视 做过的真题上 正好还没有 明年又正好考了 那你不吃大亏了吗 徐夏阳听到这话 也是瞬间如获至宝 认真的点点头 我明白了赵老师 你放心 我一定先把课本吃透 不落下知识点 然后再刷真题 赵刚文言 顿时心满意足地点点头 笑着拍了拍他的胳膊 行 你懂得就行 剩下几分钟放学 你自己再看看 说着 他就转身 去给其他学生 讲解问题了 徐夏阳回到座位上 心无旁骛地 继续整理着 刚刚理解的受力分析 做着整理 丝毫没有因为 只剩下几分钟下课 而心情浮躁 一旁 陈海好像痴呆一样 看着徐夏阳 满眼困惑 大哥 你今年真二十三啊 这么努力 你还真想考大学 再读四年书啊 那等你毕业 都二十八了吧 那时候再赚钱 不晚了吗 徐夏阳压根懒地搭理他 直接将自己的课本 抽了回来 按照赵老师刚刚的嘱托 认真理解课本上的知识点 课本的问题 你明天自己想办法 别再影响我上课效率 陈海看着自己面前 空荡荡的桌面 又看看徐夏阳 那对待知识 如饥似渴的状态 尴尬地搓搓手 只能心虚地 拿一个破眼算本 假装学习 大哥 马上可就放学了 我打听过了 张龙他们 可是从早上人就不见了 八成是准备带人来赌咱们呢 你不怕呀 听说那赵刚 可不仅仅是张龙的老大 还是他家亲戚呢 徐夏阳细心地 将卷子折在一起 错题分门别类 文言 毫不在乎 哦 陈海此刻看着他那 无与伦比的淡定 早就已经彻底心如死灰了 一脸哭响 算了 大哥 我想明白了 反正我也没人要 你早上还救了我 今晚就让我保护你吧 趁着他们揍我的功夫 你赶紧跑 就有你昨晚 那跑步速度 相信他们肯定追不上你 他们还不敢杀人 顶多揍我一顿出出气 把我也扔到尿池里呗 大不了明天我不来了 在家躺着 徐夏阳听到这话 倒是头一次停下笔来 抬头看向他 眼见陈海那一脸 誓死如归的绝望 他只能无奈叹了口气 你爷你奶呢 他们是没给你 交定课本的钱吗 连笔 本都没给你买 说着 更是无情地 直接抽走了陈海 用来遮羞的那个破眼算本 那也是他的 陈海看着油言不尽的徐夏阳 无奈地撇撇嘴 我与我奶刚给我交了学费 就出去打工了 现在还没开支 没钱给我买课本啥的 反正我也不想学 混日子而已 考不上大学 我这样的 就是等着到时候 有个高中毕业证 一起去南方电子厂打工 听说一个月能有四五千呢 比咱们这边可赚钱多了 徐夏阳继续低头 计算着受力公式 压根不关心 同桌说了些什么 哦 对他而言 回来读书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考上大学 其他的 都是干扰项 他也没有那么多爱心泛滥 去管别人的命运和死活 每个人的路 都是自己选的 自己还爹妈双亡 连爷爷奶奶的帮衬都没有呢 自己靠谁了 叮铃铃 他刚刚算出结果 下课铃声立刻响起 赵刚茫然地抬起头 啊 下课了 那路上都注意安全啊 话音刚落 哗啦啦 后排门口 徐夏阳已经火速收拾完书包 扭头撒腿就跑了 班里瞬间不少人 目瞪口呆地回头看去 不一会儿 隐约几道倾笑声四起 班里的同学 眼中都带了几分笑意 不再像是第一天那样 害怕这个又黑又壮的同学了 徐夏阳才不关心别人的目光 他着急回去摆摊 一晚上一千块钱呢 然而 刚跑出教学楼 突然被一个从后面追上来的人 拽住了胳膊 陈海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喘个不停 大哥 别走正门 操场 翻墙出去 我走正门替你打掩护 明天还借我课本看吧 话音刚落 还没等 徐夏阳反应过来 人耸逼话多的陈海 竟然直接超过了他 直奔大门口跑去 倒是还挺有一副 视死如归的模样 徐夏阳一脸无奈地皱起眉头 看都没看去操场翻墙的方向 仍旧背上书包 不紧不慢地向着大门口走去 操场翻墙 我不得多走二里落 陈海倒是没想那么多 咬着牙就往门口跑 想着肯定有人来堵他们 能吸引点火力就吸引点火力 毕竟要不是徐夏阳早上真去了 自己这顿揍也免不了 果不其然 他刚闷头跑出小门 一下子就撞进一个人怀里 一把被搂住脖梗 跑 你小子往哪跑 陈海瞬间被人夹在怀里 已经开始吓得瑟瑟发抖了 一抬头 直接就看到马路对面 早就等了不少时间的 十几个五颜六色长毛小混混 全都叼着烟卷 不耐烦地看向这边 再一抬头 看到自己撞到的人 顶着一头红色的长头发 比自己高一个头 一脸的豆坑 看起来就凶神恶煞的 瞬间吓得他露出哭腔 大大哥 我没让你啊 红毛咧嘴一笑 背对着校门 伸手拍了拍陈海的脸蛋 拉着他往马路对面走 你惹了不该惹的人 走吧 跟我去那边聊聊 你也不想在学校门口丢人吧 对了 你搬那个 卧槽 碰 还没等红毛说完 突然间腰部收到一记飞踹 整个人好似不受控制的 弯背大虾一样 被直接踹了出去 一头红毛 好似鸡毛胆子一样 向后猛甩 连带着陈海都一个亮枪 狗肯尼一样摔在大马路上 卧槽 陈海还没反应过来 一领瞬间被人揪住 下一秒 整个人脱离地面 被硬生生拽了起来 紧接着 徐下阳那令人心安的声音 在背后响起 赵刚没来吗 刚从地上爬起来的红毛 正准备破口大骂 可以回头 看到徐下阳那张脸 瞬间哆嗦了一下 下意识地连连后退 一个猎切蹲坐在马路牙子上 炸 炸串那小子 眼看红毛吃亏 一群精神小伙 全都围了上来 然而 对他嘴里说的那句莫名其妙的话 没去过夜市的这些人 自然不明白是啥意思 没等他拦住 早就等候多时的张龙他们五个 直接从后面跳了出来 见到徐下阳 自然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 狗东西 你还敢动手 今天我非非了你 都特么二十三了 还回学校读个屁的书 今天就让你长长见识 敢动手 你完了今天 龙哥 干他 还有陈海那个穷鬼 嘿 他俩都是矿上的锅儿 真特么活该 徐下阳拎着陈海 脸色不改 但目光却是紧紧盯着口无遮拦的张龙 一言不发 瞬间就给张龙看毛棱了 顿时骂骂咧咧就站了出来 你特么看个屁 我三舅就是赵刚 今天非要打的你小子找不着呗 啪 话音刚落 一巴掌突然落在他的嘴巴上 剑 你嘴剑 张龙顿时被打的一个猎切 蹬蹬蹬连连后退 直接摔在了身后几人的怀里 整个人脑子都被打猛了 一抬头 直接就看到 自己三舅面色铁青的站在那里 刚刚那一巴掌 竟然是他打的 三舅 你疯了 我特么是你外甥 龙儿啊 赵刚眼珠一瞪 恨不得把他生吞活泼了 还特么敢骂我龙 老四 给我拉过去打 替我姐好好揍一揍这小子 还有那四个 什么倒造的玩意 一块给我抓过去打 他这一开口 直接给在场的一群杂毛小混混看梦了 压根不知道 老大为什么会突然临阵倒戈了 红毛小混混倒是第一个反应过来 站起来就瞪大了眼睛 一把拽住猛逼的张龙 知道了老大 你个小兔崽子 让你瞎嘚瑟 滚过来挨揍 说着 拽着张龙就往巷子里走 他手底下的几个小混混 虽然搞不清楚状况 但还是立刻照做 拉起兵子 他们四个学生就往巷子里走 另外四个学生 白天刚泡完澡 正得意呢 本以为这应该是报仇血恨的戏码啊 可万万没想到 竟然被自己眼里的大哥给被刺了 一时间 不明白发生什么的五人 立刻鬼哭狼好起来 三舅 你失心疯了呀 我要告诉我妈 啊 撒开我 别拔冷我 赵刚看着自己大外甥 他们五个被拖走 脸上却冒出一层虚汗 阵阵后怕 想到还有个人被晾在后面 急忙换上一副笑脸 转过身来 老弟 真巧啊 说话的时候 声音都有些颤抖了 他可太知道薛凯的本事了 现在简直毁的肠子都轻了 陈海整个人都看傻眼了 从头到尾 压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上一秒 自己还正好一头撞进红毛的胸口 马上就要挨揍了 可下一秒 就被自己的好大哥同桌 一脚踹了出来 彻底拯救 眼瞅着对面十几个人冲上来了 要干他们 可紧接着 号称县里最牛逼大哥的赵刚 竟然直接站出来 一嘴巴子给张龙他们 都给干回去了 如今更是笑呵呵的 直奔他这里走了过来 瞬间吓得陈海一个劲的后退 哆里哆嗦的躲到了徐夏阳的背后 大哥 他就是赵刚 在陈海震惊的目光中 徐夏阳非但不后退 反而主动赢了上去 赵刚 看来你对上次的事怀恨在心啊 今天是特意带人来读我 是吧 他语气说的平淡 可落在对面耳朵里 那就是晴天霹雳 天大的冤枉啊 赵刚脸上的笑容一秒垮掉 急急忙忙解释起来 差点都要哭了 别呀弟弟 这说的是什么话 那小兔崽子 我已经让人再教训了 说着 更是扭头喊了一嗓子 老四 你没吃饭啊 给我打 往哭了打 大点声哭 哀嚎不止 啊 赵刚 你个王八蛋 啊 我错了 啊 三舅 别打了 别打了 我错了三舅 听到巷子里传来的惨叫声 赵刚也是急急忙忙看向徐夏阳 弟弟 怎么样 满意不 哥真的不知道 是你在这儿啊 你说 这 纯纯整叉屁了 他现在也是欲哭无泪 一个劲的感觉自己 这是点伴啊 不是他太弱 实在是薛凯太牛掰了 就好像 自己一个做厨子的 顶多在服务员和学徒眼里 是个牛逼人物 怎么敢跟酒楼老板 叫个呀 那不是找揍呢吗 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啊 本来是打算出来溜溜 姐姐们 顺便重申一下自己的威武霸气 更正一下名头 结果万万没想到 自己刚从巷子里走出来 直接就看到 自己那不知死活的外甥 竟然在跳着脚 骂薛凯的小弟 这简直是找死啊 就算是自己碰见了薛凯手底下的小弟 那都得战战兢兢 小心接待 当成大哥一样捧着 那根本不是一个谅解 自己顶多就算是个街头不良 小混混的童子军队长 混混市场 收点管理费啥的 人家薛凯那可是真大哥呀 根本不敢得罪 上次一脚 现在腰子还疼呢 见到徐下阳那一秒 他都恨不得扭头绕到就跑 可为了小命着想 还是赶紧回来 好好教训一下自己那不知死活的大外甥 就这 还得看徐下阳满不满意啊 徐下阳看了一眼赵刚 一句话不说 静止向着五人挨揍的小巷子方向走了进去 即便周围都是赵刚的小弟 也仍旧面不改色 单单是那份淡定 就已经坐实了赵刚心里的畏惧 这小子绝对是跟薛凯混的 巷子里 张龙他们五个全都撅着 并趴在墙上 红毛小混混带着几个兄弟来回飞踹 一个劲儿的大嘴巴子 打得不亦乐乎 惨叫哀嚎不断 压根没有了早上在厕所里的那份嚣张 陈海见到这一幕 眼珠子都快掉下来 他可是结结实实挨过揍的 一眼就能看出来 张龙他们挨的这一顿揍 比起自己过去两年挨得打都狠了 一时间 看向徐夏阳的目光 更是崇拜得根本说不出话来 充满了小迷地的敬畏 赵刚这时候 只能陪着笑脸再度凑上来 紧张地继续解释 好弟弟 不打不相识 咱们也算是熟人了 上次那事 薛哥就已经给我教训了 这事儿 你可千万不能跟他提啊 你放心 以后只要是你摆摊 我保证不收管理费 这学校附近 所有地方 这些不学好的学生 和街面上的小崽子 全都得听你的 你就高抬贵手 饶了哥哥吧 巷子里众人见到赵刚这么卑微 一时间心底都无比震撼 那可是他们的老大 台球厅的老板 各个市场收管理费的很角色呀 怎么会给一个学生道歉 还害怕成这副B样啊 唯独红毛小混混 眼里满是惊恐 他只是个不良少年而已 根本不敢接触薛凯 和他手下那种混社会的狠人 完全知道徐夏阳 能找到薛凯撑腰这事儿 到底是有多大的分量 现在 就连自己大哥张刚 是生是死 也就是徐夏阳一句话的事儿 毫不夸张 徐夏阳淡淡看了一眼 被揍得不轻的张龙五人 对他而言 就算是那些五颜六色的小混混 也不过都是 和刘子良一个德性的废物而已 虽然他不怎么想麻烦薛凯 但不得不说 他也知道薛凯在这种场面上 有绝对的权威 自己今天也算是狐家虎威了一把 装逼点到极致 能保证 让自己以后不会被打扰学习 就够了 念及如此 他随意摆摆手 说完直接在一众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下 背上书包直奔工地方向跑远 陈海愣了一秒 看到巷子里 全都是凶神扼杀的不良小混混 瞬间被吓得哆嗦了一下 急忙追着徐夏阳就跑 大哥 等我呀 赵刚看到徐夏阳离开 则是如释重负 急忙笑着白手 好嘞 好弟弟慢走啊 有机会再聚 别跟这群小孩一般见识 给薛哥带好 啊 疼 妈你轻便啊 我这屁股担子都肿了 都怪我三舅 后面每擦一次药就疼得他哆嗦一下 看得正在擦药的风于中年妇女 心疼得皱紧眉头 轻声细语地安慰着 疼了龙儿 这特么给打的 有这么胳膊肘往外拐的亲三舅吗 不行 明天我必须得上学校找他们老师去 看看给我们孩子欺负的 赵刚坐在餐桌前 正在和一个文质彬彬的戴眼镜中年人喝酒吃菜 听到这话 顿时不耐烦地择了一声 重重放下酒杯 姐呀 我的亲姐姐啊 你不知道 你儿子在学校一直是神妖尿性吗 除了他欺负人 谁敢欺负他了 今天要不是我护着他 估计你就得去水库捞人了 此言一出 沙发上的赵琳瞬间瞪大了眼睛 你说啥 饭桌对面的张子川也愣了一下 皱紧眉头看过来 刚子 这话怎么说 赵刚无奈地叹了口气 一边加菜 一边解释 姐夫 你知道小龙得罪的人是谁 前两天 我去工地那片收市场管理费 发生啥事 我跟你说了吧 这些天我都不敢随便出门嘚瑟 得 让你儿子给碰上了 说着 眼里不由地得意了几分 也就是我正好在那 看我的面子 人家算了 要不然 他能这么回来 这事 你跟我姐可得好好谢谢我了 此言一出 张子川手里的酒杯瞬间哆嗦了一下 震惊到不可思议地看向他 试探性地开口 薛凯啊 赵琳听到这话 反而仍旧是不满地冷哼一声 薛凯怎么了 不就是个混子吗 还反了他了 我儿子欺负谁都行 谁也不准欺负我儿子 是不是儿子 说话间 手里上药的劲儿 不知觉又大了一点 瞬间疼得张龙惨叫哀嚎的 啊 妈呀 你轻便啊 碰 这时候 张子川却是直接一巴掌拍在了桌子上 面色铁青 你他妈就惯着他吧 薛凯是什么人 你不清楚 真让你儿子得罪了他 哭你都找不到坟头 能念就念 不能念 趁早我给你办出国 打工去 话音刚落 客厅的赵琳瞬间就瞪起了眼睛 你个废物 怎么就跟自己家人这么能耐呢 看你儿子被打的 有本事 你找薛凯去啊 这家靠着你什么了 当个破大夫 在医院里 好歹还是个主任呢 你给你儿子撑腰了吗 要不是我弟弟 我儿子在学校 早就让人欺负了 凭什么欺负我儿子啊 眼瞅着这两口子 就要抄抄起来 赵刚伸手拦住了他们 一个劲的劝说 然而就在此时 碰 哗啦啦 客厅玻璃 突然被一大块石头直接砸碎 散落满地 沙发上的母子俩 直接被吓得尖叫着抱在了一起 脸色煞白 惊恐无比 压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啊 干啥呀 刚子 赵刚和张子川也是被吓得 直接蹲在了桌子底下 惊恐地瞪大了眼睛往外看 咋了咋了 坏了坏了 这还是找上门来了 砰砰砰 下一秒 大门突然被人敲响 一道声音响起 赵刚 开门 我 此言一出 张子川两口子满眼疑惑 脸色煞白 面面相去 压根不知道怎么回事 点名的赵刚 赵刚此刻 已经被吓得哆嗦起来了 隐约猜到了什么 刚刚的得意荡然无存 急忙手脚并用地 从桌子底下爬出来 颤颤巍巍地跑去 把大门打开 半点不敢犹豫 巴大 门一开 沙发上的张龙 更是被吓得瑟瑟发抖 母子俩紧紧抱在一起 一个圆脸粗薄 浑身横肉的壮汉 直接拎着满脸是血的 红毛小混混走了进来 身后更是跟了 几道身影鱼贯而入 碰 红毛小混混 被直接扔到了客厅地面上 只剩下哼击的劲儿了 那副惨样 吓得屋里四个人 全都闷声尖叫 纷纷别过头去 根本不敢看 赵刚直接被吓得面无血色 大汗淋漓 眼睁睁看着那壮汉 走到自己姐姐 和大外甥的沙发上坐下来 一句话不说地 顶着他这一架子 整个人都哆嗦了起来 他就是个 收管理费的无赖小混混头 压根没打过架 更没那个胆子 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 只是在那些不良学生 还有小摊贩眼里 他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 实际上 他只会耍无赖 对付那些忍气吞声的小摊贩而已 甚至都不敢动手 只是靠着打扰他们 做生意的无赖手法 逼他们妥协而已 根本不上说 但混了这么多年 还是一眼就看得出来 这是薛凯的小弟 刚刚还心疼儿子赵灵 此刻已经被吓得 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只知道死命地抱着自己儿子 所在沙发角落里 瑟瑟发抖 惊恐的目光连连向赵刚求救 赵刚抬头 看向进门的几个人 急忙连连鞠躬 赶紧解释 鸡 几位大哥 我认识薛哥 你 你们是为了今天那事来的 是吧 这真是误会 那扎穿的小哥 我真没得罪 我这外甥根本不 啪 没等他说完 一个壮汉直接一个嘴巴子上来 打得他吐出一颗牙 咣当一声摔在地上 瞬间吓得赵灵两口子 瑟瑟发抖 不忍心地偏过头去 今天就是个教训 这个嘴巴子 你记住了 凯哥说了 再有下次 再敢伸手欺负这些学生啊 摆摊的小老百姓啊 这事上 我们就让他没人能管 明白不 赵刚身为排骨精头头 自己当然也是个戏狗 织包机的大哥这一巴掌 直接打到他一颗牙 半边脸都活动了 脑瓜子嗡嗡的 耳膜都被干穿孔了 可听到大哥的话 仍旧是连连点头 明 明白 沙发上的壮汉 舒坦地出了口气 一扭头 就看到沙发上 紧紧抱在一起的母子俩 一直以为自己是 学校老大的张龙 此刻早就被吓傻眼了 尿湿了一大片 瑟瑟发抖 眼泪哗哗的 根本止不住 彻底没有了 当不良的念头 壮汉轻轻翻了个白眼 淡淡开口 学生就好好学习 好好考大学 告诉那几个同学 以后不准欺负人了 要不你就没救救了 你们不学 别耽误我徐老弟学习 徐老弟可是要考上大学 带着我大侄子 一块去看看的 这是他答应我大哥的 说着 壮汉缓缓起身 直接冲几个小弟摆摆手 走了 凯哥还叫咱们去吃闸串呢 正好饿了 几个壮汉大摇大摆进来 潇潇洒洒离开 半点都不拖拉 真正的大哥做派 才不会满嘴废话 直到楼下 想起那大陆虎的引擎声 逐渐远去 楼上这一家子 才缓过劲来 赵刚眼前仍旧直冒惊心 半边脸都肿起来了 摇摇晃晃 爬到红毛身边 都特么被吓哭了 老四 老四 吓死哥了 在学校 没让人欺负吧 我都忙忘了 你这两天开学 回去读书还顺利吧 薛凯坐着马铲 一口咬碎沾满酱料的鸡骨架 细细啃着上面的又炸又烤 稚嫩的鸡肉 这路边闸串小摊 他倒是吃得津津有味 满嘴满手都是酱料也不在乎 徐下阳倒是对他的到来 有些出乎意料的惊讶 不过看看时间 九点多了 反正也没什么客人 今天赚了八百块钱 也够多了 索性就坐下来和他聊聊天 他一边笑着 给其他几个大哥分闸串 一边回应薛凯 凯哥 我就是回学校读个书 能有谁欺负我啊 就我这个头 这身板 这岁数 比起十九 二十岁的高中生来说 我不欺负别人 都已经是好的了 你就放心吧 说着 他还是有些好奇 仔细打量着薛凯的表情 试探着开口 凯哥 你是不是听到什么线了 特意从室里跑回来 虽然 他认为 下午在学校外面 见过赵刚的事情 基本不会有别人知道 而且也没发生什么冲突 但薛凯作为县里的土皇帝 能听到一些风吹草动 也不是什么稀罕事 就是 他有点不敢相信 自己 只是被赵刚带人堵了一下而已 薛凯难道还真会 特意从室里跑回来 就为了给他撑腰 他还不觉得 自己和薛凯 有这么深的交情 薛凯吃笑一声 随手又拿起一个肉多的烤鸡架 熟练的掰碎开来 似乎已经找到了 吃这种烤鸡架的技巧 风生 什么风生 我又不住室里 我在县里有房子 我晚上回家而已 顺道来看看你而已 这两天我儿子还念叨 上次听我说 你要是考上大学 就带他一起去学校里逛逛 他心里惦记着你 应该开学了 特意让我路过 来问问 你可别把这事忘了 我这几个兄弟的孩子 都不爱读书 没几个能考上大学的 要不就岁数还小 我儿子的念想 现在可都在你小子身上了 好好学习 要是有啥耽误你读书的事 直接跟我说 不是给你一个电话了吗 别设不得用 徐夏阳听到这话 长出一口气 笑着连连点头 这事我肯定不能忘 放心吧凯哥 等我考上了 到时候就去省里 带着你家我弟弟一块 我上大学 那就是他上大学 正聊着呢 远处一辆黑色大路虎 亮着灯从马路上开了下来 不远不近的 停在夜市外面的马路边上 砰 车门一开 几个壮汉下来 笑呵呵的 向闸串摊子走过来 夏阳 收摊了呀 凯哥 徐夏阳看到来人 顿时眼前一亮 师傅 你也过来了呀 眼前这看起来 又胖又壮的大汉 他再熟悉不过了 正是去年手把手 叫他开挖机的班组长 听说也是三七工地的挖机老板 负责一整个工地上的挖机租赁 实打实的薛凯手底下的小老板啊 至少几十台挖机的身家 那时候 可没少拉着他 一起出去喝酒吃串 只是后来为了干业务 去了市里一个工地 见面就少了 这还是头一次 见他回县里来 郭旭笑着点点头 直接自己弯腰 从桌上拿起来一根烤肠 外酥里软 粉料味道十足 嗯 好吃 这好吃 凯哥让我过来吃啥串 我正好也来尝尝 这味道真好 你小子学非赚够了吧 还没等徐夏阳回应 薛凯已然皱着眉头 满眼无奈地抬头看向他 你别他妈光放屁 还当人家师傅了 你这忙着赚钱 自己都开上大路虎了 也没见你关心 你徒弟读书没钱啊 光说 你倒是掏钱啊 直接给他 他还能不要 此言一出 周围几个壮汉 瞬间都跟着轰笑起来 嘻嘻哈哈的 好不热闹 徐夏阳更是腼腆笑着 急忙摆摆手 不不不 真不用了师父 我这闸串滩一天 赚一千多呢 足够我用了 读大学的学费都有了 民政局那边还告诉我 考上了大学 还能申请 每年五千块钱的学费补助 你们千万别给我掏钱 郭旭黑黑一笑 一抹口袋 我确实没拿钱 赚点逼钱都买路虎了 要不车给你开 此言一出 在场众人更是笑个不停 薛凯倒是眼前一亮 想到个好主意 哎 这事也不是不行 反正今晚不走 那什么 明天你开车过来接上夏阳 送他去学校 别太早 卡着点能去就行 明白不 郭旭瞬间接收到信号 脸上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 嘎嘎点头 明白 夏阳明天早上等我 可不准自己跑了 必须坐我车去上学 徐夏阳见到他们一个个这么认真 倒是有些不好推辞 虽然不明白 为啥非要执着于 开车送自己去上学这事 但毕竟是曾经教他开挖机的师傅 只能答应下来 几个壮汉一个个穿得干干净净 脸上的笑容也都憨厚本分 但在外人眼里 这地方那都得绕路走 谁也不敢靠近 薛凯吃得差不多了 擦擦手上的油 一抹嘴 舒服地打了个宝格 行了 吃了不少了 这顿就算夏阳请的 不用给钱了 徐夏阳一时间哭笑不得 要不然 他本身也不可能收钱的 凯哥 这东西你就随便吃 你啥时候来 我啥时候请你们 没几个钱 薛凯得意的轻笑一声 那是必然的 行了 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明天还上学呢 说着话 他刚要起身离开 突然好似想到什么 缓缓转过身来 对了 夏阳 你和你妹妹身道翻了 听子梁说 反正你们兄妹俩 是不怎么来往了 徐夏阳也不在意 只是点点头 他们过他们的 我过我的 互不影响 薛凯若所有思 轻笑一声 直接摆摆手离开 身后几个壮汉 也都一一跟徐夏阳 打着招呼 纷纷告别 拍拍屁股离开 哄 随着几声油门轰鸣 几辆越野车 开上了大马路 扬长而去 车上 薛凯脸上笑意逐渐没有 轻声开口 刘子 事儿办好了 话音刚落 坐在副驾驶上的壮汉 立刻点点头 放心吧凯哥 轻色舒缓了几分 点点头 看来的确是真的 夏阳估计是和他那个妹妹不来往了 这样倒是省心了 那个小黄毛 在赌桌上欠了多少钱了 到昨天 满打满算 欠了46万了 都按照你说的 没人催他还钱 照样继续借给他 今天咱们回来 他也才第一次回家 好像还给家里买了东西 也是从赌场拿的钱 听到这些 薛凯脸上反倒露出一抹笑意 行 让他继续折腾就行 别忘了 盯紧了 吃点喝点玩点 随便他折腾 其他事 别让他掺和 这几天 他要是找我 就说我谈生意去了 先晾他几天 到时候就好上钩了 一大早 徐夏阳刚出工地 就看到了停在路边 等着的大路虎车 只能无奈一笑走了上去 车窗硬声落下 郭旭笑呵呵地靠在车窗上 冲他一甩头 上车 徐夏阳笑着 跑到副驾驶位子上 钻进车里 直一眼 立刻羡慕起来 哇 师傅 你这车太气派了 这一年没见到你 太能转了吧 哄 郭旭一脚油门 车子直奔学校方向驶去 听着徐夏阳那羡慕的眼神 自然也露出得意的笑容 还好还好 凯哥让我包了一个 市里工地的土方工程 小转了几十个而已 反正我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 当然是换好车了 这车才是男人开的 记住了 有钱就买大路虎 买八道库鲁泽呀 娘们唧唧的才开小车车呢 明白不 徐夏阳嘿嘿一笑 点点头 曾经羡慕杂串师傅张志强 开四个圈奥迪的心思 已经开始动摇了 唉 明白 有钱了 我也买大路虎 从工地到学校 满打满算走路也就半个点 往常六点半到学校 那都是最早的了 今天坐着郭旭开的大路虎 却硬生生绕着大街 跑了好几圈兜风 路上看到不少早起赶路的学生 等来到学校门口的时候 已经六点四十了 徐夏阳看着门口 已经三三两两多起来的学生 心里也不由得着急了些 他可还是打算 早上把昨天那篇文言文给背熟的 休学三年 高一高二背过的那些文言文和段落 也早就忘得差不多了 现在他可是恨不得一天当两天用 都有些赶不上趟呢 师傅 我到了 就先进去了 你有事先去忙吧 然而 他刚要打开车门下车 却发现车门锁得严严实实的 根本打不开 郭旭这时候 却是不紧不慢的轻笑一声 直接将两边车窗都按了下来 找什么急啊 陪师傅坐会儿 这不还没到最后时间呢吗 再等等 说话间 学校门口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 全都是赶来上学的学生 乍一见到门口 停着一辆这么霸气的大路虎 瞬间吸引了所有学生的注意力 全都好奇地打量起来 不仅仅是学生 还有不少骑着小电动和自行车 来上班的老师 也都好奇地看向车里的人 顿时意润纷纷 学下洋一时间感觉有些脸上发烫 从爸妈去世之后 他可是从来没这么高调过 多少有些不好意思了 当即只能无奈苦笑着看向郭旭 师傅 这学生都快走没了 差不多了 要不我就先进去吧 郭旭文言 却仍旧是不紧不慢地摇摇头 嗯 早着呢 今天迟到一会儿 没关系 随着他俩说话的功夫 学校门口的人流量也逐渐大了起来 明显到了学生上学的早高峰 俩人就这么开着窗户聊天 让过路的学生和老师 全都看得清清楚楚 学生眼里充满了羡慕 老师眼里却都多了几分顾虑 眼瞅着快到七点 要打零了 门口的人也逐渐稀疏了 几个学生一蹶一拐地 从同一个方向互相扶持着走来 正是昨天被硬拉进巷子里 揍了一顿的张龙他们几个 虽然昨天被揍得很惨 但逃了一天学 还和社会上的小混混在一起玩 他们自然回家也不敢说真话 今天只能老老实实继续上学 唯独张龙 昨晚经历了可怕的一幕 本想直接休病假的 但还是被老爹硬逼着来上学 主要是让他给徐夏阳道歉赔罪 经历过真正社会人的洗礼 他那点胆子早就被吓破了 就算是忍着屁股痛 也不得不一大早起来上学 简直是欲哭无泪了 郭旭等了一早上 乍一见到张龙那张 至今仍旧被吓得惨白惨白的脸走过来 突然就心满意足地笑了 巴大 车门锁打开 他笑着冲徐夏阳摆摆手 去吧 上学去吧 好好读说啊 徐夏阳一脸困惑 压根不知道师父这是什么意思 但总算是松了口气 再不进去可就真迟到了 急忙打声招呼 拉开车门就往下跳 走了师父 他刚下车 立刻头也不回地就往学校里窜 然而下一秒 郭旭却同样从车上下来 隔着校门对他喊了一嗓子 小子 好好读书啊 别奋险 考上好大学 徐夏阳文生 心里虽然充满了疑惑 却也是回头摆摆手 再度提高速度 直奔高三教学楼 他根本没意识到 郭旭这一大早上到底是要干什么 心里只想着学习 另一边 郭旭刚打完招呼 立刻笑着看向 一瘸一拐努力走来的张龙他们几个 刚刚他那一嗓子 这几个学生自然也听得清清楚楚 张龙疑惑地抬起头来 可看到郭旭那张脸的时候 突然整个人僵住了 更是被吓得下意识连连后退 身后几个人也都亮亮呛呛的 废了 进了才拦住他 纷纷疑惑地看过来 咋了龙哥 龙哥你怕啥呢 走啊龙哥 要迟到了 张龙看着不远处 郭旭笑着冲他白白手的样子 整个人都快被吓哭了 妈 妈 他这一哭 更是给其他几个人整梦了 压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郭旭见到这个效果 心满意足地点了点头 当即得意地转身上了车 一脚油门扬长而去 正好和五人擦肩而过 后视镜里 看到到张龙他们五个 手忙脚乱的样子 顿时笑着摇了摇头 吓唬小孩这事 他还是头一回干 昨晚的确是凶残了点 但愿这样就能让 徐夏阳在学校里 踏踏实实读书 没人再打他主意 制造麻烦 另一边 徐夏阳跑到了班里 却看到 就连自己那个人 耸壁话多的 同桌陈海都到了 顿时一阵无奈 只能急急忙忙放下书包 找出课本 来加入成都的队伍 陈海乍一见到他来 顿时激动地凑了上去 叽叽喳喳说了起来 老大 你太有排面了 今天早上 坐着那么气派的大车来上学 那是谁啊 你家亲切 太厉害了 就连咱们校长 坐的都是老婆小补丧 你比校长都有派头 我都没好意思上去 跟你打招呼 嘿嘿 徐夏阳本不想搭理他 可一听到这话 突然隐约想到了什么 恍然大悟 原来是为了这个 他想明白的一瞬间 心里有点酸酸的温暖 爸妈去世之后 很久没有人这么为他撑腰 提他出头了 他终于明白 昨天凯哥为啥非要 让师父来送自己上学 师父又为啥 在门口听了那老半天 几乎让所有人都看到了 就是为了告诉所有人 他徐夏阳也是有人撑腰的 坐着好车来上学 不是谁都能欺负的 他昨天猜的没错 凯哥他们肯定是听到什么消息了 这才特意赶回来给他撑腰的 一时间 感动的情绪 让他梗住了喉咙 明明只是去年在工地上 给薛凯他们 开了几个月挖机而已 他们这些外人说起来 都害怕到不行的社会大哥 怎么心思反到这么细腻 唯独对他这么照顾 徐夏阳一时间想哭又想笑 更是为自己 有点想故意疏远这份关系的想法 而感到羞愧 谁管他外人嘴里 薛凯他们是怎么凶神恶杀 对自己好的人 自己就一定要加倍对他们好 一定要回报 那 别这么说 跟我没过上好日子 拆迁款早到晚到 迟早都会到 你就老老实实在家躺着 等着给我生儿子就行了 刘子梁光着膀子从床上起来 随手从袋子里 拿出一个全新包装的新款手机 直接一脸得意地扔回床上 碰 徐秋莹裹着被子起身 看到被扔在自己面前的 那个崭新的盒子 瞬间眼前一亮 喜上眉梢 呀 是手机 给我的 你对我太好了 一定是跟着老板赚大钱了吧 刺了 他一边说着 一边开心地撕开外面的塑料 迫不及待地把盒子打开 一枚粉红色的翻盖手机 安安静静地躺在里面 崭新的外表 摸起来令人爱不释手 徐秋莹一下子就开心地 抱着手机尖叫起来 啊 我也有手机了 过来过来 让我亲一下 你真的对我太好了 刘子梁咧着嘴笑 得意的任由徐秋莹 抱着亲了一口 看着马上就坐回去 把玩手机的媳妇 他脸上得意不检 轻哼一声 怎么样 这回也让你那视连眼的哥哥 好好看看 一千多块钱的手机 比他那个都不知道好多少倍 还是最新款的翻盖手机 他那个破什么诺 什么呀的 还是个外国牌子 听都没听说过 拿去给他也看看 你嫁给我 到底是不是不好日子 徐秋莹摸索着按住开机键 可等了半天都没反应 顿时一脸的疑惑 不对啊 我在我同学那看到过 他考上大学 他妈给他买的也是这种 按住这里就开机了呀 这个怎么没反应呢 说着 更是一脸怀疑的 看向刘子良 你不会是弄了个假的骗我吧 说 你跟着那个薛老板 现在干什么大生意 赚了多少钱啊 一千多块钱的手机 真是你买的 刘子良一听这话 瞬间就急眼了 直接叼着烟爬回床上 一把夺过手机 甩了甩那飘逸的黄毛 你还不信 这东西是你不会用吧 我看看 巴大 他按了按开机键没反应 随手把后盖打开 瞬间择了一声 一脸无奈 电池 电池没按 找找 那盒子里是不是有电池 徐秋颖文言 立刻开心又激动地 在盒子里翻找起来 随着充电线 耳机 统统都被倒出来 一块被塑料纸包裹着的 崭新电池 安安静静 躺在盒子底部 找到了 是这个部 我看他们用那个万能 充给这充过电 刘子良一把拿过电池 三下五除二的咔咔对准 按了进去 随手按住开机键 叮铃铃 一阵响亮的开机声响起 他顿时一脸得意地 将手机扔了回去 那 得这么用 只剩三个电了 等下午你去县里 卖手机那边半张卡 买个万能充 再加用就行了 徐秋颖正在开心地玩着手机 一听这话 突然反应过来 一脸疑惑地抬起头看过去 什么 你今天就走啊 昨晚才刚回来 你不在家多陪我几天啊 说着 更是委屈地 直接把手机扔到一边 扁着嘴 下一秒就直接落了眼泪出来 越哭越委屈 越委屈越哭 刘子良刚穿上衣服 一见到他这样子 瞬间心里烦躁得很 但表面上 还是装出一副安慰的样子 哎呀 这不是我现在忙吗 以前 你看我跟县里 这群兄弟混的时候 你说我不务正业 现在我跟着老大去市里做大生意 大买卖了 你又说我没时间陪你 等赚了钱 咱家拆钱款下来 我不就回来陪你了吗 说着 更是耐着脾气 抓住他的胳膊 轻声安慰 你这样 你就好好在家待着 把孩子给我生下来 到时候 咱们一家三口 几百万的拆迁款 花都花不完 我是大老板 你就是老板娘啊 你放心 我这是出去赚钱 等你生孩子的时候 咱们找最好的医生 最好的医院 保证你生的安全权 不疼不痒的 听话 乖嘛 徐秋莹别着嘴 大科的眼泪 巴达巴达的往下掉 可看看刘子良 那不断安慰他的样子 又心软了 我就是 想让你自家多待几天啊 之前高中那些同学 考上大学的 都去读大学开学了 没考上的 都去南方电子厂打工了 你爸你妈天天跟我 也说不了几句话 我一个人在家待着 都快无聊死了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说着 更是抱住刘子良的胳膊 委屈地看着他 就在陪我一天 你大哥 也不是天天找你有事吧 刘子良见状 也是一时间难以抉择 看看时间 急得直挠头 哎 我这叮铃铃 正当他犹豫的时候 兜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他急忙挣脱了 徐秋颖的胳膊 冲他笔划了一个 安静的手势 走到一边接起电话 喂 哎 刘哥 马上 准备好了 这就出去了 行行行 一等啊 说着 他无奈地挂掉电话 随手从桌上 把挂力扯下来一张 抓了根笔 写下一串数字 这是我电话号码 你办了电话卡之后 就打这个电话 我就能接到 明白了吧 刘子良一边说着 一边焦急地向窗外看去 从裤兜里掏出200块钱 犹豫了一下 拍在桌子上 你看看 随便买点零食吃 你不是爱吃那薯片和虾条吗 自己去买点 我真来不及了 走了呀 想我就打电话 说着 压根不等徐秋颖还拦着他 立刻疯疯火火地夺门而出 眨眼间跑出了院子 消失在胡同里 徐秋颖看着桌子上 留下来的200块钱 和电话号码 一时间有些失落和委屈 但转头看到 被自己扔到一边的翻盖手机 心情瞬间又好了一些 随手拿起手机 自顾自地研究起来 突然好似想到什么 爬到床边 找到一本同学路 打开翻找着上面同学 留下来的手机号和QQ号 仔细对照起来 另一边 刘子良窜出棚户区那小巷子 直接钻进了路边一辆大霸道 笑呵呵地打着招呼 刘哥 还得是你来得快 要不还真让家里那个烦死了 咱们这回去呢 薛哥给我安排啥活 刘相开着车 一脚油门上路 文言 不过轻笑一声 你小子娶媳妇早 就偷着乐吧 不像我们几个光棍子 只能天天去按摩 没啥事 凯哥最近要去谈个生意 不在市里 你就随便活动吧 说着 余光撇到刘子良脸上有点失落 他却是爽朗一笑 别想那么多 薛哥那生意 需要大本钱的 是个大工程 没有个几百万的身家 掺和不了 听说 年底应该能定下 现在着急找人入股嘛 一年下来 投资少说能翻一倍 那是大买卖 不是咱们能掺和的 两百万变四百万 三百万变六百万 这可不是小打小闹啊 刘子良一听这话 目光颤动了一下 下意识的难难低语 翻一倍 几百万的大买卖 还没等他想明白 刘相却是突然笑了一声 走吧 今晚还是炸金花 麻将 头子 你选一个 随便玩 对了 你回来的时候 从赌场那边之前了 听说去买了两部手机 刘子良思路被打断 一时间有些反应不过来 下意识的直接开口 啊 是 给我媳妇带了一步 这钱我到时候还上 先记在账上 刘相倾笑一声 目光意味深长 没事 杜兄弟 几千块钱算个啥 玩得开心就行 走着 回市里先去唱歌喝酒 晚上堵桌上 那手气才能好呢 就上次一块谈生意那老田 去年输了一百多万 你猜怎么着 昨晚上来消息 一夜手气爆棚 直接回本了 还赚了几十万呢 此言一出 刘子良目光瞬间璀璨了起来 真的 早 今晚上一定要赚回本 叮铃铃 最后一节课 放学铃声响起 好了 上第一节课要讲 下课吧 哗啦啦 话音刚落 所有人立刻开始 有说有笑地收拾书包 后门 徐夏阳一如既往 出了名的快 拎起书包就跑 然而这回 屁股后面 却是多了一个累赘 一路紧紧跟随 叽叽歪歪说个不停 老大 你每天放学都跑这么快 是去干什么啊 听说你父母也是之前矿上的 我也是啊 我回家就自己一个人 你回家呢 家里还有人吗 老大 你是不是混社会的呀 能不能带带我啊 徐夏阳头也不回的直奔工地方向赶路 着急回去摆摊呢 任凭身后那小子怎么续到 他都好似压根听不到一样 根本不做回应 两个人就这么一前一后 静止回到了工地门口 还没得徐夏阳开口 陈海突然发出一声疑问 哎 怎么有个人蹲在工地门口 还是个女的 大哥 你家在哪啊 工地对面那个小区吗 徐夏阳眉头一皱 同样看到了蹲在工地门口玩手机的徐秋影 看来他是认上这个地方了 可已经好多天没来了 这已经是9月3号了 还有两天就是大学开学的日子了 难道是想开了 准备来拿录取通知书 去省城大学报到了 不管怎么样 都和自己没关系 顶多把录取通知书给他 随便他怎么决定 念及如此 立刻冷着脸走了上去 乍一见到有人靠近 徐秋影下意识地抬头看去 瞬间露出一副笑脸 站起身来 哥 你回来了 我等了好半天了 刚一开口 跟在徐夏阳身后的陈海 就满脸惊讶地凑了上来 哥 大哥 这是你亲妹妹啊 怎么你那么黑那么操 你妹妹长得这么白啊 亲兄妹啊 徐夏阳见到凑上来的陈海 瞬间不耐烦地择了一声 皱起眉头 你有事没事 没事回家去 别他妈烦我 此言一出 陈海立刻老老实实 闭上嘴躲到一边 不敢再冒头 徐秋影这时候 却是得意地走上来 开心地炫耀着手里 粉红色的翻盖手机 看 手机 子粮给我买的 花了一千多呢 好看吧 比你那个黑漆漆的 板砖一样的手机 好看多了 徐夏阳看也不看 绕过他直奔工地大门 你的录取通知书 在小池车上 在这等着 徐秋影一听这话 无所谓地憋了憋嘴 没事 那万一你留着吧 我才不去读大学呢 我加上了我那些 读大学的同学的QQ 他们过得可没我好 大学更无聊了 一点意思都没有 他们都羡慕我 此言一出 虽然徐夏阳压根懒地搭理他 可陈海却是满脸 好奇地凑了上来 哇 你考上大学了呀 哪所学校啊 你不去了吗 徐秋影乍一见到 这么个陌生人 脸上也挂上了 一副嫌弃的表情 你谁啊 陈海嘿嘿一笑 我是跟你搁混的小弟 我叫陈海 在学校里 我俩是同桌 关系大大好 徐秋影文言 直接轻哼一声 读书有什么意思 说着 更是扯着嗓子 像走进工地里 去推小池车的徐夏阳 大声喊了起来 我同学说了 去了大学还要军训 天天在太阳底下晒着 动不动就被教官罚站 特别累 上了大学还要上晚自习 一点都不自由 根本不像老师说的那样 随便玩 他们可都羡慕我过得好呢 都说 我比他们幸福多了 可惜 子良喜欢的是我 他们没找到子良那么好的老公 徐夏阳懒得搭理他 可陈海却是煞有介事的 在一旁帮腔 就是 我也觉得读书不如混社会 可谓说 不读书就给我腿打断 非逼着我读书 徐秋影得到了肯定 瞬间得意起来 哼 我那些考上大学的同学 还要再读四年书 可遭罪了 我跟他们一说 我现在天天就是躺在家里看电视 玩手机 吃零食 什么活都不用干 还不用上课 可自在了 他们都羡慕我 这手机 就是子良赚了钱给我买的 他跟着那个叫薛凯的大老板 在外面做生意 赚大钱 比你读书好多了 子良特意让我拿着手机 过来给你看看 比你那个好吧 我现在过得特开心 非常舒服 每天都是好日子 吃喝玩乐就行了 陈海一听这话 瞬间两眼放光 哇 不读书太爽了吧 我也不想读书 要是我也能天天躺在家里看电视 吃零食就好了 说着 他脸上的神情 反倒是多了几分落寞 羡慕地看着徐秋颖手里那款新式手机 可是 我以我奶都买不起手机 更不用说给我买了 姐 你这手机挺值钱吧 咋还是对折的 我都没见到过 徐秋颖听着陈海的话 更是大为受用 那可不 我这手机一千多块呢 你当然没见过了 我用这手机 加了好多同学的QQ 终于有人跟我聊天了 还能认识网友 哈哈 他们都跟我抱怨 在外面读大学太累了 又要读书 又要军训 无聊得很 要不是家里给他们交了学费啊 他们都想退学了 俩人正说着 徐夏阳已经放好书包 推着小吃车出来了 面无表情地 从燃气罐旁 将装着录取通知书的快递单子抽了出来 随手递给他 你的录取通知书 爱去不去 不用跟我说 徐秋颖却是根本不伸手接 只是回身从刚刚蹲着的墙边 拎起两袋子零食 我说了我不要 你留着吧 别以为谁都是爱贴着你 请你帮忙的 我今天就是爱给你看看 我过得多好 子粮连这么贵的东西 都舍得丢满 我那些同学都羡慕我 徐夏阳压根也懒得跟他废话 既然不要 那就继续塞在煤气罐旁边放着 只是看了一眼那手机 轻哼一声 是 你幸福 谁能幸福得过你啊 天天吃喝玩乐 躺在家里玩手机看电视 的确是比那些还要读四年书 将来拿着本科文凭考研究生 找工作的人幸福多了 说完了吗 当初给你的黄毛老公帮忙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过 别再来找我 你是记不住吗 别耽误我摆摊 说着 直接绕过妹妹 推着小池车直奔夜市摊位 徐秋颖被他一番话气的直跺脚 只能对着他背景嚷嚷起来 你摆摊吧 继续赚那十块八块的小钱 子粮在外面 可是跟着老板赚大钱 等拆迁款下来 我们家就是百万富翁 你最好也别来找我们 说完 徐秋颖直接得意地转身就走 一边走 还一边噼里啪啦地 按着键盘聊QQ 看他驾驶也知道 已经在发泄 他对哥哥所有的不满了 陈海这时候 却是尴尬地挠挠头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可看到徐夏阳 推着一辆扎串小池车去摆摊 他心中的震撼 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急急忙忙追了上去 大哥 你还会扎扎串啊 能给我吃点布 我晚上没饭吃 大哥 我来我来 这个我收拾就行 嗯 放着 我来我整 陈海嘴里叼着炸鸡柳 手脚麻利地帮忙收拾摊位 洗洗擦擦 端盘子倒垃圾 倒是干什么都麻烈 徐夏阳一时间有些无语 但也懒得阻止他了 只能在一旁老老实实地数钱 1080 1085 1120 看着巷子里 又是1000多的收入 他心情瞬间松快了不少 美滋滋地把所有钱都揣进兜里 现在每天都上学 他也没空去银行 只能等什么时候放假 再找机会一起去存上 放在存折里 才让他有安全感 正当此时 对面摊位的马大明 则是一边嚼着煎饼 一边满脸狐疑地 打量着那个忙前忙后的陈海 溜溜达达走到了徐夏阳身边 哎 你啥时候还雇了个干卫生的 摆摊也整上助理了呀 徐夏阳闻言 也是看了一眼 还在帮他擦车子 打扫卫生的陈海 哭笑不得 哪呀 我说不用不用 可敢不走啊 硬说是没饭吃 眼巴巴看着 我只能管他炖饭 他要干活就干活吧 我可没前顾他 马大明文言吃笑一声 一扯酷腿蹲了下来 满脸好馅的模样 哎 你妹妹傍晚的时候 又来找你了 干啥 想回去读大学了 我就说他跟着那小混混 没啥好过头 早晚得离 还是去读书有出路 凡然醒悟了吧 你这当哥哥的 也别小心眼 要是他回心转意了 该劝劝就劝劝 毕竟是亲妹妹 徐夏阳文言 翻了个白眼 直接用下巴 指了指没气罐的位置 在那放着呢 人家是来跟我炫耀 黄毛给他买了个 一千多块的新手机 过得可幸福了 说是他那些 考上大学的同学 都过得不如他 可羡慕他了 他现在贼幸福 让我别等他家 拆迁款下来发财了 再去找他 我看啊 他就是在家待着无聊 没人聊天 隔三差五故意来气我 闲闲闲闲 说着 他也是笑着叹了口气 轻轻摇头 劝 劝个屁 后天大学就开学了 他连录取通知书都没看过 去不去的 关我屁事 以后啊 我就自己过好自己的就行了 操心那么多呢 马大明看了一眼 被塞在煤气罐旁边的 录取通知书 也是一阵哑然 只能狠狠地 咬了一口手里的煎饼 糊涂啊 田一时和田一时 这区别他搞不懂 人家读大学的 现在是苦点累点 等毕业 那可都是做办公室的 体面人 赚得还多 出人头地啊 哎 算了 个人个命 抢求不得啊 说着 他突然眼里一洗 又用胳膊肘 碰了碰徐夏阳 哎 差点忘了说正事 那大伟 这不也摆摊三天了吗 赚了一千多啊 那小子 坐不住 开始回去给那群同事炫耀了 今天中午来的时候 喜自知的跟我说 好几个人都想学摆摊 都动摇了 就等着看他 这一个月下来 能赚多少钱 要是稳定 还比开车赚得多 那他们就多来学摆摊 粗略一算 都有十几个人 有这个想法 一万多块啊 马大明笑呵呵地掐着手指头算 眼神只往天上飘 这学札串的 你带一个是一千块 介绍费 一个人给大卫反一百就行 其他摆摊的 咱们是三七分 那也就是啥都不用干 也能分到三百块钱 粗略算一算 躺着赚钱啊 少说也是大几千啊 四个人一组 三天带出来 发财啊 学下阳听着他的算计 心里也是暗暗吃惊 目光逐渐璀璨起来 三天 四个人出师 那这一个星期 就算休息一天 也能带八个人 八千块 乖乖 这收入可比得上百摊了呀 说着 他扬起薄 大致清点了一下 整个夜市上的摊位数量 十三 十四 我数了一下 光是咱们谈好合作的摊主 就有十八家 十八种小吃摊 一个人一星期 能带八个人 八千块钱 十八个人 一星期那就是 一百四十四个人 我曹 马哥 我没算错吧 那就是十四万四啊 三成 咱们有多少钱 马大明掰着手指头 算得眼貌精心 已经有些跟不上了 这 这是多少 徐下阳一阵心算 猛的两眼冒光 一拍大腿 四万三啊 哈哈 一个星期就四万三 发财了呀 哈哈 此言一出 两个人立刻兴奋的机长 哈哈大笑 好似已经看到了 商业模式的成功 正当这时候 旁边一个 悠悠的声音响起 那 一个星期能有 一百四十四个人来吗 乍一听到这话 陈青在创业发财梦想当中的 徐下阳和马大明 瞬间被吓了一跳 回过神来 这才发现 陈海早就收拾完东西 一脸好奇地蹲在旁边 马大明险些把手里的尖柄下掉了 直接捂着心脏站了起来 我尼玛 这孩子 怎么走道没生呢 徐下阳也是感觉心脏砰砰跳 被这小子的 突然插嘴吓了一跳 不过倒是也认同地点点头 你说得倒也对 不过刚开始 咱们算的只是最好的情况 就算没那么多 那也是肉眼可见能赚钱的门路 只要能宣传得更广 介绍更多人来 那大家都赚钱啊 马大明这时候 也是终于把气喘云了 无语地看着一脸清澈愚蠢的陈海 怎么 你小子能介绍人来学摆摊啊 告诉你啊 介绍一个人给一摆 介绍得越多 赚得越多 此言一出 陈海突然眼前一亮 贼溜溜的目光兴奋了起来 真的 介绍一个人来学摆摊 就给我一百块钱 那我不是发财了 徐下阳和马大明对视一笑 同时吃笑出声 纷纷笑着摇头 你以为那么容易呢 这学摆摊可不是免费的 一个人学费一千块钱 得有人交了一千块钱学费 才有你的一百 你上哪介绍人来学摆摊 陈海此刻 却是好像发现了 什么了不起的致富金 整个人大鼻涕当郎的 兴奋得不得了 我认识啊大哥 之前矿区老板跑路 我住南区家属院的 那不少邻居 都是之前的矿工 全下岗失业了 现在都是干灵活 没啥稳定工作 摆摊好啊 不光能卖 还能自己吃 那些叔叔大爷 大妈老奶的 我都认识 说不定他们里面 就有人想学摆摊呢 说着 他更是两眼放光地 抱住徐夏阳 大哥 是不是真的介绍一个人 就给我一百啊 我是真不想读书 就让我跟着赚钱吧 徐夏阳倒是不以为意 这几天相处下来 他虽然挺烦这小子的 但是也知道 这小子是真不爱学习 就算给他课本看 他也是发呆 倒是那张嘴 逮不逮得闲不下来 行啊 要是你真能劝说人来学摆摊 那一个人投给你一百块钱 我说了算 那个 马哥 给他一张咱们做的那个 就那什么 马大明轻笑一声 冲着陈海扬了扬下巴 等着 没一会儿的功夫 他从对面折返 手里了多一张手写的选课表 上面一共是18种摆摊项目 随手递给了陈海 你看看 记个大概就行了 我们可就写了这一张 就是让你给别人介绍用的 只要是在这上面的 都能学 学会了都能摆 但不能在同一个夜市摆摊 要签合同的 陈海接过来 两眼冒光 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 突然皱起眉头 疑惑地看向俩人 大哥 这东西 你们怎么不多打印几份 我要是能背下来 那我就好好学习了 此言一出 徐夏阳和马大明也愣了一下 面面相去 打印 陈海点点头 反而感觉奇怪 你们不知道打印吗 这东西 大街上发传单的那种 说着 还仔仔细细地打量 其手里这张手写的课程表 摇了摇头 这也太普通了 要是能在上面写上 每一种摊位的利润 报名费 简单的合同要求 最好还能是打印成彩色的 加上照片 马大明这时候 彻底被绕猛了 急忙叫停 等等 你先等等 这玩意一张纸 还能加上照片 徐夏阳也三年没读过书了 三年前05年那会儿 他倒是听说过 复印身份证什么的 但是打印 照片 他真是一点都不明白 当即认真的看向陈海 别急 你展开说说 你咋懂这么多呢 陈海黑黑一笑 好似头一次被人肯定 有些开心 当即拿着手里那张纸 认真的描述起来 这就是 县里开了那家打印店 他们可以弄 我闲着没事逃学溜达的时候 去他们那看过 特好看 他们还给不少开饭店的印广告呢 上面做好的菜 拍的照片 价格啊 菜名 还有饭店地址 电话啥的 说着 就在手里那张纸上笔划起来 你看 咱们这张纸 就可以做成带上照片 还有那个摊位前排队 生意火爆的照片 那看一眼 多吸引人啊 再把你们要让我背下来的那些东西 什么拜师费一千块钱 又是什么合同说的啥玩意 都写在上面 一目了然 我就是不会读书 不会背书 所以才不爱学习的 现在你让我拿着这张纸 没那么多东西 我记不住啊 听到他这么一说 徐夏阳和马大明 好似被打开了什么新世界的大门 可还是有点猛逼 一时间想象不出来 这张纸做出来是什么样子的 这 马大哥 你听懂了吗 马大明稀里糊涂地摇摇头 你个大学生 你没听明白 眼见这俩人还有点不理解 陈海野士级的抓耳挠腮 满地寻摸 终于 走到大马路边上的他 兴冲冲地从地上捡了一张纸跑回来 大哥 大哥你看 就这种 把上面不孕不育医院这图片 换成咱们小吃摊 然后多弄几个 排列起来 左边一排 右边一排 还有 这下面不孕不育医院的宣传语 地址 电话啥的 都能换成咱们自己的 明白了吧 说完 陈海立刻黑黑黑地傻笑起来 徐夏阳和马大明 看了一眼那不孕不育医院的宣传册 瞬间恍然大悟 哦 这种啊 这不满大街都是吗 可你刚刚说的 我怎么就没反应过来 两个人平日里就在工地这附近晃扬 就连县里繁华的地段都没去过 只是偶尔上街 看到过满大街这种小广告 宣传纸 采印的杂志报告 小扇子什么的 但他们也不关心 基本都是随手就扔了 虽然见过 但脑子里实在是对于陈海描述的那种 又是照片 又是解说的宣传广告 有些不明白 现在这么一看 一目了然 徐夏阳深吸一口气 顿时一副如获至宝的模样 欣慰地看向陈海 可以啊 你小子虽然不爱读书 但是脑子这么灵光 这东西采印一张多少钱 不过 我们这也没照片啊 是不是还得弄照相机什么的 不懂啊 陈海得意一笑 连连白手 不用 大哥 我满大街溜达 和那个复印店的老板认识 我都叫他播歌 他那能帮忙拍照 采印 拍照的价钱我没问 单独做一张采印的钱 也就两块钱 要不明天我逃学去帮你问问 到时候做几张发出去 那大家传看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来的就越来越多了 嘿嘿 此言一出 徐夏阳和马大明 倒是惊喜的面面相去 他俩商量了半天 也不过是摸索出来 让宋大伟帮忙回去 跟司机班宣传这么一条路子 结果看起来不起眼的陈海 这小子一开口 竟然让他们找到了第二个办法 印刷小广告 徐夏阳看着手里 用绿色圆珠笔手写的 摆摊报名表 又看看采印的 不孕不育医院宣传单 顿时乐出了声 行啊 不过不能是明天 等周六 我跟你一块去复印店问问 连拍照带制作 一共多少钱 此言一出 三个人凑在一起 傻呵呵的 你看我我看你 笑得格外开心 有了陈海的提醒 直接给徐夏阳他们的创业思路 再度打开一条缝隙 让两个只会摆摊的工地佬 初次触摸到 线下广告这个宣传办法 徐夏阳退学三年 接触的圈子 也都是工地的工人 眼界早就已经被束缚住了 对于外界很多新鲜东西 他也根本没接触过 如今创业 重新回去学习读书 只不过是一个 重新适应世界的过程 一点点摸索着拓宽眼界 思路才能一点点 逐步跟上这个社会的发展 这也是他为什么 执着于读书考大学 离开这个小县城的原因 他不想 一辈子当个杂串的摊主 读书不一定赚钱 但开拓眼界 绝对是赚大钱的前提 而读书也正是开拓眼界 最廉价的方式和途径 相比较于他 仍旧还在工地兢兢业业的工友 摆摊的马大明 他们那些摊主 基本上已经是落后于社会发展 与社会脱节的状态了 不论是思路还是眼界 自然都会受到不少的限制 之前困扰住徐下阳 和马大明创业起步的问题 就是怎么把自己 这摆摊教学的事业宣传出去 让更多想要来拜师学习的人 发现他们 随着摸索 俩人先是开拓出让宋大伟代班 亲身精力赚到钱 然后从熟人圈子里 进行宣传的办法 初见成效 紧接着又出现了 陈海这种为了赚一百块钱 而愿意帮忙吸引学员的中介 更是想到了 大量印刷带图片广告的办法 一时间 初次创业的两人 都随之激动了起来 直接把陈海吸纳 进入他们这个创业的小团体 创业的齿轮 因为他们三个巨齿的出现 已经开始缓缓旋转起来了 学校里 徐下阳有明确的目标 学起来就自然有克服万难的决心 心无旁骛 一心扑在学习上 仅仅开学一周 已经成为了班上 理科老师最爱的尖字生 讲什么都是一点就透 还会努力地去做高考真体 自我解析 简直就是天赐的好苗子 但同样也是文科老师 最无奈的偏科生 不过 这并不是徐下阳脑子不行 学不了语文和英语 纯粹是没时间 语文那么多长篇幅 要背诵的内容 还有英语那密密麻麻 需要记忆拼写的单词 和语法用法 实在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积累 短短这刚开学一个星期的时间 根本无法弥补过去三年的遗忘 即便是老师和他一起着急弥补 也仍就是需要持续积累 才能见到效果 但他勤奋好学的态度 却是扎扎实实 落在所有老师眼里的 再加上各科老师 慢慢地都知道了徐下阳的身世 还有他过去三年 休学照顾妹妹读书的事迹 逐渐地 也都不自主地 对他多了几分偏爱和照顾 当然具体就是体现在 上课的时候 提问必点他 发试卷必找他 让徐下阳 根本没有任何走神的机会 跟他相比 那个不爱读书 甚至不想读书的 同桌陈海 就成了著名吊车尾 偏偏脾气也是个闷声不响 又耸又软的 任凭老师怎么教育 怎么说 就是瞪着一双无辜的眼睛 老老实实站在那里 也不说话 气死个人 更无奈的是 陈海家里 还联系不上任何家长 即便是老师和学校 也只能束手无措了 只是所有老师都奇怪 陈海明明就坐在 整个班最努力的那个人旁边 怎么就受不到半点寻陶 没有一丝丝改变呢 老师们的困惑 自然也不可能 传递到百烂大神陈海身上 结结实实趴在课桌上 睡了一个礼拜 而学校里 原本最嚣张的 不良少年五人组 却是彻彻底底 销声匿迹了一样老师 尤其是张龙 下课了就老老实实 躲在教室里也不出去 放学了就跑 就好像学校里 藏着什么洪水猛兽一样 直接让之前 很多跟着他混的不良学生 全都集体猛逼 压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只是这么一来 反倒没人 在学校里闹事了 更没有人会去 打扰徐下阳的学习 清静了不少 周六一大早 徐下阳刚刚起床 在工地外面背诵课文 强化记忆 不远处乌癌里 一道身影双手插兜 屁颠屁颠地 从远处跑了过来 大哥 大哥 走啊 赶紧去打印宣传册了 赚钱啊 陈海还穿着那一身 脏兮兮的新校服 脸上却挂着灿烂的笑容 兴奋放光 完全不像是上学时候 几乎每天都要压着铃声 最后一个进教室的 迟到专业户 徐下阳见到他来 下意识愣了一下 还特意回头 看了一眼门卫视里的挂钟 顿时哭笑不得 才特门六点半 天才刚刚亮 你平时上课的时候 七点到学校都先走 大周末的你不睡懒觉 陈海嘿嘿一笑 缩了缩脖子 睡不着 老大 一想到介绍一个人 就给我一百块钱 我就高兴 饭卡快没钱了 我爷他们在外地打工 还不知道啥时候给我寄钱 嘿嘿 徐下阳闻言 瞬间一阵语色 看了看陈海这副模样 那简直是比自己 也好不到哪去 仔细算算 三年前旷难的时候 他应该比妹妹徐秋颖 还小一岁 一时间有点心酸 你 那这也太早了 没吃早饭吧 走吧 跟我去食堂 工地这边我也认识人 早饭不花钱 说着 当即跟门卫秦大爷 打了声招呼 直接就带着陈海走了进去 食堂 工人早就已经吃过饭 收拾干净去上工了 角落的餐桌上 徐下阳和陈海俩人 守着一盘剩下来的白菜 酱肉大包子 就着大米粥小白菜 吃得喷香 都是大小伙子 一个比一个能吃 看到旁边收拾餐盘 擦桌子的好玉霞 笑得都合不拢嘴了 你俩慢点吃 那么多包子呢 不吃也就送人了 陈海一口下去半个包子 连吃三个 仍旧是大口大口的 停不下来 好吃 阿姨 你这包子 比我们学校食堂的好吃多了 要不 我不给学校充饭卡了 都在你这交钱 白工地吃得了 三两口吃下手里的大包子 将碗里的小米粥 一饮而尽 立刻手脚麻利地端起餐盘 帮忙在四周的桌子上收拾起来 那速度丝毫都不拖拉 还没等好玉霞阻止 陈海已经麻利地端着一落餐盘 跑去了水池里 熟练地撸起袖子 打开水龙头就洗了起来 一边洗 一边笑着回头 阿姨 这片我都包圆了 我帮你洗 保证洗得干净 郝玉霞见到陈海这性格 也是被逗得笑个不停 反而不好意思推辞了 一旁 徐夏阳看着陈海 这么手脚麻利的样子 倒是有些触动 明明是个手脚勤快 知恩图报的小伙子 怎么唯独对学习不感兴趣呢 三两下打扫完手里的早餐 他也端着餐盘走了过去 我帮你一块 吃过早饭 徐夏阳就跟着陈海 一起溜溜达达 直奔县里繁华地端 工地的位置 自然是比较偏僻的 路过一些老头老太太 打太极拳的人民公园 他们才到了满街店铺的大街上 逐渐响起的各种喇叭叫麦 店铺大音响播放着动感音乐宣传 来来往往的小三轮 小轿车 滴滴滴响个不停 整个县城也在逐渐苏醒过来 县城里 好几家写着图文复印的店铺 都好似一夜之间新开出来的一样 千篇一律的门头 陈海直接带着他 走到了一家门面不大的图文店里 轻车熟路 很明显来过很多次的样子 刚进门 里面就有一个正在吃早饭的中年男人 抬头一扫 立刻笑着开口 哟 小陈海 又逃学啊 陈海黑黑一笑 伯哥 今天周六 不用上学 我给你介绍生意的 说话间 徐夏阳从身后走出来 一脸好奇地打量着眼前的图文复印店 几台自己没见过的打印复印机 桌子上放着大杯头电脑 角落里还有好几箱纯白的复印纸 一切看起来都那么新鲜 他倒是上过危机课 带着鞋套进去 学学拼音打字 试着上网百度一下 但那都是刑事课 再加上三年休学 早就忘得差不多了 更不要提什么 采印广告宣传单的事情了 李博文言顿时好奇地向徐夏阳看过去 你们是 学校有什么要复印的 陈海文言 急忙戳了戳徐夏阳 徐夏阳直接从口袋里 把手写的那张课程表掏了出来 扑在桌面上 老板 你看就是这东西 我想把它印成彩色的 他正组织语言 想要介绍想法呢 突然目光撇到了墙上的一个样品展示 突然眼前一亮 就和你墙上那个一样 就那个菜单 那是一个小菜馆采印的菜单 上面有图片 有菜名 有价格 完全就是自己心目中的样子 李博看了一眼墙上的菜单 立刻恍然大悟 又仔细看了看徐夏阳手里那张纸 顿时笑了出来 你们还交摆摊的呢 这个挺有意思 能弄 你们要什么照片 我就给你们拍什么样的 到时候导入到电脑里 文档拍一下版 选一下底色和背景 到时候都可以选的 此言一出 徐夏阳心里顿时松了口气 目光也更亮了几分 那多少钱一张啊 李博吃了口油炸糕 直接摆摆手 单独彩印 两块钱一张 拍照收费是论照片数量的 十块钱一张 电子图片 不出照片的呀 排版设计 有三百和六百块钱两种 还没等徐夏阳他们发表意见 李博又再度开口 不过 六百的设计要等一段时间 照片什么的 可以先拍 排版 我只会弄普通的 不带照片和背景那种文档菜单形式的 我闺女回来 徐夏阳一听这话 一时间默默算计了起来 十八个摊位 最少也是十八张图片 一百八十块钱 排版设计六百 打印一张两块钱 前期先搞个一百张试试效果 二百块钱 差不多要投入一千块钱 这个成本倒是快追上 他接手扎串摊子的钱了 不过 想一想预期收入 这点钱 也不过就是自己摆摊一晚上的利润而已 还扛得住 徐夏阳和陈海相识一笑 松了口气 行 那我们坐 你闺女一会回来吗 还是去买什么东西了 李伯倾笑一声 摇了摇头 得等下个月 国庆节放假 我闺女在省城读大学 学的就是广告设计专业 今年开学大三了 徐夏阳文言一愣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什么 要等到国庆节 他本以为 老板既然提到了自己女儿 那应该就是在店里干活的才对 顶对出去买早餐 出去买菜了 万万没想到 竟然是个大学生 还在省城 要等下下个月国庆节才能回来 李伯倒是不着急 反而乐呵呵的 我闺女建议的 你问小陈海 他见过我闺女 陈海一听这话 也是尴尬的挠挠头 老大 我倒是不知道 还有这啥 那个 的确是他闺女上大学去了 我也就在偶尔放假的时候 见过 哎 要说的话 以前也是独一中的 应该跟你岁数一样大才对 一听这话 李伯也来了兴趣 好奇地打量着眼前的徐夏阳 看起来黑不溜揪的 倒是那种健康的古铜色 就是这个板村发型 看起来多少有点劳改犯的意思 小陈海 这是你 亲切 陈海咧嘴一笑 急忙摆摆手 我同桌 也是我大哥 嘿嘿 有点事耽误了几年 今年刚回来复读 考大学 李伯恍然大悟 也没追问 只是点点头 毕竟多少能猜到 是因为什么休学的 而且 就算不是因为旷难 看这模样 又黑又壮的 保不齐就是因为什么事 蹲过橘子的 这生意 能不接还是不接的好 念及如此 他也没明说 只是笑着点点头 委婉开口 这样 那你介绍的 到时候问问你倩姐 能不能设计费给便宜一点 你知道 你倩姐说了算的事 我也插不上嘴 你们要是着急的话 要么我就只能做个没图片的 三百块钱 还能便宜一点 要么就再去别家问问 哎 再往前先走 新世纪电脑那家 应该也能做广告门牌什么的 他家估计 会做照片排版的 你们要不就去看看 此言一出 徐夏阳也没犹豫 当即点点头 行 老板 那我们再去问问别家 要是都做不了 我们就等到国庆节再来 说完 直接拉着陈海 就离开了这家复印店 并不是他等不到国庆节 只是他现在很着急看看效果 想提前试验一下 彩印宣传单到底好不好用 实在没办法了 再考虑这家也行 李波看着他们俩这么顺利离开 反倒是松了口气 一边你继续吃早餐 一边自言自语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人心叵测呀 徐夏阳手里 拿着一摞宣传册 从打印店里走了出来 抽出一张仔细看看 上面清楚地记录了 他们准备好的18种摆摊品类 最下面标注 留下了咨询电话和咨询人 至于拜师金额 思索再三 上面并没有写 这东西 还是面谈的时候更容易成功 不会让人看到价格 就望而却步 对徐夏阳自己而言 这纯属经验之谈 他很清楚 如果去找张志刚学闸串之前 就有人告诉他 要出将近2000块钱的成本 他很有可能一犹豫 就选择了别的赚钱途径 因为他当时总共 才1万出头的存款 还需要赚到最少 2万块钱的戒毒费 直接拿出2000块的成本来学摆摊 很难不让人退缩 之所以最终还是做了 无非是亲眼见到了 张志强摊子的火爆程度 再加上宿舍工友 大叔们的支持和劝说 他才狠下心来 谈下了摊子 到现在能一天1000块 早就回本了 所以既然是宣传招人 那第一印象 就必须让人好接受 价钱只能面谈 这样成功率才高 最好还是让那些感兴趣的学员 在夜市生意好的时候 亲自过来看看 这样 很大程度上 更容易让人有交钱 学习的欲望 徐夏阳简单搓了搓手里的宣传页 一共打印了300张 足够用了 整体是一张白色的纸 用的也是最普通的黑体 加大字号 整齐排成两列 看起来同样一目了然 只是没有了预期那种 附加照片排版的感觉 也没有放上小摊前 生意火爆的宣传图 稍微差点意思 陈海跟在后面走了出来 有点不理解的挠挠头 好奇地看向徐夏阳手里的宣传页 老大 咱们来不就是为了搞那种 带图片的彩印宣传页吗 想想价让他给便宜便宜 徐夏阳倾笑一声并没做什么解释 算了 波哥那里 以后我还是少去吧 三年的工地经验 让他对察言观色 还是稍微有些技巧的 从说话和眼神 他就已经能分辨出 李波对自己的警惕和排斥 尤其是在听到自己 和他闺女时同岁同级之后 很明显有点不想做这笔买卖了 所以 他才会果断带着陈海一开 不过对他而言 也不会有什么抱怨的想法 毕竟人家也是给足了面子 没有当面明说 自己也就不能不也给对方面子了 简单清点了一下 手里还剩下的宣传页 随手将一摞宣传页分出来三分之一 统一将左上角撕掉 做个标记 这样 有人被介绍来的时候 就能标记出来 是不是陈海介绍来的 徐夏阳笑着看向陈海 将做好标记的宣传页递了过去 按在他胸口 这些宣传页你拿着 可以去发给那些有了解意向的 到时候可以直接联系 或者自己直接过去就行 都是缺了一个脚的 让他们去报名的时候拿着 你还可以在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 到时候 好给你计数算钱结账 随手点了点陈海胸口的宣传页 随即目光认真地看向他 耐心叮嘱 记住了 就说你不知道多少钱 就先让他们自己去看看 生意好不好 尝尝口味好不好吃 一切都让他们自己做决定 明白了吗 想要把这个推销出去 最重要的就是 不能让人望而却步 尤其是咱们这宣传页上 什么都没有 人家也看不到生意好不好 不知道究竟赚不赚钱 一旦你上来就说 要一千块败市费 估计直接就能拒绝你 咱们就都别想赚钱了 陈海手握宣传页 认真地点点头 知道了老大 徐夏阳对这个人 耸壁话多的同桌小跟班 还是很信任的 说实话 让他干点别的 可能不靠谱 但是耍嘴皮子当画牢 还是有点天分的 只要能招到学员 那就是赚到了 自己也没什么损失 介绍一个人 就给你一百块钱 好好干吧 说着 笑着 抬了抬陈海的肩膀 率先动身 回宫殿 陈海看着离开的徐夏阳 本想追上去 却又下意识地 停住了脚步 看了看手里的宣传页 疑惑地挠了挠头 对于徐夏阳 刚刚嘱咐的那些话 他倒是能理解 无非就是 别吓到别人 让人看到一千块钱 拜师费就不敢来了 但 对于另外一件事 他脑子里 却是充满了疑惑 这啥情况 为啥少去播歌那脸 难道是价格贵了 不应该啊 这家纯黑白的复印 也是一块钱一张啊 价钱一样啊 这设计的 就是把字打到了纸上 本来也不应该要设计费 老大又是啥意思呢 陈海思索片刻 头都要秃了 还是想不到原因 索性也就只能作罢 带着手里 那些宣传页批颠批颠 跑去打广告了 一个人就是一百块钱 他当然要努力了 这可是他目前为止 接触到的 最赚钱的办法了 另一边 徐夏阳拿着剩下的 二百张宣传页 回到了工地 正好也快到 中午工人下班的时候了 闸串摊也已经被 前来揭摆班的 宋大伟收拾好 推了出来 正在一边准备 一边和马大明 他们闲聊 乍一见到徐夏阳回来 宋大伟瞬间眼前一亮 哎 夏阳 这一个星期 他可是靠着中午 过来摆摊卖闸串 赚了三千多了 满打满算 做完一个月 少说也是一万多块钱 这可是他老老实实 当司机送货 将近两个月的收入 心情自然是 无与伦比的好 看到谁都是 一副笑呵呵的模样 更不要提教会 自己砸串手艺 还不收钱的恩人了 徐夏阳笑着走过来 随手抽出一百份宣传业 塞到了小吃车下面 宋大哥 这是我做的 咱们小吃摊 培训班的宣传业 等你回去的时候 可以带上 给你那边的工友们分一分 有兴趣的 可以让他们过来现场看看 价格免疫 报名一个人 给你提成一百块钱 宋大伟拿起一张宣传业 看了一眼 瞬间眼前一亮 哟 咱们这边这么多摆摊的品种呢 看得我这都在学几个了 说着 更是咧嘴一笑 毫不避讳自己的家事 我媳妇正好从年初 就闹腾着 想要带娃回老家 找点小生意做 不想在外面飘着了 一年到头 家里老人也照顾不到 孩子也天天跟着到处跑 有门手艺啊 实在是太重要了 放心 我觉得我那群司机班工友们 肯定不少人对这个感兴趣 还有我们租房那边 也有不少外来打工的 我都给他们发发看看 有人愿意 我就让他们过来 剩下一百张宣传业 徐夏阳暂时还没找到宣传途径 毕竟人手有限 马大明那边的人脉 几乎和宋大伟是重叠的 所以给他也是浪费 起不到更好的作用 而且 暂时外面已经有二百张 在找人宣传了 作为他们第一次创业的开端尝试 应该已经够用了 所以 剩下的就被他暂时拿回到了宿舍里 等着先看看效果 再决定剩下的一百张 去哪里开辟宣传途径 即便是到了周末 可闸串摊子中午的生意 也还是照样交给宋大伟做的 徐夏阳正好闲下来 立刻马不停蹄地 又开始了自己的学习计划 一丝不苟 想要争分夺秒地 把失去的三年时间 全部都弥补回来 随着作题 整个人逐渐就入了神 正当他认真复习的时候 一张手却从旁边伸过来 好奇地拿走一张桌上的 小吃摊教学般宣传页 舒舒服服地 靠在床上仔细打量起来 徐夏阳被这突如其来的动静惊醒 一回头才发现 回来午休的何勇正 认认真真看着他那宣传页上的东西 他顿时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轻笑一声放下了笔 何经理 回来了 何勇点点头 目光已经将整张宣传页 上上下下彻底看完了 这个 你们打算收多少钱 徐夏阳对何勇 自然没有什么戒备心 毕竟他也不相信 一个工地上的项目经理 会看得上他这点创业的小心思 更何况 这个想法能不能真的赚到钱 还是个未知数呢 就算藏得再延时 也不一定能有价值 而且 现在何勇感兴趣 以他的高学历和宽阔眼界 说不定 自己还能从他这里得到一点启发 获得有用的指点 念及如此 他立刻毫无保留地介绍起来 一千块拜师费 然后报名了的 可以跟着我们安排好的摆摊师傅学习 一起出摊进货三天 基本就交汇了 独家调料和配方暂时不卖 但是我们可以统一供货 哦对了 请了两个介绍人 每介绍一个人来 给中介提升一百块 何勇听了他的介绍 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突然好奇地看过来 你们 是好几个人合伙的吗 那谁是老板 徐夏阳一听这话 顿时还有点猛 老板 这 大家都是合作的 没说谁是老板 有钱一起赚吗 何勇吃笑一声 摇了摇头 随即坐直了身子 调整了一下被入靠枕 舒舒服服地靠上去 不行 做生意创业 最忌讳的就是不分主次 力小的时候 当然 大家一团和气 无非是多赚了点零花钱 赚了点外块而已 没人当回事 可我觉得 你们这个想法 有做大的潜力 到时候 万一赚大钱了 单单靠着你们几个人之间 口头上的约定 恐怕是不行 分家都是好聚好散的结果 最差的 就是反目成仇 分配不均 徐夏阳头一回听到这事 可能会有这么严重的结果 也是被吓了一跳 随即也反应过来 何勇说的 的确是个问题 那 怎么才能算是老板 我们都没出什么钱 哦 也就是印刷这些宣传页 我出了点钱 其他成本几乎是零 何勇稍加思索 认真地看向他 点点头 的确是我 对面摊煎饼的马大哥 也完善了一些 第一个介绍人来的 也是他 何勇文言 也是微微皱眉 这样 你还在读书 而且还是高三 全部注意力放在这上面 估计是不太行吧 所以 后面接待学员的事情 你应该也很少能帮上忙 这么看来 马大明最适合做这个老板 而你作为技术入股和创始人 可以吃干股 等分红就行了 徐夏阳似懂非懂的点点头 这 好像的确是这么回事 那就让马大哥当老板 我跟着分钱就行了 他原本也是这么想的 毕竟 自己只是想多赚点钱 供自己读书而已 是不可能再一次放弃学业的 这可是他好不容易找回来的人生 没什么能比考上大学 开启新人生更重要 何勇见他这么容易决定 顿时倾笑一声 随手又把那叶轩传旨 放回了桌子上 这事 不是咱俩这么聊天就说了算的 你们两个创业 那当然是 需要你们两个商量着来了 我只是提醒你一下 再好的关系 也不如法律关系来得实在 眼见徐夏阳似乎有些不太理解 他立刻就想了一个说法 你看工地上 周志海和孙力 还有其他那些员工 平时我们关系看起来都很好吧 但 真正约束他们的 并不是我们之间的交情 而是公司的合同 说白了 他们今天可以在这领工资 明天就可以去另外的公司领工资 不过 这个工地他们带不走 这个项目始终是属于公司的 你能明白吗 徐夏阳听到这话 瞬间恍然大悟 连连点头 哦 我明白了 就是我们要约定一下 签个合同 这样一切都按照合同办事 何勇轻笑一声 眼里多了几分欣慰 对 合同才是保证合作的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不用很复杂 就是确认一下 创业方面 谁能负责什么工作 怎么分配利润 那就可以了 你们都是成年人了 签字都具备法律效力的 等你们商量好了 可以先写个草稿 到时候让那个谁 周志海给你们看看 他接触工地上的合同比较多 这事儿他能提提意见 总之 不管做什么事情之前 一定要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千万不要用钱去试探人心 明白吧 好了 你继续做你的题吧 我要密会儿了 晚上又有个酒局啊 说完 何勇直接拖鞋上床 开始午休了 徐夏阳看着桌子上的宣传册 回想着何勇刚刚叮嘱他的内容 陷入了沉思 合同稍微犹豫片刻 他就开始在纸上尝试着写下约定草稿 把自己能想到的 创业需要做的事情 分成不同的责任 到时候 再去和马大明讨论商量 虽然自己不能长时间留在这里 配合接待学徒 但宣传和其他方面 他是能帮得上忙的 的确 按照合同确认好每个人需要做的事 能够分到的利润 似乎才更合理一点 也避免了日后的纠纷 徐夏阳觉得 何勇说的对 自己应该照做 所以尝试着自己起草合同 不过 他倒是也没见过 这八经的合同长什么模样 所以写的也就比较随意 只能算是个草稿 即便是一份草稿 也花了他整整一个周末的空闲时间 然而 当他拿给周之海指点的时候 从对方紧皱起的眉头上 也感受到了问题所在 只能小心翼翼地询问 周经理 这 差很多吗 周之海看了看那份手写合同 文言摇了摇头 这 差得不少 此言一出 徐夏阳心里瞬间就凉了一半 只能苦涩一笑 看来 自己这草台班子 还是缺乏专业性 更加让他觉得 读书和没读过书的区别了 周之海也不废话 直接按照他起草的合作方案 开始解读 首先 你的起草形式 不是合同的规范形式 但没什么大碍 你们又不是正经公司 只要有法律约束能力就行 这里面写 马大明负责学员的接收和安排 你负责培训班的宣传和招生 利润的话 你们两个自己的摊子 自己全额收钱 其他人的摊子 你们和摊主三七分账 还要去掉给中介介绍人的 一百块钱提成 剩下的 然后你和马大明两个人 再进行五五分账 内容 倒是挺详细的了 不过 这只是合同的一部分 说着 没等徐夏阳继续询问 周志海就翻箱倒柜的 从抽屉里找出一打 普通的制式合同 放到了他的面前 你来看 这合同上 首先要区分签约方 常见的就是用假以双方做代号 其次 要注明这份合同是在什么情况下 基于双方合作的情况下 相互约定签署的 自愿认可合同里的每一项条款 再就是 你写的那些都是各自分管什么责任 利益怎么分配 但除此之外 你还应该在后面 你看 像是这样 提前规定各自违约 应该怎么进行赔偿和处罚 合同终止 需要什么前提和条件 而且 不仅仅是你和马大明 中介方 其他摊主 学员 但凡是利益涉及到的 都应该最少有一十三份的合同 不过 你们这种私人小作坊 又不是公司 所以 这个责任界定起来 就有点 徐夏阳看着周志海那抓耳挠腮 有些为难的样子 顿时也有些不好意思了 那看来 真的是差了很多啊 没事 这样的话 我再回去完善完善 反正我们这个 创业团队 目前还没出问题 应该也没那么快垮掉 嘿嘿 周经理 你这份合同 方便给我参考参考吗 我看看 里面有什么是能用的 我好跟他学着写 周志海满不在意的点点头 随手就把那份制式合同 一块打包递给了他 没事 尽管拿去看好了 就是一份空白的制式合同 有个大概形式 和常见条款在里面 主要我也不是专业的法务人员 项目部也没这个配置 等你写好了 我可以帮忙找专业的人帮你看看 说着 他倒是好似想到了什么 对了 我认为啊 你们与其个人弄这种小作坊 倒不如合伙申请个小公司 一个当法人 一个当监理 或者申请私营个体户之类的 现在规模还小 用这种草台班子 当然没问题了 但万一以后做大做强了 仅仅只是一份合同 约束个人 实在是风险太大了 你可以琢磨琢磨 就是 搞正规公司的话 肯定要涉及到纳税之类的 也挺麻烦 但绝对能降低风险 徐夏阳听到这些 感觉自己脑子快炸了 心里更是萌生退役 不懂得越多 到时候给自己整得更加迷糊 急忙灰溜溜的 拿着制式合同 还有自己的草稿 回到了宿舍 坐在桌前 只看了一眼 那字体密密麻麻的制式合同 瞬间就心烦意乱的 将它们全都塞到了 卷子底下盖住 无奈地叹了口气 这和经理和周经理 肯定不会骗我 但是 我怎么总感觉 要是一直浪费精力 在这种东西上 反而耽误我赚钱呢 念及如此 他心里倒是头一回有些糟乱 丝毫没有脑海里 本能地认为 和经理他们说的更正规 更长远 另一方面 同样也认为尽信书不如无书 他反正是相信自己 和马大哥的交情 就算是真的能够 一个月赚十几万 也不可能散伙闹掰 整个人被合同整得欲欲寡欢 索性暂时抛到了一边 趁着下午难得的空闲 继续拿出高考真体卷子来复习 沉浸在学习的海洋里 才让他渐渐心情平静 头脑清晰了起来 一直到了晚上 徐夏阳推着车子出滩 离老远就看到了 正在忙活的马大明 长出一口气 整个人慢悠悠地靠了过去 还没等他开口 马大明倒是笑着主动打上了招呼 出来了呀大学生 怎么样 昨天让大伟和陈海发出去的传单 有人给你打电话了不 咱们的创业生意 能整起来了不 徐夏阳见到马大明那乐观的样子 心里突然有什么东西 被瞬间打开了一样 似乎发现自己好像被绕住了 有时候 听了太多人的意见 想要去照做 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可究其根本 只有最适合自己的才应该去做 和经理和周经理的话他都听 但不会完全照搬 只当作是一个参考意见就足够了 想明白这一点 徐夏阳直接轻笑一声 打开油锅做着准备 自然地回应着马大明 没 哪有那么快 大伟那边的工友 都有长期的稳定工作 一时半会儿的 肯定不可能那么容易松动 都说是等着看大伟 最起码做完一个月 能赚多少钱 到时候 他们在考虑 要不要过来 陈海那边 都是些当初矿上的下岗工人 手里本身就没钱 要不也都去外地打林工了 一时半会儿 只剩下些老弱妇孺在家里 估计也都做不了主 没那么乐观 马大明文言 倒是也不失落 仍旧是乐观的哼着小店 哎 创业嘛 哪有那么容易的 反正现在咱们自己 摆摊赚的也不少 随缘吧 那就先最起码等一个月 看看到下个月 大伟那边能介绍过来 多少个工友 到时候可就赚钱了 徐夏阳看着对面 马大明那乐观的样子 同样开心地轻笑一声 一时间 感觉自己把事情想复杂了 钱还没赚到的 先去想着怎么正规划 这不是舍本竹墨了吗 和经理他们说的 的确都是对的 但什么时候采纳他们的建议 那才是自己应该把握的 绝对不是现在 创业的事情 急也急不来 徐夏阳索性也不打算 在上面多费心思了 反而耽误自己学习 影响脑子的思考空间 两百多张的宣传页 都分别找人开始往外发了 剩下的 就是等着有人来联系就好了 至于和经理和周经理的意见 都很好 他也会采纳 毕竟 也不是自己 现在去申请开个公司 就能一切事半功倍的 还是要慢慢来 开公司的事 只能在创业做起来之后 再去考虑了 现在 他所有的精力 还是尽量多的 全部放在了学习上 每一天都有所进步 不仅越来越得到 各科老师的认可 他自己也能感觉到 对于高考真体的掌握 越来越得心应手了 语文和英语 经过一个月的努力 也有所积累 开学第一个月末 马上就要迎接下半年 最长的一个小长假 一片安静 班级里 所有人都在闷头做题 沙沙声不绝于耳 只不过和以往不同 教室里 所有人都是单人做 所有多余的东西 都被清理到了走廊里 学生的顺序也被打乱 按照考场分配 高三第一个月末 放假前 直接进行第一次月考 面对所有学生的摸底考试 徐夏阳因为是插班生 所以 只能被排在了 吊车尾的考场 不过周围倒是有不少熟人 旁边一排最后面 陈海 趴在卷子上睡觉 口水都流出来了 前面两个 冰子抓耳挠塞 在卷子上涂涂改改 左手边后排 张龙脸色煞白 瑟瑟发抖 卷子更是一片空白 目光时不时地 向徐夏阳身上撇过去 看那样子 恨不得立刻夺门而出 半刻都不想继续待下去 叮铃铃 考试结束 铃声一结束 徐夏阳长出一口气 将比老老实实放到了桌子上 看着从前面阅读理解 还有选择填空里 东拉西扯抄过来的英语作文 他露出一抹不好意思的尴尬笑容 这 应该会给点分吧 正当他等待收卷的时候 突然 啊 侧后方的张龙 突然尖叫着 从教室里跑了出去 慌里慌张地 把教室门都撞得哗啦啦乱响 所有人都好奇地看了过去 徐夏阳看着那道 多少有点熟悉的身影 一时间反而有点想不起来了 那是谁来着 难道是没考好 受打击了 话音刚落 冰子他们几个人 也全都慌里慌张地 躲开徐夏阳的位置 急急忙忙追了出去 走廊里瞬间 想起他们几个的呼喊声 龙哥 慢点啊 没追出来 别害怕啊龙哥 龙哥 等等我 徐夏阳一时间想不起来 对方是谁 锁 也就不操心了 他在学校 只有学习这一个目的 对于别人的事情 他基本都懒得关心 反正考完了最后一门 把教室恢复原位 就能放足足七天的小长假了 虽然他很热爱学习 但同样也和正常人一样 期待假期 眼看着卷子被收走 他立刻开心地收拾好东西起身 走过去 拍了一巴掌 还在流口水的陈海 走了 回教室收拾东西 准备放假了 陈海被一巴掌拍醒 这才发现 那只写了名字的试卷 已经被收走了 不过他也不在意 随手拿起桌子上 仅存的两根笔 迷迷糊糊地揉着眼睛 跟上了徐夏阳 两个人穿梭在走廊里 回去自己搬机 来来往往的高三学生 全都在从外民走廊里 把之前腾空考场时候 搬出来的杂物 再度搬回去 每个人都说说笑笑的 充满了 对小长假的期待 陈海擦了擦嘴角的口水 整个人清醒了不少 急忙追上徐夏阳的脚步 大哥 今晚我介绍了两个人过去 看看拜师摆摊的事 这回能成的概率很高啊 一个月里 他倒是一共带过来四个人 也算是成绩斐然了 但是 只有一个人交了一千块钱 去跟老张大哥 夫妻俩学做肉夹馍了 其他三个人了解到 还要交钱之后 直接就选择了放弃 但即便如此 他们和摊主分红之后 也得到了三百块的收入 除去给陈海的一百块钱介绍费 徐夏阳和马大明 也是各自得到了一百块钱进账 创业的第一个开端 虽然赚得不多 但还是让他们吃到了不劳而获 税后收入的甜头 尤其是徐夏阳和马大明 作为这个模式的开创者 他们几乎不需要做任何事 只需要把陈海 这个中介带来的学徒 介绍给摊主就行了 一百块钱 轻轻松松到手 徐夏阳听着陈海那激动的语气 反倒是倾笑一声 怎么 今天这两个就觉得能成啊 明天 大伟哥那边 可是一下子要过来八个工友 他们可都是实打实 看到大伟哥赚了钱的 那边能 交钱的概率可是更高啊 你要不考虑一下 让你这两个人跟着明天一起 到时候签约的人多了 看起来热闹 说不定啊 他们更容易答应 此言一出 陈海倒是眼前一亮 激动的一拍大腿 对啊 可不是咋的 就这么办 我回去就安排他们明天过来 然后我看看 再多拉几个人 争取凑一波 哈哈 一个人一百 要是都能成 我这最起码能赚的四五百块啊 徐夏阳不置可否 倒是也没打击他的积极性 反正成了 大家都赚钱 不成 也没什么损失 很快 收拾完教室 所有人都闹哄哄的 一窝风离开了教室 说说笑笑的相约着 放假去哪里玩 徐夏阳倒是三年多了 也没正经放过假 工地哪有假呀 每个工人都巴布的天天上班 天天加班 这样年底才能给多发点钱 好回家过年 给孩子上学 老人买东西 放假根本就是个奢侈的东西 现在 徐夏阳回到学校上学 一下子多了七天假期 反而有点不适应 除了晚上需要摆摊卖闸串之外 白天的时间怎么安排 他还有些没有头绪 哎 陈海 你放假去哪呀 你烟你奶来馅了吗 陈海摇了摇头 脸上的表情毫无意外 没有 不过寄回来五百块钱 够我下两个月吃饭了 我当然是没啥事干 多找几个人去跟老大你学摆摊 一个人一百块钱呢 俩人有一搭没一搭的正说着 刚走出小门 迎面突然走来一个 穿着米黄色风衣和长筒靴的长发女生 小陈海 是谁要找我做六百块钱的设计排版啊 倩姐 陈海见到来人 瞬间眼前一亮 惊喜地迎了上去 你放假了 前几天我还去过你家 伯格说 你得国庆节才能回来 这还提前了一天 徐夏阳寻声看过去 一个身高超过陈海的高个子女生 映入眼帘 少说也有一百七十五 虽然比自己矮 但是比起陈海那种小挫子 可是高了不少 那女生黑色长发披肩并不是瓜子脸 反而有点圆润 长相很是大气 却也绝对是美女之中的佼佼者 一袭米黄色风衣 白衬衫配牛仔裤 一双过西靴 看起来气质出众 和他们 这小县城的气质格格不入 反而像是大城市来得富家千金 不过 只看了一眼 他就没兴趣了 毕竟他也没打算继续做什么排版的广告宣传业 现在用那种就挺好 也一样能吸引到人来 当即跟陈海打了声招呼 转身就准备离开 他刚要走 陈海却是急忙上前拽住了他 哎 大哥 咱们那个宣传业的事 你忘了 这个就是波哥的闺女 李倩 倩姐现在回来了 咱们就能做那个宣传业了 效果肯定好 此言一出 李倩也笑着看过来 你就是那个要做排版设计的老板 我现在有时间 六百块钱包拍照 不单独令收费了 看在小陈海的面子上 给你们便宜便宜 陈海一听这话 顿时更加激动了 大哥 你听到没 不要咱们拍照的钱了 更便宜了 做一个试试吧 我去拉人的时候 他们都想知道 这摆摊生意好不好 又没时间去夜市看 要是有照片 就真的太方便了 做一个吧 徐下阳文言 回头看向李倩那张笑脸 我以为有些动摇了 要是不说拍照钱的话 那这的确是很划算 节省了一百八十块钱呢 不做白不做呀 如果真有效果 肯定也能很快回本 念及如此 他只能重新走了回来 向李倩笑着点点头 行 那说好了六百块钱 先做出来看看效果 李倩文言得意一笑 大大方方地伸出了手 我叫李倩 放心吧 排版设计我是专业学过的 肯定是县里 效果最好的 徐下阳不置可否 轻轻点点头 不过并没有打算握手 仍旧是稳稳地插在口袋里 徐下阳 那咱们直接走吧 要回去拿相机吗 李倩见到对方这么冷淡 倒是也毫不在意 笑着一甩肩膀 相机盒子立刻从背后荡到了前面 我带了 走吧 要拍照的地方在哪呀 徐下阳看到李倩这么专业 准备还挺充分 一时间心里反倒是有点佩服起来 当即转身带路 那跟我走吧 就在咱们县里工地前面那个夜市 这个点 工人还没下班 先去等等吧 到时候正好拍一下 人流量正火的照片 说着 立刻就自顾自地走在了最前面 反而是刻意地和李倩保持着距离 陈海一时间反而有些进退两难 想要走在后面 陪着李倩 又想追上前面去跟着徐下阳 不前不后地 走起来反倒是让他倍感尴尬 看了一眼前面徐下阳那倔倔的背影 陈海无奈皱眉 只能退到李倩身边 好奇地打听起来 倩倩 你三年前不也是在一中读书的吗 那时候你是几班的呀 你认识他吗 徐下阳 这个名字耳熟吗 李倩双手插在风衣口袋里 看了一眼 走在前面 最少也有七八米远的徐下阳 抿着嘴摇了摇头 没听过 不认识 但看起来 就是个很倔很倔的人 陈海文言 疑惑地挠了挠头 尴尬地冲李倩笑了笑 随即又急忙地追到前面去 好不容易和徐下阳并肩一起走 大哥 你怎么走这么快啊 李倩啊 三年前也是在一中读高三 好像还是当班长的 我听伯格说过 这 应该你有点印象吧 是不是认识啊 徐下阳面色平静 摇了摇头 不认识 我刚上刀三没一个月就退学了 不认识什么班长 我只是着急回去摆摊 说着 陈海突然发现 徐下阳 他竟然又加快了速度 就算自己 已经开始一路小跑了 还是有些跟不上 眼瞅着已经能看到工地了 他这才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 一脸地问号 不认识 不认识 你走那么快 这真是奇了怪了 正当他嘀嘀咕咕碎碎念的时候 李倩也已经一脸平静地 从后面追了上来 潇洒地路过陈海身边 走吧小陈海 快到地方了 陈海文言 下意识地点点头 不过随即突然反应过来 急忙疑惑地追了上去 不对啊倩姐 你不是第一次来吗 你咋知道快到地方了 两个人好似近走一样 谁也不落下谁 反而给陈海追的跑也不是 走也不对 一路上这叫一个别扭 好不容易到了工地门口 徐夏阳简单交代两句 直接就抛下俩人 回去工地宿舍放东西 准备推车出来摆摊 夜市摊位前 李倩也已经打开了相机 挂在脖子上 循着角度分析光线和机位 完全一丝不苟 十分专业的模样 另一边 陈海倒是满脸疑惑地 守在马大名摊位旁边 抱着一包顶配煎饼果子 咔咔吃的正香 里面加了土豆丝和海带丝 甚至还有辣条和薄脆 鸡柳 火腿肠 全都是他爱吃的 一个就足够吃成了 马说 你说怪不怪 他俩都说和对方不认识 可我怎么感觉 他俩都在放屁呢 马大名熟练地用锅铲清理着灶台 不过瞥了一眼 立刻赤笑一声 人家说了不认识 那肯定就是不认识 你这么操心呢 还是想办法 多招几个学员过来 到时候 咱们多赚几个钱 都买肉吃 那多好 陈海一听这话 立刻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再度狠狠咬了一口煎饼果子 有道理 倩姐这个宣传业做出来 到时候 我给人家介绍的时候 就不那么干巴巴的了 正好国庆节放假 不少外地打工的 应该也都趁着时间回家了 等做出来宣传业 我再多去转转 好好宣传宣传 争取明天一口气 多拉几个人过来 正说话的功夫 徐夏阳已经推着小吃车 从工地大门走了出来 直奔夜市摊位 这个摊位是吧 来 阿姨不用看我 看顾客 对 就这样 很好 李倩又成功拍下一张照片 笑着 看向相机里的预览效果 十分满意 当即笑着 在纸上打下一个勾 和摆摊卖烤冷面的阿姨摆摆手 当即拿着那张 黑白宣传业名单 转身离开 默默打量 仔细一看 17个摊位都已经拍完了 只剩下徐夏阳 那个闸串的摊位了 当即拎着相机走了回去 一群戴着帽子的工人 此刻正围拢在摊子前面 人挤人 场面热闹得很 李倩走到自己设定好的机位上 仔细打量了一番 立刻端起了相机 焦点对准了 正在一脸认真做杂串的徐夏阳 没有任何言语的交流 一根纤细漂亮的手指 轻轻按下快门 咔嚓 看着预览屏里的相片 他得意一笑 好了 都拍完了 话音刚落 不远处的陈海 立刻笑着冲他招手 倩倩 过来坐会儿吧 什么炸鸡柳 烤冷面 肉夹馍 煎饼果子 等等全都有 都是看到李倩给他们拍照 友情赠送的 毕竟对于在这摆摊的他们来说 能被人印刷到广告上 那可是一件新鲜事 除了家人 在他们的生活里 还没人给他们拍过照呢 送一份小吃几块钱 所有人都乐于表现得友善一点 李倩小心地将相机放回盒子里 好好保存 立刻满脸兴奋地 跑到了徐夏阳 提前给他们准备好的桌子面前 搬来一个小马扎坐下 结果干净的小竹签 立刻挨个式吃起来 一口烤冷面入口 瞬间开心地连连点头 好吃好吃 这个太好吃了 我就喜欢酸辣口的 比我们学校门口那个好吃多了 啊 这个炸鸡柳也好吃 果然工地旁边的小吃粮大食会又好吃啊 这个是什么 凉拌菜 哇 这个也好吃 陈海在一旁 早就把嘴里都塞满了 此刻见到李倩吃得那么开心 他也黑黑黑地傻笑着点头附和 好吃吧倩倩 所以 只要宣传好了 肯定会有很多人来我们这里学摆摊的 这排版设计 你可要帮忙好好做呀 李倩得意一笑 比划了一个OK的手势 包在我身上 600块设计费 可不会让你们白花 陈海憨憨一笑 用力点点头 眼神里充满了信任 吃着吃着 他好似突然想到了什么 倩倩 你在省城读大学 好久才回来一趟 都见不着面了 这以后 你这么厉害的大学生毕业了 肯定能找个好工作 在大城市安家 是不是就不回来了呀 听到陈海这么说 李倩不置可否 不过表情里 却有那么一点点无奈 找工作 肯定是没办法 回咱们县城这个小地方的 但是 想要在大城市安家 可没那么简单 像我这样的大学生 一所学校里 就有一两千 全国又有几百上千个大学 未来到底怎么样 我还不知道呢 不过 明年就要实习了 说不定到时候 可以提前感受一下 留在省城 或者去南方发展更好的地方 都还是未知的呢 陈海文言 目光暗淡了几分 不过还是点了点头 去大城市好 人家都说大城市好 大城市打工 嘿嘿 他们说电子厂工资高 还包吃包住 高中毕业也能干 就是到时候 估计也就 不怎么能见到倩姐你了 李倩吃着小吃 听着她的想法 轻笑一声 随手拿起旁边的圆珠笔 在白纸上写下一串数字 这个 我的QQ号 比手机号还稳定 以后等你赚了钱 有手机了 也去申请个QQ号 可以加我好友 现在啊 外面人都用QQ网上聊天了 隔多远都能聊 就算是陌生人也能认识 全国各地的好友都能加上 记得加我啊 陈海见到那一串号码 瞬间兴奋地瞪大了眼睛 QQ号 这个我知道 班里有同学玩这个的 行 我记住了 等我有钱买了手机 肯定第一时间加你QQ 哎 对了 我大哥有手机啊 里面也有QQ这个功能的 我可以先让他加上你 帮我记着 两个人正说着 徐夏阳好容易得空 将一盘荤素搭配的闸串 做好了端过来 放在了桌子上 刚做的闸串 你们也尝尝 说着 立刻马不停蹄地跑回去继续干活 有说有笑地 招待着工地上的 这群工友老客户 李倩回头看着他 对工人那副熟络的态度 脸上莫名地有一次失落 想了想 随即又从盒子里 把相机取了出来 从自己坐着的这个角度 将镜头调得模糊了一点 烟火器里 唯独徐夏阳的身影 和那副笑脸 格外清晰 咔嚓 按下快门 他鸣嘴一笑 随即又把相机塞回到了盒子里 陈海倒是眼睛里只有吃的 拿起一串炸蘑菇 吃得喷香 嗯 好吃 倩姐你快尝尝 这个刚做好的炸串 味道就是好 这条料太绝了 哎 倩姐 李倩把桌子上其他的小吃 都尝试过一遍 不过却唯独对刚出锅的炸串 没有动一下 好像在校门口 徐夏阳也没跟他握手一样 礼尚往来 说话间 已经收拾好相机站了起来 笑着冲陈海白白手 明天中午去店里找我拿吧 走了 说着 独自一人头也不回的双手 插进风衣口袋 转身就走 陈海看了看已经大面黑下来的天 急忙擦了擦嘴 拿起那盒炸鸡柳追了上去 倩姐你慢点 我送你回去 天黑了 随着他追上李倩 两个有说有笑的 一边分享着炸鸡柳 一边往县里繁华地方走过去 徐夏阳站在摊子前 仍旧是和来买炸串的工友们 有说有笑 半点都不在意离开的俩人 一晚上忙活下来 随着工人们也都逐渐回去休息了 夜市里的摊贩也开始三三两两的收拾东西 互相道别离开 马大明拎着两瓶啤酒 走到白满小吃的桌子前面 笑着招呼起来 夏阳 你明天放假是吧 今晚就别学习了 来坐会儿 休息休息 咱俩也好久没快喝点了 徐夏阳文言笑了一声 将最后两个烤鸡架夹到盘子里 笑呵呵的走了过来 行啊 天天学习 就算我再着急 也的确是有点累 好久没体验过放假了 两个人直接打开啤酒瓶盖 碰杯畅饮一大口 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 吃着桌子上 基本都有点凉了的小吃 毕竟人走的时间也不短了 他们一直摆摊 这小吃也没人照看 自然早就被晚风吹凉了 但 谁也没想着热一热 凑合吃吧 一大早 徐夏阳抱着英语课本狂啃 首先就是要把那些单词 全都给背下来 弥补自己 损失了三年的时间 在别人不停地 在学校里学习 背诵这些东西 加强记忆的时候 他却在工地上 顶着大太阳斑砖 基本上已经忘得七七八八了 现在 必须抓点紧了 背一遍英语单词 再默写一遍 他自己制作的单词本 只写下了中文意思 靠着记忆 默写英文单词 用铅笔 一遍又一遍的默写 定证完就擦掉重来 对于学习方法 他可没有那个闲钱 去报什么课外辅导班 高考冲刺班 只能靠着笨办法 自己一点一点的积累 摸索出来 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背完单词 让脑子放松放松 舒缓一下 继续去做理宗考试真题 一遍又一遍的 强化自己的作题技巧 相比较于死记硬背的 英语和语文 理科理解类的东西 对他而言 反而是轻松了不少 也让脑子得到了充分的调动 花了两个小时 做完一套理宗真题 对照答案判出来 满分300 看着203的分数 他也只能无奈地笑一笑 刚开学一个月 要学的东西 还有很多啊 徐夏阳也没什么可抱怨的 反而感觉无比的庆幸 好在是距离真正的高考 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 去准备 一切都还来得及 当即耐下心 认真整理错题 研究答案解析 遇到没印象的课本知识 和公式的时候 正好借着错题 去把课本上的相关单元内容 重新翻一遍 加快学习速度 正当他学得沉迷其中的时候 工地外面 突然响起一阵阵喊声 老大 去拿宣传业了 下午还得回来接待学员呢 该走了 一口气 揉了揉有些酸涩的眼睛 随手拿起桌上的手机 就直接出发了 把卷子摊在桌子上 下午回来还能继续学习 走到门口和陈海碰面 俩人立刻直奔县里 最繁华的街道赶路 去找李倩拿设计好的宣传业 轻车熟路 很快就来到了 李伯家的复印店门口 陈海刚要进去 突然被一旁的徐夏阳一把拽住 脸上露出几分犹豫之色 咋了 大哥 进去啊 徐夏阳思索片刻 摇了摇头 从兜里掏出来八百块钱 直接拍在了陈海的手里 你去 反正最早也是 你提出这个想法 你看他宣传夜行就行了 六百设计费 两块一张的彩印 先弄个一百张试试效果 我在外面等你就行 说完 直接走到旁边小卖店门口 台阶上坐了下来 揣着手也没有打算起身的意思 陈海看着手里的八百块钱 也是疑惑的挠挠头 又想起上次徐夏阳似乎说过 以后没事就不再来李伯店里 一时间还是闹不清楚 究竟有啥原因 但看着坐在外面台阶上的徐夏阳 他也无可奈何 坐了一个月同桌了 他当然知道 徐夏阳是怎么个倔脾气 说了不做的事情 那肯定就不会做 自己就算是再去劝也没用 索性只能小心收起八百块钱 唉 知道了老大 说着 只能自己默默走进了复印店里 没一会儿 里面就传来了声音 倩姐 我来拿宣传业了 话音刚落 李伯的声音率先出现 带有几分惊喜 哟 小陈海 你倩姐才刚起来 这大学生越来越懒了 晚上不睡 白天不起 先等着吧 徐夏阳坐在隔壁小麦店门口的台阶上 听着里面的声音 脸上也没什么异样的表情 只是静静地看着街上人来人往 离得不远 有一家砂锅米线店 看起来像是新开的 以前他们这边可没这种小吃点 门口聚过来几个有说有笑的女生 除了每个人看起来有点黑之外 脸上全都洋溢着笑容 唧唧喳喳地凑在一起说着什么 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握着一部手机 噼里啪地打着字 徐夏阳观察了一会 微微皱起眉头 那是从那堆女生里 他倒是看见了几个熟悉的面孔 有几个好像是徐秋颖的同学 不过一会儿 他也从隐隐约约飘过来的议论声里 明白个大概 脸上露出一抹无奈的笑容 看来是考出去的大学生们 大一国庆节放假都回来了 参夺者同学聚会呢 对于这件事 他也是再熟悉不过了 因为他也参加过一次 虽然他高三只读了一个月 但是高二的时候 他好歹也算是风云人物 学习也好 打球也棒 再加上长得也高 性格还好 几乎没有不认识他的 即便他休学了 第一年仍旧还会有高中同学 时不时地去找他玩 也算是帮他排解父母 遇难的伤心痛苦 的确帮了不少忙 后来 和他同一届的高三同学 那一年考上十几个大学生 刚去读大一 那一个学期 国庆节放假回家 也穿夺着同学聚会 虽然明明只是刚刚高中 徐夏阳作为高三刚开学 就被选出来的副班长 当然也在被邀请之列 工地上活不多 正好也就跟工头请了个假 欢欢喜喜跟着去聚会了 然而 那唯一一次的同学聚会 也成了最后一次 昔日玩得好的同学 都在叽叽喳喳的互相吐槽抱怨 分享着大学开学 第一个月军训遇到的事情 还都在吐槽 大学的课程 危机分太难 刚开学就挺迷糊了 看起来 每个人好像都在抱怨大学不好 但是每个人脸上的笑容 确实都没停下来过 说得聊得 都很有新鲜感 徐夏阳感觉 自己那天就好似 今天独自坐在路边一样 看着别人互相分享 说说笑笑 聊得都是自己 从来没有见识过的人生 那时候 他已经在工地 当了一年小工了 所见的 只有打不完的灰 绑不完的钢筋 根本连大学校园 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 回忆戛然而止 徐夏阳看着砂锅店门口 还说说笑笑 越聚越多的小女生们 苦涩一笑 不会这妖巧 他们还邀请了徐秋颖吗 正当他念叨的时候 对面砂锅店门口 又聚过去几个 说说笑笑的男生 所有人互相打着招呼 看起来 好像已经准备进店了 正当此时 一个穿着褪色红色裙子的女生 拎着一个 印有服装成广告的手提袋 拿着翻盖手机 笑着跟所有人打招呼 走了过去 哇 你们到得真早 终于从大学释放出来了吧 徐夏阳眉头一颤 心里直到晦气 他还真来了 见到妹妹徐秋颖 出现在那一群 放假回来的大学生面前 徐夏阳下意识地 向旁边挪了挪 借着街面上竖着的广告牌 遮挡自己的身形 生怕被人看见 直到看着马路对面 徐秋颖和那群人 都进去了米线店 他这才松了口气 抬头看了一眼 这条街面上的店铺 也只能满心无奈 整个县城 也就这附近最繁华了 不管是什么新出的小吃店 还是什么从大城市 刚刚引进下来的好东西 几乎全都在这里 年轻人喜欢来这里聚会和逛街 再正常不过了 徐夏阳回头看了一眼打印店 眉头微皱 只希望陈海赶紧拿着 复印好的宣传页出来 别耽误时间 趁着徐秋颖他们同学聚会 还没结束 自己赶紧离开这地方 可不想再有什么纠缠 然而 偏偏盼着什么 就不来什么 正当他等着急的时候 陈海却是一脸便秘的表情 从复印店里走了出来 两手空空的来到徐夏阳身边 老大 倩姐叫你进去 说要当面给你 徐夏阳一听这话 瞬间深吸一口气 直接站起身来 不要了 说完 直接抬腿就走 陈海乍一见到这一幕 顿时欲哭无泪 急忙上前一把抱住他 大哥 花了钱了 八百块钱 我都给倩姐了 你就进去拿一下吗 你不是不认识他吗 拿了就走 还不行吗 那可是八百块钱啊大哥 徐夏阳听到这话 也是眉头紧皱 无奈地看了一眼 开着门的复印店 一把甩开 紧紧抱着他的陈海 拿了就走 说完 只能硬着头皮 转身走进了复印店 李波正站在复印机旁边 操作什么东西 乍一见到徐夏阳进来 脸上也是露出一抹不悦 但还是打了声招呼 来了呀 你做的彩音宣传业 正在打了 一会就能拿走 打印机出了点故障 我正在修 徐夏阳见到李波 又一次捕捉到那我 和上次一样 让自己不舒服的目光 只能暗自叹口气 点了点头 嗯 那打印完了 给陈海就行 那 我就先走 还没等他说完 楼上突然传来了李倩的声音 徐夏阳 你上来 东西你还要不要了呀 此言一出 楼下的李波和徐夏阳两个人 同时择了一声 皱起眉头 陈海这时候 却是傻呵呵地乐着 一把抓住徐夏阳的胳膊 就往楼上拽 走啊 老大 在楼上呢 不哥 我们上去了呀 说着 当即也不容李波再说什么 直接就拉着徐夏阳上了二楼 看得李波原地直着急 却也没什么办法 只能愤愤地看着 还在报故障的打印机 推上二楼的 刚上去 立刻就看到 穿着一件蓝白点连衣裙 坐在镜子前面梳头发的李倩 整个二楼 弥漫着一股似有似无的香味 像极了那种 刚女生从被窝里爬出来的闺房香味 反而让徐夏阳有些面红耳赤 僵硬着站在楼梯口 不肯靠近 目光躲闪着寻找借口 那什么 宣传业要是今天打不好 我就明天让陈海来跑一趟就行了 我看 楼下也还在修机器 此言一出 楼下的李波倒也是耳朵尖 直接嚷嚷起来 啊 倩倩 这打印机不知道咋了 不出没了 不行 我让保修的来看看吧 明天再打吧 李倩对着镜子 给脸上拍了一些香喷喷的保湿水 原本就胶质过剩 吹弹可扑的翘脸 此刻更加水润 文言 却是谁的话也没听进去 直接冲着楼下喊起来 爸 你赶紧修好吧 人家还等着用呢 正好 我请他俩先去吃点饭 吃完了回来呢 人家昨天 请我吃了那么多小吃 我得请回来啊 此言一出 徐下阳一向沉稳的目光 瞬间有点慌张 啊 那个 不用 我着急回去还有事 然而一旁的陈海 却是激动地笑着连连点头 行 咱们吃啥呀 倩姐 街对面那个砂锅米线 闻着好香啊 我从来没吃过 贵不贵啊 话音刚落 徐下阳直接暗自对了他一下 狠狠瞪了他一眼 你想吃吗 陈海本身就沾点耸货的性格 一听这话 瞬间干颤起来 这 我也不是很想 但是 倩姐都说要请客了 这咱们也不好拒绝吧 倩姐一年 才回来这么一次两次的 是吧 她一边说着 一边小心翼翼地 躲着徐下阳的目光 生怕下一秒 被生吞活泼了 李倩轻笑一声 也没说什么 只是起身走向卧室 下一秒 就抱着一大袋子 各种笔记本走了出来 随手堆到了徐下阳的怀里 我高三的笔记 里面有从高一到高三 所有知识点的书里 几乎是所有吧 本来打算卖了的 幸亏你们来得早 说不定有点用 徐下阳本身下意识地 想要拒绝掉 可还没反应过来 就已经下意识地 抱住了那一大袋子笔记本 听到李倩的描述 更是有些难以取舍 高一到高三知识点的书里 这简直就是为她这最后一年 节省时间 量身定制的复习力气啊 她一时间 还真有些不好拒绝了 这刚一抬头 李倩那白皙到毫无痕迹 连毛孔都看不到的翘脸 就那么带着几分淡淡的笑容 平静地看着她 好似一股清新的香气 扑面来 一时间让她拒绝的话说不出来 更是脸上发烫 啊 行 谢谢 李倩轻轻一笑 眼角眯起来 落落大方 没事 就当设计赠送 走吧 请你们吃饭 就吃对街的砂锅米线 一份十几块而已 我请得起 说完 率先开心地连走带蹦 哒哒哒下楼 爸 你就在家修机器吧 吃完了 我给你打包一份带回来 徐下阳抱着那一袋子笔记本 跟在陈海身后 默默下楼 路过打印机的时候 压根也没去看李波的目光 门头就往外走 一路上不敢抬头 直奔街对面 然而还没等走进店里 她突然想起 徐秋颖和她那些同学 也在里面呢 瞬间后悔了 哎 不是 换衣还没等她开口阻拦 李倩已经带着陈海 率先走了进去 老板 三份米线 喂啦 砂锅米线店 二楼 一群聚会的学生 站了四五张桌子 叽叽喳喳有说有笑 声音从楼上传到楼下 全都听得清清楚楚 啊 我们那个导员真的很恶心 没课的时候出校门 还要报呗 对对对 我们也是 导员还带人天天晚上查寝室 不让玩手机 不让夜不归宿 宿舍十点就断电 正常人谁受得了啊 你们那都还算好的 我们学校竟然让大一的每天出早操 六点多就出去跑圈啊 就只让大一的跑 太恶心了 真感觉都被高中老师骗了 说什么上了大学随便玩 那高数课 现代课 稍微走神就听不懂了 谁敢玩啊 我们那 大一新生每天晚上都要上晚自习 还要点名 真的烦死了 一点都不自由 楼下 角落里 徐夏阳他们三个 都在默默地吃着砂锅米线 听着楼上那些大学生的议论 丝毫没有发表意见的想法 唯独陈海 两只眼睛冒光 好奇地竖起耳朵去听 听着那么多大一新生 对大学生活的抱怨 瞬间来了兴致 激动地 看向正在吃米线的李倩 倩姐 大学真这么无聊啊 这也没比高中好多少啊 李倩微微挑动眉头 倒是认真思考了一下 嗯 大一的时候 的确挺严格的 但是也没那么恐怖 眼见陈海那充满求知欲的眼神 他也禁不住吃笑一声 哎 上面都是刚上大学的大一新生 还不熟悉大学的环境 再加上跟高中同学聚会 多少带点夸张的成分 互相吹捧啊 等你们好好读书 考上大学 自己去体验体验就知道了 还是很精彩的 陈海若有所悟地点点头 一片头 却看见徐夏阳碗里的米线 已经下去一半了 吃的那叫一个利索 瞬间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老大 你吃得也太快了吧 不烫吗 徐夏阳一边吸着凉气 一边连连摇头 心里只想赶紧吃完 离开这地方 死不烫 赶紧吃完回去 下午还有正事要做 陈海给碗里的米饭翻挑着散热 文言顿时哭笑不得 老大 下午来看情况的学员 都要等傍晚才能去呢 不着急 慢点吃 等等我呀 正当他们闲聊的时候 好似没办法一样的表情 唉 我可不想打击你们 你们读完高中读大学 天天不是出早操 就是上晚自习 还被人管着 连手机都不能随便玩 我嫁给子粮过的日子 要是说起来 怕你们太伤心了 此言一出 楼上瞬间传来一阵羡慕的嘘声 徐秋影看着一众同学脸上 那好奇又羡慕的目光 更加的得意骄傲了 我呀 现在每天什么都不用干 就是躺在床上玩玩手机 聊聊QQ 还是好几个聊天群的群主呢 你们有时间看新出的 天天向上 快乐大本营吗 我每一期都不辣 还有电视剧 我全都追到了最新一集 混着看 根本没人管我 想吃什么吃什么 想买什么买什么 子粮现在可是跟着大老板 在市里做工程 赚大钱 说着 更是在众人面前 把手机录了出来 我都没说过 想要手机 子粮直接就给我买了 一千多块钱都不犹豫的 这次聚会 咱们人这么齐 还都是我联系的呢 谁没加我QQ 一会别忘了加呀 咱们每年都得聚会 一听这话 其余的大学生 全都开心的嚷嚷起来 一定一定 以后咱们回来了 聚会就找蚯蚓就行 蚯蚓你过得也太好了吧 真羡慕 我也想每天躺着玩手机 看电视 学校里连电视都没有 无聊死了 是啊 感觉考大学还不如结婚呢 还有子粮那么好的老公 给买东西 太幸福了吧 真看不出来啊 子粮当时下半年就辍学了 也没参加高考 现在都开始跟着大老板 去市里做生意了 你们不知道吧 人家蚯蚓现在都怀孕了 明年咱们放暑假的时候 她就要当妈妈了 此言一出 楼上瞬间传出来 震震惊呼声 一群才刚刚知道情况的同学 纷纷用各种目光 看向目光有些慌乱的徐蚯蚓 什么 蚯蚓怀孕了 啊 难怪 就是因为怀了孩子 所以也没办法去大学报道吧 哎 幸亏没去读大学 要不然军训的时候怀着孩子 哪里受得了啊 不光是军训 怀着孩子也没办法上课吧 这 大一放暑假就生孩子了 才21岁吧 这就当妈妈了吗 蚯蚓 你考上的还是省里的一本大学 比我们几个还好 这直接就不读了 会不会 人家现在幸幸福福的 嫁给子梁那么好的老公 肯定不用读大学啊 以后肯定更幸福呢 哈哈 下次咱们回来 就能看到蚯蚓抱着孩子 上街买菜了 这算什么啊 我初中有个辍学的女同学 今年孩子都上小学了 直接把孩子往婆婆家里一扔 和她老公去南方电子厂打工了 真的啊 这么早就结婚生孩子啊 一群人热议的话题 瞬间就转移到了生孩子的问题上 徐秋莹脸上 原本还灿烂得意的笑容 瞬间变得有些勉强和尴尬 急忙白白手叫停所有人的议论 我 我就是生孩子 那以后也不用我照顾 我更不可能抱着孩子上街买菜了 子梁以后是赚大钱的 我们请保姆 我就在家当全职太太就行了 有花不完的钱 孩子都让保姆带 此言一出 刚刚讨论的正热闹的几个人 目光瞬间微妙起来 尴尬地笑着点点头 随声附和 徐秋莹听着刚刚众人嘴里描述的 自己抱着孩子去买菜的场景 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别扭和难受 因为 他一会儿真的要拎着袋子 去菜市场买点菜 要不然 就家里公公婆婆那抠门的样子 晚上肯定不是吃白菜 就是吃萝卜 虽然他知道 最长也就一年 公公婆婆家里的拆迁款就下来 但钱还没拿到手里 再加上同学们刚刚议论纷纷的内容 让他多多少少 还是有些心慌的 子梁已经有两个多星期没回家了 连个电话都没打过 更是一分钱也没再给过他 让他心里 莫名的有点焦虑起来 正当此时 一个女同学 却是突然眼带笑意 好奇地推了推他 哎 秋莹 你老公现在一个月赚多少钱啊 啊 一个月 五六千吧 徐秋莹也是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给问梦了 他从来也没有出去工作过 更是不知道 在市里干一个月大工程 能拿到多少工资 只能下意识地随口胡编了一个 不过 刚说完他就后悔了 因为他明显能看到周围同学眼神里的笑意 分明带着几分质疑 一瞬间 他急忙改口 那个 我从来没问过子良能赚多少钱 说的也不准确 应该更多一些 反正家里所有花销都是他付钱 还经常给我买衣服 买鞋子 还买了手机 这可是最新款的手机 一千多呢 具体赚多少钱 那要等你们自己问他了 刚刚提出问题的那个女同学 轻笑一声 夸张地点了点头 哦 那跟着老板干大工程 赚的肯定多了 我小姑父就是做包工头的 一个项目赚到几十万 平均下来一个月两万多呢 肯定比不上跟着大老板的刘子良了 此言一出 其他几个同学的笑容 也就更加微妙了起来 徐秋颖还想解释 可张开口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只能尴尬地故作镇定 那 可能是吧 反正我也没仔细问过 子良很忙的 平时都没时间回家 等他下次回家我问问清楚 以后在QQ上发消息告诉你们 话音刚落 旁边一个看了许久热闹的男同学 突然开口 秋颖 我们能去你家看你的结婚录像吗 你结婚的时候我们都不在 大家都是同学 都想看看你穿婚纱的样子 那天到底有多热闹 此言一出 其他几个人也都不约而同地附和起来 对对对 我也想看 是啊 我姐去年结婚的 他们当时放了一整天的礼花 婚车十几辆呢 那个录像光盘我看了好几遍 秋颖过得这么幸福 婚礼肯定更热闹 我真想看看 笑我没事 你们谁有事吗 徐秋颖听到这话 心里瞬间慌了起来 虽然他嘴上说着 天天在家躺着看电视 玩手机 吃零食 但他也明白 那只是个棚户区的破旧小平房 这么多人去了 站都不一定站得住 又想起自己床上乱哄哄的 内衣内裤乱扔 被同学看到的话 那肯定丢死人了 最最主要的是 他根本没有什么婚礼录像 更是没穿过婚纱 家里甚至连一台DVD都没有 电视也是破二手彩电 自己平时看的时候 偶尔信号不好 还要拍两下呢 实在是不好意思让同学们过去 也根本不知道要给他们看什么 一时间 在同学面前 他才突然意识到 自己结婚之后 过得其实这么潦草 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得体 徐秋颖内心瞬间 滋生出一丝丝异样的情绪 浑身不自在 只能急忙开口 叫停了众人的打算 那个 我下午还有事 不方便 等以后吧 现在刚结完婚 那个婚礼录像 他们那边还没弄好 没给我呢 家里不方便 等我和子良拆迁款下来 买了大房子 再叫你们一起过去玩 此言一出 刚刚嚷嚷着 要去他家看结婚录像的几个人 却是不约而同的 露出隐晦笑容 另有深意 正当气氛尴尬的时候 旁边桌子的一个女生 突然开口岔开话题 啊 你们都什么时候回学校啊 我家的学校的英语社团 要提前一天回去参加活动 听说学姐请了外教老师 过来互动 乍一听到这话 其他同学也都纷纷热闹了起来 你们学校还有英语社团啊 我只是参加了武术社团 也要早点回去 准备社团表演的东西 我家的学生会 嘿嘿 有时候会跟着导员去查碗自习 那样我就不用上碗自习了 对啊 我们学生会体育部的也是 早上可以不用跑操 跟着老师去操场帮忙点名就行了 中秋节放假 你们还回来吗 我们俩一个学校的 准备出去旅游 正好找了一个当家教的兼职 赚的钱足够我们出去玩了 我没参加什么社团 就是我们宿舍要提前一天返校 大家一块聚个餐 听说有家火锅店很好吃 你们也聚餐啊 我们是社团第一次聚餐 听说是去吃自助餐 我头一回吃自助啊 你们谁吃过吗 我的米线都吃完了 咱们别在这聊了 换个有意思的地方吧 咱们去KTV唱歌吧 每个人平看一下费用 很便宜的 说着说着 所有人的目光 全都落到了沉默不语的徐秋颖身上 刚刚的讨论 她毫无参与感 徐秋颖听着之前 还在跟自己抱怨大学生活 无聊的一众同学 现在又兴高采烈的 分享着大学里的新奇事情 一时间 也有些无从插嘴的尴尬和局促 她甚至根本听不懂什么社团 什么兼职家教 还能出去旅游 也不知道什么宿舍聚餐 社团聚餐 吃的火锅 还是自助烤肉 脑子里一片空白 好吃的 她唯一能想到的好吃的 就只是县里新开的这家砂锅米线 或者高中时一直想吃 却吃不起的麻辣烫 一会儿 顶多再去超市 买两包薯片和虾条 那是她从小就喜欢吃的 这么多年一直有得卖 也从来没吃过什么新鲜的口味 唯独在自己随便买零食的时候 才让她有一种已经嫁人怀孕 当成年人的感觉 花的钱 却仍旧是自己 从哥哥那里要来的 爸妈的存款 不知不觉 才过去两个月而已 自己已经花了四千多了 身上的衣服 鞋子 生活用品 吃的零食 隔三差五买菜买肉 甚至结婚的时候买的荤菜 很多都还是她自己去看着买的 自己喜欢吃的 超市里摆出来现成的熟食 徐秋颖看了看 被自己放在脚下的袋子 尴尬地把她往凳子底下藏了藏 那还是婆婆趁着大检架的时候 在衣服商场拿回来的袋子 上面印着的广告 让她感觉自己 和眼前这群同学格格不入 不知道自己拎出来 准备去买菜的时候 怎么会觉得 这个包装带好看 适合自己 从来没觉得 自己过得差劲的她 现在被同学们注视着 却有一种 想要找个地方钻进去的感觉 正当她沉默不语的时候 旁边的女同学 却是背起了小皮包 笑着推了推她 秋颖 咱们去KTV唱回歌吧 你去不去啊 这么多人 要个大包间 就唱三小时 应该一个人 也就十几二十块的吧 很便宜的 话音刚落 旁边的同学 也一个个都激动了起来 纷纷起身 走吧走吧 我跟你们说啊 我大学那个室友 唱歌可好听了 我们宿舍也去过 学校那边的KTV了 里面装修的可好了 咱们县里的 我还没去过 我在学校里 刚听了一首粤语歌 我一会要试试 秋颖 走吧 我们去唱歌 你也去吗 拜拜 那下次回来 我们再去 下次一定要去你家 看看结婚录像啊 我太想知道 你结婚当天多热闹了 就是 都没告诉我们 以后常联系 QQ上找我呀 走了走了 咱们赶紧去唱歌吧 我要唱第一首 沙锅米现店门口 一群年轻的大学生 全都嘻嘻哈哈 有说有笑 三三两两的作伴离开 继续赶往下一个聚会地点 徐秋颖拎着那英 有商场广告的提手袋 站在门口 皮笑若不笑的 冲同学们摆手 嗯 下次见 QQ聊 在学校觉得无聊了 随时找我聊天啊 我都有空 看着同学们都离开 他脸上的笑容 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终究他还是拒绝了 一起去KTV的提议 他也不傻 自然能够感受得到 同学里有几个过得好的女生 明显是在看他笑话 想尽办法排挤他 明明 自己当初的 学习比他们都好 考上的也是重点一本 比他们去读的普通一本还要好 是班里的第三名 可现在 这些人才去上了一个月大学而已 竟然转过来嘲笑他 徐秋颖从他们的笑和眼神中 就能看得出来 自己要是跟着去唱歌 那肯定还是继续被嘲笑和排挤的对象 一想起是自己穿多着 聚齐了这么多人参加同学聚会 他就后悔的只咬牙 根本不应该邀请他们 此时此刻 也是暗暗的咬牙切齿 咬紧牙关走到店门外的角落里 愤愤不平地掏出手机 真不要脸 明明就是 他们跟我说大学一点都不好的 一个个又说得那么开心 谁嘻哈 等我家拆迁了 几百万的拆迁款 子良给我买大房子 我们一家肯定幸福 徐秋颖低声压抑着心里的不舒服 可眼圈里已经泛起了一层泪水 随手重播了通讯录里 没接通的上一次通话记录 一抬头的瞬间 两行眼泪直接从眼眶里滑落 掉在了地上 他声音里也带了几分哭腔 接电话啊 可几秒钟过后 又是那熟悉的机器人自动回应 对不起 您拨打的号码暂时不方便 多 徐秋颖毫不犹豫地挂掉 继续回播 屏幕上赫然显示着老公两个字 随着电话图标的跳动 一大一小地缩放着 他也已经委屈地连连跺脚 哭着的声音颤抖 你在忙什么呀 接电话 下一秒 对不起 您拨打的号码暂时嘟嘟嘟 连拨两次通话记录里一串红色 他终于崩溃了 抱着手机蹲下来嚎啕大哭 啊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给我买手机 就是让我打不通你的号码吗 啊 徐秋颖已经不知道 是多少次打不通刘子良的电话了 那个时候会一直陪着他 一直爱他 保护他的人 才刚过去两个月而已 就已经开始天天夜不归宿了 只是回来的时候 因为怀孕了 不能让他同床而已 他竟然干脆不回来了 他现在能有的这份工作 这个机会 那还是自己死皮赖脸 想尽办法帮他联系到的大老板 才能去做大生意的 要不然 他只是一个在街头收管里飞的小混混而已 可现在 子良不仅仅忘了承诺 甚至连一个电话都不给他打 多少天来 一直压抑着的委屈和异样情绪 此刻全都爆发了出来 哭得不能自已 根本止不住眼泪 他也不知道怎么了 好像从怀孕之后开始 情绪就一直起伏不定 有时候看着看着电视 也会哭出来 但 那个一直在他身边甜言蜜语的刘子良 却已经半个月没有打过一通电话 也没有出现在眼前了 现在 自己又一次最需要他的时候 那个号码还是打不通 徐秋颖越哭越大声 根本停不下来 整个人蹲坐在砂锅店门口 来来往往的人 都投去好奇的目光 指指点点 砂锅店老板也是一阵头大 出来两回劝说 也根本起不到作用 而此时此刻 接到对面的打印店门口 徐夏阳站在门后 神色平静地 看着街对面正在大哭的徐秋颖 砂锅店二楼那些人说的话 他也听得清清楚楚 但 在他们决定好了要去 KTV唱歌下楼之前 自己就已经提前离开了那里 他不想再和徐秋颖打任何照面 他虽然没问 却也很清楚 徐秋颖哭得那么伤心的原因 原本 他去读大学 不会比那些同学差的 甚至还会更好 但现在 他只能做一个待产的留守妇女 才二十岁而已 这就是 自己曾经宁愿退学 辛辛苦苦三年打工 也要先供妹妹读书的原因 他本以为 读了书 妹妹就能打开眼界 打开思想 最起码 不会像是老家那些不良少女一样 十七八岁就找人结婚生孩子 生下孩子又不能养活 匆匆扔下孩子 南下打工 深陷泥沼 一辈子都出不来了 在老家 这简直就是考不上学的男生女生 再常见不过的命运结局了 但 没想到妹妹考上了大学 还是义无反顾的 自己跳了进去 劝都劝不动 徐夏阳不是没和妹妹谈过 从刚开始发现苗头的时候 他就心力焦脆地谈了好几次 讲道理 百事实 甚至妥协到了 让他先去读大学 毕业了再和黄毛在一起 可不管用 根本没用 索性后来 就一个劲地棒打鸳鸯 妹妹提一次 他就反对一次 结果反目成仇 到了现在这个地步 他怕了 这一世的徐秋颖和黄毛 并没有打他 也没有杀他 什么都没做 但上一世被杀的阴影 让他彻底耸了 怕了 既然重活一世 他不可耐因为上一世被杀的事情 就放弃自己未来的大好人生 也拿把刀去把黄毛和妹妹杀了吧 杀人坐牢 天经地义 他不明白重生的原理 但是他明白 这是老天给他一次机会 挽回人生 绝对不会因为一时愤怒 杀了黄毛 再亲手毁了自己的人生 所以 他耸得很干脆 见面都宁可绕路走 也绝不纠缠 不过 县城就这么大 他只要一天 还没有考上大学彻底离开 就一天无法彻底离开 陈海妹妹能纠缠上来的能力范围 只能尽量躲避了 力争这一年相安无事 正当此时 背后店里 陈海拿着一摞彩印的宣传页 笑呵呵地走了出来 老大 打印好了 你看这效果 多好 咱们肯定赚大钱 吸引越来越多的学员 哈哈 徐夏阳回神 下意识地接过了那一摞 还带着刚打印出来温度的彩印宣传页 只看了一眼 街对面突然也传来一道声音 喂 你怎么才接电话呀 哎 老大 他不哭了 你妹妹哎 你不去安慰一下吗 陈海也看到了 马路对面对着电话里面 一个劲哭喊抱怨的徐秋颖 眼里流露出浓浓的好奇和疑惑 从上次见面他就能看出来 这兄妹俩之间的关系 似乎很不好 刚刚在米线店里 他自然也听出来了 楼上聚会的大学生里 有一个是徐秋颖 只不过一旁的亲哥哥都没说什么 他自然也没敢多嘴 但刚刚徐秋颖在米线店门口 哭得那么伤心和大声 几乎半条街的人都听见了 现在听着徐秋颖 对着电话里面的人 一阵抱怨和发脾气 他也是下意识地开口 询问徐夏阳 毕竟这是兄妹俩 也不知道多大仇 说不定 可以兵士前嫌 解开误会呢 徐夏阳则是一脸平静地收回目光 仔细打亮着手里 添加了各种图片和背景的彩色宣传页 上面几乎每个摊位都拍得清清楚楚 一堆排队的顾客 生意兴隆 甚至还有一种烟火气的温馨感 让人看在眼里 就觉得心里暖洋洋的舒服 甚至他都有点心动了 想去了解了解 其他摊主到底有多赚钱 兴许真的会对他们的创业有所帮助 不枉自己花了八百块钱呢 对于陈海的问题 他压根没有回应的打算 以后 妹妹和黄毛生他们的孩子 爱怎么过怎么过 是哭事闹事后悔 都和自己无关 安慰 说不定今天过去训斥妹妹两句 劝他现在和小黄毛离婚 把孩子打了 明天黄毛就能从市里回来 抹黑给他捅了 被杀和反杀都不是他想要的结果 自己一句话也不想劝 徐夏阳只想好好努力读书 考上大学 顺便尝试一下创业 多多赚钱 念及如此 他掂量了一下手里的彩印宣传页 看向陈海 数量点过了吧 都对得上吗 这一百张先用着 要是效果好 到时候我再给你钱 拿过来复印就行 此言一出 陈海还没回应 背后吃着打包米线的李波 就暗戳戳地开口了 复印基数的一百张 那是高科技 是计算机 肯定不能数错了 有用再来 徐夏阳听得出对方话里的意思 笑着点点头 好 老板生意兴隆 我下次再来 说完 直接拿着那一打 彩印宣传页就走 陈海还没反应过来 徐夏阳人已经窜了出去 他一时间傻眼了 急忙抱起 被落在桌子上的那一袋子笔记本 老大 倩姐给你的笔记本 你还没拿呢 倩姐 我们要走了 改天来找你玩 说着 急忙抱着一袋子笔记本 急火火地去追徐夏阳 与此同时 李倩爬在二楼窗口 单手撑着下巴 看着走远的俩人 目光清澈如水 走吧 希望你能考上大学 淡淡的祝福 好似柔尽了风里 没那么深入人心 却也聊拨思绪 徐夏阳拿着宣传页 大不留心地返回工地 一口气走出去三条街 后面的陈海 这才跟头猎切地追了上来 一把拽住徐夏阳的胳膊 老大 慢 慢点 你这走得也太快了呀 不对劲 十分有九分的不对劲 你铁定认识倩姐 我反应过来了 徐夏阳神色平静 悄然放缓了脚步 面对陈海的追问 他这次倒是没否认 我不认识李倩 只认识大脸盘子 好好读书 好好赚钱 这就行 认识张认识里的 有什么用吗 两块钱一张的彩印 能变成一块钱一张的黑白印 陈海疑惑地皱起眉头 一时间不理解什么意思 倩姐在设计费上 就给你便宜了呀 其他人 最低都得要八百 这不就是认识人的好处吗 我跟着大哥你 认识了食堂的好阿姨 好阿姨没卖完的包子给我吃 这不也是好处吗 你们就神神叨叨的 徐夏阳见状 也没多做什么解释 随手接过那一袋子笔记本 继续赶路 走吧 赶紧回去休息休息 一会还有正事呢 介绍来的人 要是能交钱拜师学摆摊 一个人 你可就提成一百块钱 不少赚了 抓点紧吧 我还能被一篇语文的文言文墨写 诗词也会考吧 这个也得背 陈海一听到学习 瞬间头大 急忙打了退堂鼓 老大 那什么 要不你自己先回工地吧 我先回家去看看他们 准备好了没有 说不定有放假刚回家的邻居 也能一起过去看看 说着 他直接从彩色的宣传页里 抽了两张 自己把左上角撕掉 黑黑一笑 转身向着另外一条街道跑去 徐夏阳看着他离开 也是无奈一笑 相处一个月 他也早就看透了 让这小子干什么都行 唯独就是不能跟他提学习 不过 这也不归他管 当即拿着剩下的宣传彩页 和满满一包笔记本 回了工地 正是下午两点多 工人都在工地上 叮叮当当的忙活起来了 中午摆摊的也散了 不过宋大伟 倒是因为收拾摊子 正好还没走 徐夏阳随手给他塞了 两张彩印宣传页 让他可以拿回去 跟那些个晚上 要过来看看的工友 多宣传一下 说不定能多吸引几个学员 宋大伟看着手里 贴了图片的彩印宣传页 眼里也满是惊讶 这东西做得好啊 行 我看看 晚上能不能多拉几个人过来 别说 还真有几个人 因为见不到真玩意 犹豫不决的 有了这图片宣传页 正好能给他们好好讲讲 说着 他就拿上宣传彩页 开着自己的小货车 离开了工地 徐夏阳忙完了一通 终于抱着笔记本 回到了宿舍 四下无人 他也就将那一袋子笔记本 全都搬了出来 想要简单梳理一下 纷纷累 哗啦啦 最后一落笔记本 刚被拿出来 突然从其中一本 后笔记里 掉出来一张纸 正好落在脚边 徐夏阳眉头一皱 还是下意识地捡了起来 这事 纸片上只有两行字 一串QQ号码 一个大学的名字 省工业大学 周经理 你知道省城工业大学吗 徐夏阳难得的清闲时间 正在工地门口板砖上 坐着背书的时候 碰到了周志海出来摸鱼 闲着就坐在一起扯淡了 忍不住 就把心里的疑问讲了出来 周志海眼前一亮 露出一抹欣慰的笑容 十分亲切自来熟地 搭上他的肩膀 可以啊小伙子 志向远大呀 三年没读书 刚回来就准备考老牌985 国防高级院校啊 那省城工业 大谁不知道 土木专业里的老大哥 老八校之一 这就好比太子陪读的 国子监的地位 出来了 那就是专业圈子里的洞梁啊 各种建筑公司 国企贵求的香伯伯啊 徐夏阳目光一阵 也是被吓了一跳 这么厉害 我猜到可能是985 或者211那样的好学校 没想 竟然还是里面拔尖的那种 那这么厉害的学校 毕业了有啥优势 周志海的眼神里 也流露出几分羡慕 不由自主地点点头 优势 当然有 而且远比你想象的更大 正当徐夏阳 还等着他解释的时候 周志海却话锋一转 嬉笑着看向徐夏阳 抛出一个问题 我问你 你觉得混土木最重要的是什么 徐夏阳茫然无知 摇了摇头 在认识周志海之前 他甚至连选什么 专业都不知道 更没研究过土木 他就是一个 在工地上搬砖的小工 哪里会了解那么多 周志海轻笑一声 愈懦地看着他 择了一声 猜猜嘛 你小子怎么一点不爱动脑 什么都等着别人告诉你啊 世界是要靠自己摸索地 徐夏阳尴尬一笑 拍了拍驳梗 随便给了一个 自己身以为然的答案 能喝酒 乍一听到这个答案 周志海瞬间大笑起来 连连摇头 行 你小子还挺有悟性 我还以为你会说什么 努力上班 勤奋 兢兢业业之类的 喝酒嘛 只能是优势 但不是最重要的 真正厉害的 都是不喝酒的 徐夏阳文言 也是一头雾水 他接触的人里 混土木最牛掰的 就是身为项目经理的何勇了 可这要牛逼的土木大佬 每天也是喝不完的酒局 不过 和不同的人喝酒 也分状态 和甲方喝酒 是需要钱 每次都得后半夜回来 醉醺醺地倒头就睡 和供应商喝酒 是给面子才去的 经常就不回来了 直接被安排去洗脚了 三两天见不到人 去哪个度假村旅游 也是常态 所以 落在徐夏阳这个室友的眼里 喝酒自然也就是 混土木最重要的事情了 想到这些 徐夏阳真诚地看着周志海 摇了摇头 不明白 周经理 那到底什么最重要 周志海见到那副求职的目光 顿时也不绕弯子了 露出一抹认真的目光 看向徐夏阳 是背景 也可以说是人脉 中字头集团是央企 国字号单位 实力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你得上面有人 关键时候拉你一把 起点都比别人高 说着 他直接搂住徐夏阳的肩膀 彻底敞开了说 那 我再问你 像你这种没背景 没人脉的 怎么才能有人脉 徐夏阳刚刚尝试着 理解背景和人脉 冷不停又被新的问题给难住了 这次 他索性诚实地摇了摇头 不 不知道 周志海轻笑一声 目光向项目部办公室的方向 瞟了两眼 哎 就跟你住一屋那好大哥 何勇 知道他吧 从小那也是苦命孩子 别说人脉背景了 连集团总部大门往哪开都不知道 那你猜 为什么他能只用五年 就当上了项目经理 能组建起自己的项目部班底 像是总工孙力 你知道他做到总工这个位置 又花了多少年 在徐夏阳清澈愚蠢的目光中 周志海直接两根 食指交叉 用力拍了拍 十年 而且基本到头了 以后就是混混不同的项目 拿着证书等退休了 徐夏阳听到这里 还是一头雾水 这压根也没解释到 好学校能带来什么优势啊 自己听得云里雾里的 不过却也被勾起了兴趣 反而是好奇地看向周志海 脱口而出 志海哥 那你这个生产经理 多少年啊 我以后能混到你这个级别就行 在他眼里 周志海那已经是了不起的好工作了 自己梦寐以求啊 天天在工地上骂人 多牛扮 周志海轻笑一声 直接谈了他一个脑瓜崩 混我这个级别 你就废了 我大专毕业的 在工地上混了五年 还是个生产经理 基本也到头了 顶多以后轮岗 换项目 不同的地方捞油水而已 项目经理 我这辈子是够呛了 和你一样 认识最高的人脉 就是何勇了 除非 何勇往上走一步 去集团分公司当个副总什么的 说不定可以给我个小项目 当当项目经理 慢慢跟着他这一派 吃点肉 何勇不往上爬 我也没戏了 说着 周志海不满地择了一声 又是一个脑瓜崩 扯什么嫌骗 思路都被你打乱了 说这么多 就是为了给你解释 读个好学校 有什么优势 老实听着就行了 徐夏阳捂着脑袋 疼得直揉 老老实实地点点头 哦 周志海歪嘴 撇了撇项目部办公室 何勇 211土木毕业的 刚毕业 就到了二局分公司 职能部门做办公室 和他同一期进公司的 其他学历的人去哪了 普通一本的 和大专学历招聘进来的 都一样 全都扔到项目部 根本没机会去分公司办公室 全都从基层施工员 安全员做起 而何勇 因为学历的优势 刚毕业 就比别人迈了一大步 被分公司领导看上了 在分公司 他当时那个帮带制度的师傅 也是部门经理 当年直接就升职到了 分公司副总工程师 傅高指称 第二年 项目部上这些普通一本的 当转正 工资涨了500 助理工程师指称 大专的涨了300 嘿嘿 没指称 何勇呢 公司报到第二年 助理工程师 直接代理部门副经理 第三年 何勇的师傅人士调动 直接去了建筑二局总部任 职能部门总监 直接掌握话语权 当年 就给何勇调到了 外地一个项目部当总工 干完第一个项目 直接第五年 安排到这里 做了项目经理 周志海说完 笑着看向一脸茫然的徐夏阳 伸手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我 破大砖 毕业到工地 师傅就是上一个工地的老师公园 五年了 我当上生产经理 我师傅 还是生产经理 十年了 轮转好几个项目度金 混上了总工 他师傅 混上了总工 何勇 211土木重点院校毕业 成绩优异 毕业就去二局分公司 师傅当年升职分公司副总工程师 五年后 他当了项目经理 师傅去了二局总部做总监 你 徐夏阳 要是能在985土木老八校 以优异成绩毕业 我断言 你可以直接被招聘进入二局总部 师傅也绝对是富高职称以上的领导 所以 一个好的母校 优异的成绩毕业 能带来的优势 你明白了吗 叮铃铃 说话间 工地吃饭的铃声响起 周志海拍拍屁股站起身来 笑着看向被震撼到目瞪口袋的徐夏阳 努力吧 你这个目标选得好 天生干土木的料 干工地 搞基层 你就是个打灰老 但 你真能从985老八校毕业 甚至考个研究生 那以后 你混的就不是工地 是仕途 是真正的国企 做生意再牛逼 你也比不上国企大领导啊 钱再多 也不是一个层面的 省工业大学 助力你的梦想 走了 吃饭了 说完 直接潇洒转身 直奔食堂 徐夏阳冷不丁地 被食堂开饭的铃声惊醒 整个人还沉浸在周志海 那个墨鱼老油条的侃侃而谈之中 宛若被打开了 前所未有的世界观 人脉 背景 做生意 不如当官 此时此刻 对于那张纸条上 所写的省城工业大学 他突然有了一抹 更深刻的认知 独省城工业大土木专业 考研究生 等于 我以后要当大领导 徐夏阳的目光 突然璀璨了起来 除了赚钱之外的另外一条 灵光在他脑海之中乍现 隐约多了一层 无法触摸到的快乐 他突然想 既能开公司 把钱给赚了 又能当领导 把人给管了 双管齐下 这么一看 似乎土木工程 是一条很牛掰的道路 完全可以 玩出不一样的花来 谁说干土木 只能是穷打灰的 领导 总有人要当吧 凭啥不会是我 何勇的人脉 都可以五年当项目经理 十年呢 十五年了 徐夏阳虽然没接触过 但是脑海中莫名其妙的 开始对周志海提到的 那些分公司经理 富高职称 二居领导 甚至建筑集团总部 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打工不靠努力上班 靠人脉和职场争斗 就能往上爬 这怎么从小到大 读书的过程里 没人叫过他呢 爸妈都是当矿工的 一辈子老老实实 勤勤恳恳 唯一教给他们兄妹的 就是踏踏实实做人 老老实实做事 从来没说过这些人脉 向上爬的事情 学校里的老师 也都教他们脚踏实地 读大学 找个好工作 好好上班 怎么没人说 这在单位里有条好人脉 竟然能比别人 向上爬的速度快这么多 一时间 有些曾经不懂的东西 他突然有些明白过来 为什么外面所有人都说 薛凯在县城里是土皇帝 所有土方工程 都必须让给他做 这么一个狠人 却唯独在项目部 面对何勇的时候 没有半点价子 论有钱的话 薛凯的身家 绝对是何勇的几倍 几十倍 但经济上的身份差 就这么 被一个中字投企业的项目经理 职位头衔给拉平了 奇妙啊 学校阳脑海中 被打开一条新思路 读书的动力 似乎一瞬间 又开始源源不断 不断刺激着他的神经 只有一年啊 理科应该是没问题 我已经越来越得心应手了 想要考上老牌985高校 看来语文和英语 应该更努力才行了 就考省城工业大 一瞬间激起的斗志 顿时又让他求知若渴 恨不得现场 立刻就把语文书 放进嘴里 嚼烂了吞下去 绝对不允许任何因素 干扰自己考上老牌985 一直以来模糊的高考目标 此刻终于逐渐清晰了起来 学习更有动力了 然而 正当此时 工人下班 都开始乌乌泱泱往外走了 徐夏阳这才猛然反应过来 操 一拍大腿 急忙起身 跑去食堂后院 推上自己的小吃车 赶紧出摊 光顾着听周志海吹牛逼了 差点把正事都给忘了 距离高考可还有一年呢 自己还得摆摊 先把学费给挣了呀 他后知后觉得 推着闸串小吃车 来到夜市摊位上 刚打开油锅 就有工人老顾客围了上来排队 自己挑选着喜欢吃的闸串 正忙活着呢 不远处传来一阵吆喝声 陈海领着一群人有说有笑 嘻嘻哈哈地走了过来 大哥 我们过来了 说着话 一辆白色的小货车 也拉着人从主路上下来 宋大伟把车子停到附近 十几个人纷纷从后车斗里跳下来 满脸好奇他 一边招呼着一群工友 向夜市摊子这边走过来 一边三两步来到闸串摊子上 笑呵呵地帮忙 夏阳 让我带过来了 看了你们准备那张彩印宣传页 又多来了六个人 一共十四个人了 那个小陈海也带了十几个人 这里我来 你去带他们转转 介绍一下拜师这事 学夏阳擦了擦手 把围裙摘下来 一时间看着不远处围拢上来的人群 眼里难掩激动 来了这么多人 这可比之前说得多多了 那宋大哥 这就先麻烦你了 把围裙交给宋大伟 他立刻就先跑去接待学员了 这有一个人报名 就是一份收入 人多了之后人带人 即便是以后不摆摊了 那也有源源不断的收入 陈海见到他来 瞬间一脸得意的凑了上来 老大 我就说 那彩印的宣传业 肯定有用吧 看了之后 又多了好些人要来 我这边一共带了十六个人 比那个宋大哥那边的工友还多吧 学夏阳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粗略一算 三十个 这数真整啊 要是每个人都交钱 那这可就是三万 一想到 这可是自己摆摊一个月的收入 他瞬间激动了起来 自然不敢怠慢 立刻从陈海手里 结果早就准备好的彩印宣传业 开始带着三十号人 在夜市里转悠起来 凭借着他摆摊这两个月来的经验 再加上每个合作摊主的配合 讲解起来 那是滔滔不绝 所有人都亲眼可见 这夜市摊子的火爆 源源不断的工人和客户涌来 日进斗金啊 没一会儿的功夫 就全部起了兴致 主动开始询问一些摊位的问题 做起全面了解 大为心动 马大明虽然没人提办 但是 看到一下子带来这么多有意向的学员 也是激动的一边摆摊 一边给这些人介绍起来 当场就说得好几个人心动了 纷纷唧唧喳喳的议论商讨起来 十八家合作摊位 走了足足一个多小时 这才全部逛下来 徐夏阳说得嘴都干了 可热情仍旧不减 一旁的陈海 虽然不懂得摆摊里面那些门道 但是帮着插科打混 说点漂亮话 那还是游刃有余的 当场就劝说了好几个人 盯下摆摊一项 一时间 这幅热闹场面 反而惹得夜市里 其他那些没参与合作摆摊教学的摊主 也跟着眼热起来 那些摊主他们早就打听过了 跟徐夏阳他们合作 介绍来一个学员 跟着学三天出师 那就能白赚七百块钱 而且还签了合同 不允许学员跟他们在一个地方摆摊 原本都以为这事儿 找不来多少学员的 费时费力 还有手艺外泄的风险 所以很多摊主也都是观望状态 没选择合作 准备先看看效果 再说加入合作的事 可现在 看着一个个心动的学员 主动开始报名交钱 剩下的那些摊主 也都蠢蠢欲动了 白白看着平时一起摆摊的 其他摊主 喜滋滋地收下学员 准备收钱 任谁也坐不住啊 折腾了一晚上 好容易三十个学员 基本上都挨个谈过了 等学员离开 俩人先一步回到 闸串摊子后面 细细经典今日战果 徐夏阳看着手里那一踏子合同 又看看一踏子红票子 笑得都合不拢嘴了 从没想过 不用做闸串 动动嘴皮子 拉拉学员 就能赚这么多钱 第一次感受到 用脑力赚钱的快感 完全比辛苦干活爽多了呀 这次的效果 真是出乎意料的好啊 十六个学员 当场就定下了学习的摊位 当场缴费 还有八个定下了一项 改天缴费的 一下子就入账 将近两万啊 陈海喜滋滋地 数着手里的四百块钱 开心地摇头晃脑 一晚上四百啊 我自己赚的 嘿嘿 大哥 跟着你 钱简直太好赚了 我要赶紧多拉几个人来 来 马大哥 这是你的 一共三千九百 这是我的 两千九百 其他摊主们的 都已经分好了 这想学摊煎饼的 还真是比扎串的多呀 哈哈 徐夏阳看着手里的红票子 开心地合不拢嘴了 没想到 他们第一次 尝试着开放收图加盟 就能一天 赚到这么多报名费 每个合作的摊主 都是三七分 报名他们摊子的 就不用分 只需要出一百块钱的 中介费而已 即便有十八家摊主 分这么多学员 细细轻点了手里的票子 脸上的笑容 简直藏都藏不住 好家伙 这比得上我摆摊 赚四五天的了 这要是一个月下去 天天都有人报名交钱 咱们还不轻轻松松 一个月赚他五六万 不用干活 也能赚到钱啊 夏阳 多亏你有一个好脑子啊 徐夏阳黑黑一笑 倒也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但也不得不否认 动脑子赚钱 就是比体力劳动 赚得又多又轻松 看来 咱们可以继续扩大规模了 拉拢加盟的摊主越多 咱们赚得就越多 而且毫无成本 躺着收钱啊 马大明细细数着手里的钱 再对照着报名的名单 突然产生了另外的一些想法 夏阳啊 这三七分 咱们赚得是不是也太少了点啊 现在这么算 大头全都被那些摊主赚走了 比较起来还是付出劳动 亲自教学赚得多啊 你看看 卖肉加盟的老张 一口气签了六个学员 一个人七百 他一下子就赚了四千二百啊 开心疯了吧他 徐夏阳瞥了一眼 名单上今晚的销灌 抬头也能看到 不远处正有说有笑 开开心心收拾摊位的老张夫妻俩 他也是轻笑一声 却毫不在意 老张看似轻松赚了四千二百 但是有时间成本啊 三个人待三天 是一个班 他要做完两个班 六天才能再接待新学员 实际上 就是他六天赚了四千二百 还要给学员讲解 还要自己做生意 平均一天也就七百而已 这已经是他短期内的上线了 说着 徐夏阳扬了扬手里的钞票 笑着看向马大明 可是 咱们没有上线 只要手底下加盟的摊主师傅 签下一个学员 就算排到下个月上课 咱们也能稳赚一百块 马大明抽出一张百元大钞 还是觉得不过瘾 摇了摇头 还是太少了 夏阳 不行 咱们就从学员招生这一块 把成本算进去呗 卖一千一百亿人 就把中介费赚出来了 卖一千二百一个人 咱俩一人多赚五十 自己带的学员赚得也更多啊 定价一千 还是太便宜了 这比例也能调 不行就四六分呢 徐夏阳看着马大明 那着急赚钱的样子 轻笑一声 这个问题 他早就算过了 马大哥 现在咱们是起步阶段 就是靠着做出规模 吸引更多学员的 刚开了单就涨价 这不利于长期发展 摊主那边知道 咱们按改价格 也会有意见的 别忘了 咱们就是个抽成的中介 没成本 就签了十八个摊主 变相的 让他们给咱们赚钱 这三七分 已经是很高的力了 就比如 你亲自带学员 教一个人 本身能赚一千 结果介绍人来的中介 直接拿走四百 你能愿意不 三百多肉疼啊 说白了 咱们就是给摊主介绍活 再从他们身上抽利润的 要先让他们信任咱们 才有越来越多的摊主 愿意来做这个事 马大明文言 带入自己之后 也是哆嗦了一下 脑袋点得好像缝纫机一样 反应过来了 对对对 差点糊涂了 咱们特么是干中介的啊 这怪不得资本容易腐败 啥也不干 空手套白狼 这就是容易眼红啊 才开张 我就想着提高分成 哈哈 糊涂了 糊涂了 徐夏阳见到马大明里 至清醒下来 也是无奈笑着摇了摇头 看了看四下无人 这才冲他招了招手 轻声开口 而且 咱们也不止 赚着三成的用金 还有大头 调料统一批发没有算 在咱们和摊主 还有学员的合同里 摆摊用的调料 自愿从咱们这里统一配货 按照批发市场的市场 嫁给他们 学员本身是不亏的 他们单独去进货 也是这个价 在谁那买都是买 但这事 我已经和做调料批发的老板 商量过了 学员量大 咱们统一采购 是单人购买的几十倍网上 能给咱们更低价 最低器者 调料里面的利润 你还没算呢 从学员出师开始 陆陆续续就会来调料订单 咱们开始统一走货 到时候 才能见真正的利润 马大明眼前一亮 更加激动的点点头 有道理 我还差点把这事给忘了 可说着 他看了一眼学员名单 又皱起了眉头 不过 这事也有利有弊啊 夏阳 你看今天来了三十个人 满打满算 也就十八个交了钱的 那六个报了名 但没交钱的 说不定还会有几个反悔的呢 今晚你也看出来了吧 这叫人摆摊 但是不告诉人家调料配方 还要统一进货这事 挺影响报名意愿的 我看他剩下的 问了好几遍 这个调料配方的事 咱们整调料统一采购这事 影响学员报名积极性啊 耽误赚钱 徐夏阳文言 却是没有丝毫意外 拿起啤酒瓶吹了一口 淡定的 看向满脸担忧的马大明 马哥 别忘了咱们的根本 是加盟进来的摊主 并不是来报名的学员 这些摊主 为什么能愿意加盟参与 还让咱们抽走三成例 最主要的一个条款就是 不用他们泄露自己的调料配方 不伤害他们的根本 那万一是摆摊的核心和关键 要是让他们把配方也交了 可就不是现在这个价格了 马大明恍然大悟地点点头 的确是这么回事 要是让我把摊煎饼的酱料配方交出去 别说给我一千了 就是给我一万 我都未必愿意 想做出我的味道 就必须买我配好的调料 这样 一个人身上我赚七百 合情合理 合情合理 徐夏阳吃笑一声 不置可否 却是早有算计 这摆摊的活 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得住的 干了几天就放弃的 大有人在 咱们赚的就是他们心动那一刹那的钱 越容易动摇的人 越是干不长久 一千块报名费交了 待了几天就不做的 你放心 他也绝对不会回来找咱们退钱 他们只会嫌麻烦 自认倒霉 也不会心疼这一千块报名费 反而 那些在报名的时候 就由于独家配方的那种学员 本身也不是咱们的目标受众 就算他们硬要报名 我都不一定收 合同里的这一条约定 本身就是一个筛选的机制 用来筛选麻烦的 往往那种处处计较 处处问清楚的人 报了名 就算出师了 也会有惹不完的麻烦找回来 反而容易影响咱们赚钱 所以 这个条款不能去 反而还要一直留着 既能招揽摊主 又能筛选麻烦 一举多得 马大明一听这话 下意识深吸一口气 有些惊讶地看向信心满满的徐夏阳 夏阳 你小子什么时候考虑得这么清楚了 这上了一个月学 变化这么大呢 徐夏阳黑黑一笑 知识 知识的力量 我要是考上大学 就有更多的知识 变成赚钱的力量了 正说着 不远处一群人走了过来 陈海笑得格外灿烂 老远就招手 老大 听你的安排 这几位摊主都同意了 他们都要加盟咱们小吃培训学校 在陈海那张碎嘴子的劝说下 原本就有些动心的夜市摊主 又一口气加盟进来八位 小吃培训学校的摊主 一下子激增到了26位签约摊主 全都可以带学徒 创业规模小小的增长了一下 正如徐夏阳所说的那样 合同里约定了 摊主师傅不需要传授独家调料的配方 只需要配合制作调料 对学员进行出售就行了 如此宽松的条件 让摊主不由地动心 再加上 他们亲眼见证过徐夏阳他们一天 招揽二十多个学员的强大实力 自然很乐意加盟 尤其是肉家母的老张夫妻俩 数着4800的报名费分红 笑得合不拢嘴 那简直是最好的宣传广告了 徐夏阳这边也没让陈海闲着 反正这小子在学校都不愿意读书学习 放假了 就更不想读书写作业了 连课本都没有 接下来几个月的生活费也没着落 索性不如早就业 继续给了他400块钱 加急多采印了200张宣传页 让每一个来报名的学员 全都带一张回去进行宣传 同时 陈海也到处去找目标人群进行宣传 拉拢学员前来报名 几乎是深入每一个老家属院小区 专门找那种外地来的打工户 上门宣传 用马大明的评价来说 这小子就是精明的好像猴一样 除了学习 干啥都有模有样的 简直成了拉人中介的头头 所有中介的用金都一样 介绍一个人报名成功 就是100块 对于来报名的学员来说 这可是个回本的好机会 自然会不遗余力地帮忙宣传 只要能介绍十个人签约 那自己的报名费不就又赚回来了 不仅如此 有些人即便是不想报名学摆摊 可这当中介赚100块钱一个人头的机会 他们可还是很感兴趣的 一时间反倒是中介和学员的数量 也同样激增 人带人 规模一下子就上来了 他们这县城 虽说只是个县级市 但可是外来人口大县 早年间因为开矿 各种厂子遍地都是 就业机会吸引了无数外地人来这里干活 只是 这几年一点点衰败了而已 县里几年前的国营厂子 倒闭的倒闭 下岗的下岗 几个矿区不让私人经营之后 也都开始不景气 连带着早年间来他们这县里 打工的外地务工人员 也全都大面积失业 大部分留下来的 还都做着各种灵活和散活 收入很不稳定 如今 学门手艺 回老家摆摊的风气 反倒是引起不小的波动 每一个漂泊在外的打工人 要是有可能 谁不想回老家站住脚 既能赚钱 又能陪伴家人 陈海更是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直接在彩印宣传页上 加了一句醒目的红色夹 粗大标语 学会摆摊 回归家乡 赚钱养家两不务 据说 宣传效果相当不错 战绩最能说明问题 第一天晚上 签约的只有18个人 就这 还有18个摊位区分 有些摊主只能眼红地看着 却根本没找到学员 因此 还有了不少抱怨的声音 可到了10月2号晚上 靠着第一天的学员人 带人带来的人流量 来的学员当场签约了26个 终于能开始 雨露均粘了 但随着新的摊主加盟进来 单一个摊子 一个班组就是三个人 这点学员 还远远不够饱和 他们的小吃培训学校 胃口一下子大了起来 彻底让陈海放开手脚 去安排中介招人 多多益善 矮者不拒 不过 这个商机的火爆性 还有人带人的显著效果 还是让徐夏阳他们 有些始料未及 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效果 10月3号晚上 乌乌央央目明前来的学员 简直都快比下班出来 买东西吃的工人都要多了 一番了解 当晚直接签约了48个 当场签合同交钱 国庆假期三天的战绩下来 就连徐夏阳的闸串摊子 都签约了三个班组 开始带学员了 从早上带学员采购 到中午晚上带着摆摊 每个学员 还都很乐意帮忙 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想要多学点摆摊的技巧 和注意事项 不让一千块钱白花了 对摊主而言 既不耽误干活 又能带着学员学东西 两不耽误 10月4号 结束了第三天的待班 夜市外 早就等待多时的一群学员 立刻乌乌泱泱涌了上来 陈海反倒好像是指挥家一样 一个人约束着 带人来的所有中介 让他们听话的排好队 挨个做登记 有模有样 半点不乱 大家别着急 刚刚你们也都看到了 咱们这些摊主师傅们的生意 有多红火了 咱们第一期的学员 已经出师了 明天 他们就可以自己去摆摊了 只要大家今天报名签合同交钱 这个月内 一定能排得上班组 下个月就可以回老家摆摊了 此言一出 早就看到了夜市热闹景象的一众学员 全都兴奋地积极喳喳 议论纷纷 徐夏阳和马大明对视一眼 同时看到了 学员的本事简直出乎意料的强 粗略一数 足足也有七八十号人 而且看起来签约意愿非常强 当然 这也得益于陈海的特殊发现 他去宣传拉人的时候就发现了 现在还留在县城里打工的外地人 十个有八个 都已经厌倦了这种打零工的日子 其中很大一部分 更是有老婆孩子在老家 常年两地分居 让他们学会摆摊的手艺 回老家去养家糊口 简直精准地触动了他们的想家情绪 一千块换一个可以守着老婆孩子的手艺 那些学员开始在夜市里参观起来 让他们亲自去尝试过 看过每个摊主摆摊做的东西 再加上 他们都亲眼见到了夜市里 各个摊位生意火爆的样子 对于未来自己摆摊充满了期待 还有看到那么多第一班的学员在这学习 直接就打消了不少人的顾虑 当场就有人定下了签约意向 人群里 有一个人签约 就带动了第二个 第三个 全都蠢蠢欲动 从众心里发作 互相比着交钱报名 经过将近两个小时的介绍 当场直接签约了58个学员 几乎加盟了他们小吃培训班的每个摊主 都分到了最少一个班组的学员 赚到了第一笔钱 中介更是赚了不少 所有人都乐呵起来 完全是一副多赢的局面 尤其是报名的学员 除了可以学摆摊之外 还能拉人来报名 把报名费赚回来 瞬间所有学员的报名积极性 都被极限拉高 折腾了好一阵 终于安排这群浩浩荡荡的学员退散了 所有中介也都喜滋滋地 拿着自己的中介费下班了 陈海乐呵呵地抱着一打子钞票 坐在啤酒箱上笑得合不拢嘴 老大 今天我赚了2300啊 哈哈 发财了 再加上前两天的中介费 我已经有4000多块钱了 下半年的生活费都够了啊 徐夏阳喝着啤酒 看着陈海那高兴的样子 他也合不拢嘴了 这当中介抽力 远比他想象中更赚钱 直接从面前的盘子里 将一落现金送到了马大明面前 马哥 今天的分红5900 我的 6900 看来 今天想要学啥串的 可比学煎饼的多啊 马大明喜滋滋地接过那一落现金 兴奋地舔着手指 数了起来 夏阳 你这个创业的想法太绝了 这一晚上收的报名费 都快比得上我百探一个礼拜了 哈哈 赚大发了 咱们要赚大钱了 哈哈 三个人围着桌子 喝着啤酒数着钱 简直春风得意 徐夏阳眼里笑容洋溢 大学 四年的学费和生活费 最少也需要准备五万块 看来 不出意外的话 自己很快就能赚够了 剩下的 就是努力考上大学 棚户区 你说你闲着没事 去找那群同学干什么 丢我的脸啊 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等着给我生儿子就行了 刘子良一边穿裤子 一边不满地嘟囔着 随手拿起桌子上的香烟 就坐在床边点火抽了起来 吞云吐雾 徐秋影抱着手机 噼里啪啦打字 裹着被子靠在枕头 压根没有起身的打算 文言委屈地哼了一声 眼睛里仍旧有哭过的血丝 丢什么脸 都知道你在市里 跟着老板干大工程 就我不知道 你赚多少钱 同学聚会你又没去 那些同学都羡慕我 刘子良吃笑一声 转过身来捏他的脸蛋 羡慕 你好厚的脸皮啊 是谁哭着喊着 给我打了十几个电话 非要让我回来的 我那一把正好的手气 差点让你哭没了 啪 正说着 他那只手 突然被徐秋影打掉了 气鼓鼓地瞪着他 你又去赌了 不是说在外面干大工程 玩牌这是偶尔玩弯吗 大白天的你 又在打牌 说着 徐秋影也是直接掀开被子 坐起身来 直勾勾地盯着嬉皮笑脸的 刘子良 一伸手揪住了他的耳朵 你给我说实话 到底赌了多少 赔了多少钱 啪 刘子良被揪住耳朵 直接不耐烦地一巴掌 把他的胳膊打开 皱着眉头揉起耳朵 站起身 一脸不悦地叼着烟看回去 你特么疯了啊 赔钱赔钱 都特么让你皱的 揪我耳朵干什么 晦气 说着 眼看徐秋影眼里红了起来 又有泪水打转 他也是不耐烦起来 哎呀 好了好了 又哭什么 没赔钱 再说了 马上拆钱到手 最少三百万 玩点钱怎么了 我大哥从来不跟我计较 人家都说了 排桌上真兄弟 玩的是假钱 讲的是真情义 就算我输了 也不用我赔 你懂个屁啊 眼看徐秋影 拗得背过身去 刘子良也是无奈地 再度坐下来 轻声细语地好好解释 哎呀 行了 告诉你个好消息 行了吧 昨天啊 我一把排局 就赢了十八万 你老公厉不厉害 此言一出 徐秋影瞬间 也顾不上生气了 眼角还挂着泪珠 却急忙惊愕地 转过身来 什么 十八万 真的假的 这么赚钱吗 一边说着 他一边在刘子良身上 翻找起来 那钱呢 你好歹 也拿几万块回来花呀 刘子良笑着伸开双手 一水干净板正的 排骨身材 展露无遗 叼着烟得意的狠 没拿 都存在柜上了 咱家又不缺钱花 等我赚更多 直接在市里买房子 到时候 把你们接过去啊 徐秋影眼见她全身上下 找不出一个口袋 文言也是愣在原地 买房子 刘子良得意的挑挑眉 脸上自信无比 那可是在湖边的一个高档小区 一平米两千多呢 再凑凑 我就能拿下来了 大三居 大阳台 还通地暖 冬天那个暖活 说着 一把搂住交集找钱的徐秋影 到时候 你和肚子里的我儿子 一块去市里住大房子 咱们去市里生孩子 找最好的医院 行不 徐秋影听到她要买房子 而且 钱也凑得差不多了 瞬间脸上泛起一团期待的红韵 经不住掰着手指头算起来 两千多一瓶 大三居 那岂不是再凑几万块就够了 一百平米的 也才二十万啊 你现在都有十八万了 这很快了呀 那是不是下个月就能买了 刘子良听到这话 目光立刻心虚地躲闪起来 尴尬地挠挠头 贵上还欠着六十多万呢 不过也没人催他还钱 所以 倒也不是那么在乎 看着徐秋影那么激动的样子 他也是假意笑笑 点点头 是 差不多了 不过下个月不行 我大哥那个工程找我投钱呢 咱们得先以事业为主啊 大哥说了 到年底就能分红 到时候 我那点钱翻翻不是问题 年底 年底我带你去看房子 行不行 按照他的想法 要是都有昨天的手气 到年底之前 他肯定能把之前输了的都赚回来 年底买房子 也是大有可能啊 徐秋影听到这话 着急 但也是笑着点点头 行 那我等你好消息 你跟着大老板做工程 可一定要上点线 年底要接我去市里买大房子啊 刘子良敷衍地答应着 眼瞅着时间差不多 也就该跟着大哥们回去市里了 因为薛凯老家 还是在县城里 所以 隔三差五 会让兄弟回来 拿东西送东西 没车的刘子良 只能来回蹭车 到点就得走 徐秋影虽然不满 但是也习惯了 压根也懒得出门 索性继续躺在床上玩手机 聊QQ 天南海北的各种陌生网友 他都假 那QQ空间里的各种说说 简直比看八卦综艺都精彩 一天下来不出门 倒也不会觉得无聊 正当他在另一个同学群里 聊天开玩笑正开心的时候 突然提示音响起 一条消息出现在屏幕上 徐秋影眉头一挑 熟练地回到消息界面 进入另一个对话框 正是前两天 一块参加同学聚会的同学之一 秋影 你哥哥是不是叫徐夏阳 比咱们大两件 应该读大三的 我有个学长 就是咱们线上的 好像认识你哥哥 学长他们几个同学 也安排了聚会 想找当初一中的同学聚聚 但是联系不上你哥 你能帮忙联系到吗 看到这消息 徐秋影瞬间眼前一亮 猛地坐起身来 我哥他们那一届同学聚会 回想起自己同学聚会的时候 就因为结婚和怀孕 就被那群人嘲讽排挤 恨不得找个地方 钻进去的单大场面 凭什么要自己一个人 承受这一切 当初要是哥哥允许自己回家住 结婚的时候 也来婆家给自己撑腰 出钱给他当嫁妆 他肯定能嫁得风风光光 什么浑纱浑车 录像酒席 哥哥肯出钱 他肯定都能有 又怎么会被同学 问到无言自处的地步 念及如此 徐秋影冷冷地哼了一声 同学聚会而已吗 去参加一下怎么了 也让当初你的那些同学看看 你现在好风光啊 在工地外面摆摊卖闸串 肯定赚不少钱吧 没有丝毫犹豫 他直接噼里啪啦 编辑好了消息回复过去 行 我告诉我哥 把地址和时间给我吧 回完消息 他立刻兴冲冲地穿衣服出门 哥 就去吧 你刚退学那年 不是还经常和同学玩的吗 还有 那个你高二时候 还为了保护你们班的女同学 和高三的打架来着 关系一直很好啊 现在人家读大学 好不容易放假回来 找你聚会就去呗 哥 徐秋影跟在杂串摊位 前前后后念叨 可徐夏阳压根不打理他 一旁 宋大伟一边摆摊 一边给报了名的学员讲解 同样忙得不可开交 根本没空跟他说话 都在忙着赚钱 反而他好像是一只凡人的苍蝇 始终围绕着摊位 让人恨不得用苍蝇拍拍死 徐夏阳刚给摊位上补齐货 一言不发地转身就走 直奔工地大门 进了大门 有门卫秦大爷看着 外面的人可就没那么容易进来的 他也能甩开妹妹 亲近亲近 前几天 他才刚刚亲眼所见 妹妹在同学聚会上 那副丢脸窘迫的样子 如今又怎么猜不到 他主动来劝说他 也去参加同学聚会的原因 无非是想要让他 在昔日同学面前出丑而已 人家是大学生 自己是个摆摊的小贩 23岁了还回去读高三 的确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可徐秋颖 也只当是他自己 那副丢人的样子 没人看到 殊不知 徐夏阳早就听得一清二楚 了解得透透彻彻 绝对不可能走出这一步 和以前的同学 不管什么关系 他都已经没打算来往了 安心的自己赚钱 读书就够了 正当他马上要进工地大门的时候 徐秋颖突然从后面 冲上来拦住了他 苦口婆心的劝说 哥 你就去呗 同学聚会联络一下感情啊 多好的事情 我都帮你把老同学的QQ号 要过来了 你加一下 说不定以后 就有用得着的地方 徐夏阳看了一眼 面前的徐秋颖 直接开口 滚 不去 说完 一把推开他 静止走进了工地大门里 徐秋颖气得在门前直跺脚 对着他的背影嚷嚷起来 好 你不去 我就让他们来 反正 我有联系方式 到时候直接让你同学过来 吃你亲手做的闸串 让他们来夜市 这里聚餐 你不去也没用 徐夏阳刚走了两步 一听这话 顿时皱着眉头停下脚步 扭头走了回来 徐秋颖一看到哥哥回来 反而瞬间得意起来 显摆的仰起头 怎么 不是不去吗 你这夜市上好吃的这么多 让你同学来这聚会 也没问题啊 我也是为你好阿哥 之前我去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 我那些读书的同学 都可怜死了 一点都不自由 非常羡慕我 天天躺在家里玩手机 吃零食 看电视 你现在卖闸串这么赚钱 也让他们那群 不赚钱的大学生 羡慕羡慕你呗 说着 眼看徐夏阳的脸色 逐渐铁青下来 他反而更开心了 终于有一件事 也可以报复回他身上了 彻底出了口气 让他不去婆家给自己撑腰 让他不肯给自己的婚礼出嫁妆 就是要看他出丑 哥 你当初的同学 一开始不跟你玩得挺好的吗 后来考上大学 你怎么就不打理人家了 高二的时候 现在怎么不想见见你那些同学啊 做闸串不挺好的吗 见不得人啊 那谁让你当初辍学呢 自己的选择 怪不得别人哦 这不是你跟我说 啪 没等他说完 突然眼前一黑 徐夏阳突然一巴掌打在他脸上 瞬间天旋地转 直接一头栽到地上 整个人都被打猛了 徐秋莹感觉半边脸都抹了 耳朵嗡鸣 双目呆滞地跌坐在地上 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来 发生了什么 徐夏阳目光前所未有的冰冷 面色铁青 这一巴掌 我打你的 不用替任何人教训你 我就有这个资格教训你 听不懂人话 我就继续打 听到声音 徐秋莹被打猛了的脑子 才逐渐清醒过来 眼泪瞬间夺框而出 活辣辣的疼痛 让他再一次回到现实 你 你打我 啊 哥 你凭什么打我 我说错了吗 啊 你凭什么打我 我好心来提醒你 你凭什么打我 我要让子粮冻死你 啊 徐夏阳看着坐在地上撒泼尖叫 活脱脱一个泼妇的徐秋莹 仍旧是面色铁青 那你就让他来 我有能耐让薛凯带他出去混 也有能耐让薛凯把他踢出去 真以为 都是你那黄毛飞主流老公的本事 看看是他弄死我 是我弄死他 他这一回 是真正被妹妹那尖酸刻薄 小人得知的嘴脸 给戳到了神经上 不停地拿当年高中同学的事情 来羞辱他 用他辍学三年的事情 来笑话他 这还是自己家养活了二十年的妹妹吗 就算是领养的 二十年了 跟自己跟爸妈 难道就没有学到一点好东西 基因里就带着劣根性 这回 就算是真的让那黄毛拿着刀来找他拼命 他也绝对无法容忍 更不可能什么都不做 徐秋莹捂着半边脸 沾了满身的土 哭喊着从地上爬起来 我就是让你参加同学聚会 你凭什么打我 当初是你要辍学 我都未成年 你供我读书也是应该的 又不是我要你辍学供我的 是你自愿的 凭什么往我身上撒气 我又没求着你辍学供我 我就是来问问 让你参加同学聚会 是你同学求我联系你的 我做错了什么 你就是看不得我好 看不到 我跟子良过好日子 人人都羡慕 我那些同学全都羡慕得不行 他们都知道 子良在外面赚大钱 你就不是我哥 就你看不得我好 他的一阵嚷嚷和咆哮 直接吸引了正下班的不少工人 门卫秦大爷 坐在港厅里也看猛了 压根不敢出门 甚至都忘了劝劝嫁 项目部二楼 几个经理全都闻声 从办公室里走出来 皱着眉头 这时候 谁也不希望外人掺和 此言一出 其他几个认识徐夏阳的人 也只能无奈地叹口气 摇了摇头 徐夏阳看着徐秋颖 那一脸委屈的样子 倒是被气笑了 你过得好 去过市里的 谁不知道刘子良在外面读 一晚上十几万十几万的书 他给你拿过一分钱了吗 你过得好 同学聚会 人家叫你唱歌你怎么没去啊 过得好 人家读大学 有苦有甜 将来拿文凭 毕业找好工作 有同学有人脉 你除了给刘子良生孩子 你还有什么用 是 你是没求着我辍学工你 那你倒是他妈的不读啊 你倒是退学啊 我给你钱你没花啊 对 你说的对 我特么就不是你哥 你要点脸 就别三番两次来找我 滚 徐秋颖泪光颤动 咬牙切齿 尖叫着向徐夏阳咆哮 从小到大 爸妈都没打过我 你凭什么打我 你不要脸 偷听我们同学聚会 胡说八道 我不去唱歌 那时我不想去 他们非求着我去 我就是过得好 子良明明已经赚到了钱 年底 我们就去市里买大房子 你们所有人都得羡慕我 读大学的才是废物 一点用都没有 虽然嘴上说着 可心里已经彻底没了底气 自己过得好不好 只有自己知道 尤其是听到 他刚刚说子良赌博 一晚上十几万十几万的书 更让他心里发慌 经不住回想起早上的对话 就算反驳 都没什么拿得出手的证据 现在完全自乱阵脚了 徐夏阳也是一时间被气昏了头 再加上 这些天着实是赚了钱 底气足了 脾气也不知不觉的 不知道怎么大了起来 眼瞅着创业的收益越来越好 他反而没有了之前隐忍的念头 越发有向外张狂的趋势 说话都没那么谨小甚微了 看了一眼周围议论纷纷的身影 众人投事而来的目光 他脑子好似窜上了一股凉气 整个人迅速冷静了下来 只是冷冷地瞥了一眼门口的徐秋颖 撂下一句话 不嫌丢人 你就继续在这哭 就像你在砂锅店门口哭的一样 让所有人都知道 说完 立刻转身直奔宿舍 压根不想多做纠缠 徐秋颖咬牙切齿 还不想善罢甘休 可没了对手 软肋也被戳破 他继续在这哭 丢脸的掩饰自己 只能气愤地转头就走 但 手上可没闲着 直接掏出手机 给联系过自己的 那个同学发消息 我哥就在县里工地这边打工 在夜市上摆摊卖闸串 没时间去参加同学聚会 但是 他们那些同学 要是想聚会 可以来工地这边 我哥 上会出摊 消息刚发过去 对面立刻回了一个 OK的符号表情 徐秋颖眼里 闪过一抹怨毒 捂着脸离开 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 晚上 我要看看 你同学聚会 到底丢不丢人 你躲也躲不开 你竟然敢打我 你就不是我亲个 另一边 徐夏阳回到宿舍里之后 整个人反而浑身发冷 一时间有些懊恼和后悔 这时候 没必要去招惹 不必要的麻烦 创业的事情正红火 万一因为妹妹这边闹腾 出了什么问题 自己大学学费的问题 又要靠着自己摆摊卖闸串 一天一天地去凑 可那一巴掌 完全也是在自己意料之外的 他实在是想不到 徐秋颖竟然能说出那种话 不过 现在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就顺其自然吧 正当他平复心情的时候 宿舍门被推开 何勇神色平静地从外面走了进来 肉眼可见不远处的食堂后门 好玉霞两口子也是满脸担忧 只是没凑过来而已 碰 宿舍门轻轻关上 何勇走到了床铺跟前坐下 徐夏阳见状也是有些惭愧 自觉地低下头 何经理 何勇笑着摇摇头 直接摆了摆手 没事 是个人都有脾气 你妹妹这事 放在谁身上 恐怕也不敢说比你处理得好 打也打不得 管也管不得 说要彻底撇清了吧 县城就这么大 低头不见抬头见 说要去掺和吧 那一家子 你妹妹 这又是无底洞 吸血鬼 我理解你 说着 何勇也是无奈地拍了拍徐夏阳的肩膀 眼里也有几分愧疚 当年 他要是能争取争取 对公司来说 资助一个孩子 还是两个孩子 根本没什么区别 也不会有今天这局面了 徐夏阳却是叹了口气 无奈一笑 添麻烦了何经理 要不我还是跟学校老师商量一下 能不能给我安排一个学校的宿舍 我去学校住好了 这样 也省得三天两头 有人来闹事 对工地影响不好 何勇思索片刻 倒是没拒绝 夏阳啊 这个事 你自己决定就好 这边的宿舍始终都可以给你住 让你静下心来学习 也不会受到这么多打扰 就是要来回跑 各有利弊吧 郑说着 他突然话锋一转 对了 最近 你们摆摊培训的事情 我看每天都会弄得很晚 很热闹 之前给你说过签合同 开公司的事情 处理过了吗 不正规 始终是个隐患 要尽快处理才好 事情发生之前的麻烦 远比出了事情之后的麻烦 好处理得多 尤其是生意做大了 热闹了 很多双眼睛盯着的 有时候差的 就是一个导火索 一定需要谨慎起来 徐夏阳文言 再度感激地点点头 我知道了何经理 我一定抓紧时间办 其实 经过这几天来的创业 他也逐渐发现一些 不好的苗头 发了财 所有人的脾气 都开始大了起来 现在正式报名 人流量最大的时候 每天晚上 他们每个人 都有几千块的入账 可以说是 赚得越来越多了 自己今天突然的脾气火爆 也是多多少少和赚了钱 底气足是有原因的 更听不得任何 说他的不好的话 如今冷静下来考虑一下 之前自己所感觉的 尽兴书不如无书 似乎走偏了 注册公司 签合同 这些事情 的确应该尽快提上日程 安排妥当了 有了何勇的开导 徐夏阳好似感觉 胸口一股说不出来的心气 被彻底打开 整个人通透了不少 虽然感觉到 眼前有不少麻烦需要处理 但头脑也冷静和清晰了下来 不再那么情绪化 开始着手 按部就班的准备处理 然而另一边 李波打印店 机器运转 一张接一张的彩印宣传页 从出口飞出来 厚厚的一落 陈海咧嘴笑得无比开心 就好像眼前不是在 复印宣传彩页 是在印钱一样 让人兴奋的直搓手 嘿嘿 倩姐 我都打印这么多了 给我便宜点呗 打个折 李谦坐在电脑后面 吃着零食看剧 文言轻笑一声 加标语的设计费 我都没跟你啊 复印费你还要便宜啊 用的是徐夏阳给你的钱吧 省下来的 你会还给他吗 你要是还给他 说不定 我真能给你打个折 陈海一听这话 瞬间粘了 无奈地撇撇嘴 老大赚得比我多多了 这点小钱 他不会介意的 我回头跟他说就是了 李谦轻笑一声 直接杜绝了陈海 想吃差价的请求 继续看剧 滴滴滴 正当此时 电脑上挂着升级的QQ 突然发来消息 随手点开 竟然是高中同学群 各位同学 国庆节放假回家了没有 假期快结束了 我们聚一下吧 今晚有空吗 我找到了咱们一个 好多年不见的老同学 大家肯定猜不到是谁 今晚就去他那里聚 谁能去 回复一下 我们已经凑了六个人了 去哪 同学聚会 李倩长发飘飘 一脸笑意 双手插着风衣口袋 长筒靴哒哒哒地 踩在水泥地上 等李波探出头来的时候 闺女已经开心地 蹦蹦达达跑远了 她想开口叫回来 也已经来不及了 只能无奈地撇撇嘴 一天不着闲 到处乱跑 陈凯也好奇地凑上来 看着李倩远去的方向 同学聚会 她不是说不认识吗 没等她继续揣测 身后传来李波的声音 小陈凯 你的东西打印好了 一共四百块 一听这话 陈凯立刻黑黑笑着 钻回了店里 嬉皮笑脸的软磨硬泡起来 波哥 咱们都这么熟了 我经常来 便宜点啊 另一边 李倩刚走出街道 手机就传来了QQ消息提示音 打开一看 群里已经热闹起来了 我已经在老师场门口等着了 马上到 你们真的联系上了副班长啊 真的假的 我通过一个学妹 找到了副班长的妹妹 又找到了副班长 千真万确 副班长妹妹 今年应该也考大学了吧 哪呀 考上一本了 但是怀孕嫁人了 还是个混社会的小混混 副班长是失望了 嘿嘿 我也是听学妹提起 他们大一放假回来 找了副班长妹妹聚会 那妹妹也是个脸皮厚的 还真去 丢人丢大发了 啥 这么劲爆 看着众人聊得兴起 李倩也是无奈皱眉 噼里啪啦 编辑好信息发了出去 行了行了 她妹妹那事 你们就当不知道吧 对她打击挺大的 休学三年 换来这么个结果 可别都像大一那次放假聚会一样 都忘了 她为啥和咱们断了联系的了 此言一出 刚刚还八卦到 不行的众人 纷纷复合 那次都怪咱们当时太兴奋了 谁都没注意 肯定是伤害到副班长情绪了 说好了呀 到地方了之后 谁也不准聊大学的事 兴奋劲都给我收收 放心吧 你们快点的 我就在工地这边家属愿住 来我这集合 班长 出门了没啊 过来老市场 咱们一起啊 用不用买点东西啊 副班长现在不是卖闸串吗 去了不会耽误生意吧 早点去呗 我打听好了 工地那边的工人 是六点下工吃饭 咱们提前俩小时去 正好还能帮副班长干活啥的 我看到班长了 群里正聊得火热的时候 李倩已经笑着 来到了县里老市场门口 两女一男三个老同学 早就在这聚一块了 全都开心的叽叽喳喳围了上来 聊个不停 刚续叫一会儿 附近的人就到齐了 当即作伴一起向工地方向前进 其中一个短发女生 亲切地搂着李倩的胳膊 在她身边发出羡慕的声音 班长 你也要找实习单位了吧 哎 老牌985的高材生啊 肯定很多单位抢的药 不像我们铺二本的 到处投简历都没人招 当初我要是也有你 那么聪明就好了 李倩倾笑一声 倒是不以为意 你当初可不是不聪明 是死活都要跟你那谁谈恋爱啊 还要考上同一所大学 不离不弃 怎么 今天没把她也叫上 乍一听到这话 周围几个同学 也立刻跟着启红嚷嚷起来 短发女生瞬间脸红 不过却是冷哼一声 叫谁我也不叫她 没看她都没在咱们群里了 上大一的时候 我一个班的人都还没认权呢 她军训的时候 就直接劈腿跟别人好了 听说 人家两年换了三个 现在这个都跟她一起出去租房住了 幸亏我被她揣得早 要不就是霍霍我了 几个同学听闻 也全都唏嘘不已 一轮纷纷 短发女生目光转动 反而是笑着看向李倩 班长 别说我呀 你这么漂亮 学习还好 都大三了 追你的人不少吧 有没有对象啊 话音刚落 旁边另一个女生 也是双眼闪烁着八卦之光 凑了上来 是啊是啊 给我们透露透露啊 听说省城工业大理 可有不少富二代 家里有钱游公司的一抓一大把 班长 你这可是进水楼台啊 李倩轻笑着看向 充满八卦精神的几个同学 并没有任何羞涩和不好意思的模样 你们要是喜欢 我帮你们问问啊 便宜外人 总好过便宜自己同学 将来你们嫁得好 说不定还能记着我 牵线搭桥的恩情 顺便给我点钱花一花啊 此言一出 众人立刻嘻嘻哈哈地笑起来 十分热闹 正当此时 一道惋惜的声音 却是突然无奈地响起 当初副班长高二的时候 就替班长出头 愣是在家长老师面前 也都自己扛下来的 要不是出了矿场那档子是 说不定副班长 也能考上省城工业大 现在说着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到了李倩身上 虽然他们还没见到徐夏阳 但猜也能猜出来 两个人现在是什么样的天差地别 一个是老牌985大学里 前途无量的高学历大美女 另一个是在工地搬砖三年 又开始做扎串 摆摊生意的小县城 无业青年 这份差距 无法弥补了 几个女生闻言 急忙用目光警告 刚刚发出惋惜的那个男生 纷纷开始打圆场 净说些没用的话 那副班长辍学 也不是因为班长啊 就是 一个是大学生 马上就要实习毕业了 以后留在大城市里的 找个学历相当的才对啊 副班长也很好 但是 你不能拿到这里说 假如说 副班长当初没那么倔 坚持高考读书 说不定现在还早就一样 喜欢别人了呢 听着同学们的议论 李倩却并没有像是 众人以为的那样在意 脸上的表情 仍旧没有任何波动 只是淡淡地看向 前方已经映入视线的宫地 没什么假如不假如的 快到了 见他也没在意 众人才松了口气 立刻叽叽喳喳地 说起别的话题 缓和气氛 说话的功夫 几人也都走到了 宫地对面的家属院小区门口 这里 早就聚集了六七个人 所有人碰头 立刻兴奋地 叽叽喳喳聊天叙旧起来 毕竟也都是很久不见了 正说的热闹 准备动身去宫地方向的时候 李倩却是眉头一皱 看向不远处 偷偷跟着的一道身影 那时 他一停下来 其他人也都纷纷好奇地看过去 徐秋颖手里捏着手机 站在墙角 和众人保持着一个 不远不近的距离 看似巧合 但谁也没注意 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乍一见到 立刻就有人帮忙解释 那是副班长的妹妹 就是他告诉我们 副班长在这里工地门口 摆摊卖闸串的 一块叫上吧 那不是兄妹俩吗 什么呀 都别瞎掺和了 这个妹妹不省心 副班长肯定也不想见面 哟 他过来了 这可不是咱们叫的呀 班长 咋整啊 徐秋颖突然走过来 反倒是给一行人 整得有点手足无措了 群里之前刚解释过 这兄妹俩的情况 都知道他考上大学了 却没去读 反而嫁给一个小混混 怀孕养胎了 现在要是跟他们一起 去找徐夏阳 那这不是 把场面弄得非常尴尬了吗 然而 徐秋颖却是暗暗得意 从知道了这群人 同学聚会的时间之后 他就一直在这附近转悠 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就是要亲自跟着去 亲眼看看 哥哥怎么在同学面前丢人的 自己那些同学 才只是刚上大一而已 和他相比较 也没什么明显的差别 反而一个个军训被晒得屈黑 看起来还不如他的气色好了 但是 哥哥这群同学 可都是大三即将实习毕业的学生 比起辍学三年的哥哥 那可是天差地别 就不信他不自卑 到时候 看他还能怎么有脸说 自己嫁人生孩子的事情 念及如此 徐秋颖脸上反而扬起几分笑容 自来熟的跟众人打招呼 你们都是来找我哥聚会的吧 他这会儿 应该还在工地宿舍里睡觉呢吧 等晚上就出来摆摊了 你们来得有点早 正巧我也来找我哥 我带你们过去吧 你们多和他聊聊大学的事情 学校里肯定很有意思吧 他说着话 还想继续靠近 可突然 一道身影站了出来 站住 李倩冷着脸 直接拦住了靠近的徐秋颖 突然地开口 反而是给徐秋颖听得一愣 茫然地站在原地 瞪着一双眼睛 上下打量李倩 不过 也只是愣了那么一秒 立刻出声反问 你谁啊 这条路是你们家的吗 我不可以走啊 一开口 两个人之间的火药味 瞬间浓了起来 就连一旁的同学 都看傻眼了 谁也没看明白 为什么一向好脾气的班长 会突然生气 更是直接挡住了 想要靠近的徐秋颖 压根没人反应过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倩却是表情 前所未有的严肃 那高挑的身材 完全压了徐秋颖一头 从气势上 就先剩了一筹 此刻更是警惕地 上下打量着徐秋颖 是你故意告诉我们 你哥在这工地外面的 也是摆摊卖闸串的吧 也是你故意让我们过来 找他同学聚会的 是不是 话音刚落 徐秋颖直接做出一副 不可置信的模样 哼 你谁啊 关你什么事 你搞清楚 是你们的同学找到我同学 主动向我打听我哥的位置 想要找我哥同学聚会 我告诉你们 那是我帮了你们吧 你这什么态度 此言一出 尴尬地笑笑 试图缓解气氛 班长 他说的也没错 的确是我通过一个 同校学妹联系上的 我也是好久没见副班长了 寻思这不一块句句 要不一块过去吧 李谦根本不搭理 站出来的那个男生 只是目光紧紧地盯着徐秋颖 突然开始迈步靠近 你觉得 你哥在这里摆摊卖闸串 很丢人 所以 你就认为 我们这群同学一过来见你哥 你就能跟着看你哥出丑 看热闹 对不对 话音刚落 周围几个同学 徐秋颖 什么 你怎么能这么干 当初你哥是为了 供你读书才辍学的 你竟然在这种时候 觉得他打工丢人 我们在你眼里 都是一群什么恶毒同学 你跟着来 是要干什么 徐秋颖一时间被中 德逼问 吓得连连后退 目光里充满了震惊和恐惧 压根没意识到 这些人竟然会突然反应这么大 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我就是想来凑个热闹 看你们同学聚会而已 我干什么了 我想听你们聊聊大学生活啊 我又没去读大学 听听也不行 此言一出 反倒是掖住了想要发火的众人 一时间根本不知道如何反驳 毕竟人家妹妹来看哥哥 似乎也没什么问题 徐秋颖眼见几人哑口无言 瞬间得意起来 反而乘胜追击 直接轻哼一声 目光里反而有几分埋怨 你们要是自己看得起他 那我在这儿又有什么影响 这么多年也没人找他拒绝 现在突然要跟他拒绝 我怀疑 你们就是故意来恶心我哥的 我过来替我哥撑腰 不行吗 那么在乎同学感情 三年了 你们怎么没拒绝啊 还是说你们拒了 没带他 乍一听到这话 旁边立刻就有人坐不住了 急忙出来反驳 我们只是不知道 你哥在哪 就是断了联系了 这才找到 徐秋颖直接吃笑一声 反而满眼狐疑地 打量着站出来的人 我哥就在工地打工 我记得他刚辍学那年 你们还有人去找他玩来着 现在你们说不知道他在哪了 你们有没有一句实话 当初 你们学习都不如我哥吧 他不读了 你们考上大学了 特别想找他炫耀吧 说是断了联系 可七拐八拐都能找到我 你们找不到我哥 不就是想从我嘴里打听出来 我哥过得并不好 还在工地打工 以此来嘲笑他吗 和我比 到底是谁更觉得 我哥在工地打工 摆摊卖闸串事丢人的事情 此言一出 在场的几个同学 瞬间有些心虚的目光 躲闪了起来 还有人面面相去 无所谓的撇撇嘴 似乎被戳中了 唯独刚刚愤怒的几个 此刻仍旧是怒不可遏 试图想要反驳什么 徐丘颖却是不给他们机会 说着 更是直接疑惑又挑衅地 看向李倩 主动走上前说话 我怎么觉得 你有点眼熟呢 你刚刚拦着我什么意思 我知道 你们要来找我哥聚会 主动帮你们提供了地址和信息 想跟乖看的热闹 不行吗 你那么紧张 搞得好像你是他妹妹一样 你是他谁啊 李倩脸上前所未有的严肃表情 此刻仍旧没有因为徐丘颖的辩解 而有丝毫松懈 只是冷冷地轻哼一声 我是他同学 我们同学聚会 要谈什么 跟你没关系 你和你哥 好像关系也没那么好 你想见他可以自己去 没必要跟我们一块去 怕你影响我们同学之间聊天叙旧 徐丘颖此刻反倒是得心应手 吃笑起来 怕我影响你们 那别问我呀 是我主动告诉你们的吗 这工地倒闭了吗 三年来换地方了吗 你们真的同学情深 三年了 自己来呗 你们以前放假都没回过假 中秋节 春节 五一劳动节 暑假 寒假 都没回来过 哟哟哟 你们还真是同学情深啊 叙旧去呗 我又没拦着你们 你们拦着我干啥 到底谁不是真心的 谁想来故意看我哥的热闹 现在说不准吧 我可是他亲妹妹 我们兄妹是闹矛盾 但你们外人能比我对他好 徐丘颖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 看着面前一群大三的所谓高材生 全都被他对得哑口无言 彻底败下阵来 他也好似是从这群人身上 找回了自己那天同学聚会的面子 大学生 也不过如此 自己那天只是没准备好而已 明明自己是真心拿他们当同学 什么都跟他们分享 可他们却处处嘲笑他 结婚生孩子事情 也怪不得自己会措手不及 被气得委屈大哭 今天 自己可是在另一群大学生同学面前 大火全胜 他那番话 果真也是戳到了周围不少人的内心 便是有些涨红了脸 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了 李倩深吸一口气 居高临下地看着这个洋洋得意的村妇 冷静开口 君子论计不论心 论心无完人 心里怎么想的无所谓 要看你说出来的是什么 做出来的是什么 说完回头看了一眼其他目瞪口袋的同学 表情略微有些严肃 是想要来同学聚会 还是来显摆 你们心里怎么想的无所谓 没人会扒出来看 但 你们做了什么 大家这么多双眼睛 可是看得清清楚楚 考没考上大学 不是人生唯一的选择 也不是出人头地的必要条件 今天在这儿的都是老同学 要说什么做什么 你们应该有数 李倩说着 不过是轻轻瞥了一眼 那个通过徐秋影 打听到徐下阳位置的男同学 率先动身 向工地方向走去 几个聊得好的同学 也全都挤匆匆跟上 剩下其他人犹豫片刻 纷纷看了看 愣在原地皱眉的徐秋影 也全都三三两两的 向着工地方向走过去 徐秋影看着他们离开 不屑地轻哼一声 什么乱七八糟的 听不懂 你们能去 那我也能去 下意识摸了摸发麻发烫的右脸颊 上午那个巴掌 还记忆犹新呢 他绝对不可能就这么算了 从小到大 家里都没人打过他 就算是清歌也不行 今天 他必须看到自己想看的 念及如此 他也毫不犹豫地跟了上去 不远不近地坠着 一路溜达到了工地门口 他们这么一大群人 浩浩荡荡地直奔工地 倒是首先给门卫秦大爷 吓得不轻 急急忙忙从门卫港亭里走了出来 仔细打量一番 心里却还拿不准 经不住紧张起来 怎么回事 这还没到年底呢 就来要账了 哦 快过中秋了 也对得上 念及如此 他当然也不敢怠慢 急急忙忙给大门关上了 铁面无私地站在大铁门后面 乍一见到秦大爷关门 最着急的反而是徐秋颖 急忙一个箭步就窜上来了 一脸不可置信地嚷嚷起来 哎 老头 你关门干什么 人家同学聚会 来找我哥的 又不是找你 秦大爷看了一眼徐秋颖 却是轻哼一声 根本不为所动 同学聚会 今年要账的说法 倒是挺新鲜啊 以前没见有人用过 他们都是小徐的同学 此言一出 刚走过来还不明白情况的众人 纷纷下意识地点头 李谦更是笑着走上前打招呼 大爷 我前几天来过 帮他们拍照的 还记得我吗 秦大爷仔细看了看李谦 突然眼前一亮 啊 你是那天跟他们摆摊的拍照那丫头 小陈还说 你不是打印店的吗 怎么又变成同学了 李谦闻言也是 不好意思地尴尬一笑 回想起那天那家伙 拒拒的背影 他都说和自己不认识了 自己又怎么可能 上改地说认识 啊 那天是开玩笑 徐夏阳呢 他不是在这附近摆摊吗 他住在哪啊 大爷 您能帮我们叫一下他吗 话音刚落 还没等秦大爷答应 徐秋颖就已经等不及地 主动钻了出来 老头 你应该认识我啊 我是他妹妹 那 他不就住在那边 项目部下面的那个宿舍里吗 他摆摊的车子都还在那边呢 我都看见了 赶紧叫他出来啊 都是他同学 等着他呢 秦大爷刚刚见到李谦时候 表情才稍微缓和了几分 乍一见到这个不知分寸 不懂好赖的徐秋颖 瞬间又垮了下来 直接冷着脸 转身就走 不在 人搬走了 上午就搬走了 你们来晚了 小区换地方住了 说话间 秦大爷已经走回了自己的港亭 悠闲地喝着小茶水 完全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乍一听到这话 一群同学也猛了 顿时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 搬走了 刚找到副班长 他换地方了 不对啊 之前不还说是在这呢吗 是不是故意躲着我们啊 到底谁走落了风声 是不是有人提前过来 惹副班长不高兴吗 不会又拘不成了吧 正当所有人猜测的时候 徐秋颖脸上 也露出一副 惊恶到不可置信的表情 更是有一种 失望落空的不满 什么 我哥搬走了 他去哪了 回家住了 喂 你倒是说啊 任凭他怎么叫让 门卫秦大爷 就是丝毫没有搭理他的打算 自顾自地看着报纸 正当众人嚷嚷的时候 碰 项目部的宿舍门突然被打开 重重关上 所有人的目光 都被吸引了过去 徐夏阳面无表情地从宿舍里出来 神态自若地走到小池车旁边 准备推车出摊 收拾晚上摆摊要用的东西 那副淡定的模样 好像压根没看到 聚在门口的众人 静止自己走进了食堂后厨 似乎拿了几袋子什么东西 搬回到小池车上 慢慢悠悠地向着门口走来 乍一见到正脸 瞬间有几人的议论声 就七七扎扎地响了起来 那是谁啊 我看着像啊 就是黑了点 壮了点 就是他 那年夏天 我们打了一个暑假的篮球 他也晒成这样 也就能稍微比这白点 副班长 这不是没搬走吗 乍一见到徐夏阳出来 徐秋颖瞬间兴奋地瞪起了眼睛 直接得意地向门卫老头嚷嚷起来 老头 你竟瞎说 这不人就在这儿吗 门卫秦大爷无奈地扎巴了一下嘴 有些埋怨地 看向主动走出来的徐夏阳 直接清了清嗓子 冲着远处嚷嚷起来 嗨嗨 小徐啊 有人找 你不是说要搬家吗 怎么还没走啊 徐夏阳推着车子走过来 没有丝毫逃避的打算 闻言也不过是轻声笑笑 看向那一张张曾经熟悉的面孔 最终落在李倩的脸上 长出一口气 笑着无奈开口 看起来并不像是有什么尴尬的感觉 反而是有些无奈于这些人的执着 不是第一次这么多人找他了 大爷 开玩笑的 这些真是我同学 知道我在这摆摊 特意过来照顾我生意的 我还得让他们帮我干活呢 免费的一群小林工 我拿了几大袋丸子 一会让他们 把接下来一礼拜的串 都给串出来 此言一出 同学堆里突然传来几道笑声 众人也都暗暗松了口气 几个男同学 率先爽朗地笑着出来打招呼 夏阳 你小子当上老板了呀 请我吃串 女同学更是笑着拎包走出来 副班长 你以前可是很帅的 现在变寸头了 李倩却是故意板着脸 轻哼一声 怎么 今天还不认识我 哎 副班长 再给我们拿个盆过来 这些都串完了 夏阳 这个棒棒鸡好吃吧 一会我想吃这个 甜不辣我爱吃 这些都给我们吃吧 夏阳 你这夜花器罐怎么开呀 我怎么干打不着火呀 呦 这彩印传单是谁给你做的呀 怎么这么用心啊 呦呦呦 工地门前 夜市摊位 前所未有的热闹场面 其他摆摊的都还没来 唯独闸串子停在那里 聚满了人 徐夏阳从食堂借来的 几个盛放食材的不锈钢大盆 此刻都为满了人 全都在帮他给竹签上串串 更有甚者 拎着一大袋子冷冻的棒棒鸡 跟他要来吃 那竞价都一根两三块呢 里面全是肉 外面一层酥脆的面壳 味道好得很 但定价贵 利润还薄 平时根本卖不出去几串 很少有工人买 他直接轻笑一声 随手小刀划开了包装 吃 一会就下油锅炸了 反正卖不出去 也快过期了 你们帮我消化消化 说着 几个同学立刻开心的拎着棒棒鸡 就走 毫不客气 徐夏阳也没什么介意的 因为的确差两天就过期了 不吃也卖不出去 一回头 看到几个正在洗青菜的女生 笨手笨脚 她也是无奈一笑走了过去 随手摘菜 这个青菜要折一下的 有黄叶子 你们在家都不干活 好好聚会 去随便找个地方吃东西就是了 偏跑我这来 躲也躲不开你们 短发女生挽起袖子 露出白皙的小臂 文言笑得格外灿烂 你不是同学啊 谁让你总不跟我们去的 要不你今天修班 咱们去县里新开的一家烧烤店聚擦 徐夏阳吃笑一声 不去 我可没那个钱 一会想吃闸串的 就赶紧多干活 别偷懒啊 我可不给你们白吃 听到她的话 几个女同学反而笑得更开心了 这时候 短发女生 却是贼兮兮的看着不远处干活的李倩 他们那群人凑到了徐夏阳身边 笑兮兮的开口 副班长 我可帮你打听好了呀 班长他肯定没找对象 来的时候我刚问的 你肯定不好意思问吧 徐夏阳愣了一下 顿时无奈地翻了个白眼 你和那谁的事 自己整明白了吗 今天怎么没把他带来啊 当初不是非要谈恋爱 考同一所大学 怎么样了 此言一出 短发女生瞬间露出一副哭丧脸 干嘛呀 我就说你们两个铁一对 都往人家伤口上戳 说的话都一模一样 去去去 不搭理你了 算我白帮你问了 说着 直接一屁股推开了蹲在旁边的徐夏阳 其他几个女生也全都嘻嘻哈哈地笑个不停 徐夏阳无奈起身 只能再寻找一个自己能插得上手的地方 回头看见那几个男同学在捣鼓液化气罐 也是一阵头疼 急忙走过去接班 好了好了 这种地方不用你们动手 一会再给我整炸了 等着吃就行了 见到他过来 旁边的男同学直接笑着将胳膊搭在他的肩膀上 哎 摆摊赚钱吧 我家有三叔 在县里二小那边摆摊卖闸串 人家都在市里买了一套大房子了 还是副班长有眼光啊 直接创业了 徐夏阳也不解释 轻笑一声 是啊 我在市里有车有房 羡慕吧 辍学跟我一起干吧 比读大学毕业了还赚钱 此言一出 周围几个同学 立刻跟着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 十分随意 更有一个女同学套上了围裙 叽叽喳喳地跑到人堆里炫耀起来 你们看 我跟这围裙配不配啊 是不是有当老板娘的前置 众人见状 顿时纷纷起哄 咦 可不要让班长看见 去打你了 班长来了 李倩挽着袖子 淡练地端着一大盆 洗好串好的青菜 直接走到小吃车跟前 回头看到人群里穿着围裙 拿着漏勺滑稽装扮的同学 也是跟着笑了起来 这老板娘你要当就当吧 我可不当 油太多了 说着 更是得意 笑着瞥了一眼徐夏阳 继续跑去别人那里帮忙了 一群同学一边忙活 一边嘻嘻哈哈地开玩笑 互相之间 好似有说不完的话 叽叽喳喳 全都开心得不得了 完全没有冷场的时候 不远处 马路牙子上 徐秋颖愣愣地坐在一边 扣着手指 看向其乐融融的一大群人 他想象中 徐夏阳应该自残行贿 格格不入的画面 并没有出现 也没有见到 这群大学生 对学校里的生活侃侃而谈 高高在上 没听到他们那精彩的社团生活 学校经历 反而 所有人这一刻 都对一个破闸串摊子感兴趣 压根没人搭理他 徐秋颖抱着手机 看看空荡荡的聊天信息界面 自己那些同学 一个都没有发消息过来的 唯独那些天南海北的陌生人群里 不少没见过面的人聊着天 打着黄枪 互相调侃着陌生人 一时间 一种前所未有的委屈 涌上心头 为什么 明明自己过得那么幸福 可以天天吃喝玩乐不用学习 但是没人真的羡慕他 明明徐夏阳过得这么狼狈 天天游舞满身 可这些人就好像看不到一样 还主动帮忙干活 这不公平 他眼眶里 飞速积满泪水 直接气鼓鼓地站起身来 直奔热闹的众人走了过去 徐秋颖在所有人疑惑的目光注视下 直接走到了人群中间 说啊 你们怎么不说啊 你们在大学里的社团 宿舍 导员 你们说啊 为什么不聊 你们那该死破大学 听着他生死历劫的咆哮 所有人都面面相去 完全不知道他在抽什么疯 徐秋颖眼见没人搭理自己 直接气鼓鼓地走到了闸串摊子面前 指着那满是油污的灶台 他就是个破卖闸串的 你们怎么不问他 一个月赚多少 这不就都是你们想问的吗 他卖闸串 不用上课 每天也很自在 你们不羡慕他吗 难道 你们不应该继续夸他 闸串做得好 一辈子做闸串 一直做闸串吗 见到他发疯 所有人都一脸无奈地盯着他 目光中透出一阵阵不可理喻的质疑 正当此时 短发女生率先站了出来 他也是之前被徐秋颖那番话 气到面红耳赤 却没办法反驳的人之一 此刻 反倒好像是打开了心结 笑着 看向徐秋颖开口 好 我帮你问 说着 回头看向一脸平静的徐夏阳 副班长 你摆摊能有出息吗 赶紧回去读书考大学吧 话音刚落 周围瞬间爆发出一阵大笑声 所有同学都嬉笑着摇头 无奈地叹气 这时候 戴眼镜的男同学也走了出来 笑着看向徐夏阳 我说夏阳 摆摊再赚钱也没出息的 赚点钱去大城市发展吧 我打算去南方实习 跟我去南方吧 听说那边发展老好了 我可是特意打听了你的消息 带着同学们来找你的 南方那边 我家里有亲戚的关系 等我毕业的时候 跟我一起去吧 随着两个人站出来 越来越多的人 也开始随之开口 副班长 别老躲着了 在家里县城 待着肯定不行 你出去打工 也比卖炸串好 反正我不喜欢卖炸串 再赚钱 我也不喜欢 我印象里的副班长 绝对不可能一辈子卖炸串 就是 有些责任就不是你应该承担的 现在考大学还来得及 回去读高中吧 副班长 我们都觉得 你应该继续读书 而不是直接就这么妥协生活了 你还年轻 才二十三 一切都来得及 闸串真的不适合你 徐夏阳听着同学们的问题 突然笑着点点头 好 我不会一直摆摊做闸串的 我听你们的 此言一出 众人立刻欢呼起来 继续叽叽喳喳 嘻嘻哈哈的 忙着干活串串 有说有笑的 完全没有任何变化 徐秋颖看着周围 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彻底傻眼了 整个人都梦了 气急败坏 带着哭腔的质问周围的众人 泪水瞬间崩了 不 不应该是这样的 你 你们笑话他 他就是个卖闸串的 对啊 卖闸串没出息 他自己也知道 卖闸串没出息 他还是在卖闸串啊 谁都知道 卖闸串丢人 卖闸串 不是他这个年纪应该干的 你们是他同学 你们都知道 你们肯定也不想卖闸串啊 正当此时 李倩深吸一口气 静静地看着他开口 对 我们都知道 在这个年纪 不管多赚钱 我们都不会选择 留在老家县城卖闸串 所以啊 我们作为朋友 作为同学 我们都会直接跟他说 我们希望他重新读书考大学 我们希望他跟我们一样 离开这个地方 去外面见世面 你呢 这个道理你懂得的话 你难道不应该 理所当然地明白过来 那些和你一个年纪的同学 也不希望自己结婚 嫁人生孩子吗 你是觉得 摆摊卖闸串丢人 还是觉得 自己结婚生孩子 并没有那么幸福呢 有的人摆摊卖闸串 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 是因为没得选择 需要这个过程 需要赚这点钱 可有的人 明明更想读大学 却选择结婚生孩子 还要让自己相信这样幸福 是为什么呢 这根本不一样 徐秋颖冲着 对自己说教的李倩尖叫了一声 立刻转身就走 泪水早就从眼眶滑落了 只不过是强忍着 不想在这群人面前哭而已 他想要的 只是让徐夏阳难堪 让这个一直不相信 不帮助自己的哥哥 亲眼看一看 就算他摆摊卖闸串 再怎么赚钱 可外人眼里 肯定仍就是瞧不起他的 像是自己嫁给子梁一样 怀孕 生孩子 放弃读大学 子梁对他也很好 答应了以后 会陪在他身边 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明明自己觉得很幸福 可不光是外人 就连自己的亲哥 都从来没支持过自己 所以他要闹 他就是要看着 亲哥徐夏阳丢脸 看着徐夏阳窘迫 让他也明白 并理解自己的坚持和遭遇 但万万没想到 这群人根本没有 按照他预想的那么做 反而让他成为了 众矢之之地 最尴尬和被人嘲讽的那一个 他现在恨透了徐夏阳 恨透了他的这群同学 一边抹眼泪 一边离开这地方 离开这群人 心里还保留着 最后一份自欺欺人的信念 就是不一样 我家子梁一定会对我好 子梁答应 我年底买大房子 还有拆迁款 几百万呢 我一定会过上好日子 不读大学 我也是有钱人 过好日子 眼看他要走 徐夏阳身边几个同学 都向他投去了询问的目光 副班长 要不要叫回来啊 刚刚咱们是不是说得太过了 他心里不好受吧 听到这些话 徐夏阳也是微微叹了口气 没事 说的重点 他自己能反应过来就好 不轻不重 不疼不痒 怎么跟他说都没用 说着 徐夏阳轻笑一声 继续招呼大家 收拾的差不多了吧 来 每个人选上喜欢吃的 到我这来排队啊 我给你们做 那味道 老郑老 今晚我请客 话音刚落 一群同学瞬间嘻嘻哈哈的 各自端着盘子开始选上串了 都是他们自己动手串的 早就已经轻车熟路了 闸穿摊子前后 瞬间热闹起来 滴滴滴 正当此时 突然一阵车喇叭声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全都齐刷刷地抬头看去 不远出路边 徐秋影刚刚自己一个人 倔倔地走到马路边上 哭着抹眼泪 突然迎面开了一辆 破二手越野车停在面前 他第一时间感觉有点眼熟 但是没想起来是谁的车 旁边还跟着两辆霸道和大路虎 直接将路面堵死 强横地停在他面前 哗啦啦 下一秒 车门打开 几个戴金项链的大汉 瞬间全都从车上下来 凶神恶煞地直奔徐秋影 喂 刘子良呢 你是他老婆吧 乍一见到这一幕 徐秋影也被吓了一跳 下意识抱紧自己手里的袋子 攥紧了手机 干 干嘛 眼看面前几个陌生的壮汉 真的直奔自己来了 瞬间吓得他慌忙扭头就跑 直奔徐夏阳的闸串摊子 一边跑一边嚷嚷 哥 哥 有人欺负我 哥 徐夏阳他们还没说话 徐秋影就已经飞速倒腾着 两条腿急火火地钻进了人堆里 躲在众人身后 惊恐地颤抖着 偷偷向外看 几个同学见到大马路上下来 那几个绑大腰圆 带着大金链子的壮汉 一时间也有些干颤 纷纷下意识后退 徐夏阳不过瞥了一眼 顿时无奈一笑 急忙抬手安抚 被吓到的几个同学 没事 都认识 不用怕 他们不是什么坏人 说着 自己则是主动赢了上去 在李谦他们一众同学 疑惑又惊恐的目光中 直接笑着跟那些壮汉打招呼 师父 你们怎么来了 凯哥 郭旭夹着皮包 走在头前 乍一见到徐夏阳上来打招呼 直接给他使了个眼色 扬了扬下巴 让他上一边去 然而下一秒 薛凯却是直接推开他 走了上来 皱着眉头折了一声 没眼力劲呢 我是大哥 你是大哥 拦着我干什么 此言一出 郭旭只能无奈地点点头 躲到一边 有些担忧地看着徐夏阳 徐夏阳刚刚还露着笑脸呢 乍一见到薛凯这么冲 也有些发猛 猜不出来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顿时疑惑地向郭旭投去了询问的目光 想要从师父那里的倒点消息 上次见面的时候 还好好的呢 这怎么突然这么严肃 看了一圈下来 好像小黄毛也没跟着 难道是出什么事了 不过 跟自己有沙观 只能默默摇了摇头 神色为难得很 夏阳 这事你别掺和 话音刚落 薛凯直接冷哼一声 目光冷冷地看向徐夏阳 一把拿住他的肩膀 把他粗鲁地拉到身边 别掺和 正好也要找他 他能不掺和 此言一出 徐夏阳身后那群同学 也都跟着紧张起来 所有人都替他害怕 怎么会无端招惹这么一群社会人士 躲在众人身后的徐秋颖 这时候也才认出薛凯来 见到他们对徐夏阳都那么凶狠 却是一把将徐夏阳拉到面前 用就他俩能听到的声音 快速交代了两句 别吭声 听我说就行 喂你好 这两句话细如闻那 就算徐夏阳都得好好听才听得清 其他人自然根本听不到 可这非但没有打消徐夏阳心里的疑惑 反而是更加重了他的好奇心 啥 薛凯突然跟他拉开距离 凶神恶煞地盯着他 手里皮包直奔他脑袋砸了过去 啥 啥 你妹夫在赌场欠了我八十多万 昨晚又输了二十六万 一大早人就跑没影了 当初是你介绍给我的吧 这事儿得你负责吧 说 这笔钱怎么算 徐夏阳一听这话 瞬间就猛逼了 看着凶神恶煞的薛凯 简直和之前的好大哥爽朗模样 判若两人了 而且黄毛跑了 关他啥事啊 啊凯哥 这 这我 薛凯却是眼珠子瞬间瞪得滚圆 模样更加凶狠了 你什么你 人是你介绍来给我的 出事了就给你负责 八十万 加上昨晚二十六万 一共是一百零六万 利息我都给他按照最低的算 少说也得还钱一百五十万 此言一出 李倩他们一众同学 更是惊呼不断 目光里全都透着不可思议 一百五十万 那可是天文数字 巨款啊 这谁能还得起 一时间 所有人纷纷看向 躲在众人身后的徐秋颖 此时此刻 徐秋颖听到这番话 大脑嗡的一声 好似炸开了一样 脸色煞白 毫无血色 根本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 下意识地直接窜了出来 冲着薛凯他们大声嚷嚷 不可能 我老公不可能欠你们这么多钱 哥 这到底怎么回事 刚刚他还在幻想 老公黄毛年底带他买大房子 以后会踏踏实实跟他过日子 可突如其来的噩耗 直接让他坠入冰窟 可他此时此刻 看着正被薛凯问责的徐夏阳 心里也明白 这事儿 估计和徐夏阳也没关系 反而是就连自己的哥哥 也为此受到了他老公的牵连 一时间更是慌得不行 压根没有了主见 薛凯见到徐秋颖站出来 却是冷笑一声 粗糙的大手 一下下拍打着徐夏阳的脖梗 凶神恶煞的开口 夏阳 这事儿 你得丢个交代啊 我好心好意 看他是你妹夫 我才收他当小弟 带他出去混 结果他趁我出去谈生意 没空管他 这些日子 天天在赌场玩牌 输了一百多万 你说 怎么办 这钱必须你来出 要不我就跟你好好聊聊 说着 突然抬头一脸凶狠地看向徐秋颖 徐秋颖那个 刘子梁老婆是吧 弟妹 别说废话了 赶紧想想 欠我的钱怎么办 一百五十万的赌债 是不是你们兄妹俩怀啊 徐秋颖突然一哆嗦 整个人面如精致 毫无血色 一双手都把手提 带彻底捏变形了 纸杰发白 手心出汗 慌乱无比 咬着牙 抿着嘴 压根不知道怎么开口 全无头绪 喂 说话 要不拿你个先开刀了 薛凯一声吼 直接震慑四周 不仅给徐秋颖下的剧烈颤抖 更是把一群 想要上前理论求情的大学生 下得六神无主 那强悍的体型 再加上凶狠的气势 根本不是寻常人 能够有胆子靠近的 徐秋颖泪水无声 从眼角滑落 却是冰冷冰冷的 脸色煞白 颤抖着开口 没 没钱 可话音刚落 他又带上几分哭腔 上前几步 我哥和你交情那么好 你就不能宽容宽容我们吗 薛凯拍着徐夏阳的脖梗 就好像拎着小鸡崽子一样 即便徐夏阳想说话 也直接被大哥一个眼神瞪回去了 不改凶狠本相 死死地盯着委屈巴拉的徐秋颖 没钱 哦 你一句没钱 你老公就在我娱乐城 输了连本带利一百五十万 我就得宽容你们 当初 是谁非得让我帮忙 从橘子里捞人的 那五千 我也没见你们 还我呀 说着 更是把徐夏阳拎到面前 上下打量 你妹夫 看你的面子 咱俩的交情 我这才答应代代她 够人一把 现在 你妹妹 又要我看你面子 宽容宽容 一百五十万 你的面子 够宽容的吗 徐夏阳现在也是哭笑不得 因为 他已经看穿了薛凯闹这一出事怎么回事 看似在找他的麻烦 实则是在帮他摆脱麻烦 这样一闹 连带着自己 都被找上门来要债了 这以后 黄毛就算是走投无路了 也不可能来找他闹事啊 薛凯这是摆明了 帮他摘干净麻烦 一时间 他也才刚刚回味过来 薛凯刚刚在他耳边嘀咕那句 为他好是什么意思了 那自己也不能白瞎了大哥一番好心 念及如此 他也只能做出一副为难的样子 凯哥 这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可也应该冤有投债有主 这刘子良欠的钱 实在是跟我没关系啊 我也就是打了个电话 互相牵线 薛凯闻言 瞬间瞪大了眼睛 跟你没关系 现在那小黄毛跑路了 消失了无影无踪 我找都找不到他 不找你找谁 我倒是想冤有投债有主 你们倒是把黄毛给我交出来啊 他是不是被你们兄妹俩藏起来了 徐夏阳一听这话 急忙连连白手 一脸委屈 没有啊 凯哥 我都没见到过他 他不是跟你去市里了吗 这 话没说完 徐秋营也是焦急地慌忙开口 带着哭腔连连点头 对对对 人跟着你们去市里了 这两天我也没见过呀 现在 你跟我要人 我还跟你要人呢 你说欠了150万 就是150万 你们讲不讲理啊 证据呢 子良上次回家的时候 还跟我说过 一晚上赢了十几万 这怎么可能一下子赔那么多啊 说着 更是哭着 看向徐夏阳 哥 你帮子良说 两句话啊 哥 这 150万 我上哪去弄啊 我也不知道子良在哪啊 还不起啊 徐夏阳无奈地叹了口气 同样一脸不悦 你找我 我还想找你呢 这事 跟我有什么关系 现在 把我也拉扯进来 我不管 刚刚你不听清楚了吗 这凯哥还要拿我问罪呢 我都自身难保 我哪能替你说清 我早就跟你说 我和凯哥不熟 我那点人情 早就用光了 现在我也没办法 你赶紧打电话找刘子良回来 让他还钱赔罪吧 薛凯皱着眉头 看着兄妹俩互相埋怨 直接一把将徐夏阳撇到一边 静止带人向徐秋莹走过去 凶神恶煞地瞪大了眼睛 跟我俩唱双簧呢 卖惨呢 赶紧 立刻给刘子良打电话 哦 对了 这俩电话 还是从我那偷钱买的 立刻马上还钱 想办法卖卖女也得还 徐秋莹被这突如其来的压迫感 吓得六神无主 他仅仅只是一个高中毕业的普通人而已 甚至连父母都没有了 别说一百五十万了 就算是十五万 那都是天文数字 根本无法想象 此时此刻 只能一边哗哗落泪 一边逃出手机打电话 堕 堕 堕 听着电话里面的盲音 一阵阵好似棒锤敲在他心头上 让他越发胶着紧张起来 忍不住的原地跺脚 哭哭啼啼 接电话啊 接啊 堕 堕 堕 对不起 宁波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然而 不论他打多少遍 电话那头始终都无人接听 一时间 徐秋莹也被急哭了 没人接 周围那些来聚会的同学 也全都被吓得不敢开口 毕竟 带着大金链子金手表的社会壮汉 实在不是他们这种学生 能招惹得起的 只能紧张地盯着徐秋莹 反而是希望 他能赶紧拿个说法出来 薛凯健壮 却是没有半点心思手软的想法 居高临下地 看着那带着哭腔 一脸慌张的徐秋莹 没人接 你是他老婆 领证了的 对吧 那这个钱 你替他还吧 徐秋莹听到这话 瞬间被吓得下意识连连摇头 欲哭无泪 他身上穿着的 都还只是自己花爸妈遗产买的红裙子 都洗褪色了的便宜货 手里拎着商场打广告的手提袋 哪里去弄150万的巨款 还给人家 我 我没钱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一边说着 他一边被吓得抽烟起来 话都说不利索了 见到这一幕 周围几个大三的学生 不由得动了几分恻隐之心 纷纷皱眉心疼起来 虽然之前看到他嚣张跋扈 得理不饶人的泼妇样子 挺让人反感的 但 现在这样子 也着实让人觉得可怜 薛凯却不是什么善男性女 眉头一皱 脸一沉 那蛮横的气质 瞬间显露无遗 没钱就想办法去 哭能给我哭出150万啊 说着 他突然作了一下牙花子 好似冒出个好主意 没钱 我倒是有个办法 那刘子良不是一直说 家里马上要拆签了吗 拆签款 不止150万吧 徐秋颖被吓得浑身颤抖 用力咬着嘴唇 下眼皮上 泪珠越聚越大 巴达巴达往下掉 一双手死死捏着变形的手提带 目光颤抖着看向左右 所有人的目光都在他身上 我 我不知道拆签款有多少 他们家 没人告诉过 一边抽掖着 一边断断续续地回应着薛凯的问题 整个人的大脑 都是彻底发猛的状态 明明赢钱了的 明明年底 还要去市里买大房子 三室一厅 是最好的小区 可现在 子良在外面欠了150万赌债 怎么还呀 薛凯压根没有半点怜悯之情 脸上满是凶狠 哼 你不知道 真是稀奇 你不是考上了一本大学的大学生吗 大学都不去读了 偏要嫁给刘子良 不就是为了他家拆签款吗 这事儿 你能不问清楚了 不等徐秋颖反驳 他直接冷哼一声 别他妈跟我装算 150万 连本带利 今天必须还给我 徐秋颖此刻 也已经彻底崩溃大哭 害怕到极点 反而整个人都不管不顾了 突然大喊一声 哭着 将手提袋扔到了地上 啊 我说了 没钱没钱 你杀了我吧 150万 他家拆签款 我一分钱都没看到 我去哪弄钱还给你 突如其来的尖叫 反而是给薛凯 也唬得一愣 就这么一愣神的功夫 李倩终于是看不下去了 直接挣脱一旁同学的胳膊 皱着眉头站了出来 一把拦住痛哭崩溃的徐秋颖 目光紧紧地盯着薛凯 愤怒的样子 没有丝毫害怕 你这么逼他 有什么用 谁欠你的钱你找谁去啊 150万赌债 那是不是这赌场就是你开的 私设赌场 我现在就报警 你还想逼死人啊 乍一见到站出来的李倩 周围的同学 瞬间吓得倒吸一口凉气 纷纷想要上前拦住他 班长 回来 别多管闲事啊班长 他们都不是好人 小心啊班长 薛凯见到这个突然窜出来 敢跟自己嚷嚷的小姑娘 也是瞬间被逗笑了 看着好似一只扑人开翅膀 准备战斗的小天鹅一样的李倩 那份勇气 反而让他欣赏 不过 也仅仅只是逗他一笑而已 这点威胁实在是弱得可怜 薛凯顿时吃笑一声 看向四周 哎呦我曹 有意思啊 这怎么还有懂法的啊 此言一出 跟着薛凯来的几个壮汉 也都吃笑不止 压根没有半点害怕的样子 李倩感受到对方的嘲笑 也是瞬间愤怒了起来 你们笑个屁啊 万万没想到 这话一开口 跟着薛凯的那几个壮汉 反而笑得更开心了 周围一群大学生 也彻底慌了神 他们不过是一群 没出过象牙塔的学生 哪里懂得社会上的弯弯绕绕 此刻根本没办法 和薛凯这种老混子耍心眼 薛凯笑着摇摇头 看向圣母心泛滥的李倩 也没打算真拿他怎么着 鸭蛋子 你还年轻 这里面的事你不懂 报警 警察来了 也是帮我伸张正义 追讨欠款 我就一个借钱的 什么私设赌场 哪有赌场 说话要有证据啊 说着 反而是一步迈出 试图靠近崩溃大哭的徐秋盈 李倩半步不让地护在那里 一点不退缩地顶着薛凯 你干嘛 周围其他同学也全都慌了起来 胆小得更是连连后退 生怕招惹到麻烦 局面一下子紧张起来 所有人都提心吊胆的 更有女生被吓哭了 徐夏阳正一脸无奈看热闹呢 他自然知道自己妹妹什么本性 这事儿他绝对是不可能掺和的 很容易被被刺 倒打一耙 几个老大哥都在演戏 把他跟这事儿撇清关系呢 自己没道理往上凑 但他没想到的是 一向热心泛滥的老同学 李倩会看徐秋盈可怜 突然站出来替他说话 一下子让场面复杂起来了 大学生的爱心就是泛滥过多 喜欢打抱不平 说白了就是没受过社会的毒打 没感受过 颜辉刚报鸡脑干的痛苦 论社会阅历还是太年轻了 不过徐夏阳也知道 薛凯在这件事上绝对不是坏人 所以李倩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危险了 自己应该也不需要干什么 然而还没等他继续看下去 碰 身后的郭旭突然直接一脚踹在他屁股上 徐夏阳瞬间疑惑地回头看去 眼里满是无辜 小声询问 咋了师傅 郭旭却是瞪起了眼珠子 冲他一个劲的实眼色 扬了扬下巴 向李倩的方向示意 眼看徐夏阳没看明白 顿时气急败坏地凑上去小声嘀咕 你废话 上去啊 这时候就是缺人解决问题呢 演戏你也不会演 完蛋完毅 去 说着又是一脚 徐夏阳刚反应过来 整个人就已经裂切着 被一脚踹到了薛凯面前 正好护在了李倩身前 徐夏阳看着凶神扼杀的薛凯 也只能万般无奈地开口 凯哥 你先消消气 这150万就算还 也要等找到刘子梁了 关键是现在 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哪啊 李倩见到徐夏阳冲过来 心里一下子得到几分胆气 安全感飙升 直接趴在徐夏阳后背上 探出脑袋瞪着薛凯 就是 约有头债有主 你在这逼他们兄妹俩是干嘛 薛凯吃笑一声 摇摇头 随手从包里拿出来一张欠条 甩在徐夏阳和李倩面前 我要债啊 我干嘛 看清楚了 白纸黑字 本金利息写得明明白白 还有签字划压 这事就算闹到法院 我起诉他 他也得还钱 趁着我还有耐性 让他们家赶紧把钱还了 对谁都好 李倩乍一见到欠条 也是彻底没了章程 眼底闪过一抹慌乱 躲在徐夏阳身后 距离力争 这 可现在他就是没钱啊 你报警吧 把那个叫 子良的抓起来 让他还钱不就行了 法院肯定会给你个公道的 此言一出 还没等薛凯再开口 大哭着的徐秋颖 却是突然扑上来 拦住了李倩 拼命地摇头 不行 不能报警 你谁啊 我不用你管 不准报警 谁也不准报警 我们还钱 李倩全神贯注地盯着薛凯 压根没注意到 背后突然爆起的徐秋颖 瞬间被吓了一跳 猎切着向一旁躲去 哎 你干嘛 徐夏阳眉头一皱 急忙护住李倩 挡在徐秋颖面前 亲眼看着妹妹 又一次想要被刺帮助她的人 心里瞬间一股火气窜了上来 你是心疯啊 不报警就还钱 这事跟我跟李倩 没有半毛钱关系 谁特么爱管你的破事啊 徐秋颖此刻脸上挂着泪珠 但是现在还不了 你报警 就一分钱也没有 薛凯无奈地叹了口气 目光上下打亮了一下 彻底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徐秋颖 缓缓将欠条折叠起来 塞回包里 既然这样的话 那弟妹 也别怪我这个当大哥的狠心了 老刘 把东西拿来 让弟妹看看 把字签了吧 此言一出 老刘直接从包里取出一踏子协议 走了上来 徐秋颖闻言 泪水汪汪的眼睛里露出一抹惊慌 签什么字 你们要干什么 薛凯接过协议 直接递给徐秋颖 现在是没钱 但是拆迁的事是定下了吧 签个协议 拆迁款受益人转移给我 到时候拆迁款下来 直接转给我 先把我的150万连本带利还了 哦 不对 看我这脑子 说着 他直接笑着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 这利息是按时间算的 现在还钱是150万 一个月后是160万 一年后就差不多300万吧 来 弟妹把这协议签了 回去让你公公婆婆也签上字 三天之内给我 这事 我就不追究了 什么 你做梦 徐秋颖刚疑惑地伸出手 想要接过那份协议 可一听到薛凯的话 瞬间如遭蛇蝎 急忙触电一般将手收了回来 任凭那份协议掉在了地上 他露出一副惊恐的目光 看向薛凯 惊声质问 什么利息 一个月要十万款 一年后三百万 你们这里高利贷 我不欠 薛凯看着掉在地上的那份协议 脸色瞬间垮了下来 目光中带有几分怒意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看来 你们一家子是铁了心不还钱是吧 话音刚落 身后几个戴着金项链的壮汉 瞬间纷纷围了上来 一比一个凶神恶杀 乍一见到这场面 聚在附近的一群学生 全都被吓得连连后退 面无血色 徐夏阳护着李倩 同样皱紧眉头 虽然他当初就知道 薛凯看上黄毛 带黄毛出去当小弟混社会 肯定不是看上黄毛有什么本事 一定是另有目的 但看着今天薛凯他们 这份操作 让他也有点发猛了 按理说 薛凯不会缺这三百万的拆迁款 就算是缺钱 以薛凯的本事 有一百种办法 可以短时间内搞到三百万 绝对没必要寄希望于黄毛家 那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下来的拆迁款上 既然如此 那徐夏阳就有点不明白了 那个黄毛和薛凯 到底是有什么深仇大恨 能让薛凯不惜费时费力 亲自出手这么算计他 有点看不明白 徐秋颖这时候 已然脸色煞白 一边哭着一边摇头 被吓得不轻 我 我不是不还 你等子良家的拆迁款下来 我们肯定还你一百五十万 但你不能再涨了 薛凯冷哼一声 半步不让 不涨 你为银行借钱还还利息呢 跟我就不算了 你一年拿不到拆迁款 就一年不还钱 你知道一年下来 一百多万本金 我损失多少利息吗 钱在我手里会生子 在你们手里能干什么 他常年混迹社会 那副无赖蛮横的气势一开口 瞬间就能唬得人瑟瑟发抖 叮铃铃 正当这紧张十分的时候 突然一阵手机铃声 打破了僵局 徐秋颖感受到手里的震动 急急忙忙接通了来电 一听到对面那熟悉的声音 她的声音瞬间带上了哭腔 整个人颤抖起来 喂 你去哪了 你为什么欠了那么多赌债 你让我和孩子怎么办 话刚说出口 徐秋颖立刻哭断了全身的力气 一直紧绷着的情绪瞬间崩溃 整个人摊坐在地上哭个不停 乍一见到这一幕 现场众人瞬间神情各异 薛凯也是稍稍有些惊讶 完全没料到这个电话的出现 他早就派人盯着那小黄毛呢 肯定让他跑不了 可那小黄毛早上 明明逃去了隔壁市才对 怎么会突然有良心 打电话回来解决问题 自己可正等着 让刘子良全家 把那份受益人转让协议签了 再去找他算账 这样 就能把他家那些拆签款 全部截胡 完成让那小子万劫不复的第一步 没想到 正关键的时候 这小子竟然打电话回来了 还真有点子骨气 难道自己看错那小子了 薛凯眼见徐秋影这状态 也说不明白话了 顿时皱着眉头上前 一把夺过手机 喂 老子薛凯 黄毛 你小子还知道叫我这个大哥啊 我还以为你小子跑路就不回来了 正说着 他突然眉头一挑 目光转了一圈 心中多了几分算计 嗯 还有这事 那你是有办法堵上这个窟窿啊 哼 趁我不在 你小子玩开了呀 都是我这个当大哥的 对你太纵容了 你也知道背叛我的下场 行了 既然这样 那你就赶紧回威多利亚 我今晚就回去 告诉你 最好别骗我 说着 直接把电话扔给了 坐在地上哭个不停的徐秋影 行了 别哭了 没想到你这老公还有点骨气 不算白跟我混一场 他要是真能填上这窟窿 我倒是可以既往不救 只要以后老老实实跟我混 我一样 拿他当亲兄弟一家人 回去吧弟妹 等消息吧 薛凯说完 直接转身就走 皱着眉头 冲身后几人摆摆手 一脸不耐烦的挠挠头 看起来心情不算很愉悦 郭旭健壮 也只能冲徐夏阳点点头 随即跟上薛凯 和一众兄弟 离开这地方 来去匆匆 没有半点拖泥带水 没一会儿的功夫 刚刚还凶神恶煞下来 追债的一群壮汉 就全都上了车 哇 越野车隐情轰鸣 眨眼间全部掉头上路离开 在众人面前扬长而去 刚刚惊心动魄的一切 好似一场幻觉一样 有惊无险的一众大学生 全都唏嘘不已 唧唧喳喳的议论纷纷 更是带有几分庆幸和雀跃 太恐怖了 这就是社会大哥吗 150万赌债啊 谁家里摊上这么一个人 那真是太倒霉了 就是啊 嫁给这种人 想想都绝望 谁能还得上这么多钱啊 高利贷 利滚利 只要沾上了 就肯定还不清了 还有的孩子 怎么办哟 不知道怎么摊上这回事 副班长也是操碎了心了 辍学三年就换来这个 嘘 别说了 他自己估计都后悔死了 他差点被他推倒了 他怎么这么白眼狼啊 谁知道呢 人家好心帮他 他不领情就算了 还伤害帮他的人 真恐怖 在众人的议论声音中 徐秋莹抹了一把眼泪 从地上爬起来 捡起手机 通话已经结束了 他倔倔地抽掖了一下 擦擦下巴上的泪珠 深吸一口气 弯腰捡起扔在地上的手提袋 颤抖着长出一口气 鼻头哭得红红的 眼眶也红了一圈 抬起头看了一眼 徐夏阳和李倩 不服输的开口 我的事 不用你们管 子良说了 这根本就是个误会 没有一百多万的赌债 他会还的 还想让薛凯报警抓走子良 你真恶毒 李倩一听这话 顿时被气笑了 当即就要从徐夏阳身后 窜出来理论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帮了你 徐夏阳伸手拦住了 想要上去理论的李倩 面无表情地看着徐秋莹 不用跟他废话了 分不清好赖的人 就让他继续过他的好日子吧 因为这事 我跟薛凯的交情也断了 你们两口子 都害人不浅 徐秋莹冷哼一声 深吸一口气 止住了眼泪 就算有一百五十万 也不关你们的事 活该薛凯找你麻烦 你明知道薛凯是开赌场的 还让子良跟着去 你就没安好心 以后 我都不用你帮忙 子良说了 他已经有办法解决了 不仅不用还钱 以后薛凯还要给我们钱 我们一家都能当老板 说完 徐秋莹直接不在乎众人的目光 转身就走 这副态度 瞬间惹得一众大学生 又气又笑 满是不可置信 怎么还会有这么白眼狼的人 徐夏阳同样深吸一口气 倒是也开始好奇 薛凯为什么会突然收了脾气 转变得那么快 电话里 黄毛到底说了什么 能弥补一百五十万的赌债 正当他疑惑的时候 兜里的手机突然响了一声 他皱着眉头拿出来 正好是一条 从薛凯号码上发过来的短信 方便了就回个电话 因为没备注 即便一旁的李倩 也看到了这条短信 却也不知道是谁发过来的 不过他的注意点 却是在手机上 眼里闪过一抹惊讶 诺基亚 这不要两千多块呢 夏阳你摆摊这么赚钱啊 二手破月眼 高歌猛进 及时在回去市里的路上 前后各有大路虎和霸道开路 气场十足 车里 薛凯发完短信 扔下手机 脸上的表情有点凝重 一旁的无量摸了摸自己的大光头 很是疑惑 大哥 眼瞅着那刘子良的老婆 都要签字了 怎么这时候会失脸 那黄毛电话里说啥了 薛凯也是一阵骂骂咧咧 随手打开车窗 叼上一根烟 那小子跑去隔壁市 找了在赌场认识的 那个姓田的老板 不知道田兴光那老东西 发什么神经 竟然同意 给他填上这150万的窟窿 现在 人已经拿着钱 去维多利亚等着了 真特么走狗使运啊 这黄毛 乍一听到这话 无量瞬间瞪起了眼 是他 田兴光那老东西 尿毒症等不来甚远 不也没几天活头了 早些日子在赌场 像是不过了一样 要把这辈子的积蓄扔进去 不还是老大你发话 让那边管事的松松手 又让他赢回去了吗 现在 拿着这一辈子赚的钱 帮一个在赌桌上认识的小黄毛 说着 无量更是气愤的 一巴掌拍在车门上 几个月做的扣 一下子全被搅合了 这一下不是打草惊蛇了吗大哥 后面 还想收拾这小黄毛 赌场这招 他就有防备心了呀 最起码这几个月 肯定是不敢赌了 那岂不是还得继续养着他 白吃白喝几个月 碰 碰 碰 一边说着 无量一边气愤的拍着车门 好似把车门当成 刘子梁那小黄毛了 薛凯见到 他那急躁拍车门的样子 顿时心疼的嘖了一声 你特么给我车拍坏了 草 我特么能让那小崽子跑了 赌这玩意 一旦沾染上了 这辈子也改不掉 多养几个月 我也不是花不起那个钱 少特么拍我车 无量听讯 尴尬的收起手 别了别嘴 有些无奈的看了一眼 这四处漏风的扑二手月眼 大哥 你也不是没钱 这车都十几年了吧 还开 不如换个新的了 老刘和老郭他们买的大霸道和大路虎 开着不挺猛的吗 那你都看不上 薛凯吐出一股烟 抖了抖烟灰 直接不耐烦地翻了个白眼 放屁 你懂个屁 萧婷坐着得了 先回去看看 那小黄毛有什么本事 找来老田给他还钱 深吸一口烟 这一股烟灰的大露虎 偏下两辆好车 率先直奔市里 市里 维多利亚娱乐城 这里也是整个市里 最高档的娱乐场所 来来往往的 都是有钱的大老板 鱼龙混杂 三楼贵宾会客厅 刘子良看着面前 整整三大箱子现金 兴奋地直搓手 随手抓出一摞 哗啦啦地翻动着 旁边 正坐着一个身穿 墨绿色花纹西装的 白发寸头中年人 笑呵呵地看着他 怎么样 按你说的 二百万现金 够用了吧 你的是 我替你摆平 那我的是 刘子良一听这话 顿时呲牙一笑 撩起身上黑衬衫 拍了拍排骨一样的后腰 腰子 我有俩 给你一个怕什么 一个腰子 换二百万 赚大发了 呵呵 说着 更是激动的一摞一摞青点 两眼放光 二百万 就算把我老大的 一百五十万千款还上 还有五十万呢 市里买的大房子 剩下的 还能买辆好车 等拆迁款下来 更是花不完的花呀 哈哈 甜心光看着 刘子良那激动的样子 脸上的笑容 同样灿烂的不行 二百万 换这么个鲜活的肾源 不亏 虽然 黑市上也才五六十万 一个腰子 但可惜呀 没有正好配得上我的 运气这么好 看来也是老天爷 不想让我死啊 说着 甜心光更是目光下移 看向了手里的配型报告 高度符合移植标准 上午刚做的配型检查 就是这妖巧 原本 他的尿毒症 基本上已经到了晚期 等了这么久 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肾脏移植 几乎已经被判了死刑 之前 已经是准备散尽家财 老老实实等死的 可万万没想到 天无绝人之路 甜心光发现 自己偶然 在堵桌上认识的小黄毛 竟然跟自己是同一个血型 更巧合的是 之前 自己也不过是在堵桌上 跟他提了一嘴 自己尿毒症 找不到肾脏移植的事情 没想到小黄毛还真记住了 恰恰这小黄毛 正好遇到难处 来找自己 突然出现在自己家门口 说是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就为了换二百万现金 甜心光没道理 不尝试一下 这送上门的机会 结果检查出来 肾脏移植完全配型吻合 正好就是那个 能救他一命的天选之人 区区二百万 对于甜心光而言 完全不如命值钱 只要肾移植成功 少说再活个十年不成问题 自己有钱 做好保养 爱惜身体 活到个二十来年 等着老死也不是不可能 现在 两个人完全都不亏 一个要钱 一个要命 简直就是最好的双赢局面 正当此时 招待师的大门打开 薛凯带着几个兄弟赶了回来 一进门 立刻就看到了桌上 打开的三个箱子 满满的现金 果然和电话里 说的一样 薛凯疑惑的皱眉 看向一旁的甜心光 甜老板 甜心光也冲薛凯 笑着点点头 薛老板 刚回来 乍一见到薛凯他们回来 刘子梁最是激动 直接从沙发上弹了起来 兴奋又局促地扯了扯衣服 上前替自己辩解 老大 你回来了 我不是跑路了 我就是去给您找钱了 您可千万别误会我啊 说着 他更是急忙将桌子上 打开的三个手提箱 转了过去 笑呵呵地看向薛凯他们几个 薛哥 吴哥 刘哥 这里 整整二百万现金 一百五十万 我还给老大的 凭了我的赌账 五十万 我想留着跟老大你做点小工程 我也搞搞投资 老大 你 看呢 薛凯见到这三箱子现金 又看看刘子梁 那满脸激动的样子 心底也明白 这个赌债的难关 真的让这小子给躲过去了 只能后面再想办法 继续给他做扣了 不过要先稳住他才行 念及如此 薛凯原本紧绷着的脸 突然笑了一声 走上前去亲切地拍了拍 刘子梁的肩膀 子梁 你拍着良心说 大哥我是那个爱钱不爱兄弟的人吗 你觉得我生气 就是为了 你这一百五十万的赌债 此言一出 刘子梁立刻连连摇头 好像波浪鼓一样 不不不 我没这么说大哥 大哥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不该玩起来就没有分寸 输了那么多钱 给大哥添麻烦了 他一边说着 一边小心翼翼地观察着薛凯的脸色 即便是搞到了二百万现金田窟窿 他现在也不敢完全放松下来 不知道大哥到底是个什么态度 薛凯长叹一口气 与众心长地摇了摇头 子梁啊 我是信任你 把你当成我亲兄弟 这才放心留你在家里 在赌场随便挂账 大哥真正生气的 绝对不是这一百五十万 大哥生气的是 出了事 你不跟大哥商量 不留在赌场等着大哥 却选择跑路 出去想办法 你这样做 那就是说 我这个大哥做得不好 亏待了兄弟啊 刘子梁瞬间被吓得脸色煞白 连连摇头 不不不 我绝对没这个意思啊 大哥 我 我是看大哥 你都找我家去了 所以太害怕了 这才不敢见您 生怕您生气 这不 我连夜找田老板 弄来了这二百万 就是为了弥补过错 自己的错误自己承担 绝对不能让大哥心寒 说着 他更是目光炯炯地 拍着胸脯表忠心 大哥对我 那绝对是没话说 这两个月来 包吃包住包完 我跟着大哥在这里 一点泪都没受过 天天吃喝玩乐 想了不少福啊 我对大哥绝对是忠心耿耿 没想过背叛您 大哥您让我往东 我绝对不敢往西 您让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薛凯审视的目光 上下打量着刘子梁 逐渐冷漠下来的表情 气氛越发凝重 突然 薛凯咧嘴一笑 用力拍了拍刘子梁的肩膀 好 好兄弟 有你这话 做大哥的听着 心里暖和啊 但是记住了 你和老刘还有老吴他们一样 都是大哥的亲兄弟 心连着心啊 以后出了任何事 闯了任何祸 必须实话 跟大哥说 绝对不准你偷偷摸摸地 自己跑出去 想办法解决 明白了吗 此言一出 刘子梁脸上的慌乱 也瞬间被笑容爬满 用力地点点头 哎 是 大哥 大哥你放心 我以后绝对绝对不会再擅作主张 一定一切都听大哥的 说着 刘子梁还是执意将桌子上的三箱子现金 全都推到了薛凯面前 满脸堆笑 大哥 这钱是我犯的错 我捅的篓子 您必须收下 以后我绝对老老实实跟着您混 绝对不会再犯错了 薛凯看着桌子上的钱 随手拿起一摞 笑着看向周围几人 轻轻点头 行 既然是子梁费尽心思弄回来的 那我就收下 此言一出 郭旭和吴亮他们都笑着迎合 收下吧大哥 子梁的一份心意 以后让子梁跟着咱们做项目 很快就赚回来了 是啊 别让子梁闲着了 以后跟着有事做 就不会天天混赌场了 刘子梁一听这话 也是激动的两眼放光 拼命点头 对对对 大哥 我就是这意思 天天让我在维多利亚看场子 白吃白喝 我真的都要闷死了 实在是没事干 老大 您就让我跟着你们去做项目吧 我也想找投资 搞项目 不用多赚 让我少赚点就行 主要是跟着大哥有事情做 我不想白吃饭了大哥 薛凯笑着 将那一落钱扔回箱子里 却是有些为难的的 看向刘子梁 子梁啊 这不是大哥不想待你 但是这个搞项目 做投资得需要本钱啊 现在大哥手里的几个项目都太大 启动资金都要上百万 你吃不下 只能让你先看看场子 做点杂活小活 这刘子梁一听这话 顿时就急了 一把抓起箱子里的钞票 满脸哀求的看向薛凯 大哥 我有钱 我现在只有五十万 大的做不了 有小工程的话 代代我吧 我真不想打砸了大哥 薛凯文言 仍旧是一副为难的样子 子梁 正当此时 一旁的郭旭 却是突然笑着上前打圆场 大哥 要不这样吧 我那边工地的土方项目还有位置 有个三十万也差不多 不行就让子梁先跟我干点小的 积累一点经验 毕竟以前我们几个跟你混的时候 那都还是从开挖机干起来的 一点点积累嘛 给子梁一个机会 话音刚落 其他几人也纷纷复合起来 是啊大哥 代代子梁吧 给他个机会 不行来我这里也行 五十万我带他 干完一个标段就能回本 我这里也行 让子梁跟着干吧 刘子梁听着众人都帮自己说话 心里那叫一个热乎 甚至都想感激地跪下来 给大家磕一个了 更是捧起现金 满怀期待地看下薛凯 大哥 我真能干 我先做小的 让我跟着学 等我家拆迁款下来 几百万的我也能做 绝对能帮上大哥的 大哥 就让我做吧 薛凯好似也是下了重大决心一样 妥协的白白手 好了 行了行了行了 那这样吧 头一次做项目 就先做个前哨的攒攒经验 学习为主了 郭旭 你那不是还有三十万的缺口吗 正好 之后 你就带上子梁 去你那工地上做项目 多带带他 该交的教诲他 这以后说不定 他还真有机会 接手上百万的大项目呢 说着 更是上前拍了拍 刘子梁的肩膀 笑着看向他 行了 去吧 跟郭旭一块去商量去吧 现在 你有钱了是吧 今晚在包间摆一桌 好好谢谢你这几个大哥吧 一直帮你说话 真把你当亲弟弟啊 刘子梁激动的连连点头 满眼感激不尽 哎 谢谢大哥 我一定好好学 有了薛凯松口 他提到嗓子眼的那颗心 也终于落回了肚子里 当即就被郭旭他们几个招呼着 带出了招待室 热热闹闹的跑去商量 让他干工程的事情了 等人都走光了 一直坐在沙发上 没开枪的甜心光 却是轻笑一声 意味深长的 看着坐下来的薛凯 薛凯 这小子 哪里得罪你了吗 这是准备先给他点甜头 把他吻下来啊 难道拆迁款那撒瓜俩走 你现在也看得上了 薛凯拿起桌上的毛科 闲着溜嘴玩 文言不过翻了个白眼 抬起下巴 指了指田心光手里的配型报告 你比我很啊 跟他那妖子配上了 二百万买个妖子 你还真舍得 早知道 当初我就不该让赌场 把钱再输给你 你没这点糟钱 也不会丢惹麻烦了 换个妖子能活几年 田心光笑着从沙发上站起来 整理了一下衣服 永不翻身啊 不管要做啥 等我做完肾移植手术 你再动手 最好留他一条命 万一我术后恢复得不好 他另一个妖子 说不定我也能用上 说完 田心光拿着配型报告 自行出门离开 薛凯吃笑一声 背后催了口唾沫 呸 老东西 比我都毒 叮铃铃 正当这时候 手机突然铃声响起 他瞥了一眼 直接接通 喂 下阳啊 怎么才打过来 县礼工地前 发生了社会大哥当街追讨欠款 这么劲爆的事 前来聚会的同学们 还全部都亲眼目睹 自然也都大为震惊 这可是大学生 在学校里很难见到的场面 更是只在传闻里 才会出现的经历 每个人自然都得 好好缓一缓才能接受 众人之前老同学聚会的氛围 直接被一扫而空 这会儿 谁也都没了继续下去的心思 简单寒暄几句 众人就纷纷离开了 李谦渝众人之后 最后一个离开 看着徐夏阳的闸串摊子 又看看他 一时间也没想到什么好说的 徐夏阳看出来 他的欲言又止 反倒是洒脱一笑 祝你实习顺利吧 大三了 以你的成绩和能力 想要找到份好工作 肯定不是问题 李谦突然释怀 长出一口气 轻轻点头 手伸进封衣口袋 从里面拿出一枚 设计精妙的徽章别针 递到了徐夏阳面前 省工业大的校徽纪念品 录取通知书里会带 送你了 那我就祝你 明年可以考上心仪的好大学 到时候 说不定我还来得及 再做你一年大四学俭 加油吧 说完得意一笑 淡然转身 毫不拖泥带水地离开 徐夏阳看了看手里那枚徽章 不过轻笑一声 随手放到了口袋里 省工业大学虽好 可他浪费了三年时间 仅仅只剩下一年的努力 能考上的希望 微乎其微啊 普通一本 说不定凭借自己的理科优势 还有可能试一试 但老牌985 除了天赋和运气 最重要的积累和勤奋 目前只能当做一个 晚上摆摊要用的闸串 反而是都被提前收拾出来了 尤其是那些丸子什么的 足够是将来两三天的用量了 现在提前串出来 也还可以放到食堂的冰柜里保存 每天要用的时候 提前拿出来画冻就行 收拾完一切 徐夏阳回到闸串摊子旁边 一屁股坐在马路牙子上 下意识地掏出手机打量起来 看着诺基亚手机那朴素的外表 忍不住嘀咕起来 这手机要两千多 我还以为几百块就行了呢 要不是李倩的提醒 他还不知道薛凯随手扔给他的小手机 竟然是这种高级货 一时间让他对薛凯的感激又中了几分 像是薛凯这种社会大哥 很多事情和情谊 根本不是用钱能够衡量的 对自己而言 更是不能简简单单用两千块的手机 来作为回报人情的标准 自己需要还的人情远比这多得多 徐夏阳抬头看了看四周 刚过五点 其他摆摊的都还没来 正好闲下来 索性就直接给薛凯拨了回去 料想 那边应该也已经回去市里 把该处理的事情都给处理好了才对 电话刚接通 薛凯的声音仍旧是那么轻松得意 喂 夏阳啊 怎么才打过来 不会是真的害怕大哥 不敢继续跟大哥来往了吧 徐夏阳明显听得出来 薛凯声音里的笑意 自然明白对方的意思 顿时有些哭笑不得 凯哥 别说你是为了帮我猜演戏了 就算是真的要找我算账 我也不可能害怕你啊 不聊这些 凯哥 150万的事情处理好了 那刘子良才跟你去了个把月 就欠了这么多钱啊 对他而言 心里从见到薛凯追债那一刻 就一直有个怀疑 黄毛到底是什么地方 得罪这位大哥了 竟然能得到薛凯从根上的算计 从5000块钱的赔偿开始 一点点给黄毛下套 吸引他咬钩 更是在黄毛上钩之后 把他带去市里 不惜白吃白喝地养着他 供他赌 直到欠下一屁股债 然后在秋后算账 这么有耐心的算计 估计得是深仇大恨了吧 毕竟赌博这玩意 轻则都是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 从来就没有所谓的 小赌遗情能够抽身的说法 沾上了 就是一辈子的事 薛凯揉了揉山根 轻笑一声应下 嗯 解决了 这小子命里有孕啊 对于赌债的事 他只说了这一句 并不打算深度解释 毕竟他要对黄毛做的事情 并不光彩 而且涉及到很多灰色的地带 都有风险 知情者也都有被牵扯的可能 自己想要彻底摘干净 不被牵连 已经要小心谨慎了 所以 也没打算告诉徐夏阳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薛凯深吸一口气 直接话锋一转 带上了几分严肃 对了夏阳 让你打这个电话过来 倒是有件事 别怪大哥查你啊 那个徐秋颖 是你爹妈领养的吧 不是 我说你这儿啊 一个领养的妹妹 父母出世之后 你还辍学公他读书三年 已经是人之一尽了吧 现在天天这么缠着你 你就不能直白点 把领养证明甩他脸上 告诉他吗 这么牵连下去 以后会有大麻烦的 徐夏阳听到这话 先是一愣 随即也是满脸无奈 凯哥 这种事你也能查到啊 关于领养这件事 没等他说完 薛凯已经有些等不及了 但恨铁不成钢的话 就好像连猪炮一样输出过来 你什么你 大丈夫就不能优柔寡断 明白吗 告诉你啊 立刻去告诉那个徐秋颖 他是你爸妈领养的 直接一刀两断就行了 别的我不能说 但可以让你知道 刘子梁这小子 没什么好蹦的 到时候刘子梁出事 别牵扯到你身上 当断则断 赶紧去办 徐夏阳深吸一口气 也是十分无奈 凯哥 这事儿不是我不办 是办不了 领养症丢了 我就是想甩他脸上 也没东西甩了 这东西 只有领养人去找当初的领养机构 才能重新补办 我压根也不知道 我爸妈是聪大 把他领养过来的 好像就是我小时候 爸妈回了趟老家 就多了一个妹妹 这么多年我也没见到过领养症 我已经跟他说过好几遍了 你就不是我亲妹妹 别来找我 我也不是你哥 可他就是隔三差五来找我 这东西光说没用 我没证据啊 听到这话 电话那头瞬间沉默了 薛凯 是不是也没证据证明 他是你妹妹 徐夏阳摸了摸头脑 犹豫着点点头 户口也迁走了 其他的的确是没啥证据 不过县里护积科那边 应该能查到什么吧 要我不去护积科问问 上次去明证局 那个接待我的小哥 叫周可迪 好像还挺好说话的 说不定可以找他帮忙 对徐夏阳而言 让妹妹把户口牵走 不想惹麻烦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是爸妈旷难的事情 这么多年过去 有了点追责的消息 万一真的把补偿款追回来了 他可不能让妹妹侵占一部分 现在 连领养证明都没有了 那更是好消息了 犯不上自己主动 去把领养证明给补回来吧 就为了告诉妹妹 她不是爸妈亲生的 这东西 存在纸质证明 就多一分牵连 索性她也懒得提 省得徐秋颖 发现问题所在 去搞什么幺蛾子 是不是亲生的 徐秋颖也一样会来纠缠 唯一的解决办法 就是考上大学 彻底离开老家县城 以后才能和徐秋颖再无瓜葛 薛凯也是无奈地叹了口气 行了 既然都没证据了 那你也别折腾了 这次想必你妹妹也能看出来 黄毛的事你也帮不上忙 以后找你办事的概率也不大 总之 离你妹妹那家远点 以后都别掺和了 好好读书 收收心考个好大学 徐夏阳听了薛凯的一番告诫 心里也隐约猜到了什么 挂断电话 看着陆陆续续 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夜市摊主 他也只能轻轻叹口气 把混乱的思绪冷静下来 回到摊位前 热锅准备 不管黄毛是哪里得罪了薛凯 那都跟他没关系 正如薛凯所说的 反正现在徐秋颖的户口也牵出去了 领养证明也没了 就算查起来 压根也没剩什么书面证据 能证明俩人的兄妹关系 而且 即便是是黄毛万劫不复 那也不可能牵连到他身上 徐夏阳虽然还会偶尔受到妹妹的骚扰 但只要自己不掺和 也惹不上什么麻烦 不过 徐夏阳这时候倒是更好奇了 就连150万赌债的窟窿 黄毛都能填补得上 到底用的是什么办法 他浑身上下 有什么值钱的地方 黄毛要真的这么有本事赚钱的话 这以后 薛凯要想让他栽根头 估计要用更大更狠的手段才行吧 不会犯罪吧 念及如此 徐夏阳甩了甩脑袋 这事左右跟他也没关系 一切都是黄毛活该 自己不掺和 等着看热闹就行 也能跟着出口气 反正自己平民百姓一个 想不出什么报复黄毛 还不给自身惹麻烦的办法 躲着就是最好的办法 也就得薛凯这种社会大哥 才能办得干干净净了 至于到时候结局怎么样 也不是他能左右的 徐夏阳现在 唯一要做的就是好好学习 同时兼顾着摆摊这点小生意 考上大学 赚够学费 彻底离开这个县城 去外面闯荡闯荡 趁着还没人来 徐夏阳稍微盘算一下 手里的存款 之前交完戒毒费 存折里还剩两万两千 这一个月来 晚上摆摊 每天也都是一千左右的收入 除去进货的钱 现金好像是有两万六千八百 这几天搞摆摊培训班 分红也赚了一万五千八百 算了算 卧槽 我有六万多了 不算不要紧 一算下一条 徐夏阳也没想到 自己竟然赚了这么多 一直只顾着上课 晚上也是门头赚钱 没时间去银行 自然也就没仔细清点过 算上剩下一年的高中学费 再加上考上大学的 四年学费和生活费 基本上也快够了呀 念及如此 他也是微微得意了几分 为自己感到欣慰 这样来算的话 我倒是可以不着急 存钱读大学了 赵老师之前 还替我垫付了一部分的戒毒费 这个钱我之前没条件 也就算了 现在既然有这个条件 那我还是先还给赵老师吧 毕竟赵老师也成家过日子了 拿出几万块钱 也不是他自己说了算的事情 可别因为我 影响他和师母的感情 有了还钱的想法 徐夏阳心里反而更加安稳起来 做事情也更有动力了 正当他收拾得差不多的时候 对面 马大明一脸得意地 骑着小吃车赶到了摊位上 来不及收拾摊摊的东西 率先笑呵呵地 跑到了徐夏阳的闸串摊子前面 直接笑着亮出了手里的大宝贝 哈哈哈哈 看 最新款的手机 1800多块啊 我还去一栋厅 办了最贵的套餐 怎么样 像不像大老板 徐夏阳抬头 看着马大明那一身 带着油污的套袖和围裙 手里展示着刚买的新手机 一时间也是有些哭笑不得 只能附和着连连点头 马哥 你像是个低调的大老板 不过 要是再换上一套新衣服新裤子 那就更像了 马大明一听这话 顿时笑得合不拢嘴 哈哈 小时候给我算命的就说过 我这辈子又当财主的命 没想到啊 人笨四十 还是让我碰到发财的机会了 说着 更是一脸得意地凑上来 跟他小声低语 哎 前一期学完的人 已经陆陆续续开始准备摆摊了 有的更是把干林工的活都辞了 专心摆摊 大伟说了 他那边又有几个司机同事想学 直接集体请假了 老板不敢不批 今晚就过来 哈哈 听说他那个平时老是喜欢训人的物流老板 这回脸都气白了 徐夏阳一听到这消息 也不由得激动了几分 看来是咱们的宣传和教学起效果了呀 不过也得是那些摆摊师傅够专业 教得好 三天就能出图 包娇包会 陈海那边听说 又拉了不少人来 估计今晚也能赚不少 不过正说着 他突然多了几分担忧 急忙伸手 招呼马大明凑上来 马哥 这大伟那边宣传归宣传 是不是也别可是一个羊毛糊啊 这那么多员工来咱们这学摆摊 还耽误物流那边的活 这物流老板不得恨死咱们啊 回头 不会找咱们惹麻烦吧 还是得低调一点 尽早把该办的手续都办了 省得被人钻空子找麻烦 马大明得意地吃笑一声 魂不在意 似乎很有把握的样子 他那边不给司机涨工资 留不住司机 管咱们屁事 管天管地 还管得着司机另谋出路了 就算不是来咱们这儿学摆摊 也有司机早就开始出去单干了 说着 他倒是得意地给徐夏阳解释起来 这里面的内幕 你不清楚这里面的道道 那些司机早就不想干了 大为也是因为那边不好干 这才动了心思多赚点钱 从08年年初开始 外面的物流发展可猛啊 司机现在又成热门职业了 有点本钱的司机 都两个人商量着贷款 搞一辆几十万的大货车 不在咱们这县里和市里转圈 出去全国跑物流了 听大为说 现在跑全国大货的行情好 很吃香 两个人倒搬干 一个月能赚个几万块 要不了几年就能回本 然后继续买大货车投资 做大做强 大为就是没本钱 跟人合伙也搞不起来 出去也是当司机领工资 全国跑还赚不到几个钱 所以就想着 这摆摊一个月都能赚一两万 先干个两年 存点买车钱 到时候也出去跟别人贷款 买大货车 跑物流 以后自己当物流老板 马大明越说越激动 更是对县里 物流公司的老板 嗤之以鼻 好似一副深谙辞到的模样 基本上大为能带来的人 全都是存着这种单干心思的 就算没咱们 也都找别的出路了 和咱们算递着吗 县里那物流公司的老板 抠得很 也没眼光 放着一群司机不舍的投资 要是搞几辆大货车 再涨涨工资 跑全国物流 他早发财了 自己没眼光 手底下司机各个找出路 怪我们了 我就是没钱 我要有钱都给他物流公司盘下来 也出去干全国物流 最次也是干全省物流 谁还盯着县里市里 来回跑这点小活啊 徐夏阳听到这番话 也是不由的兴奋了一些 不过更多的还是满满的好奇 哦 全国物流 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这么赚钱吗 马大明黑黑一笑 反而一副什么都懂点的样子 网购 你不知道吗 寻宝网 人家大城市网购早就兴盛起来了 上网就能买东西 全国物流派送正是缺口大 有市场的时候 有本事的 都想干全国物流赚大钱 比咱们这小吃摊 培训班的小打小闹 厉害多了 当然 我也不懂啊 就是听财经广播的时候 偶尔听了几句 嘿嘿 俩人对话 这暗暗激动的模样 半点不辣的 全都落在了陆陆续续赶来的 夜市摊主眼里 谁也不知道 他们在说什么 但肯定是赚钱的事情 对于其他摊主 自然是有人欢喜 有人愁 已经加盟进来的摊主 也是暗暗摩拳擦掌 等着晚上生意正好的时候 多吸引几个学员 带一个学员 还不用交出配方 就能赚七百块钱 这东西 可比摆太来钱快啊 不过 一直犹豫观望 没有选择加盟小吃培训班的摊主 心里也因因有些不平衡 他们一边不想教授技术 一边又能看到 那些带学员的摊主 按人头收钱的开心模样 最主要的是 老板给炉子预热上 也揣着袖子 回过身来靠在车上 看着不远处有说有笑的 徐夏阳和马大明冷哼一声 我听说 他们还叫人发展下线 拉人来 你说 这能不能是那电视上总说的 传销啊 要不 找人来查查他们 不犯法 能那么赚钱 徐夏阳和马大明 生意红红火火 裁员广进 那眼神光顾着数钱了 丝毫没察觉到 背地里不对的风头 当天晚上 不仅宋大伟 又带来三四个轮班司机 原先的那些报了名的学员 也人带人 更是拉来二十几个 对摆摊感兴趣的 最让人惊喜的 还得是陈海 领着浩浩荡荡 三十多号人 赶到了夜市 了解摆摊培训的事 碎嘴子充当解说 一个劲地介绍那些 家门可收图摊位生意 是如何如何红火 惹得屁股后面 跟了一大群人 一晚上就赚了两千多 这小子 反正家里也没人 赚了钱了 也不着家了 天天在外面跑 到处拉人 他也聪明 专门跑零食工市场 汽车火车站 总之 哪里外来流动人口最多 他就往哪跑 专门盯着那些 找工作的外地人 签约成功率 反而还是最高的 就连徐夏阳也不明白 陈海这小子那碎嘴子 到底跟这些人说了什么 能够让他们 那么心甘情愿地 痛快交钱报名 但不管怎么说 陈海这个销关的名头 是坐实了 整个晚上都上蹿下跳的 好像野猴子一样 活跃在整个夜市里 惹得笑声一片 整个合作团体里 不管是徐夏阳 马大明这两个老板 还是宋大伟 陈海这两个跑腿的 连带着二三十个家门的摊主 全都其乐融融 大家都赚了钱 自然多多少少 有些膨胀欢快起来 全然没有发现 远处夜市的偏远地带 几双眼睛 一直暗戳戳地盯着他们 似乎酝酿着什么 不过 整个国庆假期 倒是相安无事 夜市天天晚上都热闹无比 徐夏阳他们 也着实狠狠赚了点钱 即便什么都不用做 单单是签约的分成 一天下来 都好几千块入账 随着存款金额充裕 徐夏阳也逐渐开始琢磨着 去找赵老师 了解戒毒费的事情 打算先把这笔钱给还上 正当一切都还在计划中 看似顺利 今后接后开学的时候 假期最后一天 夜市上 有几个摊子 中午却没有出摊 几个人 悄悄地凑到一起 打了一个市场管理的举报电话 会声会色地 把夜市上发生的事情 添油加醋描述了一遍 你们快来查查吧 每天晚上都是几十号人啊 对 他们都是按人头收钱 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正规手续 我听说还让人拉人 人带人 发展下线都给钱 反正我们就是普通老百姓 摆摊养家糊口的 我们也不懂 就是 我们这市场 上次被一群人闹过之后 就再也没看到市场管理了 现在挺混乱的 对 我们都交了市场管理费啊 现在夜市被人搞得乌烟瘴气的 这肯定要有人来查一查啊 保不齐就是那个什么传销 说不定犯罪呢 听到那边说活派人来检查的时候 几个人这才心中多了几分得意 相视一眼 嚣张了一整个国庆假期的徐夏阳他们被人下来检查 当天下午 一则电话就从县里市场管理办公室打了下来 第一时间找到相关区域负责人问责 星天地溜冰场 二楼 老三缠了满头绷带 打着网 吊着绷带的一只手 还加着烟 吞云吐雾 隐约从绷带里探出来的红毛 彰显着那么几分不羁 时不时伸手扣扣打了石膏的胳膊 痒得很 看着台球桌旁 对着镜子镶假牙的赵刚 他也是经不住吐槽 刚哥 咱们有日子没出门了 那事儿的风头应该过去了吧 你那大侄子 不也就是在学校门口 见到过郭老大一面吗 估计薛凯那边也不能这么记仇 非要把咱们感情杀绝吧 赵刚对着镜子 把假牙镶嵌在缺口上 一脸心疼的仔细对照 听到老三红毛的话 直接不耐烦地责了一声 你没挨过打呀 再特么ICU里躺了两天 你现在能下来炕 那都算你体格好 还特么装犊子呢 红毛老三一听这话 倒也是耸了几分 那 还是听大哥的 咱们继续猫着得了 正说着 一道电话铃声突然响起 叮铃铃 叮铃铃 突兀的声音 在二楼台球厅里出现 所有人都愣了一下 毕竟可是很久 没听到过 那不正儿八经的 对宫电话响起来过了 赵刚急忙推开周围的小弟 三步并两步 跑到座机跟前 笑着端起电话 卫领导 有什么指示 嗯嗯 对 是我管理那片 我都熟 什么 市场上有人疑似从事非法活动 违规拉人头 手续不全 被人举报了 领导要派执法人员下来调查 此言一出 周围一众五颜六色的小弟 也全都满脸猛逼 面乡去 压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赵刚还算淡定 继续听着消息 连连点头 昂 那啥前来 行 行行 我先去了解一下 欢迎领导下来检查工作 昂 嫌疑人是卖炸串的 卖煎饼的 行 我明白 八大 挂断电话 一瞬间 周围所有小弟疑惑的目光 纷纷投了过来 赵刚疑惑的皱起眉头 摸了摸脑袋 奇了怪了 谁他妈给我举报了 我赵刚管理市场 一向以好说话出名啊 谁不知道 我收了钱 就绝对不多事了 这要是查出来问题 那我这市场管理 还干不干了 话音刚落 周围几个小弟 也全都叽叽喳喳的 打抱不平起来 红毛老三叼着烟 一脸疑惑 老大 哪里的市场出问题了 谁敢从事非法活动 当咱们邪恶客星不存在啊 赵刚脸上殷勤不定 目光有些复杂 突然伸手接过了 老三嘴里的烟 巴搭了一口 吞云吐雾 工地前面那块 那里有几个卖炸串的 红毛老三文言 瞬间心里咯噔一声 就 就他妈一个呗 还能有几个啊 是薛凯那个小老爹 回去学校读书那小子 赵刚猛作一口烟 有点上头 伸手刮了刮头皮 一脸吃了屎的表情 哎 这特么哪个瞎了眼的 举报那个爹啊 他无照经营吗 拉人头又是啥呀 这回是县里市场管理部门 这儿巴金接到举报 过两天就要派人下来查了 让咱们先去了解了解情况 咋办 说着 他满脸无奈的 看向周围一圈小弟 全都大眼瞪小眼 红毛老三眼珠子乱转 突然开口 大哥 这是个和那小子 缓和关系的机会啊 不如帮他把这个手续办了 到时候面对检查 最起码无照经营这块的问题 好解决 此言一出 赵刚瞬间瞪大了眼睛 激动的连连点头 啊对对对 你小子脑子灵光啊 看来被打一顿 有助于智力发育啊 红毛老三瞬间一阵无语 撇了撇嘴 又不敢说大哥什么 赵刚则是好像发现了新大路 激动的直搓手 这事儿行 靠谱 走我的关系 立刻就给他办 加急 不过 要先找个人去问他 要这些办证的信息啥的 让谁去好呢 说着 他的目光顿时开始在手底下 几个兄弟身上打量起来 红毛老三感应到大哥的目光 瞬间一击 脑子灵光再现 你外甥啊大哥 明天他们高中不是就要开学了吗 小龙 你外甥 正好在学校里 碰见那个徐夏阳 跟他说办手续 办证的事儿 顺便把有人要去检查的事情 给他透个疯 这不也正好能帮小龙在学校 跟徐夏阳黄河关系吗 省得咱家 还此整天担惊受怕的 是吧大哥 赵刚一听这话 瞬间笑得灿烂无比 好似一朵菊花 对啊 就让小龙去 老三 你这脑子越来越好使了呀 继续保持 我这就去一趟我姐家 把这事儿给小龙交代清楚 开学日 刚完了七天 根本没人静下心来学习 一大早 教室里就是叽叽喳喳的 所有学生都在有说有笑的 聊着放假七天的事情 教室后面角落里 徐夏阳却是心无旁骛 闷头作题 一张数学卷子 被他翻过来覆过去 写得满满都是解题思路 一边做一边总结 沉迷其中 旁边 陈海早就已经趴在桌子上 打起了呼噜 头发都赶沾了 一柳一柳的 虽然周围嘈杂 却是睡得香甜 无比自在 他们同桌俩 倒是成为了热闹的班级环境里 为数不多陷入在自己世界里的人 突然 班里所有吵闹的声音 戛然而止 徐夏阳刚好解完题 茫然地抬起头来 所有人不知道为什么 全都老老实实地趴在桌上 拿起课本开始学习 正当他疑惑的时候 背后却是突然传来一道脚步声 带着眼镜的班主任老赵 一脸严肃地从后门走了进来 眨眼间 一巴掌落在睡觉的陈海后 驳梗上 啪的一声 所有人心里都颤了一下 陈海却是后知后觉 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直接就被捏住了后驳梗 嗯 班主任老赵冷哼一声 目光扫视全班 这时方价钱都考好了呀 每个人知道 自己上高三第一次月考 考了个什么样吗 玩得挺开心啊 明年都不考大学了 听着老赵那带有威严的声音 所有人心里都不由得紧绷起来 小心翼翼 大气都不敢喘 不过短短几句话 直接就把所有人 从假期的欢快氛围里 瞬间拉到了月考成绩的紧张环境中 全都忐忑起来 正当此时 班主任老赵突然话锋一转 淡淡开口 这早自习不是英语老师的吗 可代表 老师没来 你就不知道赶紧去办公室问问 赶紧的去找英语老师 其他人先被单词 看看你们英语考那个样 不是急不电地也差不多了 还一个个觉得自己挺好的 有了他这话 英语客客代表急忙逃也似的 急忙跑了出去 直奔办公室班里 也瞬间整齐华一的 响起一阵单词背诵的声音 徐夏阳也默默的找出英语书 正准备融入班级 突然 班主任老赵走到他身边 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跟我出来一下 徐夏阳一愣 也不敢耽搁 立刻起身跟了出去 一直跟着班主任老赵 走到走廊的拐角阳台处 这才停下来 赵老师脸色缓和了几分 随手将一张卷起来的白纸 递到了徐夏阳面前 打开看看吧 月考排名 也算是对自己刚回来读书的状态 有个了解 徐夏阳文言瞬间眼前一亮 啊 随着成绩单打开 他急忙捋着排名往下找 前十名里 没有 不过他也不意外 毕竟三年多没上学 这才刚回来一个月 要是那么快就进入前十名 他反倒是成神童了 然而 十至二十里也没看到自己的时候 他就有点神色凝重了 这比想象中差得有点多啊 做数学和物理的时候 他的确是得心应手 信心满满 自己也孤过分 肯定不会差太多 本以为 十八点九名应该是没跑了 然而真正的名次 第二十五名 徐夏阳好不容易发现自己的排名 一时间却有些心里不知道是何滋味 全班总共四十八个人 这基本上也是中游偏下了 实在是不算什么好名次了 班主任老赵 看到徐夏阳的神情变化 也是轻轻叹了口气 夏阳啊 二十五名 按照往年的经验来看 这个名次 考专科都有点费劲啊 不过你也别灰心 上半年还没开始考理宗 光看单科成绩 你也还是很有希望的 能看出自己问题在哪吗 徐夏阳看了一眼各科分数 心中一目了然 赵老师 我这数学一百三十二 物理八十七 这个 我倒是没什么大问题 还能跟得上 化学六十六 生物五十四 这两个偏记忆的学科 我还是有很多化学公式 和生物内容生疏了 语文五十八 英语三十二的着 看向赵老师 班主任老赵也是无奈叹气 一副哭笑不得的样子 办公室里 数学老师和我都开心疯了 你这三年没读书 数学物理还能有这么好的成绩 着实让我们意外 但是 英语语文老师都排着队 想要找你谈话 这两个主课 可都是一百五十分的满分啊 你连六十分都没有 这让我都不好 和你这两位老师交代 尤其是英语老师 说你作文直接抄的前面阅读理解 和完形填空 简直要气疯了 非要来问问你 不不不 赵老师 我单纯就是不会写啊 我学 我肯定学 我已经在努力 被单词和词组了 下次肯定进步 赵老师无奈地叹了口气 拿过成绩单 来来回回看 一副头疼惋惜的模样 你看 这单单按照数学和物理排名 你能进班里前三 可加上其他的 瞬间二十五了 考大学 偏科是不行的 你也不能光靠数学和物理 咱们整个县里 保送名额也就一个 你想走保送 这成绩也是没什么指望的 必须踏踏实实学习 把这些拖后腿的 全都补上来 知道吗 徐夏阳也是深受打击 再一次感受到了 偏科给自己带来的伤害 老老实实的点点头 放心吧赵老师 我一定主动 去找英语和语文老师 哦 还有化学和生物老师承认错误 老老实实认真学习 别的也不说了 争取上半年年底的期末考试 我一定进咱班前十名 绝对不让您失望 班主任老赵听到这话 眼里露出满满的欣慰 其实看到徐夏阳数学物理那么强 他心里比谁都高兴 最起码这孩子有特长 还有塑造性 只要肯努力 一定不会有问题的 但他就怕徐夏阳太过轻视 其他学科 导致最后高考的结果 不尽如人意啊 念及如此 他长出一口气 拍了拍徐夏阳的肩膀 你呢 也别压力太大 没什么 我是不失望的 只要努力学 有个让自己满意的结果 不至于让自己后悔莫及 那就足够了 行了 回去吧 下早自习之后 把这个成绩单贴在前面墙上 说着 赵老师当即就准备转身离开 徐夏阳这时候 却是猛然想起来 自己要还钱的事 急忙开口 啊对了赵老师 我还有个事 那个戒毒费 我现在能还您了 赵老师文言 微微皱眉 回过头来 还钱 什么钱 老师 我现在有钱 您不用担心 戒毒费 应该不止三万 我这都知道 学校给我减免了一万五 应该还有一部分不能减免的 都是您给我交了 我想先还给您 徐夏阳一脸笑容 满眼感激 自己能顺利地重新回来学校读书 可是多亏了赵老师的帮忙 又出钱又出力 现在存款已经六万多了 先把这笔钱还上 剩下读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 按照自己 现在这个赚钱速度 要不了多久就能赚回来了 赵老师听了他这话 却是眉头皱得更深了 满脸担忧 逐渐转身走了回来 你哪来这么多钱 我不用你还 真要还 就等你考上大学 毕业了找个好工作 以后慢慢还 现在你要是有钱 那就留着给自己读书吃饭最重要 高三压力很大的 营养什么的要跟上才行 徐夏阳黑黑一笑 早就想到了赵老师会用这番说辞 自然也想好了对策 没事的赵老师 我家里有房子住 吃饭也都减免了 可以在学校食堂免费吃 而且 我之前暑假的时候 就自己赚的借读费 现在每天还能摆个闸串摊子 赚点小钱 足够生活用了 手里既然宽裕 就先把您帮我的那部分钱还给您 班主任老赵一听这话 也是有些哭笑不得 直接上前拍了拍徐夏阳的肩膀 不假思索的一口回绝了 行了 你卖闸串能赚几个钱 好好读书 少摆摊 认认真真的把片科那些都给补回来 这才是要紧的 等你考上大学了 随便摆摊 都没老师管你 老师 帮你交这个借读费的事情 你不用操心 我赵某人在义中干了这么多年 哪年不给学生花几个钱 徐夏阳见到赵老师那坚定的表情 一时间有些无奈 只能使出杀手锏了 一脸为难地看过去 赵老师 这我是十分相信 您肯定是一言九鼎 在家里也是一家之主的 不过 这钱也有师母的一份才对 您不能直接一言堂 也帮师母决定了 不用还呀 此言一出 赵老师瞬间脸色一变 心虚地左右看了看 急忙把徐夏阳 拉到走廊的角落里 你小子别给我乱说 这个钱 那是你师母点了头的 要不然我也拿不出来啊 说着 更是再度心虚地咳嗽了两声 急忙四下打量了一圈 似乎生怕什么人过来 眼见无人 这才继续严厉叮嘱起来 要是让你师母听到你这么说他 他会觉得 你是把他当成小心眼了 在钱这个问题上 你师母是一向很大方的 是他主动同意我帮你交钱的 这个不能冤枉人的 但是 在小心眼这个问题上 他一向是小心眼的 要是被他听到 你说他小心眼 你小子就倒霉了 再加上你第一次月口没给他面子 这他正想要 还没等赵老师说完 走廊里突然响起一串 高跟鞋清脆的声音 班主任老赵瞬间哆嗦了一下 神色阴晴不定 看向徐夏阳的目光 也多了几分警告的意味 不该说的 别乱说啊 这钱先不着急还 提也不准提 徐夏阳一时间听得云里雾里的 压根没搞明白 更是满头问号 嗯 我啥时候没给师母面子了 师母也是咱们班老师 正当此时 大 俩人背后 高跟鞋站定 英语老师许娜抱着试卷 拎着包包 一脸时髦妆容 却是愁眉不展 老赵 你不去备课 在这耽误我早读干什么 赶紧走 班主任老赵听到这个声音 身子一僵 下一秒立刻换上一副笑容 转过身来 笑着连连点头 哎呀 英语老师来了呀 走走走 我这就走 这不 和学习不积极的落后同学 好好谈谈学习的事情 让他一定要把英语重视起来 那徐老师你安排 我就不插手了 说完 给了徐夏阳一个警告的眼神 只能麻烈地 从另一边返回办公室去了 徐夏阳还愣神呢 英语老师 徐娜直接皱起了眉头 随手将怀里那一摞试卷递了过来 目光严厉地盯着面前的徐夏阳 徐夏阳 哎 把卷子给同学发下去 一会儿下了早自习 你再去一趟我办公室 我看看 天天找数学老师问问题能考138 这以后天天找我背单词语法 能不能也把英语考上138 你等下了早读的呀 说完 直接转身走向了班级里 徐夏阳看看英语老师的背影 又看看手里的试卷 一时间也有些头大 不过为了高考能考上好一点的大学 就算是硬着头皮也得学啊 正当他准备回去教室的时候 目光突然撇到 走廊另一头 有几个脑袋扒在墙边向他这边打量 顿时好奇地转头看过去 乍一见到他回头 墙边的三个脑袋瞬间缩了回去 彻底消失得无影无踪 徐夏阳疑惑地皱了皱眉 倒是有也没当回事 听到教室里英语老师开始发脾气的声音 急忙抱着卷子跑了进去 老老实实地按照吩咐 把卷子发下来 虽然对他来说 听英语就像是听天书 但一想到偏科就考不上好大学 他也是只能使出十二分的力气 努力认真听讲 牢牢记忆 课上不敢有半点分心 只是 英语老师很明显 没打算就这么放过他 早读讲完试卷 夏克林一想 立刻抬头 看向教室最后面的角落 朗声开口 徐夏阳 吃完早饭到办公室找我一趟 说完 率先拎着包包 离开了教室 其他同学纷纷好奇地回头看过来 看得徐夏阳一阵面红耳赤 只能硬着头皮走上前面讲台 把月烤成绩单贴在了墙上 趁着其他同学 一窝风围上去看月烤成绩的时候 偷偷带着陈海 从前门溜去食堂 学校食堂一楼 人来人往 徐夏阳和陈海 就好像是两台无情的干饭机器 包子消灭机 大口嚼着包子 就着咸菜小米粥 还要塞点鸡蛋爱 吃得喷香 风卷残云 一向话不多的徐夏阳 逐渐倒是也和陈海熟了 打开了话匣子 奇怪了 咱们班主任赵老师的对象 也是咱们班老师吗 师母也教咱们 我怎么不知道 陈海塞帮子塞得满满当当 文言也是不假思索的开口回答 英语老师啊 你不知道 我还知道英语老师是副校长的女儿 这学校定制校服的制衣厂 就是英语老师的妈妈开的 也就是咱们班主任赵老师的丈母娘开的 不仅仅一中 县里还有二中和六中的校服 都是咱们班主任丈母娘承包的 徐夏阳刚把一个鸡蛋塞进嘴里 一听这话 瞬间惊愕地瞪大了眼睛 啥 我怎么不知道 你天天睡觉都从哪厅说的 陈海喝干净碗里最后一点小米粥 舒坦地摸摸嘴 一脸无辜地看向徐夏阳 就 随便打听一下就知道 你和赵老师关系那么好 你不知道 徐夏阳一听这话 顿时语色 这 还没等他说完 陈海已经兴冲冲地起身去添饭了 赚钱了赚钱了 我这回要多吃点 老大你赶紧去办公室吧 我就不跟你一起了 徐夏阳看着陈海 跑去窗口重新排队打饭 一时间也有些哭笑不得 这小子 一个国庆假期拉人报名 赚了可快有小一万块钱了 吃饭再也不用拮据了 要不然 之前可是能蹭则蹭 能省则省 根本不舍得这么吃 不过也保不齐是为了躲避 跟他一起去办公室 所以才用打饭的借口跑开了 徐夏阳无奈地叹了口气 只能默默地收拾好自己的餐盘 准备老老实实 独自去英语老师办公室挨训 自己还要好好消化一下 英语老师竟然就是师母这个重磅消息 那自己英语考了32分 这可是撞到师母枪口上了呀 还不知道 以后将会面对什么 那借毒费还钱的事 说不定也可以和师母商量一下 说不定比找班主任赵老师好使 除此之外 徐夏阳现在更是疑惑 陈海这个天天睡觉的家伙 究竟有什么秘密 到底是怎么打听到这么多消息的 不仅知道英语老师和班主任赵老师的事情 甚至还知道英语老师是副校长的女儿 更知道学校采购校服的供应商 是英语老师的妈妈开的厂子 这么多内部消息 他到底是从哪里听来的 果然陈海这小子除了学习不行 其他干啥都有一番门道 让人不佩服不行 正当徐夏阳端着餐盘 想回收点走的时候 目光突然撇到 三个人鬼鬼祟祟地躲在一旁的餐桌上 压根也没打饭 只是七七扎扎地凑在一起 互相推脱着什么 见到他走过来 那三个人反而把头低了下去 似乎不敢让他看到 徐夏阳将餐盘交给负责回收的食堂阿姨 疑惑得皱眉看了一眼 那三个奇奇怪怪的人 一时间也没认出对方的身份 不过见到对方也没找事 索性也懒得去管 只是心中存疑 转身离开食堂 眼见徐夏阳离开 趴在餐桌上低头躲避的三个人 瞬间松了口气 顿时皱着眉头互相埋怨起来 龙哥 我看那个徐夏阳 根本不认识咱们了 应该是没危险的 我不信 要不还是算了吧 这种狠人 躲着都来不及呢 为啥要主动联系他 我特别也不想啊 但是我舅舅非让我来 我也没办法 张龙看了看一左一右两个小弟 心情更郁闷了 尝试了一早上 他根本不敢靠近徐夏阳 回想起那天晚上 自己最崇拜的舅舅手底下 最厉害的小弟老三 当着自己全家人的面 被打得半死不活 浑身是血 就那么血淋淋的趴在地上 惨不忍毒啊 就连自己舅舅 都被一巴掌打掉了三颗牙 满嘴是血 简直是给自己留下了 无法磨灭的心理阴影 当场被吓尿 沙发都换新的了 原本当不良少年的 那骨子狠劲 当晚就被瞬间 被打得缩了回去 就连混到自己舅舅 那个地位的大混子 在社会上 都只是个小虾米而已 那自己不过是一个 学校里的不良少年而已 又有什么好嘚瑟呢 然而更可怕的是 转过天来 他第一次开车 送徐夏阳来上学 只一眼 他瞬间就直接明白了 那群人闯进自己家里的原因 竟然只是为了给徐夏阳面子 直接就被徐夏阳的背景 彻底吓破了胆 这一个月以来 他可都是低调低调在低调 根本不敢轻易出现在 徐夏阳的面前晃悠 放了学就赶紧回家 生怕哪天被徐夏阳撞上 看他不顺眼 再给他暴打一顿 可万万没想到 舅舅突然又给了他 一个艰巨无比的任务 去找徐夏阳 要一些注册营业执照的个人资料 还说是什么 让他和徐夏阳 缓和关系的大好机会 张龙烦躁揉了揉头发 咬牙切齿 我舅舅还让我早点把消息搞到手 最好中午就交给他 你们两个废物东西 谁都不敢上去打招呼 难道还让我自己去啊 此言一出 两个不良少年小弟 也是面面相去 大眼瞪小眼 正当三人一筹莫展的时候 陈海却是开开心心地哼着小调 端着重新打上的早饭 开开心心地回到餐桌上 继续风卷残云 乍一见到陈海还留在这儿 三个人瞬间眼前一亮 张龙比划了一个手势 三个人立刻直奔陈海 那个徐夏阳他们不敢找人 一个陈海 还是绰绰有余的 还没等陈海反应过来 三个人立刻从三个方向 同时坐到了餐桌上 直接将他围在了中间 陈海刚包干净一个鸡蛋 正要往嘴里送 突然出现的三个人 直接吓得他哆嗦了一下 目光有些惊恐地 看向坐在对面的张龙 龙龙龙龙哥 好久不见啊 张龙见到陈海 被吓得这个逼样 一时间倒是找回点 身为不良少年的自信 陈海 你最近跟着徐夏阳混 挺嚣张啊 早餐 都敢吃三个鸡蛋了 说着 当即就要伸手 去抢陈海手里的鸡蛋 陈海只愣了一秒 直接毫不犹豫地 将鸡蛋整个塞进了嘴里 大口嚼碎 龙哥 我这都是花钱买的 你就别跟我抢了 要打我就赶紧动手吧 张龙伸出去的手 愣在半空 一时间有些尴尬 但看着陈海 那视死如归的模样 倒是也知道 欺负这种耸祸 也没什么意思 当即尴尬地搓了搓手 默默收回来 瞎说什么 我什么时候说过 要打你了 别哆嗦了 找你有正经事 你跟徐夏阳走得挺近 帮我个忙 给我捎个话 陈海大口大口 嚼着好不容易赚钱 买来的鸡蛋 都做好了挨揍的准备了 可一听这话 顿时试探性地 小心翼翼 睁开眼看过去 稍个话 上次他虽然看到了 在校门口 徐夏阳半点不鸟 张龙他们一帮人的态度 但是并不知道 徐夏阳具体有什么背景 此刻也是将信将疑 仍旧提防着张龙 突然动手揍他的可能 张龙翻了个白眼 也不啰嗦 直接从口袋里 掏出来几张 叠好的申请表 递了过去 这几张表 上面有一些私人信息 身份证号和户籍 什么之类的 你让徐夏阳抽空填了 中午之前拿给我 这是要紧事 别耽误了 知道吗 陈海战战兢兢地 看着桌上 没打开的申请表 满脸狐疑 私人信息 你 你没有干什么 我不会出卖我老大 张龙文言 瞬间瞪起了眼睛 下意识扬起手掌 嘶 给你脸了是吧 然而还没等他动手 坐在他对面的三个人 瞬间全都瞪大了眼睛 神色各异 背后突然响起一道声音 我想起来了 你是那个混子 偷偷地歪上 之前在厕所里 欺负人的小孩 你要我个人信息 准备干我 张龙身子一僵 整个人绷直了 有点不敢相信 自己听到的声音 惊恐的目光 透露着几分询问 颤抖着 看向坐在对面的两个小弟 下一秒 啊 不关我们事啊 大哥 跑啊 还没等张龙反应过来 一左一右 夹击着陈海的两个小弟 撒腿就跑 在食堂里横冲直撞 吓到了不少同学 不过倒也不能怪他们反应过激 实在是一看到徐夏阳 就屁股疼 即便他们 没真正看见过 张龙描述的红毛老三 被揍的浑身是血的惨烈模样 也从后来老三包扎的 那么严实上 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 这徐夏阳 绝对是他们惹不起的很角色 当然是先跑为敬 陈海塞了满嘴的吃的 还没来得及咽下去 直接激动的 一把夺过了桌子上 折叠好的那几张申请表 瞬间邀功似的 从座位上窜了起来 老大 给 这就是他们搞得 鬼鬼祟祟的东西 肯定是想害你 张龙看着那几张申请表 从自己头顶越过 瞬间被吓得双腿发软 刚要扶着桌子站起来解释 突然脚下一滑 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瞬时就哭了出来 一张嘴 直接把所有事情 一股脑的全都交代了 大 大哥 我 我不是 饶了我吧大哥 这都是 我舅舅让我干的 他说要帮你 申请什么营业执照 说是有人举报你 你贪上事了 不不不 不是我们要找事 是有人举报 你在市场里违规经营 市场监管要下来查你 我们是为了帮你啊 大哥 这真不管我事 别去我家揍我了 我扛不住了 呜呜 徐下阳刚刚伸手 从陈海手里 接过来那几张申请表 压根都还没来得及 多说什么 突然就看到张龙 跪在地上哭天枪地的 一时间也有些猛逼 他根本不知道 郭旭他们 曾经为了自己那事 去过张龙家找事 更是不知道 张龙看到过 什么恐怖的事情 还以为这小子心理素质太差 仅仅只是 被踹了几下屁股 就被吓成这B样了 早饭期间的食堂里 人虽然不多 但是也不少 刚刚张龙两个小弟 逃跑的时候 就惹起不小的一片争议 现在乍一听到张龙的哭喊声 瞬间又吸引了 很多人的注意力 明眼人一看 瞬间明白了怎么回事 徐下阳的名声 还不算多么响亮 没那么多人认识他 可张龙在学校里 作为作福 却不止一天两天了 在他们眼里 徐下阳长得又高又壮又黑的 此刻 正把一贯喜欢欺负人的张龙 揍得跪在地上哭 瞬间所有人眼里 都多了几分敬佩和活该的意味 暗暗催了几口 恶人自有恶人魔 徐下阳见到那么多同学 驻足观望 瞬间也是尴尬得不知所措 急忙去拉扯跪在地上的张龙 别这样 你别这样 快起来 你好好说 谁举报我 你舅舅 哦 赵刚啊 他要给我申请什么 营业执照 眼瞅着食堂里 微软的张龙连拖带拽地拉了出去 这一幕落在一众吃早饭的同学眼里 瞬间更是七嘴八舌地传开了 新来的笑霸 直接把之前的笑霸 打得跪在地上求饶 张龙不服 又被新来的笑霸 拖出去暴揍一顿 服了 吃个早饭的功夫 徐下阳也没想到 自己直接成为凶神恶煞的新笑霸了 不过 在食堂外面隐秘的角落里 张龙终于确认了 徐下阳没打算动手 情绪也一点点缓和了下来 老老实实 清清楚楚地 把事情原委交代了得清楚 徐下阳翻看着手里 那几张正规的申请表 微微皱眉 那个市场管理 赵刚 为什么要主动帮我 而且 我也没得罪过谁 为什么有人举报 我在市场上无正经营 我们那夜市上 有几个持正经营呢 这不是损人不利己吗 张龙此刻 也才刚从恐惧的情绪里挣扎出来 仍旧脸色煞白 带着哭腔 连连摇头 我 我不到啊大哥 我就是个跑腿传线的 能放我吗 只是快速看了一眼表格 你等会 还有几个问题 这个申请表 是一人份的吗 什么时候给你 多快能办好 还有 你舅舅没说检查的人 什么时候来吗 张龙此刻 已然欲哭无泪了 不过既然没挨揍 那一时半会 还能坚持住 中午给 明天就能办下来 你 你要是想弄两人 就得中午之前 打印填写出来 下礼拜一 检查人就去 也就三四天的功夫 主要就是茶闸串摊 和那个煎饼摊 除了无证经营之外 还有些拉人头的查证和询问 别的我真不知道了大哥 这就是我舅舅告诉我的全部了 徐夏阳这时候深吸一口气 也算是大概明白过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难理解 应该是夜市上 有些没加盟 他们小吃培训班的摊主 看到他们赚钱火热 这才向上面举报了 检查的重点 就是他和马大明的摊子 无证经营这事 抓到了肯定要罚款 勒令整改 耽误生意不说 对他们小吃培训班以后 招揽学员也有影响 看得出来 举报他们的人 这是最知道摆摊的软肋在哪 估计检查那几天 为了避免被殃及到 举报的那几个人 肯定不会出摊了 不过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联系上马大明 中午之前 让他也把这个申请表填一下 争取一起把营业执照办下来 到时候面对检查 最起码摆摊这件事 是合法经营 没什么问题 至于小吃培训班 他倒是不觉得 有什么违法的地方 到时候随机应变就好了 念及如此 徐夏阳看了一眼 完全失去了不良少年气质的张龙 微微皱眉摆了白手 走吧走吧 对了 以后别欺负陈海 有那时间 好好学习比什么都强 争取考大学 尤其是别打扰我考大学 张龙刚听到释放他的那句话 就直接窜了出去 后面依稀听到几个 欺负陈海和考大学的字眼 也只能激动地连连白手回应 知道了大哥 我下次一定改 话还没说完 人已经跑没应望 陈海此刻倒是疑惑地挠挠头 看着徐夏阳手里的申请表 老大 咱们这在学校里 上哪句复印啊 叮铃铃 正说着 早上第一节课的铃声 突然想变整个校园 徐夏阳猛地哆嗦了一下 突然想起了什么 糟了 英语老师 徐夏阳光顾着拉着张龙 问清楚申请表的事情了 一时间忘记了英语老师 让他早读结束去办公室的事情 早上两节课 分别是数学和化学的 课间十分钟不够用的 他也只能硬着头皮 先好好上课听讲 听到了上午时间 充足的大课间 再去办公室挨训 不出意料的 数学和化学课 都讲了月考试卷 在数学课上 徐夏阳可是屡屡被夸奖 更是多次被数学老师 点名上黑板写解题思路 俨然成为了数学处 化学课就难过了一点 化学老师是有些上了年纪的老头 拿着试卷 一个劲地提问徐夏阳 他回答不上来 老头就兢兢业业地 在黑板上大写版书 油浅入身 举一反三 将知识点讲透彻 基本上一节课下来 徐夏阳大半时间都是站着的 偶尔也有其他几个化学 考得不好的同学交接班 化学老师完全一视同仁 不会就讲 也不着重批评什么 再加上化学老头精力丰富 爱好开玩笑 化学课上反而气氛轻松 笑声一片 即便有人被点名答不上来 也没有那么难堪 仔细听着老头细致讲解就行 反而会加深印象 牢牢记住知识点的拆分和讲解 两节课下来 徐夏阳不敢耽搁 第一时间拿上了英语课本 和试卷直奔办公室 再等下去 他只怕是鞋底不要被抠烂了 早上就放了英语老师的鸽子 这会儿 还不知道即将面对的会是什么 砰砰砰 他刚敲响办公室门 里面立刻就传来一道清脆的声音 请进 徐夏阳推门而入 报告 立刻就看到几个同样打扮 时髦的英语老师凑在一起 叽叽喳喳地讨论着什么 涂着手游 说得那叫一个开心 徐纳正聊着天 一看到徐夏阳进来 脸上笑意瞬间收敛 带咕噜的椅子轻轻一蹬地面 立刻流畅地 滑回自己的位置上 随手拿出月考成计单 过来吧 你还真难等啊 大早上的见不到 特意可见操过来 徐夏阳听到这话 瞬间感觉头皮发麻 只能尴尬着 老老实实走过去 老师 对不起 徐纳见到他上来就认错 也没找什么借口 目光瞬间缓和了几分 不过却是轻笑一声 别 你花钱来上学 没什么对不起老师的 对不起的 只有你自己 英语 你考了32分 我的理科大天才啊 你这是不打算考大学了呀 只剩下一年 你就算是想要搞数学物理竞赛 拿保送名额 这也晚了呀 所以 你明白 我为什么找你吗 徐夏阳听了这简单几句话 瞬间羞愧的面红耳赤 老老实实点头 明白 我肯定加倍努力学英语 争取把片科补回来 徐纳文言 又看了看月考成绩单 轻轻叹了口气 英语这门学科 其实挺大程度上 看先天语感 预感好的 倍倍单词 熟记词组用法 成绩基本不会太差 很好弥补 预感不好 那就真是难上加难了 来 我这里有几个题 你先凭感觉做一下 我看看 徐夏阳看着英语老师 推过来的一本参考书 也不敢怠慢 立刻接过笔 认认真真审题做题 然而 三年前他就不擅长这门学科 三年的荒废之后 就更不要提了 根本就是这些单词认识他 他不认识这些单词 凭着感觉给出答案之后 就只能等着英语老师的宣判了 徐纳看着那几个选择题 紧皱着眉头 却是逐渐舒缓开来 点了点头 行 也不算是一点底子没有 当然 你这里面肯定也有蒙的成分 从今天开始 我会点你制定复习计划 每天早自习结束 都过来 我要检查你墨写和听读 有困难吗 徐夏阳文言松了口气 急忙摇摇头 没困难 我一定来 徐纳点点头 这时候却是放下参考书 弯腰拉开了抽屉 两套秋冬的 夏天的 等明年我再给你拿两套 你就不用定了 两套也好换洗 拿回去吧 尺码不用看了 按照最大码做的 肯定够你穿了 不合适再跟我说 我去给你换 徐夏阳看着桌上 被推过来的两包新校服 一时间有些受之有愧 之前自己困难 连借读费能不能交上都不知道 接受帮助也就算了 可现在自己摆摊家做生意 也赚了六万多了 这时候 就有些没理由继续接受帮助了 老师 我定了校服 我能定 这个 真不用麻烦了 徐娜文言 瞬间眉头一挑 今年都还没开始订校服呢 你去哪订了 此言一出 徐夏阳瞬间哑然 啊 这还没开始吗 徐娜向后挪了一下 目光自然落到 他那不够长的老校服裤腿上 脚踝都露在外面 这等秋天降温了 冬天下雪了 你还打算露着脚脖子 拿着吧 别动坏了 到时候坐轮椅来上课啊 说着 徐娜也不起身 直接脚底轻轻一踹 立刻端着杯子 滑到了饮水机旁 给自己打水 徐夏阳此刻也有些 不知道怎么解释 毕竟是师母的一番好意 要是当着办公室 这么多老师的面前拒绝掉 估计也会让英语老师 有些尴尬 要不就是先收着 等回头把助学金的钱 还回去的时候 一并添在里面就是了 念及如此 他立刻笑着点点头 抱起两包校服 好 谢谢徐老师 说着 他当即准备转身离开 突然看到办公室里 有老师在操作打印机 顿时眼前一亮 申请表 念及如此 他急忙返回英语老师办公桌前 老师 我还有一个事情 那个打印机 能帮我复印几张表格吗 徐娜刚喝了口热茶 文言顿时疑惑地抬起头来 看了一眼 正在打印机旁边 取卷子的女老师 你过去吧 那个 小林老师啊 你帮我学生复印几张表格吧 麻烦你拉亲爱的 小林老师文言轻笑一声 不麻烦 让他过来吧 徐夏阳松了口气 连连笑着向英语老师鞠躬 急忙跑过去 复印申请表 等他走后 小林老师 却是又从打印机里 夹印了一张表 疑惑地皱着眉头 拿到了许娜的办公桌前 娜娜呀 你这个学生 要申请营业执照 他不是贫困生吗 你家老赵知道这事吗 许娜只看了一眼 顿时皱起眉头 营业执照 这孩子 回头我让老赵问问 说不定是帮家里打的 也不一定是他 老你费心了 上午最后一节课前 徐夏阳站在校门口 皱着眉头等待 终于 马大明开着一辆大众车 压着点赶了过来 一下车 身上仍旧是那套 摆摊的围裙装扮 急急忙忙跑到了门卫港亭前 什么事 这么着急 幸亏我前两天刚买的手机 要不你还联系不上我了 徐夏阳直接把自己填好的表格 放在一边 让马大明填写新的 马大明也不多问 让填什么就填什么 一边填一边看 营业执照 你怎么突然着急 申请这东西了 赵刚不都把市场管理费 退给咱们了 以后估计也不敢来查了吧 还用申请吗 虽然嘴上多是疑问 可手里却没停下来 他对徐夏阳的决定 一向是信任的 毕竟要不是徐夏阳的主意 他现在也不可能这么赚钱 又多了一个摆摊之外的门路 徐夏阳闻言看看时间 自己也该回去上课了 只能长话短说 这就是那个市场管理的 混混头子赵刚给的 夜市市场里 有人打电话去市场监管 给咱们举报了 上边下礼拜要过来查 赵刚有关系 可以让咱们加塞 把营业执照办下来 明天估计就能拿到手 到时候应对检查 好歹也有点底气 就是听说 举报的人还说了 咱们拉人头教学员摆摊的事 也要让人家过来一块查查 马大明填完基本信息 已然是满头问号 拉人头也得查 咱也没犯法 查什么 法律规定不允许收钱 教人摆摊了 徐夏阳见到他那抬杠的样子 一时间也有些哭笑不得 拿起两份申请表 来回检查了一下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 我也不知道 你先回去摆摊吧 既然有人要检查 就索性好好配合 人家检查得了 到时候查出什么问题 我们就改什么问题 正好也省得我们 没头苍蝇一样 去准备不该准备的 我想 营业执照有了 问题应该不大 至于咱们合作加盟的那些摊主 他们也不是重点目标 应该也不会被查 叮铃铃 刚说完 上课铃声就响了起来 徐夏阳来不及多说什么 只能摆摆手 直奔高三教学楼跑去 看着他离开 马大明倒是一头雾水 嘀嘀咕咕骂肩 真是看人拉屎 他屁股疼 教人摆摊 赚点钱咋了 这么见不得别人好 看了一眼还在港亭里 喝茶的门卫老头 他立刻换了一副 笑脸点点头 转身开车离开 快到中午摆摊的时间了 他得回去开工 一节课结束 趁着中午放学 其他人吃饭的功夫 徐夏阳跟着一脸哭响的张龙 一起赶往校门口 把申请表交给赵刚的人的同时 最好也能问问具体的情况 说不定还能提前做好准备 张龙手里捏着两份申请表 走在前面 目光紧张地四下张望 眼看还没发现自己要找的人 顿时差点哭出来 大哥 要来拿申请表的人还没来 要不 你就先回去休息 我自己交给他就行了 你跟着 我害怕 徐夏阳也在校门口的人群里 寻找五颜六色的脑袋 微微皱眉 你怕我干啥 我就是跟着来了解一下情况 万一你撒谎了 拿我们的个人信息 是做别的呢 我不得盯着你点 张龙一听这话 更是欲哭无泪了 心里那叫一个后悔 早知道 就不应该答应舅舅这份差事 现在是骑虎难下 想躲也躲不开了 俩人刚走到门口 一个染着绿毛的小混子 就从马路对面的小巷子里走了出来 大摇大摆 十分自信地直奔校门口 绿毛刚走到一半 突然愣在了原地 目光直勾勾地盯着 站在张龙身后的徐夏阳 突然开始打颤 瑟瑟发抖 刚想转身逃走 又一脸纠结地转过身来 看着张龙手里捏着的申请表 他不得不一番挣扎过后 硬着头皮继续上前 张龙乍一见到人过来 瞬间激动地 都快要掉下眼泪了 五哥 你终于来了 赶紧把我老舅 要的申请表拿走 以后可千万别找我了 说着 当即就要把申请表 塞到绿毛的手里 可突然 徐夏阳直接从一旁伸手 接过了两份申请表 皱着眉头 走到绿毛小混混面前 这些表 是两个人 赵刚都能办 绿毛小混混 此刻也是下意识咽了一口唾沫 连连点头 能 能办 徐 徐兄弟 这 没得罪你吧 我们老大也是一片好心 他上次虽然没在场 但是也见到了三哥红毛 和老大被揍的那B样 自然明白徐夏阳的背景分量 此时此刻 还能站在这里不跑 已经是莫大的勇气了 徐夏阳疑惑得挑挑眉 得罪我 怎么会 我只是好奇 我和赵刚好像也没什么交情 有人举报我 他又是帮着通风报信 又是帮我们注册营业执照的 这么好心 绿毛文言 终于稍稍松了口气 挤出一副笑脸 徐兄弟 我们这也算是不挨打不相识了 毕竟见了两面 你揍了我们老大两回 这事个人都害怕呀 最主要不是怕你 是怕薛老大呀 这 给个机会 咱们交个朋友 缓和缓和关系 这检查的事 我们老大一准帮你找人评了 大事话小小事话了 走个过场就收了 徐夏阳文言 倒是颇为意外 轻笑着点点头 原来是因为凯歌的关系 那行吧 麻烦你们了 不过 咱们之间本来也没什么矛盾 交朋友 也可以 没必要这么怕我 我确实是啥也没干 对于绿毛这副战战兢兢的态度 他倒是感觉有些哭笑不得 他可不记得 自己跟这些人动过手 但 如果是因为害怕得罪薛凯 倒也是合情合理 毕竟县里这群混子 可都是看着薛凯脸色吃饭的 想要主动讨好一下 自己这个名义上的薛凯小弟 也是正常 随即也就把手里的申请表 交给了绿毛 绿毛拿到东西 瞬间松了口气 笑着连连点头 一个劲儿的奉承 徐兄弟愿意交朋友 那可就太好了 对了 我这还没给徐兄弟贺喜呢 听说子良和你妹妹 去市里买了套大房子 还买了车 真跟着薛老大干上工程了 这以后 你和你妹夫 那可都是薛老大的兄弟了 前途无量 前途无量啊 嗯 挺好 徐夏阳脸上神色如常 没什么喜怒可表达的 现在 他自己的事情 都还忙不过来呢 没空去管小黄毛 和白眼狼妹妹 是买车还是买房了 能混得好 是他们自己的本事 就像是薛凯电话里头说的那样 将来那小黄毛要出事 不牵连到他就最好 其他的 也不关他事 绿毛老五 本想趁着关系缓和 赶紧说两句好话 可没想到 却换来如此平静的反应 一时间 反倒是 给他整得愣在原地 有些不知所措了 只能急忙接过两份申请表 尴尬点点头 那 徐兄弟 没啥事 我就先回去给老大回话了 营业执照办好 我还让小龙给你捎回来 徐夏阳点点头 露出一抹友好的笑容 嗯 辛苦了 改天去吃闸串 我请客 说完 立刻头也不回的 转身直奔的食堂 中午时间宝贵 他可还要赶紧吃了饭 回去宿舍好好睡一会儿 除了赵刚助攻 下礼拜一的市场监管检查 自己也不需要怎么去操心了 到时候 自然有解决办法 不过 被人举报这事 的确需要重视起来了 其他需要办的手续 也都要忙活起来才行 绝对不能有下次 绿毛老五站在校门口 看着徐夏阳那急匆匆的背影 也是一头雾水 经不住的嘀咕 这什么习惯呢 放着好好的社会不混 非要卖闸串赚钱读书 真没见过 但不管怎么说 对方也是薛凯的小弟 自己可没那个胆子质疑 只能按吩咐拿东西回去复命了 另一边 市里 湖畔人家小区 刘先生 这套房子产证面积128平 非常适合您这样未来的三口之家 现在有眼光的人都投资买房 您这是选对了 您要是能定 今天只需要交二十的首付 年底前就能拿到房产证 这房子就是您的了 销售的笑脸都快贴到脚面上了 在一套毛皮房里侃侃而谈 旁边 刘子良身穿牌子货 一头黄毛欣染的鲜艳发亮 满脸得意地拎着小皮包 在徐秋莹面前显摆 怎么样媳妇 是不是小了点 他们这好像也没有更大了的 不行 咱们就换个楼盘继续看 早跟你说过 跟了我 不会受委屈吧 徐秋莹也换了一身 崭新的商场牌子货 特意选了一件泥子风衣 整个人看着也成熟了不少 就是那脸上的稚嫩 无从隐藏 此刻 目光里满是激动的星光闪烁 有些怯场地抓住 刘子良的胳膊 子良 怎么这房子灰秃秃的 一点也不好看啊 大事够大了 可现在还不能住吧 此言一出 刘子良和一旁的销售 都跟着笑了起来 媳妇 你懂不懂啊 这叫毛皮房 后面你喜欢啥样的 就按照啥样装修 是不是 对对对 毛皮房 刘先生还是很有眼光的 这可是咱们县里 为数不多的县房销售 换其他楼盘 甚至连房子都还看不到呢 装修的话 我这边可以帮您推荐 现在动工 年底之前 您一家子就能住上 徐秋颖听着俩人的笑声 脸上也有些微微泛红 露出一抹不好意思的笑容 行 我觉得挺好的 挺喜欢 子良 今天就买吧 刘子良黑黑一笑 直接拍了拍自己的皮包 买 你老公有钱 现在那是干大工程的 有的是钱 走 交钱 咱们直接给一半 剩下的也搞那个什么贷款 一个月还个几百块钱就行了 方便得很 对吧 销售一听这话 更是激动的连连点头 对对对 总价二十万出头 您要是交十万 那贷款三十年 月工也就五六百 根本没压力 我这就给您安排出合同付款 您跟我这边来 在销售的引领下 刘子良和徐秋颖 有说有笑的到了购房中心 就等着那边出合同 签字交钱了 趁着这功夫 徐秋颖却是有些担忧的 看向刘子良 子良 之前薛凯说你 欠了一百五十万的赌债 吓死我了 那钱怎么办啊 刘子良吃笑一声 摆了摆手 就凭我跟我大哥的交情 一百五十万的赌债 算个屁啊 直接一笔勾销了 这不 现在都开始把工程交给我做了 我投进去三十万 等这一工段做完 基本就能回本 以后 你老公也是当老板的人了 你和儿子 就跟我想福吧 徐秋颖文言 稍稍松了口气 眼里却是闪过一抹怨恨 哼 说归说 你大哥上次 可是很没给面子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跟我要占 尤其是我哥一直看不起咱们 出了这事 还不知道怎么笑话咱们呢 现在 我都没脸回去县礼了 说着 一脸埋怨地看向刘子良 你呀 听我的 就别投资太多 主要是跟着薛凯学医学经验就行了 等咱们家拆迁款下来 就不跟着他干了 我反正觉得 你这大哥不像好人 对你也不咋地 以后还是要防着他点 刘子良择了一声 皱起眉头 做生意上面的事情 你懂什么 现在我三十万投进去 等这工程标段干完 至少四十万拿回来 干什么能比干工程 还赚钱 薛凯手里 那可是还有好几个两三百万的 大项目大工程 只要能干上 一年少说 也赚个几百万 我就是想干 老大都不一定让我干 三百多万的拆迁款 肯定得想办法做大工程啊 徐秋莹别别嘴 却也不知道怎么反驳 反正 我是觉得 把拆迁款都投进去做工程 有点风险太大了 咱们孩子还没出生呢 总归也该给孩子留点 我不管 拆迁款下来 必须给我留下点 不能都花了 刘子良吃笑一声 无所谓的摆摆手 行行行 富人之见 头发长见识短 到时候 我给你留十万 够了吧 你呀 就老老实实安胎 确保给我生的大儿子 让我妈高兴高兴 别的事情少操心 行了 那边弄好了 我去交钱 这以后就是咱们家了 说着 他立刻兴冲冲地 跑去签合同交款了 除去投入工地上的三十万 卖妖子的钱 他还剩了二十万在手里 毒 一时半会儿是不敢了 先把房子买上 也能心里踏实一点 徐秋莹也不放心 紧张地亲眼看着刘子良 从皮包里 拿出一达一达的现金 拍在付款台上 亲笔签了合同 这才心满意足地松了口气 买了这套房子 再装修好 那不管以后遇到多难的事 自己和孩子 也算是有个安家落脚的地方了 就不信 再怎么出问题 还能把那么大的房子 折腾没了不成 弟弟 刘子良伸手按下遥控器 不远处停着的新车 立刻闪烁车灯 应声而响 瞬间得意地上前拉开车门 嘚瑟起来 走啊媳妇 我带你去市里吃好吃的 你想吃啥随便选 徐秋颖开心地 拉开副驾驶车门坐了进去 满眼兴起的 妈撒着新车内饰 突然感动得 两眼泪光闪烁 子良 我还是不敢相信 这么快 咱们就买车买房了呀 这新车 我怎么做都做不够 太好看了 刘子良一脸得意 笑着起步 一脚油门开车上路 你老公有本事吧 别管 你那失了眼的亲哥 怎么埋怠我 我就是比他有本事 他会傻啊 在那破工地外面 摆得贪卖闸串 辛辛苦苦几个月 能赚出我一辆车的钱 这车全款下来都九万多 我眨一下眼了吗 哎 你老公我才是赚大钱的 以前是不稀罕赚小钱 让你哥也学着点 徐秋颖文言也是万分得意 舒舒服服地靠在椅子上 文言 也是不吝啬夸奖 那是 我就说你肯定会有出息的 你就不是那种适合打工的人 就是当老板的命 我看人看得准 此言一出 车里俩人都得意地笑了起来 深以为然 车走上路 红灯路口停下 徐秋颖好奇地拿出 随车的介绍手册 翻看起来 同时也开口说出了心中疑问 对了老公 你工地那边 不是才刚刚投资了三十万吗 这买车买房 又花了差不多二十万吧 五十万 你从哪弄的 之前光顾着关心 你把赌债还上的问题 忘了问这个了 你咋赚的呀 他一边说着 一边好奇地看向刘子良 之前一直沉浸在买车 买房的兴奋之中 他还真有些忘了问了 现在才反应过来 工程不应该是干完了才有钱的吗 这还没干完 就赚到钱了 刘子良闻言 瞬间有些心虚 扣了扣鼻尖 目光躲闪着 编了个借口 啊 那什么 我之前在赌桌上赢得呀 哎呀 玩牌就是这样 有输有赢 之前一百五十万不算个啥 我这不用赢了五十万 做生意的钱也有了 买车买房的钱也有了 以后我也不玩牌了 就是踏踏实实地干工程 赚大钱 徐秋颖微微皱眉 有些将信将疑 赌桌上赢得 可你不是 还有一百五十万的赌债 就算赢了 你大哥也会让你先还债吧 这怎么会白白给你五十万 还让你 用这个钱 去投资他的工程 这不是花他的钱 做他的生意 赚的还都算你的吗 我怎么看你大哥 不像是有这么好心的呢 没等他说完 刘子良突然从车窗探出头去 急躁地连按喇叭 弟 弟弟弟 妈的 会不会开车啊 绿灯亮了 不会走啊 操 开啊 等我帮你踩油门啊 随着他一阵怒骂 前面挡着的汽车 急忙起步离开 刘子良也有些烦躁的 一脚油门过路口 速度直线飙升 引擎轰鸣 强大的推背感 直接晃了徐秋颖一下 瞬间被吓得脸色煞白 急忙抓住了车窗边框和座椅 子良 你 你慢点看 蝶晃着孩子 刘子良听到这话 猛踩油门的脚 这才松了下来 车速也逐渐趋于平稳 慢慢降了下来 微微皱眉 看向徐秋颖 你把那个安全带系上 什么都不懂吗 赶紧说 吃什么 我好带你去 徐秋颖有些被吓得 没缓过劲来 急忙摸索着安全带 却是第一次用这玩意 不知道怎么系上 子良 这 这怎么系安全带啊 刘子良直接伸手扯过安全带 一把扣上 神色多少有些不耐烦 就不爱带你出来 什么都不懂 别问那么多了 我赚到钱 够给你花的就行了呗 问问问 开车的时候 能不能少说话 徐秋颖紧紧握着安全带 被刚刚那一脚油门加速 吓得心脏仍旧蹦蹦蹦地乱跳 眼泪都开始在眼眶里酝酿了 听到这话 也不敢反驳什么 只能闷着头不说话 刘子良抽空瞥了他一眼 见到那委屈的表情 心里也不得劲 哎呀 好了 刚刚都怪前面那个臭傻子 绿灯了还不走 我就是跟他嚷嚷呢 你别操心了 以后好吃好和我养着你 你就安安心心等着把我儿子生下来 走吧 咱们这买了房子 我可能得忙一个来月吧 就先不回家了 想我了就打电话 徐秋颖眨眨眼 泪珠就从眼眶滑落 挂在脸上 他吸了吸鼻子 抹掉眼泪 也识趣的 没有继续追问五十万的事情 不打算继续打听了 嗯 你给我点钱吧 我手里不多了 回县里 你妈做饭 我吃不惯 刘子良叹了口气 直接探手 从前控台上拿过自己的皮包 随后扔到了徐秋颖手里 都在里面了 你自己拿吧 买车我也不是全款买的 也是贷款 就花了四万多 剩下的钱 我留着平时请兄弟吃饭什么的 你多拿点 徐秋颖红着眼 打开皮包 乍一见到里面三落红钞票 微微惊讶地张开了嘴巴 刚刚的委屈突然淡化了不少 这么多 我 我拿一摞行吗 说着 也已经伸手从皮包里 拿了一摞钞票出来 脸上带了几分笑意 刘子良本想拒绝 可看到徐秋颖脸上出现了一点笑意 他竟也跟着笑了起来 行 拿 我媳妇吗 拿定钱怎么了 我在这边吃喝 都有人包 这样 我住的地方还有几万块 够我交约工了 这三万你都拿回去 也给我爸妈买点东西 你平时想吃啥就买点啥 行吧 徐秋颖一听这话 立刻开心地把三落钞票都拿了出来 全都塞到自己的包包里 好 那我都拿着 走 我们去吃好吃的 吃 吃 他们说的那种带火锅的自助烤肉 你吃过吗 我也想吃 刘子良此刻心情也是说不上来的有点好 当即笑着点头 好 媳妇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烤肉吗 带个火锅那种 吃过 当然吃过 这就去 哇 崭新的车子从路上驶过 直奔市里最繁华的商场 基本上有什么新开的好吃的饭馆 都在那边 很好找 很快就找到一家 一个人68块钱 不算便宜 倒也不算贵 徐秋颖罕见地开心起来 吃到一半 刘子良放在桌上的手机 突然响了起来 看了一眼手机后 她立刻认真起来 拿起手机冲着徐秋颖示意一下 转身直奔电话 在一个人少的角落 接通了电话 喂 老田 小刘啊 最近多吃点好的 把身体养一养 那种便宜的烤肉火锅 没什么营养的 刘子良乍一听到这话 瞬间心里咯噔一声 急忙向着四周看去 可商场里到处都是人 他也分不清 到底是谁在监视他 只能略带愤怒的 质问电话那头的人 老田 你特么找人跟踪我 话音刚落 对面却是咳嗽了两声 嗨嗨 小刘啊 说什么跟踪不跟踪的 我可是花了二百万啊 带你老婆买了车 买了房 挺好 说明你是个顾家的人 最起码有顾忌 医院那边已经安排好了 过几天等我消息 去提前办住院 下午 我安排人送你老婆回县里吧 就别推辞了 等等 刘子良一把按住车门 看了一眼满脸 毫无戒备的徐秋莹 又看了看后视镜里司机的脸 虽然看那司机 不像是什么凶恶的人 却也皱着眉头 深吸一口气 媳妇 你回去的时候 先去一趟你哥那里 现在有钱了 你把之前从家里拿的钱 还给他 就说你老公赚大钱了 不稀罕 花你父母的存款 剩下两万 也够你在家花一段时间了 明白吗 徐秋莹疑惑得瞪大双眼 一时间有些被逗笑了 不是 老公 你说什么呢 那是我爸妈留给我的钱 我就应该花 凭什么还给他 再说了 他都不让我管他叫哥 还说我不是他亲妹妹 我才不想再去找他呢 碰 刘子良突然皱着眉头 不耐烦地用力拍了一下车身 等着嚷嚷起来 让你去你就去 让你给你就给 废话那么多呢 趁早把钱还给他 让他给我打个电话 就说 薛凯有事让我交代他 他肯定打 别忘了 先去你哥那 说到你哥这俩字的时候 刘子良下意识地咬中了一些 满是担心地 看向开车的司机 徐秋莹有些被他这喜怒无常的脾气给吓到了 只能撇撇嘴 拽紧了庄前的包包 哦 行吧 不过我给是给 他要不要就不关我事了 本来就是爸妈留给我的钱 刘子良皱着眉点点头 电话就算他不打回来 你也要打给我 明白吗 说着 又感觉自己有些过于激动了 只能深吸一口气 稍稍贫富下来一些 有些无奈地看向徐秋莹 再说了 咱们俩现在买了车又买了房 还有钱给他 也省得他总跟外人说三道四 说咱们过得不好 到处败坏咱们的名声 等到了年底 房子装修好了 我就接你到市里来 以后不想见你哥 就都不用见了 永远清闲 徐秋莹感觉 自从刘子良吃饭的时候 接了个电话 就越来越磨叽了 从商场出来 等车的这段时间里 来来回回叮嘱了很多东西 让他还有点不适应 此刻却只能皱着眉头点点头 好了 我知道了 我等你回去接我 忙完了就早点回家 可不准继续去赌了 刘子良有些心不在焉的白白手 行了 知道了 这一个月我工地这边很忙 没啥要紧事 你也先别过来 等我收拾完了 就通知你了 走吧 回家去吧 别忘了 让你个打电话过来 碰 随着车门关闭 刘子良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徐秋影 坐上老田安排好的车 返回县里 等车子离开视线 他转身走到自己车前 再度拿出了电话 犹豫再三 还是拨通了出去 喂 你安排的人已经走了 我可告诉你 别想乱来 我媳妇的亲哥哥 可是薛凯的兄弟 到时候出了什么事 薛凯可能不管我 也不可能不管他这个小兄弟 你最好弄清楚一点 我答应给你个妖子 就没想过后悔 少给我整威胁那一套 话音刚落 电话那头就传来老田 有些疲惫的声音 好了 别废话了 市立中医院 已经打好招呼了 你就过去自报姓名 会有人接待你的 这周内会安排手术 以你的身体 一个月之内就能下地行走了 基本和普通人 也没什么区别 我要你老婆孩子又没用 也懒得操心他 还有什么哥哥弟弟的 你听话就行 刘子良挂断电话 暗骂了几声老东西 可思索再三 这件事 他也不敢真的反悔 只能先去医院 再想办法稳住那个老东西 说不定肾脏移治之前 老田就直接暴毙了 也说不准 自己钱也不用还了 腰子也不用给 当时为了两百万 果断答应给出腰子 他眼都没眨一下 满脑子想的 都是赶紧把窟窿填上 根本没在怕的 可现在 买了车 也买了房 老婆还怀孕了 自己也坐上工程了 真的是人生得意 处处成功 十全十美了 这时候 他一想到 自己要挨上一刀 切一个腰子下来 心里反倒是就有点打住 真不敢随便拼命了 自己的命 现在金贵啊 但不给腰子 别人也有的是办法拿走 刘子良只能暂时屈服 开上车 直奔电话里 说的是离中医院 走一步看一步了 等他到了医院 门口果然早就已经有人等着了 立刻迎上来 主动带着他去了住院部 办手续 开检查 一切遗弃呵成 很明显 是早就打好招呼了 等老田安排的小弟 去去检查报告的时候 刘子良就自己坐在办公室里 和医生一起等着 有些无聊的 四下打量了一圈 搓了搓鼻子 突然拖着凳子靠近了一些 眼神直勾勾的看向 医生 大夫 这人有一个肾就能活 为啥要长俩呀 那就剩一个的话 有啥坏出不 医生皱着眉头 看了他一眼 能活着 和能活好 是两个概念 只剩一个肾脏 短期内看 没什么确切的影响 也照样能正常完成代谢 保护得当的话 对于寿命 也没什么明确的影响 就是体力方面会欠缺一点 以后最好不要过度劳累 不要喝酒抽烟 平时多注意点 你是不想给病人捐赠肾脏吗 这个完全自愿 你如果不想做 一定要在手术前明确提出来 刘子良刚要开口 身后拿检查报告的人 已经推门进来了 他只能将心里的话 又验了下去 老老实实地推到一边等着 医生检查完了所有报告 轻轻点了点头 没问题 一切正常 身体挺健康的 手术已经预约好了 等双方家属来面谈的时候 就会安排你们 签署手术通知书 在那之前 有什么顾虑和想法 尽早提出来 说着 医生的目光 也是带有几分催促地 看向刘子良 毕竟这话 只能从捐赠者嘴里说出来 自己身为主治医生 肯定不可能这时候 主动劝说捐赠者放弃 一切手续他都看过了 都是合法的 不管是找了关系 还是走了流程 总之程序合法 那自己 也就没有任何失职的地方 拿报告进来的眼镜男文言 顿时皱起眉头 看了一眼旁边的刘子良 你有什么意见吗 刘子良做出一副茫然的样子 摇了摇头 我 没意见 我都自愿 一切听安排 见到他这么老实听话 眼镜男的神色 也就缓和了几分 点了点头 随即看向医生 那医生 就拜托您了 我这边立刻就安排家属过来面谈 明天 您看可以吗 医生最后无奈地看了一眼刘子良 只能心底微微叹气 随即点了点头 行 你们都没意见 就让家属来吧 医院这边一切都按流程来 县里 学校 下午的大课间 校园里热闹得很 高一高二都完开了 唯独高三教学楼 安静得很 即便有人上厕所 也是匆匆去 匆匆回 教室里都是服案苦毒的身影 徐下阳心无旁骛 认真的抱着英语课本 对照英语老师安排的学习任务 一丝不苟地执行 背累了就写 写累了再背 势必要与英语决一死战 全班都响彻各种背诵声 一旁 陈海不知道从哪倒了四驱车 正性质满满地躲在桌洞里 拆解组装 DIY 换下原本廉价的轮胎 换上质量好又炫酷的夜光轮胎 齿轮和传动感 全都一根根拆下来保养 又小心翼翼地安装回去 玩得不亦乐乎 正当此时 后门突然被人推开 哗啦啦 陈海吓了一跳 急忙把东西都塞进桌洞深处 直接趴在桌子上 假装睡觉 然而等了半天 仍就是没有任何老师进来 他只能疑惑地 从嘎吱窝往后门看 紧接着就皱起眉头 大大方方地转过身来 却是除了推开门 谁也不敢进来 此刻被陈海发现 三人瞬间满脸难堪 犹犹豫不敢开口 徐夏阳沉浸在学习当中 压根对身边的事情不感兴趣 但耐不住旁边的陈海声音太大 班里背书的声音 甚至都逐渐小了下来 纷纷有人疑惑回头 等陈海意识到 自己声音太大的时候 已经有些来不及了 还没开口解释 门口的三人瞬间宛若惊惊惊之鸟 撒腿就跑 眨眼间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徐夏阳露出一个无奈的眼神 看向陈海 别捣乱 陈海文言立刻黑黑一笑 连连点头 知道知道 知道了老大 我就是怕他们打扰你学习 这才把他们吓跑了 现在绝对没人打扰你了 徐夏阳见到陈海这样子 也是一阵无奈 高三开学也有一个多月了 这期间 陈海愣是没有出现任何一点 对学习感兴趣的迹象 甚至至至今捉动力 都连一根完整的笔都找不出来 最夸张的是 开学这么久了 没课本 一开始还会为了掩饰尴尬 假装跟徐夏阳看同一本书 可随着他的沉默大法 三杆子打不出一个屁来 把所有任何老师折磨服了之后 索性就不装了 每天上课就是睡觉 要不就是发呆 宁可心疼爷爷奶奶 花钱供他上学 少吃点饭来省钱 也绝对不好好学习 来对得上这份学费 现在跟着徐夏阳拉 学员签约 赚了点钱 也不大手大脚的花钱 顶多就是给食堂的饭卡里 多充了点钱 花了几十块 买了些打发时间的小玩具 上课自己玩着解门 完全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考试交白卷 课堂练习从来不写 就好像完全是独立于 这个学校之外的存在 根本不认为自己是个学生 只想着毕业了 去南方电子厂打工 徐夏阳自从经历过妹妹徐秋颖 被刺的事情之后 已经彻底收起了 所有好为人师的念头 本着尊重他人命运的原则 从来也没有劝过陈海学习 如今自然也不想多嘴 只能自顾自地继续学习起来 然而正当他继续开始 背单词的时候 一旁的陈海却是突然伸出手来 指向课本上的一个单词 错了老大 你刚刚背到这儿 徐夏阳看了一眼 陈海指出来的单词 突然愣了一下 目光中带有几分惊恶的看向 也有些不好意思的陈海 你怎么知道我背到哪 我自己背了一圈了 冷不丁被打断思路 我都不记得我刚刚背到哪里 随便找了个继续 你竟然比我记得都清楚 陈海黑黑一笑 尴尬地收回手 我 我就是刚刚听到了 就记住了而已 老大你继续 我不打扰你 说着 他整个人又老老实实地低着头 趴在桌洞里 拼装他的那个四驱车 玩得不亦乐乎 徐夏阳又看了一眼那个单词 隐约间回忆起来一些印象 对他而言 英语这东西被久了 虽然能记住一些 但却感觉好像是脸盲痒 很容易就混淆了 心里也止不住地苦恼 然而刚刚那一瞬间 他却发现 陈海这个明明平时 连书都不看的家伙 竟然就凭着听了一耳朵 就能直接指出他 刚刚背诵到了哪个单词 真是见了鬼了 徐夏阳一时心里好奇 急忙将课本 向陈海面前推过去 你先等会完 你看这个单词 读什么 陈海看了一眼音标 直接脱口而出 似乎根本没有什么难度 徐夏阳不死心 接连又指了好几个 可更让他惊讶的是 陈海竟然全都回答了出来 反而发音比他还要标准 这回倒是给他整乐了 行啊 你陈海 你小子还是个英语天才 陈海疑惑地挠了挠头 颇有些哭笑不得 没有啊老大 我是什么天才啊 这里都有那个音标 初一时候学过的 那个长元音 短元音 轻辅音 卓辅音 跟着读就行 这玩意 和汉语拼音差不多 徐夏阳听到这话 才更是佩服的五体头地 这可能就是英语老师说过的 先天余胆 看着对他而言 好像是鬼话符一样的音标 竟然在陈海面前这么简单 欲哭无泪啊 这 我都是直接看字母 当拼音来拼的 随便琢磨一个发音 初中学的音标 你现在都还记得 这不是英语天才是什么 我忘了看了 你这次英语考了多少份 陈海黑黑一笑 挠了挠头 我没带笔 教的白卷徐夏阳 一时间他还真差点忘了 这个家伙读书到现在 都还找不到一根完整的笔 考试的时候 更是全场睡大觉 会教白卷也不稀奇 不过这时候 他却是突然意识到 另外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颇有些惊讶地看向陈海 不对啊 一中我记得是重点高中啊 当时中考分可不低啊 你小子能考进来一中 不可能是一点都不学的呀 有这种天赋和能力 你到底为啥不想读书 陈海头一次见到徐夏阳 对他学习的事情这么上心 也有点愣住了 呃 因为穷 徐夏阳看着陈海那清澈无比的的目光 一时间竟也有些无言以对 因为穷 这个 那你现在也有将近一万块了 再好好学习 争取考个大学 将来不是赚得更多吗 陈海缩了缩脖子 嘿嘿一笑 这不 大学还得读四年书 浪费时间 我爷奶都六十多了 还在外地打工 他们还能活几年啊 再不赚钱 谁给我爷奶养老啊 说着 他脸上也多了几分西技 目光有些认真起来 我高中毕业去电子厂 就能给我三千多一个月 多加加班 说不定能有四千多块啊 大学毕业了 能给多少钱一个月啊 徐夏阳听到这话 也是愣了一下 大 大学这玩意 我也没上过呀 但是 听工地上周经理他们说 刚毕业的大学生 一个月三四千把 话说到这儿 他也有些尴尬的 看向陈海那清澈的目光 好像 是不算多呀 陈海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耸了耸肩 掰着手指头算起来 所以啊老大 我说的没错吧 我高三不读书 不买课本 什么也不买 就省了一年的学杂费钱 还能混到高中毕业证 不算文盲 对吧 有了高中毕业证 我毕业了 就难下去电子厂 一个月就算是四千块 包吃包住 一年下来 八千块我平时吃吃喝喝了 存款就算四万块钱 说着 他也逐渐认真起来 考虑得越发周全 我年轻 身体也没毛病 家里也没人得过大病 所以 大概率不会得大病住院 就按照不需要做手术 住院来算 四年的话 就是十六万工资 算我每年买点衣服 四年花一万 可以吧 一年我给我也 我乃一万两千块钱 四年算五万块 他们老两口留在老家县城里 这些钱也够他们吃饭零花了 那四年之后 同学们大学毕业 一个月四千块工资 从零开始打工 一分钱存款没有 而我 四年说不定混到组长 说不定还会涨工资 手里还能有最少十万块存款 这么一比较之下 读大学还重要吗 陈海说吧 清澈的目光带有些笑意 看向徐夏阳 似乎再说的 并不是自己的人生 而是一件不关紧要的事情 徐夏阳此刻 也已经明白过来 陈海不读书的原因了 目光里有些无奈 也有些可惜 你爷爷奶奶养老的事情 其实 说到这里 他也卡住了 在旁观者的角度 他现在是父母双亡 爷爷奶奶姥姥姥爷 也都不在了 可以说是了无牵挂 只为自己考虑就行了 但 自己好像也没什么资格 去劝说陈海这样的孩子 多为自己考虑 如果能的话 陈海肯定已经为自己考虑过了 陈海见到徐夏阳 那欲言又止的样子 也没说什么 只是黑黑一笑 装傻充了 继续躲在桌洞里 拼装自己买的 几块钱一个的四驱赛车 那也算是他为数不多 为自己买的玩具了 徐夏阳也没多说什么 只是选择继续沉浸在 自己为了高考 而努力的学习当中 这是他的选择 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自己的选择 帮不上忙 也就不要插嘴了 除非 自己能给陈海提供一个 比拉人头更稳定的工作 最少 肯定也不能比陈海预计的 一个月四千块钱少 还要能稳定赚到钱才行 更不要说 有些电子厂 还包吃包住了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傍晚两节课 学校里的读书生 仍旧朗朗而行 每一个学生 都在为了自己将来 既然不同的人生 做着不同的选择 有人上课走神 互相嬉闹聊天 也不觉得自己能考上大学 有人费寝忘食 钻研苦读 牺牲所有娱乐的时间 一门心思想要上好学校 时间悄然流逝 眨眼到了放学的时候 叮铃铃 下课领响 徐夏阳照常第一个 收拾好了出门 屁股后面 陈海空着俩爪子 双手揣兜 屁颠屁颠地跟着 整个人容光焕发 精神十足 完全没有了 白天上课时候 那昏昏欲睡的模样 哎 老大 今天我约了 能有十八九个人 去夜市了解报名的事 提前已经聊得差不多了 最少最少 也能有一半报名 嘿嘿 少说我也能赚一千块钱 徐夏阳文言 见到他那兴奋的模样 也是跟着轻笑一声 行啊 咱们这生意越做越大 你也越赚越多 今天 我已经让宋大哥 去批发市场净香料了 开始准备让摊主分批制作 给前面几期学员陆续发货了 宋大哥也打算过几天找个时间 彻底把物流那边的工作辞了 以后就专门接班中午摆摊 连带着拉人头和采购调料 他想赚个十几万 就找人合伙干全国物流 除去跑大车 我看 我和马大哥也是时候 找人帮忙研究一下 开公司的事情了 咱们也正轨起来 陈海一听这话 瞬间两眼冒光 兴奋地直往前凑 带我一个大哥 我也跟着你干 这咱们都没有公司的时候 就能让我一天 赚上几百上千的人投费 要是有了公司 那还得了 到时候 我岂不是天天收入过千 甚至过万 哈哈 那样 我还去什么南方打工啊 两个人一边嘻嘻哈哈地说着 一边门头往校外走 全校学生 顶数他俩速度最快 刚走出学校大门 陈海好奇地看了一眼马路对面 大哥 这啥时候停了辆车啊 徐夏阳不以为意 压根也没搭查 他才不关心 什么车不车的 抓紧时间返回工地 去准备晚上摆摊 那才是正事 然而没等他离开 马路对面突然传来一道 不情不愿的喊声 哥 徐夏阳一愣 下意识抬头看去 只见穿了一身新衣服的徐秋颖 不知道啥时候 从那辆小车车里走了下来 看模样 正打算向他这边来 他心里猛地咯噔一下 急忙扭头就走 肯定没别好骗 赶紧走 你回 哎 哥 你跑什么啊 徐秋颖刚准备让司机回市里 一扭头的功夫 却发现徐夏阳撒腿就跑 连带着那个鼻涕哒拉的小跟班 也一起一溜烟地跑没影了 瞬间一阵无语 只能皱着眉头拉开车门 再度坐了进去 司机大哥 你再送我一段 去工地 司机也被这一番操作整猛了 有些惊疑不定地看着徐秋颖 这小姑娘胆子这么大吗 不知道她是来干什么的吗 她老公没跟她说吗 然而还没等她开口 徐秋颖却已经皱起眉头 也不废话 一脚油门直追徐夏阳 陈海虽然不知道啥情况 但是也跟在徐夏阳屁股后面 急火火地跑路 一边跑一边回头看 却发现 刚刚停在校门口那辆车 竟然直奔 他俩追过来了 卧槽 大哥 你妹妹是不是要撞死你啊 徐夏阳文言一阵无语 她只是不想再跟妹妹 有什么接触而已 没想到徐秋颖 还学会死缠烂打了 压根也不纠缠 直接转身带着陈海 钻进了小巷子里 徐秋颖坐车跟在后面 见到这一幕 也是看愣了 哎 不是 他 司机看着这一幕 回味起从市里出发前 那小黄毛说的话 金布 笑出了声 老妈 你跟你哥不熟啊 你和你哥咋认识的呀 徐秋颖眉头一皱 也是一阵不悦 直接白眼看了过去 我和我哥能咋认识的 QQ陌生的人认识的呗 你讲话真有意思了 直接往前开 我认路 咱们直接去工地 我就不幸堵不到他 司机也没想到 自己被徐秋颖呛了一口 只能闭上嘴 继续开车 很快 在徐秋颖的指点下 车子抢先一步 到了工地门口 徐秋颖不耐烦地开门下车 看了一眼夜市摊子 稀稀拉拉的摊主 都才刚来 学校方向还没看到 徐夏阳他们两个的身影 就知道 自己肯定是抢先回来了 当即回身看向车里 不耐烦地跟司机言语 行了 我也到地方了 司机大哥 你就先回市里吧 司机闻言 却是直接把车子熄火了 点上一根烟 直接打开驾驶门上的窗户 笑呵呵地 看向外面的工地 没事 我不着急 我得见到你哥 这才能回去 徐秋颖见状皱起眉头 却也是懒得劝说什么 随手把车门一关 随你的便 等天黑了回去 路不好走 碰 抬手把车门关上 徐秋颖就走到了工地门口等着 找到那块熟悉的砖头 抱着袋子 一屁股坐在上面 没多大一会儿 徐夏阳和陈海 从超进路的巷子里走出来 一眼就看到工地门口的那辆车 早就料到如此 他也没处可躲了 再不回去 就耽误晚上摆摊了 念及如此 也只能硬着头皮往回赶 刚到工地门口 徐秋颖立刻一脸不情愿地走上前来 拦住了徐夏阳的去路 哥 你躲着我干什么 怕我们跟你借钱啊 子良赌债那事 根本就是个误会 我们家根本没欠钱 看你小心眼那样 说着 徐秋颖脸上还得意了起来 不仅没欠钱 我们子良有本事 赚了大钱 刚在市里买了大房子 买了好车子 年底我就要搬去市里住了 徐夏阳看着一脸得意的徐秋颖 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变化 反而是淡淡地点点头 哦 去吧 你买房还是买车 关我屁事 能把刀让开了吗 徐秋颖刚想继续炫耀几句 突然被噎得有些回不上话来 索性也不说了 直接伸手从包包里 拿出来一打崭新的钞票 放在手里晃晓 这一万块钱 是我们家子良说的 让我拿来给你 就当是把 哎 没等他说完 徐夏阳直接伸手 将一万块钱夺了过去 哗啦啦 随手一扒啦 也懒得轻点 随即点了点头 行 见到回头钱了 不容易 我收下了 你可以走了 徐秋颖刚刚捏着一打现金的手 尴尬地空抓了两下 颇有些咬牙切齿地倒吸一口气 连连点头 行 认钱不认人 反正爸妈留下的钱你 也都花得差不多了 不差再花我一万块钱 谁让你没本事自己赚呢 此言一出 徐夏阳顿时有些不耐烦 然而没等他开口 身后一直默默跟着的陈海 却是瞪大了眼睛站了出来 做出一副夸张的模样 哇 一万块呀大哥 你妹妹对你真好啊 竟然拿了一万块回来给你 徐秋颖乍一听到这话 立刻跟着得意起来 就是 外人都能看出来 咱们谁是白眼狼 之前我就说过 让你和子良一起做生意 等我们家发财了 就代代你 让你跟着子良做大工程 帮着打打工 可你非得回学校 考什么破大学 考大学有用吗 再读四年书 我家子良 现在都能转到几十万了 你是没见到市里那些人 对子良有多客气 我们买车买房的时候 正当他显摆的时候 陈海却是抿着嘴 连连点头 对对对 我也觉得读大学没用 大哥 这一万块可不少了 是个新意啊 该留下 读高中一年 连学费带吃饭 各种书本学杂费 买衣服什么的 应该凑合了 勉强够用 幸亏啊 不是从高一开始重新读 要不三年学费生活费 吃喝拉撒的 这么多钱 让你妹妹去哪赚啊 对不对 徐下扬言里闪过一抹笑意 却并没有当回事 不过 看到徐秋颖刚刚还得意的脸色 瞬间垮下来 他也还算心情不错 当即顺着陈海的话 附和地点了点头 也是 我就勉强收着吧 留着零花也够了 毕竟这么多年 还是头一次见到回头前 徐秋颖听着这俩人一唱一和的 当然明白 话里话外是什么意思 无非是内涵 他高中三年 是被哥哥供出来的呗 直接不屑地冷哼一声 废话真多 对了 子良让你见到我 就给他回个电话 那个什么 薛凯好像有事找你 那 用我手机打吧 徐下扬看了一眼 徐秋颖递来的手机 眉头一挑 颇事真多 薛凯要找我 还用得着通过那个小黄毛 没事就滚 别烦我 一点逼脸不要呢 说着 当即就带着陈海 转身向工地走去 只剩下徐秋颖 脸上红一阵轻一阵 气得原地跺脚 正当此时 一直不曾言语的司机 却是突然从车上下来 笑着看向徐下扬 哎 小兄弟 你是在这片工地 帮着薛老大盯着土方生意的吧 还没等徐下扬开口 身后的徐秋颖 好不容易逮到一个机会 直接嚷嚷起来 他就是个住在这的破民工 去夜市上摆摊卖闸串的 薛凯认识他是谁啊 徐下扬看了一眼 气急败坏的徐秋颖 毫无波澜 上次那一巴掌 属实是自己气坏了 有些上头 才下意识打了出去 现在 他已经连生气都懒得生气了 反而越是见到徐秋颖喜欢炫耀 喜欢嘚瑟 他心里越是看得开 爬得高 摔得惨 自己做得念 迟早得自己还 既然薛凯都已经刻意打电话过来嘱咐过了 让他离那即将倒霉的小黄毛一家圆点 别被牵连上 那就说明 小黄毛已经是秋后的蚂蚱了 薛凯迟早要动手 上次150万的赌债 只不过是一个开始而已 不知道让那个小黄毛 用什么办法给遮掩过去了 做不好的话 一个工程亏出来的钱 可远比赌博多多了 而且之前的赌博违法 万一爆雷了 说不定还会牵连薛凯 脏了手 但工程可不会 小黄毛自己投进去的赔了 那可就是谁也找不着了 念及如此 徐夏阳压根懒的开口解释什么 反而是有些疑惑的皱眉 看向开车的司机 你是 他确定 这人肯定不是薛凯身边的小弟 看起来 也不像是和刘子良关系好的样子 反而像是来打探他身份的 有点奇怪 司机听到徐秋颖的话 又看看徐夏阳的打扮 那一身老笑服 已经不屑地吃笑一声 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没事小兄弟 我就好奇问问 既然人已经送到了 那我也就该回市里了 说着 也不做什么解释 当即上车 一脚油门离开了工地门口 徐夏阳见到对方奇奇怪怪的 也多留了个心眼 这事儿 保不齐还是要和薛凯说一声的好 当即撇下徐秋颖一个人留在门外 带着陈海进去食堂对付一口饭 就要收拾晚上出去摆摊的东西了 徐秋颖眼见没人搭理自己 也只能气鼓鼓地拎着包离开 一步一步 倔倔地往棚户区方向走 一边走 一边给刘子良打电话 喂 见到我哥了 钱也给他了 没有 没说别的 反正没给我好脸 这一万还不如不给了呢 你忙啥呢 另一边 司机开着车 已经走在了回去市里的路上 脸上带着笑容 随手拨出去一个电话 喂 老板 不用操心了 我见到人了 嗯 一个民工而已 和薛凯压根没啥关系 那小黄毛倒是还有点脑子 但也没够用 他媳妇脑子是亏的 正好填不上去了 确认过了 放心吧 穿的穷酸样 还是个读高中的学生 薛凯再次也不可能跟这种人称兄道弟的 好了 那我这就赶回来 替您看见那个小黄毛 正当他要挂断电话的时候 另一边突然传来几句话 司机的眉头一皱 踩了几脚刹车停在路边 哦 回去盯着他媳妇是吗 那小黄毛应该不敢跑吧 行 那我这个月就留在县里 随时提名消息 要是那小黄毛跑了 我立刻把他老婆和老娘老爹带去试里 司机放下电话 一脚油门调转车头 没多会儿的功夫 就回到了工地附近 大致观察了一下 也就找到了方向追上去 果然 没多一会儿 就看到了拎着包走在路边的徐秋颖 弟弟 徐秋颖正一边走 一边暗暗咒骂 突然被身后的喇叭声吓了一跳 一回头 直接就看到了 原本应该回去市里 走另一个方向的司机 就跟在屁股后面 瞬间满脸问候 主动走了过去 你不是回市里了吗 怎么 司机放下车窗 笑着招招手 那什么 我答应了 要帮刘子梁把你送到家呀 哪能就这么离开 走吧 上车 我送你回家 也认认门 以后过来送你方便啊 徐秋颖闻言轻笑一声 脸上多了几分得意 毫无顾虑地就走向了副驾驶 你是看我们家子梁 跟着薛凯做大工程 以后是大老板 想要趁机溜须溜须吧 也难怪 你一个当司机的 能有多大本事 司机听到这话 也是一阵语色 只能笑着点点头 行 老妈你挺会说话 我要是你哥 我都不带搭理你的 徐秋颖翻了个白眼 系上安全带 随手指了一下前面插路 前面左拐 萧婷开你车得了 话真多 以后给老板开车 你就要学会少说话 不对 右拐 先送我去县里超市买零食 顺便在外面下馆子 吃点好的再回去 让那两个老东西 在家吃白菜萝卜 先吃个饱 省得鸡鸡歪歪话多 司机看着完全一副 女主人做派的徐秋颖 心里也是大为无语 为了赚点逼钱 真是遭老罪了 自己一定要吃这碗饭吗 现在他反而有些期待 那个小黄毛 搞点腰蛾子出来了 趁早把他和家里的老两口 都给带去市里折腾一下 反正这一家子人 都有点欠收拾 不过 他的任务就是留在县里 随时准备拿捏小黄毛的软肋 现在也懒得计较什么 照办就是了 当即给徐秋颖充当起司机了 拉着他去县里嘚瑟了一圈 在这年头的县城里 一辆银白色的小宝马 还是很吸睛的 能坐这车的 基本也得是个小老板 然而 正当一群路人议论纷纷的时候 车子突然一脚急杀停在路边 碰 徐秋颖捂着嘴巴 脸色胀红的从车里跑了出来 趴在路边扶着路灯杆 就开始干呕 哦 司机也是急急忙忙从驾驶喂下来 万万没想到 这跑来监视小黄毛的媳妇 反而还要兼职当保姆和司机 急忙拿着抽纸递过去 咋回事啊 好端端的吐啥 晕车了 徐秋颖接过抽纸 擦了擦嘴角 长出一口浊气 紧紧皱着眉头 摆了白手 不知道 没晕过车 可能是怀了孩子的原因 电视里孕妇不都这样吗 话刚说完 立刻又扶着电线杆吐个不停 司机一听这话 却是直接吓傻眼了 啥玩意 你肚子里揣崽子了呀 这 这没人告诉我 你是个孕妇啊 那 用不用去医院啊 你怀孕多久了 孕检做过没有啊 徐秋颖痛苦地擦了擦嘴 脸色煞白地皱着眉抬起头 孕检 那是什么 没人告诉我要做什么孕检啊 司机一时雨色 愣在寒风中 下一秒 脏话脱口而出 草 这特么都是什么尿性的一家人啊 什么 要去医院 刘子良正扎针抽血做化验呢 突然接到徐秋颖的电话 也是一脸猛逼 随即看了一眼 已经黑下来的外面 更是眉头紧皱 不就是有点恶心吗 用得着去医院吗 此言一出 还没等徐秋颖说什么 电话那头突然传来一句 气急败坏的咆哮 你肯不当个人吧 自己个老婆 怀孕两个多月了 你没带她去做过产检 现在还得麻烦我 你们一家有个好人吗 刘子良听着电话那头 传来的刺耳的声音 也是下意识地拿远了一点 下一秒 徐秋颖那抱怨的声音 就从电话里传了出来 我做没做产检 和我老公有啥关系 跟你有啥关系 我又没说去医院 是你非要拉我去的 真多管闲事 说着 他又再度靠近了话筒 喂 子良 算了吧 反正我都被他拉来医院了 去检查一下看看 对咱们宝宝也好 等下次 你回家来 你带我去看 你找这个司机 嘴太碎了 嘚嘚嘚嘚说一道了 显着他了 刘子良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 看着医生把针头 从自己手臂上拔了出去 咱俩都那么健康 儿子能有什么问题 行行行 等年底咱们室里的房子装修好 到时候你还室里住 我一定带你去室里医院 找最好的大夫给你检查 行不 啊 不说了 我这边忙着呢 项目上开会 随便检查检查就行了 县里医生技术不行 设备也落后 他们能检查的屁啊 记住你老公我说的 以后都带你看最好的医生 不能耽误我儿子 对不对 行了 挂了吧 挺忙的 刘子良听着电话挂断 这才松了口气 伸手将电话塞进口袋里 无奈地看着 站在门口拿着化验单的眼镜男 赶紧的吧 下一个呀 不都做了一堆检查了吗 晚上又做 抽我那么多血 都够关血肠了 也不怕给我抽虚了 到时候耽误给你们田老板 移植肾脏 眼镜男看了一眼检查单子 闻言无奈皱眉 别废话 走 吓一下 你小子应该没有眉毒吧 另一边 县医院 产科医生下班了 明天早点来吧 你怀孕两个月 有妊娠反应是正常的 尽量饮食清淡 吃点有营养的 多吃点鸡肉 鸡蛋什么的 鸡汤不要喝 没什么营养 就是喝水而已 行 现在卖相上看 没什么问题 就是明天来做个B超 看看瘦精软着床的情况 能做到安心一点 徐秋影点点头 卢下袖子 起身出门 看了一眼旁边的司机 眉头瞬间皱了起来 你看 我就说没事吧 我和子良的宝宝健康得很 都是你大惊小怪的多管闲事 司机手里捏着挂号单子 一阵语色 顿时被气笑了 只能点点头 我是看出来了 你这家里也没个好人啊 行了 别废话了 送你回家 我也该走了 徐秋影拎着包包 埋怨的翻了个白眼 回什么家 我到现在都还没吃饭呢 找一家馆子吃点饭 回去家里 他爸他妈也不能给我留吃的 让我回去饿着吃薯片啊 走吧 我知道一家快餐挺好吃的 司机懒得继续纠 直接摆了白手 随他去吧 毕竟都到这份上 他总得见到刘子良家 到底住在哪个院里才行 要不是怕不明不白做了孽 他才懒得关照这个孕妇 说着 二人就离开了县医院 开车职 快餐店 县里的快餐店 主打一个便宜 平时来这里吃饭的 也就是附近打工的人 几块钱盒饭 荤素都有 米饭随便加 徐秋影的确也没去过什么大馆子 带着司机吃上了盒饭 他自己倒是特意调了一份 带鸡腿的和西红柿炒鸡蛋的 似乎对于医生说的话 还是心底有所在意的 司机倒也不挑 几块钱的盒饭 他也吃得喷香 黏糊糊的半米饭吃 十分下饭 半天相处下来 虽然这女的处处看起来 都像是缺根筋的模样 但好在也是个说话姐们的人 她本身话牢 自然也憋不住 哎 你这年纪结婚的小姑娘 倒是也不少 咋的 学习不清熬 也是 我当年班里那几个 读书不好的女同学 初中毕业考不上高中 直接就混上了 基本没个两三年就生一窝 反正不读书的 现在要么是带孩子 要么是出去打工了 徐秋颖扒拉着米饭 文言直接翻了个白眼 山炮 我可是考上了一本大学的 录取通知书都下来了 你才没考上高中呢 司机文言 瞬间惊讶地瞪大了双眼 啥 大学生 还是一本的 谁啊 就你 我不信 有那个脑子 能考上一本大学 还能这么早结婚生孩子 呵呵 静瞎说 我们屯子 那出个大专生 都得摆好几桌 敲锣打鼓的 你能考上一本大学 还能混这笔样 徐秋颖吃了一口鸡腿 文言顿时有些生气 狠狠地放下鸡腿 你不信是不是 我给你看录取通知书 司机筷子插上一个丸子 吃得喷香 摇了摇头 不信 就你还能有录取通知书 我闺女要是能考上大学 方圆十里小混混 都得被我扔水库里去 你哥能看着你 嫁给刘子梁那种小黄毛 还生孩子 是个当歌的 都不可能这样看着 徐秋颖听了这话 更是恶狠狠地咬了两口鸡腿 目光里充满了愤怒 屁话 我哥凭什么管我 我们家子梁 现在跟了大老板 做大工程 还在市里买了房子买了车子 不知道多有本事 当初我要是听我哥的 那才是真没脑子 司机听到徐秋颖 还在吹嘘刘子梁那点破事 深知底细的他 直接不屑吃笑一声 就他 哎呀 这孩子跟了你们这样的爹妈 将来也是遭罪啊 一本大学 你也就是做梦想想了 徐秋颖眼见司机不幸 顿时气急败坏 直接将筷子撂下 干脆地起身 拽着司机胳膊就要走 走 你开车跟我回去宫殿 我拿录取通知书给你看 我就是考上了一本的大学生 走啊 司机被他拽了一个猎切 险些把桌子都掀翻了 急忙亮亮呛呛起身 哎 你着什么急啊 就算 就算你考上了 算你你真有录取通知书行了吧 徐秋颖本来就火大 一听这话 更是火冒三丈 什么叫就算我有 不行 我今天非得让你看到 我的录取通知书 我猜不是什么读书不好 考不上高中的 你跟我走 饶式司机人高马大 此刻也只能无奈地 被徐秋颖那句脾气拽了出去 开上车 再度折返工地 工地门前 夜市 徐夏阳的闸串摊子上 跟了三个学徒 一个比一个做事麻利 基本上闸串下锅 刷料 给算账的差事 都被学徒给包揽了 他这个摊主 反而只用在一旁 稍微指点火候 看一眼刷料的顺序 基本就足够了 比之前轻松多了 而且带学员之后 加快了出餐速度 摊位反而比之前的招待量更大 一晚上三小时的营收 天天都能破掉1500的门槛 收入更多 这火热的生意 看的三个学员 那叫一个眼热 更是心中暗息 自己这一千块报名费 选择学闸串 真的是选对了 甚至都已经开始畅想 将来自己回老家摆摊的时候 一天赚个一两千的场面了 那一个月下来 五六万 都比自己外出打工一年赚的 还要多了 三个学员一边做一边学 经验增长飞速 此刻更是比谁都开心 徐师傅 扎串这几种的温度和时间 我都掌握得差不多了 系在本子上 回去罩着用就行了 我们也回本地去找这种工地啊 学校啊 人多的地方摆摊 一晚上也能赚这么多吧 嘿嘿 我还拉了六个同乡来报名 报名费都赚回来一大半 徐夏阳听着他们三个的念叨 也是跟着轻笑一声 这本身就是个 让咱们都能赚钱的买卖 至于摆摊的地点 先不要着急 多考察几天 到处逛逛 跟当地摆摊的 多了解一下市场费啊 管理费啊 还有城管那边的规定 能办证就办证 正规摆摊 咱们就谁也不怕了 摆摊用的这种带招牌的三轮车 你们要是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买 也可以找我们订购 我们这都有正好的厂家 和二手三轮车 换上自己的招牌就能用 三个学员文言 也是高兴地连连点头 不过其中一个学员 还是有些担忧 问出了自己的顾虑 徐师傅 你说我们这摆摊 和扎穿的手艺是学会了 这个调料配方 真不能告诉我们吗 我保证 不会向外泄露的 肯定自己用 哪怕加点钱卖给我们 那也行啊 总感觉没有配方在手里 怕自己摆摊 没你这么好的生意 此言一出 另外两个学员 也是连连点头 满是稀奇地 看向徐夏阳 虽然都掏钱报名了 也知道合同内容 但是他们 也都还对调料这事 心存顾虑 试探着 能不能有个例外 徐夏阳看着他们 那担忧的样子 却是没有任何退步的打算 直接摆手拒绝了 调料方面 你们完全不用担心 咱们签了合同的 绝对是按照市场标准价 统一配好了 给你们发货的 不仅口味能保证 跟你们学到的一致 价格也绝对是最实惠的 你们可以回去自己那边 批发市场打听 价格绝对都是一样的 甚至比你们从外面 买更便宜 因为我这里 几百个学员统一进货 达货多 价格低 给你们的价格 也才能更实惠 咱们这一次的配货 都是按正常两到三个月配的 用得快慢因人而异 接受随时订货 次日发货 这样 总好过你们 自己为了更便宜的单价 买了一年两年的调料 结果到时候用不完 或者不想干了 那不是又多浪费了 好几百块的成本吗 三个学员听到这话 也只能默默点头 面面相去 道理的确是这个道理 调料的价格 其实他们一早 也都去批发市场打听过了 徐夏阳这边统一配送的调料 价格的确很实惠 比他们单独去批发市场买 还能便宜 如今 又看到他这么态度坚决 索性也就不挣扎了 一晚上的摆摊结束 学员也都帮着收摊 三三两两的退走了 陈海却是早就已经带着 今晚来报名的几十个学员 在夜市里各个加盟摊位前 转了好几圈 实地研究考察过了 愿意签合同的 此刻都已经找到了对应摊主 开始交钱签字了 觉得不划算的 也就当来玩了一圈 离开也没什么损失 趁着陈海那边 安排签约收钱的空档 马大明端着保温杯 默默地走到徐夏阳身边 脸上带了几分担忧 夏阳啊 我刚刚过去瞅了一眼 今晚估计还是四十多个人报名 咱们三人三天一个班次 生意好的摊位排队 都排到下个月了 这不行的话 每个班次的人数 要往上上一上了 四个 五个 都行啊 抓紧时间清空前面学员 才能吸引后边的 好几个我看一听说 要排队到下个月才能学上 直接就不愿意了 本来要报名的也放弃了 很影响赚钱啊 徐夏阳文言 却是犹豫着摇了摇头 我感觉 增加加盟摊主 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让那些报名的学员 选择更多一点 也就不用扎堆排队了 至于班组家人这个事 目前还不行 前面的都定好了三人三天一组 要是家人 前面的该不乐意了 万一到时候不愿意的学员多了 闹起事来 容易把刚有点的口碑给砸了 到时候 只怕人传人 报名的人数就越来越少 甚至没人来了 马大明深吸一口气 也只能无奈地点点头 行 那等一会 我和小陈海 再去和那边几个摊主聊聊 多拉几个加盟的摊主 分散一下学员 说着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脸上露出一丝不悦 哼 不说这事 我还差点忘了 赵刚那边有没有告诉你 到底是谁把咱俩 搞这个小吃摊 培训班的事情给举报了 我真想当面找他理论理论 咱们赚钱 还给他们拉学员 夜市人气也忘了 每个人都赚得更多了 咱们做做啥了 还真有那个别人拉屎 他屁股疼得虎逼 徐夏阳嗤笑一声 目光也饶有深意地 看向远处那些 同样在张望这边的摊主 马哥啊 你也不是第一天摆摊了 肯定也明白 既然举报 那就肯定不止一个人举报的 一定是一群人 要不然 市场监管那边 也不可能着急忙慌的 就要来查 说着 他拍了拍马大名的肩膀 语气轻松 放心吧 那个赵刚我看不像是装的 的确是真的在想办法 帮咱们度过这次检查 市场监管他们 也有认识人 到时候就算来了 那也是自己人查自己人 相当于没检查 咱们不用担心 不过 唯一要想想的就是 怎么解决那群举报咱们的人 他们这次不成功 就肯定还有下次 万一把事情闹大了 就算赵刚估计 也没办法替咱们找关系了 看看能不能想办法 把他们瓦解开来 最好吸纳到咱们的 培训班里加盟 到时候都是自己人 也就没人拆开了 正当俩人商量的时候 嘀嘀嘀 突然几声车喇叭响起 白天里离开的那辆奥迪车 又晃晃悠悠地 从大马路上开了下来 停在夜市外围 徐夏阳回头看了一眼 瞬间皱起眉头 怎么又回来了 碰 车门一关 徐秋颖立刻气鼓鼓地 直奔徐夏阳摊子过来 那股气势 反倒是马大明 看着都连连皱眉 忍不住低声调侃 让你藕断思连的吧 你妹妹找你拼命来了 这种断不开的纠缠 迟早托死你 说着话 马大明端着保温杯 溜溜答答 转身走向了自己的煎饼摊 他可不想掺和到 人家兄妹两个的争斗里 有句话叫兄弟戏强 外遇其辱 亲戚感情这东西 打断骨头连着筋 就算双方再怎么不对付 那也是兄妹俩 会统一对付外人 任何一个外人 都不要去掺和人家 亲人之间的事情 绝对得不到任何好处 反而惹一身骚 徐夏阳无奈地 瞥了一眼离开的马大明 也是皱起眉头 看向来是汹汹的徐秋颖 看来 只要自己一天 没离开这个县城 就一天甩不脱这个白眼狼 等人来到近前 他直接先发制人 你又来干什么 对他而言 态度冷漠一点 不再插手任何事 就已经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了 杀了小黄毛 他同样要坐牢 自己人生刚见光亮 没必要一时一气 自己把光给吸了 徐秋颖也不废话 直接咬牙切齿地 把那司机拽到跟前 你跟他说 我是不是考上大学了 还是一本大学 我的录取通知书呢 我现在要 你拿给我 司机双手揣兜 满脸无所谓地看着徐夏阳 这可不是我要来看的 你妹妹非得拉我来看 我不信他能放着 考上的一本大学不去读 反而嫁给那个小黄毛 结婚生孩子 你这个当歌的 肯定也不能让啊 徐夏阳一头雾水 皱着眉头 看向面前这俩人 多少感觉这迷惑行为 有点让人上头 我让啊 我凭啥不让 他就不是我亲妹妹 随便他爱嫁给谁 管我屁事 说着 直接在司机震惊的目光中 随手从夜化器官旁边 将放了不知道 多长时间的录取通知书 拽了出来 录取通知书 赶紧拿走 你自己考没考上大学 你自己不知道 要点脸 你就别来这地方 徐夏阳根本懒得解释 直接将录取通知书 扔到徐秋颖身上 半点都没有想要保留的打算 这东西放在他这儿 拉屎都嫌硬 引火都嫌废 早就让徐秋颖拿走 彻底一刀两断 他就是听不懂人话 这谁能有招 徐秋颖见到 飞过来的录取通知书 手忙脚乱地按在胸口 还没等他展示出来 一旁的司机 却是一脸不悦地皱起眉头 直直瞪着徐夏阳 不是我说 你这哥哥咋当的 爸妈死了 你就不管妹妹了 看着你妹跟那种小黄毛好上啊 还让你妹妹怀上那黄毛的孩子 你有没有点当哥的骨气啊 我特么要是你 直接就把那小黄毛报废了 大不了就是进去坐牢呗 你怕啊 不是 你他妈是个爷们吗 司机说着 竟然情绪激动起来 有点上头 徐夏阳一头雾水 更是莫名其妙 什么玩意 我没管他 你管的呀 他自己上赶着 我能管得了 司机一听这话 更是气得咬牙切齿 怎么特么有你这么当哥的 不会跟你妹好好说啊 一个小民工 你特么跟我俩交换什么 他说着 然而徐秋影却是红着眼眶 一把拦住他 喊了一嗓子 关你屁事啊 那是我哥 又不是你哥 录取通知书你看到吗 我就是大学生 我就是学习好 走 送我回家 说着 看也不看徐夏阳 拎着录取通知书 直接转身就走 司机站在原地 一阵咬牙切齿 十分比异地怒视徐夏阳 狠狠催了一口唾沫 呸 窝囊废 连自己妹妹都保不住 还特么跑回去读书 就不读书 能咋地 真特么给爷们丢脸 徐夏阳 不是 你谁啊 然而司机压根也懒得 跟他继续废话 直接跟在徐秋影屁股后面上了车 一脚油门 掉头就走 整个场面 给一旁看热闹的马大明 都整猛了 端着保温杯 目瞪口呆 也有些没准明白 这里面的关系 急急忙忙一溜小跑 来到徐夏阳摊位前 这 咋回事 你妹给你找二妹夫了呀 那小黄毛 不会在室里赌博欠多了 把你妹输给这个人了吧 徐夏阳见到老马 这副看热闹的好奇劲 也是一阵皱眉 什么跟什么啊 人家小黄毛在室里混得挺好 今天下午才来跟我炫耀过 买了房子又买了车 现在跟着薛凯干大工程了 这就是个来送他回家的司机 邪了门了 一个司机操心这么多 还特意跑过来 劈头盖脸骂我一顿 马大明嘖嘖摇头 一副煞有介事的模样 不对劲 十分的不对劲啊 你妹这事放在外人眼里 你反倒是成了那个 不管妹妹死活的废物哥哥了 这对你可不利啊 不过 正常人谁会好心的 关心别人家事啊 徐夏阳也是一阵无语 总感觉自己 莫名其妙的两头不是人 看着汽车消失的方向 无奈叹气 外人咋看 关我屁事 不是 这事本身就关他屁事啊 他没管妹妹 他差点没管死他 从徐秋影上了高三开始 他就对他格外关心 吃穿用度和零花钱 什么都不差 得 刚发现一点恋爱的苗头 他就语重心长的 好好谈过两回话 不是不让谈对象 是让他上了大学再谈对象 这世界上人那么多 就非得在这么个小县城的 一个破高中里谈一个吗 大学里没男人了 社会上没男人了 城市里没男人了 眼瞅着小只以擎 动之以理 怎么说也没办法斩断这根红绳 他也就冲荡了一回 封建大家长 特意跟工地请了假 每天傍晚放学的时间 自己亲自去接 早上亲自去送 回家就锁门 打死不让两人见面 可徐秋影 即便是从四楼窗户上 劫生爬下去 都要和那小混混 大晚上的出去瞎混 他还能怎么管 徐夏阳天天在楼底下巡逻 打跑那小黄毛多少次 就这 俩人在学校里还天天见面 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苟且 他还能怎么管 就算任何一个家长 也不能时时刻刻 24小时盯着自己家姑娘 不过即便如此 徐夏阳也已经尽心尽力去管了 终于是在徐秋影的高考成绩上 见到一点回报 三年的工读 最后考上了一本大学 然而还没来得及高兴 徐秋影怀孕了 把小黄毛领上门了 非要结婚 他上一世知道的时候 冲出去要废了小黄毛 结果被妹妹联手小黄毛 把他给消互了 重生一回 知道结果 还管个屁 徐夏阳给马大明解释了一圈 听到马大明也是呲牙咧嘴 连连皱眉 嘖嘖嘖 你这个妹妹 还真是为爱致死不渝啊 你说这些 我完全能理解你 但是 刚刚骂你的不是我 是那个司机 你跟我说没用啊 说着 马大明一边吸溜着保温杯里的水 一边转身回自己摊位去了 徐夏阳见到他悠闲的样子 也是一脸猛逼 哎 不是 他也没给我机会说啊 哦 我平白爱骂啊 老大 这是你的 一共四十二个人报名 你正好六千 哎 马哥 这是你的 六千九百 哈哈 比老大那多一个 嘿嘿 剩下是我的 三千 真是赚翻了 我明年去电子厂打工的路费 和铺盖钱都有了 陈海拿着自己的中介费 开心的一张接一张的来回数钱 乐得嘴都合不拢了 一旁 就是今晚的战绩 刚签好的四十二份合同 马大明也拿起自己的六千九百 乐不可知 站着唾沫挨张轻点 不错 这一晚上什么不用做 单单是在这等着 就能赚七千块钱啊 加上我摆摊的钱 哈哈 这一个月下来 我不得赚二十多万 小陈海 你还去什么电子厂啊 在这一直干 那不比经常打工强啊 正当他高兴的时候 一旁的陈海 却是笑着摇摇头 赚不了一个月了马哥 这些都是我放假期间联系好的 全都找时间约好了 凑一块过来了 明天我这边是没组织人过来了 顶多有学员带人过来看吧 估计能有十几个 话音刚落 马大明瞬间惊愕地瞪大了双眼 啥 没人了 陈海也被马大明的反应吓了一跳 不过还是无奈地闭闭嘴 马哥 这就不是个长久买卖吧 总共一百多个签约的 让我赚了一万多 你们赚了好几万 也差不多了 咱们县城里 能有几个流动人口啊 我过节的时候 能跑动的家属院 汽车站火车站 基本都宣传过了 说的嘴皮子都破了 这还是凑了半个月 凑起来的人 其他的基本 也都没啥交钱签合同的想法 就算是来也就是来看个热闹了 从干的时候我就知道 这事也赚不长久 马大明一听这话 一时间还有些无法接受现实 看着手里的一踏子钱 一想到以后 都不能这么快快乐乐的日如六七千 就心如刀脚 这么说 以后都没人了 咱们这创业就到此为止了 那还等啥下礼拜一来检查的啊 咱们这不也黄摊子了吗 正当俩人面面相去 大眼瞪小眼的时候 徐夏阳已经默默地数 干净了手里的六千块钱 美滋滋地收到了口袋里 有钱赚 刚刚生气的事情 也就彻底烟消云散了 听着俩人的对话 他也不过是吃笑一声 并不在意 哎呀 马哥 这种情况 那不才是最正常的吗 别说现场里了 就算是咱们连带上市里 能有多少人想要学摆摊呢 又有多少人 是愿意花钱学摆摊呢 而且 咱们的筛选条件在那里 一千块报名费 学手艺 不给调料配方 就这样的条件 在县里能赚到这么多 也挺不错的了 马大明看着徐夏阳和陈海 都是一副这么淡定的模样 一时间反倒是有种 说不出的憋屈感 见到俩人都没啥表示 他却还有些不死心 不是 咱们不能让这条发财之路 就这么断了 想想办法 你们两个学生 都是好脑子 还能想不出办法 来解决 我这老光棍 还想多赚点钱 给以后养老呢 不行啊 一天赚个一千两千的 那有啥意思啊 徐夏阳和陈海文言 顿时相视一笑 紧接着大笑起来 那笑声 反而是给马大明整猛了 不是 你俩笑屁啊 我说错了吗 那我一个老光棍 我去捏脚也需要钱啊 那我都答应好八号技师 以后正说着 马大明突然反应过来什么 直勾勾地看着大笑的徐夏阳他俩 等会儿 你们俩孤儿 穷得叮当响 那还不如我呢 这能赚钱的办法 你们能不赚 是不是有啥新办法了 还没告诉我啊 徐夏阳无奈翻了个白眼 三人混熟了之后 彼此之间开点玩笑 也都无伤大雅了 此刻 他也不继续藏着掖着了 哎呀 没有 这要是有办法 能不跟你商量 我就是想着 今天都周五了 下礼拜一 那市场监管的来检查 咱们正好休息一段时间 避避避风头 这几天人少点就少点 也不去拉人了 到时候市场监管的来检查 也无非就是看到 咱们摆摊师傅 带着学员教学呗 有没什么影响 等过了检查再说 陈海也是点点头 笑意不减 马哥 你也太钱了吧 我们俩姑儿都不着急呢 你也没老婆孩子 不需要养家 你这傻姐 我是想拉人继续赚钱了 这不也是 和我老大商量过了 准备等市场监管的检查风头 过去了再说吗 反正 我也得等明年 拿了高中毕业证 再去电子厂打工 在那之前 我还是会想办法多赚点的 马大明听了俩人的解释 也是 稍稍松了一口气 多检查就说多检查呗 吓我一跳 还以为你俩真要黄摊子不干了呢 那儿孙子有儿孙福 没有儿孙我想福 我不去媳妇不要孩子 但是也没耽误我花钱享受啊 我还想去看看市里的 省城的捏脚洗头 都是个什么水平呢 南方的 西方的 到处都体验体验 那不得花钱啊 现在这点逼钱 那哪够啊 说着 马大明还是有些担忧 急忙催促起来 不过 你们说的也是啊 来报名的人 肯定是越来越少的 咱们这生意 也是逐渐到头了的 那总得想个办法 继续拉人吧 或许 以后我们自己压根不摆摊了 专门成立个公司 只教别人摆摊 就赚中介费 夏阳 这不是你一直念叨的 要正轨起来 注册个公司吗 那开公司 肯定需要这签约学员更多才行啊 对吧 徐夏阳看着满脸担忧的马大明 也是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马哥你说的 也是我想的 其实既要摆摊 又要兼顾着拉学员 其实精力消耗挺严重的 我那里现在报名的 都快排到下个月了 继续这么干 很耽误 我学习考大学啊 我也合计 什么时候把摆摊的事情脱手 专门干小吃培训公司 甚至不需要操心 只要养好拉人的中介 还有负责教学的摊主就行了 陈海看着讨论激烈的两人 也是默默发问 那 人从哪来 县里也没这么多人啊 难道去市里啊 我又不熟市里的情况 不一定能拉来那么多人 徐夏阳看了他一眼 淡淡开口 或许 市里也有点小 你还记得你倩姐说过 可以加他的QQ 随时都能找他聊天的事吗 我今天玩手机的时候 才发现QQ这东西 里面还有群聊啊 你说 QQ上 能不能拉莫生人来报名 陈海文言 也是一脸猛逼 逐渐有些难为情的皱起眉头 QQ 这 我也没手机啊 老大 就在学校里 我倒是看到过 别人拿手机玩过QQ 我自己也没玩过 马大明同样疑惑地挠了挠头 QQ 咋的 这还整上互联网了 咱们连县里市里这点小地方 都还没整明白呢 互联网上能赚到钱 徐夏阳一边掏出手机 一边摇了摇头 不是从互联网上赚到钱 是从互联网上拉到人来 咱们这里报名学摆摊 你们看这个 他一边说着 一边低头打开手机里 多媒体应用功能 随着左右左右的按键 一次次确认 QQ的图标也出现在了手机里 到了输入账号密码的阶段 徐夏阳抬头看了一眼 旁边俩人都撑着脖子 好奇地打量着 他顿时无奈咳嗽了一声 嗨嗨 陈海率先反应过来 笑着挠了挠头 实趣地把脑袋一开 老大你也开始玩QQ了呀 你输密码 我不看 说着 还捅过了一下 一旁满脸好奇的马大明 马大明一脸不悦 信信地缩回了脑袋 却还忍不住嘀咕 不是你让我们看的吗 不就是个密码吗 我又不偷你的 一边说着 他也从自己口袋里 把翻盖手机掏了出来 疑惑地凑到陈海面前 冲他努努嘴 小陈海 你帮我瞅瞅 我这手机里 也有你们说的那个 那个什么QQ吗 帮我整个呗 陈海见到递过来的手机 顿时黑黑一笑 兴奋地搓搓手 好嘞 我也没整过 但是 我看别人弄过 我找找看 徐夏阳看着俩人 在摸索注册QQ号的过程 他也没闲着 直接输入自己的账号密码 登陆QQ账号 滴滴滴 突然的一道信息提示音 在三人耳边响起 陈海和马大明 同时齐刷刷地看了过来 徐夏阳有点心虚地摸了摸额头 随手点开那个 带着新消息提醒的聊天框 不过只是看了一眼 随即快速退出 反手打开了 另一个QQ群的聊天界面 里面密密麻麻的聊天记录 足可看出 里面人数不少 随着信息一点点刷新 聊天框里 几张图片 被一点点缓慢加载出来 他瞬间眼前一亮 直接将手机递到俩人面前 你们看 我说的是这个 他们有人在QQ群里 发自己饭店点菜的菜单 还有人发自己 做生意卖货的图片 还有还有 你们看他发的 这一连串的消息 说他在南行 是什么街道 什么门牌批发保健品 还带了电话号码 这里面很多人打广告的 还有人说什么 飞车滴滴 炫武加工会 我也不知道啥意思 还有这个 让去地下城堆砍的 都是广告吧 徐夏阳一边解释着 一边按键翻动着聊天界面 各种各样的广告 和聊天记录 纷纷呈现在 陈海和马大明的面前 眼见俩人来了兴趣 他立刻趁热打铁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这么多人都在用 QQ群聊天打广告 传播很广啊 咱们能不能也 在里面打广告 把咱们做的那个 采印宣传业的图片 发上去 附加咱们的地址 到时候吸引周边城市 或者整个QQ群里 所有感兴趣的人 都来咱们这儿学摆摊 马大明听到这话 瞬间两眼发光 啊 还能这么用呢 那整个互联网上的人 都能拉过来呗 那能有多少人啊 比咱们县里还多 陈海看着聊天 界面上活跃的信息 也是头一次 接受到这种信息的冲击 越发的激动和好奇 QQ群 我倒是从同学那里听说过 他们经常在群里聊天 抄作业 主要是约着打游戏 那个叫QQ炫舞的 还有叫QQ飞车的 都特别多人玩 可是 这是哪里的群啊 大哥你怎么加进去的 说着 他更是给满脸好奇的 马大明解释起来 马哥 反正他们说网上除了QQ 还有很多聊天的地方 有什么论坛啊 贴吧呀 都有很多人的 但是不管哪种方式 都能联系到天南海北 全国的人 就比如这一个群里 就有各种陌生人互相聊天 叫 叫做 哦对了 网友 马大明听了陈海的解释 豁然开朗 连连点头 网友我明白 原来这么简单啊 我合计上网 都得用电脑呢 改天我也去网吧认识认识网友 原来手机就能认识网友啊 那 夏阳 你说这事儿 咱们这个小县城里学摆摊吗 徐夏阳此刻 也是有些拿不准的摇了摇头 看着手机QQ群聊的消息滚动 心里同样不知道 自己这个想法 能不能真的拉到学员来报名 这是我加上李倩QQ之后 他拉我进了好几个群 说是想要找什么群 自己在搜索那里 搜索关键字就行了 我就按照做生意 广告群之类的关键词 找了好几个 现在 我加了十几个群了 每天都能看到不同的群里 有人打广告 更多的 都是你说的那种游戏的广告 还有什么QQ带挂 各种乱七八糟的消息 都有 我何解 反正县里的学员 都被拉得差不多了 咱们早晚要找出路 想要开公司 真的把小吃培训这件事做大 赚得更多 就需要多尝试新办法 互联网 说不定真的是以后 赚钱的一个门路 你们说呢 三人对坐 面面相去 大眼瞪小眼 正当此时 马大明却是猛的一拍大腿 豪气十足 干 反正 咱们这五本的买卖 肯定的有人第一个尝试 既然现在下阳有这个想法 咱们就试试呗 怕个屁啊 徐下阳文言 也是松了口气 势然一笑 点了点头 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 李倩说 他会帮咱们做一个网图 我也不知道是啥意思 好像就是说 能够把做好的彩业宣传图片 直接发到手机QQ上 到时候 咱们几个之间建个群 再每个人多加几个群 本地群 本省群 周边城市群 都往里面发广告 能拉来一个 就赚一个 正当他俩信心满满 激动不已的时候 陈海却是一脸的为难 满脸苦涩 可 这玩意要有QQ号才行吧 老大 我这 连手机都没有呢 话音刚落 马大明直接责了一声 你小子手财奴啊 光赚不花呀 今天晚上刚赚了三千块钱 买个手机才一千多 只要这买卖发展起来 那以后赚得更多 再说了 手机这玩意 你迟早用得上 说着 直接伸手搂住了陈海的肩膀 嘿嘿一笑 买 明天我带你去县里手机店买 正好还能烦我一百块钱介绍费呢 多好 徐夏阳看着陈海一脸苦涩 甚至对他来说 花钱比割肉都疼 顿时也无奈地笑了起来 等你去南方电子厂打工 那你不给你爷爷奶打电话呀 早晚也是买 现在买了 说不定还能多赚点钱 咱们公司 万一真能做起来 那你就不用去电子厂 直接跟着我当老板 说着 徐夏阳也站起身来 深吸一口气 心情骤然豪迈起来 干 凭啥咱们就得摆一辈子小摊啊 就要干公司 等周礼拜一 市场检查过了 我就找赵刚看看 能不能让他帮忙 办注册公司手续的事情 陈海虽然一花钱就肉疼 但是思来想去 买个手机能用好几年 的确是早买早享受 趁着现在赚的钱多 他倒是还狠地下心去 索性就咬咬牙 投资了一千多 转天就跟着马大明 去了县里的手机专卖店 买了和马大明同款的翻盖手机 同样去办了 可以上网的通讯套餐 三个人凑在一起 琢磨了一天 终于在李倩的远程操控下 完成了公司 初始成员QQ群的创建 滴滴滴 群里 头一次网上碰面的四人 多少都有点激动 陈海 倩姐 我买手机了 李倩 哇 小陈海你发财了 赚大钱了呀 等下次回去请我吃饭啊 李倩 那两个打字慢的 我用电脑找了好几个 你们需要的那种广告群 都是咱们本省附近城市的 一会拉你们进去 李倩 对了 我还帮你们创建了一个学员群 这个群都是内部人 就别拉新人了 打广告的时候 把学员群号码带上 这样想报名的 直接加群就行了 后面再联系你们 李倩 算了 我把广告语也给你们编辑好了 宣传页图片也发了 发在那个学员新群里了 需要编辑的东西 都给你们设置好了 李倩 打字慢的练一练吧 看看人家小陈海 以后怎么发广告 和学员沟通啊 李倩 行了 徐夏阳和马大明 都汗流加倍了 但手指的笨拙 还是让他们打字有点慢 根本跟不上 李倩那噼里啪啦的速度 索性只能当个硬生虫了 陈海倒是进步飞快 明明是最晚拥有手机的 但是适应起来 却是比另外俩人多快 在徐夏阳他们 还在熟悉群功能 查看李倩编辑好的文案的时候 陈海却是黑黑一笑 得意的噼里啪啦 好了老大 我刚刚已经加上了 倩姐帮咱们找到的六个广告群了 挨个发了广告 还把咱们的彩印宣传业网图发了过去 只等人联系咱们家群了 嘿 倩姐把我设置成学员群管理员了 乍一听到陈海的话 徐夏阳瞬间松了口气 更是略显苦涩地皱起眉头 无奈一笑 陈海 你小子怎么适应得这么快啊 这消息怎么复制下了 纯靠键盘打 好嘞 比作题都嘞 马大明这时候 却是着急的直捅姑徐夏阳 哎 夏阳 不对啊 你看我这是进哪个界面了 这怎么退不出来呢 我咋操作呀 陈海看着他俩 好像老头一样 凑在一起琢磨手机 无奈地叹了口气 连连摇头 还得靠我呀 顿时又再度聚精会神 噼里啪啦地按着键盘 在各种广告群里大展拳脚 跟所有人胡掰瞎扯 一边打广告 一边混脸书 在徐夏阳和马大明 熟练掌握打广告技巧的时候 陈海都已经混上了 两个广告群的管理员了 也不知道这小子 怎么那么能说会道 基本上不管到了哪个群里 都是大红人 和所有人都能打好关系 聊个不停 短短两天过去 陈海就已经彻底 混成网络高手了 QQ群一霸 和所有人打成一片 宣传自己的同时 更是把他们小吃教学班的事业 全都宣传了出去 虽然还没人报名 但是学员群里 已经加进来三十多个气氛组了 全都不分白天黑夜的 在群里叽叽喳喳问个不停 相当热闹 陈海倒是也因此 找到了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做 往常在学校上课的时候 他不是睡觉就发呆 要不就是拼装那个 拆了八百回的四驱赛车 这回有了手机 他也彻底释放了 几乎都要整个人钻到桌洞里 噼里啪啦地聊天了 根本不听课 各科任课老师 也早就知道他的尿性 如今即便是看到 他桌上空空如也 整个人不好好学习 也压根没老师管他了 反正 他自己安安静静地在那玩手机 谁也不打扰 倒是也挺好的 任凭他玩手机去 礼拜一 放学 徐夏阳和陈海一人 抱着一个手机 走在回工地的路上 看着学员群里 增长到四十多的人数 徐夏阳也是暗自扎舌 不由地羡慕陈海 这得天独厚的本事 陈海 你在跟人打交道这方面 简直就是天才啊 行 我看你这个效率 很快就能出现 从网上报名 来参加咱们小吃培训班的学员了 陈海抬起头 嘿嘿一笑 老大 不用很快 已经出现了 我已经加了几个人私了 他们都有兴趣 让我多给他们拍几个 都想学 徐夏阳文言也是 被陈海的效率吓了一跳 更是没想到 小吃教学这件事的市场 竟然那么广阔 有这么多的钱在学员 顿时兴奋地拍了拍陈海的肩膀 行啊 你陈海 这样下去 咱们很快就能做大做强了 等公司做起来了 说不定还能去外地做分公司 跑全国做分公司 哈哈 我和马哥负责管理加盟的摊主 你负责招收学员 肯定越做越好啊 陈海顿时有些不好意思的 嘿嘿一笑 老大 我哪有那么厉害啊 能多赚一点是一点 徐夏阳却是对这件事深信不疑 不仅仅是因为 陈海有这个本事和天赋 更主要的是 他们试探出 这个市场的确很广阔 几年内都有赚钱的潜质 等做起规模 就真的可以把手里的夜市摊子脱手 专心做学员培训的中介工作了 走 咱们赶紧回去 正好把张龙拿回来的 两份营业执照带回去 估计市场部门检查的人也要来了 说话的功夫 俩人也已经来到了工地门前夜市 打眼一看 立刻就能发现 夜市上少了不少摊位 有些摊主今天索性就没出摊 不用问也能确定 谁没来 就是谁打电话举报的他们 徐夏阳走到马大明的煎饼摊前 直接就从书包里 把张龙带去学校 交给他的营业执照拿了出来 递到马大明手里 马哥 把执照找个地方挂上吧 检查的人估计也快到了 陈海 你找几个能说会到的学员 一会当着市场监管 工作人员的面 好好把咱们这个教学的事情说清楚 我也把摊子推出来 咱们合法摆摊 合法教学 来检查也不怕 老张 你说市场监管的人今天来吗 就是啊 为了夺检查 咱们可是一天都没出摊了 这损失多少钱啊 整个夜市就咱们几个没出摊 他们肯定知道 就是咱们举报的 今天他们 要是不能被市场监管查封 那咱们以后 还怎么在夜市上混啊 工地夜市对面家属院 巷子口 五道人影磕着瓜子 默默观察夜市上的情况 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担忧 毕竟就是他们五个 打电话举报的徐夏阳 还有马大明 而他们自己也没有营业执照 所以 为了避免意外 索性就彻底没出摊 一天下来 少说也损失大几百块钱呢 自然是心疼的嘀咕起来 张绍海缩着膀子 靠在墙上 听着身后几人的抱怨 满脸的不以为意 嫌弃的吐着瓜子壳 呸呸呸 看你们四个那出现 上周四举报的 这周一来检查 拢共才四天 还有两天是周末不办公 那卖闸穿的小子和马大明 都没有营业执照 就算知道消息 现办 四天能办出来个屁 今天 至少也查他们一个无证经营 先把小池车拖走 不办证件 最少半个月出不了他 就这 还得罚他们几千块钱 就算影响不了别的 那也能给他们一次教训 看他们还敢不敢那么嘚瑟 此言一出 身后几人深以为然 纷纷点头 这时候 揣着手的胖子吸了吸鼻涕 那 就算无证经营罚款 几千块钱 还要扣车子 这事儿 顶多也就是损人不利己啊 咱们关心的还是那件事儿 你不是说 有办法让咱们也赚到学员的钱吗 听到胖子这么说 其他几人更是来了兴致 纷纷凑了上来 是啊老张 咱们也拉学员 也赚钱 你不是有办法吗 对 听说他们加盟的摊主 交一个学员七百块呢 一次能交三个 真让他们不少赚啊 前几天放假 天天晚上那么热闹 看的人真是眼红 说起这事儿 几人全都露出了 极度又贪婪的目光 能白赚钱的买卖 谁不想做啊 只不过是迟迟等不来 徐夏阳他们的招揽 这几个摊主 才纷纷起了报复心理 在张绍海的窜夺之下 立刻就都答应了 联名举报的事儿 现在 如果只是简单 惩治一下徐夏阳和马大明 那可不能满足他们 他们最终目的是要钱 只有见到钱 才能让他们这个小团体 更加团结一心 张绍海 文言翻了个白眼 不耐烦地敷衍起来 放心放心 看给你们极大 那等他俩的摊子 因为无证经营被扣留之后 就算再有学员 来那也没地方学啊 到时候 交了钱的学员 肯定得闹事 闹得越厉害越好 咱们就等着吃县城的就行 说着 他也磕完了瓜子 随意拍了拍手 脸上多出几分得意的表情 而且 市场监管只要试来 就不可能只检查他俩的摊子吧 咱们这片夜市 我都干两年多了 谁有营业执照 谁办手续了 到时候 肯定除了马大明他们的摊子之外 就那些加盟培训班的 还得被抓走不少 等他们的摊子 都被扣押罚款 那之前报名的那些学员 肯定要慌神 咱们再趁机出手 把他们拉拢过来 那不就行了 而且后面陆陆续续来的新学员 没有了马大明他们的干扰 还不是都得跟咱们学 到那时候 一个学员收多少钱 不都是咱们说了算 有的是机会赚钱 听到这番缜密的分析 其余四人也都逐渐激动起来 似乎已经见到了 自己收学费的情景 所有人都期待着 看到徐夏阳他们被罚款 和扣押车子的场面 正当此时 远处的大路上 突然驶来一辆 带着市场监管印刷字样的小轿车 直奔工地前夜市开了下去 从副驾驶开着的车窗 可以看到 赵刚正满脸堆笑的 跟开车的人交谈着什么 殷勤的引路 乍一见到这辆车 等了半天的五人 瞬间激动起来 纷纷动起身来 鬼鬼祟祟地跟了上去 来到邻近夜市的大马路边上 蹲着看热闹 眼睁睁看着赵刚带人下车 直奔徐夏阳和马大明的摊子 立刻开心地互相几眉弄眼 乐出了声 张绍海更是最为得意 笑个不停 嘿 看到没 怎么样 就说怎么样 咱们举报了 那他们就得来查 你就等着看 一会就得查他俩的营业执照 肯定拿不出来 到时候 那就是罚款扣车一条龙 我清楚得很 看看看 过去了 到徐夏阳摊位前的市场监管队员 全都兴奋地瞪大了眼睛 此时此刻 徐夏阳摊位前 两个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 开始对小池车进行检查 早就得知消息的徐夏阳 自然是根据从赵刚那里得到的检查流程 早早做好了准备 提前给小池车进行了整理和清洁 此刻自然是处处符合规矩 营业执照拿出来看一下 这边是有人举报你们无证经营 可能存在问题 工作人员一开口 赵刚立刻瞪起了眼睛 忙着招呼 快 你把营业执照拿出来 咱们市场 一向都是文明摆摊 合理合法 绝对不怕检查 徐夏阳会议 老老实实地 把早就拿回来准备好的营业执照递了过去 虽然一眼就能看出来前两天刚注册的 但是两个工作人员 还是认真地点了点头 相识一眼 没有多说什么 将营业执照还了回去 嗯 目前看没什么问题 举报的内容可能是存在误会 对了 还有个煎饼摊 是那边那个吗 赵刚文言 立刻笑着 结果营业执照 自然地还给了徐夏阳 热情地引领着两个工作人员 向另一边走去 这边这边 马大明的煎饼摊 一直都是我们市场里 遵纪守法的文明好摊 卫一绝对不存在无正经营的情况 来 随便查 有问题就该罚罚 该扣扣 绝对配合 大马路边上 张绍海五个人看着这一幕 直接傻眼了 彻底猛逼了 然而 面对一旁四人投来的疑惑 又质问的目光 张绍海还是强装镇定 别慌 别慌 那小子肯定是什么时候 自己办的营业执照 咱们不知道啊 就算他侥幸逃过去了 那马大明出了名的窝囊 他跟咱们都是一批过来摆摊的 咱们都没有营业执照 他指定的是 不能有 不信你们就看着 一会儿就得把马大明的摊子 扣押了 还得让他交罚款 其他那些加盟的 肯定还得被查 肯定不能有营业执照就是了 眼见四人的目光 越发充满了质疑 张绍海也是紧张的急忙转移话题 看 你们看啊 检查的人去了马大明那里 肯定有问题 此时此刻 马大明笑呵呵地 将自己刚摆上 还没落灰的营业执照拿了出来 配合检查 我们都是文明摆摊 这个时候还没下班 特意过来检查夜市 几位肯定没吃饭吧 豪华版煎饼果子 我请你们吃 他一边说着 一边将准备好的几套 全家福煎饼果子 装袋递了出来 市场监管的工作人员 马大明送的煎饼果子 立刻言辞拒绝了 不行 这我们不能要 只要你们文明摆摊 遵纪守法 那就是对顾客负责 对自己负责 我们的工作也算有意义 东西我们肯定不能收 营业执照还给你的确是合规的 赵刚笑呵呵地 接过营业执照 递给了马大明 顺手笑着将那几套煎饼果子拎了过来 哎呀 你看你整这事 人家工作呢 肯定不能收 我就先收下了 留着回去当夜宵吃 你们以后都好好摆摊 老老实实的 别让市场监管的工作人员操心 知道了不 说着 当即满脸堆笑地 招呼着两位市场监管队员 两位同志 咱们这检查的也差不多了 这还有 举报人反应的那个 收图拉人头的事 我啊 让他们这边那些 过来拜师学摆摊的学徒 都聚拢了一下 正等着问话呢 你们两位看看 过来了解一下情况 看看是不是存在传销的性质 市场监管的两个工作人员 对视一眼 无奈点了点头 行 根据举报反应来的两个摊位 目前是没发现什么违规的地方 既然你是这片的市场管理员 想必我们要检查什么 你也已经准备好了 带我们去看看吧 对于他们两个来说 只管做好自己 应该做的流程和工作就好 该检查的都合规 那就是没问题的 尽职尽责 不该管的也不管 也算是他们的无奈 毕竟这个任务 也是上边领导安排下来的 检查好了 还要回去写报告的 赵刚一听这话 立刻笑着一拍大腿 得嘞 那个谁 你们这里那些过来学习的学员呢 安排好了没 赶紧让他们过来接受检查 可不能说假话 都好好跟市场监管的同志说说 你们是怎么报名过来的 交了多少钱 是不是有人拉你们过来凑人数的 一定要如实交代 说着 赵刚笑呵呵地 引领着两个市场监管的工作人员 开始去和那些在夜市摊位上 学习的学员们谈话 场面反而是一派和谐 完全没有任何预料中的鸡飞狗跳 见到这一幕 特意腾出一天时间来 亏了大几百块钱的五人 彻底傻眼了 张绍海眼看着事情 压根没按照自己预想的那么发展 整个人也彻底的有些语无伦次了 啊 这 这不可能啊 这才两天啊 他们俩怎么可能这么快 就办好了营业执照 咱们是只举报了他俩 但是市场监管的来了 难道不应该整个夜市一块检查检查吗 其他那些 卖肉夹馍的 卖凉皮的 他们肯定没有营业执照啊 这不对啊 这 他们应该查啊 乍一听到他这时候还在狡辩 睁眼说瞎话 另外四个人的脸色早就彻底难看了下来 个个咬牙切齿 这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没损到徐夏阳他们也就算了 到时 他们自己白白亏了一天的营业额啊 大几百块 他们自己平时都不舍得花 一分一毫 那都是留着养家糊口 给孩子上学 给老人看病的 现在就因为听了张绍海的忽悠 窜多起来干这破事 结果人没损到 好处也没唠叨 光特么赔钱了 胖子最先爆发 直接怒骂一声 草 这特么还查鸡毛了 你眼瞎啊 没看见人家手里都有营业执照啊 完全合法的玩意 查个屁啊 查来查去 人家也是合法的 旁边蔫蔫的小老头也是揣着手 眼神里充满了抱怨 不是我说 老张啊 你能不能靠点谱啊 之前我就说 不如早点去加盟人家的小吃培训班 也能跟着人家赚钱 你非不 还拦着我们也不让去 就要背地里举报人家 搞着歪门邪道的 现在好了 你看见了 有一点用了吗 话音刚落 旁边带着兜莲帽的牢里头 无奈的摇摇头 一个劲的撇嘴 别看了 人家教学员摆摊 根本不犯法 那查鸡毛了 没看到那个赵刚都笑呵呵的一路跟着呢吗 摆明了 这是跟徐夏阳关系好 提前都通知好了 咱前脚举报 后脚就被人点炮了 查也查不出来 瞎耽误功夫 还不如老老实实摆摊赚钱了呢 散了散了 赶紧走吧 就当休息一天了 明天早点出摊 争取多赚点 早晚把这一天的钱赚回来就是了 听着他三个的抱怨 另外一个也是无奈叹气 还有些不甘心的看向 仍旧不敢置信的张绍海 阴阳怪气的抱怨起来 老张 我们可都是因为听了你的话 才搞这种损人不利己的破事 这现在赔了钱 你不能让我们自己掏吧 多少 你得给我们一丝一丝才行 张绍海一听这话 也是感觉冤屈直冲心头 放屁 我他妈还一天啥也没干 光在这聊闲了 谁给我一丝一丝啊 说着 他颇有些气急败坏的看向四人 告诉你们哦 别想着加盟他们的小吃培训班 今天就咱们五个没出摊 人家指定知道 就是咱们打电话举报的 心里指不定 怎么寻思找办法坑咱们呢 你们要是敢去加盟 那就是主动送上门给人料理 谁也不准去 回头你们要是去了 吃了亏 可别怪我没提醒你们 说完 张绍海也是被气得撂卷子 直接一把将四人扒拉开 倔倔的就走 压根不带回头的 剩下四人大眼瞪小眼 谁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有事打电话 又是搞举报的 结果到头来 全都是白耍小聪明了 此刻也只能无奈地叹气 各回个家了 另一边 市场监管的工作人员 听着陈海聚起来的学员们 介绍了情况 心里也是一阵无奈 这种属于自愿交钱败师 谁来也不能说人家违法呀 而陈海这样的介绍人 从每个学员身上收点介绍费 这事儿也不归他们市场监管的管 总之需要他们查的 各种手续齐全 未生合格 眼看也查不出什么 这次的事儿确实要多亏了你帮忙 要不是你提醒 这我们免不了被扣车整顿 起码耽误各把院 这样吧 之前欠你的市场管理费 我们还是交一下 我估计这边我还得常干下去 之前的确是误会了 我也没寻思凯歌来了会 赵刚一听这话 也是急忙连连白手 笑得那叫一个亲切 丝毫没觉得丢脸和尴尬 他可是深刻知道自己的定位 说啥呢弟弟 这不是打哥哥脸吗 薛老大那是谁啊 那都没跟我一般见识 我心里感激着呢 自家弟弟 什么管理费不管理费的 以后这片夜市的管理费 都让弟弟你来收 有啥困难 跟哥说话 徐夏阳文言顿时露出几分尴尬的神色 这个 那我叫你一声赵哥 说起事情吧 的确是还有件事 可能要麻烦你一下 注册公司这方面 不知道赵哥你能不能帮上忙 好说 没问题 保证能办好 赵刚文言 压根犹豫都没犹豫 直接拍着胸脯答应下来 虽然长得好似个排骨精 可说起这话来 铿锵有力 一脸的自信 倒是还有几分令人信服的意气 徐夏阳见状也是松了口气 虽然感觉自己 和赵刚之间的关系 好得莫名其妙的 但他也明白 无力不起早 赵刚态度转变如此之快 并且这么殷勤 肯定不能是 因为喜欢吃炸串 那就只剩下一个理由了 学凯 肯定是自己那讲义气的 社会好大哥薛凯背后干了什么 绝对死死地压制住了 这个地头蛇赵刚 这份人情 算也要算在薛凯头上了 没有薛凯 单单一个赵刚 就足以把他徐夏阳生吞活泼 吃人还不吐骨头了 小地方的人情社会 讲究的就是一个关系 就算赵刚完全不犯法 这种吃得开的社会人 想对付一个普通人 那再简单不过了 如今既然能化解矛盾 还愿意帮忙 那自己也不妨厚着脸皮 多拜托一些 开公司的手续 要是自己去办 估计里面的弯弯绕 不是一两个月就能下来的 交给赵刚 那倒是大可放心 徐夏阳也是磕磕气气地笑着点头 那就麻烦赵哥了 需要什么资料 我都提供给你 如果不好办的话 也不用勉强 我再想办法就是 就是他主动投食问路 想要打好关系 如今不仅奏效 还收获了人情 他自然是高兴都来不及呢 看到徐夏阳那客气的模样 他更是笑得嘴都咧开了 连连白手 哎呀 这还算个事吗地点 你放心 你这合法合规的买卖 好办得很 不过徐夏阳刚刚松了口气 骤然听到这话风转变 心里也是咯噔一声 犹豫着看向赵刚 不过什么 哦 那是注册公司需要手续费什么的 对吧 放心赵哥 我给 他本身也不是很想和赵刚这种地头蛇牵扯到一起 但注册公司这件事 本身对他们这种完全不懂行的人来说 就是一件比较抓马的事情 自己去跑的话 他白天要上课 晚上要摆摊和学习 实在是没时间 所以才想要偷个懒 省个麻烦 可要是赵刚另有所图 那自己宁愿麻烦一点 给钱能解决的就给钱 其他的 自己可不想掺和 赵刚一听到钱 顿时笑出了声 跟哥哥不用讲钱 弟弟 我呀 是有另外一件事 想要麻烦麻烦你 你先别怕 我哪敢难为你啊 别的事 我也不敢让你掺和 是我那大外甥 小龙的事 徐夏阳刚提起来的心 瞬间多了几分疑惑 好奇地看向赵刚 小龙 你外甥 哦 你是说给我送营业执照的张龙 回想起那小子 初次见面的时候 似乎就被自己一脚踹到小便池里去了 果然是一家人 都是个排骨精的模样 可那个不良少年 自己能有什么事情帮得上忙 赵刚嘿嘿一笑 连连点头 搓了搓手 对对对 大名叫张龙 我听说徐老弟 你学习挺不错呀 在班上学得也认真 老师都稀罕 我寻思 你能不能帮个忙 带带我那大外甥 不用多费心啊 那小子现在最怕你了 你说的话他不敢不听 就让他好好读 整取多考两个分 到时候 就算家里拿钱给他读个大专 那他全家 也得祖宗八倍地感谢你 好老弟 这事你看 正说着 赵刚也看到了徐夏阳脸上 露出的为难表情 顿时改了口 更是露出一副无奈的样子 啊 那要是麻烦的话就算了 肯定不能耽误徐老弟你考学啊 那小独子不行 改天我给他找几个家教得了 就是一般的家教 也请过 都想不住这小子 可能他们老张家 就没有这个命吧 赵刚说着 自己也是唉声叹气的 要说这小子跟上底子不错 他爹可是九十年代大学生 还是学医的 现在在市立医院当主任医师呢 我姐那也是师范毕业 县里当初中老师的 一家子这算得上是读书人了吧 就这个小龙 上高二之前都还挺好 就从高二开始瞎混 谁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 算了算了 徐老弟 你就当我没提这事 你放心 注册公司的事情 哥哥肯定给你办得妥妥当当的 回头要什么资料 我先打听清楚 让小龙到学校跟你说 还是老样子办 说着 赵刚当即转身就准备离开 徐夏阳健壮 心里也无奈叹了口气 人情债最难还 自己要是有那个本事还行 谁的人情都不用 可偏偏 谁让自己就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 不欠人情是不可能的 那什么 赵哥你等一下 这事也不是不行 但你得想办法 让张龙转到我们班里 这样我才能捎带着帮上忙 要不然 他在别的班 我也的确是没时间 此言一出 赵刚立刻笑呵呵地扭脸回来 一个劲地点头 哎哎 好嘞好嘞 你放心 我明天就找人去学校走动走动 争取把小龙调到你们班上 徐老弟啊 你能答应这事 那真是给我帮了大忙啊 你费心 你多费心 徐夏阳见到他一副 好似早就想到自己会答应的模样 心底也是无奈 赵哥 这不是什么大事 我力所能结 不过这一年下来 最后到底能有个什么结果 我可对于和赵刚这种人打交道 话还是要说的谦虚一点 虽然他有好大个薛凯撑腰 不怕被报复 但这人情上的事情 该谨慎还是要谨慎 不能瞎承诺自己没把握的事情 赵刚文言也是点头如捣算 心如明镜 直到直到 这事就不能求结果 你放心 就算这小崽子最后鸡毛也没考上 这事也是他自己的问题 他要是能考上大专 他全家都得给你磕头 我先替他爸妈谢谢你了 徐夏阳松了口气 轻轻点头 没什么 我还要多麻烦赵哥你 学习有啥好的 张龙家里那么有钱 还要学习啊 夜市散了场 三人又坐到一起 分钱吃夜宵 陈海听了赵刚所求的事情 确实嗤之以鼻 不以为然 狠狠咬了一口裹满酱料的棒棒鸡 对于学习这件事 他是一点都不感兴趣 旁边 马大明哀声叹气地数着今天 仅有的一千来块钱 连连摇头 行啊 不就是带一个小混混学习吗 这次检查的事儿 要不是有赵刚提前打招呼献殷勤 咱们可真是亏大发了 让他赶紧帮忙 把公司注册下来 再帮忙疏通疏通关系 咱们也好赶紧加大小吃培训班的规模 多招揽一些摊主 专心做小吃培训的生意 夏阳你在学校 就代代他那个外甥 学不学的 你也不用费心 徐夏阳挑起一串金针菇 细细咀嚼 轻轻点头 都得感谢我 听说张龙他爸 还是势力医院的主人医师 那我要是带好了他 以后也算是在医院有熟人 好处可不少呢 陈海听着俩人一唱一和的 三言两语就决定答应下来 顿时无奈的叹口气 学吧学吧 有钱人家的孩子好命啊 什么都不用操心 也不用赚钱 光花学费不够 还能找人补课 羡慕啊 我就是注定 去南方电子厂打工的命 一边说着 他一边将今晚赚到的 一千块中介费收了起来 心满意足地拍了拍口袋 兜里有钱 心里不慌 赵刚要是真能帮忙 把正规手续办下来 让咱们赚钱 再也不用担心被检查 嘿嘿 那老大 你就辛苦辛苦 徐夏阳吃完面前的一点闸串 无奈叹了口气 起身收拾东西 行了 九点多了 最近天冷 夜市散得也早 你们赶紧各回个家吧 我还得回去做题呢 等公司搞好了 这八斤能从网上拉到人了 这闸串摊子 我就得给宋大伟 以后 还能多留出点时间搞学习 随手将自己今晚分红的一千多块 塞进口袋里 他也收拾着东西车摊 等人都离开 徐夏阳也把车子 送到了工地厨房后面 挺好 回了宿舍 继续晚上的学习计划 正当他聚精会神 做数学真题的时候 放在外套口袋里的手机 突然响了起来 一下子打断了他的思路 他顿时皱着眉头 摸索出手机 接通了电话 喂 话音刚落 他听到了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 瞬间抬起头来 死黄毛 你怎么知道我电话号 此时此刻 是里 医院住院部卫生间 刘子良爬在二楼卫生间的窗口 时不时地向外张望 整个人紧张地满头大喊 听到电话那头对自己的称呼 他瞬间皱起眉头 你个死脉闸串的 我特么是你妹夫 什么死黄毛 别特么废话 我打不通蚯蚓的电话 你赶紧去一趟我家 让蚯蚓抓紧地带我爸妈走 先找个地方躲躲 喂 喂 草 他这边正说着呢 电话那头 徐夏阳直接毫不犹豫地就挂了 顿时让他一阵气急败坏 恨不得直接把手机摔到粪坑里 砰砰砰 正当此时 卫生间的门被敲响 外面响起一道不耐烦的声音 哎 好了没有 刘子良找出徐夏阳的电话号码 果断按下回拨 同时对着门口嚷嚷起来 催什么催 拉不出来 你去让医生给我整点开塞路啊 要不你竟然用手扣 听到他这番话 门口的声音 直接骂骂咧咧地走远了 这时候 刘子良的手机上再度显示 通话被对方挂断 顿时气得他原地转圈 很想抱锤墙面 你个该死的徐夏阳 他此刻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手机揣进兜里 拉上拉链 当即就爬上了窗口 晚饭的时候 就听到那个带自己在医院里 做检查的眼镜男 打电话通知老田明天来住院 那就意味着答 妖子快开始了 之前赌博欠下150万的时候 他那是走投无路了 只要有人能给200万 别说是一个妖子 就算是俩妖子 他都不带犹豫的 可现在 房子车子什么都有了 老婆也怀着孩子呢 自己也坐上了工程 他有家有业的 怎么可能真的去冒险嘎个妖子 刘子良目测了一下 下面花坛的空地 也不算太高 从这个高度跳下去 绝对屁事没有 最后看了一眼 楼下四周没人 他直接咬咬牙纵身一跃 动 一声闷响 他就地打了个滚 落到了花坛里 刘子良摔了一个屁股蹲 不过仔细活动了一下腿脚 好在是没地方受伤 他脸上瞬间露出一抹激动的神色 想打我腰子 做梦 我就不信你老田 敢跑去薛凯的工地上 闹事要钱 只要我不露面 就能拖死 你个老王八蛋 说着 他警惕地打量了一圈四周的情况 立刻撒腿 就向医院外面跑去 与此同时 医院一楼门口 眼镜男皱着眉头 看向快速逃向大门的刘子良 手里已经举起了手机 抓回来吧 小心点别打坏了 老板说 要给他点警告 让留在县里的老蔡动手 录个音 给这小子好好听听 下次再跑 就让老蔡把人带回来 让他当面看 说完 眼镜男放下手机 不慌不忙地向医院门口走去 等他刚走出大门 不远处的马路牙子上 两个壮汉就好像拎小机一样 把刘子良反手提了回来 整个人疼得呲牙咧嘴地 嗷嗷喊叫 疼疼疼 清点 他妈的 弄坏了腰子 老田那个王八蛋 也得死 刘子良此刻也是气急败坏 万万没想到 自己这么周密的计划 这么安全的逃跑路线 结果还是抵不过 他们到处都有人围堵 刚出门 还没跑出几百米呢 直接就被等在路口的人 一把拿住 正当他嚷嚷的时候 眼镜男也已经走到了跟前 直接皱着眉头摆了摆手 松开吧 他要是跑 那就让他老爹老妈 加上老婆孩子 尝命就行了 此言一出 两个壮汉直接松开了 刘子良被反制的两条胳膊 可目光仍旧是紧紧盯着他 不让他有半点逃跑的可能性 刘子良揉着胳膊 文言也是气急败坏 你特么是不是男人 拿我老婆孩子 做妖邪算个屁本身 敢逗我老婆 我就是死也不可能 给那个老王八蛋换肾 眼镜男不屑轻哼一声 淡淡地盯着他 你应该庆幸 我们老板还没发现 另外一颗合适的遗植肾源 如果有替代品 你就要好好想想二百万赌债 你拿什么还 除了妖子 你全身上下 还有值钱的东西吗 别给我找麻烦 你老婆和老爹老妈 我们已经派人照顾着了 明天就让你听听声 我特么警告你 别逗我老婆 刘子良突然抱起 直奔眼镜男扑了上去 藏在手里的水果刀 毫无征兆地刺了出来 指着眼镜男脖子去的 然而他刚出手 背后突然势大力沉的两巴掌 直接按了下来 他只能眼睁睁 看着手里的水果刀 从眼镜男面前滑落 手腕顺势 就被身后一个壮汉一把捏住 啊 从被迫张开的手心里 轻而易举地拿走了水果刀 眼镜男全程面无表情 压根连躲避的姿势都没有 随手从壮汉手里 结果炸出来的水果刀 微微打亮一眼 痴笑一声 藏刀子 街头小流氓的打法 混这么多年 都快忘了我年轻的时候 也在街面上玩过了 刘子良整个人被反之双手 疼得呲牙咧嘴地跪在地上 此时此刻 他是真的怕了 自己在县里混了这么多年 耍刀子拼得一个狠劲 此时此刻 却在这群人面前变得毫无作用 手腕上钻心地疼 眼镜男的话 更是让他心里直秃秃 突然转变战术 整个人哼哼唧唧地哀嚎起来 哎呀 疼疼疼 错了错了 我错了好不行 我不跑了 拧着我腰子了 给给给 不就是一个腰子吗 我和老田说好了 我给还不行吗 动我老婆孩子 你们也没好处啊 眼镜男随手将刀子收了起来 笑着冲刘子良 抬抬下巴 我说什么 你做什么 别耍小聪明 到时候换一个不好使 就换两个 此言一出 刘子良已经彻底被吓得 脸色惨白惨白 冷汗沉沉 这时候 他才真正意识到 堵桌上无等闲 怪不得这个田新光之前 能够在薛凯的娱乐城里 输了几百万 还能赚回本 合着 他们都是混社会的 根本不是什么搞餐饮的田老板 全他们是大流氓 念及如此 他是真服软了 只能连连点头哀求 不跑了 不跑了 我这次真的不跑了 还是用我的吧 我儿子太小了 田老板用着不顺手啊 用我的 我不跑了 眼镜男不耐烦的摆摆手 两个壮汉再度松开了 跪在地上的刘子良 好了 自己回病房去 明天老板过来 看医生安排 这周内做完手术 你配合的话 也能早日恢复健康 活蹦乱跳的 别想不开 说完 刘子良亮亮呛呛地 从地上爬了起来 已经哆嗦到喘气都颤抖了 目光躲闪着 看向默默盯着自己的三人 深知现在绝对已经跑不出去了 只能再想办法 送走去安全的地方才行 念及如此 刘子良只能一瘸一拐地 老老实实 向医院住院楼走去 一等回到病房 眼镜男也照旧 坐在一旁地看起了报纸 压根没有特意紧盯着他 刘子良哼哼着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 却是睡意全无 只能无奈地微微皱眉起身 心里烦躁地看向眼镜男 喂 我都不跑了 你能不能别盯着我 我睡不着 医生让我好好休息 要是我睡不着 到时候血压高 身体有毛病 耽误的可是你老板的手术 眼镜男正啃着苹果 听到这话 直接不屑地冷哼一声 随手放下报纸 转身离开了这单人病房 对他而言 是为老板服务的 自然要尽可能地保证 这个小黄毛身体一切健康 能够顺利安排肾移植手术 等手术成功了 可就没这么多顾虑了 刘子良看着眼镜男 的确离开了房间 也是暗暗松了口气 只不过回想起刚刚的狼狈 仍旧是气得垂床 这时候 他仍不死心地 从口袋里摸出手机 看了一眼存的 徐夏阳的号码 更是暗暗骂娘 随手打给了另外一个号码 对面刚接听 他立刻两眼放光 喂 薛哥 是我 子良啊 能不能 麻烦你个事 没啥 就是帮我给我 那个县里的大舅哥 打个电话 让他带我老婆和老爸老妈 来试理一趟 没别的地方 能不能先安排他们 住在维多利亚 刘子良握着电话 期待地等着那面的回应 随即眼前一亮 兴奋地连连点头 哎哎哎 好 好薛哥 啊 我没什么事 就是想他们了 对 等我这边工地上忙完了 我就过去找他们 挂断电话 刘子良瞬间整个人松了口气 张开双手躺在了床上 身心放松 哈哈 臭傻子 有薛凯看着 我就不信 那个老王八蛋 还能找人威胁到他们 念及如此 他也彻底放松了下来 静等薛凯那边好消息传来 不知不觉的 整个人也就躺在床上睡了过去 另一边 维多利亚娱乐城 薛凯放下电话 面无表情地扔到身后沙发上 仍旧叼着烟张罗搓麻将 哗啦啦 麻将快滚动 房间里烟雾缭绕 牌桌上 甜心光笑呵呵地 看着面前的牌面 乐不可知 老薛 我这把可手切好啊 今晚最后一圈了 明天我就要去医院 等着换肾了 薛凯叼着烟 马着牌 闻言吃笑一声 看来 你个老东西 还能再活几年 我还打算等你死了 赶紧安排人 把你手底下那些产业 都接受过来呢 一桶 啪 麻将质地有声 孤零零地躺在牌桌上 甜心光眼 放贼光 丝毫看不出来 是个尿毒症晚期的病人 错过这次机会 你就再等个十几年吧 等我换了新腰子 也要好好经营生意了 估计咱俩 坐在一起 摸麻将这种牌局 少见了 俩个老板说话的功夫 房间里两帮壮汉 也是面面相去 薛凯却是显得格外洒脱 毫不在意 手里一张牌 滴溜乱转 啪哒啪哒地敲打在牌面上 随手打了出去 随意地嚷嚷起来 给你给你 都给你 再忙活 你还能活几年 听到这话 薛凯的几个弟兄 纷纷皱起眉头 欲言又止 但是看着老大那洒脱的样子 他们也只能无奈叹气 麻将排局散场 甜心光的人 也全都走光了 招待势力 只剩下薛凯的一帮兄弟 个个都是心腹 郭旭率先压不住脾气 主动开口 之前他来赌钱 一心求死 咱们已经放过他一马 让他自己找一个体面的死法了 够讲江湖道义了吧 现在这么好的机会 安排两个人 把刘子梁的老婆和爹妈接过来 再弄走那小黄毛 没了甚缘 他活不过撒月 可你现在 刘子此刻也是满脸无奈 愁的脑袋顶上 都出现三道文了 老大 锅子说的有道理 咱们留着那刘子梁 以后黄赌毒 有的是办法 让他一辈子爬不起来 没必要在这时候 给甜心光那老东西松一口气 从下面几个县里闯到市里来 咱们兄弟都是吃了苦头的 别忘了 那甜心光以前怎么打压咱们生意的 现在 就不能先放过那个刘子梁 以后再说嘛 薛凯叼着烟 一脸无所谓的 玩着手机上的贪吃蛇 面对几个兄弟的意见 他压根没有考虑的打算 黄赌毒 毒不能碰 这是要命的东西 毒 那小子已经上戒备了 后面再想搞他 很难让他一辈子翻不了身 而且高利贷也容易把咱们拉下水 黄 来了这么久 你们看到那小子现在里面过吗 此言一出 几个兄弟面面相去 哑口无言 薛凯轻哼一声 似乎早就已经考虑好了 不耐烦地 冲几个兄弟摆摆手 滚滚滚 都别在这愁眉苦脸的 看得我犯恶心 就算那姓田的能多活几年 咱们就怕他了 当年能扛着他一个劲打压 从下面几个县里闯出来 现在就能继续正大光明地干掉他 干到省里去 但 能合法摘掉那小黄毛一颗妖子的机会 可是他自己主动送上门来的 就这一次 能毁了他一辈子 此言一出 几个兄弟之间也是无奈互相对视 痴笑着摇头 郭徐叹了口气 拍拍屁股起身 行 老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那我们就不管了 刘子此刻也是目光转动起来 隐约有了想法 这样吧大哥 样子还是要装装样子的 我带人回县里 简单照应一下 也是让那小黄毛欠咱们一个人情 以后做扣 让他往里钻的时候 他能信任咱们 要相信天心光那个老东西 毒得很 肯定不可能让刘子良从医院跑了 真跑了 他也有办法抓回去 薛凯琢磨片刻点了点头 行 去吧 做人也有点底线 毕竟那也是个孕妇 还是下阳的妹妹 别搞得太难看 要不然 以后那小黄毛不信我这个大哥的话 我还怎么带他投资几百万的大工程啊 说着 薛凯也是抹了一把脸 整个人精神起来 至于刘子良那边 你们就谁也别管 就算他自己能跑出来 你们谁也别收留 他一颗腰子便宜他了 说着 郭旭他们纷纷起身 准备离开 薛凯却是突然叫住了几人 等会 我不仅要他被摘掉的腰子 剩下的那个 我也要他生不如死 跟他一辈子 等他做完手术 康复出院 你们几个都给我热情点 挨个请他喝酒 大鱼大肉 什么法务就吃什么 多带着他走一走工程上面的酒局 多夸几句 让他多喝点 喝得越多越好 明白吗 此言一出 兄弟几个瞬间笑出了声 面面相去 连连点头 哈哈 大哥 你真黑啊 剩一个腰子 还让他往死喝 估计要不了几年 他也得尿毒症 只剩一个腰子 再多给他安排几个娘们 我记得二马路侠姐那边 有几个生病的姑娘 给他介绍介绍啊 放心吧大哥 绝对让他天天喝得最生梦死的 就算就酒精烟 我们也肯定帮着大侄子 把他另一个腰子 烟成尿毒症 薛凯文言 当即也是笑着白白手 随后众人纷纷退去 各自忙各自的事情去了 等人走光了 薛凯拿着手机 深吸一口烟 随手拨出了一个号码 没一会儿 电话接通 喂 夏阳啊 这么晚还学习呢 怎么样 考大学有把握没 与此同时 县礼工地 徐夏阳本有些烦躁 还以为又是那小黄毛 打过来的呢 可听到薛凯的声音 瞬间眉头舒展 笑呵呵地回应着 凯哥 我这才刚开学一个月呢 第一次月考 就是25名 现在这成绩 上大专都费劲啊 还得努力学才行 笨鸟先飞呗 加班加点的学 薛凯文言 笑着点点头 行 你小子别老整那个闸串了 耽误时间 多影响学习 那什么 这几天你看看 和学校那边商量一下 给你搞个学生宿舍 你搬回学校去住 以后就别出贪了 那地方什么人都有 谁都能找到你 乱不乱的 听到了没 回学校住 专心学习 只要你能考上大学 钱的事 你不用操心 徐夏阳听着这番话 也是不明所以地笑着点头 可突然 他好似想到了什么 凯哥 是那个小黄毛出事了吗 你担心我妹妹 又来工地骚扰我 怕这事牵扯到我 凯哥 这事对你不会有啥话影响吧 薛凯听到徐夏阳的关切 嘴角经不住地翘起 轻笑一声 我 哎 你是不知道你凯哥的实力啊 一个小黄毛 能影响我什么 不过 你说的没错 他要遭报应了 说不定会反扑起来 折腾几下 背不住就影响到你 但你放心 这事你不用掺和 你妹妹那边我 听我的 这几天回学校住 或者随便换个地方住 别让人去工地找到你就行 过去了这阵 你就知道是什么事了 徐夏阳文言 微微点头 硬了下来 可心底却止不住地好奇 行 凯哥 那我就先搬走 哎 那个 我能问一下 凯哥你到底和刘子良有什么仇 你这么对付他 到底是为了啥 对付 夏阳 这事 可是找错人了 我是大好人啊 薛凯的声音里 不但有一丝丝情绪 但是 徐夏阳却是已经能想象出来 电话那头 薛凯是如何得意地一边抽着烟 一边潇洒地靠在沙发上 心里顿时也是无奈苦笑 凯哥 我就是好奇二爷 不过这事 要是我不能知道 那就算了 那小黄毛和我妹妹的事情 本身我也不想掺和 薛凯文言 嘴角已经笑裂开了 哎 有这个觉悟 那就对了 你就老老实实地好好学习 听我的换个地方住 别再让人随随便便找到你呢 记住一句话 哥哥不会害你 赌博的人 永远不值得同情 徐夏阳轻轻点头 心里也早有论断 不光是赌博 动不动就掏出刀子给人放血 这哪个好人也扛不住啊 对小黄毛和妹妹 她一向是想要彻底斩断 却总被纠缠 只是苦于没有好办法而已 要读书 就不能离开县里 只有考上大学 才能去到外面 彻底远离妹妹和小黄毛 之前每天还要摆摊卖茬串赚钱 住在工地宿舍 是最省时省力的办法 所以 开学一个多月了 还仍旧是没有马里搬走 经常被妹妹找上门来 的确也是时候从工地离开了 等去了学校住 那里看大门的毕竟更为严格 就算徐秋影在门口喊 也不会打扰到他 至于其他住的地方都要花钱 徐夏阳可没那个闲钱住好房子 手里的钱除了还给赵老师之外 剩下的都是要留着上大学的 简单和薛凯闲聊了几句 他也没过多地问下去 实际上 县里就这么点大 薛凯也不过是就在夜市上 见到过小黄毛和三个工人打架而已 之前并不认识 能让薛凯这么费心费力地去算计 他大概也能猜出个所以然来 势必是这小黄毛和划伤薛凯子 眼睛那件事脱不开干系 这回是落到郑主手里了 要真是这样 那还算是喜闻乐见了 徐夏阳放下电话 继续服案苦读 钻研做题技巧 晚上学习 就必须要学点 需要动脑的理科 否则要是背诵语文英语什么的 只怕是背不了一小时 就要困得找不到北了 工地宿舍的灯亮到了半夜 楼上项目部办公室 刘子梁猛的一个机灵从床上爬起来 整个人脑子还处于一种猛逼的状态 稍微有点待机 旁边 护士已经开始进行日常寻方检查 正拖着他的手 在手背上涂抹消毒酒精 乍一见到他醒过来 那双眼无神的样子 顿时轻笑一声 醒了呀 那躺好了 该给你打针了 从今天就要开始 为肾移植手术做准备了 这些要都是为了消炎 预防感染 还有提前为手术减轻痛苦的 不要乱动 好了 说话的功夫 技术高超的护士 就已经在他手背上扎好了针 马里的贴上固定带 随即将要吃的药都分类放好 端来了水 来 张嘴 把药吃了 刘子梁感受到手背上 输送进来的丝丝凉意 经不住打了个冷战 看到护士递过来药片 下意识地伸手拍到一边 去你妈的 你才吃药呢 哗啦啦 药片洒落一地 护士顿时皱起眉头 手忙脚乱地去收拾 哎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 刘子梁心里发慌 一把拽掉手腕上的树叶针 鲜血瞬间就溢了出来 疼得他呲牙咧嘴的 翻身下床 压根一刻也不敢停留 着急忙慌的 就要往外跑 刚到门口 碰 眼镜男直接打开房门 走了进来 背后两个壮汗 直接堵住了门口 看到手上冒血的小黄毛 眼镜男也是皱起眉头 你不配合护士打针吃药 你要去拿 刘子梁捏着手背 乍一见到门口 被堵得严严实实地 看到一旁的卫生间 他灵机一动 当即皱着眉头嚷嚷了一声 上厕所 拉屎 谁他妈早上不拉屎就打针 碰 说完 人就捏着手背 走进了卫生间 立刻反锁房门 刘子梁一屁股坐在马桶上 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满额头的冷汗了 头发都打湿了 不管外面病房里 小护士正在和眼镜男他们 抱怨嚷嚷什么 他立刻着急忙慌地 从兜里把手机摸了出来 刚打开 十几个未接电话的标志 就刺激着他的神经 打开一看 全都是薛凯的兄弟 刘相打过来的 瞬间让他兴奋起来 看来昨晚的事 有眉目了 不敢耽搁 他立刻将电话回拨了过去 刚接通的一瞬间 就忍不住激动起来 喂 刘哥 你是不是在县里呢 我老婆和我爸我妈 他们听到电话那头确定地回答 刘子梁瞬间松了口气 整个人摊坐在马桶上 十分庆幸地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 连连点头 好 没事就好 辛苦你了刘哥 薛哥这大恩大德 我刘子梁绝对一辈子都不能忘 另一边 刘相坐在车里 看着徐秋影正在院子里晾衣服 笑呵呵地和电话那头通着电话 哎呀 子梁这说的什么话 咱们都是自己家兄弟 在江湖上混 或不及家人 谁这么不讲究 还拿家人威胁你 你是不是遇到啥难处了 不行就直接跟大哥说 让大哥替你摆平不就行了 刘子梁听了这话 一时间也是欲哭无泪啊 他就是在薛凯那里欠的赌债 现在要用妖子还钱 哪能再找薛凯啊 这事儿 打碎了牙 他也只能往肚子里咽 虽然念及如此 但他还是强装镇定 笑呵呵地轻松回应 啊 没啥事儿 就是江湖上一点小纠纷 对方不入流 我能摆平 刘相文言 心底冷笑 表面上却装得随意 哦 小纠纷啊 那没啥事儿 放心吧 都是兄弟 你家里人就是兄弟们的家里人 不会有事的 你就放心大胆 去干就行了 刘子梁挂了电话 心里冷静了七八分 听着门外的催促 顿时不耐烦地起身 一把拉开卫生间门走了出去 门口 眼镜男皱着眉头 向厕所里看了一眼 你拉完不冲 刘子梁直接推开 堵在门口的挤人和护士 大摇大摆地走出来 我特么拉完吃了 不行 关你屁事 我的早饭呢 不买饭 你要饿死我啊 乍一见到刘子梁这蛮横模样 眼镜男倒是被气笑了 可又无可奈何 只能回头冲着俩壮汉白白手 他脑子有点问题 麻烦你再给他扎一针 让他把该吃的药都吃了 市立医院 小黄毛已经被彻底监控起来了 病房门里门外 24小时有人跟着 一时半会的 就算他想跑也找不到机会 只能老老实实配合医生做检查 吃药打针做准备 只等时间一点点向手术安排逼近 另一边 县里 徐夏阳仍旧照常上课 只是早上临走之前 给宋大伟去了电话 约好了晚上在夜市摊子上 把摊位转让一下 以后这闸串摊 他自己都被吓了一跳 96500 这些天连摆摊带拉人头 又赚了3万多 马上要破10万块来啊 其实赚的最多的 还是国庆放假那几天 陈海和各种学员人头带人头 一共拉来上百人 除了中介费 还有摊子上的学徒报名费 赚了2万多 再加上自己摆摊大半个月 也有1万多 抛去把后续一部分学员 转给宋大伟 分出去的报名费 还有摆摊的成本 现在他手头也有将近 10万块的存款了 徐夏阳看着本子上 加加减减的数字 一时间心里感到十分满足 和有安全感 自己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呢 而且 他还有一部分钱没算进去 前期已经出世的学员 陆陆续续开始统一 订购配方调料了 这边也安排发货了 不过前期这个量还不是很大 而且也谈好了 和供应商那边是按月结算 所以 现在这块的钱还不好算 只能等规模继续大起来 才能看到真正的收益 他大致算完存款 直接把那叶本子撕下来 揉成团扔掉 拍了拍一旁还在睡觉的陈海 他直接起身 我去找老师问一下安排宿舍的事 你要不要一起 都住在学校里 也省得麻烦了 陈海文言 睡眼惺忪地从桌子上爬起来 脸上逐渐露出疑惑 啊 住学校宿舍 为啥呀 徐夏阳无奈叹气 也懒得解释太深 方便学习 省得来回跑了 咱们拉学员的买卖 不是越做越好了吗 等做成了 你也不用去南方打工了 正好跟我一块去读大学 这样 才能一起继续创业啊 跟我一起住学校宿舍 正好你给我补习英语 我给你补习数学 就算考大专 你也跟我一起读 陈海文言挠了挠鸡窝头 仍旧是一脸困惑 老大 我不喜欢读书 你自己在学校住吧 我回家住 徐夏阳见到陈海这一如既往的坚定信念 也是无可奈何 索性也不劝了 顺其自然 当然 他想要顺便找个免费英语家教的打算 也自然落空了 然而 正当他准备只身前往办公室 找老师申请宿舍的时候 陈海却是突然一把拽住了他 好似刚刚睡醒 皱着眉头 考虑到一些要害 哎 那什么老大 你不就是想要从工地搬出来 多点时间学习吗 那你去我家住呗 正好给我做个办 我家那肯定比学校宿舍自由多了 不用每晚十点半熄灯断电 适合你挑灯夜读啊 徐夏阳一听这话 顿时眼前一亮来了兴趣 立刻顺势坐了回来 去你家 有道理啊 就连我都不知道你家住哪 那徐修颖他们 肯定就更不知道了 这比学校都安全 陈海见到徐夏阳这激动的样子 一时间也有点猛逼 自己家有这么大吸引力吗 但他倒是乐于有人做伴 家里也多点人气 总好过自己一个人 黑洞洞的呆着孤单 当即顺势点点头 我家那片离工地不远 离学校也不远 中间位置 倒是既不耽误上学 也不耽误老大 你回工地夜市那边 管理小吃培训班 那等着周末 你搬行李来 咱俩收拾收拾 正好还空了一个卧室 我有我奶 也就过年回来几天 其他时间都不在家 徐夏阳思索片刻 当即笑着点点头 行 那这周末搬家 救助你家 我还从来没去过呢 你不说 我倒是还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学校宿舍十点半就熄灯了 很影响我学习啊 去你家正好 正当他俩计划着什么时候搬家 也好请马大明开车帮忙的时候 教室里突然安静了下来 前门 班主任老赵 一脸严肃的出现 打亮了一圈 随即对着身后招招手 进来吧 说话间 领着一个被踢了板寸的源头小伙 走了进来 站上讲台 瞬间引起班里一片哗然 所有人都唧唧喳喳地 看向那个跟着老赵 一起走进来的家伙 陈海也是 突然心里咯噔一声 眼前一阵 我去 那不是张龙吗 他 他不是长头发 斜刘海吗 这 怎么变板寸了 徐夏阳文言 也好奇地看了过去 只见张龙彻底没有了 往日里的嚣张和嘚瑟 此时此刻 竟然老实得好像的三好学生 安安静静地站在老赵身后 他见到这一幕 也是感觉不可思议 有意思 看来赵刚还真不是说着玩的 是真打算让他外申考大学啊 这头发都给剃了 削发明知 正当此时 老赵板着脸 将张龙推到身前 皱着眉看向全班 那什么 介绍一个新同学 张龙 以后呢 就调到咱们班来了 那李海洋 你去北边 靠窗大牌的空座 换一下 张龙 你过去 坐徐夏阳和陈海他俩前面 到了这个班 就老老实实待着 别给我捣乱 我不管你舅舅认识张 还是认识里的 都没用 知不知道 张龙文言 瞬间脸色惨白 几乎都要哭出来了 老师 我能不去那坐吗 我坐你跟前 讲台边上都行 啪 班主任老赵 直接在张龙后 脑勺拍了一巴掌 严厉地皱起眉头 哪那么多废话 让你坐哪就坐啊 萧婷呆着 张龙此刻自然是欲哭无泪 只能老老实实地抱着书包 向后门口角落的位置 走了过去 被迫腾出位置的李海洋 为了省事 干脆直接抱起整个书桌 麻溜地换到北边靠窗那一排 不过倒也没忘了帮张龙 把那张空着的客桌搬过来 笑嘻嘻地打招呼 龙哥 给你桌子 在一中高三 几乎没有几个不认识张龙的 毕竟这小子之前可是很嚣张的 看谁不爽就打谁 还认识校外的小混混 普通学生根本不敢得罪 张龙见到笑嘻嘻的李海洋 下意识地想要装逼骂人 可以抬头 就看到满脸无奈的徐夏阳 瞬间被吓得多里哆嗦 老老实实点了点头 放 放这儿吧 对了 以后别叫我龙哥 叫我张龙就行 都是一个班的 李海洋见到张龙 突然这么乖巧的样子 一时间有些目瞪口呆 满脸猛逼 好 好的龙哥 不不不张龙 那 那你在这坐吧 我先撤了 说完 压根也不敢多停留 直接转身就走 好似一副见了鬼的样子 班里其他人 也全都议论纷纷 惊讶无比 张龙默默地坐到自己位置上 他那个同桌 早就被吓得 把桌面上的书本 努力向自己这边移了移 生怕招惹到 这个不良少年发脾气 班主任老赵 看到位置换好了 也是不耐烦的白白手 行了 都看人家干什么 自习 下节课上什么 课代表还不赶紧去问老师 就知道做着啥的 赶紧学习 说完 老赵当即皱着眉头离开 他刚走 班里瞬间就炸了 义论声嗡嗡的 好像打破了马蜂窝一样 张龙刚把书包摘下来 还没来得及适应新环境了 背后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吓得他身体一僵 张龙 你舅舅跟你说过了吧 既然过来了 以后我就负责盯着你了 明白吗 徐夏阳淡淡开口 心里也实属无奈 毕竟在县里 这一亩三分地上 想要轻松的半点事 自己还真有离不开赵刚这条人脉 所以 答应了的事情 还是要照做的 只不过是盯着 张龙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学习而已 倒也不算是什么难事 张龙闻言半点不敢耽搁 立刻战战兢兢地转过身来 连连点头 知道了大哥 明白的大哥 你 你看我是从哪一刻开始学好呢 乍一见到张龙这么听话的模样 他那同桌都吓傻了 万万没想到 开学一个多月 坐在自己身后的徐夏阳 竟然还是个隐藏大佬 简简单单一句话 就能把一种小霸王张龙 吓得服服贴贴的 瞬间 张龙的同桌 就好似吃到了什么恐怖大瓜的惊恐模样 整个人都下僵硬了 哆里哆嗦地趴在自己课桌上 假装仔细 屁都不敢放一个 徐夏阳也是有些不耐烦的挠挠头 随手在自己的桌上扒拉了几下 下节课是英语 那就从英语开始吧 对了 这是英语老师给我的每天任务 你就跟我做一样的好了 你自己把这张复习安排抄一张 然后还给我 说着 随手将英语老师给他写的复习清单 递给了张龙 他自己现在的学习都要靠老师指点呢 自然也没那么大本事 给张龙安排学习计划 所以 也就只能借个茧子开裁缝铺了 张龙看到徐夏阳递过来的东西 半点不敢大意 立刻恭恭敬敬地双手接过来 是 老大 我马上就抄 徐夏阳见到他被吓得这副B样 也是有些疑惑地皱起眉头 心想 自己有那么吓人吗 不过 这也不关他的事 索性也懒得问 只是经不住多嘴嘱咐了一句 还有一件事 我自己也要学习 所以没那么多时间精管你 这些内容 我不想每天花时间催你 英语老师怎么检查我 我就怎么检查你 别浪费时间 能明白不 张龙听到这话 已经快被吓哭出来了 额头上更是渗出一层冷汗 顿时小鸡啄米一般连连点头 明白明白 绝对不耽误老大你的时间 说完 急忙就转过身去 翻找文具带 认认真真的抄写徐夏阳递过来的纸条 一丝不苟 身后 陈海险些都已经不认识 这个曾经一直欺负自己的不良少年了 顿时小心翼翼地凑到徐夏阳耳边 小声嘀咕 老大 我瞅着不对劲呢 这张龙以前好像也没这么怕你啊 这都快吓尿了吧 一边说着 他还暗戳戳地偷偷向前边凳子底下看 总感觉下一秒就能看到尿急 徐夏阳也是皱着眉头纳闷 缓缓摇了摇头 不知道啊 我就在厕所跟他动过一次手吧 按理说 不至于啊 说着 他也是懒得继续操心了 直接拿出英语课本 准备开始老老实实读书 管他呢 害怕点好 这样说啥他做啥 省得耽误时间了 你也学着点 以后别老这么多问题 陈海见到徐夏阳开始被单词 顿时感觉无趣 暗戳戳地低下头 藏到桌洞里 继续和天南海北的网友 在QQ群里砍大山 拉学员 忙得不亦乐乎 此时此刻 县里抬球厅 老三头上的绷带 已经拆了一些了 整个人也看出来 几分往日的精神模样 此刻正叼着烟打牌 脸都被吓白了 可不能体罚孩子 这打孩子不能解决问题 赵刚看着手里的牌面 舒坦地作了一口烟 那是我亲外生 我能吓得去手打 也没说啥呀 我就是告诉他 他要是不好好 跟着徐夏阳学习 不听徐夏阳的话 那下次薛凯就该找人上 他家做他爹了 对 就你这样 他不听徐夏阳的话 我告诉他 薛凯就找人把他爹做成你这样 老三听到这话 刚捏住一个炸弹的手 瞬间愣在了半空 俩眼珠子 好像灯套一样 瞪得滚圆 满目不可思议 啊 那孩子不得吓死啊 不仅是老三 旁边几个小弟 也全都目瞪口呆地 看向赵刚 鸦雀无声 赵刚叼着烟 微微皱眉地 看向左右惊恶的小弟 有那么严重吗 我开玩笑的 那小子鬼精鬼精的 不能当真吧 徐夏阳本身 也没当老师的天赋 但受人之托 忠人之势 既然赵刚那边 已经把自己注册公司 要用的材料都要过去了 那自己就不能毁约 一定要带着张龙学习 没别的办法 那就自己做什么 就让张龙做什么 自己每天的学习计划 也照样给张龙来一份 一样的检查方式 他本以为张龙一定会不耐烦 坚持不了几天的 到时候 自己对赵刚也算有个交代 然而两天下来 张龙却是出人意料的听话 所有学习计划 全都完成得一丝不苟 虽然质量不高 但是在徐夏阳择了几声 露出有些不耐烦的批改神色之后 张龙当即就吓得痛快前飞 今天交上来的复习任务 很明显质量上涨了 徐夏阳趁着下午最后一节晚自习 一边整理自己的错题 一边把张龙按要求做的卷子 也批了一遍 这倒是相当于 自己复习了两遍 不仅不耽误时间 反而还让他更加巩固知识了 批改完 他也禁不住点了点头 嗯 挺好的 今天那些基础题基本就没错了 没什么 这些题目很简单的 我看没必要说 你对着真题解析 自己整理一下 还给了张龙 张龙等了半天 紧张得不行 听到这话 瞬间激动的 好像获得了大赦一样 连连点头 谢谢老大 我一定认真出脸 那周六周天就 徐夏阳眉头一皱 哎 我可只答应你 舅舅在学校带你一块学习 周末我不管啊 周末我有事 你自己整理吧 周一你拿来 我帮你看看就是了 张龙一听这话 瞬间开心的眼泪都要飙出来了 激动的连连点头 好好 我知道了老大 这事不用你操心了 说完 立刻喜自知的接过卷子 转过身去 心里彻底松了口气 好在是 还有周六周日两天 可以休息休息 终于不用担惊受怕了 等他转过去 陈海又暗粗粗的 凑到了徐夏阳耳边 老大 终于甩开这家伙了 周末的话 群里有二十来个学员 作为先遣军 想要先过来看看 咱们这事能不能成 就看他们了 到时候 找个车一块 去火车站接一下子 汽车站还有几个 徐夏阳文言 也略微兴奋了起来 毕竟他手头的 闸串摊子 已经堆出去了 只收了个成本价 一千五百 现在就靠着他们 这创业的小吃培训班 能做起来 多赚点钱了 行 这事我找宋大伟 安排安排 他认识司机多 说不定能帮咱们 找个小客司机 哎 对了 周六来还是周天来 我那边还打算搬家呢 陈海尴尬的舔舔嘴 两天都有人来 挺分散的 不过搬家 应该用不了多长时间吧 等忙完了 再搬也不耽误 徐夏阳稍加思索 摇了摇头 这样 今晚就搬 我那点东西 也不用找马哥借车了 从宫地弄个平板车 咱俩就搬过去了 叮铃铃 正说着 下课铃响起 周五最后一节课 所有学生都兴奋了起来 还没等其他人动身 徐夏阳和陈海 早就已经背上收拾好的书 直接推门就走 丝毫没有半点拖泥带水 他俩前脚刚走 后脚 张龙就在班里 发出尖锐的报名声 欢呼声响彻楼层 在班里众人看疯子一样的惊恐目光中 压抑了好几天的张龙 彻底释放自我了 欢呼着离开班级 不知所踪 另一边 徐夏阳也是说 做就做的性格 毕竟他在工地宿舍里 也没什么东西 就一箱子衣服和证件 还有那些复习用的课本卷子什么的 从食堂好玉侠 他们两口子那里 借了一个平时搬货用的平板四轮车 直接把所有东西扔上去 拉着就走 走之前 徐夏阳本来是打算和何勇他们打声招呼的 但是不凑巧 工地大干一百天 所有人都在加班 每个人都忙活着 听说上面还安排了公司领导下来检查 搞得挺严肃的 要做很多表格和单据 忙得不可开交 重要的那几个经理 几乎没有什么私人时间 他也不想上去打扰工作 索性就等周末回来的时候 再找个机会 当面说一下的好 沿着大马路 俩人一趟就把东西全都带走了 只等晚上再来夜市处理一下 前来报名的学员就行 坐等收钱 根本不用干什么活 然而 这个晚上 却不消停 市里 市里医院 刘子良已经按照要求 手术前一天洗澡做好清洁 整个人刚换上护士送来的术前准备服 紧张的病房里来回踱步 咬着手指 目光惊恐地向着门外打量 接电话 接电话啊 这两天 他一直在想办法从医院逃出去 然而无一例外 全都失败了 不仅仅是走廊里 楼上楼下 几乎到处都被那眼镜男安排了人手着 看见他就跟上去 甚至医院外面都有人随时等着 可见信田的那个老王八蛋 一早就掐准了他跑不出去 如今 医生已经通知 今晚可以准备手术了 只等手术室正在做的那一台手术空出来 他这边就能安排进了 估计也就两三个小时的事情 进去了 那可就生死有命了 需要承担很大风险的 在那之前 他现在唯一想做的 就是多听听家里人的声音 好让自己也有个信念 知道自己有家有业 活着就是大好明天 可从前几天开始 徐秋颖的手机 就莫名其妙地打不进去 如今 他也只能做最后的尝试 正当他以为 这次还没人接电话的时候 突然打通了 喂 你还知道给家里打电话呀 这些天你这么忙吗 我打你的也没人接 你也不往家里打 我都还以为你出啥事了呢 刘子良乍一听到电话那头 徐秋颖的声音 瞬间激动的人都颤抖了 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钟 距离自己被拉去做手术 估计也没多长时间了 是生是死 就看这一把了 念及如此 他立刻说出了 心底盘算许久的话 别他妈跟我废话 我也是好不容易才打通的 也不知道这波手机 有什么毛病 你先别说话 家里都挺好的吗 徐秋颖正在看电视 听到这奇怪的问题 顿时皱起眉头 家里 你爹你妈都活着呢 我也活着呢 这有啥好不好的 哎我跟你说啊 房子那边手续办了没啊 你要去盯着才行的 还有那个装修啊 刘子良抹了一把冷汗 连带着擦了擦下出来的眼泪 仍旧局促不安的来回夺步 行了 这些事都不用你操心 家里好就好 那什么 你听我的 别老在家坐着了 现在出门去工地 找你哥 赶紧去 听见没有 徐秋颖听到这话 更是满脑门子问号 找他干什么 我闲着去找妈呀 我才不去 刘子良头发都抓成鸡窝了 彻底绷不住了 瞪着眼睛 跳脚怒吼 不去你就是看着我死啊 让你哥得薛开打电话 帮我求情 来势力医院救我 快去 徐秋颖正准备继续吃零食看电视 突然被电话那头 暴躁的咆哮声吓了一跳 听到那些死不死 和什么势力医院救命的字眼 整个人瞬间紧张了起来 急忙坐直了身体 满眼不敢置信 你说什么 为什么要我哥给薛开打电话 薛开不是你老板吗 你有事直接打他电话不行吗 此时此刻 势力医院的病房里 刘子良已经着急的满地打转了 更是抓着头发 冷汗沉沉 气急败坏的 对着手机嚷嚷起来 别他妈一直问了 问问问 你他妈是笼子吗 我让你去工地找你哥 以他和薛开的交情 帮我求情 赶紧让薛开带着兄弟来医院救我 我早他妈打了薛开的电话 一直关机 根本没人接电话 快他妈去找你哥 原本还硬气十足的他 此时此刻 眼瞅着马上就真的要被推进手术室动刀了 彻底扛不住了 尝试了两天都没办法逃跑 到处都是人盯着 今晚再不服软 找人来救命 可就真的要被嘎一个腰子了 但不管是薛开 还是薛开那一圈兄弟 他全都打了个遍 压根没有一个人接电话 就特么好像是约好了一样的 全都特么失联了 刘子良现在也是彻底走投无路了 根本顾不上那两百万 到底能不能还上 他是真怕死了呀 可是到如今 唯一能想到的办法 就只剩自己那个 和薛开交情不错的大舅哥徐夏阳了 就算自己真的在做手术的时候 有个三长两短的 出了什么事 最起码 老婆孩子在徐夏阳那边 也能有人照看 万一徐夏阳大发慈悲 整个人惊慌失措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声音里都带上了哭腔 子良 你到底在说什么 是不是那个薛开要害你啊 我就说 那个薛开不是好人 他之前来找我B站 硬要我签字 你就是不听我的 非要跟他混 你现在知道了吧 咱俩就不能潇潇停停过好日子吗 市里房子也满了 车子也满了 这时候 你找什么事啊 刘子良听着电话里头哭唧唧的声音 整个人都有想要一头撞死的冲动 当即对着手机恶狠狠的咬牙 再度开口 你他妈别废话 现在赶紧去找你哥 就算他妈的我出事了 薛开也会看在你哥的份上护着你的 赶紧他妈的去啊 他是你哥 我是他妹夫 就说 我在市里医院 要被人嘎妖子了 让他赶紧给薛开打电话 带人来接应我 我他妈打不通薛开的电话啊 徐秋颖听着电话里头的咆哮声 整个人也被突然吓了一跳 猛的哆嗦了一下 随即却是哭得更厉害了 你凶我干什么呀 我早就跟你说 你又不听 从来都不听我的 现在你又跟我喊 你之前还说了一辈子对我好 肯定不让我受委屈 都不算数 在市里的时候 你就跟我喊 我肚子里可是怀着你的孩子 刘子良听着电话里传来的哭声 整个人已经彻底骂了 背后冷汗沉沉 脑袋嗡嗡直响 你 砰砰砰 正当此时 病房门突然被敲响 眼镜男不耐烦的声音传了进来 你在里面嚷嚷什么呢 那边来消息了 上一台手术很顺利 你这边还有一个小时 就可以提前去做准备了 别他妈给我闹幺蛾子 开门 哗啦啦 随着眼镜那不耐烦的声音 病房门把手 突然被剧烈扭动起来 下一秒 另一个略带欲怒的声音 响起 亮哥 好像反锁上了 眼镜男声音再度响起 直接冷哼一声 去找护士 拿钥匙过来打开 他今天就是从楼上跳下去摔巴扮 我也要把他腰子捡回来 给老板安上 说话间 门口的脚步声逐渐远离 刘子良听着俩人对话 只能抱着手机连哭待喊 你他妈等我死了再哭丧吧 赶紧去找你哥 马上联系上陆凯 我特么愿意 把拆迁款都给他还占 保我这条命重要啊 快去 电话那头 徐秋颖听着电话里的喊声 这才稍稍反应过来一些 哦 哦 立刻手忙脚乱的穿衣服穿鞋 急火火的从家里冲了出去 连手灯都没带 就准备直奔工地夜市 弟弟 他人刚跑到大马路上 马路对面两辆车 一前一后全都动了起来 但是那辆霸道车反应稍慢一筹 小宝马鞋刺过来 直接停在了徐秋颖身边 司机皱着眉头放下车窗 大晚上干啥去 在家好好待着 别他妈瞎掺和 徐秋颖乍一见到宝马车的司机 愣了一秒 脸上泪痕还没干 是你 你不是早就回市里了吗 怎么 滴滴 正说着 后面刚掉过车头来的大霸道 突然按了两声喇叭 两个壮汉着急忙慌地推开车门下来 徐秋颖只看了一眼 瞬间被吓得来不及考虑 直接钻进了宝马车的副驾驶上 开车 有人要害我老公 他们还来抓我了 司机也一下子被徐秋颖的操作整猛了 有人要害你老公 那我特么是干什么的 但从后视镜看了一眼 从霸道车上下来的两个壮汉 他也来不及考虑对方是谁 皱着眉头一脚油门踩下 宝马车立刻窜了出去 刚走到宝马车屁股后的 两个壮汉直接愣在原地 刘哥 这特么怎么回事 咱们不是来保护刘子梁这小媳妇的吗 我特么也不知道啊 那开宝马的是谁啊 不管了 上车 看他们去哪 不对啊 刘哥 刘子梁的老爹老妈还在家呢 这边咱们不管了 刘相听了这话 也是站在原地 一脸猛逼的摸着自己的大光头 哎呦我曹 这特么咋整的 徐秋颖坐在车上 仍旧哭个不停 什么都赖我 之前我就说了 那个薛凯不是什么好人 他就是不听 现在出事了 又赖我 他到底惹啥事了啊 为什么去医院了啊 找我哥有屁用啊 司机一边开着车 漫无目的 一边皱着眉头打亮后视镜 看到没车追上来 这才稍稍松了口气 回过头 看到副驾驶上哭得叽叽歪歪的徐秋颖 顿时露出一副不耐烦的目光 哭啥 这待机的样吧 跟我那死了的老婆一样样的 烦人的玩意 男人在外面 你管他干啥呢 出来混的哪一个不是自己造的孽 自己承担 你消停待着吧 听我的就啥也别掺和 保证没你事 徐秋颖听了这话 直接哭着一巴掌 拍在司机肩膀上 不依不饶地骂了起来 关你屁事啊 那是我老公 我就要管 赶紧开车 送我去工地 你不回市里 大半夜又跑我家门口瞎溜达什么 司机也是暗自骂娘 被气得直翻白眼 但还是老实听话的拐弯 直奔工地方向 我特么回县里办事 不行啊 大半夜的 谁开着霸道车 替你家门口赌你啊 我就说你那个老公 迟早给你一家子惹上事 放着好好的大学不去读 嫁给这么个玩意 竟整这破事 你那个当哥的 也是个废物 连自己妹妹都保护不上 一家子废物 徐秋颖抹了抹眼泪 用力地吸了两下鼻子 我哪知道谁毒我呀 这些天变冷了 我都在家待着 哪也没去 我啥都不知道 你快点吧 别废话了 赶紧去工地找我个 司机无奈地叹口气 只能老实地开车直奔工地 很快 车子就从马路上开了下去 缓缓停在了工地门口 碰 徐秋颖不敢有半点耽搁 急急忙忙冲下去 直奔闸串摊子 哥 哥 你 你是谁啊 他刚准备开口说事 突然看到宋大伟 一脸猛逼的正正看过来 周围几个买闸串的工人 也是满脸好奇的模样 宋大伟愣了那么一下 随即恍然大悟 哦 你是那个下阳的妹妹吧 这个 他没跟你说吗 闸串摊子前几天就彻底对给我了 以后都是 我来这边干了 他搬走了 徐秋颖一听这话 瞬间整个人被吓得脸色煞白 满眼不敢置信 搬走了 不可能 他到底去哪了 搬去哪了 宋大伟也是一脸无辜 茫然的贪贪手 我也不知道啊 徐秋颖这时候彻底慌了 直接撒腿 就往工地大门口跑 别的他不知道 但他明白 找不到徐下阳 那他家子粮 肯定也就凶多吉少了呀 哥 哥你出来 你出来啊 工地门口 徐秋颖不顾一切地 冲着在里面宿舍的方向嚷嚷起来 瞬间惊动了不少人 工地门为秦大爷 最先急火火地跑出来喝止 别喊了 他真搬走了 里面都是领导在开会做检查 你赶紧走 你哥这回是真不在这儿 正当俩人争执的时候 项目部二楼 一道身影急匆匆地从会议室走了出来 趴在栏杆上呵斥 干什么的 这没你找的人 赶紧走 徐秋颖听到里面人的呵斥 瞬间被吓得不轻 委屈地从大门口躲开 一回头就看到皱着眉头 从车上走下来的司机 突然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整个人摊坐在满是灰尘的泥地上 这么黑的天 我哥也找不到 子良也有危险 我找谁啊 哥 我哥到底去哪了 他捏着手机 是真的感到害怕了 远比上次薛凯当着他的面前逼债更害怕 是一种彻底无依无靠的害怕 他只是嫁给了子良而已 这怎么突然之间 养了自己三年的哥哥也没了 老公也出事了 让他根本不知道该去找谁啊 司机看着哭得伤心的徐秋颖 一时间也有些欲言又止 这 你起来吧 放心就行 死不了人 嘎个妖子而已 他自己迈出去的 这能怪谁啊 徐秋颖一听这话 立刻顶着两串痘大的泪珠 抬起脸来看向司机 啊 你说啥 眼见司机目光躲闪 他急忙半爬着过去 抓住司机的胳膊站了起来 满脸急切地盯着司机 什么妖子 谁迈出去的 是子良吗 你到底知道什么啊 司机看着面前的徐秋颖 也是一阵心烦 这是 我劝你别掺和说着 他看了一眼手表 无奈叹气 刚接的电话 这时候 估计要推进去做麻醉了 与此同时 县里 一处矿区老家属院小区 三楼 徐夏阳和陈海正手脚麻利地 收拾着乱糟糟的房间 昏黄的灯光下 一切显得有点逼色 而且多少有点脏兮兮 不过一番忙活下 床上三件套 也终于是全都换新了 床头也整理出来一个 高度合适的柜子 用来放课本和复习功课 正好够用 徐夏阳拧了宁台灯上的灯泡 刺了一声 彻底不亮了 更是出现一股子烧糊了的味道 俩人相视一笑 拍拍手 站到门口 看着忙活了两个点 收拾出来的卧室 还行 比工地宿舍强一些 而且还有暖气片 等冬天能挺暖和的 陈海黑黑一笑 看着隔了很多年 又亮起来的卧室灯 一阵开心 以前我爸妈活着的时候 这屋的灯亮堂多了 现在又有人住 真好 徐夏阳闻言 心里也稍有感触 略略心酸 毕竟都是老矿区的家属院 这边小区虽然和他家那边隔得远 但盖的年代都一样 格局户型什么的都差不多 看起来 这个房间就和他家里 爸妈的卧室差不多 到这里来住 倒也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此时此刻 他也笑着看向陈海 你家这么空 也没杀人 我看不如改天让马哥他们过来一趟 咱们一起把客厅收拾出来 摆两张桌子 等咱们公司注册好了 把这里当成第一间办公室 说着 更是长出一口气 笑着伸手 按住陈海的肩膀 公司 就要开起来了 一切都会好的 陈海眼里泛起闪光 认真地点点头 要是能赚钱 我就不去电子厂了 老大 今晚没几个人 你不用过来也行 我这边统计过 也就能来十二个人 其他那些学员带过来的 我也让他们等夜市 散场了之后再谈 估计顶天二十来个 也不会很忙 陈海一边走着 一边给徐夏阳盘算 今晚学员来夜市签约的情况 很显然 早就已经对学员的情况 了如指掌了 在这块 谁也没他熟 徐夏阳看他一直缩着脖子 双手揣兜 自己也感觉到 入秋晚上的寒意 有点越来越明显了 他和陈海一样 没爹没妈 身边没人疼 到现在 也只是里面一件短袖 外面套着秋天校服 老脚脖子动的都是村 纯属大小伙子睡凉炕 全凭火力旺 反观学校里那些同学 家长有心的 早就已经暖暖和和的 秋衣秋裤套上了 实在是令人羡慕啊 徐夏阳笑了笑 淡淡摇头 瞥了一眼前边不远 灯火通明的夜市摊子 没事 学员那边就交给你负责 我不操心 我是想过来处理一下 那几个摊主的事 上次他们和起伙来 举报了咱们 结果来检查的 也没查出什么来 这里面肯定还有隐患 得想个办法 化解中间的矛盾才行 我看看能不能叫上马哥 凭他在夜市上 这么多年的交情 把那几个人里 能拉拢的都拉拢过来 毕竟多一个摊主 咱们小吃培训班 也多一个赚钱的摊位 走吧 马上到了 说着 俩人晃晃悠悠的直奔夜市 然而 还没等徐夏阳 他俩往夜市里走 突然从一旁工地方向 两道身影一牵一牢冲了过来 徐秋颖直接一头撞了上去 哭得稀里哗啦的 一把抓住徐夏阳的胳膊 哥 你怎么才来啊 他们要割了子凉的腰子 你救救他 哥 他们要做肾移植 徐夏阳也被突然 闯出来的徐秋颖吓了一跳 再想躲开 已经来不及了 心里顿时一阵懊恼 早知道就他妈不来了 又被撞上了 可看到徐秋颖 哭得那么稀里哗啦的模样 他也是被吓到了 只能硬着头皮招架 你等会 你先别哭 大舌头狼机的 我听不懂啊 什么腰子 肾移植 那黄毛做好人好事去了呀 徐秋颖哭着连连摇头 更是抓着徐夏阳的胳膊 一阵摇晃 哥 你帮我给薛凯打电话好不好 这时候 司机也一脸无奈的 皱着眉头上来 可看向徐夏阳的目光里 仍旧还有几分威胁的意味 这都是那黄毛自己 和我们老板签的协议 两百万买他一个腰子 那都是算救济他了 你们找谁 打电话也没用 说着 更是无奈的拉扯徐秋颖 你哭个屁啊 我不跟你说了吗 就算没了一个腰子 人也能活着 基本啥也不耽误 再说了 你找你哥 一个穷民工 他能干啥事啊 徐秋颖哭着气急败坏 直接一把推开身后的司机 你滚啊 都是你们这群坏人 害我老公 推开司机 他仍旧是哭得稀里哗啦的 满脸哀求地看向徐夏阳 哥 赶紧地打电话啊 再晚就来不及了 我知道你不想看到我好过 但是你不能这时候 见死不救啊 子良也没得罪过你啊 徐夏阳看着徐秋颖 那副疯狂的模样 也已经逐渐地听明白 事情原委了 然而 他却没有那么好心 甚至在听到 小黄毛还赌债的钱 竟然是卖妖子转的时候 反而还差点笑出声来 这感情好啊 赌战是没了 妖子也没了 大快人心啊 他自己虽然动不了 手弄死那个小黄毛 也没必要为此惹关子 但小黄毛自己虎逼 把妖子完没了 保不起小命也容易没 这可是喜闻乐见的事 跟他有批关系 徐夏阳念及如此 直接抬手撒开了徐秋颖的纠缠 无奈地叹了口气 这事你跟我说不着 黄毛他自己 就是薛凯的小弟 这种时候 他自己不联系薛凯 你就赶紧回家吧 说着 给陈海使了个眼色 俩人立刻就直奔夜市里走 徐秋颖此刻脸上挂着泪水 看着徐夏阳走得那么干脆 直接在原地崩溃跳脚 你还是不是我哥呀 子良对我好 我也喜欢他 我愿意嫁给他 我有错吗 我要结婚 你就不是我哥了是吗 我们就不是亲人了吗 都是一家人 你帮忙怎么了 听到这话 声音不小 夜市上 也有不少摊主和买东西的工人 闻声看了过来 私下里议论纷纷 窃窃私语 不少知道内情的 也只能无奈摇头叹气 徐夏阳深吸一口气 当即默默地转过身来 徐秋颖 你听清楚了 不是我不让你结婚生孩子 我给过你选择 我让你让你先读大学 毕业了再加人结婚 你不听 你一定要追求爱情 放弃学业 我让你不要和那个小黄毛早恋 他家没好人 你不能怀孕 你不听 跳窗也要私会 怀上了孩子 好 你不愿意读书 就想结婚 那是你的选择 不让我干预 那现在出问题了 你遇到麻烦了 又让我来帮你和那小黄毛擦屁股 我就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 二百万 他把妖子卖了 还清了薛凯的赌债 那现在 他又想要妖子 那一百五十万的赌债 谁还给薛凯 你还 还是让我还 司机此刻听得火大 不顾脸上挂着眼泪 无言以对的徐秋颖 直接站了出来 矛头直指徐夏阳 你个当歌的 这些事就不应该让他发生 现在你 徐夏阳上次就看着司机不顺眼了 正憋着气呢 此刻当然也不会再当一回哑巴 那他妈的 你来管啊 一百五十万的赌债 是不是你出钱来还 你既然要管这件事 那你带他去把孩子打了 去大学看看 还能不能报到 把钱拿出来 只要一百五十万摆在这 让我能还给薛凯 那我就打这个电话 你到底能不能管 他挤到立声质问 火气同样冒了出来 司机还想开口 却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只是愤愤地瞪大了眼睛 彻底压火了 徐夏阳出了口气 心里松快多了 只是平静又无奈地 看着哭个不停的徐秋影 你这辈子 是跟着他过得风生水起 出人头地 还是过得每况愈下 鸡毛蒜皮 这都与我无关 我供你读书了 尽职尽责了 时光不能倒流 选择不能重来 你自己看着办吧 成年人 就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不是你以为 闹一闹 这世界就能随着你的想法去改变了 弟弟 正说着 大马路上一辆黑色的大路虎 亮着灯开了下来 直奔夜市 几人的目光 同一时间都被吸引了过去 夏阳 咋回事啊 这怎么还吵吵起来了 碰 刘相推开车门 从驾驶位上下来 身后两个壮汉 同样拉开车门走了下来 那气势 就已经足够给徐夏阳撑腰的了 司机见状 直接皱起眉头看过去 刘相 薛凯让你们守在刘子梁老家的 徐夏阳见到刘相 也是十分意外 目光有些困惑 刘哥 你怎么这时候过来 刘相轻笑一声 上前拍了拍徐夏阳的肩膀 又看向满脸泪水 眼神充满疑惑的徐秋影 秋影吧 弟妹 哎呀 你瞅瞅 凯哥上次听了个电话 是子梁打过来的 说是在外面惹了仇家了 害怕被人来老家报复 这不 特意让我带着兄弟 过来照看一下你和子梁的父母 说着 更是故作疑惑的 看向在场几人 一副不了解的样子 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弟妹你这 怎么还和田老板的司机 混到一块了 刚刚看你上他车就聊了 可把我担心坏了 万一你这出点啥事 我怎么和子梁兄弟交代啊 说着 刘相故作 一脸警惕地看向的司机 冲着徐秋影招招手 来弟妹 过来 离坏人远点 这江湖上的规矩 火不及家人 田老板这是什么意思 还特意让司机这么多天了 一直盯着子梁的老婆孩子 和老爹老妈 你安的什么心 司机还想开口 向徐秋影解释什么 下意识伸手抓向他的胳膊 哎 不是 刘相突然变了脸色 不等发话 身后两个壮汗一股脑地冲上去 压根没费劲的 直接一脚把司机踹开 草 两个人跟上去 一人一脚踹向软肋 轻而易举的 就把司机按在地上 疼得他呲牙咧嘴的 根本说不出话来 徐秋影也被吓了一跳 急忙跑到了刘相身边 立刻就好似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 苦苦哀求起来 刘 刘哥 求求你打电话给薛老板 让他去市立医院救救子梁吧 子梁把腰子卖给那个田老板了 现在田老板都已经要开始做手术了 求你赶紧打电话吧 晚了就来不及了 刘相一听这话 瞬间惊讶地目瞪口呆 啊 什么 竟然有这种事 弟妹啊 你说说 你刚刚要是不跟着上 他的车那不就早告诉我了吗 这 我立刻打电话 你别怕 说着 刘相直接当着徐秋影的面 着急忙慌地掏出手机拨了出去 不远处 煎饼摊子 陈海抱着一个全家福大煎饼 吃得正满足 和马大明凑在一起 俩脑袋好奇地向这边打量 忍不住嘀咕起来 嘖嘖嘖 下阳的那个黄毛妹夫 要被嘎腰子了呀 哎 让他堵 马哥 我怎么瞅着 那新来的姓刘的大哥挺着急的 但是好像又不怎么着急怪怪的 马大明翻了个白眼 直接给他后脑勺拍了一下子 吃你的煎饼吧 下分析 小心点说话 惹上麻烦 我这老胳膊老腿的 可不能帮你 陈海小心捏住煎饼 差点掉在地上 无辜的眨眨眼 打出去半天 终于接通了 喂 大哥 啊 喜悦呢 没事 这不是你让我回来照看一下 滴妹他们一家吗 出事了 赶紧的从池子里出来吧 子凉啊 糊涂啊 之前在场子里欠的赌债 是和那个田老板 卖了一个腰子赚回来的 啊 可不咋地 我都被吓了一跳 现在说是人在市立医院呢 马上就要动手术了 赶紧去救人吧 滴妹安全 放心 这不是正好过来找下羊 给你打电话吗 让我碰上了 行行行 大哥你赶紧去 随时来电话啊 徐秋颖听到这话 瞬间好似失去了支撑 整个人都忍不住的要摔倒下来 好在是刘相眼疾手快 急忙拉住了 哎 弟妹你这是干什么 都是兄弟 不用跪 老大喜悦去了 这才知道信 马上就去救人 放心等消息吧 徐秋颖闻言 脸上也是多了几分希望 但他着实也没想着要跪 只能尴尬地笑着点点头 抹了一把眼泪 刘哥 真的太谢谢你们了 要不是遇见你 要不是薛老板让你们来护着我 我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子梁说了 赌债的事 我们可以拿拆迁款来赔 妖子一定要保住啊 刘相闻言 直接笑呵呵地拍了拍胸脯 哎呀 都是兄弟 谈什么钱啊 一笔勾销了 我大哥那度量 上次就是开玩笑的 放心等着吧 一会儿就来消息了 去趟势力医院 顶多十几分钟就能到 弟妹先上车里坐着歇歇吧 这一晚上 担惊受怕了吧 说着 更是亲自给徐秋颖 送到了副驾驶上坐下 关上了车门 刘相深吸一口气 这才走回到一脸无奈的 徐夏阳身边 回头看了一眼车里 笑着点点头 这才若无其事地回过头来 小声嘀咕 不是让你别掺和这事 赶紧找个地方搬走吗 你这孩子 不听话呢 徐夏阳闻言 也是一阵无奈 刘哥 我真搬走了 这不是还有点事 正好过来夜市上办 也没想到突然有这事 撞上了 说着 徐夏阳也是略微疑惑地 看向刘相 这么揍他司机 不会出事吧 刘相看了一眼 被自己小弟 按在地上摩擦的司机 不懈地摇摇头 随手点上一根烟 不碍事 姓田的 生意人 跟咱们这大老粗 不一样 就是 他有个亲弟弟 在省里当官 这点压咱们一头 说着 吐出一股白烟 暗自叹气 本来那老王八蛋尿毒症 都要嘎了个屁的 没想到碰见那黄毛 又续上了 看来 再有个几年 咱们的买卖 也进不了省城啊 徐夏阳还是头一次听到 薛凯这帮人 有对手的事 默默记下了 这个没见过面的田老板 有一句没一句的 和刘相聊着 徐秋颖坐在车里 也是万分紧张 他也尝试过 给刘子良打电话 但是始终没人接听 自然是心急如焚 却什么也做不了 只能等着薛凯 去救人的电话打回来 过去大概二十分钟 他终于看到 车头前面的刘相 接起了电话 一边和那边说着什么 一边回身扔掉烟头 向车里走来 立刻不由自主地激动起来 碰 刘相撂下电话的同时 拉开了车门 抬头看向满眼期待的徐秋颖 刘哥 怎么样 是不是没事了 听到这个问题 刘相瞥了一眼不远处 被按着的司机 叹了口气 弟妹啊 别担心 凯哥来电话了 挺顺利的 徐秋颖一听这话 瞬间长出一口气 激动的眼泪都要下来了 顺利好 顺利好 薛老板他们 顺利把人救出来了 刘相尴尬摇摇头 目光有点闪躲 不是 是手术 挺顺利的 啊 徐秋颖一听到手术俩字 刚放下的心 瞬间好像被刺穿了一样 顿时两眼一黑 直接晕倒在了车子的副驾驶上 乍一见到这一幕 刘相立刻手忙脚乱地 扶住了好似要掉下来的徐秋颖 急忙回头冲着俩小弟嚷嚷 快 快点爹 拐大把手 弟妹受刺激了 这肚子里怀着孩子呢 赶紧送医院 可不能有事 俩小弟一听这话 直接扔下躺在地上哼哼的司机 急忙往回跑 路过徐夏阳跟前的时候 还笑着打了声招呼 急急忙忙钻上车 全都十分贴心地帮助昏迷的徐秋颖系好安全带 刘相也是一脸懊恼 无奈地看向徐夏阳 夏阳啊 回头别跟凯哥说 我给你念叨这些事啊 凯哥不想你掺和 放心吧 我们把你妹送到医院去 保准不会有事 徐夏阳见状也是哭笑不得 他也不傻 当然能看出来 刘相他们全程都是假装地跟着操心 实则肯定早就知道 小黄毛卖妖子这事 现在知道黄毛妖子真美了 那铁定是要照顾好黄毛家里人了 他们还等着黄毛谢谢他们 感恩戴德呢 要不然 这以后没了信任 那可不好继续骗了 看着刘相这急忙慌的上车 他也只能笑着白白手 眼瞅着车子离开 反正人都送医院去了 他也没啥好担心的 自己这里 还一地鸡毛没处理干净呢 徐夏阳刚回过身来 另一边地上 还没缓过劲来 他瞥了一眼 也是心里痛快 这回好了 爱多管闲事的被教训了一顿 还没用他出手 当即也懒得管他 直奔夜市里走去 徐夏阳刚到闸串摊子前 和宋大伟聊了几句 这两天摆摊的情况 身后就响起一阵车子发动的声音 那司机不知道什么时候缓过来了 开上小宝马 竟然还追着路虎车离开的方向 直奔县里去了 不过 这事可就和徐夏阳没关系了 宋大哥 听你说的 这两天看来 赚得还不错 咱们这摊子回头客多 工人都是习惯了 上次我给你介绍过我那些工友 张哥他们 下班就老爱过来吃点喝点 也能帮你吸引不少客人呢 宋大伟黑黑一笑 可是比徐夏阳高兴多了 是啊 老张他们也跟我混熟了 每次来我也都送不少东西 多亏了他们帮我暖场子 一天我干两趟 现在也能赚一千多块了 可比当司机送物流那会好多了 这还不用通宵熬夜 舒服多了 徐夏阳见到宋大伟 也把闸串摊干安稳了 心里稍稍松了口气 只要能维持住摊子的人气 那后面吸引学员就不成问题 毕竟 他们这边可是已经在网上开始招生了 效果还不错 QQ学员群里的人数已经破200了 只是这周末来的都是先遣君 其他人都等着先遣君实地考察 传回消息呢 下一步 可就是大规模的学员来报名了 到时候 这夜市的接待能力 就要网上提一提了 趁着热呼劲 他也是笑着开口 那什么 宋大哥 这明后两天周末 咱们这边有一些外地学员 要过来签约 你看你认识的司机多 有没有认识那个开小课车的 最好十几二十个做那种 能包车的 帮忙联系联系 价价好说 宋大伟一边给杂串刷酱 一边没当回事的轻笑一声 嗨 多大点事啊 不用包车 我老表修车厂里 有一辆19座的小课车 快报费了 修车顶站过来的 我明天去开过来 随便用 这能拉来学员报名 我们这摆摊也能多赚一笔 一个人700块钱报名费呢 我无偿 就当我技术入骨 徐夏阳文言瞬间眼前一亮 还有这好事 真是顺利的时候 脱裤子就有人给擦定 行啊宋哥 那你放心 绝对不会让你白干 出一趟车 你出个价 我保证不还价 宋大伟却是责了一声 眉宇间带有几分笑意 夏阳 你这就见外了 出车的钱 我肯定不能要你的 你正好也缺司机啊 怎么 不想让我入骨啊 还有你那以后市场拉调料的活 一块找邮政发包裹的活 我都开车 一块给你办了 钱 你就按入骨 稍微给我点就行 毕竟这事是帮你办 那也是帮我自己办啊 徐夏阳文言 也是哭笑不得 只能点点头 行 入骨 算入骨 哈哈 这事我还真没定过什么 入骨不入骨的 我也不懂啊 这样 回头我和马哥他们商量一下 咱公司现在你我 马哥陈海 一共四个 啊不对 还应该加上个 做美工广告负责宣的人 一共五个人 我看一下 怎么分配这个 这个股份的事 对于开公司 他可是一点经验都没有 但宋大伟的提议 却让他不得不重视起来 公司正规化的事情 现在数得着的 公司主要就四个部分 他和马大明算一起 都是管这个小吃摊主加盟的 而且也是元老 是公司核心 陈海算是公司干销售的 拉学员很有一套 不管是现实中 还是QQ网络上 都能拉倒很多人 宋大伟开车 还能提供车 那就算运输部门 那对公司也挺重要的 毕竟后期主要是 网上过来的学员 用车肯定还是以方便为主 有个固定的车子 的确很重要 另外一个 就是远在省城读大学的李倩 他们小吃培训班 所有的招生海报 宣传业 甚至一些QQ群上面的宣传文案 都是李倩编辑的 这一点 他不能忽略掉 等公司的营业执照 和各种资料下来之后 也是时候 把大家的股份什么的订一订 也不知道 需不需要签个合同什么的 是不是还要找个律师 这花销就大了呀 但是险些吃过一次 不正规的亏 这回 他是说什么 也要尽可能的一步到位 把所有事情都理顺了 这才能避免后续的风险 正说话的功夫 陈海那边已经吃完了煎饼 开始招呼今晚过来 夜市上报名考察的学员 带着所有人 一个劲的介绍 那嘴里也不知道 怎么就有一直说不完的话 都不带重样的 县里 徐夏阳这里 是个崭新的开始 行兴向荣 做大做强 室里 医院也有个新的开始 妖子没了 美矿愈下 病床上 刘子梁刚醒了麻醉 就被护士从手术室里推了出来 送到了病房里休息 他极力睁开眼睛 张张嘴想说话 这时候 薛凯一脸气愤 又心疼地从旁边上来 直接握住了他的手 子梁 你小子糊涂啊 这怎么信不过大哥呢 大哥能真要 你欠的赌债吗 你怎么能真把妖子卖了啊 大哥来晚了 手术挺顺利 别怕 一个妖子咱也能活 等你出院的 大哥带你干工程 再转一个妖子回来 刘子梁眼角泪水滑落 努力张开嘴 啊 阿八 刘子梁麻药劲 还没完全过去 张嘴想说点什么 却口齿不清 只能焦急地瞪大了眼睛 平白张嘴 眼泪悄无声息地从眼角滑落 目光一个劲地 看向自己的妖子方向 不得已也只能接受这个现实 自己的妖子 是真的没了一个 阿八 阿八 他一边张开嘴巴说空气 一边死死地攥紧了薛凯的手 那模样看起来 倒是还有些可怜 薛凯却是脸上表情抽搐了 实在是有些忍不住了 只能气愤地起身 回过头去怒骂那群低着头的兄弟 你们都是废物吗 我带你们去洗浴 你们就没一个人拿手机进澡堂子 关键时候 子梁联系不上任何人 现在怎么办 好好的 妖子都没了一个 你们就是这照顾兄弟的吗 平时我都白教你们了 一边说着 他脸上的表情一边得到释放 实在是很难不孝出声来 进来这病房之前 他可是做了很长时间心理建设的 就是为了能做出一副好大哥的样子 可看到华商自己儿子 双眼的小黄毛 好像条死鱼一样 躺在病床上 刚刚才被人摘掉一个腰子 他这心里 简直是太高兴了 甚至都忍不住 想要夸奖姓田的那老王八蛋 手脚利索 提前给他送两个大花圈 好好感谢感谢 终于成功地给了这个小黄毛 一点伴随他一辈子的教训 这可比赌博欠钱的劲儿大啊 郭旭他们几个兄弟 也全是难为情地低着头 实在是嘴角难压 只能拼命演戏 刘子良躺在病床上 看着薛凯那激动 愤怒到颤抖的背影 心中也是一阵阵感动 虽然好大哥 关键时候没接电话 但家里都帮他照应到了 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这么多自己人在身边 他心里也算是有了点底了 唯独后悔 没能早点跟薛凯摊牌 说不定还真有余地 不过也没关系 如今虽然没了一个腰子 但是只要以后 能跟着好大哥继续做工程 赚到钱 一个腰子也照样火 好在是把命保住了 进去手术室之前 他是真担心死在上面 彻底下不来台了 现在 总算是稍微有点心理安慰 正当薛凯他们兄弟几个 还在演戏的时候 病房门突然被直接推开 所有人瞬间脸上表情一收 突然严肃起来 护士端着药 战战兢兢地走进来 看着这满屋子 苗龙画虎的壮汉 心里实在是有点打出 只能小心翼翼地 向他们展示托盘里的药 那个 我是来给病人送药的 薛凯见状 立刻做出一副 关切的模样上前 护士小姐 这一定拜托你们医生 好好照顾我兄弟 腰子虽然没了一个 但剩下那个 一定要保护好 护士乍一见到薛凯 那么粗犷的模样 顿时被吓得 差点直接哭出来 我 我们医院肾移植 都是正规程序 都是捐赠者同意的 你兄弟的腰子 不管我们医院的事啊 此言一出 房间里几个壮汉 也是面面相去 尴尬的挠挠头 几个连连挥手 滚滚滚 你们这么多人站在这里 自己不知道 自己多吓唬人啊 看把我们护士小姐吓得 都出去 上走廊里待着去 那什么 锅子 你给拿两百块钱 上门口给子梁买点水果呀 空着手来看看兄弟呀 郭旭文言 顿时露出一副 冤大头的表情 不可思议地指了指自己 我呀 薛凯一瞪眼 当即气势就上来了 不是你去还我去呀 多买两百 给咱们 这住院部的护士小姑娘们 都多送点 麻利的 就当你吓着人家赔罪了 郭旭虽然心里不服 但也只能暗自吃扁 老老实实地跟着其他兄弟出去 听从安排的去门口买水果了 他们一走 这病房里 瞬间就宽敞了不少 护士见到刚刚还凶神扼杀的薛凯 此刻笑呵呵地站在一旁 这心里也稍微放松了一些 不过也不敢多待 急忙上去 帮着给刘子梁换药 薛凯此刻好奇地站在一旁打量 经不住开口询问 那个 护士大妹子 我兄弟 这摘了个腰子 多久能恢复好出院 还得住几天啊 护士一边换药 一边紧张地摇摇头 我 我也不知道 这个你得问医生 要看恢复情况 有没有感染 但基本上身体好的 半个多月 也就能愈合得差不多了 刘子梁躺在病床上 感受着冰冰凉的药液 进入血管里 随着麻药劲下去 整个人也清醒了不少 声音沙哑地吃力开口 薛 薛哥 甜心光纳老 老王八 活着吗 这一药费 薛凯听到刘子梁能说话了 急忙惊喜地凑上来 子梁兄弟 你没事了 太好了 说着 脸上也露出一抹失望 无奈地叹了口气 哎 甜心光纳老王八蛋 手术也挺顺利的 你的妖子 现在是他的了 不过他往后可是要天天吃药 顿顿离不开 运气好的话 顶多也就还能再多 活个十来年 你一定得好好活 争取熬死他 这一药费 大哥一定帮你想办法 正说着 门口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 似乎是略有争执 不一会儿 眼镜男就黑着脸 从门外走了进来 身后两个小弟 全都被薛凯的兄弟给拦下了 根本进不来 薛老大 我们老板也醒了 两百万一个妖子 我们也是花了钱的 你兄弟属于自愿捐赠 谁也不好说什么 不过你放心 刘子梁他后续所有的医疗费 和出院之后的补品 疗养品 都为我们买单 我们老板还是很大方的 啪 话音刚落 薛凯直接毫不犹豫地 回身一个大嘴巴子 眼镜男压根毫无反抗能力 直接被一巴掌扇出去 结结实实撞在墙上 眼镜框都被直接扇断了 脑瓜子嗡嗡的 薛凯满脸的嫌弃 晃了晃手腕上的大金表 你特么哪来的瘪犊子玩意 也特么敢在我面前谈钱 我薛凯是出不起钱 给兄弟养身体了 眼镜男半边脸都被直接扇肿了 红的发紫 嘴唇子都被牙齿磕破了 可此刻却也不敢有半点不情愿 连碎了一地的眼镜框都不敢捡 只能老老实实地站起来点点头 是 我不配 我刚刚多嘴了 这个钱薛老大你要是愿意出 那我们老板也一定没意见 薛凯白了他一眼 冷哼一声 放屁 肯定你们出啊 把钱都冲医院里 多买点保养品 好好给我兄弟补补 不准给现金啊 骂我兄弟穷啊 敢给钱我跟天心光那个老王八蛋没完 说着 薛凯回头愧疚地看了一眼 病床上的刘子良 子良 那你先好好歇着 医药费的事不用操心 都让这王八蛋给 等你出院了 继续跟大哥干工程 我先走了哦 有事给哥打电话 好使 县里 工地夜市 徐夏阳没了妹妹那事的干扰 倒也是顺顺利利 就把事情处理得差不多了 晚上一共就来了23个人 对报名感兴趣的 县里这边能招揽过来的学员 基本上就只能靠之前那些 交了钱的老学员人带人 想要把报名费赚回本的 即便是陈海那么能说会道 也已经几乎把预备学员 都给发掘的差不多了 人数基本上是一天比一天少 偶尔小爆发 也没什么大起色 这线下占招揽学员的 信息传播能力和速度 就是太慢 太费劲了 即便磨破嘴皮子 也顶多只能拉来几个人而已 但即便如此 也足够他们三个 轻轻松松小赚一笔的了 陈海整理好合同和名单 把晚上的收入清点了一下 老大 你这边1800 马哥 你2500 嘿嘿 还是在这摆摊赚的多 但是也累点 还要带学员 我就和老大一样 可见到陈海和徐夏阳白天上学 就晚上来这么一会儿 就能赚到一千多 心里也是略微有些羡慕的 经不住的叹气嘀咕起来 哎 羡慕啊 有个好脑子 都不用出苦力就能赚钱 你俩现在清闲了 徐夏阳笑呵呵的将钱收好 心里也不免有些得意 毕竟 现在赚的 可不比他以前摆摊时候赚的少 花的时间 却是少了太多太多了 这才是最适合他这个 想考大学的 能留出足够充裕的时间 来复习功课 听到马大明话里酸酸的味道 他也只能笑着开口 马哥 看你说的 改名从你带的学徒里找一个 接了你的班 对了你的摊子 那你不也一样 能腾出手来跟我们一样吗 不用摆摊就能赚一千多 等明后天外地来人 还能赚得更多 而且还不用亲自带学员 清闲得很 怎么样 动心不 马大明却是嗤之以鼻 小心翼翼地将钞票收了起来 不怎么样 我还得继续摆摊 当初学这个摊煎饼 连带着买老师傅的秘方 我可是花了两三千呢 凭啥不干了 带一个学员 我就多收一份钱 我这个年纪 大了你俩十几岁 当然要比你们多赚点 这心理才踏实 陈海则是从始至中 开心的冒鼻涕泡 不用学习 还不用出苦力 我可太喜欢这赚钱的速度了 QQ去那边我 可要继续加把劲 多拉一些人过来 帮我多多赚钱 嘿嘿 三人各执己见 却殊途同归 不管喜欢什么样的生活 但现在这个赚钱的速度和数量 还是让他们各自满意 徐夏阳起身 看了一眼 逐渐断了顾客的夜市 远处夜市边缘的几个摊子 已经开始收拾东西 准备撤了 他也动了心思 当即走到马大明身边 胳膊肘碰了碰他 抬起下巴点向远处那几个摊主 马哥 上次市场监管来查的时候 就那卖槽子高旁边的几个摊子 没来是吧 你在这干这么多年了 都认识不 马大明皱着眉头瞅了一眼 直接冷哼一声 认识 都是比我来得晚的 肯定就是他们几个 连起手来举报咱们 看咱们赚钱眼红呗 咋了 你有办法报复报复他们 要不咱们也打电话 让人来查一下子 说着 马大明突然眼前一亮 好似想到了什么绝招 唉 对了 你不是认识赵刚吗 他就是咱们这片的市场管理员啊 让他来找事 专门查查张绍海他们那几个人 徐夏阳听到马大明的话 也是一时间哭笑不得 马哥 赵刚那人是什么样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刚说卖槽子高那几个摊主 那不是自己坏自己的名声吗 我和赵刚的那点浅薄交情 压根还没到这份上呢 马大明文言瞬间粘了 无奈地翻了个白眼 那你说屁了 啥也不干 咋的 背后里说他们两句坏话就行了 就解气了 你那点出息吧 说着 当即转身就准备离开 徐夏阳却是泽的一声 哭笑不得地伸手拽住马大明 马哥你等会 别那么大气息 说白了 他们不就是看咱们招学员赚钱 所以眼红了吗 这事 关乎咱们以后顺不顺利的根本 所以 与其跟他们明争暗斗互相举报 那不如趁早瓦解掉他们的结盟 各个击破 全都拉拢过来 才是真正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 此言一出 马大明再次愣住了 瓦解 拉拢 咋整 还得让我去求他们 说 哎呀 你们过来加盟吧 这样 徐夏阳无奈吃笑一声 还没开口 一旁的陈海 却是激动地蹦着高站了出来 连连举手 我 老大我能去 我去拉他们加盟 让他们全都过来 帮咱们赚钱 哈哈 不管什么事 都不能耽误咱们赚钱啊 见到陈海那心甘情愿 再加上迫不及待的样子 马大明直接翻了个白眼 这么丢人的事 要去你们去 我反正不去 徐夏阳见状也是毫不犹豫地 直接pass掉了陈海 那没骨气的做法 轻轻拍了拍马大明的肩膀 苦口婆心地劝说 马哥 你听我说完啊 像陈海那么狗 肯定丢脸 我都看不下去了 所以肯定不能让他去 说着他直接笑着凑到马大明身边 马哥 你既然认识他们 那就肯定熟悉他们的性格 不用你去跟他们服软 那样就算能请过来 以后也是大眼 免不了还会拉帮结派的 给咱们惹麻烦 耽误赚钱 你去 就要直接彻底打散 他们以后合作的可能 这样 你应该知道他们那几个人里 谁耳根子嘴软 最没主见 最缺钱有难处吧 当着另外几个摊主的面 你现在就过去跟他说悄悄话 告诉他 只要他明天之前选择报名 咱们就优先推一个班的学员给他 只要他能答应 那咱们就学费先付 保证他有学员 等事情成了 那剩下的几个人 也就不用我们一个一个去拉拢了 明白不 马大明嚼着一根炸淀粉肠 招摇过世 不远处卖槽子高的张绍海 正在收拾摊子 乍一见到他过来 顿时暗地离给旁边几个人递眼色 小声提醒 都注意点 别被骗了 一定是爱套话的 此言一出 旁边几个摊主 也全都纷纷心虚地低下了头 各自忙活着各自的事情 马大明不一会溜达了过来 笑着冲张绍海点点头 张绍海也表现得毫无异样 笑着点头回应 不过并没有多说什么 毕竟平日里 他们之间也不算熟 然而很明显 马大明的目标 也不是贼金贼金的张绍海 转过几人的摊子 静止来到这一圈最远的胖子凉拌菜跟前 整个人靠在那小吃摊的玻璃罩上 笑着和胖子打招呼 胖子 最近天气凉了 你这生意怎么样 胖子见到马大明过来 下意识地向张绍海他们 另外几个摊主的方向瞅了一眼 其他摊主同样疑惑又警惕 但是这时候 谁也不好直接上前来帮他 胖子神色如常 但目光里多少还是有点警惕的 生怕马大明是来问他们 打电话举报那件事的 生意 还凑合吧 不过天气凉了 不少工人的确是更喜欢吃点热乎的 马大明见到胖子 这软耸软耸的模样 也是开心地吃笑一声 直接绕到了摊子里面 哎 胖子 我记得你家小子 今年也开始上高中了吧 怎么样 这孩子上了高中还适应不 花销比之前大了不少吧 往常我看你老婆都跟着出摊 这最近一直没出 是不是格外照顾孩子去了 胖子听到马大明的话题 和打举报电话无关 整个人也是暗自松了口气 然而 聊到孩子和老婆这个话题 他也是充满了无奈 哎 谁说不是呢 这上了高中真是处处花钱 不光要交学费了吧 这书本费 学杂费 多了不老少 开学一个月了 那孩子读得还是离家远的六中 不适应不说 吃得也不好 睡得也不好 这不 孩子他妈去陪读了 租了个房子 先照顾到年底 等孩子适应了再说 摆摊也只能我自己来了 马大明文言 也是颇为同情的点点头 无奈地叹了口气 是啊 咱们这忙忙活活的 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这钱是个王八蛋 但没钱是真不行啊 胖子一听这话 倒是疑惑地皱起眉头 你不是没孩子吗 那个八号济师 没等他继续说下去 马大明急忙神色慌万的敷衍 打断了他 哎 瞎说什么呢 什么八号济师 那是我一老同学 初恋 我照顾一下生意而已 胖子撇撇嘴 倒是不怎么关注这事 只是继续忙活自己的收摊 见到马大明还不走 他也是不得已客气了一下 今天卖得差不多了 剩下点杂盒菜 要不给你装点拿回去喝酒 反正这半凉菜 也不能隔夜 扔了也可惜 马大明文言 嘿嘿一笑 毫不客气地接过家子 自己拿起套好塑料袋的 不锈钢小盆就挑选了起来 那怎么好意思 我就随便挑点吧 胖子眼见他还真不客气 一时间也有些无语 只能任凭马大明自己动手 他则是颇有些无奈地 回头看向举报小团伙 其他几个摊主 另外几个人也是面面相去 压根不知道 马大明这是有什么企图 正当此时 马大明一边夹着凉拌菜 一边装作漫不经兴的开口 对了胖子 你这孩子上高中 老婆租房陪毒 听说老家那边也还跃跃打钱 这经济压力不小吧 缺钱不 缺钱说话 多的没有 但是千把块的救救急 我手里还是不缺 胖子闻言 心里倒是稍微热乎了一下 更是稍微有些愧疚 急忙心虚地摇了摇头 没事的 现在还扛得住 我这摊子生意也不差的 一天下来五六百还是有的 将将够用 马大明挑选好了凉拌菜 轻笑着拎起袋子 哎 咱们都认识这么多年了 一块最早过来摆的他 跟我俩你还假客气什么 放心 这凉拌菜我不白吃你的 给你带好消息过来的 说着 在胖子疑惑的目光中 直接从兜里掏出来一个白色塑料袋 里面包裹着一打紫钱 直接扔到了胖子的摊位灵钱盒里 因为晚上 光线不好 即便是周围那几个摊主 也有些看不清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只能一个劲地探头张望 暗自揣摩 胖子看到 那被塑料袋裹着的钱 也是愣了一下 急忙就要伸手拿出来 这 你这是 马大明却是笑着按住灵钱盒 图穷笔线 别着急拿出来 你想让张绍海他们都看到 我可是看咱俩关系好 这才主动来跟你说的 小区说了 现在我们那培训班子 生意越来越好 马上周末还要来好多个学员 其他摊主那基本都排队了 报不上名 这不 看你们几个迟迟也不加盟 这让我来跟你好好聊聊 只要你明天能主动找我们加盟 那这周末来的学员 我们就往你这里介绍 这钱 就是一个班 三个学员的报名费 先给你的 店付 保证你能招得到学员 怎么样 胖子一听这话 瞬间脸色多了几分慌张 前脚他 可是刚和张绍海他们 一起打电话 举报过小吃培训班的 现在自己就被拉拢了 这实在是有些转变的太快了 让他有些拿不定主意啊 但看着零钱盒里的钞票 那可是实打实的真钱啊 带一个学员 就能给七百块钱 还不用把配方交出去 这简直是白捡的一样 他早就想加盟了 就是苦于面子 和张绍海他们的阻拦而已 现在 这钱人家都先垫覆过来了 自己就算想拒绝 话也说不出口了 老马啊 哎呀 老马呀 马大明轻笑一声 意味深长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行了 那就说定了 出来摆摊的 谁不想多赚点钱 别死要面子活受罪了 你自己考虑考虑 明天学员就来了 准备准备吧 我先撤了 说着 马大明直接拎着自己选好的凉拌菜 笑呵呵地转身就走 路过的时候 还不忘了和张绍海 他们几个打声招呼 只不过和他来的时候不一样 几个摊主面面相去 明显神色紧张了不少 纷纷看向正在加速收摊的胖子 张绍海第一个沉不住气 急忙跑到凉拌菜摊子前面的打听情况 胖子 那马大明刚刚说什么 是不是让你加盟了 你答应了 这时候了 咱们一定要团结啊 只要再坚持坚持 多举报两次 把他们干趴下了 那所有学员就都是咱们的了 胖子门头收拾好小吃车 脸上表情沉默 一屁股骑上驾驶位 拉起刹车 临走前 这才看了一眼旁边十分焦急的张绍海 团结能赚到钱吗 我出来摆摊是赚钱的 又不是出来打电话搞举报的 家里还等着钱花泥 你能给我啊 说着 没等张绍海再有反应 直接骑着小三轮头也不会的离开了 气得张绍海只能原地跺脚 胖子 你没原则啊 乍一见到张绍海这副反应 另外几个摊主也是面面相去 猜出个八九不离十 全都默默收拾摊子 离开夜市 有了徐夏阳和马大明他们的配合 胖子他们的举报小团体 也就多挺了一晚上而已 第二天中午就直接被瓦解掉了 就连最核心的张绍海也不得不屈服 毕竟整个夜市的摊主 都被徐夏阳他们那个小吃摊 培训班吸纳进去了 自己可以说是独目难知 孤立无援 无奈之下 也只能报名加盟 等待学员到来 吃点报名费 多赚一笔外快 然而让他们没想到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小吃培训班献上QQ群里 原本只打算来二十几个先前军的 可其他群友看到效果好 人数一下激增 直接涨到了四十来个 选择线下真实的 基本都是附近县市的 不算多元 火车站汽车站瞬间爆单 虽然人不是同一时间来的 但宋大伟开来的小客车 也差点咕噜都跑冒烟了 来回折腾 一整个周末 陈海就好像打了鸡血一样 兴奋地穿梭在夜市和车站之间 在小客车上就充当了解说员 一个劲地介绍他们小吃培训班的加盟摊位 到地方更是按照早就规划好的引导方案 几乎让每个加盟摊主都能吃到甜头 两天下来 就算是刚加盟进来的胖子和张绍海他们也分到了学园 整个夜市皆大欢喜 徐夏阳作为创业主导 现在各个部门完善都有人在管理 反而不用他亲力亲为 一天就能分红到两三千块 不用摆摊 躺着都赚钱 小吃培训班的生意可以说是彻底蒸蒸日上了 不仅如此 线上的规模也是一再扩大 原本200人上线的QQ群已经不够用了 升级扩容服务管理 候选学员群直接扩充到上线500人的大群 已经报名的学员全都转移到上线2000人大群 进行售后维护和调料订货业务 后来索性四个人的QQ号全都交给他来运营 统一挂着升级 更是创建了好几个学员群 方便陈海不停地从外界拉进来新人 一直扩大规模 逐渐的只有五个人的小创业团体 就已经开始忙得不可开交了 就连徐夏阳和马大明这俩手机白痴 也要尝试着学会操作QQ群管理 时不时地充当解说员 进行学员维护和拉拢 陈海就更牛掰了 这小子完全无视自通 甚至自己注册了贴吧号 论坛号 从网上各种途径 给学员群拉人各种打广告 一开始因为到处蹭帖子打广告 也会被处罚 被禁言 但是摸索了几次之后 他逐渐掌握了软广写文的技巧 第一人称编个故事 把摆摊赚钱教学的事情编进去 反而让人看不出来 是在打广告 倒是因为 他在各种论坛和贴吧写的 软广故事吸引人 拉来了不少感兴趣的学员 有签约意向的学员 数量激增 群里活跃学员 直接突破500人 扩充至第二群 管理也一下子变得麻烦了起来 好在是由李倩的远程配合 实现了QQ群的学员进出流程 让所有学员群活动起来 而不是一成不变 学员大群 签约意向群 线下真实群 售后服务群 一条龙服务 流水线作业 签约群里最活跃 几乎每天 都有人咨询来报名的事情 一周下来 线下真实群 能直接安排进来100多人 远比线里线下拉的人 要多得多 不过因为夜市上 接待能力没那么强 而且公司关键人员 还要周一到周五 在高三上课 这个残酷的事实原因 学员线下真实签约交钱 只能在周末进行 不过这也有好处 毕竟一个礼拜 夜市上那30多个摊主 平均每个人 都能带走两个班的学员 六个人 但考虑到有些摊主学员多 有些学员少 整合起来一算 一个礼拜六天 能带出100出头的学员 正好能差不多消化掉 每个周末来线下 真实的外地学员 排队情况还不算很臃肿 结束了学习的学员 也都纷纷开始在 售后服务群里订购调料 徐夏阳早有考虑 经过和批发市场的 香料调料批发老板协商 直接在原本低价的基础上 再度优惠 提前让宋大伟 拉了好几车调料回来 每个摊主根据学员需求 自己调配好了 成品打包就行 再由宋大伟认识的 邮政务流那边的熟人 讲讲价 把发包裹的价格 优惠一些发出去 这中间的差价利润 也还是很可观的 正好用来支付公司的 一些额外支出 还有他们之间的分红 饶事如此 小创业团队也忙活得火热 当然 随之而来的就是 周周学员签约报单的疯狂收入 现金流水激增 半个月下来 两个周末 徐夏阳直接分红到了两万多块 可他压根根也不用出摊 甚至不怎么用干活 连自己都被吓了一跳 钱拿在手里都烫手 自己这草台班子 才形成规模的小公司 就已经比他个人 辛辛苦苦早出晚归的 百摊赚钱了 那些大公司 大企业都有更专业的员工 这 还不赚风了呀 不过不管怎么说 创业小公司 已经开始按照他们预想的模式 提前运转起来了 而且 效果还很好 只不过 注册的公司营业执照 还在走流程 也迟迟没找到 合适的专业财务和法务人员 所以 手续仍旧还在 正规的状态里 但 徐夏阳却没有忘记这事 他差点吃过一次 不正规的亏 所以 哪怕是要折损点利益 他也必须让自己做的事情 正规合法 才能杜绝隐患 过去了半个月 徐夏阳搬到陈海家里 也有些日子了 还一直没和工地上 项目部的几位经理老大哥 正式说过 眼瞅着工地墙上的 大概一百天的横幅标语撤了 他也才从工友那里打听到 项目部终于没那么忙了 索性从小吃夜市上 准备了一些宵夜 趁着晚上项目部亮灯的时候 送了进去 你顺便好好感谢 一下几位经理老大哥的照顾 登登登 徐夏阳两只手拎满了 各种夜市小吃 刚刚走上二楼 迎面一旁的办公室门 就被人推开 周治海胡子拉叉地叼着烟 从里面走出来 乍一见到徐夏阳来 瞬间眼前一亮 笑出了声 哟 徐老板来了 给我们发员工慰问来了呀 周经理 吃夜宵 徐夏阳咧嘴笑着 倒是对周治海的调侃 见怪不怪了 他自己可不认为 自己是什么老板 周治海也不客气 直接笑着扔掉手里的烟屁股 上前随手扒拉着徐夏阳 拎着的各种夜市小吃 挑好拿出一包肉夹馍嚼了起来 吃得喷香 一边吃 一边拉开办公室的门 冲他招手 来 进来吧 外边风大 正好这几天忙完了 有日子没见你了 徐夏阳跟在后面进了办公室 灯光通明 里面却是空空如也 压根没见到 除了周治海之外的其他人 只有一个茶台 物资烧着热水 他见状也是一愣 下意识脱口而出 哎 和经理和孙公 他们都不在 周治海一屁股坐到沙发上 随手拔掉了一旁 茶台热水壶的插座 自然的倒出滚烫的茶汤 文言同样无奈叹了口气 不在 都回家了 人家可是有老婆有孩子的 这上边突然来检查 忙活了一个多月 谁也没走开过 现在好不容易糊弄 走了分公司的人 他俩都回家 哄老婆孩子去了 只剩下我和管安全的老王看着 就算新来的几个实习生 也都让他们下班出去逛了 放松放松 徐夏阳文言 也是略有失落的点点头 毕竟他住的宿舍可是何勇的 如今搬走了 本也应该跟何勇当面说一句的 这么看来 也只能以后再找机会了 念及如此 他脸上当即恢复了灿烂的笑容 很多可能不够分呢 现在看来怕是吃不了啊 周之海随意的嚼着肉夹馍 毫不在意的摆摆手 没事 放这儿我慢慢吃 徐老板现在家大业大的 肯定不差这点东西 我瞅着半个月了 夜市上可来了不少人啊 没少赚啊 面对他的调侃 徐夏阳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笑着点点头 的确是赚了点钱 虽然公司刚注册 一些手续什么的都还没弄好 运行起来倒是没啥问题 现在就是琢磨着 开公司的一些手续和合同什么的 我们也不懂 一开始那还是周之海告诉他的 现在他这也算是问题闭环了 周之海点点头 又开始扒拉起闸串吃 若有所思 那就是说公司架子有了 就是现在还是小座房经营们 这确实不太行 还有纳税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 不处理 以后也是隐患 思索片刻他直接想起了什么 示意徐夏阳稍等一会儿 拿起了桌上的电话 直接拨出去 不一会儿的功夫 那边已经打通了 喂 五姐 哎 是我 龙湖三七的小周 不知道上次咱们见面时候说过那事 我有个小兄弟的创业 搞了个小公司 有点简单账目 哎 对对对 你给我介绍那人 现在有空了不 收费可不能太高啊 啊 刚毕业啊 这能办理所吗 行 行行 这既然跟着五姐你过了实习期 那基本业务肯定熟练啊 那把他电话给我吧 我让人联系 好嘞 辛苦啊 下次回去肯定请五姐吃饭 徐夏阳愣愣地站在一旁 听着这番对话 脑子却有点怠机 这是再给自己找专业的人 处理公司的事 正当他拿不准的时候 周志海已经笑呵呵地 放下了电话 随手拿起袋子里的 炸蘑菇吃了起来 行了 之前答应 帮你问问公司的财务 这一忙起来又差点忘了 放心吧 给你找了个 刚毕业实习的 会计专业大学生 正好他也练练手 处理你们这小草台班子的 那点业务 问题不大 说着 还没等徐夏阳反应过来 周志海已经将桌上 记录着电话号码的纸条 推了过来 就给这个人打电话就行 好像是姓白 叫什么我不记得了 他们干财务的 尤其是老财务 那手里一般都压着 好几家小公司的私活呢 每年帮着小公司 处理处理税务和账面 轻松得很 这可是这儿巴金大学生 徐老板 你要是花钱请去做班 那都得一个月最少2800 徐夏阳听着周志海 这吊儿郎当的语气 三下午除二 就把困扰自己半个多月的事情 如此轻松解决 一时间反而有些感觉不真实 更是哭笑不得 周哥 我还寻思 你说那话是跟我开玩笑呢 怎么想也感觉 你们那么大公司的财务 能关心我这点小事吗 没想到 他们还真接啊 周志海黑黑一笑 倒是毫不意外 有钱赚 为啥不干 你以为财务都是老老实实的 在办公室里 只处理自己手头那点业务 尤其是这种国企大公司 走个流程都要好几个月 平时都嫌出屁了 财务只拿死工资 都饿死了个屁的 这是熟人价 再加上给无解小徒弟练手 说好了 一个月你给50就行 一年600的服务费 税务申报啊 账务啊什么的 都给你处理好 有其他不懂的什么股份 合同 人事社保 啥的都能问 反正是专业的 还花钱了 不用白不用 徐夏阳一听这话 更是吓了一跳 啥 600 这 这是不是太少了 人家能好好整吗 要不 加点 他一听到这些费用 竟然是一整年的 实在是有些不敢相信了 就公司 现在能到他手里的分红 那每天基本都要破签 遇到周六日外地学员来的时候 那都至少两三千 结果请个大学生财务处理 他们公司的账 才600块钱 还是一年 学会计的大学生 这么不值钱吗 周志海见到他这么惊讶 也是吃笑一声 600怎么了 你们那小公司 能有几个人 很多吗 流水有多大 账很难做吗 一年 你以为收了你600块钱 这位财务 就要兢兢业业 一整年都在帮你处理业务 就你那点账目 加个半 有个一天半天 就给你做出来了 徐夏阳听到这话 也是瞬间哑火了 一天就做出来 那还真是有够伤人的 当即轻笑一声摇了摇头 从桌上 把那联系电话拿了起来 行 周哥 那我回头联系 对了 等和经理他们回来 我请你们吃饭 地方你们定 嘿嘿 我赚钱了 肯定要谢谢你们啊 周志海吃笑一声 大大方方地答应下来 行 我一定传达徐老板的邀请 等着吧 人家一个多月没见老婆孩子 怎么也得腻歪腻歪 过些天吧 我定好地方给你电话 市立医院 住院部 好了 恢复得不错 明天就可以安排拆线了 拆线之后 可以当天出院 医生检查好了 刘子良的手术窗口 自己也松了口气 毕竟 这人住在他们这儿 那天天 都有社会人士来来往往 搞得人心惶惶的 现在半个多月过去 终于能把人送走了 徐秋影文言松了口气 细心地帮着刘子良 把衣服放下 笑着冲医生点点头 谢谢医生 终于是可以出院了 看着医生离开病房 他顿时扁起嘴 回身就给了刘子良肩膀一巴掌 这回好了 彻底少了个妖子 看你以后 还是不是啥事 都瞒着我了 刘子良缓缓翻了个身 刀口仍旧隐隐作痛 见到徐秋影 那有些生气的样子 他倒是黑黑一笑 十分嚣张 怕什么 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现在 咱们是无债一身轻 这些天 早就跟医生打听清楚了 一个妖子也能正常生活 肯定没事 等我出院 继续跟着大哥干工程 以后那都是赚大钱 过好日子 你跟我儿子 就等享福吧 说着 更是得意的伸手 摸向徐秋影的肚子 沾沾自喜 啪 徐秋影直接没好气的 一巴掌把她手打掉 仍旧有些生气 我过来照顾你半个月 累的什么 好吃的也没吃到 想什么服了 还觉得没事呢 也不知道是谁下的 哭尽尿嚎的 给我打电话 让我找人救命 哦 现在又不害怕了 刘子良执着